六年前,花莱被迫嫁给坐在轮椅上的性情暴力的江赫宇,人前她是忍气吞声的小女仆,人后是任人攫取的小娇妻,不料一招怀孕,换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和男人冷冰冰的命令,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再出现在我面前,她连夜逃了,六年后,她已是当红明星,带着萌娃参加亲子节目,一大一小赢得所有观众的喜爱,江赫宇端着酒杯,眼里盛满温柔的笑意,看着荧幕里的女人和孩子对旁人炫耀道, 看,这是我老婆和女儿,众人道贺一声,调笑道,江总,别吹了,人家影后可说了,孩子他爸,坟头草两米高了,第一章,嫁人,只要你嫁进姜家,五十万,我立马就转过去,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虽是说着商量的话,但语气和姿态颇有些多多逼人,花莱低着头,苍白的手无措地搅着衣角,显然十分纠结犹豫,男人又说,姜家富甲一方,你嫁过去就是做少奶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花莱,可是, 我连那个人的样子都没见,难道对方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自己也要嫁过去吗,男人立马拿出手机翻找一阵,然后递到花莱面前,你看,这就是江家大少爷,你未来的丈夫,他的身家背景,我就不多跟你说了,去年S是富豪榜,他们家排名第四,你再看看他的长相,气质,配你这黄毛丫头是绰绰有余,要不是他家老太爷,花莱抬眼,扫到手机屏幕,上面的男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深色正装,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正弯腰上车,就一眼,也能看得出,男人气度非凡,但是那一双眼,像阴笋一般盯着镜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旁边衣着华贵的女人,拉了男人的衣袖一把,有些不耐烦地说,你给他说这些干嘛,能嫁过去是他的福气,他还在这里挑挑拣拣的,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看来也不是诚心,想救他那短命鬼养母,你,花莱抬起头,有些气恼地看着女人,但看着他盛气凌人的样子,想着还躺在医院里,等着前救命的养母 却又说不出辩驳的话来,花莱的养母情素枝,前几年中风后,腿脚不变,几天前,花莱不在家的时候,她扶着墙去厨房烧热水,不慎滑倒摔晕了,水烧干后,引发了火灾,她被大面积烧伤了,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医院看她母女俩可怜,已经垫付了好几万的医疗费用,做基础治疗,但后续的治疗,全部算下来,还要五十多万,医院没法再垫付 一个小时前,医院再次催她缴费,就在花莱一筹莫展的时候,她二十年未见的亲生父母找到了她,表示愿意支付秦素枝的医疗费用,条件是,她马上嫁进姜家 她这些年跟着秦素枝,早就知道人间疾苦,天上不会掉馅饼,姜家那么好的条件,生父明明身边还有一个千金女儿,却把这金龟婿拱手送到她花莱面前,没有猫腻才怪,但是自己的幸福和妈妈的性命比起来,不值一提 我嫁,但我要七十万,花莱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男人,男人还没说话,旁边的女人翻着白眼仙道 我就说,这摔鬼不是善茶吧,还坐地起嫁,男人倒不以为然,安抚女人 没事没事,怎么说她也帮我们养了这么多年女儿,多付一点也是应该的 说着,又轻易地拉着花莱的手,姜家等一会儿就有人来接你 你走的时候,我当着你的面,把钱打过去,不过,你是以我曾家大小姐的身份嫁过去的,以后就叫你的本名,曾茵茵 男人又叹了一口气,盈盈,不怕和你说实话,是姜家的老爷子快不行了 算命地说,得找一个英历七月十五出生的女孩嫁进他们家,给她冲冲洗 她现在病得厉害,也就一两年的事,到时候她不在了 你想离开姜家,他们大概也不会留你 花莱无奈地点点头,原来自己只是一个工具 她看了一眼,一直在男人背后默不作声地曾家真正的大小姐,曾劲 那女孩和自己长得极为相似,看起来天真烂漫 见到花莱的时候,还甜甜地叫了一声姐姐,然后就一直站在岑氏夫妇后面,不再言语 明明是同一个父母,岑今儿是长上明珠 而她花莱,生下来十四天,就被送到乡下,像野草一般狗活 我先去看看我妈,不管怎么样,我得给她说一声 毕竟,这也算自己的终身大事 岑启文大度地挥挥手 去吧去吧,看了我带你回家 家 花莱差点冷笑出声,自己被丢弃,在外二十年 现在突然冒出一个有爸爸,有妈妈,有妹妹的家来 真是可笑,她消失在走廊的拐角 霍秀看着远去的背影,没好气地说 江家这么好的条件,真是便宜这个死丫头了 进而你别生气,妈妈知道,你喜欢江贺宇 但她现在这个样子,妈妈以后帮你挑一个比江贺宇好百倍的男人 曾经儿却不以为然地笑道 妈妈,江贺宇都成了瘸子残废了 我就算再喜欢她,也不愿意后半辈子去伺候一个下不了地的废人 我还小,长得又漂亮 有的是机会慢慢挑比她好百倍的男人 她之前的天真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掩饰的机巧不屑 花莱被带到曾家的别墅 庸人伺候她洗了澡,又找来干净漂亮的衣服给她换上 今天她就要嫁到江家 为此,庸人还帮她化了个淡妆 看着收拾干净改头换面的花莱 霍秀阴阳怪气地说 这衰鬼倒是有几分姿色的,总算没丢曾家的脸 曾启文笑盈盈地迎上去 怎么说,也是我曾家的女儿 你长得这么好看,她的样貌自然也不会输给旁人了 走吧茵茵,江家的车已经到了花莱没有多言 跟着曾启文默默往外走 门口停了一辆看起来价值不菲的豪车 一个年轻的男人漫不经心地倚靠在车门边上 他穿着浅色休闲西服 嘴角擒着笑证滑动着手机屏幕 花莱大胆地看了一眼 他对上午照片里的人有些印象 这眼前的男人和照片上的十分相似 但完全没有照片中那么阴沉 看起来完全就是个阳光大男孩 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来了,那我们走吧 男人看见花莱 先对着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然后替他拉开车门 护着他坐进后排 曾启文冲花莱晃了晃手机 是转账成功的界面 花莱朝他点了点头 这才在座位上坐定 男人坐进来之后 汽车缓缓出发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花莱 你就是曾家的大小姐 曾茵茵 花莱有些羞涩地点点头 不太敢和男人对视 二十年来连异性的手都没摸过 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丈夫 不羞涩才怪 男人挑了挑眉 怎么畏畏缩缩的 一点大小姐做派都没有 怎么 是不愿意嫁进我们江家 花莱连忙摇头 没有 相对于花莱的拘束 男人就放肆多了 他大胆地盯着花莱 你长得还挺好看的 可惜呀 命不怎么好 花莱以为男人知道 他的身世为他感慨 心里觉得有了些许暖意 这辈子 他最亲近的人 除了躺在医院的情愫之 以后就是身边的这个陌生男人了 半个小时候 车在一幢大别墅面前停了下来 到了 男人下了车 花莱还没找到怎么开这车门 男人已经从外面替他拉开了 花莱心下又一宽 这男人还挺体贴的 他逐渐放松下来 男人笑盈盈地说 走吧 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花莱跟着男人 穿过大门 花园 才来到门口 有两个庸人在那里候着 看花莱过来 忙上前迎着 大少奶奶 您来了 花莱对这样的待遇十分不适 却也没开口 跟着男人继续往前走 男人一进门就大声说道 爷爷 大哥 我把大嫂接回来了 长得可漂亮了 花莱闻言一愣 这男人不是自己丈夫 那自己的丈夫是谁 答案出现得很快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由庸人推着 缓缓来到他面前 抬手用鹰一般的眼神 打量着他 冷冰冰地问 你就是在七月十五出生的陈音音 第二章 残疾老公 花莱被那眼睛一盯 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机械地点了点头 这才是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可是他为什么坐在轮椅上 震惊中的花莱 目光紧紧地盯着男人毯子下的腿 完全没留意自己是多么的无礼 男人沉声道 看够了吗 看够了 就去给长辈奉茶 花莱这才回过神 仍旧不可置信地看着江鹤与江鹤 与冷哼一声 怎么 岑家把你嫁过来 没告诉你 我是个占不起来的残废 花莱想说 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没有 江鹤与目光如炬 射向花莱 紧追一句 那你是后悔了 我没有 花莱这次达得果断 七十万已经转到他的账上 除去手术费 剩下的都是秦素芝的生活费 他没有反悔的资格 他总算弄清楚了 曾启文为什么把江家大少奶奶的位置让给他 除了他说的 江家一定要找一个 英历七月十五出生的媳妇以外 他嫁的这个男人 还是一个残疾 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这和守活寡有什么区别 而且 江鹤与的脾气看起来 好像还不太好 花莱深吸了一口气 逼迫自己 接受这个现实 还有什么比穷更可怕呢 况且秦素芝中风以后 情绪也变得有些喜怒无常 他觉得自己能应付 他从容地走到江鹤与背后 代替庸人推动轮椅 柔声道 走吧 我们去给长辈敬茶 屋子里的人都是一愣 江鹤与下身瘫痪的事 在S是不是秘密 但看他刚才的表情明显是不知情的 这短短的一分钟 他居然不吵不闹的就接受了 江鹤与也是眉眼微醋 不过也没说话 任由花莱推着他往前走 这是爷爷 江鹤与给花莱一一介绍 花莱接过庸人手里的茶碗 对着面前老太隆重的男人跪了下去 双手奉上茶碗 爷爷 您请喝茶 江中国伸出畅微微的双手接住 乐呵呵地说 好好好 丫头长得好 性子也好 以后你们小两口 好好的 说着拿出一个大大的红包 花莱也不客气 伸出双手接住 转身交给一旁的庸人拿着 谢谢爷爷 这是父亲 爸爸 您请喝茶 花莱又跪了下去 爸爸这个词 他生来就没叫过 现在却叫得顺口极了 因为他知道 他要是不叫 养母可能立马就会被从医院里抬出来 江磊接过茶 好 以后贺宇就交给你了 辛苦你了 花莱从容地说 爸爸 照顾她是我分内的事 说辛苦就见外了 江磊满意的点点头 不再多言 这是母亲 妈妈 您请喝茶 梁红英接过茶 她明显对这个儿媳妇 是很不满意的 曾家在S市无权无视无名号 要不是为了给老爷子冲喜 她断不会选这样一个 极极无名的儿媳妇的 以后贺宇的饮食起居就交给你了 她的腿每天要按摩两次 家里有理疗师 你明天就去跟她学习护理知识 还有贺宇每天的饮食给由你 江磊打断道 好了 你现在说这些做什么 茵茵第一天来 先让她熟悉一下环境吗 梁红英白了江磊一眼 这才住了口 抿了一口茶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贺宇也累了 你先带她回房间休息 花莱点点头 顺着庸人的指引 把江贺与推进他们的房间 庸人退出去以后 花莱环视了一眼四周 房间非常的大 一眼放去 有衣帽间 大床 洗浴室 办公区 休息区 阳台 应该是为了方便江贺宇 特地改造过的 花莱不知道现在该干嘛 还没来得及开口问 江贺宇冷冰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愣着干嘛 给我脱衣服 我要泡澡 啊 脱衣服 泡澡 纵使花莱做好了 要给这残疾男人做老婆的准备 但真的落到时事上 她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衣服泡澡 怎么 刚才话说的那么好听 原来都是装的 接红包的时候 手脚那么利索 现在只会处着不动 你不会以为我是个残废 就拿你没办法吧 花音刚落 江贺宇原本端在手里的杯子 已经被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 哐当一声 稀碎 花莱吓得一抖 这男人不仅是个摊子 看来还是个疯子 没有 只是我 难道要向男人解释自己 是因为害羞吗 哼 解释没有任何意义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服从 花莱暗暗吐了一口气 忍住 忍过这一两年 老爷子不在了 自己就能自由了 我马上去 她挽起袖子 先去给浴缸放上水 然后去衣帽间 取江贺宇的衣服 路过她的时候 顿足道 那个有没有我的衣服 我想换一件 为了彰显她曾家大小姐的身份 曾家给她准备的 是长脊脚踝的淑女裙 穿上是很漂亮 但现在干起活来 束手束脚 十分爱事 江贺宇冷哼一声 你倒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活还没干 算了 对江家和曾家来说 她只是一个工具 怎么配提条件呢 家里被烧了 她的衣服早就没有了 好在之前的兼职 明天就要发工资 自己出去买两套换洗的就行 拉开衣帽间的柜门 衣橱里挂满了衣服 一半是男士的 另一半 分明就是女士的 花莱诧异地看着江贺宇 愣着干嘛 做事磨磨蹭蹭的 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男人又不耐烦了 花莱随手拿了一件 男士浴袍和内裤过来 蹲在江贺宇脚边 先替她解衣服 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 衣柜里的衣服 是我的吗 不管怎样 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江贺宇像看个白痴一样 看着她 难不成是哪个女佣的吗 哦 拖到最后一件 贴身的衣服的时候 花莱有些犹豫 江贺宇的耐心感觉 快要耗尽了 怎么 要我自己动手 花莱心一横 拉着江贺宇的衣摆 迅速往上一扯 思辰阴阴 你是不是找死 江贺宇伸手捂着耳朵 一双眼睛快要喷出火来 第三章 喜替离婚协议 花莱表面道着歉 但看着江贺宇吃痛的表情 心里突然有一丝愉悦 对不起 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的那个 咱们商量一下 你泡澡的时候 能不能穿着内裤呀 然后呢 我再穿着湿答答的内裤上 床睡觉 一辈子都不换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我就是 算了 还是没必要解释 花莱闭着眼睛 伸手去帮江贺宇 脱贴身的衣裤 江贺宇看他两只手乱舞 一把捉住那手腕 在这里 别乱摸 滚回来 做了恶的男人 没有一丝捉弄人过后的调皮窃喜 而是像刚试完裤型的刽子手一般阴朗 花莱脸已经红透了 又恼又怒又无奈 真想甩手说一声 老娘不干了 但想着 现在躺在医院 还生死未卜的养母 值得咬咬牙齿 慢慢移步向江贺宇 江贺宇像头恶狼一般盯着花莱 我说 我不会对你客气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再敢给我闭着眼睛敷衍我 就不是摸一摸这么简单了 花莱紧咬下唇 红着脸伺候江贺宇泡了澡 替他穿好衣服 把他挪到床上 他的裙白早就已经湿大大了 我能不能先去洗澡 不行 花莱的心又挖凉挖凉的 这男人脾气古怪又霸道 自己今后 可有的瘦了 把抽屉里的文件袋拿给我 男人在床上发号施令 花莱赶紧拉开床头的抽屉 拿出里面的文件袋 递给江贺宇 江贺宇从里面抽出一张 纸轻飘飘地扔到花莱面前 把他签了 花莱拿过一看 离婚协议书 花莱疑惑地看着江贺宇 这这这男人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虽然看得出 他对自己处处看不上眼 但也没必要结婚 还不到半天就提离婚吧 花莱心想 要不把之前上门 替他们办理结婚证的 两个名证局的工作人员 叫回来吧 说不定他们还没有走远 一次办了得了 愣着干嘛 签字 花莱快速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他们因为感情破裂 无财产纠葛 无子女 双方协议离婚 江贺宇的名字 已经签了上去 花莱虽然是被迫结婚 但还是想弄得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如你所见 可是我们明明才 江贺宇好像多了一丝耐心 相信你知道自己 嫁掉的原因 爷爷的状态你也看到了 他今年已经进过三次ICU 运气好的话 还能熬个一两年 运气不好 今年都不一定挺得过去 引你进门 不过是 去他一个心病 只要爷爷一过世 我们的婚姻就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持续的理由 这份离婚协议你先签了 到时候 只需要填上日期即可 另外 你走的时候 该有的补偿我会给你 但如果你想以江家孙媳妇的名义分歇家产 那是不可能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岑启文把你送过来 是按了什么心思 我劝你们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江家的钱 股份 是绝对不可能分给外星人的 花莱从没想过 嫁入江家 要分什么家产 他只是为了救养母而已 而且那笔钱 曾启文已经给他了 他果断地拿起了笔 才签下一个字 却又抬起头 能不能重新打一份 江贺宇一条梅 怎么 想谈条件 花莱把手里的字 揉成一团 扔进垃圾桶 不是 我写错字了 他习惯性地要写情花来 才落下一个字 想起自己如今已是岑音音 他签完另外两张 递给江贺宇 另一份打印好后 我再签吧 江贺宇看了看签名 确认无误后 把他放进了床头的保险箱内 花莱有些来气 怎么 还锁起来 这是怕自己反悔不成 用得着这么防着我 他想了想 鼓起勇气说 既然你也说了 我们早晚会离婚 那我也有一个条件 江贺宇用眼神 示意他继续说 既然我们是假夫妻 那这段时间 你不能碰我 江贺宇别有深意地问 不碰你 不 怎样碰你 花莱侧开脸 闭着江贺宇的目光 你懂的 江贺宇冷笑道 你怕是忘了 我是一个下身瘫痪的人 你不会不明白 下身包括哪些部位吧 花莱暗舒一口气 那就好 他看了看宽大的床 又抱来一床被子 以后我们各睡各的 江贺宇盯着铺床的花莱 慢条思理地说 倒也不必 我全身上下 你该看不该看的 也全都看了摸了 实在不必多此一举 这你不用管 铺好自己的被子 他才去快速地洗了地走 出来看见江贺宇戴着眼镜 正在看着什么资料 他想起之前婆婆的话 便问 你现在需要按摩吗 江贺宇摘了眼镜 斜腻了他一眼 你会吗 说好的理疗是要明天才来 花莱掀开江贺宇的被子 把他的两条腿 从浴袍里拿出来 我试试 江贺宇虽然双腿没有感觉 但看花莱的手法和姿势 倒不像门外喊 你学过 看来陈家要把你送来 还是提前下了些功夫的 花莱头也没抬 他也无意为陈家解释 嗯 之前给我妈我妈的一个朋友 那里学过一些 不过不专业 秦素之中风后 他跟着护工学过按摩手法 每天放了血 也要给养母按上一会儿 那看来 你这个大小姐 也不是一无是处吗 只是你这手 看起来竟比庸人的还粗糙 怎么 陈家要破产的事 不是传闻 陈家的事 花莱哪里知道 看来陈家不只是要通过牺牲他 来攀江家这个高知 眼下还有求于江家 家里的事我不过问的 他们也没告诉过我 花莱埋着头 专心按着穴位 江赫宇爷鱼道 那看来 他们把你保护得挺好的吗 只是到了这关键时刻 把你推出来 嫁给一个摊子 你可真是有一对好父母 花莱知道江赫宇看不起陈家 顺带看不起自己 在他眼里 自己大概也是一个 为了利益出卖自己 却还装真结猎女的虚伪婊子吧 外面响起扣门声 女佣的声音随之传来 大少爷 您要吃点宵夜吗 花莱刚想起身去开门 江赫宇已经回绝了 不吃 他只得失望地坐下继续按摩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 早上从医院出来 就遇上陈家一家三口 后来去了陈家 然后被江家接了过来 这大半天 他连一口饭都没吃上 肚里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但不管怎么说 他是心腹 今天这一家老小 都在这屋子里 他不好出去找吃的 熄灯睡觉 花莱在床上翻来翻去 总也合不上眼 这一天 离奇的际遇是一回事 心里饿得发慌 也是一回事 江赫宇低沉的声音 从黑暗中传来 你如果不想睡的话 可以滚出去 第四章 准备早餐 花莱便再也一动也不动了 不知道挨了多久 才终于睡着了 梦里竟是大鱼大肉 他在开心地吃席 嘴巴砸得巴巴地响 江赫宇看着自己 侧边嘴角流出口水 脸上还对着满足笑意的花莱 眉心越拢越紧 要不是自己腿脚不方便 这女人已经被一脚 踢到床底下去了 第二天 一阵轻轻地扣门声 把花莱惊醒 她歪头瞧了一眼 仍旧在睡梦中的江赫宇 别说 这男人长得心目见眉 鼻眼开阔 不开口掖人的时候 看起来倒有几分讨人喜欢 花莱打着哈欠 轻轻地下床去开门 门口是厨娘 她在花莱面前 虽是恭敬地低着头 但说话的语气 却是有几分埋怨 少奶奶 都六点了 您怎么还在睡呢 再晚 准备早餐就来不及了 花莱的哈欠 打到一半 堪堪停住 什么 准备早餐 江家这么多庸人 她昨天看到的 就不下四五个 需要她一个新媳妇 来准备早餐 厨娘不耐烦地说 是啊 昨天太太明明吩咐你明了 要您早点起来准备早餐呢 您快些吧 待会太太起来还没做好 大家断挨骂的 花莱想说自己是嫁进 江家没错 但是嫁进来 不是卖进来 怎么除了照顾残疾老公 还要照顾一家大小吃喝 但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花莱忍着气 诞生到 好的 我换件衣服就来 厨房的食材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看起来精致又昂贵 花莱平日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 她戴着围裙 站在料理台面前 有些不知所措 张姐 这个 厨娘张姐 站在三步开外 少奶奶 太太说了 今天的早餐哪里做 我不好插手的 花莱转身叹了口气 看来她这婆婆 是铁钉要给自己一个下马威了 那既然要她自由发挥 那自己就不客气了 花莱用了半个小时做了早餐 还没些歇气 另一个女佣就急急的过来 少奶奶 大少爷醒了 正到处找您呢 花莱赶紧解了围裙 往江赫宇的房间冲 江赫宇倚靠在床边 面色不善的看着花莱 跑哪里去了 做早饭 花莱一边说 一边把轮椅推到江赫宇面前 要把她挪到上面去 原本以为自己去做早餐 能趁机找点 吃得垫垫肚子 哪知张姐像看贼一般 站在一旁监工 花莱要脸 实在做不出 当着旁人偷吃的举动来 现在肚中空空 又忙得晕头转向 她只觉得自己头晕眼花 只盼江赫宇 不要再找自己的茶 哪料刚一靠近她 江赫宇就往后养着避开 身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味道 去洗干净 花莱抬手闻了闻袖子 也就一点厨房油烟味而已 哪有她说的那么夸张 但人家是少爷 养尊处优 从来都是吃现成的 哪里闻过这些糟杂味道 花莱背过身 不满地撇了撇嘴 取了衣服去冲澡 别背着我做那些小动作 我是腿残 不是眼下 这摊子的话真多 而且每一句都很难听 花莱真希望自己是个笼子 她花了三分钟 快速冲刷出来 江赫宇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顾不上吹头发 只能胡乱地用毛巾把头发裹起 然后把江赫宇扶到轮椅上 推她去洗漱 趁江赫宇刷牙的空荡 花莱懒懒地倚靠在墙壁边候着 这时候 她真顾不上什么衣容仪表了 呃的心里发慌 只盼江赫宇赶紧收拾完 一起出去吃早餐 拿着江赫宇做事慢条思理 刷牙刷了五分钟 然后开始剃须 她拿着剃须刀 从镜子里扫了一眼 背后无精打采的花莱 脸色又无端黑了下来 你来 一把黑色的剃须刀递到花莱面前 花莱伸手接过 站直身体 我不会 不会就学 不会是借口吗 花莱只得拿着剃须刀看了看 按了上面一个开关 躬身下来 就要往江赫宇下巴出招呼 江赫宇嫌弃的偏开头 先打剃须膏 花莱嘀咕 我都说了 我不会 这不是在叫你吗 花莱转身找到一只剃须膏 挤到那压根看不出胡子的下巴上 然后举着剃须刀 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江赫宇嫌弃的看着她 白痴 说着又拍拍自己的大腿 坐这里 花莱连忙摆着手 啊 不用了吧 我站着就好 做男人的大腿 不行不行 江赫宇谋色一沉 抓花莱的手臂稍一用力 她就跨坐在她双腿上 花莱一惊 脸上飞起红霞 这姿势也太羞耻了吧 她慌忙要站起来 却被江赫宇双手禁锢着她的细腰 动弹不得 警告道 你再动 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 不管是戾气还是气势上 花莱都被压制得死死的 眼下 只能心一横 想着这男人下肢瘫痪没有知觉 只当自己做了张椅子吧 她卸了力以后 江赫宇也不再禁锢她 但双手仍放在她腰上没有动 如果两人不开口 没有这言语硝烟 就这姿势 看起来倒真的是狼情惬意 爱意绵绵 花莱伸手把T恤高抹均匀 手指触碰到男人的下巴 能觉出有硬硬的胡茶 隐摸在皮肤里 原来男人的下巴 摸起来是这种感觉 花莱正感受得忘我 冷不防手指边的薄唇微起 摸够了吗 别的地方 要不要也摸一摸够了够了 不要 花莱连忙拿着T恤刀开始刮 也没什么好刮的 反正自己也不会 T恤刀在那下巴胡乱晃了一通 江赫宇虽没说话 但从她不断变换的表情来看 她的体验感应该不是很好 可以了吗 花莱小心翼翼地问 江赫宇深吸了一口气 明显在克制 滚下去 第五章 晕倒了 待花莱推着江赫宇 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家里的其他人都起来了 她在众人的注视下 觉得脸上有些发热 大嫂 早啊 昨天去接花莱的男人 先远远地给花莱打了招呼 江尼森 昨天还没有来得及给你自我介绍 我叫江尼森 花莱只觉得 江家两兄弟的性格截然不同 这弟弟明显就阳光正常多了 尼森你好 江蕾也笑着说 音音 刚来家里 还习惯吗 有什么不清楚 直接问管家 花莱想说 不习惯不习惯 来了这么久 连炖饭都没混上 一晚上竟喝水填肚子 还有你家这大少爷 脾气推茶推火爆 到你们家半天 比我熬通宵做兼职还磨人 挺好的 谢谢爸爸关心 花莱把江赫宇的轮椅固定好 又给爷爷和婆婆打了招呼 然后坐在江赫宇旁边 爷爷笑着叫他快吃 婆婆却面无表情地笨了一声 算是回应 终于要吃饭了 花莱刚抬起筷子 江赫宇扫了一眼桌上的餐食 眉毛鼻子拧成一团 厨房是换人了吗 这一桌的卖相也太难看了 梁红英笑道 赫宇 这是音音一早专门为大家做的 看不出这层家的大小剑 还蛮贤惠的 江赫宇偏头扫了花莱一眼 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来讨好别人 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 花莱 我去你妈的 你们一家可都是细经啊 江泥森喝了一口粥 赞道 大嫂手艺真棒 这粥好喝 大哥 你也尝尝 和张姐做的可不一样 梁红英白了他一眼 吃饭哪里这么多话 真没教养 快吃了去学校 江泪低喝了一声 红英 江泥森却不以为意 继续拔着碗里的粥 花莱有些看不懂 这婆婆对两个儿子的态度 差别也太大了 不过转念想到自己和曾经 觉得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她拿过一个鸡蛋正要包 旁边的温神又开口奚落 煎个蛋也能煎成这个样子 真有你的 还有这面包 你自己看看 硬成什么样子 这粥愁成这样 家里是没水了吗 江赫宇拿筷子 把有些微糊的鸡蛋翻了个面 把筷子扔到桌子上 张姐 重新去给我做 当着这么多人 花莱有些不知所措 她现在低着头 手指相互搅着 一副要哭的样子 看起来委屈极了 她六点过起来 准备一大家子的早餐 现在被批得一无是处 张姐答了一声事 转身进了厨房 江赫宇看起来像座 正在喷火的火山 瞪了花莱眼 还不跟着 去学厨在这里做什么 花莱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着江赫宇 她说什么 去学 难道不是因为 自己做的难吃以后 就不要自己再做了吗 这狗男人 怎么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 看来待会还得不小心 多摔几个盘子才行 众人像是 已经对江赫宇的暴力 戏意为常 没有人开口说话 花莱咬了咬牙 站了起来 江赫宇已经自己 空着轮椅 往房间去了 江仲国叹了生气 柔声对花莱说 音音你别生气 小语的腿受伤以后 性格变得比较暴躁 她以前不这样的 花莱忍着泪点点头 爷爷 我没事的 花莱去了厨房 梁红英看着她背影 带些鄙夷的说 看起来像是受了 多大委屈似的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花莱却只能当没听见 一旁的江尼森 仍旧专心地吃着东西 仿佛周遭的一切 和她全无关系 只是放在桌下的那只手 把裤子都抓出了褶皱 才两分钟 厨房传来哐当一声 接着是张姐紧张地呼叫声 少奶奶 少奶奶 餐桌上的众人抬起头 看张姐从厨房慌里 慌张地跑出来 老爷 不好了 少奶奶晕倒了 江磊站起来 怎么好端端的 梁红英翻了个白眼 满脸不耐烦 不就是晕倒了 有什么大清小怪了 掐下人中都不会吗 另一边的管家走过来 躬身道 老爷 太太 曾家的人过来了 梁红英脸上是 毫不掩饰的嫌弃 这大清早的来干嘛 晦气 还能不能好好吃顿饭了 他们这一家子 可真能给人闹心的 江磊对梁红英的刻薄 没有理会 他往会客厅走 张姐 你快给医生打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看看 阴阴是怎么回事 老陈 去叫贺宇出来 梁红英不满 你叫他做什么 他早餐还没吃呢 江磊有些忍无可忍 老丈人来了 不该出去打声招呼吗 这点礼貌都没有 你还在我面前 谈什么教养 江贺宇已经闻声 从卧室出来 怎么回事 张姐刚挂了电话 答道 少奶奶不知道怎么了 刚进厨房就晕倒了 江贺宇往厨房滑去 张姐跟在身后 刚刚给医生打了电话了 十五分钟就到 江贺宇的轮椅滑到厨房 看着在地上缩成一团的花来 转头立声质问 家里这么多人 就让他这么躺在地上是吗 张姐忙上前去扶花来 然而晕倒的人一点力 也不会使 沉得不得了 他根本扶不起来 江尼森从后面过来 我来吧 说着 把手伸到花来腿弯之下 一把把他抱起 然后看着江贺宇 大哥 放到你房间吗 江贺宇阴森森地看了江尼森一眼 没说话 转身离开 江尼森无奈地撇了下嘴 只得抱着人跟上 最后把花来放在卧室的大床上 他没做任何停留 就离开了 没有他的允许 家里佣人不敢进他的房间 现在也只能在紧闭的门口 后着江贺宇划到床前 伸手拍了拍花来的脸 岑音音 岑音音 床上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皱着眉 满脸不耐烦地去推开窗子 又去拧了一张湿毛巾 给花来胡乱擦了擦脸 或许是因为冰冷 花来的眼皮终于动了动 江贺宇停下来 立声道 岑音音 别想着装病不干活 你给我起来 第六章 岑家夫妇上门了 花来现在是连眼皮都不动了 少学卿敲了一声门 还没等到回应 他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看到的就是江贺宇一脸凶象 右手高高举着毛巾 像是要狠狠砸到女孩身上的样子 女孩唇色苍白 面相瘦弱 一副病态境险 贺宇 贺宇 使不得 少学卿知道江贺宇性情大变 他看到不下十次 他把手里的东西砸向仆人 助理 地上 墙上 反正只要他心情不好了 手边有什么就砸什么 也是 他现在这副鬼样子 也不能跳起来 用别的方式发泄情绪 也就只能砸点东西 听听响声了 少学卿伸手要制止 江贺宇毛巾转了的方向 砸到他身上 被他稳稳接住 少学卿又看了一眼 床上的女孩 调侃道 这就是你刚过门的媳妇啊 怎么这么小 成年了吗 江贺宇对他唯一的知心好友 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历生命令 闭上你的臭嘴 看一下他到底怎么了 少学卿打开他的医药箱 摸出听诊器 放在花莱胸前听了一会儿 又测了测血压 血压有点低 血糖更低 其他倒没什么 我先给挂点葡萄糖 他收起器材 随口说道 没啥毛病 你是不是没给人家吃饭 把人家饿晕了呀 江贺宇一噎 少学卿见状 惊讶道 不是吧 真没给人家吃饭呀 我说你江家好歹 也是富豪榜上有排名的 这要是家里出了一个 饿死新媳妇的新闻 嘖嘖 有没有糖 先给他喊一克 江贺宇转身叫门口的张姐 去找糖 他有些失了气焰 沉生辩解 我又不知道他没吃饭 再说了 他饿了 不会自己找吃的吗 一个活人 还能被饿死吗 少学卿叹了口气 哎 人家一个新媳妇 是很害羞的 说到害羞 江贺宇想到 昨晚花莱 坐在他腿上红着脸 替他刮胡子的事 他好像是挺爱害羞的 话多 江贺宇丢下一句 然后直接走了 曾启文和霍秀 衣着华丽的 坐在江家的大厅 他们和昨天 在花莱面前的嚣张不同 今天倒显得 有些微微懦懵 江磊坐在另一边的沙发 坐陪闲聊 想到人家把女儿送来 才第二天 就晕倒在自己的厨房里 江磊觉得脸面上 有些挂不住 却又没有说出来 直到看见江贺宇出来 他才浅浅地松了一口气 而媳妇的事 还是儿子来说比较好 江贺宇被女仆推了过来 曾启文和霍秀一见他 连忙站了起来 十分客气贺宇 我们想来看看茵茵 没打扰到你休息吧 即使面对丈人和丈母娘 江贺宇的态度 仍旧十分冷淡 没有 曾茵茵看晕倒了 刚从楼上下来的梁红英 看到这辈份礼节颠倒的一幕 翻了个白眼 想尽办法 把阿姐江家的人 她见过太多了 但像曾氏夫妇这般 舍得下血本的 还真是头一波 现在看着他们这一脸谄媚 她心里越发看不起这亲家 她一边走一边端着假笑 你们家人起得可真够早的 就是想来看看茵茵 她年纪小不懂事 没给你们添麻烦吧 江贺宇拧眉看着曾家夫妇 她刚才明明说 曾茵茵晕倒了 这夫妇二人 竟没有一丝观心神色 更是连一句追问都没有 反倒和自己母亲周旋起来了 之前不是在传 曾家女儿是长上明珠吗 梁红英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你家这丫头 好端端的 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 看着也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我说曾总 别是丫头有什么影集吧 霍秀连连摆手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她身体是瘦一些 不过是女孩子爱美 刻意减肥罢了 但身体保证没有什么问题 江夫人大可放心 曾启文总算意识到了什么 试探地问 茵茵她怎么了 不严重吧 江贺宇道 医生来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滴血糖 现在正在休息 不太方便过来见二位 失礼了 曾启文道 没事没事 身体要紧 贺宇 以后就麻烦你盯着点茵茵 要她多吃点饭 女孩子身材重要 但健康更重要 我们做长辈的 说她她也不听 你们是夫妻 她总归是听你的话的 江贺宇点了一下头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茵茵 获袖推剧 既然她在休息 那就算了 改天再来看她 也是可以的 江贺宇呕呕了一声 手搭在轮椅扶手上 做事要走 那我就失赔了 我去看看 她好了些没有 曾启文连忙站起来 诶 那个贺宇 其实我今天来 还有点是想麻烦你 江贺宇心里冷笑 面上却毫无波澜 哦 有什么话 就请明说吧 梁红英心里越发不满 找了半天 居然找个吸血鬼亲家 这寒酸的曾家 和董家 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曾启文又坐下 看似有些艰难的开了口 那个我公司 最近遇到点困难 最近有点周转不开 想看看你能不能 S市的人都知道 江贺宇 一向受江老爷子恩宠 企业的事 虽然还没有正式 任命他为继承人 但公司的事务 之前一直是他在管理 直到他的腿受伤 才交了一部分全出去 江贺宇还没开口 梁红英先到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们有困难 我们自然是要帮助的 曾总 我先给你转二十万用着 后面不够了 咱们再说 江贺宇虽然一直看不上 老妈这种势力眼 但由他来制制 这卖女求荣的曾家夫妇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他现在便沉默着没说话 还摆出一副 很赞同母亲的样子 曾家夫妇对视一眼 心里盘算着 该怎么开口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花来 逼他嫁进江家 要的可不是这二十万 他们原以为江家家大业大 必定出手阔绰 怎么着也得百万起步 谁曾想 竟比自己还抠门 二十万 连老本都还差好大一截 第七章 摇钱树 曾启文咬咬牙 说 谢谢江夫人 但是现在公司还差两百万 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实在是走投无路 才来麻烦你们的 梁红英心更加看不起这家人 才区区两百万 就一副山穷水尽的样子 自己一个月零花钱 可都不止两百万 而且之前 不是已经给过一笔钱了吗 这家人吸血的本事可真不赖 他面露难色 曾总 江家是产业多了一些 但钱都在项目里 一时要拿两百万现钱出来 确实也困难 毕竟我们也不是产钱的 话说到这份上 大家都听得出来 江家不是摇钱树 江贺宇不想再在这里 看大家演戏 邵学卿和陈茵茵在自己房里 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他手指点了点轮椅扶手 两百万确实没有那么多 我去问问财务 明天给你转一百万 曾家夫妇按捺住喜悦 连忙道 好好好 谢谢贺宇 公司周转过来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江贺宇不治可否 那我就先进去了 曾家夫妇也站起来 那我们也不打扰 大家了 改天再来看音音 告辞了 老管家刚把曾启文二人送出门 梁红英就大声说 这曾家可真按捺不住啊 摇钱树送过来还没一天 就开始站在树下接钱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轻生的 江贺宇什么也没说 猝着眉头 直接回了房间 少学卿守在在花莱床前 见江贺宇会回来 有些埋怨 你老婆都躺着不动了 你跑哪儿去了 这么不伤心 江贺宇把轮椅划到床前 看了一眼花来 只见他脸色仍旧苍白 胸膛只微微起伏 怎么样了 刚醒了一会儿 喝了点粥 没敢给他喝太多 又睡着了 我说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 老婆是取来疼的 不是放在家里做摆设 你不能这么不闻不问 江贺宇 他父母来了 啊 这么快就来兴师问罪了 你被你老丈人骂了 他们已经走了 少学卿 你没把他晕倒的时候告诉他们 那他们没见着人 不觉得奇怪吗 江贺宇抬头看着少学卿 你觉得 他们是来看他的 少学卿疑惑 要不然来干嘛 总不会是来看你吧 江贺宇冷笑道 他们是来要钱的 啊 少学卿差点跳起来 女儿都躺这里了 不来看一眼 光要钱 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江贺宇再次听到这句话 心里也起了疑惑 难道这岑岑真的不是 岑家亲生的岑家 居然敢随便找个丫头来糊弄她 难怪这丫头看起来 一点有钱人家的做牌都没有 她死死地盯着花来的脸 回忆着 从昨天见面至今 她的一举一动 开始发现自己是残疾时 她是惊慌错愕 但很快就变得从容 她阅人无数 这种从容淡然 绝对不是装的 除非她真的演技高超 而且 富家小姐 有谁会心甘情愿 嫁给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摊子 就连曾经和自己有过婚约的董蔓一 在知道自己双腿无法被治愈时 都果断退婚去了国外 从此销声匿迹 岑家没这么大的胆量 做这种事 把少学卿打发走 江赫宇把花来的手抓了起来 皮肤是很好 光滑如玉 但仔细摸一摸手心 就能感受到细细的脖茧 显然是长期劳作才会留下的 她抓着花来的手 盯着她的脸 她的容貌和岑夫人 又真有几分相似 这个绝对做不了价 那真相就只有一个 这个女儿 在岑家并不受宠 江赫宇猝眉思索 花来却悠悠行转 她缓缓睁开眼睛 见江赫宇正抓着自己的手 大母指在自己手心温柔的碾膜 正在出神 花来心中一软 她在电视里看见过这样的套路 女主生病了 平日高冷的男主手在女主床前 握着她的手 静静地等着她醒来 难道这男的发现自己生病 良心发现 开始心疼自己了 别说 她温柔的样子 还真挺迷人的 花来抽了一下手 想要坐起来 江赫宇回过神 退开一些距离 又恢复成那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口气还一如既往的臭 你是没带脑子吗 饿了不知道说 梦境瞬间碎裂 花来那点以你的幻想全部退静 她没说话 看了一眼掉平 然后自己拔了针 先被下床 你干什么 她滑动轮椅 跟在花来身后 她熟练地拔针的样子 竟有点吓着她了 而且 她居然敢无视自己说的话 花来停下 转身看着她淡淡地说 去找东西吃 可以吗 江少爷 江贺宇被掖住了 眼睁睁地看着花来出了房门 花来刚把门关上 就听见背后哐当一声 不知道是什么 又被江贺宇砸了 她也没管 镜子去了厨房 张姐已经重做了早餐 正要给江贺宇送去 见花来进来 便把托盘塞到她手里 少奶奶 正好你来了 少爷的早餐 请你给她送过去一下吧 花来错愕地接过托盘 她还没吃 张姐跟了梁红英多年 把她的阴阳怪气 学了个透 少爷是要吃来着 但不巧少奶奶的父母过来 少爷得去陪着 这就耽误了 花来心中想起警铃 我父母 他们来做什么 张姐就等着他问呢 这时候迫不及待地说 岑先生好像说 家里周转不开 问少爷要了点钱 什么 要钱 花来真没想到 岑家把他嫁过来 变现的方式居然这么直白 直接伸手要钱 张姐那轻视的表情 毫无掩饰是呀 少爷慷慨 给了你家一百万 少奶奶 半个月前说要娶你的时候 少爷就给了你们家五百万了 真看不出来 你们家消费能力还是蛮强的呀 五百万 花来端着托盘 匆匆往房间走 江赫宇正对着满地碎片声闷气 见花来又推门进来 他支着气 朝书桌滑过去 打开了电脑 花来跟了过来 把托盘放在书桌一角 端走 你是不是活腻了 在我桌子上吃东西 江赫宇瞥了一眼托盘 恶狠狠地看着花来 第八章 一秒钟看不见都不行 花来动作一顿 随即又把托盘端起来 那你在哪里吃 小桌上可以吗 他没想把早餐端到办公桌上的 只是看江赫宇 看了他一眼 就往办公桌走 还以为他在带路吗 江赫宇没想到 花来是给自己送的早餐 这下面上有些挂不住 硬撑着铁着脸 往阳台的小桌子划去 托盘里吃的是不少 但只有一套餐具 江赫宇抬头看着花来 你吃了 花来摇了摇头 把筷子递到他手里 江赫宇了解母亲的性格 知道他瞧不上花来 加上陈家刚来讨了钱 他料想母亲不会给花来好脸色 他难得平缓了语气 朝对面的椅子示意了一眼 坐下一起吃 花来一愣 没说什么 顺从地坐了下来 拿了一片烤面包 轻轻地扯了一点 放进嘴里慢慢嚼 心里想着陈家来要钱的事 那个 把牛奶喝了 啊 花来抬头看着江赫宇 江赫宇满脸不耐烦 你听不见 花来顺从地端起杯子 喝了半杯 杯子放下的时候 沾了满唇的白 他习惯性地伸出粉嫩的舌头 舔了一圈 江赫宇瞥了一眼 把头转开了 花来思索了一番 到底开了口 我听说我爸妈今天来了 问你要了钱 江赫宇头也没开 嗯 那个他们以后 如果再来要钱 你不用给了 江赫宇看着他 为什么 这家人 可真够奇怪的 反正不用给 你不用看我的脸面 你有什么脸面 你觉得 我是因为你 才给他们钱的 江赫宇放下筷子 不过 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真的是 曾启文的亲生女儿 花来一惊 难道他发现 自己是临时找来的 如果被江赫宇发现 自己是 曾家不受宠的野丫头 万一这门亲事毁了 那养母的那笔钱 一定会被追回去的 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去做亲子鉴定的 江赫宇看花来 这紧张的样子 不像是装的 轻痴一声 谁管你是不是亲生的 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 什么重喜 不过是哄老人开心罢了 这个年头 又有几个人 真的相信这种漏俗呢 花来为了消除他的疑虑 找补到 你们家之前才给了不少 没道理现在又给 家里生意上是有些困难 但爸爸总有办法解决的 以后真的不用给了 江赫宇不置可否 恩了一声 二人把托盘的早餐 吃了个一干二净 花来站起来 熟练地把餐具 收进托盘端了出去 待他把餐具 都洗干净收拾好 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里面多了一个年轻男人 正抱着电脑 在给江赫宇 汇报工作他像个小猫一样 想偷偷退出去 站住 去哪儿 江赫宇明明没有看向门口 却精准地捕捉到他的一举一动 周运停止了汇报 抬头看着门口 躲闪不及的花来 花来压低声音 像怕打扰他们一般 我就在门口 你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就行 江赫宇不再说话 花来看了看他的脸色 看不出什么指示 便轻轻掩了门 在门外不远的地方坐下 房间里又只剩下江赫宇和周运 周运继续汇报 江总 董事会那几个老东西太保守 这次沿海的项目不一定能拿下来 他们说就那一个小项目 投资却要12个亿 初步评估风险还过半 所以他们都不赞成 江赫宇手里把玩着钢笔 面上竟是很立志色 他们懂什么投资什么风险 我不过是看着他们资历楼 当初跟着爷爷一起创立公司不容易 才给他们留了一席之地 他们倒真当自己 什么都能做主了 一个个七老八十的 每年吃那么多红利还不够 在家里享幸福还不够 现在竟想跳出来干涉我的决定 我看是时候把他们的股份收回来了 周韵面起难色 之前您让我查的是有了一点结果 二少爷的生母 是秦正琳的老婆的侄孙女 虽然算起来关系是不算近 但终归不是毫无关系 这次会议上就他反对的声音最大 他和老爷子关系比旁人更近 要收回他的股权 绝对不容易 江赫宇拍了拍自己的腿 漫不经心地说 说到底 他们也是看我现在贪了 又看着那一种进了公司 才如此胆大妄为罢了 以前我领的他们分钱的时候 一个个可对我尊敬得很 这么快就想着换主子 好事全让他们占尽 可真是老奸巨华 贪得无厌 你继续去查 说不定当年那女的 就是有人故意 送到我爸床上去的 哼 枉我妈精灵一事 自己老公在外 给他养了这么大个 野种他都不知道 周韵 是 那这次项目的事 江总怎么打算呢 江赫宇把笔随意地扔到桌上 养靠近一辈 那野种前天去公司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 背着个书包 说才从学校出来 那一帮老头开会 他还在旁边小声催促 说晚上学校社团还有活动 自己能不能先走 被秦正林训斥了一顿 秦正林问他对这次项目的看法 他说他什么都不懂 现在就是去学习的 听大家的 哼 年纪不大 心眼道不小 他这是以退为进 周韵点点头 江赫宇 这次项目的事就先算了 再周旋两次 就撤了吧 毕竟野种第一次进公司 爷爷和我爸都盯着我呢 我这种时候 总得配合他们一下 周韵走了以后 江赫宇埋头看了两封邮件 还没见花莱进来 眉心又起了褶子 划着轮椅出去一看 门口压根就没人少奶奶呢 江赫宇问立在一旁的女仆小静 刚才出去了 江赫宇脸色更加难看 往门口滑去 小静过来便要推他 他挥手制止 自己气鼓鼓地出去了 大门右边是小花园 花莱背对着江赫宇 蹲在几株玫瑰前 一手拿着手机讲电话 一手扣着玫瑰叶子 完全没有注意到 危险在靠近 江赫宇毫不客气地打断 你不是说在门口吗 是我理解有误 还是你在耍滑道 你说的是这个门口 花莱闻声早就转了过来 慌乱地挂了电话 把手机塞兜里以后 过来站在江赫宇旁边 我就打个电话 哼 理由倒挺多 回去 花莱刚推着江赫宇转身 江赫宇又倒 先去花园 等下李疗师要过来 今天阳光不错 花园的花也开得正好 他心里压着些事 真觉得有些累了 不想再回那个让人压抑的房间 第九章 和你商量两件事 花园里有座凉亭 里面有专门为江赫宇准备的躺椅 花莱把他挪了上去 用毯子给他盖上腿 江赫宇慢慢地闭上了眼 那薄唇微起 捏捏 花莱便蹲下来 慢慢地给他按着腿 不到两秒 江赫宇微微起身 像看智障一样 看着花莱 你捏那里 我能有感觉吗 花莱抬起头 啊 捏哪里 江赫宇又躺下 尖 刚躺下又嘀咕 这点眼力见都没有 蠢死了 花莱便站到他身后 这躺椅高不高低不低的 他蹲着太矮 站着又太高 只得拱着腰 轻柔地捏着那硬朗的双肩 还得不时观察江赫宇的神色 那眉目慢慢舒展 看起来有了几分享受 花莱便大着胆子开了口 那个我有两件事 想和你商量一下 江赫宇的眼睛 还是闭着的 我是没有名字吗 花莱不知道叫什么何事 大少爷 江赫宇 赫宇 江先生 我有 心目瞬间睁开 把他的慌乱尽收眼底 江先生 你是生怕旁人不知道 我们是假夫妻是吗 那我叫什么 江赫宇好整以暇地望着他 你想叫我什么 花莱心想 我就想叫你王八蛋 狗男人 神经病 暴力狂 花莱 赫赫宇 江赫宇眼帘和尚 随你 虽然还不到24小时 但花莱已经摸到了一点江赫宇的脾气 他说的随便 只是因为你说的话 刚好合了他的意 说吧 什么事 花莱有些犹豫 他刚刚偷了闲 给医院去了个电话 医生告诉他 秦素芝的手术已经完成 现在正在康复 他给的那笔钱 除了医疗手术费用 还包含护工的费用 医院帮他找了一个全天候 看护秦素芝的护工照顾他 听闻秦素芝脱离危险 花莱才浅浅地松了一口气 但始终不放心 想亲自去医院看看 我下午想出去一趟 可以吗 男人没有半分考虑的意思 一秒速答不行 花莱气得手下一用力 惹得江赫宇睁了眼睛 定定地看着他 目中凶光全是警告 花莱咬咬唇 放软了力道 那眼睛这才满意地闭上 说吧 第二件事 花莱 没事了 你刚才说的是两件事 怎么 年纪轻轻 记性就这么差 花莱没好气 反正说了你也不会同意 江赫宇悠悠道 你倒是说啊 你不说 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同意 不是你说的 要商量吗 花莱鼓起勇气 还是准备搏一搏 我还没毕业 最近请了假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能不能白天回学校上课 这里的事 我放学回来再做 我保证 不管多晚 我都会把分内的事做完才睡 之前因为秦素芝的病 他给学校请了假 原以为等养母病情好转 自己就能回学校的 秦素芝经济拮据 后来又中了风 花莱能面大学 实属不易 他真的不甘心就此放弃 你学什么专业 几年级了 花莱一看 有戏 语速不由地又缓和了不少 艺术设计主要是珠宝设计这一类 今年大二 说完又担心江赫宇觉得 自己要花在学业上的时间太久 连忙补充 明年大三结束 我就可以出来实习 不用去学校了 算下来 去学校的时间 也就一年多一点 不行 江赫宇听的耐心 拒绝的也果断 花莱本来就不抱希望 现在心里冷笑 这狗男人太伪善了 说什么商量 全是狗屁 寻他开心呢 他心里窝着气 语气就有些不太好 江赫宇 我是嫁进你们家 不是卖给你们家 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 江赫宇的声音比他更冷更狠 你不是卖给我们家 那你说说 那六百万是怎么回事 你想要和我谈自由 先把六百万拿出来 而且你肯定也知道 你爹妈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他这次管我要一百万 下次就会管我要三百万四百万 你在我江家一天 他就要吸我的血一天 你还敢和我谈自由 我告诉你岑音音 你就是被你爹妈卖进我江家 卖给我江赫宇的人 我不碰 你是我对你不感兴趣 不然你想要留着清白等以后再嫁 那都是痴心妄想 花莱知道江赫宇说的没错 他的亲生父母 原本就是这样打算的 自己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他这些年受过的白眼不少 但像这样的羞辱 却真的是第一次 他忍着泪 弹算着 自己能去哪里弄到七十万 还给残启文 然后逃离江家 这个堪比地狱的囚龙 他一天都不想待了 二人心中 都是疏散不去的玉器 相互沉默 花莱从高一暑假 就开始做兼职补贴家用 因此这些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一些 虽然过得极苦 但也练就了他坚韧隐忍的性格 花莱想到自己连江家都出不去 更不要替去弄七十万了 现在和江赫宇稚气 属世没有任何好处 老娘就是能屈能伸 他心里叹了一口气 又把手放在江赫宇肩上要继续 不料却被他狠狠地挥开 花莱一时没反应过来 手背被重重地打在旁边的石桌边沿 他本能地痛呼出声 啊 江赫宇面上无一丝波澜与愧疚 冷冰冰地说 李廖师来之前 给我滚远点 花莱捧着痛到心颤的右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也不敢走远 就在不远处的花坛边坐着 免得那人待会儿 又要找自己的茶 花莱背对着江赫宇掏出手机 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辅导员 自己想休学的事 如果学业完不成 自己就只是个高中文凭 以后出去了怎么找工作 怎么照顾秦素质 可是即使休学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也是一个未知数 江赫宇说了 快的话一年 但如果慢呢 花莱拍了拍自己的脸 企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自己怎么可以 为了早点脱离江家 就盼着老爷子早点过世呢 花莱昨晚就没睡好 今天就被折腾了一大早 疲累不堪 现在阳光洒在身上 让他昏昏欲睡 他便双手抱息 把头埋在膝盖上小气 背后的江赫宇一双眼睛 一直放在他身上 看他一会儿呼呼手背 一会儿摸摸手机 最后头抱着膝盖一动不动 看起来竟有几分凄苦落寞 他冷哼一声 满眼不屑 怎么 还委屈上了 第十章 你喜欢江赫宇 理疗师来的时候 开门的小静告诉他江赫宇在花园 他便直接拐了过来 经过花池的时候 看见一位在花坛边沿埋着头的女孩 还以为是江家哪个犯了错的女仆 在这里委屈 也没打扰 放缓脚步 静止朝凉亭里的江赫宇走去 柯子静把包放在石桌上 恭敬地问 江少爷 今天在这里吗 江赫宇的眼睛还盯着花来 你去给我把她叫过来 柯子静暗叹了一口气 去叫花来 这小丫头惹谁不好 惹到江家最难伺候的人 真是呗 柯子静走近 才发现 花来搭在外面的手背上 好大一条青红的印子 他心一惊 这江赫宇是脾气暴躁了一些 但从没听谁说过 他还会动手打人 姑娘 小姑娘 柯子静叫了几声 花来毫无反应 他便伸手碰了碰他的肩 江少爷叫你过去呢 江这个字 已经成了花来的梦魇 他几乎是一瞬间就弹跳起来 江他叫我 柯子静看他这惊慌的样子 心里又多了一分心疼 这丫头看着不过二十岁的样子 刚来江家就被如此虐待 真是可怜 他不着声色的挪动位置 挡在江赫宇和花来之间 轻声问他 你手上的伤挺严重的 他打你了 花来把头摇成波浪鼓 没有没有 我不小心碰的 说着把手背在身后 还不时往江赫宇的方向飘 他这副样子 在柯子静看来 完全就是欲盖弥彰 他叹了口气 嘱咐到自己找冰块敷敷 散淤血 明天的时候 再用热毛巾敷一下 就没那么痛了 花来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谢谢 说完就绕过他 急步向江赫宇走去 江赫宇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看花来和柯子静聊天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见花来走近 他寒声道 在我面前像那小哑巴一样 怎么对着别的男人 就那么能说会到了 要不要我给你放半天假 你们去好好聊聊 花来因为去医院和学校的是被拒绝 还在生气 加上手背痛得厉害 语气真不算好 那我谢谢你了 江赫宇手边的茶杯 又被狠狠地摔在花来脚边 吓得他身体一抖 跳起来的瓷片 划过他裸露的小腿 鲜血瞬间就冒了出来 他自己陷在江赫宇的暴怒里 对疼痛浑然不绝 陈音音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娶你进来 是让你把我气死的是吗 跟上来的柯子静听到这话 才惊觉 这小可怜 居然是江家新进门的少奶奶 这江赫宇 对旁人冷肃凶狠一些也就罢了 对自己的妻子 居然也是如此不留情面 刚才他以为花来是女仆 还能和他说几句话安慰一番 现在知道他是少奶奶 便不敢再多言半句了 以免惹火烧身 他默默地过来 虽然瞥见了花来的小腿 正在流血 却也只能装作看不见 静静地打开自己包 躬身对江赫宇说 江少爷 今天该针灸了 回屋 江赫宇满身戾气 喝了一声 花来心里骂着王八蛋 老娘待会一针扎死你 眼里却是泪花在打转 听到命令 又急忙踩着碎瓷片过来 要把王八蛋移到轮椅上 滚开 江赫宇又一把打开他的手 花来这次有了防备 没有伤到自己 站在远处静后的小静急忙过来 代替花来 沉默着把江赫宇扶到轮椅上 然后三个人丢下花来回了屋 花来嫁进来之前 都是小静在贴身照顾江赫宇 现在花来不在 他和柯子静把江赫宇弄到床上 就像往常一样 要替他吞下裤子失真 手刚搭上腰间的皮带扣 就被江赫宇冷冷地制止 去把他叫进来 小静值得忍着不甘心退了出去 到了花园 见花来正在打扫地上的碎瓷片 心里早把白眼翻上了天 他跟着江赫宇多年 早就对他有了非分之想 他知道自己和江赫宇云泥之别 平日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董家和江家有了婚约 他也只是心里酸楚 毕竟董曼衣那样的真正大家闺秀 原本就是要配江赫宇这样的天之骄子的 但后来江赫宇车祸 腿废了 董家不要一个站不起来的夫婿 果断提了退婚 他心里又有了一丝欣喜 哪个真正的大小姐 会愿意嫁给一个站不起来的摊子呢 董家不要 别人家也不会要 自己一直在江赫宇身边 说不定真的会有一丝机会 在他还在做梦的时候 花来出现了 他静悄悄地进了江家的门 霸占了他心中幻想多年的那个位置 梁红英对董曼衣和花来的态度 那可是天差地别 加上曾家一向风评很差 又三番两次地从江家拿钱 早就成了江家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他们虽然表面客气 但真是没一个人 看得上这心静门的少奶奶 小静站在花来身后 阴阳怪气的语气和梁红英有得一拼 少奶奶 你还在这里整理这破烂呢 少爷都火了 要你赶紧过去呢 花来心里发笑 现在这江家上上下下 连仆人都敢踩他头上了 真真是江鹤鱼给大家做了的好榜样 他只起身 眼含笑意 我这就去 说着 把最后一点碎片扫起来 就准备要走 少爷以前脾气挺好的 知道要娶你的那天晚上 发了好大的脾气 怎么都不同意 也不知道 你们家用了什么法子 还是把你送进来了 少爷原本是不想娶你的 现在才会对你火气大了一些 少奶奶 你多淡呆着一些 花来这才认真打量着小静 心里慢嚼着他说的话 小静应该和他自己上下的年纪 长相清秀 一双手光滑如玉 食指鲜鲜 竟比他这常年打工劳作的手 还嫩了几分 而且这说话的口吻 趾高气昂 倒像是他是主子 自己才是仆丛一般 花来扯了一下嘴角 皮笑肉不笑 你喜欢江鹤鱼 这不是询问 而是判断的结果 小静没想到 花来会说这样的话 整个人一惊 就有些慌了 喜欢主子 是干他们这行的大忌 他跟了江鹤鱼四年 即使心里有那样的妄想 也从没对任何人表露过 我没有 他的声音比花来的高了八度 花来的猜想 第十一章 一针扎死你 花来的小脑袋瓜转了几转 他像是无所谓自己的丈夫 被别的女人分享 声音变得柔和 还反过来安慰小静 其实这没什么的 江鹤鱼长得好看 行事作风果断 家里又有钱 这么有魅力 是个女人都会心动的 我是因为什么嫁给他 你们都清楚 但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他把亲子的手背 伸到小静面前 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 你看 我才来一天 他就是这样对我的 你呢 我看他对你 倒一直是温柔客气 所以你和他 也不是没可能的 怕小静不信 花来又说 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的男人 我像你一样 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只敢埋藏在心里 我同意嫁给江鹤鱼 只是因为家里声音遇到困难 有求于江家罢了 他料定 今天的话 小静不敢出去乱传 不然 他也不至于再被自己发现 他暗恋江鹤鱼时 如此惊慌 他甚至说出了 自己心有所属这样的话 来获取小静的信任 江家龙唐虎学 他不想再一个人战斗 既然眼下有这个拉拢人的机会 自己断不能错过 而且 就算拉不拢 少一个敌人 也是好的小静仔细地听着花来的话 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 心下 开心地开出一朵花 面上却收敛起刚才的所有嚣张 恭敬地把头低下 为自己变白 看起来比花来还委屈 少奶奶 我真的没有 你不要冤枉我 花来过来亲你拉着他的手 他不爱我 我也不爱他 你要真喜欢他 你就等等 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不许告诉别人 小静虽然之前看不上花来 但说到底 人家还是主子 自己是下人 这么多年 江家可没有哪个主子 和下人这么亲近过 他心里又冒出一股愉悦的得意 抬起头问 什么秘密 花来巧声说 他说了 他不会碰我的 最多两年 就会和我离婚 你跟了他这么久 你比我还清楚他 这腿还有没有救 到时候我走了 只要你忍得住寂寞 你和他 也不是不可能的 小静见花来说的真诚又有理 有些犹豫 身若闻淫 我就想好好照顾少爷就行了 其他的 我没有想过 嘴上说着没有想过 脸上却已经红成一片 花来看在眼里 温柔地拍了拍他的手 我也不想让他发脾气 但是你也看到了 他左右都看我不顺眼 今天若不是你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他打一开始 就这么讨厌我 我受些苦到无所谓 主要是 我也不想 他弃着自己 他正当壮年的年纪 现在这样 也怪可怜的 小静 我还要麻烦你 平日多顺顺他的心 小静没料到 这小奶奶居然如此敞亮 心里对他的看法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少女心事 第一次被人知晓 被人理解 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 她回握着花来的手 少奶奶 我知道了 我会像以前一样 尽心尽力照顾少爷的 花来高兴地点了点头 小静 你人真好 他心里却在冷笑 这江家的人 真是又坏又蠢 小静原本是想拖一拖花来的时间 让江鹤宇待会 又对着他发脾气 但现在 他已经把花来当了自己人 真诚地催促 快走吧 去晚了 少爷又要发火了 江鹤宇果然 没有让人失望 看见花来进来 破口大骂 你在磨磨蹭蹭些什么 是不是真的想走 你告诉我 我马上送你走 花来低着头 他知道江鹤宇 是同意放他走的 前提是 还他六百万 他被猴得浑身打颤 害怕极了 我 真是我见有脸 小静跛着脚上前一步 少爷 对不起 是我刚才不小心 在花园磕了一跤 少奶奶好心 扶着我过来 这才耽误了时间 江鹤宇瞥了他一眼 声音里还有怒气 但语气明显柔和了许多 你先出去 是 小静朝花来使了个眼色 又装成一瘸一搏的样子 慢慢退出了房间 花来站到床前 柯子静看了一眼 江鹤宇的脸色 看他不像要继续发飙的样子 便提示花来 少奶奶 今天要给少爷腿试针 你先帮他把外裤脱下来 花来跪在床边 费力地 替江鹤宇脱了裤子 即使面对裤头里 那鼓囊囊的一坨 他也没有任何别扭了 他已经看清了 自己现在的处境 逃不脱 那就只有顺从 柯子静拿出一根银针 一边往江鹤宇的腿上扎 一边解说 少奶奶 江先生三天试一次针 你要找准学位 什么 我 花来不敢置信地看着柯子静 柯子静抬起头 一副那是当然的表情 花来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 这个我一窍不通 我怕万一扎错了 那就麻烦了 自己虽然对江鹤宇恨得咬牙切齿 但还不想 为了他真的背负人命官司 柯子静 这个很简单的 你只要找准学位 轻轻地戳下去 江鹤宇冷冰冰地开了口 不用教他 我不想死在他手上 你教他按摩就行了 柯子静这才点点头 好 那等一下再教你按摩学位 花来松了一口气 站到床的另一边 静静地看着柯子静操作 学按摩的时候 花来白皙柔软的手 搭在江鹤宇的腿上 手背上的那一道青子 着实有些让人触目惊心 江鹤宇明眸微景 花来只觉得自己腰酸背痛 却不敢表露半分 他只能自我安慰 就当预支了七十万的工资 现在再打工还债罢了 柯子静交代了花来一些 平日的护理知识 看了看他的手背 和血迹干涸的小腿 欲言又止地走了 花来一上午 都被江鹤宇知识的团团转 哪里顾得上自己的疼痛 还是后来 小静偷偷塞给他两张窗壳贴 他才发现自己腿上 被划了一道口子 他道过谢 苦笑着背着江鹤宇 处理了一下伤口 胡乱把窗壳贴贴上 他再一次进到江鹤宇房间的时候 他正在办公桌前做事 旁边阳台的小桌子上 躺着一直全是外闻的药膏 第十二章 药膏 花来把咖啡放到办公桌的一角 然后拿起药膏看了看 都是专业医学词汇 他看不懂 柯子静说过 江鹤宇的腿除了湿针按摩 还得涂抹药物 泡脚 他怕耽误抹药 便拿着药膏靠近江鹤宇 小心翼翼地问 是要现在抹药吗 江鹤宇不耐烦地抬起头 这种事也要问我吗 花来呜了一声 看他的手还在键盘上敲得利落 便问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江鹤宇停下手里的动作 眼神越发不耐隐忍 怎么 还要我给你抹 你哪来的脸 花来一愣 这给我的 江鹤宇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奚落道 你不是大学生吗 不识字吗 花来心里 虽然因为得了药膏 有一丝暖意 嘴上却想也不想地顶了回去 什么大学生 我只是个一业生 自己不一定有机会 完成大学学业的 花来见江鹤宇 已经把手放在了咖啡杯上 如梦方醒 这一杯要是泼在自己身上 估计还得再来一只烫伤刀了 他连忙扑上去 按住江鹤宇的手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江鹤宇醋眉看着他 放手 花来把毕生演技都拿了出来 苦苦哀求 我错了 对不起 江鹤宇原本只是 看花来今天晕倒 后来又被自己误伤 想起少学卿的话 不想再与他计较 他只是想喝咖啡的 但看花来这惊弓之鸟的样子 又觉得有些好笑 便板着脸问 错了 哪里错了 花来咬咬牙 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我不该顶嘴 我保证 以后都不顶嘴了 江鹤宇看似满意地点点头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要不然 花来等了半天 也没等出个所以然 慢慢松了手 江鹤宇缓缓地端起杯子 抿了一口 又冷声道 走开 挡着我光线了 花来这才小心翼翼地退到阳台 挤了一些药膏 为自己涂抹 这药膏效果绝佳 涂上去清凉悠悠 痛感顿时减轻不少 花来偷偷看了一眼江鹤宇 想起江老爷子的话 竟有些同情起着摊子来 他们两人 也不知道是谁更点倍 一个从小被父母抛弃 和养母孤苦度日 一个天之骄子 在人生巅峰 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还被迫取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爱 而且各方面 都和自己极度不匹配的老婆 她从小受人白眼 也受过不少欺凌 所以她性格坚韧隐忍 她呢 猛然从神坛跌落 性格暴力无常一些 好像也能理解 花来见江鹤宇神色专注 便悄悄地摸出手机 给自己的同学兼好友白雪 发了条信息 我可能不回学校了 对面马上传来回复 为什么 是阿姨的病情严重了吗 花来不想把自己 突然嫁人的事告诉白雪 白雪家境比花来好太多 但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 之前她看花来为了秦素芝的医药费 一筹莫展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的零花钱全拿出来 给了花来 花来知道 那是她攒了好几年 准备用来毕业旅游的钱 但那时候 为了秦素芝 她还是咬牙接了 这短短的一天 发生的事情太离奇 更何况 自己现在虽表面上是嫁入豪门 实际上过的生活 还不如江家的仆人惬意 她实在 不想让关心她的人 再为她担心 自己结婚这件事 她不会告诉白雪 也不会告诉秦素芝 想起秦素芝 她忍不住落泪 医院垫了钱 给妈妈做了手术了 她已经脱离危险了 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还上 而且 妈妈身边要有人日夜照顾 我走不开 我 可能要辍学了 白雪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被花来快速地挂掉 我在医院 有病人在休息 不方便接电话 白雪 花来 你学习那么好 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你还差多少钱 我找我爸妈 见 他们一定会同意的 等你以后工作了 慢慢还就是了 即使隔着手机 花来也能想象到 白雪为了挽留她交集的样子 但是自己做这样的决定 也是无奈之举 白雪 TM在学校每年都会择有选实习生的 你再坚持一年 你肯定能选上的 到时候你还差这点钱吗 怪 你都坚持到这一步了 真的不能放弃啊 白雪说的这些 花来都想过 但是 万一选不上吗 她清楚自己的能力 TM是设计公司中的名牌 每年在全系 只有两个实习生名额 她真不一定有这个实力和运气 她赌不起 如果没选上 去别的公司 实习期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 连勤肃值的护理费用都不够 最主要的 她已经踏进江家 没这么容易走出去了 一切都是定局了 花来 我决定了 我现在找了一份工作 工资挺高的 等我过几年把债还完了 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会继续我的专业的 你放心 这期间我不会丢下学业的 我会一直努力的画画画 白雪 你太傻了 阿姨要知道 你为了她放弃 她也不会同意的 而且你也知道 现在做事不是光平能力的 你到时候没有学历 选择的机会就太少了 你听话 让我帮帮你 坚持到毕业好吗 花来 所以我拜托你 不要把我辍学的事告诉我妈 她现在病着 我不想她再为我的事烦忧了 两人又拉扯了好久 白雪剑劝不住花来 只得放弃 白雪 对了 你说你找个份高薪工作 是什么工作 花来 你可不能为了钱出卖自己 她的话说得隐晦 但花来能懂 花来虽然瘦弱 但长得漂亮 像她这种长得好又缺钱的女孩子 多数都会误入歧途的 花来 你放心 是正经的工作 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做工 包吃包住 能存不少钱 等我把钱存够了 我就辞职 白雪这才放下心来 听说有钱人家的人都不好伺候的 你没受委屈吧 花来看了一眼江河雨的背影 又撇了一旁边的药膏 放心吧 他们家人都挺好的 而且家里的庸人 又不止我一个 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 再说了 我是谁啊 我花来 打工兼职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花来聊得起劲 江河雨的声音悠悠飘来 捏捏 第十三章 江家会笑的男人 花来连忙收起手机 站到江河雨背后 肩马 江河雨转动了几下脖子 没有回答 花来就当他是默认了 手轻轻地在那肩上捏揉 隔着那衬衣布料 花来能感受到 那肩肉紧实有力 也不知道这江河雨贪了多久 身体竟没有一点雷若迹象 这让花来感到惊奇 午饭后 花来伺候江河雨午睡下 总算得了一次自由 他轻轻眼上门 打算找小静打听点江家生存指南 刚来到大厅 却遇见刚从学校回来的江尼森 他背上背着个话筒 像是刚从学校回来 他看见花来 甜甜一笑挥了挥手 大方地打招呼 大嫂 花来至今有些不习惯自己这个新身份 有些不自在地应了一声 看了一眼他的话筒 随口问道你会画画 江尼森 我学设计的 这是我今天刚画的设计稿 一听是学设计的 花来觉得和这个爱笑的男孩子 突然亲近了几分 而且整个江家 好像只有他会笑 他放下一丝戒备 忍不住问 设计稿 什么设计 我可以看看吗 江尼森大方地把话筒取下来 当然可以 正好你可以给我提提建议 二人来到大厅的茶几旁 把设计稿平铺在桌子上 这是江尼森今天刚设计的一款礼裙 已经完成了大版 设计专业都是相通的 哪怕不谈这礼裙的款式 就这笔法 线条 花来都看得出 江尼森功力不浅 怎么样 有什么建议吗 江尼森看花来脸上 带着惊艳神色 有些得意 花来之前一直在医院照顾情素枝 好久都没画过稿了 现在看着这半成品 心里也痒痒发慌 江尼森看花来看得入迷 在旁边讲解道 我准备设计一款复古风格的礼裙 面料是丝绒的 背部是镂空 从大腿下一点开叉 长度要挤脚踝 有一点旗袍的那种感觉 你是女孩 你对裙子了解比我多 你说说 以你的眼光 这条裙子哪些地方需要改 花来抬头看了他一眼 看江尼森眸中竟全是认真 他倒有些羞愧了 他哪里穿过几条裙子 兼职的时候 都是穿工作服 平时上学为了来去方便 也是长衣长裤居多 他穿过的裙子 认真熟起来 竟然是昨天出嫁那一条 才算上得了台面 他对裙子的了解 并不比江尼森多 更不要说这种雍容高贵的款式 他直言 这我还真看不出什么名堂 不过要是配一条翡翠吊坠的话 应该很大 江尼森歪头沉思 然后点点头 好像是 不过我对手势不怎么了解 倒没怎么想过搭配 花来手痒得厉害 忍不住问 我可以添几笔吗 看江尼森面起疑惑 他补充道 我保证不破坏你的作品 江尼森忙把笔拿出来递给他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 没想到你对这方面也感兴趣 花来面对他完全没有对江贺宇那般拘谨 他接过笔 对着江尼森浅浅一笑 勾头就在画上图画起来 不过三两分钟 那模特勃梗布就勾了出一条项链 竟和那凸显身姿的裙子十分相搭 花来没有时间细化 不过是随便画了个轮廓 但江尼森一眼就看出花来宫底身后 而且他已经跟着这轮廓 想象出这项链成品的大概样子 花来把笔递给江尼森 有些不好意思 不会影响你的作品吧 江尼森接过笔 两眼都是亮光 大嫂 你也是学设计的吗 你画得好好啊 花来 之前学珠宝设计的 不过 江尼森 不过什么 花来笑笑 没什么 对了 你有设计的书吗 方便接我看它吗 江尼森 有啊 不过珠宝相关的就没有了 我明天去学校图书馆 给你借几本回来 你有指定的吗 花来见真的能借到书 心下心血 也不客气 拿过笔写了两本书名 递给江尼森 那麻烦你先帮我找找这两本 江尼森看了看书名 然后小心地收了起来 好的 花来左右看了看 没看到有庸人 他微微站进了一些 压低声音说 能不能不要告诉别人 江尼森疑惑 却也没有多问 点了点头 他环视了一下 也压低声音 我回来的时间不定 不一定能遇上你 我带回来 给你放鞋柜最下面层 你自己去拿 花来拼命地点着头 谢谢你 二人交谈一通 有一种 大家都是校园同学的惬意感 倒不像是小叔子 和大嫂的拘谨关系了 花来感觉心里松快了不少 去洗衣房找到了小静 她正在给江鹤 与用木箱熏衣服 小静见花来来了 静也有一丝惊喜 少奶奶 你怎么来了 花来挥挥手 像个关系 亲密的朋友 别叫得这么见外 往后没人的时候 你叫我音音就可以了 咱俩岁数也差不了多少 小静嘴上说着 那怎么好 但面上却是掩盖不住的得意 整个江家 能和主子处成朋友的庸人 她是第一个 有什么不好 什么少奶奶 听起来怪怪的 吐离吐气 你还是叫我名字 咱俩都舒服自在 小静不好意思地试探叫了一声 那好 音音姐 花来也甜甜地应了一声 花来不知道 这摊子穿个衣服 还这么多工序 穿个衣服这么麻烦的嘛 洗衣液洗出来就挺香了 还要这样熏来熏去 又不是花仙子 小静慢慢叠着一件熏好的衬衫 见花来在她面前 这般口不遮掩 扑持一声笑了 那怎么能一样 大少爷身体娇贵 用的东西也精致 我都习惯了 音音姐 你也是大小姐 怎么一点大小姐的做派都没有 花来还没说话 小静忙补充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和你挺亲近的 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花来摆摆手 你想太多了 我家里养的操 让你见笑了 他跟着小静的样子叠衣服 小静 我刚来家里 什么都不懂 这两天你也看到了 江赫宇一言不合 就朝我发脾气 我想问问你 江赫宇的腿是怎么坏的 小静手上的动作一顿 他看了一眼花来 花来满脸忧愁 竟像是真的烦忧不已的样子 小静叹了口气 少爷命苦 他的腿 是出车祸坏的 车祸花来叹息一声 那也是没有办法 人有旦息祸福 小静压低声音 但是太太并不这样认为 她觉得 是别人蓄意要谋杀大少爷 第十四章 原由 什么 蓄意谋杀 这都什么年代了 花来着实吃惊不小 小静连忙扯了扯他的衣袖 小点声 被先生和老爷子听见 要出事的 花来掩了嘴 到底怎么回事 小静 老爷子下面有三个儿子 先生排行老大 大少爷是江家的长孙 他从高中期间 就开始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 毕业后 就直接进了高管层江家的规矩 继承公司的 除了必须是江家男丁 也要看业绩的 其他两位叔叔家的三个少爷 虽然也很优秀 但和大少爷比起来 还是差太远了 他们明里暗里和大少爷竞争 但大少爷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加上后来大少爷和董家联姻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花来 花来沉浸在江家故事里 听到江赫宇联姻的事 倒是一点别的反应都没有 小静暗存 看来这岑音音 是真的不爱江赫宇 不然不可能对他曾经有未婚妻这件事 完全无动于衷 他心下又添了几分喜悦 继续道 董家和江家是试交 实力和江家不相上下 如果两家联姻 那就是强强联手 大少爷有了江家扶持 到时候继承江家 那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联姻的消息一出 太太认为是那两家搞的鬼 小静摇摇头 这倒没有说 车祸那晚下着大雨 大少爷刚从外地回来 在机场路上 少爷坐的车 被迎面来的大货车撞得稀烂 司机当场就没了 大少爷在ICU住了半个月 大家都以为他挺不过来了 但他还是醒了 只是这腿 废了 小静语气里全是惋惜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怎么接受得了 他现在的脾气和那时候比起来 已经好太多了 那时候老爷子去看他 都被他吼出去了 加上董家 看他双腿残疾便退了婚 董小姐看都没来看 少爷一眼便出了国 那时候除了少医生 少爷谁的账也不买 另一方面 大少爷情况危急 但公司的事 也不能一直拖着无人处理 老爷子已经不怎么管公司的事 先生这人心思也不在生意上 这些年根本没怎么去过公司 原本是指着大少爷过晚年的 那时候大少爷躺在医院 其他两家明理案里 争得头破血流 都想取代他的位置 太太又伤心又气愤 去公司闹过几次 却什么也没改变 少爷的权都被分出去了 手里只剩一些虚权 花莱疑惑 即使江赫宇贪了 不是还有江尼森吗 江赫宇那么小 就能去公司学校 江尼森怎么就没去 那时候他应该也不小了 小静声音更低 太太整天唉声叹气 说这个家就这么晚了 这时候 先生从外面领回一个男孩 说是自己早年 在外面一时糊涂 和别人生的 就是现在的二少爷 花莱睁大了眼睛 真觉得这有钱人家的故事 真是精彩绝伦 难怪他才来一天 就发现这太太对二少爷横竖看不顺眼 原来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 想到自己的身世 花莱对江尼森 竟有了一丝同病相怜的感觉 太太被气得半死 但为了不让公司落到另外两家手里 她不得不对外承认二少爷的身份 为了免别人闲言 她还把二少爷留在身边 二少爷那时候还不满18岁 以前不知道养在哪里 和先生一样 对生意上的事 也是一点心思都没有 而且根据江家的规定 要满20岁 才能获得江家的股份 二少爷那时候 也就是偶尔去公司晃一晃 走个过场 直到前不久 她才分了一点公司的股份 但还是没有什么实权 太太一方面恨她这私生子 取代了大少爷的位置 另一方面又怨她不争气 竟连大少爷半分风采都没有 二少爷一来 大少爷脾气又糟糕了好一阵 大少爷其实蛮可怜的 陷在家里 全都让着他 少奶奶 你也多体谅体谅他 花莱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就不难怪了 小静提醒道 家里的庸人都不敢亲近二少爷 不然要被太太刁难的 茵茵 你也别接近二少爷 免得惹祸上身 老爷子老了 身体不好 不知道太太怎么跟大少爷说的 竟让他同意娶你来给老爷子冲醒 现在家里的人 除了老管家 其他人都是看太太和大少爷的脸色 先生和二少爷 没有什么存在感 话也不多 花莱一阵唏嘘 这有钱人家的恩怨 还真是不简单 花莱算着时间回到房间 果然没等一会儿 江赫宇就醒了 他连忙默不作声地去伺候他起床 然后端来早就准备好的下午茶点心 江赫宇瞥了他一眼 难得没有无端发火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花莱先伺候江赫宇躺下 才匆匆去洗了澡 出来发现 那人已经放下手里的iPad闭了眼睛 他便捏手捏脚地去替他关了灯 把iPad放到桌上 才绕回自己那一边的床上 花莱躲在被窝里刷手机 他在看各大设计公司的招聘信息 主要是学历一栏 看了半天 轻叹了一声气 把手机放进枕头底下 现在不要说那种品牌设计公司了 就是普通的公司 招聘门槛都是本科学历起步 他连实习生的资格都够不上 他决定找机会去学校当面求求老师 帮他办两年的休学 心里盘算了半天 他给小静发了个信息 你今天说 明天你要送江赫宇的衣服出去洗 能不能带上我 小静的信息秒回 可以啊 但是大少爷同意吗 花莱发了一个叹气的表情 所以我才让你帮我了 小静 我尽力 反正每次去送衣服都是两个人 顺便要把洗好的衣服带回来 但少爷在一行洗的衣服不能折叠 给全程提着 你行不行啊 花莱洗上心头 做苦力 自己可不怕 他故意抱怨 总比在家被他摔得好 我去 小静看花莱这幅对江赫宇 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 心里越发舒畅 不免说话更加放松 瞧你这样 哈哈 放下手机 花莱心里一阵松快 他从被窝里冒出头来 习惯性地翻了个身 却正对上睁着眼看着他的江赫宇 那目光冷峻 竟让他差点发抖第十五章 外出 花莱 你 江赫宇的声音和这夜一样冰冷 你在扭什么 是蛆吗 还让不让人睡觉 花莱对天发誓 自己绝对没有扭 他刚才只是因为想到 明天能拿到江尼森帮他借的书 以及能出门去学校 心里太开心 笑得有点点颤抖而已 怎么在这个人嘴里 就成了扭动的蛆了 他谨记江家生存法则第一条 凡事先认错 对不起 吵到你了 花莱的声音柔柔的 眼睛眨了两眨 看起来有些楚楚可怜 江赫宇无端被吵醒 可不会就此放过他 我问你 你在扭什么 没什么 就想到一个笑话 觉得好笑 什么笑话 就有一天 有个牙签出去逛街 他走累了 看见一只刺猬 牙签招了招手 喂 公交车 停一下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好笑 哈哈哈哈 花莱的冷笑话 讲得太生硬了 一点笑果都没有 他强装着笑了半天 看着江赫宇仍旧冰冷的脸 不好笑吗 他能体会江赫宇的感受 他猜他此刻一定在想 我娶了个傻子 转过去 不要让我看见你这白痴 花莱细声呕了一下 又把脑袋缩进了被窝 第二天吃过早餐 花莱把江赫宇推到办公桌前后 他便候在一旁等候吩咐 不一会儿 小静如约而至 他敲门进来 恭敬地对江赫宇说 大少爷 我来取衣服去洗 花莱连忙站起来 我帮你吧 江赫宇从始至终头也没抬 两个姑娘相视一笑 去整理江赫宇的脏衣服 两人一边整理一边聊天 花莱 小静啊 这衣服放着我洗就好了 以后赫宇的事 都由我来做就行了 小静 少奶奶 少爷这衣服 是要送到专门的衣行去处理的 可不能随便洗就行 我已经和衣行约了时间了 但碰巧鹿姐今天不在 我还得问张姐 看她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去 不然我就都跑两趟了 两人演技真的到位 要做出一副 故意压低声音的样子 说的话 却又一定要让江赫宇听见 江赫宇一双眼睛都在电脑屏幕上 也不知道听见没有 花莱 啊 那我陪你去吧 赫宇要工作到吃午饭的时候 我有时间 小静有些不好意思 不好吧 少奶奶 哪里能让您做这样的事 花莱 反正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嘛 早晚我都得熟悉 这两三个小时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没什么事做 而且 以前都是你照顾赫宇 正好路上我向你讨教讨教 该怎么照顾好她 那就这么定了 我去和赫宇说一声 她不等小静答应 雀悦地往江赫宇走来 之前的小心翼翼 江赫宇只觉得好笑 这女人为了出去 还真的想尽了办法 竟然连她的贴身仆人都收买去了 她面上不动声色 等花莱主动开口 她倒想看看 这女人要整什么幺蛾子 那个不是 赫宇 我待会和小静一起去给你取衣服 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可以吗 江赫宇没音 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歇 花莱咽了下口水 加大了一点音量 赫宇 我 却被魂后的男生打断 嗯 什么 江赫宇停下手里的动作 抬起头看着花莱 是我表述不清 还是你理解有问题 花莱有些不敢相信 她已经做好了软磨硬泡的准备 万万没想到 这人今天和昨天态度 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居然就这么答应了 好的好的 我快去快回 花莱一溜烟 又跑到小静那里 这次是真的压低了声音 她答应了 那语气里的兴奋 没有半分掩饰 小静也跟着浅笑 花莱故意唉声叹气 不然又是沉闷的一个上午 整天对着她这张阴沉的脸 快要把我整抑郁了 唉 小静脸色微红 少爷挺好的呀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花莱又叹了一口气 不提也罢 以后你就知道了 小静的脸更红了 整理完衣服 司机把二人送到一行 因为等工作人员 整理之前的衣服 还要一点时间 花莱和小静坐在一行的休息室 不一会儿 花莱的手机就响起来 她站起来去窗边接电话 好的好 那我等下去找你好 她挂了电话 回头对小静说 小静 我有个朋友刚好在附近 我看着 还得等一个多小时 我先去会会朋友 等下来找你一起回去吧 小静自觉的和花莱熟了不少 开起了玩笑 朋友 不会是你喜欢的那个男人吧 花莱一脸娇羞 去你的 别乱说 就是我一个闺蜜 她这个表情 让小静以为玩笑变成现实 惊讶的捂住嘴巴 她怀着私心 放任花莱去和别的男人鬼混 她故意取笑道 你去吧 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说 说着 做了一个风口的动作 花莱也不辩解 反正自己行的正坐的端 不怕 她朝小静甩了个飞吻 跑了 花莱已经提前约好了辅导员 在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花莱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 加上辅导员也知道 她母亲病重 所以才如此迁就 她出来见她 见到辅导员 她一分钟都没有浪费 单刀直入 吴老师 我想申请休学 两年 可以吗 吴老师推了推眼镜 有些语重心长 花莱 你这次是特殊情况 是我做保证 学校才批了你这段长假 但这也达不到休学的标准 你要知道 学校也有学校的规矩 这些花莱已经了解过了 休学本来就不容易 不是说一声 自己没时间上学 就可以不上的 她哀求吴老师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去学校吴老师 我求求你 你帮我给院里说一说 我保证 两年 我一定会回学校的 我真的不想连毕业证 都拿不到吴老师 你家里的情况我也了解 但是事情 有很多种解决方法 先不说你的情况 达不到休学的标准 就说你的意愿 你选择休学照顾母亲 是非常不明智的 你看长远一点 先想办法把学业完成 而且我听说 你母亲的医药费 已经凑齐了的 我知道你课外有打工 你的工资负担 你母亲的护理费用是够的 或者我帮你在学校 申请一间宿舍 让你把母亲带到宿舍一起住 方便你照顾 也能节省一部分钱 不管怎样 都没到要你放弃学业的地步 第十六章 喂水果 花来心里苦得发慌 她没法把自己的处境 告诉辅导员 难得点了点头 我给学校说说你的情况 让学校搞个募捐 我想应该能筹一部分钱 如果还不够 去社会上募捐也行 花来 你还年轻 你相信我 钱能解决的问题 真的不算问题 花来摇了摇头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钱只是她的借口罢了 她垂下头 不用了吴老师 我再考虑一下吧 吴老师 你请的假就到这周五了 要是下周你还不回学校 到时候会以旷课处理的 旷课时间长了 会被自动开除 花来 你听老师的 坚持下来 从咖啡店出来 花来没时间多想 急匆匆地往一行奔跑 半路上 手机响了一声 她点开来看 是一条银行入账信息 还有辅导员的微信 花来 你是坚然的好学生 老师也舍不得你放弃学业 两万块钱 解决不了你的大问题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的困境 是有办法解决的 不要让我失望好吗 花来眼泪一下子就滚落出来 她在努力地生存 也有人在努力地推着她 往光明的地方前进 她只能回一句 谢谢 小静刚取到衣服 见花来眼睛红红的 猜想这花来 难道真和男人私会去了 她装作没看出来 招呼花来 一起提着衣服 回了江家 江家 她去附近的咖啡厅 见了一个女人 应该是约好的 没说几分钟 她就离开了 我查了 这个女人是S大的老师 江赫宇手指轻点着桌面 她就是S大的 那女人应该是她的老师 好了 她这边你暂时不用管 多盯着公司 那几个人 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江赫宇挂了周运的电话 闽眉思索 曾盈盈去找老师 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是为了学业的事 她其实无意故意 剥夺别人上学的权利 只是为了 沉思了半赏 她又打了一个电话 没等多久 花来就回来了 江赫宇看得出她情绪不高 看来她今天和那女人 聊得不算愉快 花来进屋后 就沉声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以后 把江赫宇的衣服挂好 便一直坐在阳台边的椅子上 走神看她那张哭丧沉默的脸 江赫宇没了拿她撒气的兴致 静也静静地 做着自己的事 两人就这么沉默着 互不打扰 花来突然想起 江尼森答应她 今天帮她借书的事 她猛地站起来 动静不算小 引得江赫宇 侧目看她 花来连忙扯了个借口解释 我去厨房看看 妈说了 要我学着做饭 学着做江家人 吃得下去的饭 江赫宇瞥了一眼 她亲子的手背 雨气冷冰冰的 今天不用去 花来有些惊讶 江赫宇居然不让她去做苦力 她还是往门外走 哦 那我去找小静 她说 有些关于怎么照顾你的事 要告诉给我 江赫宇醋眉 你和她好像很熟 花来心想 这摊子 什么时候关心起自己的事来了 就 我俩差不多大 比较聊得来 而且以前都是她照顾你 我可以去找她吗 等一下就回来 江赫宇没再说话 目光挪到了电脑上 花来读懂了 这是墨语 她暗暗虚了一口气 轻轻地拉门出去 环视了一眼大厅 里面没人 她又走到门边 拉开鞋柜蹲下来 果然在角落的柜子里 看到一个袋子 她取了出来打开一看 正是她昨天 说的那两本书 花来暗息 关上柜门 去厨房切了一盘水果 装在托盘里 然后才取了书 放在托盘下面遮挡住 端进了房间 她看江赫宇 在另一边专心工作 便亲手亲脚 把书先放进 自己这边的床头柜 才端着水果朝她走去 她出去前后 不过七八分钟 见她过来 江赫宇疑惑地抬头 这么快 她不过是随口一问 花来却不免心虚 自从知道了 江尼森的身份后 她甚至有些后悔 自己找他借书 不是她视力眼 是真的现在自身难保 不想再惹火烧身 没找到小静 给你切了点水果 江赫宇对她的体贴很受用 她关了电脑屏幕 把轮椅划到阳台 她转了转头 看起来有些疲倦 捏捏 花来把水果摆到 她面前的桌上 抬手给她按摩兼备 她来的时间短 江赫宇给她的印象就是 脾气差 工作认真 她从小静那里 知晓了江家的故事以后 对江赫宇有了一丝 同情与钦佩 同情她天之骄子遭此横祸 钦佩她 哪怕站不起来 还是如此的努力 花来一边想着试 一边给江赫宇按摩 突然一块水果 递到她的面前 江赫宇仍旧背对着她坐着 却反手向上 用水果叉叉了一块水果 递了上来 花来有些惊讶 这摊子 今天脾气好像好了不少 还对自己体贴起来 她是良心发现了吗 她没接 那手便动了动 像是有些不耐烦的 示意她赶紧吃 花来不想惹恼江赫宇 便张嘴把那水果含住了 还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谢谢 江赫宇文声回头 看着花来微红的脸 冷声道 你干什么 花来嘴里包着水果块 说话含糊不清什么 江赫宇盯着自己 空荡荡的水果叉 又看了看花来 骨折的脸颊 谁让你吃我的东西的 花来 不是你为我吃 她看着江赫宇的姿势 马上意识到 她根本不是要为她吃水果 她刚才只是手肘发痒 在抓手肘而已 花来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怎么会有这么尴尬的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会以为江赫宇 要为自己吃水果 我为你吃 陈音音 你好大的脸啊 江赫宇冷吃一声 满脸嫌弃的 把水果叉丢到了桌子上 然后自己空着轮椅 朝门外去了 花来待在原地 只希望现在天上来 一道雷劈在自己身上 把前面两分钟的记忆 全部劈成空白 第十七章 霍启 花来暗叹一口气 收拾了果盘 端着跟着出去 出来发现梁红英也在 花来对这个女人 没什么好感 但还是端着温柔乖巧 叫了一声骂 梁红英英也没英 还嫌弃的 把脸别向一边 花来也不生气 端着果盘进了厨房 背后传来梁红英 压制住音量的声音 讨债鬼 花来觉得好笑 既然知道自己是讨债鬼 当初为什么 还要江赫宇娶自己 这女人为了讨好老爷子 不仅忍受丈夫的 私生子进门 还连自己儿子的幸福 都愿意牺牲 真是可悲 花来从厨房出来 看着大厅的母子二人 觉得自己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留下来 必然是领教一顿奚落 离开不知道江赫宇 会不会发火 最后她想到抽屉里的两本书 还是斗胆选择了进屋 梁红英看着她鲜弱的背影 白眼快翻到天上去 你看看她这个鬼样子 哪里有卖一万分之一 江赫宇不耐地垮了脸 妈 梁红英不甘心地叹了口气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不过说真的 我看着她 就想到她爹妈那副产妹 贪婪的样子 为理直犯恶性 我梁红英攀上这样的亲家 都不好意思出去说 江赫宇抓了抓勃梗 不留情面的讽刺 哼 这不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什么挑选的 要不是为了吴州那公司 你以为我舍得 你娶这么一个黄毛丫头吗 江赫宇奚落 妈 这样的话 你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罢了 要是别人听了 指不定怎么去传你 你可要记牢了 你是为了爷爷长命百岁 身体安康 才要我娶陈英英的 梁红英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我和亲儿子 还不能说说实话 不过我是真后悔 越看她越来气 你看看 她一天唯唯诺唯唯唆的样子 一点点大家闺秀的风范都没有 哪里配得上你 江赫宇笑了 你儿子可是个残废 有人肯嫁就不错了 你还挑三拣四 梁红英听着江赫宇这话 心疼极了 她靠近江赫宇一言 我儿子是最好的 哪里就残废了 别说这种丧气话赫宇 你这脖子怎么回事 梁红英发现 江赫宇脖子红红的 像被蚊虫叮咬过一般 她紧张地站起来 解了她领口的扣子 扒开一看 皮肤微微有些红肿 江赫宇还在用手不停地挠江赫宇也疑惑 自己虽然残废 但一天两次早是要洗的 这衣服也是刚换的 怎么会这么痒 有点痒 梁红英像是想起什么 你吃什么了 江赫宇还在抓 她也发现自己手背有些红疹 刚吃了几块桃子 岑英英端点你的 江赫宇点点头 梁红英忍不住骂了一声 贱人 小静 小静 给医院打电话 岑英英 你给我滚出来 花来闻声连忙从屋里跑出来 怎么了 小静也跑了过来 她看到江赫宇的样子 整个人一惊连忙去打电话 梁红英按着江赫宇的手 不让她去抓 她就差流下泪来 悲伤之中还不忘责骂花来 你给赫宇吃什么了 花来一头雾水 看江赫宇脖子通红 手还挣脱梁红英的束缚 不停地在身上抓闹 她也有些害怕 陶陶子 我在冰箱拿的 张姐从厨房急匆匆地过来 站到梁红英面前 臭着脸攻身报告 太太 案板上切过芒果 梁红英看着花来 眼含凶光 管家 去查 是谁把芒果弄到家里来的 花来就是再傻 也看出江赫宇这是过敏了 过敏源应该就是芒果 可是切桃子的菜板刀具 她都冲洗了一遍的 她看着江赫宇开始有些呼吸急促 吓得傻在原地 梁红英给江赫宇解了胸前的扣子 不停地给她扇着风 安慰她 医生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她扫了一眼待在门口的花来 还不过来把赫宇送进房间 处在那里做什么 花来连忙跑过来推江赫宇 江尼森也从房间里出来一脸担忧 大哥怎么了 梁红英冷冷地弯了她一眼 你别幸灾乐祸 装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江尼森脸都快白了 我 最后什么也没变白 跟着轮椅进了江赫宇的房间 把江赫宇抱起来 平躺到床上 江赫宇只觉得身上奇痒难耐 皮肤上已经有了一些抓住的血痕 躺倒在床 她又要伸手去抓脖子 花来看着那触目惊心的皮肤 也想不了那么多 紧紧地把她的手握住 不让她再去触碰 江赫宇手劲大 捏得花来的小手生疼 她却咬着牙眉出声 梁红英在一旁一边哭一边说 赫宇啊 你要吓死妈妈 医生马上就来了 你再忍一忍 医生终于赶来 她先给江赫宇打了一针 然后挂上了水 那股欺氧镜 才慢慢从江赫宇身体里退去 她慢慢地闭上眼睛 眉头仍旧不安地生命着 看江赫宇安静下来 梁红英才收住了情绪 她盯着花来恶狠狠地说 你给我出来 她要开始兴师问罪了 花来只得站起来 不料江赫宇那手并未松开 仍旧紧紧地握着她 花来看了她一眼 伸手轻轻地去掰那修长的手指 却掰不开江赫宇浅睡中 仍旧凝着一股静 根本就松不开 梁红英看她这样 不忍心便瞪了花来一眼 压低声音说 等一下再收拾你 赫宇要是再有什么闪失 陈茵茵 我要你的命 她放下狠话 转身就出去论 其他人也跟着她散开 花来经此一遭 也身心疲惫 手背握着得不到自由 便只有坐在江赫宇旁边 叹气养神 坐着坐着 她眼睛也慢慢闭上 身体往下滑去 不知不觉靠在江赫宇身上 睡了 医生掐着时间进来 看一对年轻男女头抵在一起 意味着睡得香甜 也不敢多看 赶紧拔了针出去了 来到大厅 给梁红英报告江赫宇的病情 告知已无危险 梁红英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站起来就要往江赫宇的房间走 我去看看她 医生连忙拦住她 少爷正在休息 您晚些时候再去看吧 记住这几天 不要给她吃发物 梁红英怕打扰儿子 不得不又叹口气 坐回沙发 床上的江赫宇半睁开眼 面前的景象朦胧 手臂也酸软 她动了动 只觉得手臂被什么压住了 又抽不出来 她用另一只手揉了揉眼睛 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花来像个小猫一样 窝在她的臂弯里 睡得安然 一条腿还随意地搭在她身上 压到她敏感的地方 第十八章 心软 江赫宇想动一动下面 把那腿甩下去 无奈有心无力 下半身的感知 还是十分弱 但总算不是毫无知觉 花来的气息吐在她胸膛的肌肤上 暖乎乎的 她想起刚才她慌乱 紧张心疼的样子 不像是伪装 倒像是真的很关心她 这神情 可比家里保姆的真诚多了 她伸手 把花来脸庞的碎发 别到耳后 看着这睡梦中清秀的脸庞 这五官长得精致 皮肤也好 只是太过瘦弱 看起来竟有些营养不良的样子 她怎么也无法 把眼前的人 和曾启文夫妇联系起来 那对夫妇贪婪惨媚 每一次见面 总要吸她一点血 眼前的人 却没对她家的财产 提过一份要求 离婚协议签字 也迅速果断 难道她没发现 协议上写的是 女方净身出户 她唯一一次问她讨要的 只是白天回学校上课 放学再回来照顾她 曾家夫妇 怎么会交出这种 如此逆来顺受 又隐忍的孩子 她对这人 总是左右看不顺眼 其实和这人完全无关 只是因为 这桩婚姻 不是自己的本意 以及她有一对 让她恶心的父母而已 她想起上午 她误以为自己为她吃桃子 然后满脸飞红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她记得那声谢谢里的雀跃 哪怕自己 对她冷言冷语 百般刁难 但她得到自己的一点点恩赐时 还是会不计前嫌的感激 说谢谢 江赫宇突然有些心疼花来了 到底是怎么样的成长经历 才会练就她这样的性格 她给周运发了条信息 查查陈音音和陈家的关系 放下手机 她觉得手臂又酸又麻 便收拢了一些 这一来 花来便直接依偎到她的胸膛上 脸还在上面蹭了蹭 细细的手腕环上来 勾住了她的脖子 江赫宇没被女人这么搂过 这人软塌塌地 浮在她身上 像她小时候抱过的那条小狗一般 又暖又软又舒服 她虽然没有脸红 身体却有些发热起来 好像搂着女人睡觉的感觉 还挺不错的 看来她和陈音音的口头协定 需要更改一下了 江赫宇的嘴角 明起浅浅的笑意 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是现在 她想停下来 享受这短暂又陌生的安宁 她坐上轮椅以后 比以前更忙了 只是有些忙碌 见不得光罢了 当初为了给爷爷冲喜 消息一放出去 江家的门槛 几乎被没人踏破 不算还在上学的江尼森 江家还有四个试婚男人 但都已经是婚约在身 结弟的全是有钱有势 有背景人家的千金 只有江赫宇 被董家退了婚 当时八字符合江家需求的 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四十多岁的离异女人 一个是还在上高中的女孩 另一个就是已满二十的陈音音 当江家几兄弟 查了陈家的背景后 没有一个愿意娶陈音音的 其他两个叔叔家 既想在老爷子面前做样子 又不愿意娶陈音音进门 最后便把主意打到江赫宇头上 他们主动把吴州公司的股份 全给了老大一家 梁红英失利多年 利益熏心 想着等过几年老爷子去了 离婚便是 大不了补偿一点钱给曾家 反正赫宇现在这样子 也不可能留下肿 离婚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牵扯麻烦 梁红英最后就是花了几百万 换来了一家上亿的公司 和一个横看树看不顺眼的儿媳妇 这场立异婚姻里 江赫宇和陈音音 都是牺牲品 江赫宇答应了这样的婚姻 心里的恨意也多了几分 她不得不更卖力地工作 努力筹谋自己的未来 她选的这条路 能同行的人不多 陈音音不在其中 江赫宇看着怀里睡得安静的人 心软下来 心想 要不就放这丫头回去上学算了 反正家里根本不缺照顾自己的人 陈音音 花莱一动不动 陈音音 花莱睡得迷糊 只听得有人在患 却没反应过来是叫自己 而且那声音温柔的陌生 陈音音 花莱终于睁开眼 对上江赫宇柔和的眼睛 她有些发猛 两人对视着 花莱一动不敢动 她有点弄不清楚状况 江赫宇为什么还没有骂自己 而且还这么温柔 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吗 她眼中慢慢恢复清明 江赫宇轻烈的声音又响起 睡够了吗 花莱陌生点点头 男人叹息一声 声音又有了熟悉的冷意 那么 可以从我身上滚下去了吗 花莱这才发现 自己睡觉的姿势太过放肆 手抱着江赫宇就算了 腿还压在她那个上面 她猛的坐了起来 对不起 我不小心睡着了 江赫宇眉头皱得很厉害 我手臂被你压废了 花莱连忙把那手臂抬起来 放到自己腿上 对不起 我给你揉一下 她一边轻柔的捏 一边小心观察江赫宇的脸色 发现她正好整以侠的盯着自己 便只得把头低垂下去 江赫宇 把口水擦了 花莱连忙抬手 用衣袖擦了擦自己的嘴角 江赫宇 我说的是 花莱脸更红了 她扯起衣袖 在江赫宇胸膛反复擦拭 对不起 身弱文盈 羞愧到让人窒息 她搂着江赫宇睡就算了 还在她身上流口水 江赫宇 我送你个东西吧 谢谢 什么东西 花莱本能地脱口而出 江赫宇一本正经地说 复读机 你挂在身上 每次见到我就按一下 里面就是对不起循环播放 花莱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她开始为真正的错误道歉 我不知道 那把刀切过芒果 而且 我真的洗过了 我没有想要害你 她虽无意 但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你是说不是故意的 你才来两天 又是晕倒 又是浑身带伤的 对我怀恨在心 也是正常的 我能理解 而且 你还说你要去问小静 怎么照顾我 为什么她刚告诉你我芒果过敏 回头我就差点晕死过去了 岑音音 你也太沉不住气了 花莱这下真的慌了 她可受不了 被人如此冤枉误会 更何况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犯法的是她可不干 我真的没有 我压根就没有找到小静 我不知道你芒果过敏 江鹤雨点点头 那就是说 你要是知道 还是会这样做的 对吗 花莱提高音量 我没有这样想过 第十九章 杀人了 江鹤寓以一种探究的语气道 我就不信 我那样对你 你心里一点怨念也没有 你要真恨我 早点说出来 免得每天睡在我身上 让我提心吊胆的 毕竟 身上两个字 被她咬得极重 像是生怕别人不会联想到刚才的景象一般 她拍了拍自己的腿 有些无奈地继续道 你要真对我做什么 我跑也跑不掉的 花莱深吸了一口气 一字一句地说 你脾气是臭 但我还不至于被谁责骂几句就怀恨在心 再说了 你也说了 我们一两年就会离婚 我没必要为了你 搭上自己的未来 她说的未来 是指不会去做伤害江鹤雨的事 犯法进局子 但这话在江鹤雨听来 就是 她铁了心 做一天和尚壮一天钟 时间一到离了婚 她就撇下自己溜之大吉 她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她冷哼一声 你想得倒是通透 花莱把脸别向另一边 她心里有些火气 这个人居然如此看待自己 把自己想成那样的小人 江鹤雨把头靠过来 气息都吐到花莱脸上 她悠悠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 爷爷要是活到120岁 你怎么办 你还走得了吗 花莱怒道 你出而反而 江鹤雨带起冷峻地笑 我当时跟你说的是 爷爷吸去 咱们就离婚 一两年也只是个预估时间 要是她真的 因为你进了门 身体就好了 再活个三五十年怎么 你就要忍受 我到那个时候吗 花莱 你这叫莫须有 江鹤雨 我管你有没有 你要照看好我 我要是再有一丝意外 你信不信 不用我动手 我妈就能撕碎了你 花莱想起梁红英 每次看自己时 那嫌恶的眼神 心像被猫抓一般难受 江鹤雨看着花莱 惊惧的样子 她笑得轻松惬意 但是 你要是把我伺候 舒服满意了 我倒是可以在 我妈面前护着信你 让你往后这一二十年的时间 好贵些 花莱知道她下半身不随 不然她这句伺候舒服满意 一定能读出一些别的意思 花莱深知 现在只能任人摆布 面对江鹤雨的咄咄逼人 她却不甘屈服 赌气道 我要离婚 江鹤雨答应的痛快 好啊 不过 你要先问问你那对好爸妈 他们同不同意 花莱气得咬牙 她不想和江鹤雨 再理论自己的未来 便翻身下床 我领骂去了 江鹤雨今天出这么大的事 梁红英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站住 江鹤雨在她背后喝道 做什么 花莱头也没回 身体却已经停住了 你把我就这么摆在床上 不管不顾 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事吗 花莱气呼呼地回头 手脚粗鲁地来弄江鹤雨 把她移到轮椅上 然后又要走 手腕却被抓住 我要洗澡 花莱没好气地说 你故意找茶是吧 大白天的你洗什么澡 江鹤雨低头朝自己的胸膛看了看 那里还有口水未干的痕迹 那你说 我大白天为什么要洗澡 花莱又羞又恼 推着她去了浴室 她先把江鹤雨 移到特制的凳子上坐着 然后开始给她脱衣服 江鹤雨一双明眸 含着细血的笑意 悠悠地看着她 惹得花莱有些脸红 不敢抬头 她站在赤条条的江鹤雨背后 举着花洒给她冲刷 江鹤雨 到前面来 花莱把花洒往前伸了伸 对着她前面冲 江鹤雨看着自己肩上 这条细嫩晃动的手腕 却不见人过来 她抿唇一个坏笑 抓住那手腕往前一拉 花莱触不及防 直接扑到她身上 惊得塌压的一声大叫 连忙要起身 手腕却被圈得死死的 根本动弹不得 花洒掉落到地上 喷头朝上 立马滋了两人满脸的水 花莱闭着眼躲避 江鹤雨手下一用力 花莱就被扯过来 跌走到自己腿上 花莱还在咿咿呀呀地 乱动着躲避水流 江鹤雨已经笑着 牵住她的双肩 一起洗吧 反正你也湿了 花莱吐了一口水出来 不要 放我下去 江鹤雨偏步 她觉得捉弄这个小丫头 居然有些乐趣 她紧绷太久了 需要这样放松一下 江鹤雨手圈紧了一些 花莱被迫贴向她 她伸出双手 奋力抵在自己和那赤裸有力的胸膛之间 弱小又无助 好在那花洒龙头摇摆了几下 偏向了别的地方 花莱发丝滴着水 一颗颗躺到江鹤雨的鼻尖 脸颊 江鹤雨抬头看着她 像只狐狸一样笑得奸诈 反正你也湿了 洗了吧 花莱被这样羞耻的距离 弄得满脸通红 而且她的衣衫已经湿透了 布料紧紧地贴在她身体上 轮廓净险 只能成口蛇之快 骂道 流氓 我是你老公 对你做什么 都不算流氓 你放屁 我们说好的 到时候就灵 话没说完 一只温热有力的大手 捂住了她的嘴 江鹤雨寒声警告 你要是再敢随便把这句话说出来 就缝上你的嘴 花莱眼睛湿漉漉的 带着一圈红 她要挣脱江鹤雨的前置 头要扭向另一边 江鹤雨看她挣扎反抗 又伸出另一只手 去掌着她的后脑勺 这一前一后两只手 让花莱动弹不得 脸被憋得通红 江鹤雨十分来气 这个丫头 怎么就这么不顺自己的心 大厅 医生已经走了快两个小时 梁红英也没等到江鹤雨和花莱出来 眼看饭点已过 她担忧儿子 便让小静去把花莱叫出来 小静忍着雀跃 先敲了敲江鹤雨的房门 没有应声 她又轻喊了几声 大少爷少奶奶仍旧没有人回应 她便大着胆子推门进去 床上被褥凌乱 小静皱着眉 往有声响的浴室走去 浴室的门并没有关 她还没走近 就听见江鹤雨激怒的声音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听话 小静连忙跑过去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江鹤雨死死地 捂着花莱的口鼻 花莱在拼命挣扎 小静转身就朝大厅跑 脚下亮枪差点摔倒 她一边跑一边大喊 不好了 太太 少爷少爷 她杀人了 第二十章 误会 梁红英在大厅听到动静 害得脸色发白 急忙站了起来 立声问道 你说什么 小静差点扑到她面前 满脸惊惧 少爷少爷 要杀了少奶奶 太太 您快去劝劝她啊 梁红英匆匆往江鹤雨的房间赶 她骄纵江鹤雨 厌恶花莱是一回事 但要宝贝儿子犯命案 她不允许 贺雨 贺雨 你别犯傻 妈妈会惩罚她的 你别做傻事啊 梁红英一边跑一边喊 几个庸人跟在她身后 冲进江鹤雨的房间 江鹤雨听到动静 已经松开了花莱 此刻花莱正浑身湿透 坐在赤裸的江鹤雨腿上 仰着头大声地喘着粗气 还不时地咳嗽 那脸色红得厉害 怎么看都像是刚刚刚从鬼门关 走了一圈再回来的样子 众人站到浴室门口 有几个看到眼前光景的女佣 挖了一声 忙捂住眼睛背过身去 滚出去 江鹤雨的声音含义十足 让人不敢造次 梁红英担忧地看着儿子 鹤雨妈妈知道 你受了苦 但 出去 江鹤雨加大了音量 对母亲也毫无余地 看江鹤雨已经松了手 又是那副样子 梁红英忙把众人喝退 独留下曾经服侍她的小静 她自己引到另一旁 柔声道 鹤雨 他们都走了 让小静进去 帮你把衣服穿上 好不好 她清楚自己的儿子 从知道要娶花来以来 脾气越发暴躁 她横竖是看不上这个女人的 但是她真是没想到 她居然动了杀心 我再说一遍 出去 江鹤雨的耐心 快要被耗尽了 梁红英叹了口气 招手带着小静出了门 你在门口守着 听着点动静 别让她做傻事 屋里再无声响 花来壳的眼泪都下来了 双眼通红 江鹤雨的手掌 覆盖住她的口鼻的时候 她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她顺好气后 才静静地从她腿上滑下来 坐在冰冷的地砖上 江鹤雨这次没有再阻止 她看着地上的花来 她抱着双膝 把脸埋进去 一言不发 像条任命的可怜虫一般 她的手背还有淤青 脚的小腿肚上 贴得窗壳贴 有一边已经脱落 那长长的一道伤口 被水泡得有些发白 江鹤雨有些欲言又止 她想说 自己没有要伤她的意思 她只是不想 让她乱说话而已 她没想过 女人会这么柔弱无力 可是解释这种事 她从来就没有做过 对不起 更是从来没有说过 她做得最娴熟的 就是发号施令 起来 给我洗澡 地上的人一动不动 就在她要放弃的时候 花来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才捡起地上的花洒 若是之前 江鹤雨一定会以为是花来 又在装柔弱半可怜 但是现在 她肯静下心来关注她 她便知道 她有低血糖 而且到现在还没吃午饭 她一定是头血运得厉害了 两人从来没有如此 风平浪静地相处过 花来像之前一样 替她洗肝擦净 把她安置到轮椅上 才一脸淡然的寝室 我可以先去洗澡吗 我衣服湿了 江鹤雨喉解滚动 最后只是N了一声 她原以为花来会进浴室 没想到却是推着 她往外走 然后把她交给 后在门口的小静 带大少爷去吃东西 厨房早就准备好了 江鹤雨的午餐 小静推着她去了餐桌 梁洪英见她出来 急忙迎过去 满脸担忧 又有些欲言又止 江鹤雨心里明白 大家都以为她今天受了苦 所以才有刚才那一幕 只是不知道 花来是不是也那样想 她夹了一口菜 送进嘴里慢慢地嚼 余光看到梁洪英 一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道 妈 我有分寸 梁洪英叹了一口气 今天都是我问了 是那小野种 先在厨房切了芒果 后来岑音音又去给你切了水果 我想 她刚进家门 应该没胆子害你 况且害了你 她在这家里也没依靠 曾家不至于 交出这么蠢的丫头 江鹤雨放下筷子 妈 你今天怎么帮她说起话来了 你不是一直看不上她吗 梁洪英 我是看不上她 我就是把今天的事给你讲明白 这次不关她的事 你别为了她犯傻事 你俩平日小吵小闹也就算了 但今天这事 要是传到你爷爷 或者其他两家耳朵里 他们会怎么想 你也知道 她进门的原因是什么 江鹤雨 那你的意思 是要我好好待她 让她坐稳着少奶奶的位置 梁洪英被噎住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就是提醒你 别太出格 江鹤雨若有所思 问的别的 你是说 今天的芒果 是尼森弄的 梁洪英瞬间又是怒容满脸 她口口声声 说不知道你芒果过敏 我是不相信的 江鹤雨沉思半赏 道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像你说的 别让那两家看笑话拿把柄 不管怎样 尼森是我们家的人 公司那几个老东西 是有扶持她的想法的 你要真看她不顺眼 你就想想那两个婶婶 咱家要是一个都起不来 你以后更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 梁洪英恨声道 这里里外外 真是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我真是没想到 那两个低贱的女人 有一天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你是不知道 上个月你姑婆过生日 他们俩联合起来 江鹤雨拿起筷子 嘴角扯出一个机翘的笑 打断了她 怪你儿子没本事 站不起来 梁洪英住了口 妈不是那个意思 江鹤雨 好了 你去休息吧 梁洪英走后 江鹤雨慢悠悠地吃着饭 但等了大半天 也没见花莱出来 她醋眉看了看 旁边空着的那副碗筷 扔了筷子回到房间 还是没有看到人 出来一问 才知道花莱去了厨房 她滑到厨房 看见花莱背对着门口 正站在料理台前吃东西 她慢慢地滑过去 看见花莱大口吃着咸菜 另一只手端着粥 仰头往嘴里送 江老爷子是农村人出身 早餐就喜欢吃咸菜 馒头粥什么的粗粮 厨房一般都会多准备一些 这显然是她早上剩下的 江赫宇看着花莱那寒酸的样子 心中没来由地冒出好大的火气 谁让你吃这个的 第21章 害怕 花莱压根没注意背后有人 江赫宇这一声利和 吓得她浑身一抖 周晚摔到大理石料理台上 哐当一声 碎了 她咽下口中的粥 解释道 我 我怕倒了浪费 而且她来厨房 也没有找到什么别的吃的 她看得出江赫宇眼里全是怒火 她一定是气自己 私自动了爷爷的东西 对不起 下次不会吃了 江赫宇斥则道 岑音音 江家是没有饭给你吃吗 你要把自己 弄成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还是说 你本来就有受虐倾向 花莱听不明白 索性不解释 不辩白 出来 江赫宇说完 就自己先往外滑去 花莱深吸了一口气 跟了过去 江赫宇到了餐厅 命令背后的花莱 坐下吃饭 花莱有些不明白 却还是默默地坐到餐桌旁 拿起筷子 开始慢慢地夹东西吃 那些微冷的食物 慢慢进入她的口腔 不管她嚼得再细 还是觉得有些难以下咽 她想勤诉之了 她好想勤诉之 她想扑在妈妈的怀里 抱着妈妈用眼泪 把委屈全都释放出来 就像小时候受了欺负一样 她不需要妈妈帮她出头 她只希望 能得到一个拥抱 和几声安慰 花莱忍着泪 她绝不能在江赫宇面前哭 不然她不知道 又要说出什么奚落人的话来 和刚才在厨房的狼吞虎咽比起来 花莱现在的动作 实在是太过慢条思理了 江赫宇看不懂 那些粗粥咸菜她吃得那么香 这精心准备的美味佳肴 她怎么好像没了胃口 刚才花莱被她吓得连碗都打翻了 她有一点意识到 她好像很怕自己 她想起之前 还搂着她睡得乖巧的那张脸 想缓和一下二人之间的气氛 便问 吃这么慢 菜不合胃口 只是她平日习惯了冷言冷语 这闲聊的话 从她嘴里说出来 听起来就有些责问的意味 花莱立马咽下最后一口菜站起来 我吃好了 江赫宇也有被噎住的时候 我 她想说自己没有催促的意思 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解释 她一脸的惊惧让她厌烦狂躁 自己真的是洪水猛烧吗 她一定要这么怕自己吗 花莱见江赫宇没吩咐 便试探着问 你想出去走转转 还是回房间 江赫宇看了她一眼 回房吧 江赫宇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看了半天报表 却总也集中不起精神来 房间里一点声响也没有 她转头看去 发现花莱坐在阳台边上在看手机 江赫宇诞声道 你出去 花莱不明所以 嗯 江赫宇满脸不耐 出去 花莱便沉默着离开了他们的房间 江赫宇听见关门的声音 嘘了一口气 又重新把目光放在报表上 那个女人在这里 自己真是无法集中精力工作 花莱无处可去 这偌大的江宅 没有哪一寸是属于自己的 她不想待在大厅 以免碰到梁红英 便慢慢地往外走 走到花园 却碰见了江尼森 江尼森在花园看书 听到脚步声看过来 大嫂 花莱这才发现她 她朝江尼森走过去 书我拿到了 谢谢你 江尼森 不用客气 你看完了需要什么 再给我说 花莱想说 不用了 以后自己不会再找她借书了 因为自己自身难保 不想和她有一丝牵扯 但她不忍伤害江尼森 她是和自己一样可怜的人 花莱点点头 好的 江尼森有些愧疚 今天的事我也听说了 对不起 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哥对芒果过敏 带了芒果回来吃 倒害你被骂一顿不说 还被大哥不过我保证 大哥他人不坏 他一定是气疯了 才那样 对你 花莱笑着摇了摇头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个人气疯了 就可以要另一个人 失去活着的自由吗 也只有在这个和他差不多大 同病相连的人面前 他才敢这样略带抱怨的说 是我欠你们家的 谁让自己拿不出钱来就情愫之呢 谁让岑家因为他不断向江家攫取呢 花莱 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 今天又不是周末 大学不可能一整天都没课的 江尼森有些抱怨 学校开运动会 没意思透了 我就回来了 运动会 这在花莱听来 是又遥远又向往的活动 每年学校的运动会 他都会作为班级的啦啦队队员 为班里的运动员加油 他的同学们 还是会在各个体育项目里挥洒汗水 而他 只能在这身宅大院忍气吞声 他今天无法自由呼吸的那一刻 是真的怕了 他不再怀疑江鹤宇看他不顺眼 会真的杀死他 他从小金那里知道了江家争权夺利的手段 他听的时候觉得夸张 今天自己差点成了主角 他便再无半分怀疑 他的坚韧绝匠 在生死面前 全部化为乌有 他现在就一个愿望 早日摆脱江鹤宇 花莱不敢和江尼森多说 他在花园又转了一圈 才慢悠悠地往回走 小金是看着花莱出去的 今天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他看得真切 这再一次坐实了江鹤宇 看不上花莱的传言 花莱离开房间不久 他就进了江鹤宇的房间 江鹤宇听到响动 眉头微醋 他头也不抬得沉声道 我不是让你出去吗 进来做什么 这句话再次让小金浮想连篇 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又多了一分 小金低着头 声音听起来有些委屈 大少爷 我来取您的衣服去洗 江鹤宇看来人不是花莱 眉头却皱得更深 他摁了一声 继续埋头工作 小金看江鹤宇 没有要和自己说话的意思 有些不甘心 大着胆子说 大少爷 其实今天的事 真不怪少奶奶 您别为难他了 这求情的口吻 听起来情真意切 江鹤宇果然抬起头 用探究的眼神看着他 小金垂下了眼帘 咬着嘴唇 一副完全是鼓起勇气 为花莱求情的样子 江鹤宇 你和他关系很好 小金 少奶奶对人很好 江鹤宇 对人很好 他来这里不过两三天 时时都在我跟前 我怎么没看出他对人很好 他在我面前 总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 我倒没想到他这么会笼落人心 犯了这么大的事 这么快就有人站出来 为他求情 看来 我作为他的合法丈夫 还没有你了解他 小金原本只是想在江鹤宇面前 挣点好感 现在看来 好感没挣到 反倒惹了一身骚 第二十二章 承诺书 花莱回到屋 看小金低着头出来 正想打招呼 没成想 小金恭敬地叫了一声 少奶奶便头也不回地急不走了 他马上就想到 一定是因为今天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江鹤宇容不下自己 不敢再与自己交往 这也怪不得别人冷漠了 毕竟自己也为了自保 不想再接近江尼森呢 江鹤宇抬头瞥了他一眼 到了按摩的时间了 江鹤宇合上电脑 你还有心思按摩 花莱淡淡地说 你不要 那就算了 他说算了 是真的算了 转身就独自朝床走去 不顾形象地躺在床上蜷缩起来 我想休息一会儿 江鹤宇 你 他不过是想引花莱多说几句话 他竟然真的不管自己了 但看他疲累的样子 他又忍下那口气 随他去了 半个小时后 周运来了 原本往常都是在房间汇报工作 江鹤宇看了看 里间熟睡的人 低声说 去花园吧 在屋子待了一天了 怪闷 花园里 周运 我查了 岑鹰音是被岑家送到乡下去养的 前几年刚回来 和岑家人关系不大亲近 江鹤宇点点头 那就不难怪了 还有别的吗 学校那边也查了 学习成绩还不错 这两年都是系里前几名 但前段时间他之前的养母生病了 他为了照顾养母 请了一段时间的假 最近都没去学校 江鹤宇 养母需要他亲自照顾 周运 医院说岑家出了医药费 也替他请了护工的 应该是岑鹰念及曾经的养育之恩 才请假去照顾的 岑家为了让花来 以岑鹰的身份嫁进江家 把他之前的信息都同步了 不过真真假假 穿插在一起 真有人查起来 也是能蒙混过关的 况且 江鹤宇也不是真的要挖花来的绅士 查到这里 就足够了 周运 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在家不受宠的女孩子 被岑家人送到您身边换钱罢了 江鹤宇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晚上的时候 花来给江鹤宇按摩完 才远远地躺在床的另一侧 江鹤宇盯着他蝴蝶骨凸起的背部 你之前说你想回学校 不去了 花来声音淡淡的 语气确实极其果断 他不会再痴心妄想了 江鹤宇你没叹气 原本我还让周运帮你安排司机 每天接送你去学校 看来不用了 什么 去学校 花来翻身便坐起来 跪着双膝爬到江鹤宇面前 手不自知地放在他的手臂上 你真的愿意让我回学校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怕自己理解错了江鹤宇的意思 江鹤宇心里愉悦 面上仍旧冷漠 你刚说了 你不去了 我要去我要去 谢谢你 他就差磕头谢恩了 像是之前的生死恩怨全都不在 花来只觉得 这一刻江鹤宇就是自己的神 他去了学校 能继续完成学业不说 还不用整天面对这种温神 还有外面的母老虎 为什么不去 什么时候可以去 江鹤宇看他这激动的样子 又有心捉弄 你想什么时候去 明天 明天不行 我要去医院复查 你得陪着 后天 后天也不行 我姑母从国外回来看爷爷 你得在家接待 花来紧张极了 有些磕磕巴巴的说 你不会是消遣我的吧 毕竟他都有点不相信 中午还想置他于死地的人 现在居然同意放他去学校 江鹤宇满悠悠的说 是又怎么样 花来心凉了半截 他默默的回到自己的被窝 再次用背对着江鹤宇 声音冷淡 我困了 先睡了 江鹤宇看着那孤零零的背影 只觉得心里有些不好受 他长臂一捞 把花来拖到自己跟前 命令到 转过来 花来认命地转过身 一双无神的眼睛看向别处 眼角竟然有些湿润 看起来委屈又可怜 江鹤宇心里叹了一口气 不忍再捉弄 低声说 每天五点前必须回家 不许参加社团活动 不许带同学到家里来玩 也不许和同学出去玩 在学校要是敢和别的男同学没来眼去 我一定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明白了吗 花来这才小心翼翼地看向他的眼睛 什么意思 江鹤宇 我说的你记住没有 我不喜欢说第二遍 花来看着江鹤 与前所未有的认真神色 重重地点着头 我记住了 全都记住了 江鹤宇 你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花来脱口而出 明天 江鹤宇 你在这里待得很难受 花来毫不掩饰地点点头 不过 你说的那些 我都会做到的 我知道我爸妈问你要了钱 我不该再提条件 你愿意让我回学校 我很感激 我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你 江鹤宇看花来说的真诚 忍不住道 我今天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但是那时候是气急了 手下失了分寸 花来 没关系 江鹤宇 什么没关系 花来 你要说对不起 我说 没关系 江鹤宇想笑 和这丫头好好聊天 好像也挺有趣的 睡吧 明天去学校 我让司机送你 花来对他露出一个由衷的笑 点了点头 也没再挪窝 温顺地闭上了眼睛 睡了不到一分钟 他又猛地坐起来 光着脚跑到江鹤宇的工作区 嘻嘻嘻嘻一震后 又跑回来 江鹤宇支起身子 你做什么 花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和一支笔 递给江鹤宇 你写个保证书 江鹤宇看着这张 被他扯得边沿不整的纸 什么保证书 花来解释得认真 保证今天说的话当真 别明早翻脸不认 江鹤宇音量上升 曾音音 花来鼓起勇气 你说的白字黑字才有用 离婚协议我签了 这个你也签一下 江鹤宇死死地盯着他 花来看出今晚的江鹤宇 和之前的不一样 态度软化了很多 他不想刚到手的沉默 明天又飞走了 他贴心地过去 把江鹤宇服作起来 又拿过一本书 垫在那纸下 催促道 快写一写 我明天要去学校得早起 再往我就起不来了 江鹤宇气呼呼地扯了笔帽扔在一旁 瞪了花来眼 曾音音 你好样的 看在我今天差点弄死你的份上 我就纵容你这一回 说完真的在纸上写起来 半分钟后 花来捡起扔过来的那承诺书 细细地看 第23章 缓和 本人江鹤宇 承诺让曾音音某年某月某日 去学校正常上课 直至学业完成 他本人保证 上学期间 每天按时回家 不在外勾三搭四 还不忘点评 你文笔不怎么样 不过 咱们早晚要离婚的 你说过你不会管我的事的 我出去勾三搭四 你不应该管 江鹤宇 所以 是要让外人嘲笑我 江鹤宇站不起来 不能人道 满足不了你 所以你才出去勾三搭四 是吗 花来没想到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江鹤宇看着他 小脸又红了 心下一动 一把把他扯扑到在自己胸膛上 我不行 你要不要试试 说着 就要把头埋在花来脖梗之间 吓得花来立马坐起来躲到一旁 骂道 臭流氓 说话不算话 江鹤宇冷笑一声 不再纠缠 睡觉 花来知道他 只是捉弄自己 不然自己根本挣脱不开 他是领教过的 他关了灯 两道轻微的呼吸声 在微光中此起彼伏 对花来来说 这是跌宕起伏的一天 他揣着即将回学校的喜悦 慢慢地睡觉了 江鹤宇却一直睁着眼 他没想到 花来会成为自己生活的调味剂 他给予了花来喜怒哀乐 自己也收获了陌生的情绪 那是他从未从别人身上 体会过的感觉 他总觉得 自己的胸膛空落落的 像缺了什么 他看着那个黑暗中的瘦弱的轮廓 轻轻地把他的肩掰了过来 他在睡梦中动了动 头便温顺地贴在他的臂膀里 他还不满足 又捞了一把 他便又贴过来 小脸侧服在他的胸膛上 没一会儿 那手腕便轻车熟路地 搂住了他的脖子 宛如上一次江鹤宇得逞地笑了 然后才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 花来醒来的时候 天刚微微亮 他动了一下 只觉得这人肉床垫舒服极了 又闭了两秒眼睛 才回味过来 自己睡在哪里 他咬着下唇 轻轻地往自己的被窝挪 刚刚起身 又被大手圈了回去 江鹤宇闭着眼睛弥喊 乖 别动 花来看他并没有醒 稍微松了一口气 等了一会儿 才轻轻地 把搭在自己胸前的手 抬起来放到一旁 然后退了出来 正要捏手捏脚地翻身下床 又到回来 用衣袖轻轻地擦了擦 江鹤宇胸前的口水污尽 他先去洗漱 然后去了厨房 回来的时候 见江鹤宇已经醒了 正看着半边空床皱眉 你到哪里去了 花来听到他这美好气的语气 和前几天起床时如出一辙 心下有些忐忑 这人该不会不认昨晚的事了吧 不过还好自己留了一手 有承诺书为证 花来 我去给你做早餐了 你现在要吃吗 江鹤宇 我没让你做 那是厨房的事 花来 我今天要去学校 我说过 我去学校 不会耽误照顾你的 我现在给你端过来吗 江鹤宇看他体贴 便点了点头 我先去洗漱 花来把江鹤宇扶到轮椅上 这次他没要他跟着 自己就去了 反正花来没来之前 很多事都是自己做的 花来去 给他端了早餐过来 放到阳台的桌子上 江鹤宇抬头问他 你吃了吗 花来 我去学校吃 学校食堂什么都有 也不贵 江鹤宇 坐下吃 以后不许在外面吃饭 说完又补充一句 中午不算 花来不明所以地坐下来 一边吃 一边看江鹤宇的脸色 江鹤宇 书桌上有张卡 平日要用钱就自己刷 是我的名字 有三把车钥匙 你要自己开就挑一辆 不过今天不行 学校的车位还没去办 周运今天回去办 今天先让司机送你 以后开车坐车都随你 你看你的书桌安在哪里 要是这房间不行 就单独找一间房出来 电脑你要自己去买也行 或者把信号报给我 我让周运去准备 花来惊叹江鹤宇的细心体贴 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甜蜜 忍不住道 我要书桌干嘛 江鹤宇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你不是学设计的吗 难道只需要用手在纸上画画就行 还是说 你要去学校学习 都是扯的幌子 你根本就是想溜出去玩 不是不是 他只是没想到 得到回学校机会的同时 还能得到这么多的配套服务 他突然觉得 江鹤宇简直可爱极了 其实他人长得挺好的 哪怕是现在坐在轮椅 也看得出一表人才 加上这温柔体贴 很难不讨姑娘喜欢 真是天度英才 好端端的一个人 被上天给摁在了轮椅上 花来我老师同学 不知道我结婚了 我能不能自己坐车去 不能 江鹤宇看着他 怎么 怕同学嘲笑 你嫁了一个摊子 还是说 你要隐瞒你已婚的事实 在学校和男同学乱搞 花来脸一红 什么乱搞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 我就是不想别人说闲话罢了 江鹤宇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 你要再和我讲条件 我就得把婚戒给你带上 天天带到同学们面前去 花来小声认命 知道了 花来没想要用江鹤宇的钱 但他不能没钱傍身 最后还是把那张黑色的卡 收到自己的包里 他把东西都收好后 才对阳台边上的江鹤宇说 那 我上学去了 江鹤宇背对着他 看着外面 你做早餐也不难吃 为什么那天 要做成那个狗都闲的样子 花来鼓起勇气 扔下一句 你自己知道 便跑没眼了 司机早就候在大门处 花来看着眼前的劳斯莱斯 有些犹豫 坐这样的车去学校 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 司机见他久久未动 微微躬身提醒 少奶奶 上车吧 说着 又做了一遍请的手势 花来这才钻进车里 对司机说 大哥 以后在外面 不要叫我少奶奶 叫我音音就可以了 司机关好车门启动 这不合适 少奶奶 花来 没关系的 我一点都不介意 司机 江总吩咐过 只能叫你少奶奶 不然他会吵了我的 花来叹息一声 认了命 在接近学校 还有一个街的时候 花来勒令司机停了车 我就在这里下 以后也在这里下 放学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等我 看花来下车后 像坐贼一样逃离 司机给江鹤鱼打了电话 江总 少奶奶不让我开到校门口 隔了有八百米的样子 他就下车了 第24章 看够了吗 花来回到熟悉的校园 感觉连空气 都是那么的清新自由 他带着自在的笑意 朝宿舍楼奔跑 现在还不到上课时间 他要先回宿舍 去拿自己的课本 宿舍是四人间 除了花来和白雪 还有班上的 另外两个女生 花来推门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 白雪从床上弹起来 奔过来一把抱住花来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说 你回来都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那激动的样子 让旁边两个女孩取笑 张纯对着黎如说 泽泽 瞧瞧这母女相见的感人画面 黎如配合着点头 我拍下来 这就发给媒体 感动中国又有素材了 花来笑着等白雪的激动劲过去 才轻轻把她推开 好了好了 要迟到了 瞧你这懒样 还没洗漱呢 白雪擦了擦眼泪 昨天吴老师还问我你的事呢 说你可能不回来了 你怎么说着脸色一遍 花来 你不会是来收拾行李的吧 你真的要退学了 退学 另外两个女孩也十分惊讶 他们和花来的关系 虽不如白雪亲近 但花来家里的是 班上的同学基本都知道 花来帮白雪擦了擦泪 我回来上课的 你说到哪里去了 她一边说 一边把白雪推到洗漱台 像往常一样 帮她挤好牙膏 才把牙刷塞到她手里 我和吴老师聊过了 我决定听她的 先把学业完成 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 她不好解释过多 自己和江鹤 与已经结婚的事 她更不可能大肆宣扬 白雪含着泡沫 真的 你以后都不走了 花来点点头 去自己的书桌上收拾课本 课会继续上 不过 我最近应该都不住宿舍 我妈那边得有人看着 大家都表示理解 问了一些她的近况 花来随便扯了几句 张纯突然说 花来 你这裙子好像是牌子货 还是新款 你哪里买的 说着 还上来用手摸了摸布料 花来可不懂什么牌子货 这裙子 她是从衣橱里取的 都是江家准备的 啊 牌子货 怎么可能花来打着哈哈 白雪吐了口里的泡沫 说 这不我上次和她逛夜市的时候 在地摊上买的那条吗 25块 怎么纯纯 你喜欢我周末带你去 你也买一条 张纯听说是地摊货 有些半信半疑 这做工看着也太精细了吧 质量看起来也不错 白雪 可 现在的实体 不把质量做工搞好一点 哪里干得过电商啊 周六带你去 保你一百块挑五件 我替你讲价 张纯是绝对不会穿地摊货的 她白白手 把课本收进书包 算了算了 两百块以下的裙子 我穿了过敏 看旁人不再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 花来财 暗暗松了一口气 白雪递给她一个得意的眼神 出门的时候 二人故意拉在后面 周围没了旁人 白雪才拉着花来的手反复翻看 你说 你去有钱人家里工作了 没吃苦吧 你这手白雪 看着花来手背上 还未散尽的鱼子 满眼惊恐 他们家人打你了 花来把手抽出来 笑着说 没有 我自己不小心碰的 白雪疑惑 那他们家怎么让你出来上课了 宝贝 你有事别瞒着我 你是不是 是不是被别人包养了 这句话他问不出来 张纯把注意力 放到花来的裙子上的时候 他也注意到 花来穿的这条裙子 绝不会冒牌货 他上周刚从时尚杂志上看到过 花来摇了摇头 白雪有些生气 那哪有放员工去上学的东甲 又不是做慈善 你还说你不住宿舍 是不是因为不方便 花来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什么事 不能瞒着我啊 花来看着白雪一脸气急的样子 知道他是担心自己走上歧途 他摇摇下唇 决定坦白 我没有在别人家打工 其实我结婚了 什么 白雪停下脚步 一脸不可置信的 捂住自己的嘴 你还是个学生 怎么可以 花来 傻瓜 只要满了二十岁就可以了 是不是学生又有什么关系 可是 你为什么要花来 拉着他的手 继续往前走 认命一般 我妈病了 我得拿钱救他命啊 白雪担忧得很 所以 你把自己卖了 花来 钱的事 我们可以想办法的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别是什么糟老头子吧 他对你好不好啊 花来苦笑着摇头 婚姻哪有命重要 不瞒你说 医院一遍遍催着我交钱救命的时候 我真的是连去卖的心都有了 我这辈子就一个亲人 为了他 我什么都愿意的 白雪心疼地握着花来的手 花来 花来笑着说 你放心 他不老也不丑 对我也挺好的 因为嫁给他 我才有钱给我妈治病 而且他还同意 让我继续上学 拿钱给我随便花 我知足了 白雪有些不幸 真的啊 他不是不幸 花来会嫁一个又帅又有钱的老公 只是这事来得太突然 他有些接受无能 花来点点头 真的 你放心吧 我现在挺好的 二人聊到教室才指了话题 花来向吴老师消了假 上完上午的课 他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 今天下午没有课 他要赶紧回去 出了校门 他给江赫宇发了信息 你几点去医院复查 两分钟后 对面才回复 一点 花来收了手机加快了脚步 走到早上和司机分别的地方 他远远地看见司机恭敬地站在车旁 花来觉得 让别人等他很不好意思 他小跑过去 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啊大哥 你等很久了吧 司机的表情像是复制的江赫宇的一般 基本是毫无表情 我到了有一会儿了 少奶奶请上车 说着要来替花来开车门 花来连忙闪过来自己开 我们直接去医院吧 赫宇竟然要去复查 司机没有应声 绕到驾驶位 花来拉开车门 正低头要往里钻 跑这么急 慌里慌张的 像什么样子 江赫宇冷着一张脸 语气里带着责备 花来没想到江赫宇居然在车里 他弯腰愣在那里 你怎么来了 江赫宇看也没看他 处在那里做什么 刚才不是很急吗 花来连忙坐进来 江赫宇留给他的位置不多 他缩着身子 你坐过去医 随即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江赫宇果然满脸不悦地看着他 岑音音 你是不是找死 花来连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忘记了 他坐在一旁 紧紧地挨着江赫宇 车子徐徐启动 他又小心翼翼地问 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接我放学的吗 还是来监视自己 有没有和别人乱搞的 江赫宇 我要不要把我的行程 给你报备一遍 花来连连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江赫宇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仰靠在座椅背上 就在花来 以为他闭目养神要睡着的时候 那薄唇又起 去医院 顺路 花来大胆地看着 那威合着双眼的脸 乖巧地呕了一声 花来偏头看着江赫宇 其实这男人 有时候脾气是坏了一些 但人还是挺好的 嘴里说得凶残 最后却不明不白地 又同意自己回学校的请求 在江赫宇看来 他对花来施舍的那点自由微不足道 但对花来来说 这是他后半生的希望 可怜花来这辈子 除了养母禽素枝和好友白雪 没怎么被别的人疼过 纵使他现在手背和小腿的伤还在 他也一点都不怪江赫宇了 他在心中暗想 江赫宇的恩情 自己一定会报答的 而报答他的方式 就是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看够了吗 江赫宇仍旧闭着眼 慢吞吞地吐了一句 花来立马坐直 针对这样的提问 他选择了闭嘴 江赫宇嘴角扯出一抹声色的笑意 都是你的 以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看 花来脸色微红 紧紧地盯着车窗外 这江赫宇逗弄起人来 还真让他有些招架不住 江赫宇睁看眼睛 偏头看着后脑勺 对着他的花来 我说 你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 晚上天天朝我被窝里钻就算了 才半天没见 就看着我舍不得一开眼睛 那半影的头发里的小兔一般的耳尖 红得诱人 花来休闹 江赫宇你闭嘴 怎么可以当着别人的面 把自己钻他被窝的事说出来 他秦花来不要脸的吗 第25章 看着你就烦 好在司机大哥职业素质过硬 竟像是什么都没听着 脸上的表情无一丝波动 花来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 听后面的江赫宇盘查 今天有没有和男同学说话 花来负气 有 谁 说什么了 班长 问他要这段时间的课程笔记 江赫宇悠悠道 看来 你们该换个班长了 花来侧头过来看着他 江赫宇 这太过分了 我们只是正常的学习交流 江赫宇对他的愤怒不以为然 要不然 我就只有把你继续关在家里了 花来闭了嘴 他知道江赫宇说得出做得到 他不想再搭理江赫宇 便闭住眼妆睡 演技太过浮夸 江赫宇也没计较 随他去了 医院里 江赫宇做检查的时候 花来在外面候着 少学卿打去 这么快就好上了 江赫宇瞥了他一眼 什么叫好上了 少学卿 那天还一副要把他打死的样子 今天就寸步不离了 说实话 你今天看他识得那种温柔如水的神色 我可真是第一次见 他一边说 还一边扭摆着身形 做出一副痴情的样子 江赫宇轻斥了一声 你可真骚 说正是 少学卿站直身体 恢复了正形 瞬间又是满脸严肃 最近感觉怎么样 江赫宇 会觉得有一点隐隐的目痛 以前没出现过 少学卿点点头 检查数据显示 你的腿神经的确在慢慢恢复 你不要心急 要真有感知 还要不少的一段时间 这期间的治疗不能停 江赫宇神色认真 我一直很配合 少学卿又摆出那副嬉笑的样子 回去记得 让你的小娇妻多给你按按 这样效果更好一点 不过要是做别的 现在还不行哦 江赫宇要不是动不了 已经一脚踹在少学卿屁股上了 康复的是 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少学卿 你的小娇妻也不告诉吗 这可是事关他的幸福呢 江赫宇不耐烦地强调 任何人 少学卿便扁了别嘴 不再多言 回去的车上 花莱小心翼翼地询问 医生怎么说 江赫宇 老样子 花莱悄悄地叹了口气 不敢再问 江赫宇 怎么 很失望 花莱 只是希望你赶紧好起来 他贴身照顾过中风的秦素枝 秦素枝也在他面前 毫无遮掩地释放过所有情绪 他有时候 因为勺子里的菜 总是会被抖落 而大发雷霆把桌上的饭菜 都打翻到地上 有时候又会靠着花莱放声痛哭 说拖累了他对不起他 要他不要再管自己 花莱总是耐心地安抚他 然后才默默地收拾残局 每一次去复查 只要有一丁点好转 花莱会比秦素枝还高兴 他知道 秦素枝坐在轮椅上 受折磨的不仅是身体 更是他的心理 他希望那个阳光爱笑的妈妈 早日回来 所以他也希望 江赫宇能早日站起来 回到正常的生活 江赫宇 希望我好起来 为什么 我要是好起来 说不定立马就把你扫地出门了 花莱 你好了 就能去做你想做的事 难道你不想站起来 再说了 我们本来 他看了江赫宇一眼 昨天他说出这句话时 得到的惩罚 让他心有余悸 所以此刻他选择了闭嘴 江赫宇扫了花莱一眼 别开了头 半晌后 花莱声音里带着一些试探 我还有点试 能不能晚点回去 江赫宇 去哪里 花莱 就有点试 江赫宇侧头看向他 不过两秒 那目光阴寒 花莱缴投降 我想去医院探望个病人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秦素芝了 虽然医院的电话说 秦素芝的病情稳定 但他还是很担忧 想要亲眼去看看 江赫宇没有一点意外 你养母 花莱一惊 你怎么知道 曾荫荫这样的富家小姐 尚且入不了江赫宇的眼 要是他知道自己 只是个乡野丫头 是不是立马离婚 顺便告自己欺诈 那他拿到的那些钱 江赫宇轻吃 你当真以为 你们一家那点伎俩 别人不知道 花莱 我 他稳了稳心神 求证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 原因我说过 江赫宇邪逆花莱 那你呢 为什么要嫁给我 为了钱 我妈他 江赫宇只当他是被曾家妈妈 逼着嫁给他 就为了问他伸手要钱方便 他不耐烦地打断 你们家那些事我不想听 我对你妈的事也不感兴趣 你只需要乖乖地待在江家 不要给我惹出麻烦 就可以了 花莱的手捏得紧紧的 他硬声道 我会的 那我今天 可以去医院 可以 汽车停在医院的停车场 花莱看着江赫宇 闹上去了 江赫宇抬手看了一眼表 二十分钟 花莱不再多言 推开车门就跑了出去 江赫宇说是二十分钟 就绝不会多给他一秒 他好不容易跑出来一趟 秦素枝却是睡着了 花莱看着仍旧缠满绷带的妈妈 泪如雨下 他轻轻地捧着秦素枝的手 妈妈妈妈 医生在背后说 他刚打了止痛针 有镇定效果 大概得睡半个小时 你等一会儿吧 花莱擦了眼泪站起来 陈医生 我妈情况怎么样 陈医生推了推眼镜 病情稳定 只是烧伤的面积确实大 疤很明显 你妈妈她本身情绪就不太好 我担心 她拆了绷带 看到自己的样子 心理上会承受不住 你是她最亲近的人 最好多陪陪她 花莱愧就不已 她哪里有多余的时间 来陪秦素枝呢 陈医生 我时间有点紧 但我保证 我一有时间就会来看我妈的 现在医疗费够了吗 我这里还有一些 陈医生看着之前衣衫落魄 如今却光鲜亮丽 还出手大方的花莱 心里有了一些不好的猜想 这样的病患家属 她见过不少 她没有任何立场 去劝导别人 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医疗费目前是够的 不够了 医院会给你打电话的 花莱点点头 陈医生 我妈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除了上课 其他时间都能接的 陈医生欲言又止 最后说 你妈妈这样的病患 最需要的是陪伴 你有时间就多陪她一下 花莱魂不守舍地回到车里 江赫宇抱着笔记本 双手在键盘上跳动 听见车门响 头也没抬一分 花莱 走吧 司机点了一下油门 汽车慢慢地驶出了车库 行到半路 花莱看江赫宇收起了电脑 才小心翼翼地问 我能不能 不能 这个答案在花莱的意料之中 她泄了一口气 又靠在椅背上 把脸歪向车窗外 江赫宇 岑音音 你别得寸进尺 花莱未动半分 我知道了 江赫宇看着花莱 这任命般的样子 心里很来气 岑音音 你别以为我 答应让你回学校 就代表什么都会答应你 我告诉你 我让你去学校 只是因为 不想一天到晚 都对着你这张 要死不活的脸 别搞得真相 我给了你天大的委屈 瘦了似的 花莱坐起身体 看着她淡淡地问 是吗 看着我 让你烦了是吗 江赫宇没说话 花莱 对不起 以后 我会尽量少 出现在你的眼前的 第26章 最亲近的人 回到江家 花莱默默地 推着江赫宇进屋 迎面遇见江尼森出门 江尼森关切地打招呼 大哥 大嫂 你们回来了 医生怎么说 大哥你有没有好一点 江赫宇硬邦邦地回答 老样子 江尼森见她面色不渝 吐了吐舌头 不敢多问 那我先去学校了 下午还有两节课 花莱把江赫宇推进屋里 先是给她按摩 然后为她准备下午茶 等到她坐到了办公桌前 她才得了闲去看书 她如今回了学校 看书就是正大光明的事了 反正江赫宇也不怎么关注她 不会发现 她看的是江尼森借的书 这两本书不好找 花莱之前在自己学校就没找到 那天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让江尼森去借的 没想到真的借到了 从她说自己会少出现在江赫宇面前以后 她就没对江赫宇说过一句话 江赫宇有什么吩咐 她也只是马上去做 没有多言 她要操心的是太多了 落下的课程 妈妈的病情 江赫宇的那点厌烦 她倒没怎么放在心上了 她看得入迷 没注意到江赫宇出现在自己身后 我叫你去泡咖啡 听不见了是吗 江赫宇阴森森的声音 钻入她的耳朵 吓得她差点跳起来 好的 我马上去 花莱立马站起来和上书 把书放到床头抽屉 才拉开门出去 她不放得这么隐秘还好 现在这反常的动作 反倒引起了江赫宇的怀疑 花莱前脚出去 江赫宇后脚就去把书拿了出来 翻开封面 S市经贸大学印章钻入她的眼里 江赫宇手指收紧 目光阴质 陈殷殷 花莱泡好咖啡端进房间 刚推开房门 一本书朝她飞来 落到她的脚下 吓得她差点把咖啡杯打翻 江赫宇眼里盛满火焰 声音音寒 陈殷殷 你什么时候和江尼森勾搭上的 花莱暗存不好 她极力装的从容 先把咖啡放下 解释道 我只是向她借书而已 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 江赫宇 借书 你们交情倒好 才来几天 已经帮你借书了 是不是我再也不放你回学校 你还要她帮你辅导功课呀 花莱深吸一口气 如实答道 我之前以为不能回学校 又不想搁置学业 才找她借书 你们倒挺聊得来 还在我面前 装作一副完全不熟的样子 我没有 没有 她刚才叫你 你为什么不答应 花莱没应声 她觉得 江赫宇 真的是无理取茂 脾气不好 控制欲强 她想快速结束这无意义的争吵 便低着头妥协 我等一下就还给她 花莱弯腰捡起地上的书 轻轻地放在桌上 咖啡要凉了 江赫宇只觉得心中一股邪火发不出来 她要回学校 自己隐了 她要去看养母 她也隐了 她竟然还瞒着自己 和那个小野种勾当 那双苍白瘦弱的手 把咖啡递到她面前的时候 被她毫不犹豫地打翻了 花莱失色 你 江赫宇能看出她眼中的隐忍 她现在是真的不想看到她了 自己开门出去 留下那人跪在地上收拾残局 江赫宇来到大厅 正碰上管家 扶着江中国过来 爷爷 江中国朝江赫宇的房间方向看了一眼 道 咱们爷孙去花园走走 江赫宇正觉得没处去 便应道 好 江中国扶开管家的手 推着江赫宇往外走 江赫宇觉得不合适 爷爷 我自己可以 你让伯伯扶着点你 江中国乐呵呵地笑着 我没事 这几天 我觉得精神挺好的 祖孙二人来到花园慢慢地逛着 江中国悠悠道 音音这孩子 我看挺好的 我知道这门婚事 你不愿意 江赫宇道 我愿意的 爷爷 江中国白白手笑道 我是老了 但也不是真的糊涂 什么冲喜 我是不会信的 别忘了 你爷爷可是当过兵的人 唯物主义者 江赫宇 爷爷 江中国 那丫头我之前打听过 命苦 但仍好 和他那对父母是不一样的 不然爷爷也不会同意 你娶她 江赫宇没想到 爷爷也会去调查 岑音音的背景 江中国 我答应要你娶她 是想给你找个伴 给你找一个既能照顾你 又能走到你心里去的人 你这两年 心里过得苦 爷爷都知道 那丫头比你还苦一百倍 但她从来没有自暴自弃以后 你就会明白的 江赫宇抬头看着江中国 爷爷这是在替岑音音说话吗 她记得以前董漫一来 家里甜甜的叫她爷爷的时候 她只是应了一声 就说累了 让管家给掺着去休息了 董漫一可是公认的大家闺秀 名门淑女 尚且入不了江中国的眼 怎么曲曲一个粗野的岑音音 刚刚进门 就让爷爷为她说好话呢 江赫宇长身处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的禁地 现在她第一反应 不是岑音音真的值得 她去珍惜呵护 而是在想 她是什么时候 背着自己 拿下爷爷的 她才来四五日 不仅让小静帮她打掩护 江尼森帮她借书 现在连爷爷都来帮她说话了 我听说 你让她去学校上学了 这是好事 她年纪还小 就该待在学校里 我看你前两天老是凶她 我还担心来着 现在看你知道为她着想 爷爷心里也开心 小语啊 这家里的人 是些什么样子 你我都清楚 因因她不染淤泥 你是她在这个家里 最亲近的人 你得护着她 女人可是用来疼 用来宠的 江赫宇坦白道 爷爷 我并不爱她 江中国 你们刚认识 要说你爱她 我也不信 我不是比你去爱她 我只是告诉你 她是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你别只顾着自己发泄情绪 她也是有感情的 既然人家做了你的妻子 你就要保护好她 而不是总是做伤害她的那个人 江赫宇想到花莱来这几天 经历的鸡飞狗跳的日子 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爷爷 江赫宇的房间里 小静跪在地上擦地板 花莱扔了碎瓷片过来 看似无事地说 我来吧小静 小静叹了一口气 少爷都让你去上学了 大家都以为他这是要好好待你了 怎么又 花莱苦笑 小静你别说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没期望他对我好 况且他也说了 看花莱欲言又止 小静追问 说什么花莱 他说他看着我就烦 所以才把我送去学校的 小静惊讶得何不拢嘴 少爷真这么说啊 花莱点点头 你也知道他不喜欢我 所以他这么说 我也不奇怪 我能做的 就是尽量少出现在他面前 第27章 你可以抱抱我吗 这一下午 他们的房间极其的安静 因为双方心里都带着一点怨气 他气他不识好歹 他气他无理取貌 晚上的时候 花莱照顾江赫宇睡下 看他闭了眼睛 他便抱着被子 捏手捏脚地往沙发走去 哪知没走两步 背后就响起江赫宇的声音 去哪里 花莱转过身 小声说 我睡觉不太老实 怕影响到你 我去睡沙发 不许去 花莱 可是我 回来 江赫宇的声音没有白天的恼怒 是那种花莱没有见识过的平静 他又抱着被子站到床边 还在犹豫 江赫宇是不会动的 但是自己两次从他的怀里醒来 肯定是自己睡到途中靠过去的 这真的有点太放肆了 上来 花莱抬眸看着江赫宇 他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又说了一遍 过来 花莱心里叹了口气 只得 回到床上 毕竟他知道江赫宇耐心一向不好 这大晚上的 明早自己还要上学 他不想又折腾一通 花莱钻进被窝 先是平躺下 看江赫宇没有再说话 他便轻轻地被转身去 他竖起耳朵听背后的动静 直到听到那呼吸声均匀起来 他才松了一口气 又悄悄地往外挪了挪位子 放松下来后 困意来袭 他正半梦半醒之间 感觉有人在轻轻掰他的肩膀 他顺势翻了个身 人还是不算清醒 那力道转移到他手臂 把他拉了过去 然后自己就被圈进一个温热有力的胸膛 这感觉太熟悉了 江赫宇薄唇敏笑 顾忌重施把花莱抱进怀里 小丫头身体娇软 搂在怀里手感极好 让他实在贪恋 正得意着 拂眼一看 花莱眼睛睁得大大的 正惊恐地看着他 清明得很 江赫宇从来没有如此惊慌过 像做错事被逮个正着的孩子一般无错 他声音浑厚沙哑 你 花莱一动未动 浑身僵硬得不得了 两个人以一种十分亲密的姿势粘在一起 心里却都在打着猛鼓 花莱 你帮我做什么 江赫宇镇定了一下 道 爷爷说 要我对你好一点 这个理由他自己都不信 却试图以此说服花莱 花莱淡淡地嗡了一声 没有追问 江赫宇悬着的心慢慢落下 花莱翻了个身 背对着江赫宇 但身体还在他臂弯 江赫宇拿不准花莱是什么意思 他没法像平时一样 命令他转过来 也没法把他推出去 两人就这样的姿势沉默着 就在他以为花莱已经睡着的时候 那丫头闷闷的声音传来 江赫宇 你是不是很孤独 这不是问句 而是在陈述他理解到的事实 江赫宇觉得自己那深不见底的心 被投进了一颗石子 他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他没准备要向这个人敞开自己的心扉 诉说心事对他来说 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孤独 但我没有任何可以发泄的方式 也没有发泄的对象 那时候我就想 要是有个人 能抱抱我就好了 抱抱我 我就会又变得坚强起来 花莱的声音 让江赫宇觉得十分难受 心里很不得尽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江赫宇 你可以抱抱我吗 夜色给人安全感 可以让大家卸下面具 花莱闭着眼睛 有眼泪从睫毛下流出来 滑到江赫宇的手臂上 江赫宇还是没有说话 但那手臂收紧 让他感受到了温暖 花莱翻了个身 把脸埋在江赫宇胸膛上 还在那棉质的睡衣上 蹭了蹭自己的眼泪 他真的觉得 这一刻心情糟糕透了 自己的生活 遭遇了这么大的变故 母亲的病情和情绪 也让他十分担忧 他的生活像一团乱麻 让他有些喘不上气 一只手伸过来 轻轻地帮他是去了脸颊的泪 另一只手轻轻地拍着他的手臂 今晚江赫宇的举动 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这个男人殷勤不定 表里不一 竟和自己一样可怜 所以他才如此放肆 敢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而且还得到了回应 花莱豁出去了 手臂又自然地缠上江赫宇的脖子 第二天 花莱醒来的时候 又看见江赫宇正定定地看着他 这大白天的可不比晚上 他的脸皮薄了许多 他立马坐了起来 习惯性地擦了擦嘴角 然后给江赫宇捏着手臂 探寻道 是不是妈了 我帮你捏一捏 江赫宇含着意味不明的笑意 说 没有 花莱停下手 目光躲闪 那你现在要起床吗 还是再睡一会儿 我早上有课 因为之前抱着你我不敢动 所以手臂才会麻 昨晚是你自己要我抱的 麻的时候 我就会调整姿势 花莱连忙反驳 不是的 明明是你现在说不出口 瞎地看着他不说话 这眼神让花莱心里发毛 小声嘀咕道 不是你说好的不碰我吗 江赫宇悠悠道 可能是之前抱习惯了 突然怀里没了东西 空落落的 花莱一愣 抱习惯了 他突然想起 以前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爷 结婚前都是有丫鬟暖床的 难道江赫宇和小静 难怪小静对他 江赫宇道 你眼睛转来转去 在想什么坏东西 花莱说的有些艰难 你和小静 要不你还是抱着他睡吧 我睡沙发 我不介意的 江赫宇的眉头皱成一团 我和小静 你要我抱着他睡 花莱 你以前不是抱着他睡吗 况且他也 岑音音 你一天满脑子在想些什么 我说的是他 花莱顺着江赫宇的目光看过去 床的一旁立着一个长长的抱枕 以前江赫宇刚出事时 心里出了一些问题 心理医生多方干预后 给他定制了这样一个抱枕 晚上睡觉的时候 放在他旁边 会让他心理上得到一些安全感 花莱看着那个被磨的毛边的抱枕 喃喃道 这么幼稚啊 他突然想到什么 道 那以后 江赫宇理所当然 我是你老公 抱着你睡一睡怎么了 我又没有对你做什么 花莱脸一热 江赫宇索性不再搭理他 起床 花莱一边服侍 他起床一边说 现在还早 你起来做什么 再睡一会儿吧 江赫宇 小布今天要回来 我得先处理工作 晚一点 一家人要一起吃饭 花莱一愣 那我去学校是不是不太好 我还没见过他 毕竟江赫宇的至亲要来家里 他怎么也得见上一面 学校今天可是有一整天的课的 不料江赫宇却说 你去念你的书 有时间再见他就是了 第28章 虚语尾仪 一起吃过早餐 花莱收拾好书包 我先去学校了 江赫宇道 尼森的书 你还给他 花莱没想到 这事还没翻篇 但他和江赫宇的关系刚刚缓和 不想再吃弄姜 劳心劳神 便点了点头 放学回来就还给他 江赫宇目光认真 你以后缺什么 告诉我不许再找别人 花莱 知道了 江赫宇看他那乖巧的样子 觉得心里愉悦 走吧 我送你去学校 花莱一惊 不用了吧 江赫宇一个警告的眼神 让他瞬间闭了嘴 出门来 正遇见梁红英 提着几件裙子过来 喜笑颜开地说 赫宇 你小姑今天回来 你看我穿哪条裙子好 江赫宇抬眼一瞥 漫不经心 都差 花莱按电捏了一下他的手臂 抢颜道 这条绿色的 很衬妈妈的气质 我觉得很不错 梁红英扫了他一眼 你懂什么 花莱道 贺宇说小姑在英国定居 大牌时装他 肯定都见得多了 这条绿色旗袍 很显东方气质 和妈妈的气韵也很相符 您穿上 一定会让人惊叹的 女人都爱听好听的 尤其是对美这方面 梁红英虽然看不上花莱的点评 但这几句话 还是取悦了他 江赫与难得附和 我也这么觉得 梁红英这才笑起来 真的呀 那小语说好我就选这件了 花莱 佩宁前天带的那对珍珠二寇最好了 梁红英又白了他一眼 没接枪 江赫与道 妈 茵茵学珠宝设计的 她的眼光不错 你要这样穿着去 还有那两个 省省什么事 大家都看你去了 梁红英喜笑颜开 就我儿子会说话 出了家门 江赫与笑道 我倒没看出来 你还这么会说好听的 花莱 好听的我不会说 但我不会说不好听的 江赫与抬头看她 你影射谁呢 花莱变白 我可没有 司机把车开到昨天的路口的时候 主动停了下来 花莱就知道 江赫与肯定知道 是自己要求司机的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江赫与一眼 怕她又一言不合 开始发飙 没想到江赫与神色如常 还提醒她把包背好 快去 花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下了车 江赫与在车里 看她走远以后 才对司机说 去公司 周运在江市集团楼下等着江赫与 接到她以后 一边走一边 给她低声汇报情况 我们上次的提案已经撤了 剩下的几个项目也进行的不运不火 而且 每次有新的提案 都会被各种挑刺 现在公司分成三派 就是江源两弟兄和江玉白 以及咱们家 咱们家因为您来公司次数少 二少爷又小 也很少来公司 所以 咱们家势力是最弱的 全靠几个老的称着 而且 那两家还联合起来斗 咱们家现在公司基本都是江源的人 嚣张得很 江赫与冷笑 我早说了 家族企业不好做 现在搞得乌烟瘴气的 爷爷就是不同意分家 真是老糊涂了 都这个时候来 还把这董事长的位置不让 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 周玉上学的时候 一直受江美的资助 毕业后直接跟了江赫与 是他的心腹 说话也直白 自从老爷子和你不管公司以后 公司的业绩是越来越不好 但每年都还是有小幅上升的 毕竟底子在这里 但如果继续这样分裂下去 行业内的排名 肯定会越来越往后掉的 现在日新月异 公司再不整治 真的要臭了烂了 到时候拿到手 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江赫与不急不躁 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没准备好 我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周玉 我就是担心 老爷子万一哪天看现在的情形 老爷子没有要让你继承的意思 你再不动作 就真的要被边缘化了 江赫与悠悠道 我现在就算想在掌管核心部门 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我又何必搞得那么难看 伤了表面的和解 他拍了拍自己的腿 周玉便不再多言 到了公司 江赫与还没进自己的办公室 便迎面遇上江源 他心里叫了一声点背 面上却毫无波澜 江源看见他 加快脚步笑嘻嘻地走过来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你腿脚不变 待在家里好好休养就是了 公司有我们在 你还不放心吗 说着还取代了周运的位置 看似亲近地推着江赫与往前走 江赫与 还是往常那副冷若冰霜的样子 季度总结会 还是要参加的 毕竟一年也没几次 江源 到时候 我让人把会议记录送到家里就是了 哪里需要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江赫与 在家里待得烦了 总要出来透透气吧 江源一副惊讶不已的样子 大哥新婚燕儿 怎么就烦了 我可听说 大嫂娇美得很 曾家又是大户人家 大嫂应该有趣得很才对 江赫与讨厌 其了江源这虚伪挖苦的样子 多得没想 直接道 那么好 你当初怎么不娶 江源一点也不恼 仍旧笑嘻嘻的 我这不有婚约 再深吗 不像你 是自由人江赫与不再接话 他不想废话周旋 江源却没有就此罢休 说来这么多天 我还没见过大嫂呢 真是实力 不过公司事情确实太多了 大事小事都要我 我可真的是 体会到大哥你之前的劳苦了 不过今天小姑回来 一家人吃团圆饭 一定能见上大嫂一面的 说着 他轻易地俯身下来 大哥 你说我们第一次见大嫂 是不是得准备点见面里什么的 不然显得我们江家人太实力了 江赫与嘴角 扯出一个无声的笑 那我就替音音多谢你了 江源把江赫与送进办公室 又扯了两分钟 做出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 匆匆走了 留下周运对着他的背影翻白眼 他就是故意来气你的 江赫与倒不以为然 又不是第一次了 周运 我就是看不惯 他们在你面前 这要舞扬威的样子 以前巴结你的时候 江赫与一笑 我倒喜欢他们这种 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样子 只有让他们看清我 我才有机会 给他们迎头痛击 第二十九章 午餐 季度会开了一个上午 江赫与坐在一旁 只是听 没有发表一字意见 像个不存在的人一般 开完会出来 他看了看时间 十一点四十 江赫与追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 大哥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中午一起吃饭 咱兄弟好久没有聚一起了 江赫与只觉得 整个肩膀都不舒服了 像被驱虫爬过一般 他笑了笑 随口扯道 不巧 约了你嫂子一起吃饭了 江赫与原本没这个打算 但这句话一出口 他又觉得 和花莱一起吃午饭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便让司机 把车又开到了学校附近 花莱下课后 正和白雪手玩手往食堂走 听到手机响起 掏出来一看 屏幕上显示 江 他心里一打鼓 不知道江赫与大白天 为什么会联系自己 自己已经报备过 要四点过 才会结束课程的 白雪看他一脸凝重地 拿着手机发愣 推了他一下 开玩笑地说 怎么了 不接电话 崔债的呀 花莱回过神 啊 白雪看花莱神色有些惊慌 啊 真的是崔债的呀 花莱又看了屏幕 手机还在震动 不是不是 是那谁 他点了接听 喂 江赫与的声音 还是那么不耐烦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不是早就下课了吗 花莱 我在路上 没听到 江赫与直接命令 出来 花莱 我下午还有课 江赫与的声音 越发不耐烦 现在不是午饭时间吗 难道下午有课 你就不吃午饭吗 花莱不知道 自己又是哪里 惹到江赫与了 要吃的 我到食堂了 江赫与 我叫你出来 岑音音 我发现你现在话多得很 是不是我对你太好了 所以你敢这样为所欲为 花莱都猛了 自己不过是多说了几句话 就叫为所欲为了 好的 我出来 花莱挂了电话 满脸忧愁地叹了口气 一直凭着呼吸听音的白雪逗去的 你老公啊 声音真好听 花莱脸色微红 你别乱说 什么老公 男朋友都没交过 突然来了一个老公 他实在是无法适应 有这样的称呼 白雪有些担忧地看着花莱 难道不是吗 不过听起来凶巴巴的 他平时对你都这么凶吗 花莱连忙替江赫宇辩驳 他就是看起来凶了一点 其实人还是挺好的 我不和你说了 他让我出去一趟 我得先走了 白雪有些失望 啊你不和我一起吃饭啊 我们俩都好久没有一起 吃过饭了 花莱捏捏他的手 乖啊 下次一定一起 我要走了 说着便朝校门口跑去 江赫宇在车里皱着眉 不停地看着手表 挂了电话十分钟后 才看见花莱朝这边小跑过来 临到车前机密 花莱放缓脚步 平复了一下呼吸 拉开了车门 花莱小脸跑得飞红 有一点点远 我已经跑得很快了 江赫宇 下次停学校门口 花莱连忙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下次我再跑快一点 他可不想被万众瞩目 隔天爆出个什么贫困女学生 做劳斯莱斯这样的新闻 轿车缓缓启动 花莱侧头看着江赫宇 我们去哪里 我两点半还有课 吃饭 哦 花莱被带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日料店 看着面前一大堆碗碟 但每一碟的量都很少 他直皱着眉头 江赫宇一边吃一边说 吃呀 不是那么忙吗 现在愣着干嘛 花莱拿起一块寿司送进口里 胡伦道 感觉吃不饱的样子 江赫宇把一盘鱼肉 往花莱的方向推了一下 那吃肉 花莱摇摇头 生的 我吞不下去 再说了 生肉有寄生虫 你也要少吃 江赫宇瞥了他一眼 想看一个香巴了 这是今天从北海道空运过来的 我花了几千块钱 你告诉我有寄生虫 花莱扎舌 闭嘴不语 专心地捡自己能吃的 往嘴巴里送 吃完饭出来 时间上早 江赫宇道 回学校 花莱疑惑 回学校 江赫宇把他叫出来 难道就为了吃一顿饭 江赫宇抬头看他 你不想回去 那你想去哪里 他看了看时间 小姑的飞机 还有两个小时才到 花莱这才确定 江赫宇真的只是找他吃午饭而已 他想说 那就回学校 看到对面有商场 又说 我想去买几件衣服 可以吗 江赫宇 随你 他妈爱极了逛街 每次都要买一大堆衣服裙子 拿回去也不见得穿几件 江赫宇陪他逛过两次 哪怕他是坐在轮椅上 都觉得奇类无比 梁红英踩着高跟鞋 却精力充沛 他说 女人嘛 就是喜欢出件的经验 后面穿不穿 另说 只要当时他让我心动就够了 他有一点点理解 女人天生 爱逛街这种属性 到了商场 一楼的外场 有很多做促销的 写着促销价199 花来眉头促起 怎么促销还这么贵这样的商场 他只有以前兼职的时候才来过 来消费还是第一次 但是他还是知道 店里面一定比外场的贵得多 他看着斩价 向江赫宇请示 我看看 江赫宇的眉头 比花来皱得还凶 你要买这个 花来点点头 毕竟这是最便宜的了 江赫宇觉得 那促销二字刺眼极了 我是破产了吗 你要穿200块一条的裙子 花来认真的解释 我以前穿的都挺便宜的 这两天有同学老师问我 我这衣服是不是买得高仿 问我要网购链接 你家给我买的那些衣服都太贵了 穿着上学不太合适 江赫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好歹你爸也是开公司做老板的 几千块的衣服都没给你买过 花来 买过的 是我自己不想穿那么贵的 习惯了 他被送往江家那天穿的那条裙子 的确挺贵的 江赫宇讥讽讽一笑 你倒真会替他省钱 不过看样子 他却不怎么心疼你 花来不再言语 即在人群中挑了两件去付了款 回来的时候 把购物袋塞到江赫宇怀里 然后推着他往外走 我带到学校去不好 你先帮我带回去 江赫宇像看着一团垃圾 岑音音 你再不把他从我身上拿开 我就把他扔到垃圾桶里 第三十章 小手段 回学校的车上 花来把新买的衣服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 生怕放在劳斯莱斯的真皮座椅上 会拉低了他的档次 毕竟江赫宇那毫不掩饰的嫌弃 让他不敢造次 到了老地方 花来捧着那袋衣服 小心翼翼地问 我放在后备箱可以吗 带到学校不太好 江赫宇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 花来任命地迎着对视 毕竟 比起让一堆同学八卦起哄 他更愿意面对江赫宇一人呵斥 可以吗 他故意眨了眨眼睛 眼珠明亮璀璨 长长的睫毛扇了扇 像把星河关进了眼里 白雪说过 他认真眨眼睛的样子 看起来一脸无辜 很是能打动人 江赫宇被那目光温柔认真的注视 只觉得心里突然一颤 他喉结滑动 把头偏开 花来凑过来一些 歪头找寻着他的眼眸 追问一声 可以吗 那样子认真乖巧 和他平日的形象大不相同 他看得出江赫宇只是表面暴躁冰冷 心里还是有温度的 或许自己有时候可以耍点手段 江赫宇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不敢知是别人的眼睛 而且是一个小丫头 他想像往日一样把那人呵斥开去 但此刻又有些于心不忍 最终 他的鼻腔终于发出低沉的回应 嗯 花来一喜 如了意 雀跃地说了一声 谢谢你 说着就拉开车门下去 把衣服放到后备箱的角落里 放好衣服 又过来躬身看着江赫宇 那我去学校了 江赫宇又嗡了一声 面上仍旧淡淡 花来又对司机挥了挥手 谢谢赵哥 再见 江赫与刚刚还松弛的神色 徒弟肃穆起来 看花来朝着学校的方向小跑走远 他才冷冷地问司机 他叫你赵哥 司机被问得有些紧张 连忙便捡 我让少奶奶别这么叫 他说 我比他大 直呼我的名字不礼貌 我也不好多说 江赫宇位置可否 他仰靠在椅背 慢慢闭上了眼睛 这代表着谈话结束 司机在后视镜 忐忑地观察了一番江赫宇的神色 才暗暗呼了一口气 发动引擎走了 到了机场也没等多久 江淼就给江赫宇打来了电话 江赫宇 小姑 江淼深吸了一口祖国的空气 内心澎湃 小雨 我下飞机了 江赫宇 嗯 我看到航班信息了 赵领进去接你了 江淼 还是我这个大侄子最贴心 江赫宇发出一声 没有感情的倾笑 谁叫我是这个家最闲的人 江淼一边走一面埋怨 臭小子 说点好听的话 哄哄姑姑都不会啊 你就不能说 你想姑姑了 迫不及待想早点见到我 江赫宇 认真走路吧 你这个马大哈 待会别又撞上别人 江淼一叶 嘿 你没完没了是吧 我好歹是你长辈 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 江赫宇挂了电话 目光盯着人潮涌出的地方 若有所思 等了一会儿 赵领提着一个小箱子 跟着一个打扮的时尚抢眼的女人 朝车这边过来 江赫宇降下车窗 小姑 江淼急走几步过来 满脸笑颜地隔着车门 伸手摸了摸江赫宇的脸 哟 我家小雨又长帅了 你死人了 江赫宇不留情面地 把先手扶开 上车 赵领拉厚厚排的车门 江淼妖嬌地坐进来 拍了拍江赫宇的腿 怎么样了 有点感觉了没有 江赫宇苦笑 摇了摇头 累不累 你要先回家 还是先去吃饭 江淼 我在英国认识了一个心理医生 你这种情况我咨询过 他说 你这有可能是心理问题 你看你啊 这两年腿部的肌肉并没有萎缩 仪器检测神经也是有知觉的 他说 这可能是你有心理障碍 可能是那一晚的车祸你不敢面对 所以总觉得自己站不起来 我把他介绍给 江赫宇打断 我是那种有事不敢面对的人 小姑 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江淼挽着江赫宇的手腕 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我不了解你 谁了解你 你小时候可是我带大的 别的不说 我保证比你爹妈了解你的多 他叹了口气 现在你长大了 和小姑不亲了 有心事也不和小姑说了 除了那么大的 还麻了我那么久 江淼是江中国最小的女儿 比江赫宇大八岁 江赫宇小时候 的确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转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姐弟俩 你自己要嫁那么远 江淼脸上泛起幸福的笑意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你不懂 哎对了 你结婚了 你老婆呢 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 江赫宇听到老婆二字 和花莱的反应差不了太多 整个人都有点愣愣的 这两个字太陌生了 却又与自己脱离不了 赶洗他上学去了 上学 江淼从江赫宇肩上直起身 哑然道 还在上学 几岁啊 江赫宇 不到二十一 再念大三 江淼夸张地输了一口气 还好 没有违反国内的婚姻法 江赫宇转了话题 先去吃点饭吧 这里新开了一家 不错的中式餐厅 你一定会喜欢 车开到江赫宇订好的餐厅 江淼推着他进了包厢 包厢很雅致 古香古色 很有意境 让江淼连连称赞 他出国多年 对中国元素的东西 十分迷恋 位置 是江赫宇一个星期前就订好的 因为这里的菜准备的精致 有些食材要提前好久 就开始准备 一盘盘的菜端上来 就那色香 就让江淼赞不绝口 他掏出手机 一阵猛拍 得给我那些洋人朋友炫耀炫耀 咱中国的真锈佳肴 江淼把药拍的都拍了一遍 然后才坐下来开始品尝 他一边吃一边说 真的很好吃 我想这口好久了 家里请的那个中国厨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做出来就是不对位 我都想把它换了 小语 你也吃 江淼给江赫宇 加了小半碗菜 却见他没动几口 你怎么不吃啊 刚吃没多久 还不饿 江淼白了他一眼 鼠落道 明知道要和我吃饭 还提前去吃 你真是一点请人吃饭的诚意 都没有啊 江赫宇笑了笑 没解释 吃完饭 餐盘撤去 服务生送了一壶茶上来 江赫宇添了一杯 双手端到江淼面前放下 小郭 我有事找你帮忙 第31章 护七 江淼没有一丝意外 他抿了一口茶 缓缓地把茶杯放下 好茶 不过还是 不及我16岁的时候 和你爷爷去武夷山的时候 喝的茶唇香 江赫宇没有急切 硬道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你若还想去 我可以陪你 只是爷爷身体不太好 大概去不了了 江淼摇摇头 有些东西 第一次是能铭记终生的 第二次再好 都不是那种意味了 说吧 要我做什么 江赫宇开门见山 我要你在江师的骨份 全部 江淼脸上的笑意脸收干净 这可不是小数目 江赫宇 小姑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你可以开架 江淼笑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认识的江赫宇 原本就不是那种 真的因为屈居轮椅 就放弃站起来的男人 只是我把股份卖给你 我怎么面对 其他几个侄子 江赫宇 小姑 你还想一碗水端平吗 咱们这个家 什么时候一碗水端平过 我能动的时候 爷爷偏心我 什么都给我 让那两家对我恨之入骨 我站不起来了 就立马被放在家里 休养至今 现在换江源 在公司春风得意 爷爷从来没想过 什么一碗水端平 他只要江师的发展 不管他是在谁手里 江淼比江赫宇 更了解自己的父亲 了解他的顽固迂腐 和大男子主义 他曾经也像二哥三哥一样 想去公司帮忙 却被江中国一具女儿家 待在家里就好了 打拼事业的事 交给男人来做给 打发了这么多年 他只有公司干股 从未插手过公司任何业务 他当时年轻气盛 一怒之下 去了国外念书 后来直接就留在了那边 嫁给了一个英国男人 对家里的事 眼不见心不烦 江赫宇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公司的财务报表 这两年 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 江苗 小元他刚担重任 业绩不如你之前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是 做了这么多年 才把公司发展成 之前那般辉煌的 江赫宇摇摇头 小郭 你知道 爷爷没几年了 我家和二叔家的股份 虽然差不多 但江源两兄弟都在公司 现在公司很多人 都是他们的 我和那野东西 在公司没实权 到时候爷爷一走 公司必然落到二叔家手里 你想看到公司 就这么被整垮掉吗 江苗坦言 我在公司一点权力没有 说实话 跨不跨掉 对我没有多大影响 我的经济来源 也不是直指着江氏分红 况且 我对他 真的没什么感情 他的意思 他不想参与到 家庭纷争里面来 虽然几个侄子里 江赫宇的关系 和他最亲近 江赫宇没再说话 他把手边的茶杯 送到唇边 茶已经冷了 味道不再浓郁 他嗅了几下 一口喝光 茶杯放下后 他轻轻笑着 小郭 我不会勉强你 只是如果哪天 他们向你提出 同样的请求 我希望你选择我 江苗也笑了 他道 我会考虑的 这次回去 我和你姑父商量一下 江赫宇皱眉 这是咱们家的事 你和他商量什么 江苗 好歹你也结婚了 夫妻之间 事情当然要商量着来做了 这叫尊重 江赫宇一叶 商量 没有 他的字典里 没有这两个字 他要做什么决定 根本不需要问 任何人的意见 况且 他的妻子岑岑 他们怎么商量 难道他要问他 自己该不该买 小姑的股份吗 他想象不出来 他会如何回答 因为在他心里 花莱是 完全脱离于 他的事业圈子的 他只是一个 服侍他的名义上的妻子而已 是另一个家庭的可怜虫 江苗看江赫宇的反应 就知道 他从来没有和直戏商量过 他笑着叹了一口气 但我还是希望 咱们家庭和睦 江赫宇对他的期望 不置可否 走吧 爷爷在家等着你呢 出了餐厅 二人间的气氛又恢复如常 好像之前包厢里的谈判 从未来过一般 江苗推着江赫宇 好吧 感觉晚上要吃不下了 江赫宇 那可不行 晚上这顿家宴 是专门为你接风洗尘的 大家都会来 你要是不吃 爷爷要生气了 江苗夸张地叹了口气 其实我挺不喜欢这种场合的 我这几个嫂子 一个二个跟细精似的 里面当然包括梁红英 江赫宇笑而不语 汽车开回江宅 佣人们早就站在门外候着 车一停 大家围了上来 纷纷问好梁红英笑音音地迎上来 哎呦苗苗啊 你都多久没回来了 想死我了 快进去 把刚睡好午觉起来 在大厅呢 江苗也是一脸的笑 他挽着梁红英的手腕 轻腻地靠上去 大嫂 我看你精神气质比之前好多了 是不是娶了儿媳妇心花怒放 越活越少女了 梁红英面色一僵 极力从容 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佣人把江苗的行李 从车厢里取出来 要给他放到房间 江苗看了一眼 叫住佣人 五嫂 那袋子不是我的 五嫂 对不起大小姐 我看在行李箱旁边 以为是一起的 江赫宇过来 朝五嫂伸了手 给我吧 是茵茵的 江苗好奇地凑过来 是什么 给他买的礼物 江赫宇直言 不是 是他自己买的衣服 梁红英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不是上学去了吗 怎么还去买衣服了 难道去学校只是个幌子 不好好学习 就跑去逛街 江赫宇知道 他妈是看花来什么都不顺眼的 哪怕花来这两件衣服 加起来还不够他的一个小零头 他难得护了花来一次 不是你说的 女人就爱买买买吗 梁红英当着江苗的面 没有结枪 只是说 你就惯着他吧 江苗摇着梁红英的手臂 大嫂 会疼老婆的 才是好男人 你儿子护老婆的样子 真的好迷人啊 梁红英故意翻了个白眼 他都这么大了 你这个做小姑的 还是这么护着他 生怕他吃一点亏啊 第32章 新来的丫头 两人说说笑笑地 进了大厅 江苗离家有大半年 免不得和家人 一番寒暄问候 江赫宇回了自己房间 小静像往常一样 要跟过来照顾他 被他拒绝了 看小静落寞地 转身退到门口 江赫宇想起昨晚 花来以为小静 曾经陪他睡的事来 他便又叫住他 等一下 小静原本正失落 现在脸上扶起洗衣 少爷 江赫宇 你以后就不要进我房间了 屋里的事 有少奶奶 洗衣端饭清洁 让张姐和吴姐来做 小静一慌 少爷 你要辞退我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求您 别 江赫宇抬手止住 那哀求的声音 让薛伯重新在家里 给你安排试做 小静从静江家起 就留在江赫宇身边 对他又有那样的心思 自然是不愿意 再去别处的 他差点就挤出泪来 大少爷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您告诉我 江赫宇有些不耐烦了 你如果还想在这个家待下去 就去找薛伯 出去吧 小静苦着一张脸退出来 没走两步 迎面遇上江淼 江淼看他 这梨花带雨的样子 嘖嘖了两声 问道 这是怎么了 被赫宇骂了 小静连忙抹了泪 拼命地摇着头 江淼 那你莫名其妙地哭什么 江淼在这个家待的时间不多 小静对他算不上熟悉 但知道他是比较好说话的 他现在委屈极了 忍不住到我一直照顾少爷的 他刚才说 以后不要我进房间了 江淼不以为然 你当然不能进他房间了 小静 可是少爷一直是 江淼看小静这一脸不甘的样子 算是瞧出来了 这丫头心思不纯 他说 贺宇都结婚了 哪有还让别的女人 在他房间乱窜的道理 你在江家这么久 不会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吧 你不懂没关系 贺宇他懂 小静看江淼也不是个善茬 知道自己这是哭错了山门 便低头道 我知道了 花来放了学来到老地方 拉开车门正要往里钻 嗨 一个坐在江贺宇旁边的 美艳动人的陌生女人 探过身来朝他笑着挥了挥手 花来一愣 你 他把探寻的目光 放在江贺宇脸上 这女人看起来比江贺宇大不了两岁 和他挨得极近 十分亲密 江贺宇看了一眼花来 叫小姑 花来恍然大悟 心里恍然大悟 他这才坐进来乖巧礼貌 小姑好 江淼笑着说 真这么小呢 我看你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过来 还以为是个高中生呢 江贺宇脸上有隐隐的笑意 花来脸一红 他以为江贺宇去参加家宴了 没想到又回来等他 他这次的设计作业 今天被选到学校合作的一个展厅做了展览 心情自然愉悦 来的路上跑得是有些欢快 没想到却被人有心捕捉近眼里 花来 小姑 我二十一了 您怎么也来了 贺宇说 您从英国过来 肯定挺累的吧 在家睡一会没有 江淼夸道 音音你长得真水灵 我不困 好久没回来 太激动了 而且要第一次见我这只席 我哪里睡得着 贺宇 你真是好福气 你看人家音音多体贴 会心疼人 花来脸更红了 他不过是随口一问候罢了 哪里就心疼人了 但他心里觉得有些舒坦 他来江家这么久 就将尼森和江淼 让他没有紧绷感 花来看着江贺宇 我们现在是去吃饭吗 他原本以为自己是不用去的 江贺宇嗚了一声 花来有些犹豫 我要不要先回去换件衣服 他平日是不注重穿着打扮的 但是今天要见江贺宇的家人们 他担心自己穿得太寒沉 扫了江贺宇的面子 到时候又要被梁红英奚落 江贺宇 不用 说着他一抬手 花来还没反应过来 头绳就被大手解开 他的马尾散下来 落在肩上 你花来失措 用手捂着头 江贺宇把他耳边的碎发 给他拨弄到耳后憋起来 这样就行了 江淼投笑 贺宇 你还是有些手段在身上的 被长辈打去 花来窘地低下了头 江淼见好就收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盒子 隔着江贺宇递到花来面前 盈盈 这是小姑给你的见面礼 你看看喜不喜欢 花来没想到 江淼会给他见面礼 他作为晚辈 却什么都没准备 他看着江贺宇 不知道这礼物该不该收 毕竟他这辈子收礼物的次数 屈指可数 江淼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没回来 现在给你补上 你别生小姑的气哦 花来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小姑您严重了 江贺宇接过那盒子 递给花来 小姑给你的 你就大方收下 花来这才收下 谢谢小姑 江淼 打开看看 喜不喜欢 花来觉得 当着别人的面拆礼物不好 但江淼这么说 他就不能推辞了 他打开这精美华贵的盒子 里面 躺着一条项链 花来眼中 献起惊喜之色 好漂亮 谢谢小姑 我很喜欢 他的开心不是装的 他惊喜的 不是这项链的价值 而是他的款式和做工 这比他之前 见过的那些实物 图片 都惊艳太多了 他小心翼翼地 捧起项链细细地看 这是一条适合 年轻人戴的项链 没有吊坠 乍看是比较普通的 不过是些链条 和配饰穿插链接 但细看就会发现 每一环的链条 都有极其细致的纹路 而且镶嵌了极细的钻 在有光的地方 他立马一一声辉 他开心的有些失礼 江赫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给江苗解释了一句 他学珠宝设计的 江苗长长地哦了一声 给花来介绍 那看来我真挑对了 这条项链不算值钱 但是是手工制作 大师之手 花来把项链 小心翼翼地收进盒子 谢谢小姑 江苗手一挥 可 没事 你要喜欢 下次我再给你买说着 又想到什么 哦 轮不到我买 这是贺宇的事 两人闲聊到了预定的酒店 花来推着江赫 与往预定的包厢走 还没到门口 遇上江家另外三弟兄 一起过来 江源几兄弟 远远地给江苗打招呼 齐刷刷地叫 小姑 江苗笑着回应 小元 小豪 小白 你们也到了 花来静静地立在一旁 等他们寒暄 江源和江苗抱了一下分开 看着花来笑着对江贺宇说 大哥 这是你新换的丫头 比以前那个 看起来可爱多了 第三十三章 发怒 花来站在江赫宇背后 没能看到他的脸色有多难看 但他知道 不管江源是有意还是无意 江赫宇听了这话 一定不会高兴 虽然他认为自己只是江赫宇的假妻子 但在外人面前 他们始终是要扮演两夫妻 他有些后悔 今天穿得有些朴素 他知道自己给江赫宇丢脸了 江赫宇没有发作 江苗这个长辈 杨装责怪地拍了江源一巴掌 你这小子 大嫂都不认识了 江源一脸歉意 连忙笑着对花来说 唉 这就是我们大嫂啊 瞧我这眼神 真是对不住了 江赫宇声音冷冷 微微侧头给花来介绍 江源 花来挤出一个笑 对着江源点了一下头 你好 江恒和江玉白也过来打招呼 因为江源刚才的话 加上江赫宇对待他们三人冷淡的态度 花来便对几人都没什么好印象 花来很少经历这样的场合 他这些年跟着秦素芝 为了生存活的艰辛 哪里有什么人际交往的经验 他现在只觉得局促不安 却要竭力装的镇顶 进了包厢 江赫宇的二叔三叔一家也到了 花来更觉得惶恐 明明是因为江淼回国才有的家宴 现在却感觉大家都在等他一般 他见过各位长辈后 便安静地坐在江赫宇旁边 一言不发 梁红英对他这完全拿不上台面的样子 极其看不上眼 却也不便发作 花来默不作声 别人却不肯放过他 二婶说 音音这孩子真是朴素 连个首饰都不带 一看就是节俭惯了 大嫂 你真是好福气 有这么个会持家的儿媳妇 不像我 小白订的那下家的那位丫头 昨天来我家里 聊了几句 说刚从法国订了一个包 就花了三十多万 那口气 跟买大白菜似的 梁红英当然知道 她是故意奚落显白 她一面恨花来 不会收拾自己 让自己丢了脸面 一面又明白一致对外的道理 她笑着接到 音音还在上学 心思都在学业上 再说 学校也不是攀比的地方 你说是不是 二婶 大嫂说的是 音音的同学肯定想不到 这平平无奇的丫头 身家过亿呢 二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 暗暗叫着静 江淼见凤打岔 大嫂 这只身衣服真好看 我好喜欢这种中式风格呀 你在哪里订的 带我去 梁红英这才赚了一丝喜色 抛下二婶对江淼道 是我认识的一个老财缝 得提前预约的 我明天带你去梁尺寸 江淼 这儿扣是配套一起的吗 搭着看起来好温婉啊 梁红英看了一眼花来 不是不是 这是英英帮我搭的 江淼夸道 英英就是眼巧 审美真的好好 她是专业生 眼光就是不一样 和大嫂一比 我感觉自己 真是雍之俗粉了 几句话说得梁红英 心里乐开了花 花来听着各位打着太极 艰难地吃了一顿饭 回到江家大宅 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居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之前还觉得 这房间沉闷压抑 现在却觉得 这只有自己和江贺宇的 一方天地 简直太自由自在了 趁江贺宇去洗澡 她大啦啦地仰躺在床上 回想着今天见过的 这一系列的人 越想越觉得疲累 这好端端的一家子人 却全都各怀心思 面和心不和 花来翻了个身 只盼着两年到了江贺宇 赶紧放她走 她好去追寻 属于自己的生活 想到江贺宇 她又想到另一件事 便立马翻身起床 从抽屉里 把江尼森的书找出来 她听浴室水流声 哗哗作响 江贺宇光罗着背对着她 她朝那背影喊了一声 我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说着便拿着书出去了 小静经过江贺宇的房间 见房门虚眼 往里探了一下头 听见江贺宇的喊声 毛巾拿来 小静没看到花来 江贺宇又喊了一声 毛巾 小静便进了房间 取了浴巾递给江贺宇 江贺宇听到动静 不满地念了一声 磨磨蹭蹭 在干什么 小静没敢说话 这沉默反倒引得江贺宇 侧头看她 这一看 她整个动作都僵住 脸上瞬间起了寒意 少爷 我 江贺宇把浴巾搭在下腹处 把春光都遮掩干净 岑音音呢 小静低声道 我不知道 我听到大少爷要毛巾 没看到少奶奶 我便进来了大少爷 我扶你出去吧 江贺宇眉头皱得紧 去把岑音音给我找来 还有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不是随便说说的 小静 我 还不去 小静跑出了房间 委屈的眼泪哗哗地往下躺 跑到大厅的时候 她被划来一把拉住 小静 你怎么了 小静眼泪流得更加汹涌 盈盈 花来 到底怎么了 哭得这么难过 小静 少爷少爷 让我以后不要再进她的房间 说 不要我再照顾她了 以前不一直都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小静摇着头 少爷说 她有了你 就不要我照顾了 花来闻言 心想这江贺宇也不算眼下 还知道自己是有福之夫 需要避嫌 她小声安慰道 你别难过了 你知道我早晚要走的 到时候还不是你对不对 别哭了 我跟你说了 她说她不想看到我 还把我送去学校 我不在的时候 总要人照顾她 你别难过了 我去和她说 小静觉得 花来说得在里 渐渐止住哭声 少爷要你进去 花来又安慰了她几声 才匆匆去了房间 推开门 她就看见江贺宇 浑身湿答答地坐在那里 目光不善地看着她 她的声音和眼神一样冰冷 去哪里了 花来掩了门朝她走去 就出去了一下 她刚走进江贺宇 手里的手机就盯了一声 是信息进来的声音 江贺宇冷冷地盯着花来的脸 轻松地把手机夺了过去 点亮了屏幕 上面是一条消息提示 你有一条来自江尼森的信息 花来还没反应过来 她的手机就被狠狠地砸向地面 她看到有碎片飞出来 第34章 你越界了 花来被吓得一抖 不明白江贺宇 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 就因为自己晚来了几分钟 她真的太喜怒无常了 你又怎么了 江贺宇顾不上自己的发烧 还在滴水 她一把捏住花来的手腕 把她拽向自己 恶狠狠地说 你还在和她联系 我说的话 你压根不放在心上是吗 不管用是吗 花来吃疼 却正脱不开 只能忍着 你在说什么 江贺宇 还在给我装傻 我洗个澡的时间 你都要和她发信息 都要跑出去见面是吗 怎么同病相连 很有共同语言 花来这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江尼森给她回消息了 花来一字一句地说 我只是去还书 她不在 我发信息告诉她一声罢了 江贺宇眼眸微收 你要还书正大光明的还不行 偏偏要背着我去还 你还说你心里没鬼 花来 我说了 是你自己没听见 江贺宇 别以为我抓不到你的证据 你就怎么说都行 花来仰头把泪憋回去 然后看着江贺宇 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信任 江贺宇太喜怒无常了 她对她没有像对秦宿之那样的耐心 但是为了学业 为了钱 她一直都承受着 江贺宇 那也要你值得我信 所以我 一点都不值得你信 江贺宇不想再争辩 她把浴巾扔到花来身上 吹头发 花来捡起浴巾去亮好 给她吹干头发 才找来衣服给她穿上 江贺宇躺在床上的时候 花来才去捡起地上的手机 已经破得不成样子 她摁了半天开机键 一点反应都没有 她心疼不已 这手机才买三个月不到 是她省吃俭用作兼职挣的钱 哪怕江贺宇给了她一张黑卡 但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富有阔绰过 也不能了随意去刷她的卡 她清楚自己的身份 花来把手机收进书包 准备有空的时候拿去修理 睡觉的时候 花来裹着自己的被子 背对着江贺宇 两久之后 她听到背后命令的声音 过来 花来没有动 她想起自己昨晚头怀送抱的可怜样 以及刚才江贺宇不分青红皂白 就摔了她手机的愤怒 就觉得很讽刺 自己怎么能对这个冷冰冰的人 心怀奢望呢 过来 江贺宇的声音加大 说明她已经在克制情绪 花来转过身 却并未移动 而是同样冷冰冰地说 我为什么要过来 她已经看出来了 江贺宇喜欢抱着她睡觉 她现在讨厌她 为什么要让她如意 她现在不想委屈求全 江贺宇 我叫你过来 花来缩在她的手够不着的地方 挑衅地看着她 你想抱我 有条件 江贺宇面气薄怒 我想抱你 岑音音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花来又俐落地背过身去 不想算了 我睡了 明年早上有课 她关了自己床头的灯 她知道江贺宇有的是办法治她 但是现在她就是够不着她 她就是想放肆 几分钟后 背后那人发出了悠悠的声音 什么条件 花来心里哼了一声 又转过身来 看着江贺宇 我要去看我养母 一周最少三次 江贺宇没想到 她会提这样的条件 周运告诉过她 花来好几年前 就从养母身边回到岑家了 没想到感情还这么深 她对亲生父母 反倒好像没什么感情 可以 不超过一个小时 和以前的日夜陪伴比起来 一个小时真的太少太少了 但好过没有 花来知足了 花来计划过了 等秦素芝出了院 她就找个理由 送她去疗养院 一周看她三次 足够她找借口编谎言 骗秦素芝了 等两年 自己和江贺宇离了婚 再找机会给她解释 这一切为了秦素芝 她连嫁给一个 没见过面的人都愿意 被人抱一抱 又算什么呢 花来 好 她能看到 江贺宇的眉心舒展了一些 或许她心里真的有障碍吧 所以才会需要抱着一个 自己看不顺眼的女人睡 她伸展出自己的长臂 她碰到 江贺宇明显不满意 手臂一收 花来不仅靠了过去 身上的被子 也被一把扯开抽走 然后另一床 带着男人体温的被子 附在她的身上 江贺宇用警告的眼神 看着花来 我们是两口子 你是我老婆 也就只有我 同意和你讲这样的条件 花来心里 翻了八百个白眼 也就只有你 会对老婆整天大呼小叫 花来 不用我提醒你吧 我们是假夫妻 江贺宇冷哼一声 假夫妻 结婚证可是真的 还是说 你想做真夫妻 我下面不行 别的地方可是能动的 要不要试试 她一边说 一边把另一只手 探进被窝 花来还没反应过来 就觉得腰上一紧 她就紧紧地 贴上那滚烫的男性身体 你放手 花来双手 抵在自己和江贺宇之间 可怜无助地 撑出一小方天地 江贺宇看着她红嫩的脸 额头靠过去 抵着她的耳朵低声道 哪怕我下面不能动 我同样能让你要死要活 花来只觉得 那声音像一把烙铁 烫得她无所适从 又像一颗毒药 让她面红耳赤 动弹不得 她的思绪不受控制地 胡乱想着 她这些年雇着读书和打工 每次有男生向她示爱追求 她永远都是冷冰冰地 不感兴趣 把别人打发 对男女之间那点甜蜜 她不清楚 也不向往 有一次 她躺在宿舍的床上 悠哉悠哉地看书 隔壁床的白雪 传给她一段视频 坏笑着说好东西 要和姐妹一起分享 还特意提醒她 带着耳机看 花莱不明所以 却也听话地找来耳机 视频点开 一对年轻的黑人男女 吻得激烈投入 女人的衣服 被猛烈地撕扯抛开 那等级 和她往日看的那些 亲亲我我的电视剧 是绝对不一样的 花莱一下子明白过来 阿德叫了一声 连忙把手机吸屏了 白雪听到动静 捧着肚子 快笑叉气了 然后给她发消息 你都二十岁了 还什么都不懂 别以后上战场了 吃亏丢人 快学习学习 那视频就像一颗 有毒的种子 花莱第一反应是 马上销毁 但后来又有些好奇 她缩在被窝 看了那段三分钟的视频 感觉视觉受到了 极大的冲击 那时候她觉得 亲吻是那么的美好 可是和姓连起来 原始地让她觉得丑陋 接下来的几天 她都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她感觉自己的眼睛 脏了这件事 被白雪取笑了很久 花莱看过江贺雨的裸体 自然也看过她那里 黑乎乎的一团 她觉得那东西真丑 她对男女之事 一丁点憧憬都没有 现在江贺雨紧紧地抱着她 贴着她 好听的声音 在她耳边轻缓炸开 她觉得 男人好像 也不是很讨厌了 江贺雨的呼吸 打在她的耳边 那薄唇 好像下一秒 就要落在她的肌肤上一般 花莱紧紧地握着拳头 悄无声息地吞了吞口水 低声说 江贺雨 你越界了 第35章 老公 江贺雨轻笑了一声 左手松开 松了禁锢 花莱便赶紧逃开了一些 江贺雨 你不能这样耍流氓 我耍流氓 你一次次地和我讲条件 才是耍流氓吧 岑音音 我还没看出来 你这么会拿捏人 我才没有 江贺雨没有在接话 她轻轻地拢了拢手臂 调整了一个更为舒服的姿势 江贺雨的声音软了许多 但仍然带着警告 岑音音 我说 让你不要和别的男人勾三打四 不是说着玩玩的 我说的话 你要给我记在心里 花莱的脸 隔着布料 贴在江贺雨的胸前 嗡声嗡气地说 江贺雨 你的脾气真的很差 花莱觉得 再这样下去 自己早晚要被江贺雨 弄得精神分裂的 她一会儿对她恶语相向 一会儿又像很离不开她的样子 要紧紧依偎着 才肯罢休 第二天是周末 花莱早起装乖半巧了半天 终于哄得江贺雨 答应她 当天就去医院看秦素芝 这次秦素芝是清醒的 她的绷带还没拆 看到花莱过来 激动地流着眼泪 话却说不利索 花莱忍着泪 替她擦了泪 还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 坐在病床边 给她讲学习的事 她说 妈 最近学业很重 有家企业来学校校招 看了我的设计作品后 挑中了我 他们提前和我签了协议 我闲时要去他们公司实习 毕业后有五年的合同 秦素芝嘴唇如动 花莱看得出她想说什么 妈 这个学习机会不错 而且公司很大方 预知了五年的工资 给我 您放心在医院治病 咱们不差钱了 而且啊 那真的是个大公司 有些同学想去还去不了呢 都是系里的老师和人家 讲了咱们家的事 公司又看中了我的作品 才同意提前支付工资的 而且现在 每个月还会给我发生活费 妈 您什么都不要想 我现在能照顾你了 花莱知道 自己不解释清楚 这医药费的来源 秦素芝是不会安心的 她编了这样一个 还算遮掩的过去的谎言 希望能骗过这几年 反正秦素芝腿脚不变 是不可能去公司找她的 她有把握不穿帮 秦素芝也知道 自己现在是个累赘 拖累了花莱 两母女一样 都不想让对方担心 明明很心疼对方 却都表现成心情酷朗的样子 花莱轻轻叹了口气 就是现在有课业 没课的时候 还要去公司 没有很多时间来陪您 我保证 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的妈妈 您不要怪我 想我了 就给我打电话发短信 我看到就会回你 秦素芝点点头 去去吧 花莱知道她的意思 她叮嘱道 你宽心在这里休养 钱的是我已经解决的 你安心养病 我才能放心地上学工作 好不好 秦素芝缠着纱布的手 轻轻地勾着花莱 母女二十年的默契 自然懂得对方的意思 花莱从病房出来 又去找医生聊了一会儿 才擦干泪去了车库 她坐进后排 赵领神色凝重地转身 把手机递给她 少奶奶 大少爷要你接电话 嗯 接电话 花莱疑惑地接过手机 发现电话还在通话界面 通话时长是18分24秒 她之前听过江赫宇和别人讲电话 除非是工作 其他的不会超过一分钟 她实在太息自如今了 花莱不明所以 把手机贴到耳朵边上 喂 陈音音 你敢关机 花莱听到江赫宇 这心诗问罪的声音就头疼 她总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 她如实回答 手机坏了 怎么会江赫宇意识到什么 改口道 坏了 你不去买吗 我没给你钱 花莱 知道了 你找我做什么 江赫宇 一个小时到了 还在外面磨蹭什么 花莱当然知道时间到了 她也不气 反正江赫宇 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朝她发飙 马上就回来 花莱把手机还给了赵领 她回到江赫宇的房间的时候 男人正在电脑桌前凝神工作 我回来了 见她近来 江赫宇也只抬头看了她一眼 什么也没说 继续工作 刚才追的那班警 现在却是一点不着急 花莱走过去 帮她续了咖啡 发现旁边阳台的桌上 放着一部崭新的手机 还带着外包装盒子 她拿起来看了看 和江赫宇的是同款 只是颜色不同 这部明显是女款 她眉目展开 拿着手机朝江赫宇晃了晃 给我的 江赫宇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没说话 花莱明显是欣喜的 谢谢 她没必要和江赫宇客气 花莱找来自己的旧手机 把电话卡换到新手机里 一边操作一边说 可惜有些号码是存在手机上的 现在找不回来了 江赫宇置下鼠标 偏头道 陈音音 你别阴阳怪气 得寸进尺 花莱今天见了秦素枝 心情不错 她朝江赫宇吐了个舌头 侧身故意背对着她 继续摆弄新手机 我哪有 那粉嫩的舌尖 书弟出现在江赫宇的视线 又瞬间不见 还伴随着可爱的笑颜 让她有些神情恍惚 心神荡漾 她皱着眉 沉声命令 陈音音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小动作 花莱不以为然 怎么了 你管得可太宽了 江赫宇 你要再敢对着男人伸舌头 我就给你割掉 花莱紧闭着嘴 还咬紧了唇 她相信江赫宇 绝对不只是说说而已 花莱把各种账号 都登录以后 侧头问江赫 与你的号码多少 她原本是 记在之前的手机上的 不过现在手机坏了 号码自然是看不到了 江赫宇声音沉沉 你记不住我的号码 花莱 需要记住吗 她只记得秦素枝的号码 江赫宇原本想发作 但又什么都没说 还掩齐息鼓地 把自己的号码抱了一遍 花莱一边念一边按 139啊 江赫宇 你 她把号码输进去 屏幕上跳出老公两个字 着实烫着了她的眼睛 一秒钟她就反应过来 这是江赫宇自己提前存进去的 你怎么这么幼稚 江赫宇背对着她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 你要敢敢 你就死定了 花莱看着那两个字 这也太她的脸颊 微微红着 两个人 不是要从朋友 再变成男女朋友 然后才有老公老婆吗 老公这个称谓 对她来说就是从小白一下子就到三来 怎么 难道我不是 我们指挥法律上的 怎么 国家给你认证的 你都敢不放在眼里 你这是要挑战法律 第36章 计量 花莱闭了嘴 自己着实没有和江赫宇争辩的必要 这个手机比她之前买的那个800块的 不知道好多少倍 按键反应敏捷 屏幕清晰 内存空间也大 她摆弄了半天 叫了一声 江赫宇 看我 江赫宇应声侧头过来 咔嚓 手机发出拍照的声音 江赫宇的眉头瞬间起得褶皱 你做什么 花莱看着照片点评 挺上镜的 要是笑一笑 就更好看了 江赫宇 过来 花莱听她语气冰冷 猜想自己又是出了她的逆铃 毕竟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拍照 她缓缓拿起手机 挡住自己半张脸讨好 我马上山 江赫宇不一 过来 花莱只得站起来 磨磨蹭蹭地移过去 还有半米的距离时 江赫宇长臂一身 她便被拉扯过去 扑到她的怀里 花莱只来得及惊呼一声 便被那有力的双手一滴溜 坐到了男人的大腿上 江赫宇轻扯嘴角 顺走花莱手里的手机 看这脸 花莱条件反射看过去 又是咔嚓一声 花莱的新手机 有了第二张照片 是他们的合影 花莱反应过来 她推了江赫宇一把 急忙从她的怀里站起了 小脸通红埋怨 你好幼稚啊 江赫宇好争以下 你拍我就不幼稚 我拍你就不行 花莱夺过手机 哪有你这样的 哪有你这样 一声不响 把人圈在怀里拍照的 江赫宇看她神情 就知道她在打开巷子 你要赶删了 你就死定了 花莱停下手里的动作 看向她 有些挑衅 不好意思 我已经删了 江赫宇哼了一声 那就重拍 说着就要伸手去拉她 花莱转身就跑 江赫宇空着轮椅跟了过去 这个房间的构造 本来就是专门 根据江赫宇的情况改造的 她即使在轮椅上 也能畅通无阻 花莱看江赫宇 竟然真的跟了上来 她眉毛一弯 蹬掉鞋子 跳到床上去了 他们的床宽两米二 花莱站在一头 江赫宇是无论如何 都够不着的 花莱和江赫 与朝夕相处这么多天 早就把她当成 一个熟视的人对待 追逐之间 她只当自己在和朋友嬉戏 竟忽略了江赫宇 腿脚不变 花莱今天心情是真的好 竟有些得意忘形了 你够不着 花莱把手机背到身后 站在床的边缘 江赫宇在床的另一头 她的脸垮了下来 动作也停了 花莱这才意识到 玩过了头 江赫宇看着花莱 声音落寞 岑音音 你欺负我站不起来是吗 花莱垂下手 眼气息鼓 不是 我 江赫宇定定地看着她 连你都这样欺负我 谁都可以欺负我 花莱跪下来 朝江赫宇爬去 小声道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江赫宇没再说话 她看着她 她像一只犯错的小猫一般 小心翼翼地爬过来 恳请她的原谅 她觉得受用极了 花莱爬到她跟前的床檐 跪坐起来 观察着她的神色 酝酿着道歉的话 江赫宇的眼神 和情愫之太像了 是难过 自弃 落寞 自我怀疑 复杂得很 看得花莱心里 突然难受得紧 她眨了眨眼睛 歪头去找她的目光 讨好般地说 我没有删 你看 她把手机递到江赫宇面前 屏幕上的二人 那般亲密 江赫宇没有看手机 仍旧目光幽深地看着花莱 一言不发 花莱又说 你要吃水果吗 我去给你拿 江赫宇没说话 甜点 我回来的时候 看小姑和张姐在厨房做甜点 你要吗 江赫宇还是看着她 花莱暗暗叹了口气 发怒的江赫宇她见过 她知道怎么应付 但现在这样 沉默得有些可怜的男人 她真的有些束手无策 江赫宇一直看着花莱 看她爬向自己 讨好自己 神色紧张认真 让她有些出神 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不对 不是女孩子可爱 是花莱 是她很可爱 她之前蹦蹦跳跳的样子 才是属于她这个年龄 该有的样子吧 却被一场交易 束缚在了这里 江赫宇心里有些陌生 却亢奋的情绪 她招花莱开口 你过来 花莱犯了错 听话的又朝她挪了挪位置 江胡 你抱抱我 就在花莱本能的 要惊讶要拒绝的时候 江赫宇又开口了 我好难受 你抱抱我 花莱便没法拒绝 她自己犯错在先 是她让江赫宇再一次自我怀疑 而且 江赫宇也曾赐予她这样的拥抱 她靠过来 双手还着江赫宇宽阔的背 身体轻轻地贴着她 一副十足安慰人的样子 但她太晓知 江赫宇像条大狼狗一般 躲在她的怀里 二人的姿势有些滑稽可笑 因为隔着床檐的缘故 她和大狼狗中间隔了好大的缝隙 江赫宇心满意足 把手从花莱的手臂里抽出来 反抱着她 她一只手向下 移到花莱的臀部 稍一用力 就把人从床上 抬送到自己大腿上 花莱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跨坐在江赫宇的大腿上了 这样的姿势 让她脸红心跳 心里觉得羞耻不已 她刚一动 想要拉开距离 江赫宇落寞的声音 在她耳边缓缓响起 腿断了 爷爷把我从公司叫回了家 江源顶贴了我的位置 你也看到了 江源有多嚣张 学青说了 我这腿 好不了了 我这一辈子 都要在轮椅上呈音一 我是个废人 什么都给不了你 你就当我自私 陪我两年 等你毕业了 我给你准备嫁妆 你想嫁给谁都可以 花莱哪里见过这样的江赫宇 她现在比江赫宇还慌 心里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自己看她腿脚不便 故意跳上床躲塌 哪里会有现在这么多事 江赫宇平日的凶暴 都是她的面皮 因为她要用这种粗暴的方式 让别人不敢小瞧她 看她现在说的这堆话 就知道她内心深处 有多自卑了 花莱太懂这种感受了 她回报住江赫宇安慰她 你别灰心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你这么年轻 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第37章 缓和 江赫宇把头惬意地靠在她肩上 悠然自得地呼吸着她的发香 声音却还是那么可怜 我自己的腿 我最清楚 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站不起来 只能做个废人 你不必安慰我 花莱 没事的没事的 就算真的站不起来也没关系 你看霍金 人家站不起来 而且身体状况比你糟多了 但你看看她的成就 有几个站着的人能比过她 对不对 江赫宇苦笑 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霍金 却有无数个摊子 我摊了以后 我爸立马找来了江尼森 连我妈这么讨厌她的人 都容许她住在家里你说 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不过适去行尸走肉而已 花莱拼命地找着安慰人的话 你别这么说 你已经比别人好太多了 你看 你还有在认真工作 家里也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怎么会没有价值呢 江赫宇觉得自己已经入戏了 她苦哈哈地说 喜欢我 连我妈和爷爷对我都大不如前 还有谁会喜欢我 相信你也知道 我以前的未婚妻 在我瘫痪以后 直接取消了婚约 花莱 就小姑就很喜欢你啊 爷爷也很包容你 而且小静也喜欢你 江赫宇抬起头看着花莱 你没疑问 小静喜欢我 花莱认真的点点头 对啊 人家照顾你那么多年 难道你没有发现 江赫宇满脸厌恶神色 看来她真的是在这里呆腻了 谁允许她喜欢我的 花莱发现自己 好像说错了话 连忙找不 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年 怎么会不喜欢 就是养一条狗 也会有感情吧 江赫宇 你说我是狗 花莱感觉自己越说越错 没有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江赫宇好像不太关心这个 问道 那你呢 花莱 我也不是狗 江赫宇不满地说 我不是说这个 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我 花莱失色 啊 我 我没有想过 江赫宇满脸失望 又把花莱搂紧怀里 悠悠地说 你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我对你这么凶 又站不起来 不能带给你做女人的幸福 你讨厌我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喜欢我 我答应你 两年后 我就放你走 你原本就应该和那些健康的男人在一起 但是这两年 你绝对不允许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这两年 你是我的我 花莱想起曾经情愫之一边摔东西 一边让他滚回亲生父母身边的场景 他知道 那个想要被爱的人 赶你走失的声音越大 越是想要你留下来 花莱声音温软 让自己尽量看起来真诚 你别这样 我保证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其实你看起来凶 心地还是挺好的 我没有讨厌你 江赫宇觉得 抱着这么个娇小的人 心里真是满足极了 他一点点的套着花莱的话 想要把他彻底占为己有 但他也知道适可而止 他主动松开花莱 好了 我没事 花莱真的觉得 现在的江赫宇可怜极了 一脸的强颜欢笑 花莱摸了摸他的头安抚他 你已经比很多人活得幸运多了 别自暴自弃 最起码他不用为了钱妥协这一点 就甩掉不知道多少人 江赫宇抓住发顶的小手握在手里 挤出一个笑容 谢谢你 一声谢谢 听得花莱有些瑟瑟发抖 江赫宇今天真是太反常了 他更加自责 都怪自己刚才的反应 对他造成的伤害太深 他任他抓住手 我去给你拿甜点 甜的吃了 心情会好一点的 江赫宇微微点了点头 松了手 花莱小心翼翼地从他身上退了下去 然后才轻轻地出了房门 门咔哒一声和尚 江赫宇的表情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他看着自己刚才拉过花莱小手的手掌 嘴角是玩味得逞的笑 这丫头实在是涉事未深 不懂人心复杂 太好骗了 花莱端着甜点进来的时候 江赫宇专心地等在阳台的桌子旁 提拉米苏是小姑做的 他把好看的甜点摆在江赫宇面前 江赫宇拿起勺子 咬了一小勺放进嘴里 我很少吃甜点 涉糖过多 对身体不好 花莱有些自责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以后我会注意的 江赫宇笑了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你吃一点吗 花莱摆了摆手 我不用了 之前吃得很饱 江赫宇又挖了一勺 送到花莱嘴边 你太瘦了 要多吃点东西 花莱有些失措 江赫宇今天反常的 让他有些无法适应 他现在居然为他吃东西 而且还是用他吃过的勺子 这男女共用一个勺子 也太暧昧了一些 花莱神思还在游离 江赫宇眉心轻重 你嫌弃我 花莱一口咬住那勺子 没有江赫宇 这才松弛的表情 花莱战战兢兢的 又被江赫宇喂了好几口 花莱 现在有没有感觉 心情好一点 江赫宇差点没反应过来 他这话的意思 愣了一秒才想起 花莱说过 吃了甜点心情会好 他伸手 把他挂在唇边的白色奶油 轻轻地蹭掉 好多了 这真是个好方法 不过不能经常用 花莱心里欣喜 又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保持心情愉快就行了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江赫宇看似赞同地点了点头 两人分食完一份甜点 花莱感觉他们的关系 拉近了许多 家里的人都发现了 他们关系的变化 下午的饭桌上 江赫宇不再像之前那样 满脸冷若冰霜 他神色轻松 甚至给花莱加了一次菜 还旁若无人地说 我记得你好像喜欢吃这个 上次你加了好几次 花莱经得差点把筷子掉到地上 毕竟梁红英那杀人般的目光 已经盯在了他的脸上 而且自己哪里就爱吃了 上次的确是多加了几筷子 那是因为那盘菜离他最近 远得他够不着 也不好意思伸长手臂去而已 不过江赫宇的细心 还是让他很感动 他看了一眼江赫宇 轻声道 谢谢 江淼香看八卦一样 一双眼睛围着两人低溜溜地转 泽泽 瞧你们这你浓我浓的样子 真是甜得我酷鼻 看来我们小语还是会心疼人的嘛 只是很少这样表现出来 茵茵 你也有福气呢 花莱脸更红了 制止的话竟有些娇称的意味 小姑别取笑我了 江淼哈哈一笑 是了是了 新婚夫妻 恩爱一点是应该的 花莱窘迫极了 恨不得把头埋在桌子底下去 江中国和乐呵呵地笑 小语是男人 就是要懂得心疼人 他觉得 一定是自己之前 给江赫宇说的话起了作用 花莱是极其不自在的 江赫宇却像事不关己一样 自顾自吃饭 自顾自给花莱加菜 第38章 鸳鸯玉 花莱的书桌 设在了江赫宇办公桌的对面 两张桌子拼接在一起 中间就隔着两台电脑屏 花莱咬着指头想创意的时候 眼睛不由自主地 落在对面的男人脸上 花莱之前的生活中 没有见过像江赫 与这般好看的男人 下恶陷明显 猴杰突出 我梗修长立体 就算不看脸 也能让淮春姑娘脸红心跳 可能老天是公平的吧 给了他这么好看的脸 这么富有的家世 偏偏不给他能直立行走的腿 花莱神思越飘越远 好看吗 花莱回过神 啊 江赫宇 看这么认真 作业做完了 花莱看着面前 还是一片空白的屏幕 整了整坐姿 心虚地说 还没有 江赫宇绕过来 坐在他旁边 看了看他的电脑 又看了看他 一笔没动 还在这里走神 你说你成绩好 不会是骗我的吧 花莱偷看被人抓包 现在连人眼睛都不敢正视 他抢编道 我在思考 这个又不是想画就能画出来的 江赫宇 是吗 那我在旁边看着你思考 不然你又要开小差 花莱连忙拒绝 不用不用 你快去忙你的 刚才你的助理 不是送了好多资料来 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做 江赫宇双臂抱胸 好整以暇地看着花莱 那个不急 这个周处理就行 你的作业比较紧急 我放你去上学 可不是让你去混日子的 我正好检查一下你的能力 花莱看敢不走江赫宇 只得窃窃地看着他 他的大拇指 还习惯性地咬在唇里 你坐在旁边 我够撕不出来 他这副小猫一般讨巧的模样 让江赫宇有些心神荡漾 你是说 我打扰你了 没有没有 但你能不能先过去 江赫宇看他这可怜模样 决定大发慈悲 暂且放过他 他又慢慢地 往自己的位置划过去 你要是再不认真 就别去了 以后天天跟在我身边 端茶倒水 任你挑选 花莱知道 江赫宇说得出做得到 他样样地说 知道了 这学期必须把奖学金拿到 这有什么难的 反正奖学金 每学期都有自己的份 江赫宇过去后 花莱把自己的电脑屏 稍微换了个位置 侧对着男人 不对着那张袖色可参的脸 应该就不会分心了 江赫宇 周五我要去趟吴州 你陪我去 花莱 吴州 周五我有课 去不了 江赫宇 拒绝得这么快 你周五就早上一节课 别以为我不知道 可是 他早就计划好了 周五的空余时间多 他要去看秦宿之 他还盘算着十点法子 让江赫宇把探视时间 放长一点呢 可是什么 你不想陪我去 那你是想在家 看我妈的脸色了 花莱 也不是 江赫宇悠哉的转着笔 我只是通知你 可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花莱任命妥协 知道了 江赫宇对他的顺从很受用 他点了点头 快写作业 花莱深吸几口气 强迫自己神识归位 专心作业 他在这方面的确有天赋 没几分钟 他脑中就已经有了草图 开始专心设计 他认真的时候 神情是比较肃穆的 江赫宇看着他从严肃认真 慢慢到轻松自然 便猜得出 那丫头已经渐入佳境 他笑了一下 也开始埋头做自己的工作 两个小时后 花莱的脚尖轻轻点了一下桌子 他便乘着旋转座椅 向后滑了出去 途中还伸了身揽腰 扭了扭脖子 发出舒服的叹息声 江赫宇也放下鼠标 画完了 花莱的作品一气呵成 正有些得意忘形 听闻江赫宇的声音 才想起屋里还有一个人 他僵硬地收回动作 画完了 他又慢慢地踩着地毯 滑回书桌面前 一看时间 惊讶抬头 我忘记时间了 该按摩了 江赫宇关了电脑 不急 他是时间观念很强的人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他都有提前规划好 但是之前 看着埋头认真做事的花莱 他明知找到了他们计划的按摩时间 他还是没有打扰他 花莱觉得江赫宇 真是越来越好说话了 他脚尖点地 坐在椅子上 绕过桌子 滑向江赫宇 江赫宇看着他这怪异的姿势 拧眉问他 你干什么 花莱 我想试试 一直坐在这上面 是什么感受 江赫宇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苦笑一声 白痴 你不要试 这滋味不算好受 花莱认真的点点头 我感受到了 先去洗澡吗 江赫宇嗡了一声 花莱帮他脱衣服的时候 又有些脸红 之前他们关系如寒冰一般 花莱觉得自己帮赤身裸体的江赫宇洗走 不过是例行公事 倒也没有太过难堪 只是现在二人关系缓和 他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他把目光飘向别处 帮江赫宇包着衣裤 包完之后 他红着脸说 你能不能自己洗 江赫宇如今这么体谅他 一定会同意自己这个小小的恳求的 不能 花莱便苦着脸 不情不愿地嗡了一声 开了花洒的水 江赫宇偏头看着背后的人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陈茵茵 我再说一遍 你不能得寸进尺 花莱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声 知道了 江赫宇眼珠一转 忍着坏笑 我也帮你做件事 补偿你好不好 花莱一动着花洒 把江赫宇全身都交了个遍 什么补偿 江赫宇薄唇清土 我帮你洗 花莱一惊 条件反射般的双手抱住胸前 流氓 不要 江赫宇歪着头靠在座位上 不要就不要 真不懂情趣 情趣二字 在这种环境下 让花莱听出来别样的意味来 她脸红得更加厉害 她以前住学校宿舍的时候 听室友张纯说过 那些有点钱的富二代会玩得很 招数很多 一起洗澡算什么 更有肾的 群体轰趴之类 反正不堪想象 她看着面前极尽享受的江赫宇 脱口而出 你们以前这么玩 江赫宇你没 我们 谁 玩什么 花莱 你和你未婚妻一起喜愿洋育 第39章 金游 但看着花莱这涉事未深的样子 她没否认 也没辩解 只是说 你想知道 花莱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来 她连忙摇头 不行 就随便问问 江赫宇却不肯放过她 反正她退她就要劲的 她忍不住斗去的 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和她可不止一起洗澡这么简单 花莱脑里突然就炸出白雪 发给她的那个小视频 那个女人被轻的神魂颠倒 一脸享受 嘴里却叫着 Oh no Baby 花莱像是看到什么脏东西一般 抓起花洒开了水 对准江赫宇的脸 不要听 江赫宇被喷了一脸的水 捉弄人的念头 消散得一干二净 岑音音 你活腻了是不是 谁叫你满嘴脏话 江赫宇怒道 是你自己想的龌龊吧 花莱头脑里是想的龌龊 她撇了撇嘴 胡乱给江赫宇搓了搓好了 江赫宇发烧都滴着水 我看你还是服应的 花莱当没听见 反正自己能屈能伸 冲掉泡沫 花莱拿着吹风机 慢慢地给江赫宇吹着湿漉露的头发 江赫宇以前没注意 此刻用起心来感受 觉得那在她发领里穿插的小手 温柔细致 轻轻地抓着她的头发 扯着她的头皮 舒服极了 她抿着笑闭上了眼 摆出一副享受的滋味 她这两年 一直沉浸在复仇夺权里 强迫自己每天不停地工作 但手里掌管的 不过是几家拿不上台面的外地小公司而已 做得再好有什么用 那些小公司全部归拢过来 也不及江氏集团十分之一 她内心积压的力气 越来越厚重 花莱的到来打断了她的节奏 突然要她抱抱的花莱 让她的心突然就软护了下来 吹干头发 按照惯例 花莱要给她按摩 这一次她却按住她的手 你先去洗澡 花莱把袖子挽起来 把湿掉的袖口卷藏起来 没事 我先给你按摩 江赫宇 你先去洗 花莱看着江赫宇的眼神 不想惹她发脾气 便拉被子给江赫宇盖住腿 那你等我一下 我很快 你要看书吗 我给你拿过来 江赫宇 书桌上的杂志 好 花莱奔过去 捧着书过来 翻到上一次看到的位置 递到江赫宇手里 给你 江赫宇对她的细致很受用 花莱洗澡洗头吹头发 一阵忙碌出来 也不过才十五分钟的时间 她回到床上的时候 江赫宇的书还一夜未翻 见她过来 江赫宇把书放到床头柜 那边柜子里的精油 拿过来 花莱顺着江赫宇目光的方向看过去 她打开柜门 拿过一瓶全是外文的瓶子 问江赫宇 这个吗 嗯 花莱拿着精油回到床上 江赫宇 给我抹 给你抹 没听科医生说要抹这个呀 你不是说是精油吗 江赫宇 你是有十万个为什么吗 听话做你的就是了 花莱呕了一声 跪在江赫宇身侧 到了一些精油在手心 然后朝那双腿抹去 全都涂抹一遍后 又用力地按压吸收 等吸收得差不多了 又放轻力度 轻轻地按摩 按了一阵 江赫宇 背上也要 花莱皱着眉 甩着酸软的手腕 你一个大男人 涂背上做什么 江赫宇扫了花来眼 他便乖乖地闭了嘴 他把江赫宇翻了个面 让他趴在床上 然后举着瓶子 朝他背上挤了一滩精油 用手慢慢晕开 又细细地推拿起来 他开始是跪在江赫宇身侧的 操作了半天 觉得十分不顺手 便一屁股坐在了江赫宇的腿上 这样就宽敞多了 江赫宇只觉得身体一沉 腿部有了一点压力感 岑音 你怎么这么主动 坐到我身上来了 花莱自欺欺人 你腿不是没感觉吗 我当凳子失实 江赫宇音量加大了一些 我希望你下次说话的时候 注意一点 不要老师提醒我 我腿没用这件事 花莱回得爽快 好的 我会注意的 话虽这么说 他却一点要从人肉凳子上 下去的意思都没有 江赫宇腿没什么感知 背部却是敏感的 那一双手在他的背部往上 往下 按压 打圈 他全都感受到了 他贪恋这感觉 舍不得叫他住手 半个小时后 花莱又甩了甩手腕 好了吗 江赫宇是意犹未尽的 但他决定 今天暂且到此为止 好了 花莱从江赫宇身上滑下来 瘫倒在床 丝毫不遮掩地说 还真是个力气活 江赫宇伸手就把他搂过来 睡觉 花莱守备对着他 用手肘隔开两人的距离 不要不要 我先去洗手 温软的人儿 从江赫宇怀离开了 他看着落空的臂弯 心里怅然若失 花莱洗手出来 刚钻进被窝 就被江赫宇拉了过去 他的脸颊紧紧地贴着 他光裸的肌肤 花莱又要坐起来 我去给你找衣服 江赫宇把他拉回去 不让他再动 不穿 花莱脸一红 你这样很流氓 江赫宇 我这样和流氓有什么关系 花莱心想 难怪小金会喜欢他 不说别的 这个男人就这具身体 也能迷倒一大片姑娘的 花莱 你这样我不舒服 江赫宇坏笑 凑近他的耳朵 轻声说 你想要舒服 要什么样的舒服 花莱怀疑江赫宇在开黄枪 但他没有证据 他明明什么都没经历过 但就是能听懂江赫宇的言外之意 他转了个身背对着江赫宇 把自己红彤彤的脸藏起来 你别说话了 我困了 江赫宇紧了紧手臂 却难得的没命令他转过身来 花莱刚闭了眼睛没多久 感觉整着的那只手动了动 然后轻轻地抓起他 放在胸前的手 花莱缩了一下 睁开了眼 你做什么 江赫宇 给你捏捏 说着便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腕 另一只手轻柔地捏着他的手指关节 花莱是觉得挺舒服的 心里也暖哄哄的 但还是说 不用了 我没事 江赫宇 给你揉一揉 明天你才有力气 继续丢按摩 花莱感觉心里被扑了一盆冷水 他强硬地缩回自己的手 有些气囊 不要你管 第四十章 谈恋爱吗 江赫宇霸道惯了 他可不管花莱允不允许 只管强硬地扯过他的手捏着 花莱正脱不开 也就只能享受享受了 江赫宇 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花莱冷不防他会问出这样的话题 心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问你 你问这个做什么 江赫宇手下力道加重 痛得花莱压了一声 我是你老公 问你的情史天经地义 花莱 假的 江赫宇轻巧地就把花莱翻了个身 让他被迫 和自己面对这面 花莱看着眼前不着寸侣的男人 紧紧地闭上了眼 那我就把他变成真的 流氓 你自己说的 要放我走 反悔了 有没有 江赫宇稍一用力 花莱就贴向了他 没有没有 没有 江赫宇满意地松了手 江赫宇头脑一热 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话音一落 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 可能是和他待在一起 他感受到了二十多年 从来感受到的轻松自在 他让他放松 惬意 让他想要更多 江赫宇装着镇定 低头看着怀里的花莱 花莱声音有些发抖 你说什么 江赫宇破罐子破摔 声音坚定了许多 谈恋爱 花莱 我 江赫宇的额头抵过来 你不愿意 花莱 我 江赫宇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是不是我配不上你 因为我站不起来 不能像别的男朋友那样 抱你 背你 晴天开车带你去兜风 雨天为你撑伞 花莱伸手轻捂住他的唇 江赫宇 那你不愿意 花莱 我们不合适 江赫宇 哪里不合适 你是女人 我是男人 我们有结婚证 还睡一张床上 抱这么紧 还有哪里不合适 花莱不讨厌江赫宇 甚至接触越多 越发现他的可爱之处 他在旁人面前 是冷峻强硬的 在他面前 除了冷 怒 还会笑 会悲伤难过 会需要人安慰 他不讨厌他 也不介意他的腿 但他无法爽快答应 除了自己对江赫 与没有男女之情外 还有他们身份背景的悬殊 他们的家世 一个天上 一个泥沼 江赫宇 学亲给我说 谈恋爱会产生多巴胺 多巴胺会使人心情愉悦 岑音音 我想谈恋爱了 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 花莱一直不敢抬头 看江赫宇的眼睛 他怕自己在那目光中 缴械投降 毕竟这个男人 是很有魅力的 他如实答道 我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 我的家庭复杂 而且你妈妈 也不会愿意接受我的 江赫宇 把他额前的碎发拢开 低声温柔地说 傻丫头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他们同不同意 又有什么关系 我承认 之前和你结婚 我是迫于无奈 但是现在 我想真正地和你在一起啊 他们是结婚了 但花莱从来没有认为 自己是属于这个家的 他在这大房子里的身份 更像是江赫宇的女仆 而不是他的妻子 他是这样认为的 这房子里的很多人 也是这样认为的 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离开的 而且两个人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坦诚相待 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敢告诉江赫宇 怎么和他谈恋爱 江赫宇 我不会逼你 等你想好了 回答我就行了 那现在 我先预知一个吻 啊 吻 花莱还没反应过来 两片薄唇轻轻地印在他的额头 江赫宇看着怀中 如兽精小兔一般的人 心满意足 晚安 这两个字 让花莱如释重负 因为他代表着话题结束 这天以后 花莱感觉江赫宇 看自己的眼神变了 虽然还是会凶他吼他 但里面已经不再有含义了 他偶尔还会顶几句嘴 江赫宇也不见得 真的会责备他 这天放学后 花莱和班长一起往校外走 班长是要去外面的书店买书 花莱则是去那个路口上车 班长一边走一边 给花莱聊着 我发给你的那几家公司 你抽时间一定仔细看看 明年能去TM最好 要是去不了 提前有了准备 也不至于慌 你要知道 企业对实习生是比较包容的 实习生能有更多学习东西的机会 所以一定不要选错公司 花莱感激道 谢谢班长 班长 不用客气 你家里的情况大家都清楚 在这种条件下 你学习还这么优秀 我真的很佩服你 我想着你要照顾阿姨 没时间整理这些 我手里有现成的 就随手发你一份罢了 忏愧和感激混杂在花莱心头 但他却不好解释什么 班长 对了 前段时间你不在 我帮你申请了助学金 应该快发下来了 虽然只有几千块钱 但多少能抵一点用的 花莱惊讶不已 啊 助学金 班长 阿姨的病要花不少钱 你抗得太辛苦了 我看你最近上课 有时候在打瞌睡啊 是照顾阿姨没有休息好吗 花莱越发无地自容 她是没休息好 不过不是因为照顾妈妈 而是江河宇没完搂抱着她 要和她说话到很晚 花莱 助学金不要了吧 给其他有需要的的同学 我我有奖学金 一年也有不少钱 班长宽慰她 你心里不用有顾虑 你拿助学金 班里的同学不会有意见 花莱百口莫辩 正想着 要是某一天 同学们发现 领着学校贫困助学金的女同学 有个身家上亿的老公 会是何种唏嘘的时候 她的手机铃声响了 江河宇的来电有专属铃声 花莱听着这声音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就掏出了手机 班长眉头一皱 花莱这手机 价格七抵一万以上 她怎么可能会用得起这种手机 她不是爱慕虚荣的人 绝不可能使用山寨机的 更让她诧异的是 那屏幕上的来电备注 老公 第41章 玩物 花莱拿出手机要接 才想起班长还在边上 她便迟迟按不下那接通键 手紧紧地握着手机 垂了下来 班长拧没问她 花莱 你谈恋爱了 花莱慌乱中已经忽略掉 自己压根 就没有要向班长解释的义务 她只是拼命地摇着头 我没有 却不知 大拇指已经触摸到了接听键 班长 那这老公是谁 花莱支支吾吾 是 是我 花莱和班长 循着这凛冽的男婴回头 江赫宇正坐在劳斯莱斯上 目光阴冷地看着她 那车不知道跟了她多久 又是什么时候 悄无声息地停在她身后的 江赫宇那目光 让花莱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 仿佛初见时那般令人畏惧 班长看着这豪华的车 英俊的男人 花莱价值不菲的手机 和他躲闪的眼神 好像明白了什么 班长推了推眼镜 声音也冷了八度 助学金的是 我会和辅导员 申请更换给别的有需要的同学的 说完背着书包大步走了 花莱想追上去解释 却被江赫宇喝住 站住 花莱声声停住脚步 上车 花莱看着班长匆匆离去的背影 无奈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她现在只想打个电话 拜托班长 不要把自己的事告诉别的同学 她不想让关心她的同学失望 但是现在 她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她的举动 一定会进一步惹恼江赫宇 这将得不偿失 江赫宇盯着花莱 你们聊得很开心 聊得什么 她温柔的时候 她真的觉得自己 可以在这个人面前为所欲为 但她一旦发怒 连江中国看了都摇头 花莱垂着头不说话 就江赫宇的战友欲 现在自己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但那个人 却不会就此放过她 说话 你哑巴了 花莱手捏成拳头 小心翼翼地抬头看着她 班长说发了几个公司的招聘信息给我 我明年就要出去实习 江赫宇怒火更重 我是养不起你吗 谁让你出去工作了 花莱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江赫宇 她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不配工作 只能在家照顾你 是吗 江赫明明知道不是 她欣赏的 绝不是像个庸人一样 贴在她身边 仰望她依附她的女性 但是看着花莱和班长 亲密地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样子 她就是觉得怒火中烧 是 花莱把头转向一边 看着窗外 如果江赫宇这样认为的话 那他们就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他们的思想不共通 他们不是一路人 昨天晚上她说的那些话 原本还让她有一点因你想法 但是现在 全都荡然无存了 原来他们真的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可能希望她的另一半 像梁红英一样 只管贤富在家 做个酷太太就行 可是她花莱 做不到 岑音音 你可别忘了 你去学校的时候 答应过我是吗 花莱把眼泪忍回肚里 为了勤诉之 为了那已经花出去的几十万 她没法激烈地 在江赫宇面前争取人权 更没法硬气地 说出脱离江家的话来 自己大概只是 她的一件玩物罢了 花莱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这一天 二人的话又极其的少了 两人的关系 又像恢复到初见的时候 冰冷 顺从 这一次 不管江赫宇如何刁难花莱 她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全都沉了下来 这更让江赫宇火大 到了睡觉的时候 她气得 把身体扭向另一边 花莱看她这样子 心里倒没什么波澜 反倒有些窃喜 今晚不用交作业了 她乐得自在 也背对着她 疲倦地睡去 睡了不知道多久 她被饶醒 是旁边的人 又把她拉进了怀里 紧紧地鼓着她 头埋在她的耳边 声音清醒万分 又十分低沉 你要听话 花莱半梦半醒 在那怀里拱了拱 不到几秒又睡沉过去 花莱第二天 在学校见到班长 那时候 老师已经到了教室 班长身边 也为了不少同学 在和她说话 她找不到机会 和班长说话 忐忑不安地 挨到上午的课上完 她才堵住了她 把她带到 稍微僻静的地方 班长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看着花莱没有说话 等着她坦白的样子 花莱犹豫了半天 还是开了口 这件事 我没法解释太多 我很感激你和其他同学 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之所以 隐瞒自己现在的情况 是不想大家失望 也不想大家 对我有过多的 揣测你能不能 先不要告诉大家 班长叹了口气 其实我早该觉得不对的 虽然可能其他同学不知道 但我作为班长 知道你已经在学籍档案上 改了名字 你在这种时候换了信 自然是有原因的 之前我确实是愤怒 大家为你捐款 把助学金名额让给你 但这一切 还抵不过你的一部手机 但是后来我想过了 这起码证明 你妈妈的医药费 是有着落了的 你可以心无旁骛地继续学业 这是好事 我们应该为你高兴 你的事 我不会和任何人说 但是我不敢保证 别的同学不会发现 花莱感激地看着班长 谢谢你 班长 那个人我去网上查了查 没什么不好的新闻 曾经还是个不错的商业奇才 他们家旗下的公司那么多 花莱抓住机会 花莱想到 昨天江鹤雨的话 心里憋着一股劲 我不想靠别人 班长 傻子 你别太理想话了 你自身有能力 别人才会让你靠的 你有这个资源 就别浪费了 你只有变得很强大 更强大 才能保护你要保护的人 花莱点点头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班长 和班长解释清楚以后 花莱觉得整个人豁然开朗了 他步履轻快地回到江家 心情在看到江鹤雨的时候 又黯然起来 他像往常一样放下书包 淡淡地报告 我回来了 江鹤雨在办公桌前 像没听见一般 头也没抬花莱 也没在意 拉开自己的椅子 准备完成今天的功课 却看见桌子上 放着一张招聘广告纸 The Moonlight 第四十二章 老板娘 能把东西放到他桌上的 只能有江鹤雨一个人 他看着对面的江鹤雨 忍住心中的雀跃 这什么意思 江鹤雨头也没抬 声音淡淡 你不是要找实习工作吗 花莱心头已经乐开了花 这种公司 我哪里进得去 每年在我们学校 就招一两个人 江鹤雨不以为然 我说你进得去 你就进得去 花莱有些惊讶地 看着江鹤雨这笃定的语气 你塞钱了 多少钱 江鹤雨像看傻子一般 看着花莱 我说岑音音 你嫁给我 都不打听一下我的背景吗 花莱心想 自己哪里来得及 打探他的背景 当初自己不过是 看了一眼相片 就被送过来了 他叹了口气 没有花钱 那就是你的人脉 谢谢你 但是 我不会走后门的 江鹤雨 你过来 花莱挪到江鹤雨旁边 江鹤雨在电脑上 输入江鹤雨三个字 进入词条 一只手压着花莱的 迫使他盯着屏幕 另一只手滑动鼠标 看清楚了 这个公司 是你老公的 花莱这下 真的是惊呆了 他只知道 TM公司在国内 是知名的设计公司 是很多同学的向往 但他的确 从来没有关注过 他关于实习职位以外的 任何信息 花莱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江鹤雨 又看了看屏幕上的照片 反复对比 真的是你的啊 江鹤雨情着笑 点了点头 你什么时候想去 我给周运说一声 花莱摇摇头 这还是走后门 江鹤雨醋梅 这TM叫什么走后门 这是我的公司 就是你的公司 我是老板 你是老板娘 去自己家公司 叫走后门 你到底小学毕业了没有 理解能力这么差 花莱一面兴奋 另一面又惶恐 我没有这个能力 江鹤雨难得沉住气 苦口婆心地说 你有资源 你要懂得利用 不是每个老板 都必须要从基层做起的 那一级一级的声 不得做到猴年马月啊 江鹤雨真搞不懂 曾启文那样的夫妇 怎么会交出 曾茵茵这样的女儿 这价值观 完全就是相反的 花莱 我没那个能力 跟不上团队步伐 别的同事也会嫉妒 会排挤我的 这不怪她小心翼翼 她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地走过来的 从来没有 得到过什么捷径 江鹤雨 有人敢排挤老板娘 那你把她开了 不就得了 花莱一急 那怎么行 职场中不能这么任性 江鹤雨拉了她一把 让她坐到自己腿上 那个令说 反正你也不是现在就要去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有任何想法 需求 直接找我 不要去找别的男人 要是我都办不到 别人更不可能办到 你知不知道 从向江尼森借书 到和班长一起走路 花莱就看出来 江鹤雨是真的不喜欢 看到她和任何男性 有接触 为了避免再和江鹤雨 一起争执 花莱决定 以后还是 尽量不要挑战她的情绪 花莱点了点头 江鹤雨 今年的实习生招聘计划 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真的想识自己的能力 出个作品 到时候 我混在其他学生的作品里给设计部 你觉得怎么样 花莱感激地看着江鹤雨 谢谢 江鹤雨 要是录取了呢 花莱 我看过公司历年的入选作品 只要你不放水 我又把握自己 今年选不上 江鹤雨笑着摇头 你这莫名其妙的自信 真的是 花莱 我知道自己还需要提升 我会努力的 到了明年 我希望自己凭实力选上 江鹤雨没再说什么 你要加油 我江鹤雨不娶傻子 花莱小脸一红 就要从他身上下去 江鹤雨却不放手 花莱垂着头 我今天的作业还没做 江鹤雨 我之前给你说的是 你要考虑 我耐心不多 花莱 我知道了 江鹤雨这才放了手 花莱心情舒畅 今天的作业做得也很顺手 做完作业 花莱推着江鹤雨出来 准备去花园走走 在大厅遇上喜气洋洋的梁红英 他手里捧着着一个大盒子 看见二人 顾不上像花莱白脸色 朝江鹤雨洋了洋手里的东西 是曼一托人从国外带过来 说是专门给咱们的礼物 江鹤雨神色微变 但没搭理 就鼻腔嗡了一声 梁红英 儿子 你也过来 看看曼一给我带的是什么 江鹤雨还没拒绝 她的好妻子 已经推着她 跟着梁红英往沙发去了 花莱像的透明人一样 静悄悄地立在一旁 看梁红英拆着包装 呀 是化妆品啊 鹤雨 这可是法国原装的 限量发售 国内可买不到 曼一一直都是如此贴心 江鹤雨看着梁红英对董曼一和花莱 完全不同的两幅面孔 忍不住言语道 你又不认识法文 你怎么知道是限量发售 梁红英嗨呀一声 耐心地给她解释 所以说 你不懂吗 你看这个编号 008 这种带编号的 都是限量的 你妈不认识法文 又不是不认识图 你真是的 说着瞟了花来一眼 这种东西啊 你经常买 自然就知道怎么去看了 不过这种限量的东西 不是谁都有资格拿到的 有钱都不行 江鹤雨就要往外走 你慢慢欣赏吧 梁红英叫住她 哎 等一下等一下 曼一也给你带了礼物的 还有家里其他人都有 她从大盒子里 拿了好几个盒子出来 每个盒子上都有标签 她挑出一个 写着鹤雨的地给她 江鹤雨没接 脸色也不太好 梁红英像看不见似的 曼一真是个好丫头 从小到大 不管去哪里都念着你 总要给你带礼物 对了 上次她送给你的那条领带 怎么没见你带过 舍不得用啊 第四十三章 朱欣 梁红英对董曼一的偏爱 是毫不掩饰的 甚至有些故意说 给花莱听的意思 她不管面前的两个人 爱不爱听 自顾自说 快打开看看 看这次曼一给你买了什么 江鹤雨没动 花莱替她伸过手 把盒子接过来 语气里有几分 带着收了礼物的雀跃 这盒子好精美 里面的东西 一定也很珍贵 鹤雨 我帮你打开 江鹤雨还没制止 花莱已经蹲在她身边 打开了盒子 好漂亮 你戴一下 我觉得和你很大 你试试看 花莱把一块男士手表 举到江鹤雨面前 眼睛亮亮地看着她 还满脸期待 江鹤雨有些气恼 这花莱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这董曼一和她曾经是什么关系 她到底有没有危机感 她是生怕自己的老公 和别的女人扯不上关系吗 花莱自顾自拉起江鹤雨的手 要帮她把表戴上 董小姐不愧是名门闺秀 眼光就是 江鹤雨手一挥 花莱的手被甩到一边 还一下子跌坐在地 她手里的手表也飞了出去 哐当一声落到地板上 江鹤雨怒眉喝道 岑鹰音 你在做什么 梁红音也站起来 指着花莱恶声道 岑鹰音 你一天能做好什么事 我让你嫁进来 是让你照顾鹤雨的 不是让你气她的 你妈到底是怎么教你的 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不过说来也是 你们家能教出什么样的女儿 江鹤雨直接划着轮椅出去了 梁红音看着儿子的背影 月嫁生气 你的死丫头 鹤雨让你去上学 给你钱花 你一点不知道感激 还一天敬给她添赌 你知不知道 以前她和漫一 在一起的时候 有多开心 花来的拳头捏得紧紧的 她受得了梁红音看不起她 把她老是拿着和董漫一做对比 但她受不了别人说 她妈妈的一点不是 她慢慢地从地上起来 弯腰捡起手表 仔细地翻看 这昂贵的手表 还是有贵的道理 这么摔一下 竟没有半点划痕 她一言不发地 把手表装进盒子盖好 一整个忍气吞声的样子 梁红音更加气愤 我真不知道 我当初怎么眼瞎选上了你 放你进了门 你看看 你浑身上下 有哪点是彼得上曼衣 花来抬头一下 脸上是梁红音 从来没有见过的亲面 那 你怎么不娶她进门呢 梁红音万万没想到 花来竟然敢顶嘴 而且还敢故意问出这种问题 梁红音瞪大眼睛 你 花来下把羔羊 我什么 人家不要你的儿子 你还一个件的网上贴 妈 不是我说 你这样做 也太掉范了 梁红音实在有些不敢置信 花来敢这样 和她说话 岑音音 我可真是没看出来 你在贺宇面前 装的一副忍气吞声 楚楚可怜的样子 背后居然 居然谁给你的胆子 哗来哼了一声 谁说我一定要忍气吞声 任你拿捏 我这辈子是看过不少人的眼色 但是 我不想看你的 梁红音气得胸膛起伏 岑音音 你你你信不信 我让贺宇马上和你离婚 把你赶出江家 花来一脸惊讶 啊 和我离婚 那我说着 她脸色一转 笑着说 那我就真的要跪下 谢谢您的大恩大德了 梁红音噎得说不出话来 花来慢悠悠的说 你也不看看 你自己儿子是个什么样子 懂曼音为什么和他退婚 你自己心里 没点数吗 我要不是为了钱 你以为我会嫁给他 臭丫头 嘴居然这么硬 梁红音扬起手 啪的一声 花来脸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 她被打得偏过头去 嫩白的脸颊 瞬间红成一片 花来伸手捂着脸 继续挑衅 怎么 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恼怒成羞 梁红音咬牙切齿 岑音音 你可真行 之前真是我瞎了眼 今天 我就要教教你规矩 话音未落 她又扬起手 就要往花来脸上继续招呼 这次却被花来轻巧地握住了手腕 而且 力道还不小 花来 你要教我 你先自己好好去学学才是 她一把摔下梁红音的手 把手里的表扔到茶几上 你可真是不了解你儿子 抛弃过他的人 他不恨也就罢了 怎么可能会因为 他示好几次 就重新接纳他 我劝你 你别白费力气了 说着转身就走 刚走一步 他又转身 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我忘记了 你还有一个儿子 你这么喜欢懂漫衣 让他嫁给你的小儿子好了 他看不上江赫宇这种残废 江尼森这种活蹦弯跳的 说不定他还是有兴趣的 这样 他还是能叫你一声婆婆的 你说对不对 不就是朱星吗 他相信 这一次梁红音一定比他气愤得多 梁红音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他气得一时找不到该怎么回队 花来已经出去了 另一边柱子后的小镜 悄悄地收起了自己的手机 花来在花园的梁亭找到江赫宇 他正促着眉闭着眼 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 花来放轻脚步走过去 站在他身后 抬手温柔地替他按着太阳穴 舒缓疲劳 江赫宇眼睛没睁开 但伸手把花来的手扶开了 花来也不恼 又伸手去给他按 江赫宇又把他的手打开 如此反复几次 江赫宇终于没有再拒绝他的嗜好 按了片刻 花来弯腰轻声问 你要不要吃点水果 我去拿 江赫宇没有任何回应 花来 那我去拿了 你等我一下 说着就要走 哪只一转身 手腕就被轮椅上的人握住 花来停下来 转身过来蹲在江赫宇身边 一双眼里全是自责 对不起 江赫宇原本是仰靠在椅背上的 他一睁眼 看到花来的脸 立马坐起身勾过来 你脸怎么了 那被巴掌狠狠呼过的脸 现在不仅红 还有些肿 花来伸手捂住脸 目光躲闪 没怎么 你要吃什么 江赫宇拿开他的手 那脸颊的五指印明显 我妈打你了 花来仍旧低着头 声音嘀嘀 没有 妈怎么可能打我 第四十四章 冰夫 江赫宇捏着他的手 这个家除了他会打你 还能有谁 你还不说实话 花来 是我不懂事 惹他生气 他是长辈 教训我也是应该的 江赫宇拉着他 就往屋里走 花来知道他要做什么 连忙走到他面前 堵着轮椅 贺宇 贺宇 不要 你别为了我 和马起争执 他只是太关心你了 江赫宇抬头看他 陈音音 你怎么这么傻 你好歹是大学生 难道你要做那种 在婆婆面前 低声下气的儿媳妇吗 他今天打你 你不反抗 以后他就会越发放肆 花来用力稳住轮椅 不让他前进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那是你妈 我以后 不要再惹他不高兴就是了 江赫宇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这个家里 他一个人装横惯了 我爸让了他一辈子 花来 我真的没事 你不要去找他 不然我家在中间 更难做人 江赫宇总算放弃了 他拉着花来的手 以后你少和他接触 花来 我知道了 江赫宇 回去吧 冰敷一下 好 江赫宇把花来送到自己房间 你等着 我去取冰块 花来连忙站起来 哪里有让你去取的道理 我自己去就行了 江赫宇拉住他的手 听话 坐好 花来听他口气不容拒绝 便没再推辞 江赫宇可能是第一次主动为别人做这种事 他竟然觉得心情愉悦 到了厨房 发现梁红英和江淼都在 两人一人端着个杯子 靠在吧台正悠闲地聊着天 江赫宇原本还是和颜月色的脸 瞬间就垮了下来 他停在门口 冷冰冰地说 妈 给我取点冰块 梁红英一边取冰块一边说 拿冰块做什么呀 儿子 江赫宇冷哼一声 你儿媳妇挨了打 脸肿的老高呢 我得给他敷一敷 江淼站直身体 挨了打 谁敢打你老婆 贺宇 到底怎么回事 江赫宇 你问我妈 梁红英地冰块的手顿在半空 心情也立马降了温 贺宇 我是打了他 怎么 小蹄子还去告状了 你还不知道他怎么说话的 他说你 江赫宇拿过冰块 他什么样子我当然知道 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妈 不是我说你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 爸爸为什么会有江尼森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性格 梁红英不敢置信地看着江赫宇 你指责我 你为了那个臭丫头 这么和你妈说话 说着 他眼里擒着泪水 转头看向江淼 淼淼 你管管他 才结婚几天 就为了那么个女的 和我这么顶嘴 江淼站过来 伸手接过装冰块的盘子 好了好了 一家人 大嫂 赫宇知道心疼人 这是好事 她把你当自己人 才这么口无遮拦的 你自己儿子 你还不清楚吗 赫宇 这是你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和他说话 不管他做什么说什么 他最爱的人永远是你 你小子 可不能往他心里捅刀子 走 我去看看音音 江赫宇一言不发地走了 江淼挽着梁红英的手臂安慰 大嫂 我说这赫宇和大哥年轻时 可真是一模一样 护老婆护得紧得很 我还记得你们 谈恋爱的时候 大哥天天往你家跑 你知道吧 那个性格 一辈子大男子主意 为此不知道骂过哥多少次 我哥这人 平时不言不语的 那时候天天和老爷子干仗 干完赔礼道歉 第二天依旧往你家里跑 我看赫宇这护老婆的样 完全就是遗传的 梁红英和江磊当年是很恩爱的 不过都是往事了 别提你哥 他后来做那些事 江苗 大家都有犯错的时候 这件事的确是大哥错了 他对不起你 我打听过了 他和那女的 也就那次的事 早就没有往来了 他这些年在想尽办法弥补你 你别怪我有私心 他是我大哥 我希望你要给他个机会 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梁红英想到江磊 心情黯然 江苗 大嫂你想开一点 我先去看看这小丫头 晚辈有做错的 咱们教育就是了 动手可真的是你的不对了 我先去看看她 晚点你带我出去逛街 江苗看到花来的时候 着实吃了一惊 那小脸左右一对比 实在是肿得有些明显 江苗醋眉赶紧拿过毛巾 把冰块包起来 轻轻地给花来贴在脸上 天呐 大嫂下手则 音音是不是很痛 花来把冰袋接过来 谢谢小姑 看着江苗和江鹤 与关切心疼的眼神 花来有些后悔 她不是后悔自己 主动去赢了那一巴掌 把梁红英气的暴跳如雷 而是后悔自己这种举动 让旁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真是幼稚 江鹤宇 明天别去学校了 花来 为什么 江鹤宇一本正经 种这么高 难看 花来惊讶地微微张了口 啊 所以你是喜欢长得好看的 江鹤宇反问 不是女孩子都爱美吗 花来 我才不是 江苗笑着说 泽泽 新婚夫妻 腻外死了 花来脸一红 小姑 又打去我 第四十五章 初吻 出差是去别的城市 花来在江鹤宇的眼神警告下 总算挑了几条不那么廉价的裙子 江鹤宇 你说 你要去学校 川普诉一点我同意 这次是去出差 是工作 你是在顾虑什么 花来 你是不是觉得 我配不上你啊 江鹤宇朝他招招手 你不要乱说 你要记住 你是江家少奶奶 你老公有的是钱 你想怎么造都行 不要老是扣扣嗖嗖的 你这么漂亮 不要遮遮掩掩的 花来被他拉着手 眼睛亮光真的 江鹤宇认真地点点头 花来回到衣帽间 两分钟后手上 拿了四五条裙子出来 雀跃地说 我穿给你看看 你帮我挑挑 江鹤宇对他的态度 满意极了 乐意之至 这次我要去那边公司开会 要参加一场晚宴 公司你不想去 可以不去 晚宴得去 礼服我已经定了 你只管挑日常穿的戴着就行 如果衣橱没有你喜欢的 咱们再去买 你要嫌难得走 让他们把册子送到家里来也行 花来这个年纪 怎么可能不暧昧 他试了一条 齐西的蕾丝边的浅色裙子 江鹤宇嘴角弯起 好看 他又试了一条 紧陋脚踝的长裙 好看 还有一条挂脖长裙 好看 花来照着镜子 这条会不会太成熟了 江鹤宇 你是个成熟的女人 花来脸一红 别乱说话 还在学校象牙塔的女学生 可不能接受别人说 她是女人 她是女孩 花来又换了一条 黑色的西装裙 看起来很正式 却又把身材包裹得紧紧的 她一边走一边扯着裙边 怎么这么紧 还这么短 明明刚才看着不短的 江鹤宇 你乖要我看看 到时候上班了 是要穿正式一点 花来感觉怎么身体 都被束缚住一般 她还没走到江鹤宇跟前 却又扭头跑了 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 是啊 上班就要穿正式一点 我得穿双高跟鞋 江鹤宇盯着花来的背部 身皱着眉头 那正面看起来正是 简洁无比的裙子 后面的腰部居然是镂空的 那性感的腰肢 长长的背勾 在黑色布料下 若隐若现 散发出无尽的诱惑 江鹤宇还在发愣 花来已经穿了一双高跟鞋 踩着猫不过来了 我还不习惯穿高跟鞋 有时间一定要多练练 不然去了职场要闹笑话了 你看我姿势 是不是很别扭 那银色高跟鞋 配上那性感又静郁的西装裙 还有那因为脚下增高 不得不一扭一扭的臀部 看得江鹤宇心神荡漾 眼前这人 现在的形象和往常 是大象停静的 性感迷人 却又有些滑稽 你过来 江鹤宇朝他伸出手 花来把手地上 仍旧低着头看着地面 生怕自己摔倒一般 这些太高了 我挑了半天 这双是最低的 江鹤宇 回头我买双低一点的 好不好 江鹤宇 你想买什么都可以 不用给我报告 花来 我不会乱花 一句话还没说完 江鹤宇已经把他一把拉过去 在外的那截戏腰 坐到自己腿上 花来得惊啊了一声 慌忙中把手挂到他脖子上 还没起身 便被江鹤宇一手按住头 不让他动弹 另一只手 还在他腰间的皮肤上 缓慢移走 江鹤宇 你干什么 花来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裙子的确短又紧 花来现在这坐姿 裙子的边缘正慢慢地往上滑去 他无助地伸出手扯着 谁让你穿这么性感的衣服 以后这衣服 不许再穿了 花来也很后悔 你放手 我这就去脱了 江鹤宇手一抬 只听撕的一声 花来背后的隐形拉链 就开了一个口 花来只觉得背部一松 然后意识到 江鹤宇做了什么 他又急忙腾出手捂着胸口 担心那衣服掉下来 他羞愤不已 江鹤宇 江鹤宇试了些神志 手掐着花来的下巴 薄唇轻压过去 往那樱桃小唇上点了一下 音音 我那天给你说的是 你还没有回答我 花来就这样试了初吻 他现在已经乱了 不知道自己是该顾裙摆 还是胸前 或是嘴唇 回答我 江鹤宇双手捧着他的脸 迫使他看着自己 花来心中小鹿乱撞 整个人像是被抛进云端 无法思考 面对江鹤宇深情的眼睛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江鹤宇按住他的头 又送上一个吻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重 更长 更让花来颤抖 答应我 花来只觉得脸颊烫然 他没接过吻 他不知道原来男人的嘴唇 居然也这么软 还带有丝丝的甜 他身若闻吟 有些语无伦次 江鹤宇 你不要 我要 花来的唇 被牙齿轻轻地撕咬 片刻后 他微微张了嘴 木讷地接受着一切 不知道多了多久 江鹤宇终于松开了他 把他的额头抵在自己额上 低声哄道 傻丫头 别把自己憋死了 要呼吸啊 花来正在大口喘气 听到江鹤宇这样说 反而收敛起来 他觉得自己丢脸极了 我不会 没事 老公教你 嗯 花来的嘴唇 被损得娇艳欲滴 呼吸依旧急促 手更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江鹤宇好心引着他 把他的手搭在自己脖子上 他一只手轻压着他的背 另一只手拖着他的臀 花来挣扎一下 偏过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小声说 不要了 江鹤宇也气息不稳 他觉得身体燥热的慌 有什么东西想要逃出来 他替花来拉好拉链 决定现在暂且放过他 答应我了 是不是 他江鹤宇 想要什么东西得不到 偏偏这一次 他就是心甘情愿地去祈求 花来不好意思回答 江鹤宇 我会照顾你的 我会对你好 答应我 花来早就不讨厌江鹤宇了 反正自己已经是他妻子 顺便谈个恋爱 也不是不可以 他微微点了点头 江鹤宇一喜 你答应了 花来脸更红 没想到这种事 江鹤宇还要这样确认 只得又点了点头 江鹤宇醋眉 点头是什么意思 你说 是不是答应我了 花来一咬牙 是 是什么 答应你 答应我什么 花来修愤 江鹤宇 和我谈恋爱 做我老婆 花来 我知道了 江鹤宇脸上是声色的笑 老婆 花来娇怒 别这么叫 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磕着自己的腿 他往后挪了挪 低头往下看 什么东西 第四十六章 你要是喜欢 他低头一看 瞬间脸红的滴血 颤声到 江鹤宇 你不是 江鹤宇也低头看着 呼吸不稳 老婆 我可以的 花来 现在已经顾不上别的 他从江鹤宇身上滑下去 使劲地捏着那附近的腿 一边捏 一边抬头看江鹤宇的表情 兴奋地快 尖叫出声 这里呢 有没有感觉 这里呢 这里 有没有 他连着捏了好几个地方 江鹤宇却神色未变 缓慢地摇着头 花来泄气一般 跪坐下去 片刻后又坐起身 轻声安慰起江鹤宇 没事的 慢慢来 起码现在有些地方 已经有感知了 江鹤宇像看个白痴一样看着他 伸手把他拉起来 搂着他的腰 老婆 你关注的点是不是错了 他把花来扯向自己 低声在他耳边道 你老公可以 我们什么时候试试 花来猛地推了他一把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江鹤宇坏笑 去收行李吧 晚点要去机场了 出差也就去两天 没什么好收的 酒店什么都有 花来就带了两套换洗衣服 跟着江鹤宇 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到吴州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江鹤宇去公司开会 花来留在酒店 继续构私 这次要提交的作品 他躺在酒店宽大柔软的床上 面前摆着笔记本 看着超大落地窗外的风景 心情开阔 这个房间 比他曾经和秦宿之的家 大三倍都不止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会过上这种日子 他不是贪图富贵 他只是庆幸 自己暂且不用过那种 为了一百块钱都发愁的日子 他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要加倍地努力 早日凭自己的能力 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 花来把电脑拿到书桌前 开始反复地认真的 看这次作品的设计要求 这次的主题是 爱 爱这个字 对花来来说是奢侈的 他从小被遗弃 受尽白眼奚落 但他得到的那仅有的爱 却又是真挚无比的 秦宿之和他没有半分血缘关系 却无怨无悔地养了他十多年 在自己变成他的累赘的时候 又一次次地要把他推开 笔头都咬秃了 扔了四五张纸以后 他摊在了椅子上 他也不是毫无头绪 只是才有点轮廓 就觉得这达不到TM的标准 又乱笔涂掉 重新再来 天擦黑的时候 他顶着一头乱发 接到了来自老公的电话 花来扔下笔 如是重负一般 捧起手机扑到床上 你开完会了吗 有时候做人还是需要逃避的 现在自己是真的想不出创意了 江赫宇的声音柔和 从听筒里缓缓传出来 你在做什么 花来 想画图来着 但画不出来 我估计自己不行了 压力好大 江赫宇 放轻松一点 也就是试个水 明年你还有机会 花来干笑 你倒真是会安慰人啊 江赫宇不以为然 公司都是你的 你有什么压力 出来吃饭了 我让司机来接你 花来从床上腾起来好啊 他摸摸肚子 好像真的有点饿了 15分钟后 花来见到了江赫宇 他像着出龙的小鸟一样 加快脚步奔向他 江赫宇看见他的时候 也远远地伸出了手 大庭广众 花来有些害羞 但还是把手递上去 随即就被轻轻地捏住 怎么不去包厢 花来在江赫宇对面坐下 江赫宇在外用餐 一向都是裹在包厢里的 他刚开始坐轮椅的时候 出门在外遇见很多熟人 那些人难免对着他一阵唏嘘 有晚些 也有看笑话的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从来都指定包厢 免去那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周旋 江赫宇看着花来 这个位置挺好的 你看外面 花来转头看去 餐厅对面不远处 有个大广场 现在灯光璀璨耀眼 十分迷人 真好看 花来的确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地方 他这20年 为了活下来已经竭尽全力了 哪里有看美景的资格 更何况 他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他以前就算是想来当餐厅的服务生 也是不够格的 他的眼里同样盛满灯火 同样让江赫 语如他一般惊喜 是的 好看 吃饭 吃了带你去逛街 花来回过头 逛街 江赫宇 你不是说没灵感吗 吃了饭 我们去看看这里的专柜 也许你会有新的想法 也说不定 花来 好主意 他在课堂上看过不少珠宝 不过基本都是屏幕上或者书册上的 老师带到教室的也有 不过一个班三十多号人 也只是远远地看一看而已 他也是到了江家 才在提前为他准备的梳妆台上 摸到了几件真的首饰 眼前这个女孩 太容易被取悦了 江赫宇觉得心里满满的 他想给她更多 自己也想要更多 花来推着江赫宇 去了楼下珠宝层 他远远就TM的专柜 加快脚步奔过去 江赫宇侧头看他 你没提醒 岑音音 你超速了 花来眼睛放光 我有分寸 您请坐好 江赫宇是TM的老板 哪怕是贵姐 对这个年轻英俊的男人 都是认识的 更何况他坐在轮椅上 辨识度是这么的高 江总 您怎么来了 店长看见江赫宇 远远地就赢了出来 心里还不停地打着鼓 今天他刚和总部的人开过会 没听说过老板要来视察工作 难道这是搞突袭 江赫宇一点也没有往日的威严 他现在神色柔和 真真像一个陪着妻子 来挑首饰的丈夫 随便看看 你去忙你自己的就行 好好 店长虽然说着好 却更加摸不懂江赫宇的意图 谨慎地跟在两步之外 江赫宇侧头看着花来 盈盈 你去挑 看到喜欢的 让他们拿出来慢慢看 咱们不急 花来看到这一排排琳琅满目的珠宝 早就按捺不住了 他简单地答了一声好 就真的扔下江赫宇走了 背后的店长皱起了眉头 这个跟在老板旁边的女孩 看到珠宝两眼放光的贪婪样子 他见过太多太多的那些漂亮的女孩 身边大多跟着一个大富翩翩 或者秃头的油腻中年男人 他真没想到 自己的老板有天也会找这样一个女孩 难道他腿瘸了 眼也跟着瞎了 但他职业素养过硬 不仅没表露出一丝鄙夷 反而跟上前殷勤的介绍 这是上一季的新品 项链 耳坠 手链和戒指 是全套的 这是最后一套 已经被一位顾客预定了 暂时还没来取 花来伸出去的手盾在半空 又看看收回 他知道 没有女人喜欢别人碰自己的手势 江赫宇 你喜欢 拿出来 到旁边坐着慢慢看 花来连忙摆着手 不用了不用了 就这样看就很清楚 江赫宇 手势这种东西 看和摸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珠宝的质感和价值 不仅来自于他的样式款式 还有他的材质 二者相辅相成 才能彻底展现他的魅力 花来 但这是人家订了的 已经不是展示品了 江赫宇 只要还没付尾款 他就还是我的 他看了一眼店长 店长便心领神会 让人把全套取了出来 没有玻璃罩着 珠宝的光芒更加闪耀 花来终于接过江赫宇 递过来的手套 戴在手上 小心翼翼地 把项链捧了起来 店长在旁边做着介绍 这套珠宝的主题叫 only 代表着彼此都是独一无二 是一位男顾客 买来送给他的妻子 用作结婚礼物的 花来眼含笑意 看着江赫宇 真的很美 江赫宇 你要是喜欢 第47章 欧玉同学 店长心提到嗓子眼 这套珠宝就剩一套 别人已经交了定金 人家后天的婚礼 说的今晚就要来娶 他平日虽然没有接触过老板 但他的传说 还是听过不少 睿智 沉稳 狠利 果断 不管哪一种 都绝不是眼前这种 为了女人如初任性荒唐 花来看了江赫宇一眼 我就是看看 他怕他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 一直用眼神示意他闭嘴 江赫宇总算没有为难他 花来看得入迷 店长也提心吊胆 生怕他说出一句我喜欢来 他已经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姑娘 但凡说一个喜欢 老板一定会夺人所爱 到时候 老板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自己还要在吴州继续混 怎么挽回自己的口碑 一个导购引着一行顾客进来 轻声对店长说 雷姐 萧先生和萧太太来了 店长几倍一僵 买家来了 他虽然心惊 却还是立马摆出 职业清和的效应过去 萧先生 萧太太 你们来了 这边请 店长引着几位客人 往VIP会客区域走 想先避开江鹤与他们 你怎么在这里 一道熟悉的女孩的声音 引着花来抬起头 张纯 你怎么在这里 他立马窘迫起来 自己要怎么向张纯解释 自己穿着昂贵的裙子 出现在这珠宝店里 毕竟在张纯的认知里 以花来的条件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张纯 看了一眼旁边轮椅上的男人 满脸写着吃惊和疑惑 我陪表姐来取首饰 你 花来支支吾吾 我 江鹤与促起眉 他看出来 眼前这女生和花来是认识的 虽然他早知道 花来不希望别人知道 他已经结婚 但真的看到他要遮掩这件事 还是让他心里极其不舒服 旁边年轻的夫妇也站了过来 萧太太道 纯纯 你朋友啊 张纯点了点头 我是有 萧太太看着花来 随即又看向他面前桌上的首饰 眉头微微促起 现在头大的除了花来 估计就是店长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好 表情站到顾客旁边 正准备解释 萧太太 喂店长 这套首饰 好像 店长 萧太太 江赫与插嘴解释 萧先生 萧太太 你们好 实在抱歉 我太太喜欢这一套 就拿出来看了看 我听说你们的婚礼是后天 我让总部从别的店重新调货过来 明天亲自送到府上 保证不耽误你们的婚礼 张纯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轮椅上的英俊男人说 那个戴着手套 正在看珠宝的花来 是他的太太 花来明明今天早上 还在和他一个课堂上课 还是一个大学生 怎么现在就成了别人的太太了 萧先生也是生意人 仅一眼 他就能变出 江赫与绝非普通人 而且听他说话的口气 能看出 这人来头不小 他笑着说 好的东西 自然大家都喜欢 咱们太太的眼光 竟然如此一致 真是缘分 店长站过来陪笑 不好意思 萧先生 萧太太 刚准备和你们说这件事 这是我们公司的江总 江总已经给总部打了电话 咱们的货已经在路上 明天一定尽早送到 张纯感觉整个人都有些萌萌的 他没理解错的话 店长说 这个男人是TM的老板 那么 花来就是TM的老板娘 他明明前几天 给和大家吐槽 这么多同学 削尖了脑袋往TM挤 他压力好大来着 可真能装啊 可是 TM的老板娘 听起来好厉害啊 旁人说了什么 他听不进去了 他用沈氏的眼光 看着一直微微低着头 躲闪着他的花来 萧太太 纯纯 江太太居然是你同学 这真是太巧了 以前没听你提过 张纯回过神 哦那个 江赫与看着花来 笑着对旁人说 他还在上学 怕影响不好 结婚的事 并没有特意去宣扬 等他毕业的时候 一定会宴请同学 补办婚礼的 这位同学 还请你帮他保密啊 江赫与长得好看 笑起来更是像妖孽一般 张纯紧紧对视一眼 就微微红了脸 连忙点头 我理解我理解 我不会去乱说的 江赫与 等下去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首饰 当时我们夫妻的一点心意 张纯受宠若惊 不用了不用了 肖先生想盘江赫与这道关系 变道傻丫头 江总成心送你礼物 你拒绝就是不礼貌了 张纯有些不好意思 那好吧 谢谢江总 花来 我陪你去挑 张纯正好也有话问他 便随着花来走了 两人避开众人 张纯迫不及待地问花来 花来 你真的结婚了 他真的是你老公 花来不自在地点点头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瞒你们 张纯和花来 虽然曾经是一个宿舍的 但关系算不上很清静 张纯家境优渥 花钱大手大脚 有时候没用完的化妆品 买来穿着不喜欢的衣服 随手就会送给花来 他自己没当回事 花来却都记在心里 他觉得愧疚极了 别人如此帮助他 他却骗了别人 张纯像平日白雪一般 轻腻地挽着花来的手臂 你说什么呢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大家在学校谈的恋爱 还遮遮掩掩呢 更何况你是结婚 我完全理解 花来有些如释重负 真的不怪我吗 你们平时那么帮助我 张纯语气真诚 哎呀 同学之间互相帮助 不是应该的吗 更何况我们还是一间宿舍的呢 花来 谢谢 张纯看似开玩笑地说 不过说真的 你老公真的好有钱啊 你看你 平时还在我们面前抱怨工作的事 背后却不生不想做了老板娘 我不管 以后我要给你打工 花来最怕的就是这个 他就怕别人都觉得 自己是看上了江贺雨的钱 我也是才知道 这公司是他的 张纯雀跃地转了话题 他说送我首饰 是真的吧 花来连连点头 真的 你喜欢什么 我陪你去挑 张纯 那我不客气了 我正想要挑手链呢 送走张纯一行人 花来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真没想到 自己跑这么远 居然会遇见张纯 他真不知道 该怎么和同学 去说自己和江贺雨结婚的事 如果就这样说出来 总觉得有点炫耀的嫌疑 但是不说 往后这样的事 不知道还要遇到多少回 上次是班长 这次是张纯 下一次 又是谁呢 回酒店的车上 他一言不发 忧心忡忡 江贺雨侧头看他 难得没有为难他 第四十八章 继续 回到酒店 江贺雨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满地的纸团 他抬头看向花来 眸光中有些心疼 他才知道 花来说的 想不出设计稿 不是单纯的抱怨 花来连忙弯腰剪实 兴致仍旧不高 声音也淡淡 对不起 我马上收拾 江贺雨拉住他 你不需要给自己压力 他知道自己这么说 花来可能不爱听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 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花来只是恩了一声 收拾了地面 找来换洗的衣服 现在洗澡吗 江贺雨沉不住气 问他 你怪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公布你已婚的事 花来的样子 让他觉得失落 还忍不住有些薄怒 花来 我没有 江贺雨 那你从店里 回来到现在 笑过吗 花来心里压着是 哪里笑得出来 他把头微微别向一边 平白无故地笑什么 又不是傻子 江贺雨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你看着我 花来看了他一眼 又把目光偏移开 干嘛 江贺雨 你生气的时候 就是不看我 你还说你没有生气 花来不知道 江贺雨竟然有注意到 他有这种小动作 他的确是这样 如果对眼前这个人 有怨气 或者想避开他 他是不会指示 他的眼睛的 他突然觉得 心里那些烦恼 就这样被暖流取代了 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俯身 抱住江贺雨 把头懒懒地搭在他的肩上 江贺雨 江贺雨一愣 肩上靠着个奶猫一样的人 让他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刚才那一点点火气 瞬间灰飞烟灭 他长臂一览 花来被他拉进怀里 轻轻抱住 花来想告诉江贺雨 自己不是弃他在张纯面前 挑明自己已婚的事 而是忧心不知道怎么给他说 自己在同学们面前 一度是个穷到需要同学阶级的人 如果他告诉江贺 与自己穷到卖身救母 江贺雨势必会去看秦素枝 到时候 妈妈就会知道他 为了钱嫁人的事 他知道秦素枝有多敏感 如果他知道自己 为了救他嫁人 还是一个残疾人 他一定会伤心自责死的 可是江贺雨 难道要一直这样隐瞒下去吗 江贺雨 我根本不是什么大小贱 其实我 你不用对不起 你的绅士 不是你能选择的 曾家抛弃了你 我要你 以后我会好好待你 花来一惊 从那宽肩上抬起头 你知道 江贺雨 我之前调查过你的绅士 虽然曾家说的是 小时候把你弄丢 前几年才找回来 但我知道 他们绝不是不小心 把你弄丢这么简单 你再曾家不受待见 是不是大小姐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以后 你只管做你的少奶奶 不要什么大小姐 花来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绅士 是曾启文编出来的绅士 江贺雨这一打岔 他又失去了坦白的勇气 我的确和他们不怎么亲近 我的养母 才是我妈妈 她才是我的亲人 江贺雨 我听说她病了 我陪你一起去看看她 怎么样 花来猛烈地摇着头 拒绝的话脱口而出 不要 江贺雨醋眉 花来连忙找不解释 我妈妈她以前很漂亮 但后来受了伤毁了容 心里有点障碍 容易激动 她现在在疗养院 除了我 她谁都不见 江贺雨很明白 身体的创伤 会给心理上带来多大的杀伤力 如果不是花来 她的脾气 也同样是一燃一炸的 她一个青年男人 尚且无法坦然接受腿疾 一个女人 又怎么能接受自己毁容的事实呢 她不再勉强 如果哪天她心情好了 我再去看看她 现在医美技术很好 我会留意的 花来觉得 江贺雨总是能给她新的认识 这个男人 暴力又霸道 温柔又体贴 江贺雨抬手捏了捏她的脸颊 笑一笑 花来这次真的发自内心的 给了她一个微笑 江贺雨伸开双臂 抱抱你 花来温顺地钻进她的怀里 在给江贺雨洗澡的时候 花来就没有往常那么坦然了 因为她今天已经发现 江贺雨那东西 是管用的 是有反应的 她无法再把它当成 江贺雨身上的一坨单纯的肉 她轻轻地给江贺雨擦着身体 把头歪向另一边 江贺雨一眼把她看穿 逗弄到 你看 她抬头了 花来一直提心吊胆 就怕把那东西惊着 江贺雨这一说 她就本能地转头去看 然后才反应过来 自己上了当 她焦怒道 江贺雨 江贺雨坏笑 你往哪里看呢 我可没叫你看那里 花来窘地说不出话来 到睡觉的时候 江贺雨要相拥而眠 花来上半身被紧紧地搂在怀里 下半身和江贺雨隔了一尺宽 生怕有一点触碰 江贺雨不满地皱起眉 大手托着她的臀 就把她翻到自己身上趴着 啊 你 江贺雨掌着她 不许她偷 你躲这么远做什么 快放我下去 江贺雨捏着她的下巴威胁 你还要不要躲这么远 花来双手撑在胸前 生怕碰到江贺雨 别闹了 她人长得娇小 胸部却很丰满 睡衣领口宽敞 江贺雨只轻轻往下扫一下视线 那白嫩的春光无限 便被她尽收眼底 她把花来放了下去 她怕自己绷不住 花来如释重负 赶紧背着她 全程一团 音音 嗯 你转过来 做什么 轻一下 不要 轻一下 宝宝 花来害羞到声音打颤 不要 江贺雨的声音 在她耳边轻缓地炸开 让她有些手足无措 宝宝 你转过来 花来像是浑身失了力气 被江贺与轻易地翻转过去 没有多余的话 那张白天清长过的唇 慢慢地送了过来 花来本能地缩了一下 退了不到半寸 就被大手堵了出路 再动不了半分 花来本能地闭了眼 双唇就被覆住 她先是憋着呼吸 最后见江贺雨 没有放手让她喘息的意思 才自己找着机会 慢慢地喘气 那力道越来越重 她听到有轻作声 让她更加耳红心跳 花来终于推开了江贺雨 大口地喘着气 她觉得自己 仿佛睡在云端一般 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江贺雨又凑过头来 花来伸手挡住她 细声道 别 江贺雨用额头 抵着她轻轻地蹭 气息不稳 宝宝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第49章 视频会议 花来声音小得可怜 我没有 那你不让我亲你 我 我再亲一下 可不可以 花来内心纠结不已 不要了吧 她怕江贺雨失了分寸 却又怕自己的拒绝 会伤了她的心 江贺雨果然声音 静满失落 我知道 你并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就是可怜我 花来无奈地辩解 我没有 江贺雨 既然你喜欢我 我们又是夫妻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亲 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合理的你 不愿意我不勉强你 我早就答应过你不碰你 毕竟你以后是要重新嫁人的 花来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哪里懂江贺雨这些欲擒故纵的套路 她急得不行 没想到自己只是这样简单的害羞地拒绝 竟让她生出这么多想法 她手指搅着江贺雨的睡衣 羞涩的辩解 我真的没有 江贺雨在婚暗中偏头 找着她的目光 真的 花来点点头 江贺雨心里得意 便又轻压过来 这一夜是漫长的 花来总觉得睡得迷迷糊糊之间 会被江贺雨逮过去亲吻几下 她像知年人的大狼狗不让她安宁 弄得她一夜都没怎么睡好 第二天 花来被阳光晃醒 她眼睛瑟瑟生痛 抬头才发现江贺雨早就醒了 她翻身坐起来有些难为情 对不起 我睡着了 你早上还有会吧 江贺雨笑笑 没事 我不急 花来拿过手机一看 大惊失色 要迟到了 来不及了 她翻身下床 要带江贺雨去洗漱 江贺雨拉住她 不用慌 我改成视频会议了 不用去公司 来得及 花来这才浅浅地松了一口气 快洗漱吧 我给找衣服 花来慌里慌张地 把江贺雨收拾好 替她打开电脑 你开会 我不打扰你了 江贺雨还没来得及拉她的手 电脑屏幕上 已经出现了几位高管的脸 江总早 几位属下在纷纷向她问好 江贺雨不好再说什么 她又恢复成花来初见的那般严肃模样 朝着电脑点了点头 开始吧 花来在洗漱间梳洗 隐隐听到江贺雨的方向 传来别人汇报工作的声音 我们这次调查了五家公司 有两家符合收购标准 而且对方合作意向强烈 我觉得 还有压价的空间 江贺雨的手 在笔记本的键盘上滑动着 她一边听 一边看他们传过来的资料 她淡淡道 不用压了 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属下 江总 让我去谈 我有把握 八百万是肯定能省下来的 江贺雨 他们现在开的价格 的确高于市场价两三百万 我当然也相信你的能力 你说 能省八百万 你就能帮我做到省一千万 但是我们也要让别人能看到甜头 这个甜头 不只是给现在这两个公司 还有我们接下来的那些目标对象 咱们要借此机会 让他们看看我们的诚意 现在这两家 因为资金链断掉 急于找下家接盘 有不少公司都在观望 大家都想再逼她一把 最后来个超低价 把她收入囊中 我江贺雨不差这点钱 你们只管放手去做 她双手抱胸 我们要的是整个吴州市场 而不是这八百万 我明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花莱洗漱出来 不敢活动到江贺雨视频的区域 就屏着呼吸 待在沙发上 研究昨晚被迫带回来的珠宝 一边听江贺雨开会 吴州这个公司的业务 主要是教育这个领域 花莱偶尔听几句 倒也没觉得有多无聊 扣门声响起 花莱怕声响打扰到江贺雨 光着脚就跳下沙发奔向门边 迅速把门拉开 江贺雨余光 看到她像个兔子一样 一跳一跳的 实在滑稽可爱 她微微偏头看着她 嘴角不由自主地弯起 几个围在公司会议室的高管 交换了一下眼神 无声地表示了自己的惊讶 是准备的早餐到了 花莱对着门口的服务生 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然后指了指江贺雨 服务生心领神会 把餐车留在门口 端着餐盘 轻手轻脚地进来 小心翼翼地摆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送走服务生 花莱才穿好鞋子 对着江贺雨 做着夸张又缓慢口型 现在吃不吃 江贺雨本没有在开会的时候 吃东西的习惯 平日肯定都是会分配好 自己的日常和工作的 只是今早她看花莱睡的香甜 便不动声色地变了日程 不仅现场会议变成视频会议 她还打电话叫酒店晚点再送餐 江贺雨朝花莱点了点头 还摸了摸肚子 花莱便挑了几样她爱吃的 呈在盘子里 从她对面放在她桌子上 用手指慢慢地推向她 她没考虑过 开会的时候吃东西合不合适 她只知道江贺雨饿了 江贺雨瞥了一眼盘子 道 牛奶 哦 好的 花莱不由自主地接了话 说了才发现自己出了声 满脸愧疚地看着江贺雨 江贺雨笑笑 不用这样 影响不到我的 花莱不再说话 乖乖地缩在地板上吃早餐 江贺雨看着屏幕里的几个属下 都在静声等她 她做事向来没有给别人解释的习惯 更何况眼前的是她的下属 但是现在她就是特别想说 也的确是说了 是我太太 给我准备早餐了 花莱是脸红的 属下们是猛的 但他们惯会察言观色 纷纷道 江总您太太真贴心 你们感情真好 江总结婚后 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江贺雨听得通体舒畅 然后才正色道 继续开会吧 花莱吃过早餐 收拾干净 看江贺雨没有别的吩咐 就端着笔记本 去了阳台的小桌 开始继续构思这次的设计作业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有江贺雨在旁边 她觉得心里平静 思考了一会儿 脑中便有了想法 很快 她手下的笔 就在纸上开始勾勒 出了雏形以后 她开始在电脑处设计稿 花莱只要有了构思 出途是很快的 她沉浸在忙碌里 心里有些快意的亢奋 等她落下最后一笔 她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这才活动了一下肩颈 伸了伸麻木的腿 好看 花莱一惊 回头才发现 江贺雨在她背后 不知道看了多久 她立马站起来 脚还有些麻木 险些摔倒 是不是饿了 你都会开完了吗 江贺雨伸手扶住她 你别急 十张 风波 花莱看江贺雨 一直看着她的电脑 有些不自信的都问你保证 真的不会对我开后门 江贺雨邪逆她一眼 你是不相信 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花莱认命 一般手一挥 算了算了 听天由命 江贺雨牵着她的手 引着她去换衣服 晚上有个行业慈善晚宴 你陪我去 花莱脚步一顿 江贺雨醋眉 你不愿意 花莱一脸为难 不是 只是晚上要参加晚宴 那现在我不能吃东西了 不然小肚子撑起来 穿裙子不好看的 她也没有多暧昧 但是厌坏 一听就是淑女名媛扎堆的那种 自己一枚加十二枚气质 如果还像个吃货一样 顶着个小肚子 那也太丢人了一些 江贺雨低声警告 岑音音 你要敢为了减肥不吃饭 你看我会不会收拾你 花莱还想挣扎 我就是不饿 我看你吃 江贺雨 你试试看 花莱看着江贺雨 那带着寒意的目光 无奈妥协 小声嘀咕 知道了 吃成两百斤的胖子 江贺雨却道 不行 花莱 你看看你 口是心非了 瘦了不行 胖了也不行 江贺雨拍拍自己的腿 有些无奈 两百斤我抱不动啊 宝宝 花莱没想到 江贺雨聊到了这里 扯开话题 这次回去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邵医生仔细看看 我觉得 你的腿快好了 江贺雨点点头 自然要看的 不过你先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想 我妈空欢喜一场 毕竟腿一点知觉都没有 花莱脸一红 她可没有告诉别人 自己老公下身瘫痪 却下身没瘫痪的癖好 下午的时候 工作室来了好几个员工 不仅有送礼服的 还有给花莱做造型的 花莱看着这个排场 有点被惊住了 一个年轻男人 双手抱肩打量着花莱 江太太 你喜欢什么的风格的妆容 花莱真有些受宠若惊 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OK 男人比了个手势 把她按坐在梳妆台前 开始为她做造型 半个小时后 收拾好的花莱 站到江贺雨面前 有些怯生生的 好了 江贺雨从电脑屏幕上 把目光移过来 好看 花莱化了淡妆 头发打理过 松散地挽起来 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花莱 我觉得怪怪的 这裙子好长 都快拖了地了 还有这高跟鞋 束手束脚的 江贺雨 你要想穿平底鞋 也没事 花莱却又摇摇头 那多笑人啊 到了会场 花莱深吸一口气 推着江贺雨进去 给江贺雨打招呼的人不守 她毫不吝啬地 给旁人介绍 这是我太胆 花莱竭力让自己 看起来端庄大方不怯场 一直含着 笑微微向旁人问好 到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 大家都落座以后 花莱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江贺雨捏捏她的手 紧张吗 花莱如实道 是有一点 拍品什么都有 这次筹拍的善款 将用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基金 花莱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着实有些被吓到了 主要是手册上那些 看起来不太起眼的物品 近拍价都是七位数起步 江贺雨偏头低声问花莱 你有没有喜欢的 要告诉我 花莱已经把那些画 珠宝 花瓶百件 全都在脑中换算成大房子 八百万的字画 这得买多大的房子 以前她和秦素芝在一起 有一点微小的奢望 就是换一个有电梯的房子 这样秦素芝出入的时候 就方便得多了 花莱把头摇成波浪鼓 江贺雨知道 她在钱方面放不太开 便道 今天来肯定是要花钱的 既然要花 不如买件自己喜欢的 嗯 啊 必须花钱啊 花莱闻言 连忙翻着眼前的册子 看还剩下什么 没被拍出去 拍卖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才结束 花莱摸了摸肚子 有些饿了 中午的时候 她吃的有些少 现在早就顶不住了 从拍卖听出来 花莱看着宴会厅 琳琅满目的茶点 两眼放光 她躬身问江贺雨 你饿不饿 想吃什么 江贺雨早把她看了个清楚明白 你去吃吧 不用管我 花莱饥饿中 还剩下一点良知 我一个人去吃 那怎么行 江贺雨 那帮我取一点吃的 花莱这才雀跃地跑开 回来的时候 手里端了两大盘吃的 笑盈盈地对江贺雨说 这些看起来都好好吃啊 二人来到旁边的小桌 花莱便开始专心地对付盘子里的食物 江贺雨看着她满足享受的样子 觉得甚是可爱 叮嘱她 你慢点吃 花莱嘴里包着东西 用手轻掩住 小声给她说 真好吃 你也尝一块 说着 为了一块蛋糕 在江贺雨嘴边 江贺雨迟疑了一下 还是张嘴接住 是不是在家里饿着你了 花莱连忙摇头 没有没有 咱们今天花了这么多钱 不吃多浪费啊 江贺雨笑道 你说的对 多吃一点 给我回个本 花莱吃自助餐的经历少之又少 现在有这个机会 她早就忘了什么书语小肚子 只顾着美味了 江总 一道好听的女生 引得小桌旁的夫妻二人侧了头 花莱看到江贺雨的脸色明显变了 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 而是有些厌恶 关小姐 关姨笑颖颖地走过来 真的是你啊 没想到你也来吴州了 江贺雨明显不太想搭理她 她没接话 关姨也不恼 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花莱实在猜不透 这个女人和江贺雨的关系 难道 这是她的前任 关姨看着桌上的两个盘子 惊讶道 江总 你怎么在吃这个 我听万一说 你不爱吃甜食的呀 那次我和她逛街 她拉着我 绕了好几条路 说你控糖 是从来不吃甜食的 要去给你买无糖的 江贺雨的眸光微微收紧 面上的不耐烦 已经有些不想掩饰 花莱也总算知道了 这个女人的身份 有些恍然大悟 关姨看着面前 二人精彩分成的脸 越来越起劲 她放肆地打量了 一番花莱你的口味 现在变得有些独特了呢 这种廉价的甜点 你也吃得下去 江贺雨把轮椅换了个方向 正对着关姨 目光中是关姨 从没见过的技巧 我也不明白 关老爷子这样的儒雅名家 怎么会有你这种 俗不可耐的孙女 你 原来人以群分 这句话一点没说错 你和董漫依 可真是一对好姐妹 你什么意思 江贺雨 要我说得这么明白 董漫依是利盈 看人下菜 你不懂我什么意思 关姨急到 漫依不是那样的人 她和你退婚 根本不是她自己的意思 江贺雨轻哼一声 我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 说着她把手伸向花来 老婆 咱们走了 第五十一章 嚣张的江少奶奶 花来和关姨都一愣 没料到江贺雨 会在这种场合 叫出如此亲密的称呼 花来不会给江贺雨添乱 她把手递给江贺雨 吸着肚子站了起来 从关姨面前绕过去 推着江贺雨就要走 关大小间 哪里受过这种冷落 她气得胸口发痛 在花来背过她离开的时候 想也不想地伸脚出去 踩住了花来几地的长裙 关姨脚下的力道不小 花来走得又急 只听撕拉一声 她的裙子下摆 被划拉了好大一条口子 她洁白玉丽的双腿 从大腿根处 瞬间暴露在众人面前 啊 话音未落 花来已经被江贺雨拉进怀里 她慌忙伸手捂住裸露的腿 但完全无济于事 江贺雨已经脱下西装 盖到她腿上 虽然事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但已经有好事者掏出了手机 想要记录这热闹 江贺雨眼中寒光闪过众人 旁人便心虚地收起了手机 关姨 江贺雨看着旁边 同样有些惊慌的关姨 发出野兽一般的嘀吼 关姨被这声音叫得脊背发寒 她原本只是想采花来一下 半台一跤 让她出丑 哪知道 却是直接撕碎了别人的裙子 我看在关姨的面上 今天不和你计较 但是 你必须给盈盈道歉 关姨明知道 江贺雨已是圣母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怎么甘心对着一个 无权无视的黄毛丫头道歉 她执拗地 把头扭向一边 嘴硬道 凭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主办方的人 已经站出来打圆场了 一个戴着眼睛的中年男人站过来 躬身陪着笑 江总 您看 完全就是一场误会 您宽宏大量 咱们就不要计较了吧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衣服 烦请江太太 先去换一换吧 酒店的人已经找来新的衣裙 站在旁边要递给花来 花来之前太过惊慌 只觉得腿间一凉 又听到旁人惊呼 才不知所措 跌进江贺雨怀里 把头埋藏到她肩上 现在她已经冷静下来 手捂着江贺雨的西装 慢慢站了起来 昂头狠狠地看着关怡 江贺雨抬头 瞥了一眼无处不在的摄像监控 对中年男人淡淡地说误会 陈经理 你不会觉得 这些监控都是摆设吧 说着 她再次把头转向关怡 声音又变得冷烈 道歉 关怡没料到 江贺雨居然如此不讲情面 以前董漫一和她有婚约的时候 三个人也是一起打过交道的 现在她只觉得下不来台 却不可能低头 要我道歉 她也配 她早就听说 江贺雨娶的是 小门小户人家不受重视的女儿 这爹不疼妈不爱的 怎么配让自己道歉 江贺雨还没继续发作 花来轻哼了一声 往关怡面前站了一步 她把围在腰间的西装拿了下来 晚在必肩 那撕碎的地方 正在臀部下面一些 布料把那玲珑圆润的地方 紧紧包裹着 只要不蹲不坐 不仅不会走光 反而更添了几分性感 江贺雨坐着 看那笔直的玉腿 在自己眼前一晃 她突然试了 继续讨回公道的兴致 只想拉着花来 赶紧回酒店 去做别的事 花来看着关怡 好整以暇地说 关大小姐 不会是连对不起三个字 都不会说吧 关怡根本看不起她 关你什么事 花来慢悠悠地走到桌边 道 我这人乐于助人 你如果不会 那我教你好了 关怡 要你啊 她话音未落 花来已经端起 刚才江贺雨只喝了一口的饮料 朝关怡脸上泼了过去 关怡惊呼着 不停地用手 去擦脸上的液体 妆容已乱 狼狈不堪 花来朝着她微微一鞠躬 关小姐 对不起 我失手了 说着 她朝刚才的中年男人说 我想 这里应该有梳洗的地方吧 麻烦您带关小姐去梳洗一下 江贺雨没料到自己老婆 竟然如此嚣张 她忍着笑 沉着脸对中年男人说 陈经理 你看 这误会一场 我们就不双方追究对错了 说着 又对关怡说 关小姐 真的不好意思 我太太守华了 我代她向你道歉 对不起 说着 她牵着花来的手 二人在众人的怯怯思语中 慢慢走了 二人转身以后 又大胆地又掏出了手机 对着他们的背影拍摄 花来虽瘦弱 但身材比例很好 现在穿着高跟鞋 和超短紧身裙 更是多了几番韵味 让人偷摸赞叹 出了酒店以后 花来一把拉着江贺雨的轮椅 定定地站着不动 江贺雨仰头看她 你怎么了 花来屈膝弯腰 双手撑在她的扶手上 弱弱地说 让我缓缓吓死我了 江贺雨眉眼一皱 你 随即斩了笑颜 伸手轻轻地捏了捏 那细嫩的脸颊 你装大尾巴狼吗 花来喘了几口气 小心翼翼地说 我没给你闯祸吧 江贺雨一笑 算不上 而且 就算你闯了祸 我也摆得平 有我在 你想翻天都可以 花来用手拍了拍胸口 那就好 江贺雨用打量的目光 扫着花来 我可真没看出来 你这么眼 花来对着她 吐了吐舌头 我就是看她不惯 江贺雨打去道 她可没你嚣张 看来你以前对我 真是手下留情了花来 知道就好 花来这一弯腰 裙子难免往上移了一寸 江贺雨促起眉 把手放在她腰上 抬头吻了一下她的下巴 走了 回酒店 花来没想到 这人会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倾塔 刚才还猖獗得意的小脸 现在突然就红了 声音也小了不少 你干嘛 江贺雨催促道 走了 回了酒店 花来关上门缸 转身过来 就被江贺雨拉到腿上坐下 花来顺势顺手 还着她的脖子 明知故问 你做什么啊 我要去换衣服啊 江贺雨欺压过来 嗓音低沉诱惑 做什么你不知道 被江贺雨拉着轻吻的次数多了 花来也没有 先前那般扭捏羞涩了 而且和她接吻的感觉 是那么的好 花来在江贺雨的薄唇 送过来的时候 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四片唇触碰 交缠 分开 如此反复 花来已经由之前的横坐 变为跨坐了 姿势羞耻至极 下一次又分开的时候 花来软在江贺雨肩上 戏声道 不要了 江贺雨侧头 亲吻了一下她的耳根 老婆 我们试一试 第52章 前任回来了 花来立马就懂了 江贺雨的试试 是什么意思 她羞得脸像红透的苹果 利索地从摊子身上起来 我换衣服去了 江贺雨被拒绝了 眼里有火焰 也有失落 但她没有勉强花来 算起来 他们认识还不到一个月 花来怎么可能放心 把身体交付给自己呢 她隐忍着 决定大方一点 给她多一点的时间 而且她也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真的能行 洗澡的时候 江贺雨把花来留在了外面 花来觉得奇怪 今天的江贺雨 居然没有要她伺候洗澡 在她挽起袖子 要干活的时候 说了一声 我自己来 就把她撵出去了 花来乐得清闲 躺在床上悠闲惬惹地 和白雪芬 想自己今天的壮举 意料中地收获了 无数的嘖嘖赞叹声 白雪 有老公撑腰 你好嚣张啊 花来 你都不知道 那个女的有多讨厌 趾高气扬的 太欠打了 白雪 真是淑女也疯狂啊 花来想了一下 还是把在这里 遇见张纯的事 告诉了她 白雪发了一个 震惊无比的表情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她的嘴不严 花来想到 昨天张纯 突然亲近自己的样子 也拿不准 她会不会把这件事 说出去 花来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就是觉得 我结婚这件事 估计瞒不住了 其实之前班长就发现了 我瞒着大家是不对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突然结婚 好奇怪哦 白雪 你是前卫了一点 别人还在搞对象 你已经在经营婚姻了 两人聊得起劲 花来竟忘了江赫瑜 已经在浴室 待了半个小时了 等她回转神来的时候 她丢了手机 就往浴室跑 这么久了 怎么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浴室的门 竟然是反常地关着的 要知道以前江赫瑜洗澡 是从来不会避讳她的 门 从来是大场开花来心一惊 先敲了敲门 江赫瑜 江赫瑜 没有人应声 花来心里发慌 那摊子 该不会是在里面出了什么事吧 她拧了拧门把手 锁着的 打不开 她加大力度开始锤门 音量也大了不少 江赫瑜 你没事吧 里面还是没有半点声响 她把脸趴在玻璃门上 只隐隐看到那身影 是背对着她的 却没有要开门的意思 就在她急的 要找酒店工作人员的时候 房门从里面打开了 花来看着 除了面色有些红的不正常 其他地方完好无趣的江赫瑜 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她忍不住责备道 你在里面做什么 怎么不开门啊 江赫瑜笑道 洗澡啊 把浴巾给我 花来取过一旁的浴巾 先帮她擦了擦头发 然后给她擦身上的水珠 这摊子身材真好 皮肤紧致 摸起来硬硬的 十足的力量感 花来擦得心圆一马 擦干水珠后 她转身去挂浴巾 脚下一滑 差点摔倒 花来啊的尖叫一声 急忙扶住墙壁 稳住身体 她嘀咕一句 你把沐浴露洒出来了吗 江赫瑜收回去扶她的手 笑得意味深长 不好意思 下次我会注意的 二人像众多新婚夫妇一般 躺到床上关了灯 总忍不住腻歪大半天 才相拥着入睡 花来觉得自己亲吻得多了 身体竟然有了一些奇妙的 让人羞耻的变化 她像个情窦初开的姑娘一般 躲闪着又渴望着 二人第二天回到S室的家 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 花来看着大厅里坐着的 温婉可人的美丽女人 还有坐在她对面的 和蔼可亲的梁红英 她把疑惑的目光 投向了江赫瑜 却发现 刚才那张春风和煦的脸 现在像结了寒冰一般 江赫瑜还没给到花来答案 那个女人就站了起来 眼睛里闪着光亮 快步迎了过来 声音里都是惊喜 赫瑜 你回来了 她一双眼睛都放在江赫瑜身上 花来觉得自己 像个透明的空气 竟然没有分得半分女人的余光 江赫瑜鼻子淡淡地嗡了一声 侧头对花来说 我累了 带我去休息 佣人过来 把他们的行李箱接过去 没人给花来介绍这客人 她便也不问 回了江赫瑜一声吼 便要去推着她走 谁知道那女人站过来 弯腰笑着对江赫瑜说 赫瑜 我带你去吧 梁红英也站了过来 笑盈盈地说 赫瑜 你怎么才回来 曼一都等了你好久了 花来这才知道 原来这女人就是懂曼一 她不得不把目光放在她身上打量 开始对比 懂曼一身材高挑 笑容温婉 举手投足间 都是大家闺秀的优雅气质 花来心里有些酸溜溜的 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那个女人像花园里精心培植的玫瑰 而自己像路边的野草 江赫瑜闷哼一声 等我 等我做什么 等我站起来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医生说了 我这腿这辈子 跟两节木头没什么区别 放在这里 也只是个摆设 懂曼一笑意见消 打理精致的眉眼轻轻的皱起 满脸都是心疼 声音更是柔软苏骨 贺瑜 你别这样说自己 江赫瑜没正眼看她 你觉得我说的是自己吗 懂曼一看了一眼花来 有些欲言又止 道 贺瑜 以前的事 我会慢慢给你解释的 江赫瑜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累了 说完自己先走了 花来对着梁红英叫了一声 妈 我先回屋了 说着便追着江赫瑜走了 懂曼一看着江赫瑜的背影 满眼都是失落 梁红英拉着她的手 往沙发走 曼一你别怪贺瑜 她这两年 脾气变了好多 加上这门拿不上台面的婚事爱 懂曼一对着梁红英 挤出一个笑 我觉得 他们两人感情挺好的 梁一 我是不是不该再出现 梁红英 傻孩子 那丫头哪里配得上贺瑜 贺瑜根本就看不上她 之前还和我大吵大闹了好久 好在她有孝心 要不是为了老爷子 她断不会看上旁人的 哎 说到底 你和贺瑜 有缘无分 懂曼一自责道 梁一 其实我对贺瑜这两年我没忘记过她 当初被我爸送出国 我也不是没反抗 梁红英拍拍她的手 拉着她坐下 我知道 你和贺瑜在一起时 你俩多般配 多开心啊 是我们贺瑜没这个福气 她现在这个样子 配不上你了 你也不小了 不要耽误了自己的大事 懂曼一有些急 梁一 我对贺瑜的心没变过 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她有些羞涩的低下头 后来 我爸也同意了 但是我才发现 贺瑜她已经结婚了 梁红英眼睛一亮 真的啊 你家里真的同意了 你真的愿意 懂曼一仍旧垂着头 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了 贺瑜已经结婚了 我不可能去破坏他们两个人的 梁红英一挥手 嗨 他们两个人没什么感情 一天不是打就是骂的 你如果真的愿意 就耐心的等一等 那丫头 要不了两年 一定会离开咱们家的 懂曼一 我不会拆散别人的 但如果贺瑜真的 对她没什么感情 梁红英面露喜色 你别想那么多 正好你爸妈现在不在家里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 你和贺瑜的事 交给我 懂曼一看着梁红英 谢谢梁姨 梁红英笑道 这么客气 说实话 我见过的女孩子也不少 也就是你 最顺得了我的心 我心里早就把你当媳妇了 懂曼一红了脸 羞涩一笑 梁姨 别这么说 第53章 离开吗 屋内 江贺瑜背对着花来 坐在阳台边上 看着外面 花来看着她的背影 小心翼翼的 把行李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她心里有些发酸 江贺瑜很少有情绪波动的时候 除了她刚来那几天 她今天这个样子 只能说明 她在乎那个女人 她觉得自己和江贺 与这几天的甜蜜 简直是像胡闹 什么都说明不了 她默默地收拾好东西 然后坐在床檐 看着那人 等着吩咐 江贺瑜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 久到花来担心她出事 站起来靠近她 她蹲在江贺瑜身边 仰头看着她 她一脸木然 不知道在想什么 花来在这个家时间不长 但闲话听了不少 她知道江贺瑜和董漫一订婚很早 家里的人早就把董漫一 当江家的少奶奶对待 她呢 也像对自己人一般 经常给这边的人送礼 连庸人的都不会落下 那时候 董漫一和江贺瑜感情也好 江贺瑜人看起来虽然冷冷的 但走哪里都会带着董漫一 要是去国外出差 也总是给她带让人羡慕的礼物 这还不能说明她 把她放在心肩上吗 和她一比 花来真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自己真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居然以为江贺瑜是真的喜欢自己的 花来手放在轮椅的扶手上 你要吃点东西吗 你下午都没吃 江贺瑜这才把目光放在她脸上 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饿 她去了书桌前 进入了工作状态 花来悄悄叹了口气 她去衣帽间换衣服 看着琳琅满目的漂亮衣服和鞋子 她收了几件自己买的 塞到行李箱里 如果是几天之前董漫一回来 花来一定是很开心的 说不定还会替二人制造机会 让他们复合 这样自己就能离开江家 但是现在 她出肠恋爱的甜蜜 心里有些不舍起来 她舍不得江贺瑜 只对着她一个人笑 但她知道 自己向来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 把衣服叠进行李箱 片刻后 她又拿出来重新挂好 这些衣服 的确是自己买的 但都是用江贺瑜的钱买的 她有一丝恐慌 她之前虽然嚷着离开江家 但却从来没有做过离开的任何准备 以前的住的小房子 现在还是一片浇湖 没有来得及去装修 她现在离开江家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自己也太幼稚了 花来坐在地上抱着头 想着前程 TM是江贺瑜的 他们关系结束 自己不管有没有能力 都不可能再去那个公司工作 江贺瑜或许会大发慈悲 看在这几天的温情上 给她一点钱 但自己怎么好意思收呢 陈家拿了她那么多钱还没还 先回学校宿舍住吧 然后继续去做兼职 生活费总是有能力挣的 花来暗自庆幸 还好 没有把结婚的事说出去 不然就要闹个大笑话了 陈音音 江贺瑜冷冷的声音飘了过来 花来心里觉得好笑 江贺瑜这熟悉的 冷漠的样子 终于又回来了 她吸了吸鼻子站起来 嗯 我在 江贺瑜慢慢过来 我叫你这么多声 你是听不见吗 花来挤出一个笑 我没注意 对不起 你需要什么 江贺瑜撇到地上的行李箱 眸眼一缩 你在做什么话来 我 江贺瑜声音冷了几度 你要走 董小姐来了 江贺瑜左右看了看 一脸怒容 花来太熟悉她的动作了 她知道她是在找手边能摔的东西 她在生气 需要发泄 但是她没找到 所以 你是要给她让位子 是吗 花来低着头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她看得出 董漫姨对江贺瑜有感情 江贺瑜的反应 也是明显没有放下她 江贺瑜低吼道 陈音音 你当我是什么 礼物吗 看谁喜欢就给谁 我没有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允许你走了吗 花来把行李箱收起来 用沉默阻止了一场单方面的争吵 这之后 两人的话都少得可怜 到睡觉的时候 花来没有像往常一样 主动钻到江贺瑜的臂弯里 她直直地躺在自己的位置 直到她听到男人的命令 过来 花来挪了挪 江贺瑜把她抱过去 像往常一样 要来亲她 这是他们最近睡前的必修课 花来把头偏了一下 不要了吧 江贺瑜捏着她的下巴 逼迫她看向自己 寒声道 陈音音 你再给我耍脾气 花来吐字不清 我没有 江贺瑜 那你躲什么 花来想说 自己早晚都要走 就没必要继续身陷了 但又转念一想 江贺瑜生性霸道 她管你什么以前以后 她要你 她只管当下 自己哪里有抗衡的能力 花来闭上了眼睛 那熟悉的唇如约而至 花来原本只是兴致缺缺的银河 最后却无法不投入 亲吻了两久 她觉察到 刚才抹扎着她耳垂的手 正缓缓地伸入她的睡衣里 贴在她的肌肤上 花来一惊 她猛地睁开眼 伸手去推江贺瑜 不要 给我 江贺瑜的声音低沉可怜 像是祈求 花来拼命地摇着头 她不介意把自己的身体给江贺瑜 因为今天的危机 她才发现 自己已经喜欢上她 但是她害怕 仅仅是几个吻 已经让她放不下 要是再交付别的 以后她要怎么才能忘得掉江贺瑜 她怎么可以惦记别人的男人 不要 江贺瑜 我求你 不要 花来身体微微地颤抖 和江贺瑜一样可怜 江贺瑜失了耐性 凶猛地吻了过来 花来别开了头 那些吻便落在她白嫩的脖子 锁骨 后来还往下 触碰到她的胸脯 不要 江贺瑜 花来哭出了声音 她觉得心里好难过 她想像昨晚那样 像董曼一不曾出现过的那些甜蜜夜晚一样 和江贺瑜低声调笑 欲聚还迎 江贺瑜的动作停了下来 她突然像换了的人一般 抬手温柔地抹了她的泪 清了清她的眼角 睡觉吧 花来的手终于被放开 她色缩着被转身去 这一次 江贺瑜居然也没说什么 在花来平复好心情 身体放松下来以后 背后传来了江贺瑜的声音 我不会和她好的 你不必多信 第54章 缺钱 第二天花来早起 迟出了半天 终于对江贺瑜开口 我下午想去看看 我妈 江贺瑜背对着她 自己在系扣子 鼻腔嗚了一声 算是答应 哪怕昨晚她告诉她 要她踏实地留在她身边 也抹不平 他们突然升起的隔阂 花来提起书包 我去学校了 回应的又是一声 花来咬了咬唇 看了那背影一眼 静静地拉开了房门 正遇上要敲门的董漫一 花来一愣 董小姐 董漫一笑盈盈的 声音温柔 盈盈 你去学校了呀 我来叫贺瑜去吃早餐了 江贺瑜寻声侧头 一双眼睛放在花来身上 花来对着董漫一回忆一笑 她在里面 你进去吧 江贺瑜的眉头 踏满了阴云 董漫一 好的 音音再见 花来去了教室 白雪还没来 她一个人闷闷地坐在角落 张纯过来挨着她坐下 花来 花来觉得诧异 她虽然曾经和张纯同宿舍 但在课堂上 从来没有一起坐过 她有些不习惯 嗨 张纯 张纯朝她晃了晃手腕的手链 很漂亮 我很喜欢 谢谢 那是那天在吴州 江贺瑜送的 花来想到 目前自己和江贺瑜的关系 她挤出一个笑 小声说 不要告诉别人哦 张纯朝她眨眨眼 我懂 下午没有课 花来早上的时候 已经提前给司机打过招呼 放学不用接她 放学后 花来搭了公交 慢腾腾地去医院 医生说 秦素芝今天要拆纱布 考虑到她的情绪 医生让花来最好抽空来陪着她 花来在外面收拾好情绪 才乐呵呵地 推开了病房的门 妈 秦素芝听到她的声音 朝她伸出了手 花来 花来把书包放下 握着她的手坐下 医生说 今天拆纱布了 你怕不怕 秦素芝摇摇头 花来能从那眼睛中看到笑意 二人互相宽慰打气 等到真的拆了纱布 花来真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秦素芝的脸 烧伤的面积不小 纱布吞去 看起来真有些猙獰可怖 花来心疼地差点掉泪 却生生地忍着 不敢表现出一丝一吼 秦素芝颤微微地接过镜子 缓缓地看过去 几乎是一瞬间 那镜子就被她扔到地上 摔得粉碎 啊 啊 半边脸都是疤痕 让她忍不住尖叫 花来看着妈妈的样子 眼泪再也忍不住 一颗一颗地落下来 她紧紧地拉着秦素芝的手 不让她去碰脸 没事的 没事的妈 医生说了 可以修复的 你相信我 秦素芝咬着嘴唇 呜呜地哭着摇头 好久以后 她总算安静下来一些 花来这才轻轻地 把她搂紧怀里 妈妈 等我放假了 我带你去做修复 你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 漂漂亮亮的 秦素芝止住泪 不断地喃喃 太吓人了 会吓到别人的 会吓到你呢 花来轻轻地拍着她 这不是你的错 我会想办法 妈妈你相信我 秦素芝不停地摇着头 反过来安慰她 妈妈没事 妈妈没事 她治病已经透支了 花来好几年的青春 自己怎么还能有别的想法呢 花来宽慰了秦素芝好久 完全就不顾预定好的一个小时 等她安抚好秦素芝 才去了医生办公室 最少一百多万 整容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后续要不断地去做修复 光是裸露在外的 就不会低于一百万 花来看着医生 一百万一百万 她书包里有一张卡 里面不止一百万 但那张卡的签名 是江赫宇 自己要怎么才能挣到一百万呢 花来失魂落魄地从医院出来 她没有急着回江家 而江赫宇也没有催她 花来拿着手机苦笑 也是 董漫医回来了 她哪里还顾得上她 她昨晚上要她不必多心 不过是还在和董漫医治气罢了 花来坐在公交车站的休息凳上 苦恼万分给白雪发了信息 妈妈的脸毁得厉害 治下来还得花一百多万 白雪 你老公会出这笔钱吧 花来发了一个叹气摇头的表情包 白雪 你别这么要强 你们是夫妻 有难同当 花来苦笑 你有没有什么搞钱的方法 我好想要钱啊 白雪知道花来的个性 她不是会依附别人的那种人 白雪 有时间你可以接接设计稿 虽然赚得少 也好过没有 你出途的速度很快 收入应该不算低 花来 是个好主意 白雪 你真不打算 要你老公帮忙啊 一百万 在他们眼里 什么都算不上 花来 她前任回来了 住在她家里 白雪 啊 那你 花来看着又一趟公交车 从眼前开走 张纯他们 今天在宿舍没有 没有的话 我想回宿舍住一晚 白雪 你是不是苦情戏看多了 你是正牌啊 你躲什么 花来 就很烦 我妈的事已经够烦了 实在没有精力 再回去看那一大家子了 和白雪聊了几句 花来收起手机 靠坐在凳子上 脑袋放空 面前一辆黑色轿车 从眼前划过 又缓缓地倒回来 车窗降下 大嫂 花来听到熟悉的声音 抬头看向驾驶室 尼森 你在这里做什么 等车吗 花来坐直身体 没有 我 将尼森探过身来 你不回家吗 花来 要回的 江尼森 上来 花来想到江鹤宇 他摆摆手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后面有公交车 慢慢驶过来 江尼森拍了拍车门 催促道 快点 车来了 我要被扣分了 花来这才小跑着上了车 他系好安全带 谢谢你 江尼森一笑 你怎么在这里 你学校不在这边啊 花来随口扯道 和同学在这边玩 刚散 江尼森看了他一眼 直白地说 是因为董小姐回来了 花来疑惑地看着他 江尼森笑笑 你表现得太明显了 花来心情的确不好 不过董万一的原因 只占很小的一半 江尼森 他们好不了的 花来想嘴硬地说 这不关自己的事 却又忍不住到 为什么这么说 江尼森 那个女人伤透了他的心 他绝对不会再接纳他的 这样的答案 并没能宽慰到花来的心 他把头别向一边 闭着眼妆睡 回到江宅 江尼森把车钥匙给了佣人 两人前后进了家门 大厅里坐了不少人 竟然连江赫瑜也在 董万一坐在他旁边 正插起一块水果 味道他嘴边 江赫瑜正低头在看手机 一边微微张了口去接 第55章 喝酒 看到花来和江尼森回来 花来明显感觉到 江赫瑜刚才还神态轻松的 的脸臭了下来 花来觉得好笑 江赫瑜昨晚抱着自己 还一副忠贞不渝的样子 这么快就开始接受 前任的投食服务了 花来对着另外几个人 打了招呼 妈 小姑 最后还是对着董万一 露出了温和的笑 董小姐 偏偏就是看不见江赫瑜 江渺站了起来 音音 尼森 你们回来了 吃了吗 花来 我吃过了小姑 我先回去做作业了 说完他保持好笑容 从容地回了房间 梁红英看着一道 进来的花来和江尼森 眉毛轻轻地皱起 然后又缓缓地展开 花来装得天衣无缝 进屋后关了自己的房门 他才像谢了丽一般 软啪啪地摊在床上 看江赫瑜和董万一 刚才亲密的样子 竟像是演练过千百遍一般 那么自然 花来拿枕头蒙住了头 心里酸得厉害 江赫瑜一直用余光 看着自己的房门 但直到天黑 那扇门都没有打开 那里面的人也没有出来 等他回到房间的时候 那个说要做作业的人 趴在床上 轻轻地打着呼噜 看着被压得有些变形的那张脸 江赫瑜有些没了脾气 他把那双吊在外面的小腿 轻轻地抱着顺到床上 花来抱着枕头翻了个身 腿肆意地摆着 把床占了大半 江赫瑜叹了口气 自己脱了衣服挪到床上 把那人搂在怀里 睡梦中的花来 熟练地把手缠了上来 江赫瑜捏了捏他的鼻子 轻声威胁 明天再找你算账 睡到半夜的时候 江赫瑜感觉身边空空的 他瞬间清醒 掀开被子 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音音 他脱口喊他 花来听到江赫 与急切的呼声 立马小跑过来 怎么了 江赫瑜看到他 才轻轻松了口气 你去哪里了 花来手指了指办公去 我做作业 或许是夜太近太黑 让人脱了伪装 江赫瑜深深地看着花来 竟有些可怜的样子 你别丢下我 花来想 大概是江赫瑜被抛弃过一次 所以才这么没有安全感吧 他不置可否 我就是写作业 你扶我起来 花来一边朝他走一边问 你是要喝水吗 我给你端过来 江赫瑜没说话 等花来把他扶起来 他便扶开了花来的手 要自己挪到轮椅上 花来要去帮他 江赫瑜道 我自己来 花来有些诧异 以前江赫瑜无论大事小事 都是要使唤他的 他知道那些事 他不是不能做 他就是享受使唤他的这个过程 但是现在 他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江赫瑜虽然吃力 但动作还算熟练 江赫瑜坐上轮椅后 额头已经渗出了细腻的汗 他呼出一口气 抬头看着花来 脸上有浅浅的笑意 我自己可以的 花来不知道他突然这样是什么意思 这大半夜的 他点头N了一声 江赫瑜又道 我今天去医院看了 医生说我的腿 有些神经正在慢慢恢复 我会好起来的 这个结果 花来是料到的 他也不可避免地想到 今天是董漫医陪他去的医院 江赫瑜伸手拉着花来 目光阴切 我会好起来的 花来心里酸酸的 他当然会好起来 然后和董漫医一起双宿双飞 再续前缘 花来 恭喜你 江赫瑜看着花来那毫无波澜的脸 心里黯然了几分 花来不习惯这样的沉默 问道 你起来做什么 江赫瑜 就醒了 不想待在床上 你作业很多吗 明天上午没课 上午再做吧 花来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了口 明早我想去看我妈 他怕江赫瑜不答应 解释道 我妈刚做了个手术 我想陪陪她 江赫瑜眉眼微动 他今天白天也是说 要去看他妈妈 一去就是一下午 不让司机跟着就算了 最后还是和江尼森一起回来的 江赫瑜最近两年 变得敏感多疑 好啊 我陪你去 不要 花来几乎是脱口出的 情愫至现在的样子 是谁也不愿见的 擦一的种子 已经在江赫瑜心里扎下了根 他直接问道 你今天怎么会和江尼森一起回来 花来直言 我从医院出来 碰巧遇到他 江赫瑜 能有这要巧 花来看着江赫 与那明显不信任的语气表情 对 低七压向他袭来 一场单方面的争吵即将开始 然而沉默过后 江赫瑜只是说 我会好起来的 我也会开车 到时候你要去哪里 我送你 花来一愣 心里像被揪着一般 江赫瑜是一贯高高在上的 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和他说话 让他不舍 他也不是真的有作业 只是半夜醒来睡不着罢了 他轻轻扯了扯江赫瑜的手 睡觉吧 嗯 他们像是又重归于好了 谁也没有再提 那天一个坐江尼森的车 一个吃懂蔓医味的葡萄 但二人之间好像少了什么 在没有之前那般亲密无间 董蔓医还是一如既往的 往江赫瑜身边凑 江赫瑜冷着脸聚了多少次 他却从未收敛 花来也全当没看见 该他做的他继续做 该他有的理解他不会少 到周五的下午 梁红英说 为了欢迎董蔓医回来 把一家人聚在一起 还开了好几瓶酒 花来这几天都抽了时间去陪秦素枝 秦素枝的心情明显好了不少 花来自然也慢慢放松下来 他心情不错 佣人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也没有拒绝一家人在把酒盐欢 花来和江尼森像两个局外人一般 静静的吃菜 偶尔抿一口酒 后来江老爷子先离了席 剩下的几个家长 待了一会儿也撤了 说要去会所打麻将 就剩下几个年轻人 花来想走 却被董蔓医拉住 董蔓医给他倒了半杯酒 笑盈盈的说 盈盈 明天周末 你慌什么 吃醉了也没关系 家里这么多人 还怕没有人照顾你吗 江赫瑜明显感觉花来这两天 看来眼前这一刻 没有阻止董蔓医的劝酒 董蔓医又给美人买了一杯 端起杯子道 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 我们家自己的酒庄 你们尝尝 提点意见 花来便不好不喝 董蔓医问了他许多学校的事 花来眼睛已经有些聚不起光 竟然手托着下巴 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聊了起来 江赫瑜接了个电话 周运要他去处理一个紧急合同 他看着和董蔓医相谈甚欢的花来 自己回了房间 江赫瑜走后 董蔓医晃晃空调的瓶底 转头对江尼森道 尼森 酒没了 你再去厨师取两瓶来 江尼森也喝了不少 正觉得头昏脑胀不舒服 他道 蔓医姐 今天就不喝了吧 喝了不少了 董蔓医眼波流转 他一挥手 哎呀 明天又不上学 难得我和音音聊得来 我们女孩子都不怕 你怕什么 快去 听话 江尼森不好再说什么 起身摇摇晃晃的去了厨师 第五十六章 小娇妻 十来分钟后 尼森怎么回事 拿个酒磨磨蹭蹭的 音音 你去看一看 我头有点晕 缓一会儿 花莱也觉得奇怪 他感觉浑身有些发热 感觉头晕乎乎的 正想起来透透气 便站了起来 步伐不稳地 慢慢往酒窖去了 江家的酒窖花莱去过 花莱穿过房子 见酒窖的门微开着 他走过去 只觉得一股凉气袭来 他不免打了个冷战 清醒了一点 继续往里走去 酒窖的灯光比较暗 花莱左右看了看 没看到江尼森 酒窖的门 不会无故打开 花莱混沌中 都觉得疑惑 尼森 尼森 他叫了几声 没有听到应答 便提着裙摆 往里面走去 他听见咔哒一声 眼前光线一暗 背后的门竟然关上了 花莱也没在意 继续往里走 江家的酒窖好几时瓶 里面全是酒驾 花莱叫了好几声 也没听到回应 他绕了好几个架子 看江尼森坐在角落 双手抱着个大酒坛 脸紧紧地贴在弹身上 眼睛微微闭着 花莱走过去 弯腰换他 尼森 尼森 你怎么了 江尼森缓缓地抬起头 慢慢睁开眼 一双眼里 仿佛有两把火焰 看得花莱一愣 江尼森像头野兽一般 发出嘀吼 你走开 花莱头晕得厉害 他不明所以 想把江尼森拉起来 你怎么了 那手指刚触到江尼森 他便像被烫到一般 瞬间往后面退了好几步 你快走开 花莱眼前叠影重重 眼前跌坐在地上的那个人 一会儿是江尼森 一会儿是江赫宇 他觉得心里热得厉害 周围的空气又都是寒的 惹得他很难受 他过去跪在江尼森面前 歪着头看他 你怎么在这里 他猝着双眉 小嘴微微地撅起 鼻息间有淡淡的酒气 江尼森看得愣愣的 他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在竭力隐忍 花莱露出巧笑 江赫宇 你怎么在这里啊 江尼森心里还剩一丝清明 知道花莱认错了人 你快出去 大哥在外面等你 你快出去 江尼森是用尽全力的 但吼出来的话 又绵软无力 他只觉得 全身只有一个地方得劲 花莱看着他微微抖动的唇绊 伸手摸了上去 有些委屈 你赶我走 江尼森被那手摸到的时候 浑身打了个哆嗦 站起来就朝着门奔去 他跌跌撞撞地去了门边 却怎么也打不开那锁 花莱热得发慌 他觉得自己醉得好厉害 竟然特别渴望江赫宇 能轻轻自己 抱抱自己 要是他现在想做点别的 也不是不可以 江尼森跪在门边 一只手拽在门把手上 一只手费力地去锤门 花莱跟了过去 跪在他身边 又要去抱他 江尼森如临大敌 用尽全身力气 伸手一推 把花莱推到两米开外 江赫宇推开门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花莱跌坐在地方 埋怨地看着江尼森 你凶我 那小脸通红 语气娇软 外套已经滑落下来 香肩半漏 简直和撒娇 没有任何区别 江赫宇只觉得腹部一紧 力声吩咐身后的管家 带走 管家不动声色地 把江尼森带了出去 花莱看看江尼森的背影 又看看江赫宇 有些分辨不清谁是谁 但看到轮椅 他又露出笑颜 他爬了过去 攀着江赫宇的腿 笑嘻嘻地说 赫宇啊 我好像醉了 江赫宇看着软成 一滩水一般的花莱 整个脊背都绷得紧紧的 他还没动手 花莱已经主动爬到他怀了 坐在他腿上 双手缠着他的脖子 依偎着他 江赫宇能感受到 那双手有多炙热 他拍了拍花莱的脸 想让他清醒一些 花莱却捉住他的手 把他的手指 轻轻地含进嘴里 江赫宇只觉得一股气血 直冲脑门 他抽出手 单手扶着花莱 退出了酒窖 江赫宇看了一眼 刚才明明和花莱一样醉醺醺 但现在却清醒地 有些发抖的董蔓依 江赫宇一言不发 董蔓依却自己开了口 我 他没有搭理他 抱着花莱回了自己的房间 把门反锁上了 花莱一直要往他的嘴唇上凑 被他三番五次地 把那手扶开了 花莱有了情绪 面色明显不语 等江赫宇 把他扔到床上的时候 他自己身上 已经起了一层薄汗 他去卫生间 拧来施帕子 为花莱洗脸 水冰冰地 记得浑身滚烫的花莱 睁开了眼 赫宇 他握住他拿帕子的手 放在自己脸上 妈撒 却还是觉得不够 他自己坐了起来 脱了外套 里面是一件吊带裙 现在那袋子歪歪斜斜 春光有些倾泻 江赫宇侯解滚动 帮他把袋子拉好 哄到 把衣服穿好 洗洗脸 花莱嘟着嘴 热啊 说着自己滑下的床 摸到江赫宇轮椅上 去触碰他的唇 江赫宇哪里拒绝得了 如此诱人的小娇妻 他丢盔卸甲 扔了毛巾 深深地迎了下去 痴缠好几分钟后 两人气息越发凌乱 江赫宇只觉得 放在自己腰腹的小手 像个小火炉一般 江赫宇捉住那手 抵着他的额头 声音低沉可怜 宝贝 上去 花莱顺从地爬上床 乖巧地等着江赫宇 江赫宇挪到床上 颤抖着手 解了自己的衣服扣子 再次把花莱拥进怀里 花莱无视自通 靠了过去 一双眼里全是气盘 江赫宇抱着小可怜 在他耳边低声说 宝宝 我会对你负责的 开始的时候 花莱会轻呼 会把他推开 后来又把他抱得好紧 江赫宇只感觉背部发痛 不知道 那里被小娇妻 抓出了好多血痕 花莱扶在他的肩膀 轻轻地乌咽 江赫宇低声哄着他 动作却没有停下 这一夜是漫长难忘的 江赫宇不知疲倦 那古镜总算过去 他扶在男人的胸膛 沉沉地睡去 江赫宇的嘴角的 滔足的笑意 他赤身裸体地下了床 把花莱抱到浴室 用温水轻轻地 浇灵他的身体 手指把那些 自己留下的亲子的痕迹 慢慢骂撒 第57章 警告 江赫宇收拾好一切 才把干干净净的花莱 放到干干净净的床上 他腿脚不变 这着实费了他一番力气 但他没有半分怨言 到床上后 他把花莱轻轻地拥着 亲了亲他的额头 你将完全属于我 花莱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还在江赫宇臂弯里没挪窝 他按了按沉重混沌的脑袋 坐了起来 他一动 江赫宇便跟着醒了 他几乎是立马露出了笑意 宝宝 你醒了 花莱觉得浑身疼痛难当 尤其是有些不韦 他回忆了片刻 道 我们 江赫宇一脸春意 你感觉怎么样 花莱哪里有脸说 他只当是自己 昨晚喝醉了 主动缠着江赫宇做的 现在修得不行 觉得自己根本就没脸面对着人 江赫宇大方得很 他拉了一把花莱 他便扑到他身上 男人好听的嗓音 在他耳边低语 我觉得棒极了 你昨天晚上表现很好 花莱把脸埋在男人的胸膛 小声抵抗 别说了 江赫宇不再逗弄他 准他进了洗漱间 花莱脖梗间都是吻痕 可见昨晚的江赫宇是何等的凶猛 他叹了口气 只当喝酒误实 这个样子 他不方便出门见人 只得给秦宿之打了个电话 说有工作 这两天不能去见他 然后就躲在房间不出门 江赫宇亲自给他端来早餐 还带来一大堆零食 体贴至极 他看花莱吃过早餐 开始埋头话图以后 才轻轻关了门 去找董漫一心事问罪 董漫一这一夜 是没有睡好的 起初梁红英给他说这个提议的时候 他就有些担忧 怕江赫宇知道后发怒 弄巧成拙 但又抵抗不了那种诱惑 如果花莱和别人发生了关系 江赫宇一定不会再接纳他 梁红英就有理由把他扫出去 迎娶董漫一进门 但是董漫一千算万算 他们没有算到 江赫宇会突然出现 花莱不仅没有和江尼森发生关系 还被江赫宇撞破了他的诡计 现在他看着怒容满面的江赫宇 有些吓得说不出话来 董漫一 我一直以为你大家闺秀 知书达理 真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样龌龊的事来 董漫一 我什么都没做 我不知道茵茵她醉了是那个样子 江赫宇嫌腻了她一眼 还有必要狡辩吗 要不要我带她去抽血做个检查 让你心服口服 董漫一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江赫宇 董漫一 不管有没有茵茵 我和你 都绝对不可能了 你不用再耍这些小伎俩 董漫一的手指快要欠尽掌心 她孤注一掷 赫宇 我是爱你的 当年我是被我爸强制送出国的 你不是想要僵是吗 我能帮你 那个岑茵什么背景都没有 在家里还不受宠 还会是你的拖累 她有什么好 值得你这样护着 江赫宇 她是没有你这样显赫的家世 但她就是好 她单纯天真 没有你们这么多花花肠子 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在计算利益 她什么都没有 但是她有真心 你们心自问 当年你真的是被你父亲压制出去的 还是自己本来就有了悔婚的意思 董漫一蹲到江赫宇脚边 一双眼睛阴切地看着她 说到底 你还是愿我当年离开 赫宇 我后悔了 我回来了 我们重新再开始 陈音音根本配不上你 江赫宇冰冷的眼神凝视着她 以后这样的话 就不要再在我面前说了 音音听到了 会不高兴 这次音音没出什么事 我就不和你计较 要是再有下次 我不管是谁和你穿多坐的 我谁的面子也不会给 江赫宇走了 留下董漫一不甘心的紧咬着唇 江赫宇又去找了梁红英 即使面对母亲 她也没有拐弯抹脚 昨晚的事 我不相信你没份 但是这种事 我只允许出现一次 梁红英根本不出儿子 她道 那丫头和漫一根本没法比 漫一现在愿意接受你 你为什么这么傻江赫 与不想再重复同样的话 她扔下一句 我会和音音搬出去住 你和董漫一爱怎么闹就怎么闹 梁红英气得不轻 你这是要分价 我没有要分价 我只是觉得再待在这里 音音她不安全 江赫宇不顾梁红英的咆哮 独自回到房间 花莱正在书桌前埋头构思 她联系了几家工作室 为他们供图 价格便宜 但对作品要求不高 花莱图钱快 对自己的作品质量 也放宽松了不少 江赫宇慢慢来到她的身边 声音温柔醉人 还在画吗 累不累 花莱面对她 还有些羞涩 她把目光放在图上 今天还有两张要出 江赫宇算了一下时间 两张 那不是今天一天 她都要耗在电脑前了 她有些不满 又怕耽误了她 便在背后静静地看着她 看了片刻 江赫宇猝起眉头 你这水平下降了呀 怎么最近贪玩了 开始混了 花莱洋装不知 可能是灵感没有了 江赫宇围观了一会儿 见花莱话得认真 便去做自己的工作 她先给周运发了条信息 把南湖别墅收拾好 我要搬过去住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江赫宇早早地等在床上 一双眼睛在花莱身上 滴溜溜地转 花莱磨磨蹭蹭地不上床 最后被江赫宇喝了好几声 才不情不愿地爬上去 她睡在床的一侧 直到江赫宇沉着脸叫她 你又欺负我 不会动事吗 花莱怕伤了她的心 这才慢慢地挪过去 江赫宇也不含糊 拉过她就开始轻 一边轻还一边说着魂话 老婆 你好香好软 花莱羞得很 她伸手捂着江赫宇的嘴 不要说胡话 江赫宇伸手往她衣服里钻 老婆 花莱按住那手 不要 江赫宇抬头看她 哄着 你怕什么 咱们又不是没做过 花莱低着头 声音羞涩 痛 江赫宇勾起一抹坏笑 多几次就不痛了 这次我温柔一些 说着不等花莱答应 已经把唇印了上去 那之后 花莱每天晚上都被迫着交作业 多几次之后 总算也体会到各中的一些欢愉 第58章 美貌的男人 南湖别墅要重新装修打造 毕竟江赫宇身体特殊 现在她即使不悦 也不得不继续住在老宅 任懂曼依和梁红英 继续在自己眼皮底下蹦跋 花莱后来也隐隐觉得 那天的事有些不对 毕竟自己没喝过酒醉了 也就算了 但那天江尼森的反应 好像不太正常 这之后见着她 还总是躲躲闪闪的 碍于江赫宇 她只是把这事压在了心底 谁也没有去问 现在她雇着秦素枝和学习 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考虑别的 一个月后 秦素枝转到了疗养院 当初曾启文给花莱的那70万 已经所剩无几 她只能拼了命地去画图 拼了命地去赚点块钱 有时候 江赫宇随手丢一个礼物 给她就是五万十万 她捧着这些礼物 真是心痛得不得了有钱人 浪费 这华而不时的礼物 吃不饱穿不暖 也抵不了医药费 还不如直接给钱 但真的揣着江赫宇的那张 几百万额度的银行卡 她又不敢动用一分 在秦素枝的医疗费上 好在目前对接的其中一家工作室 对她提交的作品还挺满意 说约她面谈 想签长期合同 以后只对他们一家供告 这些工作室 全都是白雪在网上帮她找的 她不怎么了解 只知道根据他们的需求去画 这家叫星河的工作室 对接人给她发邮件 约她见面的时候 她还有些发懵 她看着手机上 对方留下的联系方式 疑惑地问一旁的白雪 这不是诈骗的吧 他们说要给我涨价 白雪拿过手机 把邮件看了两遍 道 这邮箱就是他们的呀 你看你们的历史邮件就知道了 你等我查查这人 说着 她掏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星河工作室的网站 果然在公司人物介绍 这一栏 找到这个叫林湾的设计师 她又把林湾和邮件上 留的手机号码输入百度 谈出来的前几条搜索结果都显示 号码和人民是匹配的 白雪把搜索结果 推到花莱面前 是真的 你怕什么 花莱拿着手机仔细地看 我不是怕被骗稿吗 这都是我辛辛苦苦话的 你没听他们说吗 之前那些野鸡公司发邀请 还让大家提交作品 参加什么什么大赛 结果最后全部被打回来 一毛钱没看到 最后发现自己提交的设计稿 被别人洗一洗 做成成品 你说恶不恶心人 白雪 嗨 不是约你见面吗 见了不就知道了 难不成人 还能有假啊 我看这人长得一表人才 可不像骗子 花莱 可是 之前看那人留的信息 他还以为林湾是女的 但现在一看照片 是个妥妥的英俊男青年 要是江赫宇知道 自己和这种美男子私下见面 自己不知道怎么死的 虽然他一直对江赫宇的 这种霸道竭力反抗 但那仅仅是一种作对心理 实际上 他也不喜欢和任何异性扯上关系 但是涨价的诱惑实在不小 况且 他也不希望自己 继续像个机器一样 画那些没有感情的图 只为了速度和钱 白雪 我陪你去 你先加他微信 花莱想到情愫之 一切便都妥协了 好吧 花莱通过手机号码 加了林湾的微信 对方立马就通过了好友验证 还发来了信息 你是莱宝 花莱有些脸红 平时白雪偶尔叫他莱宝 他交稿的时候 来不及想名字 纠结了一下 白雪便直接给他数了莱宝 花莱想着反正也是线上交易 便也没多想 但现在 这个戏称被陌生人叫出来 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是莱宝 你好 林老师 林湾单刀直入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谈一谈长期合作的事 花莱不想夜长梦多 刚好今天上午的课程结束 下午的课 还有两个小时 今天可以吗 一点钟 小雨咖啡 今天不行 我还在外地 过两天才回去 我回去了打给你可以吗 花莱看了白雪一眼 回到 好的 放下手机 花莱还是有点忐忑 不是他说的邀约吗 怎么又说在外地 不会是骗子吧 白雪打去他 你怕他骗色啊 花莱没心思开玩笑 总感觉不踏实 白雪捏捏他的手 放心 我陪着你 过了好几天 花莱吃了晚饭回到房间 看见手机上有一个陌生号码 未接来电 他想了一阵 没有见过这个号码 也就没管 正在他埋头构思新的设计图的时候 电话又响了 他疑惑地接起来 你好 你好 是莱宝吗 我是林湾 花莱惊恐地抬头 看了一眼对面的江赫宇 那人正埋头专心地卡看着文件 注意到他的注视 抬头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花莱本能地扯了个谎 学校的电话 我出去接一下 江赫宇恩了一声 继续埋头工作 花莱捂着听筒 去了隔办公区最远的衣帽间 你好 我是莱宝 我叫陈音音 林湾的声音挺好听 和长相很符合 陈音音 名字很好听 我回来了 你明天方便见面吗 花莱把明天的课程回想了一遍 可以 还是一点半可以吗 林湾 当然没问题 就要挂断的时候 林湾突然说了一句 你没存我的号码吗 花莱 啊 对不起 林湾一笑 没事 就随口一问 你不用紧张 明天见 挂了电话 花莱舒了一口气 心里又泛起一丝喜悦 之前林湾说过两天就回来 结果一等就是五天 她还以为自己被忽悠了 花莱和白雪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咖啡馆 他们特意提前了十分钟到 没想到林湾比他们更早 他们见过林湾的照片 进入咖啡馆 看到角落里的年轻男人的时候 他们还有点不相信 花莱拨了林湾的手机 看她接起电话 朝门口张望 才确定她真的是本人 林湾长得挺好看 穿着浅色的休闲西装 脸上是和煦的笑意 她对着两个女孩挥了挥手 白雪轻轻地扯了扯花莱的手臂 低声说 妈呀 比照片上帅多了 我的少女心啊 花莱低喝了她一声 注意形象 毕竟在美貌方面 她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江家两兄弟 明显比林湾好看多了 第59章 你是我的美味 花莱拉着白雪走近 她连连道歉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林湾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笑道 是我来早了 你们喝什么 花莱和白雪 随便点了两杯喝的 束手束脚地 坐在林湾对面 白雪本来是陪着花莱 来壮胆的 但现在 面对着林湾高于常人的美貌 竟然比花莱还紧张 林湾 你们还是学生 花莱没有隐瞒 大三了 林湾点点头 你的作品很有灵气 在学校应该是拔尖的那种吧 花莱不好意思地笑笑 随便图的 她自己都不记得 交给这个工作室的是哪些图了 毕竟这段时间 她工图过的工作室实在不少 林湾 哦 随便图就能图这么好 那要是下点功夫 一定更惊艳了 花莱连连白手 不是不是 虽然花莱比一般的同龄学生成熟一些 但面对真正的社会人 她还是有些稚嫩 她已经不指望白雪了 毕竟现在她的好闺蜜 已经被对面的男人的美貌折服 像是入定一般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服务升上了饮品 林湾直接进入了主题 你的设计图我们开会讨论过 有灵气 但还是差点意思 或许真的如你所说 你只是随便图图 这次我代表公司约你出来 就是想和你聊聊 看你这边能不能把自己的潜能再深挖一下 接一些客户的专稿 收益按提成算 花莱本来就是奔着钱来的 林湾的话对她的吸引力蛮大 她以前没接过这种活 不知道具体能分到多少 但又不好意思问价钱 林湾看着面前这个把学生的青色 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姑娘 笑道 你之前给我们的供稿 一般是100到300一张 我看你最多的一个周 交了五张稿 速度是挺快 花莱心想 这还较快 星河接到五张的同时 她还要给另外几家工作室交稿 几家加起来 她一个周最多的时候 划过20张 她要挣勤速之的疗养费 和以后的整容费用 林湾 如果签合同化妆稿 半个月花一张 分成在一万以上 没纸订单的时候 你照样可以借那些小单 花莱快速地算着账 如果半个月一单 一单一万以上 肯定是比现在轻松的多的 而且能和客户对接 交流一些改稿建议 对自己能力的提升 也是很有帮助的 花莱心里虽然说着 我愿意 但面上竭力保持着镇静 我考虑一下 林湾 如果途中有困难 公司也会协助你 因为你是新人 现在分成会少一些 等你以后熟练了 公司看到你真正的实力 价格可以再谈 毕业后 如果你感兴趣 还可以来星河任职 那天收到林湾的邮件之后 花莱也去查了一下 星河的资料 规模不算大 但也不是极其无名的那种 看网上的招聘信息 薪资开得不算低 这对一般的英界毕业生来说 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他曾经的目标是TM 花莱诚恳回答 谢谢 我会考虑的 林湾 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 说句实话 我一直在观察你的作品 潜力无限 你别浪费了 希望咱们有机会 能深度合作 从咖啡厅出来 花莱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是萌萌的 他没想到 有一天会得到这样一份工作 他掐了掐白雪 道 我不是做梦吧 一个月两张 就是两万块 真的有这么便宜的好事轮到我 白雪比他更兴奋 是真的 毕竟那个帅哥 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呢 花莱拍了他一下你这个花痴 白雪 可是真的很帅吗 花莱一整天的心情都很不错 下午回到家 竟有些蹦蹦跳跳 江赫宇一愣 朝他伸手过去 花莱便任他牵着 什么好事 这么开心 花莱 有吗 江赫宇 你自己去看看镜子 花莱主动捧着他的脸 亲了一口 学习表现不错 被表扬了 江赫宇手一拉 花莱便跌入他怀里 我老婆表现很好 不管是在学校 还是在家里 家里两个字 被他咬得重了一些 花莱被他调教了这一段时间 竟然一下子就听懂了 他红了脸 要从江赫宇怀里站起来 男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你躲什么 我说的是实话 花莱狡辩 哪里有躲 我要去做事了 江赫宇 先做点别的 花莱一愣 这大白天的 江赫宇摸到窗帘的遥控器一按 窗帘缓缓合上 房间慢慢变暗 江赫宇的声音低沉诱惑 谁规定一定要晚上坐 他随手把遥控板扔到沙发上 道 今天我们坐着来 花莱双手紧紧地还着他的脖子 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 身体竟有几分期待 江赫宇抚下头 用牙齿轻轻地解开眼前的扣子 花莱觉得自己几背都绷得紧紧的 他声音乱颤 你 回应她的是 落在他肌肤上的细密的闻 屋外夕阳西下 屋内春光淫泥 事后 花莱整个人软腑在江赫宇身上 江赫宇满意地搂着他的细腰 任他缓息 两人身上都汗津津的 粘密的肌肤相处 让花莱觉得很不舒服 却没有力气去清理 江赫宇直接拖着他去了浴室 江赫宇却按着他不许他动 我帮你洗 花莱 不要 虽然他帮江赫宇洗过好多次走 虽然江赫宇用别的方式 领略过他的每一寸肌肤 但要他给自己洗澡 他真的会休死的 他虽拒绝 但江赫宇向来霸道 你动来动去 难道是想在浴室来 花莱 我没有 江赫宇轻扯嘴角 听话 我帮你洗 花莱便不敢再动 像个木偶一般听命于主人 手抬起来 转过去 别缩 站过来一点 花莱小声嘀咕 你怎么那么多事 江赫宇 你是我的美味 我当然要洗得香喷喷的才行 第六十章 老公带你兜风 两天后 林湾又给花莱打来电话 询问他考虑的结果 花莱便没有推辞 一口答应下来 花莱签完合同 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把合同小心的叠好 交给白雪 你帮我放到宿舍去 我带回去 被江赫宇看到了 不好解释 白雪一边把合同收好 一边调侃 也是 你老公要是知道 你放着TM的老板娘不做 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工作室 当打工人 你的确不好解释 花莱叹了口气 白雪 其实你大可不必 这样 你老公指缝随便抖落一点渣渣 都比你熬羹首夜花 这几张图证的多多了 你也说了 你们现在感情不错 难道他还会介意你 嫁给他的初衷吗 花莱摇摇头 我就是怕他知道 我嫁给他的初衷 他知道了 必然会去见我妈 要是我妈知道我 那我做的一切 都将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都不知道 他现在有多内疚 一直说自己拖累了我 我都有些不敢去见他了 花莱虽然有这样有钱的老公 但想到他的身世 白雪也跟着叹息 不知道是该同情他 还是羡慕他 好了 现在有了这个兼职 起码阿姨的护理费用 你不用愁了 花莱点点头 嗯 眼下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以后爱 走一步看一步 希望自己早点挣多多的钱 找回我那个漂亮温柔的妈妈 某私人会所里 姜赫与和姜淼相对儿做 姜淼 你爷爷的身体 现在还算不错 我得回去了 再不回去 你姑父要追到这里来了 姜赫与倾笑 我已经听我妈说了 小姑这是要单独找我告别 姜淼神色严肃 你上次说的事 我有认真考虑过 自姜淼回来那天 姜赫与找他谈过股份转让的事 那之后就再没提过 姜赫与 哦 小姑这是要告诉我 你考虑的结果了 姜淼没有正面回答 他靠在椅背 叠起二郎腿 盯着侄儿的眼睛 我知道你一直有动作 你掌管的那几个在外地的小公司 正在暗中不停地吞并别的公司 你折服的这两年 规模扩大了一倍不止 但账面上 盈利居然没怎么涨幅 姜赫与 看来小姑对我挺关注的 我还以为这些年你在国外 家里的事是真的不管了 姜淼 姜淼他春风得意 狂妄自大 只以为你消沉度日 竟然真的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姜赫与毫不吝啬他的点评 他一向愚蠢 姜淼 欲白不服气 资质不如自己的江源掌管公司 和他斗的竟然比你再识还狠 两家就差撕破脸皮了 姜赫与 但他们因为都站得起来 所以还能保持表面的和平 不像我们家 已经被驱逐出气盘了 你也看到了 每次家宴 两个婶婶联合起来 都快把我妈给气死了 姜淼一笑 我真不明白 你爷爷 生这么多做什么 又不能一碗水端平 姜赫与 生得多当然 还是有用的 就比如说当年 我指望不上了 还能有几个 候选接替的 反正都是姓姜 对他来说都差不多 姜淼直言道 股份我可以给你 你真正需要的时候 告诉我 市场价就行 姜赫与神色未动 条件呢 姜淼 咱们是一家人 谈什么条件 姜赫与 姜元他们 和你也是一家人 这是小姑自己说的 姜淼笑着点点头 那就当你先欠我一个人情 我需要的时候 再找你讨 姜赫与的神色 现在才真正松弛下来 他跟着露出微笑 还是小姑会做生意 姜淼长叹了一口气 好了 别对着我 还整天绷着个脸 姜赫与否认 我可没有 姜淼打去 好像你只有对着音音 才会笑 光是听到那个名字 姜赫与的嘴角 已经弯了起来 嘴上却不承认 哪有 姜淼拿出长辈的 说教姿态 音音是个好女孩 我挺喜欢她的 她心思单纯 在这个家里 只有你护得了她 你可得好好待她 姜赫与点点头 姜淼 你别光点头 董漫医在家里住了这么久 心思不单纯 你打算让她一直这样住下去 你得考虑音音的感受 姜赫与不以为然 音音说了 她不介意 姜淼 哦 那意思是 如果她的前任 住到家里来 你也不介意都 姜赫与眉头一紧 她敢 姜淼吃笑 你看你 这么双标 哪有女人不介意 和丈夫的前任 同在一个屋檐呢 音音说她不介意 是不想你在你妈 和她之间难做 你还当了针 姜赫与沉思 是吗 我们会搬出去的 房子目前还没收拾出来 姜淼 还算你有点心 姜赫与回到家的时候 花莱正在电脑面前发呆 她手托着腮 手里夹着铅笔 脸上有微微的笑意 看起来有些吃傻和可爱 不知道想什么 想得如此入迷 竟然连姜赫与到了她身后 她都没注意 姜赫与心情好 有意捉弄她 她轻轻地来到她身后 伸出双手 一手轻捂住她的口 一手紧拢着她的腰 花莱轻呼一声 本能地挣扎 姜赫与故作寒声 不许动 说着亲吻了一下她的耳背 花莱身体微微一抖 小声配合 好汉饶命啊 姜赫与勾起唇角 饶命 求我试试看 花莱捂着胸缩着头 一副惊恐样子 求求大爷 饶了我这个小丫头吧 说着侧过身来 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姜赫与 可怜兮兮的 姜赫与 你这是讨饶 我看明明是挑衅 花莱低头咬着手指 人家没有了 姜赫与喉结一滚 命令道 过来 花莱明知故问 过来哪里啊 姜赫与不和她计较 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腿 花莱扭扭捏捏地站起来 磨磨蹭蹭地坐过去 姜赫与抱着她的腰 先锁了一阵香纹解了馋 逗得花莱咯咯地笑 然后抬起头看着她的娇妻 今天什么是这么高兴 花莱想到合同的事 嘴角又忍不住上扬 她忍不住分享 学校合作的有家工作室 看上了我的设计稿 今天给了我一个单子 姜赫与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说了 你要工作要画图 直接去公司 花莱捏了捏她的脸 你还说 上次的设计稿交上去 一点阴性都没有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先在小公司磨练磨练 明年再去科TM 姜赫与不以为然 有你高兴 反正都是你的 花莱 你今天好像心情也不错 姜赫与歪头想了一下 道 嗯 我的工作也有一点不错的进展 花莱 你也很棒哦 姜赫与看着笑叶如花的花莱 心动不已 她道 咱们庆祝一下 花莱 怎么庆祝 姜赫与 老公开车 带你兜风 第61章 安全感 花莱一愣 兜风 你 她知道姜赫与有考过残疾人驾照 但从来没有看她开过车 姜赫与引着她的手环在自己腰上 又把她的头轻轻地 按在自己肩上趴好 脚提起来 花莱一脸笑意 她蹬掉拖鞋 双腿盘在姜赫与腰上 像个大包袱一般贴在她身上 好了 姜赫与 坐好了 老公要开车了 花莱点点头 嗯 姜赫与空着轮椅 在房间里开始转悠 转了两圈 花莱轻轻咬着姜赫与的耳朵 老公 开快一点 姜赫与一笑 你可真坏 话是这样说 速度也跟着提起来 花莱笑声爽朗 我第一次都疯 好刺激啊 两人从阳台到办公区 再到休息区 到衣帽间 来来回回好几次 幼稚又开心 房间是真的大 使得他们可以如此细细 梁红英推门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花莱像个小袋鼠一样 挂在姜赫与身上 她的眉眼瞬间就冷下来 花莱刚刚还在哈哈地笑 在戳到婆婆阴冷的目光时 立马收住声 从姜赫与身上跌滚下来 怯声声地道 妈 梁红英满脸怒容 岑音音 有你这么胡闹的吗 你怎么可以念 后面的话 她羞得说不出来 姜赫与转过身 表情和她妈一样冰冷 语气没有一点客气 妈 进门要敲门 你不知道吗 进我儿子的房间我敲什么门 你们关起门来 就是这么胡闹的 我说贺雨 有你这么由着她放肆的吗 董漫一听到吵闹声跟过来 扶着梁红英 阿姨 江贺雨瞥了她一眼 道 我惯着她怎么了 我不过是抱一抱她 她是我老婆 就是要天上的月亮 我摘给她 也是天经地义的 董漫一名谋威警 语气却是温和无比 阿姨 两母子有什么好吵的呢 气大伤身呀 我陪你去花园坐坐 散散心 说着又对江贺雨 有些责备 贺雨 怎么和阿姨大喊大叫的 胡闹 也要有个度吗 一点规矩也不懂 我陪阿姨去走走 你待会过来 给阿姨道歉 说完不等她回应 先拉着梁红英走了 花来愣在原地 董漫一对江贺雨 说话的语气 让她浑身不舒服 就好像 自己是个任性胡闹的小妾 而董漫一是个 端庄十大体的正房 一天的好心情 全都没有了 看着大厂的房门 花来暗暗呼了口气 样样地走过去关了门 整个人抵在门上 搭拉着头 江贺雨过来 拉了拉她的手 你别往心里去 我妈那人 说话难听 花来挤出一个笑 是我太不懂事了 你快去给妈道歉 我她看到我会不高兴 我就不去添乱了 花来说着 拉开了门 才开一个缝 江贺雨就伸手把门合上 蓝湖的房子快收拾好了 到时候 我们搬出去住 搬出去 花来眼睛亮了一下 随即又演示好 道 这不好吧 江贺雨捏了捏她的手 笑道 你别装了 明明很期待 花来果然露出笑言 嘴却还在狡辩 哪有 江贺雨拉着她 到沙发边坐下 我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妈那人 但凡受点委屈 一哭二闹三上吊 闹得家里不得安宁 她要把董曼一 留在家里 我就带着你出去住 花来还有有些忧心 但是这样 妈对我一定更惹她生气 江贺雨 你管她做什么 自己高兴就行了 花来看着江贺雨坚定的眼神 终于点了点头 嗯 江贺雨看着花来如 心芒闪耀的眼睛 忍不住道 我不会就这样下去的 你等等我 总有一天 我会强大起来 任何人都不能给你脸色看 你再等等我 花来知道 江贺雨从来没有懈怠过 她虽然很少去公司 但比她这个学生忙多了 每天除了理疗身体 就是工作 花来见过 她开视频会议时的严肃 也看过她看文件时的专注 你已经很厉害了 江贺雨摇摇头 不够的 我的目标是 她意识到 没必要和花来说这些 她不需要知道她的烦恼 也不需要知道 争夺的残酷无情 她只要在她的羽翼下 无忧无虑就好 她手比划了一下 这么大 花来把她的手圈住 不要太拼了 先把腿养好 第二天 又是去医院例行检查的日子 花来再一次推着江贺雨 出现在邵学卿面前 邵学卿眼里 有一丝诧异 花来看得懂 她没来的日子 一定都是董漫医 陪着江贺雨来的 她相信 江贺雨没有和董漫医 再附和的心思 但架不住梁红英的竭力撮合 总会找着机会 把董漫医送到江贺雨面前 花来还是如往常一般 礼貌地向邵学卿问好 邵学卿推着江贺雨 进了检查室 问道 你小子到底在搞什么 你不会想脚踩两条船吧 江贺雨含声道 闭上你的臭嘴 那你一会儿这个 一会儿那个的 到底怎么想的 我的事你少打听 说正经的 我觉得最近明显好了不少 我发现我的脚趾头 能轻微地动一动了 那天 她一个人在房里 使出了一身汗 终于让脚趾头微微一动 在没人的时候 她每天要花不少的时间 独自练习 邵学卿并没有很意外 先看看这次的检查结果 我的建议是 自己到医院住下 接受专业的附件训练 江贺雨摇摇头 她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自己有康复的可能 邵学卿当然了解 她在想什么 又劝道 你不是刚买了一个疗养院吗 不然到疗养院去住也行 你就这样遮遮掩掩的 费力不说 作用还不明显 江贺雨嘴角弯起 那个疗养院 又不是为我自己买的 你嘴巴闭言 我站起来之前 我不想让别人有任何猜测 邵学卿撇撇嘴 你就这样吧 受累的可是你自己 一系列的检查结束 花莱私下找到邵学卿 邵医生 贺雨 她的腿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转 邵学卿想到 江贺雨要她保密的事 神色凝重地 微微叹了一口气 我不会放弃她的 请你相信我 花莱你没 她心里酸酸地难受 她见识过江贺雨的自卑自弃 现在她却时常告诉她 她会好起来 要她等她 原来她只是宽慰自己的 她还是没有安全感 第62章 疗养院的见面 周三的时候 江贺雨从公司开会出来 心里烦闷 偏偏当天花来 有一整天的课 她无处可去 便让赵玲把车开往城郊 她前不久 新买了一所疗养院 就在城郊 她没怎么来过 除了院长 认识她的人没几个 赵玲去停车 江贺雨就自己扶着轮椅 往休闲区去 这里环境静谧 面积很大 住的人却不多 江贺雨转了半天 在健身室 看到坐在角落的秦素枝 她慢慢过去 轻轻唤了一声 阿姨 现在这个时间段 健身室没什么人 秦素枝等了几秒 没有听到人应答 才缓缓抬起头 确定面前这个 坐在轮椅上的英俊男人 叫的是自己 她的中风好了很多 目前能扶着拐杖慢慢走 但她的半边脸 毁得有些严重 即使戴着口罩 还是有一部分疤痕遮掩不住 她是特意挑这个时间点人少 才来这里透气的 她微微侧身 整了整口罩 把自己争名可不的面容隐藏起来 你叫我 江贺雨笑笑 是啊 阿姨 这个点应该是晚饭时间吧 你怎么没去 秦素枝 只当江贺雨是新来的 住在里面的病人 看她年纪轻轻坐在轮椅上 心里起了怜悯 她怕自己的样子吓着她 但看她对着自己 没有半分恶然的样子 又忍不住想和她说几句话 她在这里 实在闷得慌 即使别的病友 有意和她说几句 她都不敢靠过去 怕别人只是好奇 也怕别人同情唏嘘 秦素枝 我还不饿啊 江贺雨 我有点饿了 你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吗 这边我不太熟 秦素枝好久没有被人需要过了 她甚至觉得自己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生存价值了 但是现在 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 需要她的帮助 她站起来 有些慌乱无措 好呀 好的 她把拐杖夹在夜下 推着江贺雨要往外走 江贺雨侧身把她的拐杖拿过去 秦素枝也没说什么 推着她很慢很慢地往外走江贺雨 您家人呢 秦素枝 女儿在上学 怕江贺雨误会 自己被家人抛弃在这里 又说 我只有一个女儿 她很乖 学习也很好 还在念大三 已经有公司提前和她签了合同 还预付了好几年的工资给她 所以除了上学 她还要上班 但每个星期都会来看我 江贺雨附和道 那真的很厉害哦 弹起花来 秦素枝不由地露出笑容 是啊 她从小就很懂事 是我拖累了她 江贺雨安慰她 一家人 说拖累就见外了 秦素枝苦笑 是啊 她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每次我看她来 明明很累 却装得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 我心里难受 江贺雨有些愧疚 花来白天上学 回家后要照顾她 每天还要给她按摩护理 要画图 要陪她胡闹 她的时间真的有限 而每一次探望秦素枝的机会 都是她向她讨来的 当她那次看到花来和江尼森一起回来 心情低落的时候 她就让周运再次去调查了 花来和她养母的事 到此她才知道 那个每天被她变着花样戏弄的小娇妻 是个为了区区七十万咬牙架 给一个残废的傻丫头 所以开始的时候 她才如此忍气吞声 所以她才对她摆一摆顺 自己给她的卡 她是有用 用的不多 而且 每次只要她收到消费记录 当天花来 就一定会把消费小票拿给她看 告诉她自己买了什么 保证自己没有乱花钱 但那些钱 没有一分是用到医院的 她看她扣着一切空余时间 拼命的画图 就为了攒钱 她便买了一家疗养院 然后不动声色的 把疗养院的资料 弄到了她面前 这样等级的疗养院 她原本是消费不起的 好巧不巧 有一位慈善家 因为家里发生了火灾 烧伤了她的小女儿 慈善家便建立了一个 针对烧伤人群的慈善基金 又好巧不巧 秦素芝得到了慈善会的资助 花来每个月 只需要支付不到一半的疗养费用 江赫宇没向花来 问过秦素芝的事 她竟然还不想说 自己又何必惹她烦闷 她只能在背后 默默地帮助她 秦素芝推着江赫宇走得急慢 江赫宇 阿姨 你有这样的女儿 真是好运 秦素芝在背后点了点头 她命不好 从小到大 没遇到一个好人 江赫宇很赞同 花来小时候被曾家抛弃 跟着秦素芝 孤苦了二十来年 然后被当成工具 卖给她这个残疾人 做了老婆 她真的很命苦 阿姨 她会好起来的 我们也会好起来的 秦素芝叹了口气 她觉得 和这个年轻人还挺聊得来 可能是同病相怜吧 你的腿怎么回事 江赫宇笑笑 车祸站不起来了 秦素芝道 别放弃 你这么年轻 试过中医没有 我之前中风也站不起来 我女儿每天给我按摩 找中医做针灸 吃中药 你看 现在我能慢慢走了江赫宇 是吗 那我要试试的 秦素芝看能宽慰到别人 心里觉得暖哄哄的 她把江赫宇带到食堂 看江赫宇吃饭 自己却不动快 江赫宇道 阿姨 你也吃啊 都快凉了 秦素芝还是那句话 我还不饿 你快吃 江赫宇把筷子塞到她手里 伸手替她摘了口罩 阿姨 意外是我们没法左右的 咱们不妨大胆一点 随心一点 才能过得开心一点 我们开心一点 关心我们的人 才能安心地做他们的事 秦素芝愣愣地结果筷子 我怕吓到你 江赫宇 其实疤痕修复很简单的 我这腿连带认识了不少医生 如果你真的介意 我推荐医生给你啊 秦素芝 我不介意 我只是怕吓着别人 江赫宇 我理解的 改天我问问那些医生 看看你这种怎么修复 咱们先吃饭 秦素芝知道 花莱收集了不少整容资料 她也知道 要整容 开销不少 她舍不得花莱那么拼那么累 所以她选择戴着口罩 一个人坐在角落 二人吃完饭从食堂出来 又坐着聊了一会儿 秦素芝对这个年轻人 完全卸下了防备 还开导 她要积极配合治疗 争取早日站起来 聊到七点过 江赫宇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拿起一看 眉梢挽起笑意 她朝秦素芝笑了笑 道 我妻子的电话 她肯定在家等我 江赫宇简短地接了电话 然后对秦素芝说 阿姨 我要回去了 今天和你聊了这一会 我觉得心情好多了 我一定会积极配合治疗的 下次我再来看你 秦素芝比刚才自在了许多 她也笑道 我还以为你住这里 住家里好 住家里好 一家人在一起 江赫宇点点头 阿姨 你也想和女儿住一起的吧 秦素芝却摇摇头 我在这里有人照顾 回家不行 我不能给她添麻烦 而且我们的房子 已经被烧了 我在这里就挺好的 你快回去吧 江赫宇没有再说什么 给赵琳打了个电话 把她接走了 第六十三章 分享 江赫宇回到别墅的时候 花莱正在花园的堂椅上 摇来摇去 看见江赫宇过来 她立马起身奔向她 你到哪里去了 平日她回来 江赫宇都是在家的 今天回来 房间里空无一人 让她有些诧异 江赫宇 今天工作完成了 出去转了转 该去接你放学的 怎么 回来没看到我想我了 花莱嘴硬 哪有 她把江赫宇 推到亭子里 要不要在这里按按腿 花园里空气很好 而且我发现 这个堂椅躺着很舒服 江赫宇一笑 你要天天这么躺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花莱 你又来了 两人带到花园的夜灯 亮起才回了房间 江赫宇 今天还画图吗 花莱 不用 经昨天把稿子交上去 这两天暂时没有新的任务 江赫宇调查过 花莱合作的那个工作室 没什么名气 只要她愿意 随时能收到自己麾下 但她放任花莱去做 她既然想自己努力 就让她去玩就是了 真到了她要用钱的时候 她自然会想办法 帮她化解困境 第二天的时候 花莱接到林湾的电话 问她有没有时间 约出去聊一聊 花莱时间紧凑 希望所有的事 都能通过电话解决 怎么了 是我的稿子被毙了吗 她第一次接这种商稿 始终差一点自信 林湾 就是和你说稿子的事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到学校去找你 虽然自己和林湾清清白白 但是花莱记得江赫宇的警告 要她做异性绝缘体 她担心自己和林湾见面 会被江赫宇看见 到时候 自己又要花精力去解释 花莱 要多久 林湾 半小时就够了 花莱点了点头 中午我去找你 午休的时候 花莱去见了林湾 她有些忐忑 那张稿子自己把握不大 坐到林湾面前 她忧心忡忡 开门见山 林老师 是不是没通过 我可以改的 不是还有两天期限吗 林湾笑着看着她 这么没自信 花莱 我听师姐们说 外面的客户可难伺候了 都是要反复改稿的 林湾点点头 是的 花莱对自己失望极了 林湾 但是你的稿过了 客户很满意 花莱 啊 林湾笑着说 你真的很棒 其实考虑到你是第一次接商稿 我是让人准备了Plan B的 但是没用上 花莱谋中都是惊喜 真的 林湾 客户说 你设计的样式 非常符合她的预期 她当场就给我们介绍了新的客户 所以 花莱望着林湾 等她继续说 新的岛子来了 你又要开始忙了 花莱原本只有一分信心的 现在仍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是客户给我介绍的新单 林湾当着花莱的面 把这次的设计主题 发到花莱手机上 嘱咐道 你有实力 也有运气 要好好把握 嗯 花莱重重地点点头 林湾搅弄着咖啡勺子 聊完正事 问了一些闲话 你很忙 花莱知道 她是在问自己底处见面的事 她没正面回答 下午还有课 林湾开玩笑地说 你还挺难约的 花莱借机道 下次有事 可以直接线上沟通吗 我的确时间有限 林湾 你倒一点都不远事 你就不担心 你这样怠慢我 我不给你介绍好的单子吗 花莱心情好 加上二人之前就作品问题 在网上沟通过多次 算是熟人 花莱说话也放松起来 啊 这么快就给我穿小鞋了 林湾洋装叹了口气 哎呀 我的确有点情绪 可是现在你已经被别人预定了 我就是想给你穿小鞋也不敢 而且 还得把你捧着 花莱 粘重了 不过我是真的要回去了 林湾点了点头 高飞要等出了成品 交付之后才能拿到 你等一等 不会太久花莱 谢谢 林湾站起来 走吧 要不要我送你 这边过去有一段距离 花莱摆摆手 不用了 搭公交也就一站路而已 花莱从咖啡馆从来 心情好得飞了起来 她迫不及待地想找人分享 最后把电话打给了江赫宇 江赫宇的电话接得很快 音音 花莱像任何一个 现在恋爱里的女孩子一般 脸上是甜甜的笑 声音软软地说着一些废话 你在做什么 打扰你没有 江赫宇抬头 把身体悠闲地靠在轮椅上 抬手示意对面的周运先出去 房门搭的一声和尚 江赫宇道 我不忙 都是些日常的事 正好听听你的声音 歇一歇 你是不是想我了 花莱太想和她分享自己的成果 她羞涩地恩了一声 声音虽然很低 但江赫宇还是听得很清楚 我也想你 我现在去接你 花莱小脸红红 不要 下午还有一节课 江赫宇松了一颗领口的扣子 急促地呼吸顺畅了一些 她舔了舔唇 声音实在蛊惑人心 陶一节课 现在去接你 好不好 好学生软绵绵地拒绝了她 不好 江赫宇不满 你给我打电话 你又不回来 你故意的是吧 花莱 那我以后不打了 江赫宇又不准 不可以 想我了就要坦白地告诉我 不许憋回去 知不知道 知道了上课时间到了 江赫宇深吸了一口气 去吧 等下来接你 嗯 花莱正要挂电话 江赫宇的声音又传过来 老婆 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老公等你 花莱耳朵发烫 仿佛那气息隔着电话线 喷到她的耳膜上一般 知道了 花莱挂了电话 轻呼了一口气 才带着浓得化不开的笑意 往学校走去 一堂课上的心不在焉 脑海里一直飘着江赫宇的声音 老婆 我等你 老婆 我等你 白雪轻轻地碰了碰她的手肘 巧声问 怎么回事 你居然在走神 花莱坐直了身体 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 白雪打去她 难不成再想你老公 想得这么入迷 花莱被猛重心思 脸上飞起红云 别乱说 白雪 泽泽 猜中了 小莱宝 你变喽 不纯洁了 花莱 我求求你闭嘴吧 第六十四章 捉弄 江赫宇挂了花莱的电话 又擒着笑悔为了半天 才把周运叫了进来 江赫宇 还是一副悠闲姿态 你说 江源去了拉斯维加斯 周运点点头 是的 去了三天 还是以出差的名义 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 身边贴身跟着一个女人 不是裴家小姐 江赫宇 她倒真会为我省事 找人盯紧她 另外几个也不能放松 周运 我知道的 江赫宇 过段时间 我要外出一段时间 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 另外帮我找几个可靠的人 我不在的时候 照看好音音 一定不能出任何纰漏 周运 我记下了江赫宇 感觉自己最近喜事连连 感情事业都很顺 爷爷的身体 也的确硬朗了许多 难道花莱嫁进江家 真的会给他们 带来好运不成 江赫宇看着周运 你怎么都不笑 工作很辛苦 有压力 周运雨夜 啊 江赫宇 好像我没有看到 你笑过 周运 你说的 对待工作 要认真严肃 他心里嘀咕 江赫宇以前 明明比任何人都冷肃的 现在倒说起 他不会笑来了 江赫宇板起个脸 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周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江赫宇不再为难他 去吧 等事情结束了 给你放大假 周运 谢谢江总 他踏出江家 暗松一口气 要他汇报工作 他能讲两个小时不停顿 但要和他开玩笑 他觉得自己好像词汇有限 张不开口 接不住话 尤其是 针对他阴冷的上司 江赫宇抬手看了看表 让赵领 送他去了花莱的学校 他今天没有耐心等在路口 便让赵领 直接把车开到了学校门口 距离花莱下课 还有好几分钟 江赫宇的豪车 停在学校门口附近的车位里 引来不少学生侧目 他一双樱幕紧紧地盯着门口 生怕错过那个身影 尽管他知道 花莱不可能提前出来 他掐着点给花莱打电话 半天没有人接 他便不满地猝起眉头 两分钟后才收到回电 背景音嘈杂 花莱的声音小心翼翼 老师脱堂了 你到了吗 要再等我一下 江赫宇突然又没了脾气 外面骄阳晃眼 他怕他跑到满身汗 你带伞了吗 太阳很大 带了 再下楼了 等一下再和你说 江赫宇 别挂 慢慢走 花莱单肩背着书包 他侧头看了一眼旁边坏笑的白雪 当着闺蜜的面和江赫宇聊电话 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了 江赫宇 你不方便接电话吗 花莱 没有 就是路上人挺多的 江赫宇听出花莱的应付 有些不满 那你仔细走路 我挂了 白雪看花莱收了线 巧声打去他 你老公说话好温柔啊 花莱一惊 你听到了 白雪推了他一下 快去吧 别让人家等久了 花莱 我又不急 白雪 你不急 你这一节课 都心不在焉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还不急 快去 花莱挽着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 赵领恭候在那里 赵领26岁 是江中国战友的孙子 在江赫宇出了车祸以后 才来了江家 他是退伍军人 身材尽瘦挺拔 穿上西装看不出什么肉 长得还没清目秀 平日沉默寡言 但坐视很稳 他往校门口一站 俊秀的外表 高冷的表情 立马吸引了不少女学生的侧目 在等花莱的这几分钟 已经有三拨胆子大的姑娘 走过去 问她的联系方式了 赵领冷眉冷眼 不方便说 旁人便不敢再造次 他紧紧地看着校门口 害怕错过花莱 白雪和花莱一露出来 突然摇了摇花莱的手臂 宝 快看 有帅哥花莱 低头回着江赫宇的消息 头也没抬 笑着说 你个花痴 白雪是标准的天秤座 天生眼狗 对长得美的人毫无抵抗力 他眼里冒着星星 可是真的好帅啊 我有一种生儿无憾的感觉 心跳得好快啊 花莱抬头 顺着她的眼神看过去 赵领 她已经头转了半圈 果然看到江赫宇的车 停在不远处 花莱有些走不动路了 江赫宇怎么不听话 居然跑到学校门口来了 白雪看她愣住的表情 取笑她 你看你 还说我花痴 你自己都看待了吧 花莱咽了咽口水 小声巧笑道 我已经嫁人了 无福消受 你喜欢的话 我去帮你问号码怎么样 白雪有贼心没贼胆 有些丧气 你看刚才那个美女那表情 显然是被拒绝了 我哪里有机会 就不用自诩欺辱了 却又不甘心 这样的帅哥 就是不聊天 光看她的朋友圈 也美得很啊 白雪 可是真的好帅啊 还这么高了 花莱心里已经哈哈大笑 她没想到 这个日日 接送自己的不爱说话的赵领 居然如此惹女孩子喜爱 她拖着白雪就走过去 走 我帮你问 两人拉扯之间 赵领也注意到了 她看到花莱 张口就喊 大 还没叫出声 又觉得在这样的场合 叫她大少奶奶实在不合适 但要她叫她音音 她叫不出口 只得堪堪住了嘴 花莱经经心情好 忍不住连赵领一起打去 她走到她面前 笑道 帅哥 你长得真好看 我朋友想和你认识一下 可以加个微信吗 和刚才面对那些女生时的冷漠不同 赵领被花莱调侃的有些不好意思 猛男居然微微红了脸 她知道江河与把花莱管的言 自己也不敢和她多说话 怕惹江河与不高兴 现在面对笑音音的花莱 她只得顺从地掏出手机 解了密码地给花莱 白雪心里惊呼了一百声卧槽 她知道花莱是长得乖巧有魅力的 但这魅力也太无敌了吧 刚才这个生人无尽的帅哥 现在这么听话地把手机给了花莱 怎么看起来又猛又懒呢 花莱敏唇微笑 接过手机点开微信 打开二维码 然后催促呆若目击的白雪 扫呀 愣着大麻 白雪颤抖着手扫了赵领的好友马 然后细声说 谢谢 我叫白雪 白色的白 飘雪的雪 赵领看了她一眼 赵领 山领的领 白雪内心 天哪 名字也这么好听 赵领接过花莱递过来的手机 她知道江贺宇一定看着这边 怕她等得不耐烦 便说 少奶奶 少爷在车里等你 第65章 物事 白雪 What 少奶奶 花莱瞥了一眼车窗 转头对白雪说 我回去了 你自己慢慢去吧 白雪轻轻地揪了她一把 巧声喝道 你戏弄我 你们认识 花莱哈哈一笑 记住姐妹的恩情 白白了 白雪叹了口气 宝啊 你现在真的好花呀 两个丫头说了几句悄悄话 才分别着大庭广众的 花莱怕赵领像往常一样 做出替她开车门这样的事来 立马小跑几步 赶在赵领动手前 自己拉开门钻了进去 她这急切的动作 取悦了江贺宇 她认为 她是见她心切的 不远处的黎如 扯了扯张纯 那是花莱 她看着她上了一辆豪车 旁边还有一个好看的男人 张纯恩了一声 没有说别的 黎如看着赵领 她交男朋友了吗 好帅呀 还开这么好的车 她傍上大款了 张纯忍不住得意道 那不是她男朋友 黎如疑惑地看着她 她俩平时和花莱接触不算多 张纯整天和自己在一起 她怎么知道 那不是花莱的男朋友 黎如 你怎么知道 张纯 她男朋友 可比这个帅多了 黎如更加惊讶 你知道 你居然不告诉我 张纯笑了笑 晃了晃手上的手链 看到了吧 风口吠 黎如拍了她她一下 好啊 你居然对我有秘密 快说到底怎么回事 张纯卖够了关子 才慢悠悠地说 人家现在是TM的老板娘 她老公是老板 长得可帅了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她的相片 上次我去参加我姐的婚礼 在她家取手室 刚好遇到他们两口子巡店 黎如已经惊讶到何不拢嘴 你说她结婚了 张纯 反正那男的叫她老婆 你说是什么关系 黎如 嘖嘖 张纯晃了晃手链 她老公大方霸气得很 听说我和花莱是同学 就让我在店里随便挑 黎如 这也太夸张了吧 张纯 这是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答应她了的 黎如的目光 放在手机网页上 不对啊 TM的老板两年前出了车祸 至今还坐在轮椅上的 张纯 嗯哼 黎如抬头看着张纯 你是说 花莱嫁给了一个残疾人 张纯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 她老公虽然坐在轮椅上 但气势足得很 长得帅又有钱 特别是护着她的样子 又温柔 又迷人 黎如 纯纯 嘖嘖 你看看 你这个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说的是你老公吗 张纯又挽起她的手 走了 反正很有男人味道 你要看到你也喜欢 记得保密哦 花莱钻进轿车 有一份埋怨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江赫宇一条梅 怎么 不可以 花莱坐定 不是跟你说过吗 江赫宇 等不了 不想再那么远 晚上回去饭也没吃 花莱就被江赫宇先吃了一遍 势必花莱服在江赫宇的胸膛喘息 大白天的 你干嘛呀 江赫宇用手指勾着她的发烧把弯 心情好 助助兴 花莱捶了她一下 哪有你这样的 江赫宇笑了一声 花莱叹了口气 分房睡吧 你太耽误 我做事了 你看这个时间点 我还什么都没做 江赫宇低声警告 你敢 花莱轻轻地咬了她一口 你好务实啊 我还只是一个学生啊 江赫宇双手把她端着抬起头 学生 你这么说 我更兴奋了 说着就把花莱架着坐起来 做事要再来花莱慌忙低声求饶 不来了不来了 今天的作业还没做呀 江赫宇戏弄了她一番 才松开手 让她躺在自己身侧 今天什么是这么开心 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花莱直起身 眼睛又亮亮地放着光芒 我上次交的稿子过了 那个客户还给我介绍了新的单子 江赫宇捏了捏她的鼻子 我就知道 你很棒 花莱又躺下 那个林老师说过 段时间就能结算倒筹了 如果像现在这样 我一个月结两张 每个月就有两万多块 一年就能有二十万 用一点 存一点 过几年 过几年 自己挣的会更多 勤素质的手术费就够了 到时候 她把她接到身边 一起生活 江赫宇不满 你存钱做什么 不是给了你卡了吗 给你的零花钱不够 我看你也没怎么用啊 花莱摇摇头 自己挣的是不一样的 自己挣得稳妥 更有安全感 江赫宇 我让你没有安全感了 花莱不敢说没有 但是她真的没有 她清楚 自己和江赫宇的差距 更何况 旁边还有一个 虎视眈眈的董漫衣 她猜想 如果有一天江赫宇 站起来了 她就不会这么需要自己了 与其到时候 狼狈地被扫地出门 还不如自己找好出路 当然 如果江赫宇愿意留下她 她是愿意继续陪着她的 花莱开玩笑道 我们不是离婚协议都签了 花音未落 江赫宇的脸色 已经冷了下来 花莱自知失言 我开玩笑的 江赫宇放开了她 转向另一边 花莱心沉了下去 最近过得太开心 她几乎忘记了 江赫宇曾经有多敏感自卑 她靠了过去 江赫宇 我 江赫宇打开床头的密码箱 拿出两张纸 当着花莱的面 撕得粉碎 没有了 是新婚那晚 花莱签的离婚协议 花莱呆住了 我 江赫宇郑重地说 我们是夫妻 国家承认的 你要再敢说今天这种话 我要打嘴巴了 花莱靠近她的怀里 小声说 我知道了 江赫宇 你不许离开我 你是我的小福星 花莱恩了一声 她深吸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看着江赫宇 除非你赶我 不然我不会离开你的 江赫宇 我永远不会赶你走 有我在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 第66章 秀恩爱 花莱没想到 会接到岑启文的电话 他本来是不想接的 但那个号码 弃而不舍地想了好几遍 自从他嫁进江家 第二天 曾启文夫妇出现过以后 他们就没有联系过 他几乎要忘了 他们一家的存在 他知道曾启文 打电话来不会有好事 但看着再次响起的手机 最终点了接听 喂 没有称呼 没有情感 音音呀 很忙吗 曾启文倒是热情得很 仿佛这面 真的是他疼爱的闺女 花莱面无表情 开门见山 嗯 比较忙 有什么事 曾启文 没事没事 就是好久没有联系了 你身体还好吧 花莱 没有事 我就挂了 曾启文 等等音音 那个 你妈这周六生日 你有空吗 过来 咱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吧 花莱 到时候看吧 可能没时间 曾启文仿佛没有提出花莱的敷衍 继续道 提前给你说 就是希望你能把时间安排出来 你看 你结婚这么久 都没回来过 想到你平日学习忙 我都不好打扰你 但是你妈过生日 一年也才一次 而且大家都挺想你的 你抽空回来 吃顿饭吧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花莱冷笑一声 想我 前面二十多年不想 现在半年不到就想了 家 那是我的家吗 那个家有我的位置吗 曾启文很为难的样子 音音 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你 但是有些事你不知道 你妈心里有心结 她一见你 就想起那些不好的往事 这么多年就一直躲着 花莱 那就继续这样吧 我就不凑到她的跟前 找不自在了 花莱直接挂了电话 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她曾经也是渴望家庭和睦的 她小时候总问秦素芝 自己怎么没有爸爸 秦素芝一直没说 等到她念了初中 秦素芝才把她的身世告诉她 让她自己决定 要继续跟着这个养母 还是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至此 花莱才知道 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姑 她仿佛一夜间 就长大了懂事了 如果不是为了七十万 她是绝对不可能 承认自己和曾家的关系的 但是 自己的恩怨 和秦素芝的命比起来不值一提 晚上的时候 江赫宇抱着花莱 二人说了半天闲话 江赫宇突然道 对了 你妈周末过生日 让我们过去吃饭 花莱直起身 你答应了 江赫宇看她这反应 好似十分不愿意一般 答应了你是不是不想去 你不想去 咱们就不去 花莱叹了口气 去吧 我没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不为别的 她不想别人说江赫宇不懂礼数 连丈母娘的生日宴都不参加 江赫宇 真的 花莱恩了一声 算是作答 周六花莱磨磨蹭蹭的 和江赫宇出了门 花莱只去过岑家一次 现在连地址都不知道 还好赵领做一个司机 实在很专业 他去接过一次花莱 便记下了路 车开到岑家的二层别墅门口 岑启文和岑静儿 已经等在大门外 车一停下 两个人都迎了过来 岑启文先打了招呼 赫宇 音音 你们回来了 岑静儿绕到江赫宇旁边 声音甜得不得了 姐夫 我是静儿 等你们老半天了 怎么才来啊 花莱眉头一皱 目光放在岑静儿 放在轮椅扶手的手上 那个位置曾经是他的 岑静儿和江赫宇打了招呼 才回头看着花莱 姐姐 花莱点了一下头 刚要去推江赫宇 岑静儿已经推着他往里走了 他一边走一边弓身歪头 靠近江赫宇讲话 姐夫 你们平时很忙吗 怎么都不回家 来坐坐 我好想你们啊 那语气里的娇称 竟不像是第一次再见面 江赫宇按了轮椅的停止键 又转了半个弯 把手伸向落在后面的花莱 花莱心里总算好受了一些 他原本是不习惯在外面 和江赫宇如此腻歪的 但是他现在看 则曾经对江赫宇亲密的样子 就是很不舒服 他就顺从地把手递上去 江赫宇对着他玩耳一笑 两人手牵着手 继续往里面走 花莱今天的裙子 是江赫宇给他挑的 是在一行定制的情侣款 做工质量款式都是拔尖的 加上花莱身材傲人 穿上更加让人眼前一亮 他和江赫宇牵手走在前面 曾经走在后面 被衬得像个丫鬟一般 曾经看得心里一股无名火起 几个月前 连说话都低着头的黄毛丫头 现在居然把他比了下去 而且江赫宇连正眼都没看自己一眼 他心里气呼呼的 但面上仍旧是一副 天真无邪的纯真样子 还称赞 姐姐和姐夫感情真好 真让人羡慕 纵使江赫宇知道 花莱和曾家关系不渝 但看到曾经羡慕自己和花莱的感情 他心里还是恶得飞起 他忍不住侧头笑着对曾经说 你姐姐人很好 遇上她是我的父亲 花莱觉得江赫宇真傻 别人随便奉承一句 他居然还当了真 江赫宇第一次来曾家 带了不少礼物 除了过生日的货秀 曾启文和曾经都有份 曾经捧着一条项链雀跃地笑 谢谢姐夫 我很喜欢 江赫宇 你姐姐替你挑的 你喜欢就好 曾经左一声姐夫 右一声姐夫 叫得甜得发腻 身不舒服 后来只觉得好笑 任曾经贴得再近 江赫宇眼里都只有自己 曾经把刚包的虾 放进江赫宇碗里 姐夫吃虾 这是爸爸特地预定的 今天空运来的 江赫宇道了一声谢 转手就放到花莱碗里 当着众人轻声道 你多吃点 不是说饿了吗 花莱一言不发 直接把虾送进了嘴里 江赫宇看他胃口好 笑了笑 挽起衣袖 自己包起虾 然后沾了一点料 放到花莱碗里 原本二人吃饭不这样的 但今天花莱就是看曾经不顺眼 任由江赫宇伺候着自己吃喝 一会儿加菜 一会儿咬汤 一会儿提醒他吃慢点 一会儿让他擦擦嘴角的饭里 一顿饭下来 曾家三个人已经目瞪口呆 江赫宇的暴力阴沉 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所以他们这么久 都没往江家跟前凑 因为他们觉得 花莱在江家是不受宠媒地位的 但是现在一见 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江赫宇不仅温和 而且带花莱还十分体贴 曾启文夫妇觉得自己这小半年 简直错过了一个亿 第67章 入股 吃过饭 曾启文拉着江赫宇到大厅闲聊 他也早看出花莱坐不住了 怕等一下没机会 他没说几句 便进入了正题赫宇啊 我刚去北海考察 看了一个地盘 准备建酒店做旅游 你什么时候有空 咱们去看看 那边风景不错 正好带茵茵去旅游 他已经看出来了 讨好曾茵茵 就能事半功倍 没有花莱在身边的时候 江赫宇一如曾经 一脸生人物尽的样子 哪怕对面是他名义上的岳父 江赫宇 买地皮开酒店 这风险可不是一般的大 曾先生是一个人做的 自从他知道花莱的身世以后 他对曾启文 就多了几分厌恶与生疏 是断不会叫他一声岳父的 只当他是个需要应酬的人 他之所以答应曾启文今天过来 也是考虑到花莱 怕别人说他的闲话 曾启文 任何项目都是有风险的吗 这个我已经仔细考察过了 酒店建起来 主座中高端人群 到时候拿几层做娱乐 拿几层做酒店 一条龙福屋 江赫宇冷静得很 北海的旅游业 也不是第一年才开始的 这块大蛋糕 曾先生觉得 还有自己的份吗 曾启文 正是因为他发展了这么多年 客流根本不用担心 我只要搞出特色 还愁没人消费吗 江赫宇 但是就我了解 曾先生以前没接触过这个行业 你有把握能赚钱 曾启文笑道 是啊 我这方面的确经验不足 但是你做过 我正想拉你一起赚钱呢 现场我去盯 你只管远程把关就行 江赫宇也笑了 这乐章绕了半天 终于提到钱了 他面露难色 利益是挺诱人的 真要做下来 每年上亿的营收 但是 曾启文评住呼吸 等待下文 江赫宇 我已经几年没管公司的事了 手里只有一点干股 现在拿不出现钱入股啊 曾启文挥挥手 咱们是一家人 我的就是阴阴合劲的 什么入股不入股的 你把我把把关 只等着到时候分红就行 随便扔两三千万进来就行了 大头我来 江赫宇觉得好笑 这曾家胃口真是越来越大 以前是几百万 现在是几千万 以后 难不成就是几亿了 江赫宇 先不说我拿不拿得出来 涉及到钱的都不是小事 我得回去和音音商量着来 一个人可做不了决定 曾启文一听 觉得有好戏了 袁叔 事该商量 你们两夫妻 有事就得商量着来 江赫宇含笑点头 音音晚上还有作业 我先带她回去了 曾启文脸连忙站起来 学习是大事 耽误不得 我也就不久留你们了 花莱正被曾启儿拉着 在花厅喝茶闲聊 他轻易地挽着花莱的手 一会儿抱怨学校课业重 一会儿告诉他 学校追他的男同学有好几个 让他苦恼不已 花莱早看出 这妹妹是朵天山白莲 他笑道 那启儿喜欢的是哪一个 曾启儿嘟嘴摇摇头 一个都不喜欢 那些草包富二代 一点内涵都没有 幼稚死了 和姐夫一比 真是连小跟班都不够个花莱 也是 要找个合心意的人 是不容易 曾启儿把头靠在花莱肩上 姐姐和姐夫好甜蜜啊 之前我还担心你们没见过 没有感情呢 现在一看 爸妈都多虑了 花莱 多虑什么 怕我被江家退回来吗 曾启儿称怪 姐姐说哪里的话 姐姐这么好 是个男人都会喜欢啊 只是之前听说 姐夫脾气不太好 觉得你们 还需要一段时间磨合呢 花莱笑得极假 你们知道他脾气不好 还把我嫁过去 就不怕我受委屈吗 曾启儿 那时候 姐姐处境困难 爸爸也是想帮你一把 毕竟姐夫家里那么有钱 不可能对阿姨见死不救的呀 而且很明显 爸爸的决定没有错 姐夫对你真的很好 花莱想到自己 和情愫之过的那些凄苦日子 是啊 要是没有曾家人 也没有我的今天 是曾家抛弃了自己 所以他才不得不比别人 更加坚韧隐忍 两姐妹还在虚情假意的时候 江贺雨找了过来 远远看到花莱 她的脸上就开始有笑意 曾启儿先花莱一步 站了起来迎了过去 姐夫 江贺雨微微点了一下头 立马看向花莱 音音 该回家了 晚了你的作业又写不完了 花莱这才露出真挚的笑容 曾劲儿却是肉眼可见的失落 从曾家出来 花莱暗暗长嘘了一口气 江贺雨静静地看在眼里 什么都没说 坐上车 花莱挽着江贺雨的手臂 把头靠在她肩上 一言不发 江贺雨摸了摸她的头 累了 花莱无声地点点头 江贺雨掰过她的肩 把她放在自己腿上 靠着睡一会儿 到了我叫你 说完又吩咐赵领 开稳一点 花莱动了动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趴在江贺雨腿上睡着了 现在好像 只有待在江贺雨身边 她才觉得放松自在 第68章 爱的方式 花莱第二张稿子 还没交给林湾 林湾就发来了新的任务 花莱有些受宠若惊 反复确认 真的是指定 要我来设计吗 林湾发来一个 确定的表情包 是个新客户 看了我们展示的一些设计图 挑中了你的 说喜欢你的设计风格 花莱 不用谢我 是你自己有本事 林湾 这次结款会快一点 客户说 只需要我们提供图 成品他自己找公司做 所以只要图过了 钱就到手 花莱 那太好了 谢谢林老师 林湾 现在订单是有了 但你也要保证质量才行 花莱 那是必须的 花莱高兴地转圈 她觉得自己最近 真是好运连连 她一直在关注 整容医院的信息 今天上午刚看到 自己关注的一个医院 有一个征集实验计划 他们目前向社会 征集两名志愿者 作为他们新研发技术的 实验对象 不仅免费整容 负责之后的修复调整 还能获得不菲的感谢 酬劳花莱 关注这家医院很久了 因为她家在这一行资历身 好多主刀医生 都是H国引进的 她原本就是 她之前考虑的医院之一 但因为 这家医院医疗费用高昂 全套做下来 比别家贵了一半 花莱只敢看 不敢想 但是现在 他们有这样的征集活动 花莱一定要带勤诉 试一试 她之前花了时间 了解了不少整容相关的信息 对这家医院的资料背景 也相当熟 他们家在医美这方面 从来没有出过事故 花莱是决定相信他们的技术的 她也想靠自己的能力 挣购医疗费 但是 哪怕她一年挣二十万 也要好几年 才能凑齐这笔费用 她不怕苦不怕熬夜画稿子 但秦素芝熬不起 她要妈妈 早日像往常那样 昂着头开怀地笑 现在她要做的 就是说服秦素芝 提交资料 报名这个计划 妈妈最近情绪好了一些 面对她时 不再是之前那种强装的笑 花莱把秦素芝这几天的事 都问了一遍以后 才鼓起勇气 把参与试验计划的事告诉了她 妈 这个医院非常可靠 我都仔细调查过了 对他们的技术 你完全可以放心 秦素芝拉着花莱的手 其实做不做都无所谓的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花莱瞥见秦素芝口袋里折叠的口罩 道 妈 我知道你这样说是为了宽慰我 咱们试一试 你相信我 不好的女儿 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秦素芝摸着花莱的发顶 我怎么会不信你呢 我答应你就是 我也要和花莱一样 漂漂亮亮的 花莱露出笑意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能不能被选上 还不确定吗 不过选不上也没关系 我在努力存钱 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秦素芝道 妈妈真的无所谓 你要上课 又要上班 还要来看我 忙我的事 你别太累了 妈妈心疼 花莱轻腻地靠着秦素芝 我不累 你看我现在都胖了 花莱比起秦素芝刚病的时候 的确中了好几斤 她没有以前劳心了不说 江鹤鱼也吩咐厨房 给她做了营养餐 执意要把她养起来 但还是谈不上胖 一切恰到好处 秦素芝 你还说 女孩子 千万不要涂爱美去减肥 健康最重要 花莱 我没有 妈妈 我发现你精神也比之前好了一些 你在这里还好吧 秦素芝 这里真挺好的 里面的人很细心 大家都很好相处 等我腿再好一点 我就去和你一起住 花莱知道 秦素芝是心腾前 她没有明说 第二天 江鹤鱼也来到了疗养院 偶遇了秦素芝 她在这里和秦素芝见了几次面 二人算得上熟人了 江鹤鱼看到秦素芝 远远地挥手打招呼 阿姨 秦素芝心情也不错 她慢慢地一过去 从赵领手里 接过江鹤鱼的轮一把手 江鹤鱼把放在腿上的点心盒子 递给她 路过一家甜点屋 阿姨你尝尝 秦素芝没怎么推辞 她接过打开 先送到江鹤鱼面前 你也吃 江鹤鱼朝秦素芝笑笑 拿了一块 秦素芝也跟着拿了一块 好吃 谢谢小语 江鹤鱼 和您口味的话 我下次再给您带 不用不用 够了够了 秦素芝是不想劳累别人的 二人闲聊着 吃过甜点 秦素芝照例推着江鹤鱼 慢慢地在花园转悠 江鹤鱼看秦素芝没烧含笑 问道 阿姨 什么是这么开心 秦素芝坦言 昨天有闺女来看我了 江鹤鱼真羡慕你们 感情这么好 秦素芝 你和你家人 江鹤鱼苦笑 我妈妈这人表面很爱我 但那只是她的掌控欲 我只是她的工具 我们之间 永远不可能像您和您女儿那般亲密 比如这种甜点我拿给她 她一定会说太甜了 糖分超标了 总之就是不会吃的 而且还不让我吃 秦素芝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 她只是爱你的方式不一样 你不要对她有不好的想法 江鹤鱼 不说她了 说说您的女儿 她昨天来肯定又给您带好吃的了 秦素芝点头 是啊 是以前我们家附近小摊上的甜饼 我好久没吃过了 江鹤鱼 她的学校跟你家挺远的 她真有心 秦素芝 是啊 她还说 江鹤鱼侧头看着顿炎的秦素芝 她说什么 秦素芝 她说现在有个医院有个整容计划 是免费的 让我去试试 江鹤鱼 那挺好的 你答应了吗 秦素芝又点了点头 嗯 其实现在我觉得做不做真的无所谓了 残联的工作人员在给我做心理疏导 加上在这里这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我已经能坦然接受自己的样子了 江鹤鱼 但这是有风险 你还是答应了她 秦素芝 因为她会觉得我一直这个样子 心里有障碍 我不能再给她添乱了 既然不要钱 我就去试试呗 她笑了笑 说不定真的选上 到时候还能挣一笔酬劳呢 江鹤鱼有心感慨 你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 秦素芝 是啊 而且我也还是想改变一下 等她结婚的时候 我也能体体面面地站在男方亲戚面前 把她交给照顾她未来的那个人 第六十九章 因为你是江鹤鱼 江鹤鱼醋梅 结婚 所以花来并没有告诉秦素芝 自己已经结婚的事 她心里起了一股酸楚 很不得劲 秦素芝看她语气有些异样 道 人当然是要结婚的 对了 小鱼你结婚了吗 虽然花来不向秦素芝坦白和自己的关系 但她已经是自己的 现在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江鹤鱼安慰好自己 嘴角又露出笑意 我结婚了 秦素芝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 江鹤与秦素欲望爆棚 刚结婚的时候我脾气很不好 老师对着她发火 还故意刁难她 她什么也没说 全都忍了下来 秦素芝我理解 我之前也是这样 好端端的一个人 突然就站不起来了 心里接受不了啊 就拿身边的人撒起我那宝贝丫头 那时候才十几岁 白天要上学 每次放学都是跑回来照顾我 到放假的时候 瞒着我出去兼职 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悔 到现在 她还在为了我拼了命地活着 她已经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 我不敢再给她添乱 现在我什么都听她的 她高兴 我也高兴 江鹤鱼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的好花来 真是太苦了 江鹤鱼 您女儿那么厉害 以后一定会很幸福的 秦素芝点点头 她一定要找一个 能带给她幸福的人相伴才行 江鹤鱼想听更多关于花来的事 但她时间有限 她今天特意过来 是有事要办 阿姨 您说的那个整容医院 您把资料给我看一看 我认识不少医生 我帮您打听一下 秦素芝笑道 我女儿说 那个医院不错 不会有风险 她打开手机 把花来发给她的资料 拿给江鹤鱼看 江鹤鱼接过手机看了一眼就说 阿姨 这家医院我知道 之前我说我帮您问整形的医院 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这一家 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 秦素芝 是吗 我女儿也说了 她也关注这家医院很久了 很可靠的 江鹤鱼 不过两个名额太少了 选中的机会渺茫 阿姨 如果您不介意 我愿意 秦素芝打断她 选不中就算了 我真的无所谓的 谢谢你小语 江鹤鱼 可是你女儿会失望的 秦素芝摇了摇头 她不会的 她内心很强大 江鹤鱼 我知道您的女儿很能干 我说万一 您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记得找我 秦素芝知道 江鹤鱼说的不是场面话 她笑着道谢 我不会客气的 江鹤鱼给秦素芝吃了定心丸 才告别离开 秦素芝以前是个实打实的美人 后来因为中风后情绪阴郁 脸上才开始爬了一些皱纹 花莱挑了几张她生病前的照片 还有火灾后医院拍的病照 递交给整形医院 很快就有工作人员回复了她 说秦素芝案例的挑战性很大 十分符合她们的需求 约了她们面谈 半个月后 花莱请了假 把秦素芝送进了医院 因为烧伤的面积比较大 秦素芝手术难度也不小 花莱等了整整一天 才等到秦素芝从手术室出来 她像之前一样 整个头部都裹满了纱布 还处于麻醉昏睡状态 医生说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就等拆纱布 休养一段时间后再做修复 这次主要是做面部 身体其他部位的疤痕 留到后续再做 花莱看到躺在监护室的秦素芝 又兴奋又担忧 哪怕医生信誓旦旦地说 这次手术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前往陪伴 说要等秦素芝好转以后 再带她去见她 江赫宇没有强求 一切都尊重她到晚上九点的时候 江赫宇的电话才打来 她的车停在医院的停车位 你养母的手术做完了吗 我现在来接你 她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下午了 秦素芝手术完成的时候 医院就给她打了电话 报告了情况 她知道手术顺利的时候 也跟着暗暗松了一口气 她给医院捐了几千万的医疗设备 编造了这样一个免费的名额 送到花莱的眼前 江赫宇说一下进度 她心里暖哄哄地 感激江赫宇的大度与理解 下午就做完了 她现在在病房 已经醒了 江赫宇笑得温柔 手术很顺利吧 花莱 嗯 医生说没问题 但这段时间 妈妈都要待在医院 江赫宇 这肯定的 康复需要很长时间的 你有时间就多陪陪她 放学我送你过来 等哪天她愿意见我了 我也来 花莱 谢谢你 她现在花在秦素芝身上的时间 远远超出了她当时的承诺 江赫宇 傻瓜 你是我老婆 说什么谢谢 你要回家的时候告诉我 花莱心里泛起浓浓的甜蜜 她脱口而出 你现在 现在这个善解人意的江赫宇 和以前那个暴力的她 真的完全无法重叠 江赫宇 现在怎么 花莱 你以前好凶 江赫宇笑出了声 随后又认错 对不起 以前对你太凶 我现在要加倍加倍地对你好 希望能好到让你忘记以前的江赫宇 花莱 我不会忘记的 江赫宇一正 盈盈 她微微促起眉头 花莱 你的每一个样子我都要记住 因为你是江赫宇 她第一次说这种朦朦胧胧的情话 但江赫宇立马就懂了 她呼吸重了 声音又软了几分 老婆 回家吧 你妈妈也要休息了 花莱看了一眼病房的方向 嗯 秦素芝在特护无菌监护室 花莱不能留在这里过夜 她隔着玻璃 给秦素芝到了再见 又嘱咐了护士几句 才匆匆跑下楼 她在停车场 看到那辆熟悉的车 有些惊讶地奔过去 你来很久了 江赫宇拉着她的手 刚到几分钟 你是不是没吃晚饭 花莱看着她 带着歉意地点了点头 江赫宇捏了一下她的脸 责备道 不听话 花莱真诚地忏悔 我忘记了 一点都不觉得 江赫宇无奈地摇摇头 从旁边的座位 拿过一个盒子递给她 先吃一点点点 回家再吃别的 花莱眼睛亮起来 哇 你真好 她打开盒子 拿起蛋糕就开始吃 她确实饿了 大口大口地停不下来 江赫宇脸色沉了几分 慢一点 噎着 她把牛奶瓶的袋子 拧开递给她 花莱接过去喝了一口 熟练地 用舌头舔掉唇上的牛奶 然后冲着江赫宇笑江赫 与看的眼睛都直了 声音哑了几分 老婆 回家了 第七十章 你是不是怀孕了 花莱只顾着吃 并没有发现江赫宇的异样 她嘴里包着蛋糕 点了点头 嗯 吃了蛋糕和牛奶 花莱都未得到安抚 舒坦极了 江赫宇看她得了空 才找着她讲话 你现在又要上学 又要来医院 还有画稿 你忙得过来吗 要不先别画了 画来 嗯 现在手里没稿子 林老师说 让我先休息一下 给我接优质单 接到再发给我 所以这段时间 我应该没那么忙 江赫宇不满道 那种散活 不做也罢 你偏不听 花莱靠在她身上哄她 我觉得我现在很幸运 你对我好 妈妈的身体也康复了不少 还遇到这样的机会 还遇到林老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会这么幸运 江赫宇 什么幸运 这是你应得的 你对我好 我自然对你好 你有设计天赋 自然有人能挖掘你的能力 对了 林老师是谁 花莱 就是和我对接的工作室的林老师 她叫林湾 也是设计师 江赫宇 长得好不好看 花莱想起白雪对林湾的评价 道 漂亮得很 阳光中带着一股柔和的美 花莱现在惬意放松 竟把江赫宇 让她不要靠近男人的荒唐命令 抛到了脑后 江赫宇 你对她评价倒很高 不过要说漂亮 我觉得我老婆最漂亮 花莱才惊觉 江赫宇把林湾当成了女人 她暗暗扎舌 自己一时松弛 差点说错了话 随即脸上又起了红欲 女孩子被心爱的人夸几句 都会有些不好意思的 她忍不住悸动的心 靠近江赫宇的耳边巧声说 我觉得我老公最帅 调皮完正要做回去 却被江赫宇一把扣住 直接抱坐到自己腿上 被吻了个凶猛彻底 花莱顾及到还在开车的赵林 羞耻得不得了 她不敢出声 只得拼命地推着江赫宇 要拒绝她的爱意 江赫宇解了个 馋才松开她 坏笑道 让你勾引我 花莱慌忙坐回原位 还紧紧地挨着车门 离江赫宇远远的 小声辩驳 我哪有 江赫宇擦了擦嘴角的咸水 女人夸男人 不是勾引是什么 花莱没脸听那两个字 她把脸转向另一边 明明是你先说我的 江赫宇整个人 一点道理都不讲 我夸我老婆怎么了 你长这么漂亮 还不让人夸了 花莱捂住耳朵 负气地把半个身子 都对着另一边 江赫宇的声音 从背后飘来 你坐那么远 我够不到你 听起来有几分委屈 花莱怕她心里想别的 只得放下手 挪过来了一点 男人手臂那么长 哪里就够不着了 她不过一伸手 花莱又靠到她的身边 花莱小声嘀咕 你又骗我 江赫宇的唇 靠到花莱耳边 低声说 这是夫妻间的情趣 回了江宅 花莱饭也没吃 洗了澡就往床上 躺今天提心吊胆一天 累了 江赫宇过来 把她拉起来 帮她吹干湿发 先照着 那白皙的肩膀亲吻一下 才温柔地说 睡觉了 花莱嗷了一声 又趴到床上 以前说是花莱照顾江赫宇 但现在 都是江赫宇照顾她的多 她心甘情愿地 抱她去洗澡 给她吹头发 为她挑衣服 有时候她话搞累了 还为她按摩肩颈 花莱慢慢地 也习惯了江赫宇的照顾 花莱拱进被窝 江赫宇上来后 她又熟练地往她怀里钻 床头的灯按下去不到半分钟 江赫宇的吻 就落到花莱的唇上 花莱闭着眼 任男人亲了一会儿 直到那大手滑进她的睡衣 她才睁开眼睛去推她 江赫宇接下来想做什么 花莱一亲二出 她低声道 不要 好嘞 江赫宇又亲了几下她的唇 叫老公 花莱为了躲避别的 只得乖乖地牺牲叫了一声老公 哎呀 今天我好困困 不能再 那撒娇的声音 紧紧地挠着江赫宇的心 她一把把她揽过来 贴得紧紧的 花莱气急败坏 真的不行啊 我累了 这一折腾 花莱又清醒过来 是逼她忍着疲累 还得去洗澡 再次躺到床上的时候 她负气地背对着江赫宇 对她不理不睬 江赫宇哄着她 怎么了宝贝 体验不好 花莱问声问气 你怎么每天都 哪有你这么那个的人 江赫宇笑出了声音 老婆 这才哪个哪啊 我是成年男人啊 再说了 上个月不是放了你几天假了吗 花莱 那就放假吗 明明是 明明是大姨妈来了 没办法做好不好 江赫宇笑道 不过这个月怎么还没来 花莱 不太准 有时候四十天五十天都有可能 正值青春期的花莱 为家庭和学业劳心尽力 吃饭经常不在点上 有时候过了顿头 劲儿过了 自己也没注意 身体真的被她自己弄得一塌糊涂 大姨妈很少能如期而至 那时候她 顾着情愫之 自己没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 江赫宇搂过她 我找个医生 给你调养调养 女孩子这方面的身体很重要的 花莱不以为然 没什么的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江赫宇 那哪行啊 我们以后要生宝宝的 得把身体养好才行啊 花莱脸一红 谁要和你生宝宝 江赫宇摸着她的小腹 该不会是有宝宝了吧 花莱 去你的 他们虽然一直无头 但一直都是体外 江赫宇并没有让花莱怀孕的意向 不管是考虑花莱的学生身份 还是自己现在在事业上的凶险 都绝不是他们要卑鄙的好时候 但这不妨碍她憧憬未来 江赫宇 我喜欢女儿 以后咱们生的女儿怎么样 肯定和你一样可爱 花莱 谁要和你生女儿 江赫宇 你不和我生想和谁生 花莱 不和你说了 我要睡觉江赫宇拍着她的背 睡吧睡吧 明天我送你去医院 花莱闭上眼睛 江赫宇的手仍旧轻拍着她 声音轻柔温暖 先生的女儿 给她买好看的裙子 把她打扮得和你一样漂亮 叫什么名字好呢 还是先生的儿子吧 她可以保护妹妹 江赫宇摟着花莱自言自语 花莱含着笑意 慢慢进入梦乡 第七十一章 两兄弟 花莱学校医院两头跑 江赫宇也没闲着 江市集团新一季的总结会议又开始了 江赫宇早早就去了公司 再次遇到江源 那人完全没了往日的嚣张 竟然满脸愁容 但看到江赫宇 还是愣了半秒 就整理好表情 哥 你来了 她笑着朝江赫宇走来 笑意里的苦涩 太过明显 江赫宇心中阵阵冷笑 她知道江源现在一定是焦头烂额 毕竟江市集团这么多年 收入成富增长 还是头一回 周运说江源近段时间 已经借了很多私账 就为了作评公司的账面 她现在是连强颜欢笑 都有些勉强了 江赫宇也对着江源浅笑 一段时间不见 小源你受了不少 公司的事再忙 也得注意身体啊 江源 谢谢大哥关心 但是公司的事你最清楚 又烦又杂 是啊 所以才要珍惜身体 别像我似的 哪天倒下来 就成了废人 江源表情抽搐了一下 笑道 这世上最无法抵挡的就是意外 大哥 先到我办公室 我刚得了几两好茶叶 你品一品 到时候给爷爷带一点回去 江赫宇 说来 你好久没有去看爷爷了 他最近念叨的厉害 说你光打电话不见人影 是不是躲着不想见他呢 江源头上冒汗 却竭力保持镇定 忙呀 你不知道 现在正在谭谭城开发的事 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的 江赫宇到 我倒听周运说了几句 说是资金问题 一直和当地政府 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江源 是啊 说得好听 是政府半扶持 但前期全部都要我们自己 垫钱去做 哪有这么多现钱吗 他们还催进度 要是大哥你在 一定就不会这么烦了 江赫宇越来越觉得 这弯弯绕绕的谈话有趣 现在江是到了十几亿 都拿不出来的地步了 看江源这胶着的样子 倒一点不像是装的 他是真的慌了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江赫宇把江源 调查了得抵朝天 江是业绩下滑不说 江源在堵城堵得大的 让江赫宇都扎舌 那一夜之间 就能输出去几套别墅 偏偏他还觉得 自己能拾来运转 总觉得下一把就能捞回来 就在江中国面前告他的状了 这次的季度会议 比任何一次都热闹 财务部的核心人员 都是江源的 就这样 账面上还是破洞百出 公司还多了很多 大多高层听都没听过的项目名称 江源称全都有人在跟进 再跟进就是要花钱江赫宇坐在角落 静静地听着一切 一言不发和往常一样 江尼森也被救来听会 他比江赫宇还乖巧 书包放在腿上 面前还摆了个笔记本 手里拿着笔 像是在课堂听课一般认真严肃 其他几个在公司任职的江是兄弟 自然也在的 啪的一声 有个六十多的男人 把文件夹丢到桌上 指着江源怒道 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 不能坐 就让别人来坐 江源心里窝火 这对老东西 以前也是捧他的 就是因为他比他那堂哥和颜悦色 不会谁的账都不买 他曾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的 没想到 他们竟然只认钱 眼看现在公司效益不好了 全都开始指责起他来 江源还没发话 另一个老头道 以前贺宇在的时候 哪里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时候什么时候跌出过前十 江贺宇觉着这话不中听极了 什么叫贺宇在的时候 难道自己现在是死了吗 他眉眼未动半分 哪怕已经被cue到 下面开始有人复合 是啊 贺宇在的时候 公司哪里是这个样子 你看现在 杭州的楼居然烂尾了 也不知道那次事故 是里面的人吃了多少 不然能做出那种质量 就是 可惜老江一辈子的心血 竟然毁到后人手里 我觉得这带董事长的位置 有必要换一下人了 还得势让贺宇来做 他在管理上明显就有魄力的多 就是 一天嬉皮笑脸的 可做不成事 一场严肃的嫉妒会议 开成了闲话会 江尼森的笔 一直在纸上动 看起来像是在做笔记一般 认真极了 只有江贺宇撇到 他已经在无聊的画小人 还画了好几个 一个老者的声音 叫到江贺宇 贺宇 你来说说 这杭州这烂尾楼怎么办 江贺宇像是惊醒的样子 啊 他随即回过神来 笑道 不好意思 刚有些走神了 陈老 您问什么 陈老叹了生气 责备道 这么重要的会议 你怎么能走神呢 你得拿主意啊 我是问你 杭州的楼拖了大半年了 那里停一天工 就烧一天钱 你说怎么办 江贺宇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道 我真是太久没管这些 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了 这个项目我没怎么关注 我看小森刚还在看资料 不如小森你说说 你有什么想法 江尼森在江贺宇被Q到发言的时候 就默默地合上了笔记本 把注意力集中到大家的谈话上 他没想到自己也会被点名 连忙站了起来 没有留神 腿上的书包还掉到了地上 他刚弯腰要去捡 又觉得不合适 连忙站直 我 这一副样子 完全像是课上开小差的学生 被老师抓包的迥样 江贺宇心里 给江尼森这小野种 竖了个大拇指 两人不愧是一个爹生的 演戏的本领 一个比一个高尘老 你两兄弟是老大家的 怎么这么不把公司的事放在心上 简直和你们爹一个德性 尼森 你说 杭州这楼 怎么办 江尼森吸了一口气 真像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一般 自证腔圆 生情并茂 砸掉重来 啊 砸掉 始终是小孩子 竟然说出这样的胡话来 他一个学生娃 哪里知道里面砸了多少钱 说推道就推道 跟我那三岁的孙子玩挖掘机似的 众人理论纷纷 江尼森自然也听在耳朵里 一旁的江玉白 甚至笑出了声音 他现在一声不吭 两头看热闹 陈老 那你说说 为什么砸掉 江尼森咽了咽口水 声音比刚才小了不少 一看就是被众人嘲笑得失了勇气 但他还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现在是质量问题 政府不让动工 与其放在那里烧钱 不如赶紧把罚款交了 推倒重来 只有重新把楼盖起来 才能看到收益 才能弥补之前的损失 有人插嘴道 说得轻巧 上亿的罚款 说缴就缴 哪来这么多钱 江尼森 啊 我听爷爷说 公司应该挺有钱的呀 怎么就没钱了 公司又没有小偷 江赫宇差点笑出了声音 财务总监已经有点坐不住了 只觉得屁股发烫 陈老 你没来公司你不知道 现在公司爱 我说你两兄弟没事多来公司转转 别光只顾着拿分红不做事 江尼森小声说 我什么都不懂 学校现在课还多 江赫宇对他的小老弟 又有了新的人知 第72章 隐瞒 陈老又叹了口气 问江赫宇 赫宇 你觉得的呢 这项目该怎么办 这么拖着不是个办法 这些原本是该江源拿主意的事 现在大家却都把目光放在江赫宇身上 期待地看着他 江赫宇皱着眉 我刚翻了翻资料 这项目还弄出过人命 重启项目是一回事 把当时的情况查清楚 也很有必要 这个项目花了这么多钱 怎么会做出这种豆腐渣来 这简直是砸自己的脚 众人都静静地听他说 好在才盖十层 损失可以承受 但是 这种事 绝对不允许再出现 这不仅是砸自己的招牌 也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和财产放在眼里 做生意 损坏别人的利益是大忌 江源已经有些底气不足 文江海已经进去了 文江海就是之前项目的总负责人 江赫宇邪腻了他一眼 和之前的兄友弟公完全不一样 进去就完事了吗 进去了 死的人能活过来 江赫宇语气软了几分 我在吴州的公司 今年赚了一点 虽然说那个公司和江氏的业务 没有什么关系 但说到底都是江家的 这个项目 我能出一点资金 如果再不启动 就只有卖地盘了 但卖地盘也要先交罚款 不如咬牙自己做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后来基本都是 围着江赫宇在说 大家把最近的好多项目拿出来 让他分析 江赫宇说 一半留一半 全都装作有些懵懂的样子 毕竟自己不理公司事务很久了 对这些项目不太了解 到下午六点的时候 江赫宇频频看手表 旁边的人问 怎么 赫宇你有事 江赫宇不好意思地笑道 音音放学了 说好今天去接他的 来不及了 旁人 来人事业为重 江赫宇 我这个废人 事业不谈也罢 毕竟能做得有限 他拍了拍腿 旁人 做事又不是靠腿 靠这里 他指了指脑袋 江赫宇笑了笑没说话 当年爷爷 要他回家休养的时候 这群人可不是这样说的 众人看到江赫宇这个样子 难免有点失望 他身上已经失了锐气锋芒 没有了当年一人之下的霸气 江赫宇对大家的反应很满意 散了回他迫不及待地去了医院 接花来回家 花来一路叽叽喳喳地 给他分享着 今天是所见所感 要放假了 我终于可以歇一下了 正好腾出时间来等妈妈恢复 医生说 还有两天 妈妈就能拆纱布了 今天林老师又给我发订单来了 之前的钱也结给我了 明天你有事吗 我带你去逛街 我想送个礼物给你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花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开朗得多 他到现在才拥有了 属于这个年纪的雀跃活泼 爱真的能滋润一个人 江赫宇的目光温柔如水 好呀 第二天 花来真的带江赫宇去了商场 江赫宇认真地挑了半天 然后选了一条领带 花了三千八 花来撅着嘴 有些不开心 你怎么挑这个呀 你挑贵一点的 我觉得前面那一条更适合你 前面那条九千九 虽然他觉得 三千八买一条领带 已经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他是江赫宇 他的衣服饰品 都是万元起步的 这三千八的领带 戴在他身上 真的寒酸 江赫宇小心翼翼地 把装领带的袋子 放到自己腿上 我很喜欢 是你说的 让我自己拿主意 这条领带 和你前天穿的那条裙子很搭的 花来 啊 江赫宇的意思 他们这的是情侣装 花来抿着笑 那好吧 江赫宇拉过他的手 走 老公带你去购物 你想要什么 老公给你买 花来 我什么都不缺 江赫宇笑他 又不是要缺了才会买 逛个开心罢了 花来不是习惯浪费的人 他真觉得自己 待在江家什么都不缺 最后逛了半天 买了一堆不值钱的小吃 花了江赫宇不到一百块钱 江赫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我都说了 让你随便买了 花来 赚钱不容易的 我只是个学生 又不像 你有应酬需要排面 我什么都不差的 江赫宇 我能赚钱 你怕什么 花来摇摇头 你赚钱也不容易 每天在桌子前一座 就是大半天 江赫宇仰头看着他 怎么了 心疼我 花来点点头 我放假了 我多接一点稿子 我赚钱给你用 等妈妈也康复了 我还要带你们出去玩 江赫宇笑道 你肯让我见他了 花来目光躲闪 我哪有不让你见他指示 妈妈不方便罢了 江赫宇 你真不是怕他嫌弃我 是个残疾 配不上你 花来急迫的辩解 不是的 你虽然腿不好 但其他方面都那么优秀 是我配不上你 江赫宇 咱们是夫妻了 哪有配不配得上的说法 好了 我随口一说 你别挂在心上 咱们回家 第二天 江赫宇趁花来去学校 他去医院探望了秦素枝 秦素枝已经从特护病房 转到了普通病房 江赫宇提前给他打了电话 得了他的云准才来的 江赫宇坐在秦素枝的病床前 阿姨 感觉怎么样 秦素枝 挺好的 医生说效果很好 明天就能拆了 江赫宇 您心里不用有负担 要相信现在的新技术 秦素枝点点头 你的腿怎么样了 现在有进展吗 江赫宇眼里装满效益 我也在努力 现在扶着支架 能站半秒钟 不过一天最多能尝试三次 秦素枝 真的太好了 你也要相信医术 咱们看一看 谁先康复好 你可不能让着阿姨 江赫宇 我肯定不会让的 我想早点站起来 我有很多事要做 秦素枝迟一道 你康复的事 还是没有告诉你的妻子吗 江赫宇摇摇头 我知道我有一天 一定能丢掉轮椅 但不知道这个期限 是一年两年 还是十年八年 他太在意我 我不想他抱着 希望等待那么久 他会比我更急切的 他苦笑道 而且我做的事 谈不好有没有凶险 如果别人知道我能康复 我指不定又会遇上什么事 他太关心我了 我怕他包不住话 秦素枝有些忧心 可是夫妻之间 跪在坦诚 你就不担心 他将来知道你瞒着他 生你的气吗 第73章 我谈恋爱了 江赫宇 我没办法 他现在烦心的事 已经很多了 我替不了他 我不能再把我的烦恼 夹到他的身上 秦素枝 你和我女儿真相 都是报喜不报忧 什么事都自己扛 江赫宇笑道 阿姨 我腿的事 只有您和我的医生知道 您可不能告诉别人 包括您的乖女儿 秦素枝 阿姨的嘴呀 言得很 秦素枝 你之前说的 你们家那些事 怎么样了 江赫宇 神太轻松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我想 等腿在好一点的时候 再去推进 那时候 我才有能力保护他 江赫宇道 阿姨 我过段时间要去国外做治疗 离开的时间比较久 你要照顾好自己 秦素枝 是吗 那是好事啊 去了方便的话 要把好消息告诉阿姨啊 江赫宇笑笑 那是自然的 你是我的唯一一个 能分享这个秘密的人 他特意选在秦素枝 拆纱布的前一天 来看他 是因为他明白 纱布始终是他的保护面具 刚拆纱布的时候 面部仍旧是浮肿的 秦素枝 一定不想他看见那样的自己 但他没有时间等他康复了 德国的医生已经约好了 他过几天就得走 之前他想着 要不信一横 把花来也带到德国陪着自己 他知道自己腿的 恢复情况也无所谓 自己想办法保护他就是了 但是现在是真的不行 花来要照顾秦素枝 他不能拆散他们 江赫宇离开医院半小时后 秦素枝收到了江赫宇的短信 阿姨 我在您被子下面放了一张卡 不限额的 如果您急需用钱的时候 拿去应急用 不要告诉你女儿哦 您不要客气 我们是朋友 秦素枝掀开被子 真的发现一张黑色的卡 他连忙给江赫宇打电话过去 但那边一直无人接听 傻孩子 秦素枝把卡收起来 想着等江赫宇回来 再还给他 第二天花来请了一天假 特意去医院 陪秦素枝拆纱布 因为之前 医生已经给他们 看过不少案例 所以他们有了心理准备 对还略有些腐肿的脸 接受得十分自然 还有14天的恢复期 这期间不要暴晒 不要吹风 饮食同样要清淡 作息要规律 要得持续使用 医生把照拍完 把注意事项 都给母女俩详细交代了一番 花来一一记下 医生 这段时间 你要一直住在医院 每天我们都会拍照 你们也可以通过照片对比 观察到恢复的情况 医生出了病房以后 花来和秦花来 看着镜子里的人 妈 你看 和你以前一样漂亮 秦素枝终于敢大胆地 看向镜子 里面那张脸虽然浮肿 但已经没有了 之前那种猙獰的伤痕 他激动地想用手去摸一摸 却被花来捉住 妈 还不可以碰 咱们都等了这么久了 再耐心一点点 这周末考完试 我就来陪着你 我们一起迎接妈妈的美丽回来 秦素枝眼里包着泪 不停地点着头 花来用纸巾从她的眼角 把泪水吸走 妈 不能哭的 刚一声交代过了 花来又陪着秦素枝聊天 聊着聊着她忍不住道 妈 秦素枝 嗯 花来 我 秦素枝看她欲言又止 追问道 怎么了 花来鼓起勇气 想着江河与昨天掩藏的失落 道 妈 我谈恋爱了 她决定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 让秦素枝有点心理准备 秦素枝惊讶到 啊 花来看秦素枝这反应 有些后悔 她连忙解释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 也不会耽误照顾您 秦素枝笑着拍了女儿的手 这是好事啊 你不用向我保证什么 花来 您真的不骂我 不务正业 耽误学习什么的 秦素枝 你自己的是你做主 妈妈相信你的判断力 花来嘀咕 我记得以前不知道 谁塞了封情书在我书包 你骂了我一个星期呢 秦素枝 还给妈记上了 你那时候才13岁啊 乖乖 13岁谈什么恋爱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 你这个年纪再不谈 妈妈都要催你了 花来终于铭起笑来 秦素枝 妈妈 没有照顾好你 希望那个人 能好好照顾你 花来想到 江赫宇对自己 小心呵护的样子 甜甜的说 他对我很好 秦素枝 看着花来娇羞的样子 逗道 给妈妈说说 他是个怎样的人 妈妈替你把把关 花来眼里冒着星星 人挺好的 留好 细心温柔 比我大几岁 秦素枝 大几岁 做什么的 他担心花来设施未深 遇上骗子 花来 家里做点生意 他帮忙管着一点 秦素枝 做生意 那家境应该不错 那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们家的情况 别到时候人家 有什么想法 花来 他知道一些 他不介意的 而且现在 我自己也有收入 虽然没他挣得多 但我也不会低他一等 他也想来看您的 我没同意 我怕您不高兴 秦素枝笑道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当然要看看 未来陪伴你的那个人 是什么样子了 你叫他 他突然又换了脸色 顾虑起来 算了 还是等一段时间 等我康复好了 咱们再见面 现在这个样子见到 我怕吓到人家 这样不好 花来有些埋怨地看着他 妈 您又来了 我说了 您很漂亮 这不是我们的短处 秦素枝堆起笑 是是是 我会努力自信的 不过现在真不是时候 等妈妈出院了 咱们一起吃个饭 妈妈好好认识认识他 花来见秦素枝 对他未来的另一半 接受的自然 便又说 妈 他 有点嗯 秦素枝 怎么了 又支支吾吾的 花来 他腿有点残疾 你会不会嫌弃他 秦素枝 残疾 花来 一点不影响生活 他能照顾好自己 他家里还有人照顾他 一直在治疗 他看着秦素枝眼里的光 淡了下去 第七十四章 还没分别就开始的想念 他十分后悔 自己这么急迫的 把江河与腿急的事告诉妈妈 秦素枝听到男朋友腿有残疾 就如此失望 要是知道他 已经是自己的合法丈夫 而且是坐在轮椅上 这辈子有可能都站不起来的人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花来 妈妈 秦素枝摸摸他的头 你很喜欢他 花来点点头 坚定地说 我们彼此都很喜欢 我也是感情稳定了 才敢告诉您的 您别嫌弃他 秦素枝温柔地笑着 妈妈自己就是腿不好的人 我怎么可能嫌弃他呢 妈妈只是心疼你 一直都要你来照顾别人 原以为现在能有一个人照顾你 却又 花来 妈妈 他可以照顾我的 他很努力很上进 虽然腿不太好 但工作从没有懈怠过 比很多同龄人都优秀得多 对我也很好 我能看得出 他是真心的 你们都不是拖累我的人 他不是 你也不是 秦素枝叹了口气 你自己认准了就好 不过妈妈要和你说好 千万不要让他给你委屈瘦 你是妈妈的宝贝 不能在别人那里做瘦气包花来 这才喜笑颜开 医院有护工不让家属留宿 花来待到晚上的时候才回了江家 江赫宇拉着满脸笑意的花来 你妈妈怎么样了 这个医院的技术真的很好 我已经做过很多功课了 看得出来我妈现在的情况 比以前那些患者的好多了 江赫宇 毕竟是这么好的医院呢 花来支支吾吾道 我妈说 话还没说出来 她脸上先飞起红云 江赫宇 她说什么 花来 她说等她恢复好一点了 一起吃个饭 江赫宇看着满脸期待的花来 侯杰滚了又滚 好啊 她这次去德国 一去就是一个月 她光是想想这分别和思念 心里就难受 如果花来知道她要走 一定和她一样 舍不得 所以 她想再等一等 等到临走前两天 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花来 现在肯定是没有时间一起吃饭的 等秦宿之好起来的时候 她已经在德国了 花来惯会察言观色 她看着江赫 与一闪而过的迟疑 问道 你不想见她 江赫与立马否认 我没有 花来咬了下嘴唇 自顾自委屈 酸溜溜地说 我不会勉强你 反正她又不是我亲生母亲 对你来说不重要 见不见也无所谓 江赫与掰过她侧开的身体 再次郑重地说 我没有 我就是在想 第一次见你妈妈 我有点紧张 我怕自己发挥不好 惹她嫌弃 你和她感情这么深 我怎么会不想见她呢 明明是你一直不让我去才对 甩锅大侠说得真诚 眉目还就在一块去了 花来这才信了她 又露出了笑脸 江赫与看着表情变换极快的花来 把她拉过来抱在怀里 这傻丫头 太好哄了 花来觉察出江赫与的异常 她拍了拍她的背 怎么了 江赫与把头搭在她的肩头 声音是前所未有的软糯和委屈 宝宝 我好想你啊 花来笑了一声 傻呀 我在这里呢 你抱着呢 江赫与 抱着也很想你说 我看不见你的时候 想你了怎么办 花来 嗯 那你平日想我的时候怎么办呢 江赫与 工作啊 拼命工作 想着要赚很多钱 让你可以把自己放心彻底的交给我 花来 那你就继续工作就得了呗 江赫与对这个答案一点都不满意 那你会想我吗 花来 哦会的 有时候上课会跑神 江赫与抬起头 明明眼里全是幸福的笑意 说的话却是责备 那怎么行 你是学生 学业为重 把儿女情长给我放下 这假惺惺又一本正经的样子 逗乐了花来 她双手圈着江赫与的脖子 笑嘻嘻的 遵命 老 公 大 人 江赫与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那唇亲吻过去 两人接了一个绵长的吻 分开的时候 都有些意犹未尽 江赫与声音低哑老婆 我好想你 她搞不懂为什么 还没有分别 就已经起了浓浓的思念 还有无边无际的悲伤 她都有些后悔 在这个时候 安排秦素芝手术了 要是自己自私一点 把她的手术推迟一点 自己是不是就能把花来带走了 但是想到 她为了秦素芝的事 熬夜化狗 疯狂地收集资料信息的时候 她又心疼 所有事情的发展 都有自己的必然性 她有能力左右他们 但没有必要 秦素芝的治疗一切正常 花来的期末考试结束了 江赫与去德国的事情 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她正在找机会 告诉花来这件事 放假的第一天 江赫与说有个商业应酬 早早地出了门 剩下花来正在阳台边上 百无聊赖的时候 林湾给她打来了电话 哈喽 来吧 她习惯这么叫她 花来听着却有些不好意思 她小心提醒 你好林老师 你还是叫我岑音音吧 林湾笑道 这个称呼挺可爱的呀 我看你朋友就这么叫你 怎么 咱俩打交道这么久 还算不上朋友吗 花来不好再说什么 就是有点不习惯 没有男生这么叫过我 花来在异性的交际上 向来不怎么会处理关系 她从收到第一封情书 被秦宿之骂了一顿后 对异性就有点避而远之 以后再收到的情书 她连名字都不会看 就会丢掉 生活中除了必要的接触 她没和异性周旋过 林湾 好了 不逗你了 你放假了 休息了这么一段时间 应该够了吧 大活来咯 谈到钱花来 眼睛就亮了起来 真的 那太好了 我还以为 林湾 以为什么 以为我不给你接活了是吧 花来点点头 是啊 我以为之前交上去的客户没看上 你不好打击 我所以没告诉我 林湾又笑起来 她的声音真好听 清朗入耳 让人愉悦 你可冤枉死我了 我是想着 你要考试学习忙 特意给可客户说了 现在出途慢来着 花来 啊 对不起啊 林老师 林湾 出来吧 咱们面聊 这次的单子有点多 我一个一个和你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 花来想了想 江贺宇说了 她估计得下午才能回家 自己在她回来之前归位就行了 她翻身做起 好 第75章 放假了 咖啡馆里 林湾搅弄着咖啡 笑盈盈地看着花来 资料我发到你邮箱了 你放假了 给你加了量 这个乐舞章 风格都不太一样 比较磨脑子 自己掌握节奏 花来点点头 嗯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 问题不大 回去再仔细琢磨琢磨 林湾 之前的钱都收到了吧 还满意吗 提到稿筹 花来快乐地开了花 收到了 谢谢林老师 林湾 谢我做什么 自己挣的 我们也是抽了成的 说到底 我们是靠你赚钱 花来 是你们给我了这个机会啊 林老师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请你吃饭 林湾有些诧异哦 请我吃饭 泽泽 你平时约都约不出来 现在竟然主动请我吃饭 花来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是真的想感谢你 但找不到别的方式了 林湾 那就今天吧 我请你 花来连忙摆手 不行不行 说了我请你的 你想吃什么 林湾看了看时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正好和你聊点别的 马上到饭点了 你还是学生 虽然有搞仇 但我也不能宰你试补 咱随便吃点就行了 花来站起来 那咱们走吧 我知道前面有一家餐厅还不错 附近的确有家不错的餐厅 环境优雅 菜品新鲜 样式独特 对应的价格也不菲 之前江鹤宇带花来来过 花来是诚心感谢林湾 自然要选个好点的地方 才显得真诚 林湾随花来来到餐厅 看着堂皇的环境 他微微有些择舍 这个地方他没来过 但也听闻过 这栋楼里面是高级消费场所 这里一顿饭 能吃花来半张稿子前 花来也太舍得了 他担心花来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到时候就尴尬了 他道 今天我请你 下次你请我 花来从容地往里面走 不行 说了我请你的 林湾拉住他的手臂 那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个菜式偏甜 我不是很喜欢 花来顿足 不喜欢 那你喜欢哪种 林湾 我喜欢重口的 门口的服务生 对着他们微微弯腰 微笑着说 先生 我们家正好在市推穿菜新品 您可以尝试一下 花来眉眼展开来 好好 有你喜欢的 咱们进去吧 林湾不好再说什么 二人坐定以后 服务生送来了菜单 花来 林老师 你喜欢吃什么 随便点 林湾看着精致的菜单上 那一道道没有标价格的菜名 他花来破费 便点了一道素菜和汤 然后就把菜单递给服务生 我好了 花来有些不满 那怎么够吃呢 而且一点也不重口 他埋头抱了几个菜名 听得林湾胆颤心惊 这丫头点得这么豪爽 是不是不清楚价格 以为这和学校二楼 小食堂差不多 一份回锅肉 只要八块钱那种 他看着认真看菜单 然后时不时抬头 问他一句的花来 忍不住笑了 他已经决定 这一顿自己买单了 花来还想点的时候 林湾还没开枪 服务生开始提醒 如果只是二位就餐的话 目前的份量已经够了 花来这才把菜单递给服务生 江河宇出门得早 花来偷懒睡懒觉 连早餐都没吃 现在忍不住 看着别人桌上的美食吞口水 林湾看着他眼睛冒光的样子 觉得他还真有些傻蒙可爱 他摸了摸钱包 或许等一下再给他来一道饭后甜品吧 自己再多加个班罢了 两人边吃边聊 林湾 马上公司有个培训机会 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参加 正好你放假了 时间宽裕 花来眼睛一亮 培训 林湾就知道 花来感兴趣 嗯 到时候还有S市珠宝协会的老师来授课 可以学习 可以交流 免费的 名额不多 花来失望起来 啊 那我哪里有机会啊 林湾 咱们公司有三个名额啊 可是 我又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 林湾哈哈一笑 边外的也算 你要去我帮你争取一下 花来 好爱 算了 他今天有些得意忘行了 他好不容易放假 江鹤鱼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时间 让他一天往外跑 肯定要把他圈在身边的 林湾一愣 不想去 花来兴致缺缺的戳着盘子里的菜 不是 我特别想 就是我妈在住院 我走不开 林湾也有些失望 毕竟照顾病人是大事 他安慰道 没事的 以后还有机会 吃晚饭 服务生来结账 他站在林湾旁边 林湾正在掏出钱包 拿出一张银行卡 花来连忙站起来 我来我来 服务生微微笑着说 先生 要会员卡 林湾醋梅 会员卡 花来站到服务生旁边 我没带卡 报手机号给你 服务生 可以的 林湾看花来行云流水一般报了个手机号 一连忙 服务生走后 林湾 多少钱 我赚给你 花来一挥手 没多少 我收了我请你 走吧 林湾这下对花来简直刮目相看 他和花来接触这么久 没看出来他是那种一顿饭几千块 眼睛都不眨的人 况且 之前刚接触的时候 他的朋友说了 他是缺钱才接了这么多稿子的 他忍不住问道 那会员卡谁的 他听到他报了手机号 不是他的 花来 我老公的这家餐厅是会员制的 我又没带银行卡出来 他看着林湾的瞳孔在微缩 连忙解释 我平时不这么花他的钱的 我真的真的是没带 回头我会还他的 林湾惊讶的 却是另一件事 现在的学生谈的恋爱 就已经开始 叫对方老公了吗 两人慢慢地往外走 刚到门口 两个六七岁的小孩在后面 嬉笑着跑过来 刹车不及时 撞到林湾身上 啊 花来惊叫一声 两个孩子却开始哇哇大哭 我的冰淇淋 陪我的冰淇淋 花来掏出纸巾递给林湾 示意他擦一擦腰间的大片冰淇淋污渍 然后矮身给两个宝贝赔礼道歉 虽然错不在自己 姐姐给你们再买 别哭了 他让林湾去卫生间清理一下 自己一左一右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 又折回餐厅 小女孩看着菜单上 花花绿绿的冰淇淋 我要这个 男孩撇了撇嘴 不喜欢 小女孩 你是弟弟 你要听我的 话来看着小男孩 那隐忍又不敢反抗的样子 觉得他们真是可爱极了 他摸摸小男孩的头 那怎么办呢 他好喜欢 小男孩委屈巴巴的 那就听他的 花来只起身对服务声道 来一份情侣冰淇淋 第76章 商场 他怕两个孩子乱跑再撞到人 就拉着他们坐在餐桌边 你们的家长呢 弟弟道 爸爸在工作 花来 妈妈呢 弟弟别别嘴不见了 花来 那谁带你们来的 姐弟仰起头看着花来 要谁带吗 花来惊讶 你们自己出来的 姐姐舔掉嘴角的奶油 老气横秋的说 对啊 多大的人了 还要带家长啊 花来 小孩子出门不带家长吗 姐姐和弟弟同时摇了摇头 眼神里都是鄙夷 林湾去卫生间清理了一下 到餐厅找到花来 花来站起来 怎么样了 林湾看了看两个小鬼 笑着摇摇头 没事 两个孩子站起来 一口同声的对林湾说 叔叔 对不起 小两只礼貌的和刚才判若两人 花来一惊 你们怎么动作这么一致 弟弟得意的笑道 我们是双胞胎啊 啊 弟弟翻了个白眼 姐姐 你是没有见过双胞胎吗 花来摇了摇头 没有见过这么可爱有趣的 弟弟 好听的话 女人果然是张口就来 花来 这家伙到底是怎样的家庭教育 小小年纪 说出这样的话来 电视剧看多了吧 花来看着两小只 一边吃冰激凌 一边斗嘴 觉得他们真是太可爱了 等两小只吃完冰激凌 花来看了看时间 又看到他到门 姐姐要回去了 你们 弟弟朝外挥了挥手 一副毫不留恋的样子 去吧去吧 花来 你们怎么办 姐姐打了个哈欠 站起来 回去吧 想睡觉了 他拿着儿童手表 打了个电话 吴伯伯 接我和林林回家吧 再陪司机来接孩子的间隙 林湾给花来说 你陪着他们等一下 我去楼下买件衣服 花来 买衣服 林湾背过孩子小声说 下午有个会议 现在回去换来不及了 他趁衣上屋子并没有彻底清理干净 就这样去开会显然不合适 弟弟站过来 我们也要去 花来 你们去做什么 我带你们下去等你们的吴伯伯 弟弟理所当然地说 我把叔叔的衣服弄脏了 赔给他 花来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你好乖啊 两个大人两个孩子闹着朝楼下走去 江赫宇谈了一上午的收购计划 精力太过集中 累得不行 他早就退居二线 很久没有这样亲临战场了 确实不如以前那般得心应手 但是这次的合作 不得不自己出马 休息的时候 他拿起手机 先翻了翻自己的通话记录 花来没有给他打电话 也没有给他发信息 他有些不开心 花来从来不在他工作的时候打扰他 这让他很不爽 他发了个信息过去 老婆在干嘛 吃饭了吗 然而 等到旁人回来 再次进行谈判 他都没有收到回复 就在他样样地收起手机的时候 叮 他连忙又拿出手机 发来的却不是花来的信息 而是一个餐厅的消费记录 这个餐厅就在楼下 他带花来去过 也只有他 才敢使用自己的卡 江赫宇疑惑 花来怎么会去这么贵的餐厅 他平日节俭得很 只有对着他和秦宿之 才大方的不得了 他谈完工作的时候 送走对方 这才慌不迭地 拿起手机 花来的信息未回 那家餐厅的消费记录 又多了一条 看时间就是十多分钟之前 他点开通话记录 手指还没点到老婆上 又顿住了 周运过来 江总 先去吃饭吗 江赫宇看了看时间 嗯 他直奔花来刚刚消费的餐厅 刚出包厢的门 就遇上董蔓依 江赫宇眉眼微缩 董蔓一笑盈盈地走过来 赫宇 是去吃饭吗 江赫宇最近没怎么在家里 看见董蔓依 不知道他是不是搬走了 反正 他平日的活动区域 基本都是他和花来的房间 他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声 然后就要越过他继续往前走 董蔓一 你再和宝伦的人接触 这件事对江赫宇来说 算一件不大不小的秘密 他侧头看着董蔓一 你都听说了些什么 董蔓一笑道 我们聊聊 江赫宇回转头 没兴趣 他继续往前走 他要去楼下找他的人 董蔓一跟上来 他们家之前已经找过我爸 要价太高 我爸兴趣不大 就搁置了 没想到 江赫宇停住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我又舔了上去 是吗 他是真的想把宝伦收到自己手里 他要在出国前 把这件事落实 董蔓一面色有些不自在 贺宇 江赫宇冷笑一声 我是瘸子 只能捡别人不要的嚼一嚼 你看不上 也不能挡着 不让别人吃饭吧 董蔓一眼里蓄起自责 贺宇 你何必这样说自己 我是说 如果你要帮 江赫宇 董蔓一 你完全没必要再跟在我身边 装作这副情深义重的样子 我虽然瘸 但是布隆 你和和公子相亲的事 大家都知道的 你再出现在我身边 就算因因他知情达理不和我计较 难道你的和公子也不计较吗 董蔓一脸色一白 那个相亲是我把安排的 我 江赫宇打断道 那看来 你还是很听他的话 面对他的挖苦 董蔓一反而笑了起来 他柔声道 赫宇 你还在生气 我当年离开的事 江赫宇 别自作多情了 董蔓一语气娇软起来 竟有些哄着他的意味 好了 那姓何的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过是走个形式 一起吃过一顿饭吧 江赫宇不再理会 静止走了 董蔓一叹了口气 跟了上去 江赫宇懒得管他 他先打了花莱的电话 没接 猝着没准备去找 看能不能遇到 正垂头准备 在打最后一次电话的时候 董蔓一碰了碰他的肩膀 赫宇 你看那是谁 江赫宇对董蔓一的身体 接触十分抵触 他退开一些 目光却是随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 下面一层的购物商场里 花莱壁弯里挽着一件衣服 正站在一间男装店里面 显然是在等人 江赫宇面色阴沉下来 他目光紧紧地锁在花莱身上 最后去按了电梯 江赫宇到男装店门口的时候 看见花莱正把手里的衣服 递给旁边的一个英俊漂亮的 年轻男人男人 温柔地给他说谢谢 曾音音 花莱随着喊声回头 看着一脸英致的江赫宇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背后 而江赫宇的背后 是扶着他轮椅的 一脸幸灾乐祸的董漫衣 第77章 挑衅 花莱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 表情并不比江赫宇好多少 他心里像针扎一样 江赫宇早上出门的时候 还逆着他说自己是出来谈工作 他什么时候开始 和董漫衣在一起工作了 他不是说 让自己少和董漫衣正面接触吗 他不是说会为了自己 带他搬离江家别墅吗 他不是每次当着自己的面 和董漫衣在家同桌吃饭的时候 对他都冷硬疏离吗 他不是昨晚还抱着自己说 我好爱你没有你我怎么办吗 怎么背开自己 他们又变得如此亲密了呢 他觉得眼前的江赫宇有些陌生 林湾转过头来 看着江赫宇 林林和妮妮之前在沙发边玩耍 现在也跟过来 一人搂着花莱的一只手 正正地看着刚才还笑嘻嘻的大姐姐 不知道她为什么 现在看起来像是要哭了一般 林湾小声道 岑音音 花莱吸了一下鼻子 眨了眨眼尾发疼的眼睛 笑着说 董小姐 你们也来逛街啊 董漫一笑道 是啊 赫宇刚刚说饿了 准备吃饭来着 这不看到你了吗 过来打声招呼 花莱还在保持微笑 哦 那你们去吃吧 那语气 就像只是偶遇一个点头之交的人罢了 他没在看江赫宇一眼 尽管那人的目光像刀子一般看着自己 林湾道 你朋友啊 江赫宇冰冷的声音插进来 我是他老公 花莱觉得好笑 他明知道自己和董漫一的关系暧昧 现在背着他和董漫一在一起 却又来对着别的男人宣誓主权 到底几个意思 罢到罢了 连小孩子都感受到了江赫宇的低气压 凌凌道 姐姐的老公好凶 你你 比爸爸都凶 董漫一笑道 音音 你陪朋友逛街啊 我听赫宇说你放假了 你念书那么辛苦 好不容易放假 是该出来放松放松 赫宇有的是钱 你随便花 别给他省了 那语气 倒像是花莱才是外人一般 凌湾早看出情况不对 眼前三人的关系 他有些梳理不清 也就一言不发地站在一侧 妮妮的电话手表响了起来 打破着诡异的气氛 吴伯伯 我马上下来 妮妮挂了电话 摇了摇花莱的手 姐姐 能送我下去吗 花莱低头看着他 脸上又是温柔 好 他看着董漫一道 董小姐 那你们去吃饭 我送孩子下去 董漫一 好的 花莱刚转身 江赫宇道 站住 江赫宇冷冷地说 回家 花莱背对着他 语气淡淡 我先送孩子下去 说着 拉着两个孩子就走 江赫宇气得火冒三丈 明明是他背着自己 和别的男人 约会他现在在生奶门子气 他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小白脸式的男人 还用自己的卡带 他吃这么贵的饭 他到底背着自己 还做了些什么 光是凭空想象 已经让他气得快要爆炸了 江赫宇看着那背影 脱口而出 陈茵茵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花莱的脚步又顿住 董漫义连忙劝和 哎呀 赫宇 怎么还吼上了 这眼看你都要去德国了 一走这么久 还闹什么别扭吗 花莱惊讶地转过头 看着江赫宇 你要去德国 是什么意思 江赫宇看着花莱 有些失措的眼睛 心里突然空了一块 他一点火都没有了 他吼结滚了滚 声音软了好多 我 董漫义满脸歉意 赫宇你还没有告诉音音 你要去德国治疗的是吗 对不起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江赫宇已经没有经历追究 董漫义怎么知道的这个消息 他现在整个眼里 都是像受了惊慌的小兔一样的花莱 花莱挤出一个笑 回去再说吧 你先去吃饭 说完头也不回的 拉着孩子走了 这种时候 江赫宇怎么可能放他走 他跟了上来 花莱忍着泪没理他 也没有看他一眼 他把小朋友送到路边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那里 看到孩子过去 后座的车窗降了下来 玲玲震开花莱的手 朝车跑过去 是爸爸 爸爸也来了 妮妮也跟着跑 车门打开 里面的中年男人 朝花莱汗手 妮妮说 有个大姐姐陪他们玩 谢谢你送他们下来 那男人英俊的 让花莱有些不敢直视 他只是点了点头 不用客气 正转身要走 他想到什么 又对车里的男人说 小孩子在商场里 独自玩耍不安全 最好有家长陪着 那男人微微笑道 谢谢 这个商场是我家的 里面的店员都认识他们 帮我看着呢 花莱脸上一热 自己真是瞎操心了 男人道 你以后若要在里面消费 报我的名字 免单 我叫许兴书 说完不等花莱作答 就升起车窗 窗子升到一半 又降了下来 许兴书 江总 董小姐也在 你们又在一起了 一句话说得 车外的几个人 情绪翻涌 却都不动声色 江赫宇慢慢来到花莱身边 拉着他的手 谢谢许总的好意 不过音音应该用不着 许兴书看到 明显带着敌意的江赫宇 笑道 是我眼中 居然没认出这是尊夫人 是有点事 下次一定登门拜谢 说完他又看向花莱 江太太 今天谢谢你 花莱这才知道 江赫宇和这人是认识的 他连忙摆手 不用客气 小孩子很可爱 许兴书一歪头 可爱 我简直头痛死了 我不讨扰二位 得开会去了 江赫宇汉首和他告别 林湾也拦了一辆车走了 董曼姨挺得意的 以前自己和江赫宇的婚讯 是生意圈里的人都知道的 他们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他是要把江赫宇重新夺回去的 尤其是在他得知 他的腿有康复的可能以后 他心里春风得意 面上却是忧心忡忡 毕竟他还在为自己 说错了话而自责呢 他站到江赫宇另一侧 赫宇都一点过了 你还没吃午饭呢 江赫宇一点面子也不想再给他 他理都没理他 轻轻地摇了摇花莱的手 我们回家 花莱没回应 但也没反对 他的眼睛没有焦距地看着别处 等了两分钟 江赫宇的车停在大家面前 董曼姨看着江赫宇的背影 道 赫宇 今天和你说的是 你考虑一下 回应他的 是砰的一声关车门的声音 第七十八章 没有你我会死的 车上的僵尸夫妇二人一路无话 一个不想说 一个不敢说 赵领好久好久 没有感受过这种低气压 他第一次紧张地手心冒汗 又稳又急地 把人送到家门口后 溜之大吉 花莱雾自往房间走去 路过大厅看到梁红英 冷淡地叫了一声妈 脚步未坐半分停留就走了 梁红英一脸诧异 这儿媳妇现在仗着江赫宇护着她 简直胆大包天 连她都不放在眼里了 岑英英 平白无故 你给我甩什么脸子 江赫宇落了后进来 梁红英里面切换了笑脸迎上去 儿子 你管管岑英英啊 我最近没惹她啊 她对我大吼大叫 还给我脸色看 江赫宇就当没听见 进了房把梁红英关在门外 梁红一苦着一张脸 看着庸人 甘哭道 家门不幸啊 娶了老婆忘了娘了 你两个不孝子 屋里 花莱坐在床边垂着头 眼泪终于包不住 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她不知道是生气 懂曼一比自己更清楚江赫宇的行程 还是伤心她要离开这么久 江赫宇慢慢地过去 拿手帕替她擦眼泪 花莱越哭越觉得委屈 最后还抽了起来 江赫宇把头扶在她的腿上 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腰 无声地安慰 等花莱好不容易收住哭声 她才抬起头 给她把眼泪鼻涕擦干净 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 柔声道 对不起 听到她的声音 花莱刚收住的眼泪 又不争气地流下来 她吸了吸鼻子 带着哭后的鼻音道 那是工作室的林老师 前段时间因为期末考试 没给我订单 今天放假了 约出去 给我说假期订单的事 还有工作室有个培训机会 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 江赫宇一脸惊讶 啊 她没料到 花莱在这种时候 说的是这种事 花莱 饭是我要请她吃的 谢谢她 这段时间的照顾 其他什么都没有 江赫宇侯杰滚了滚 我知道了 花莱 到你了 江赫宇 我 花莱 说 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还有去德国的事 去做什么 去多久 为什么我不知道 她开始心事问罪了 江赫宇坦白道 我和别人谈生意 出来就遇上她了 她拦着我说了几句话 然后看到你在下面 我就下来了 那时候我有点生气 哪里还顾得上她 有没有跟上花莱控诉 你那叫有点生气吗 你不知道你 当时那个样子 恨不得把我吃了 江赫宇也不辩解 我是很生气 我的老婆和别的男人逛街 还吃什么情侣套餐 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花莱 什么情侣套餐 我们就点了几个菜 乱点的 江赫宇委屈地 把手机信息递给花莱 花莱看到分开的两笔订单 才反应过来 那是给那两个小孩买的 不是我吃的 江赫宇这才松弛了一点神色 哦 花莱把手机扔在一旁 道 继续说 江赫宇 去德国治疗 估计得去一个月左右 这一路花莱已经想清楚了 江赫宇不告诉自己 一定是因为自己去不了 他忍不住 心里又难受起来 一个月 他从和江赫宇结婚那天起 他们就没有分开过 连一个晚上都没有 他以前虽然以为 他们总有一天是要离婚的 但是后来 他们这么甜蜜 早把离婚的是抛到脑后了 他舍不得江赫宇 他一天都不想和他分开 他的心和江赫宇一样煎熬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几天 江赫宇这么黏塌了 因为他要走了 花莱忍住泪 是好事 你去好好地配合治疗 我在家等你回来 江赫宇深吸一口气 紧紧地扣着他的小手 这是阶段性的治疗 这次去过 以后还得去 下次你方便了 我一定带你去 现在 你要照顾好你妈妈 花莱点点头 小声道 我知道 江赫宇 宝宝 我舍不得你 花莱 那你瞒着我做什么 董万一都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还是觉得委屈 凭什么 还有他不知道的 关于江赫宇的事 自己才是他最亲密的人 江赫宇 肯定是少学卿那小子 告诉他的 这是我没对别人说 没告诉你 是怕你舍不得 又怕你空欢喜 我这腿 不知道能不能治好 我也只是去试试 花莱 以后我不要听这种借口 你不知道 他说 你要去德国的时候 我好难过 凭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 凭什么他可以用那种语气 和我说话 江赫宇哄道 对不起 花莱 你不知道 他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想转身就跑了 江赫宇深情地 看着他的小哭包 花莱 我想到 我要是跑了 你追不上我 该怎么办 你肯定会又生气又难过 江赫宇猴杰滚了又滚 眼圈隐隐发红 花莱 我当时想收拾东西走人了 把这里疼给你们 我要跑到你找不到的地方 跑到那种有楼梯的地方去 你上不去 你就找不到我 江赫宇心里顿痛难当 花莱 可是我想到 你要是找不到我 你会难过 我就跑不动我 舍不得你难过 江赫宇没料到 自己有一天 会因为一个女人哭 他滚出来来 把花莱抱进怀里抱抱 永远不要跑 不要躲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站不起来 我找不到你 我找不到你 我会死的 你不要躲起来 花莱扶在江赫宇肩上 呜呜地哭 你好坏 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你自己有问题 你还吵我吼 我和林老师清清白白 你和董漫衣还有过婚约 我都没有吼你 你为什么要凶我 对不起 大家都知道 你们是一对 没有人知道 我才是你妻子女人 也是要面子的 对不起 等我回来 我们办一场婚礼 把所有见过面的人 都叫过来 我要把你介绍 给我所有认识的人 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我江赫宇的妻子 哪天走 还有三天 花莱把江赫宇抱得紧紧的 你是不是打算 上飞机的时候 才告诉我 我没有想好 怕你难过 哭声又响亮了一些 小哭包带着哭腔 我忘记了 你是不是还没有吃午饭 你去吃饭吧 江赫宇能感受到 那挂在他脖子上双臂 力道未松半分 他也紧了紧手臂 侧头吻去他眼角的泪水 我不饿了 就想多抱抱你 江赫宇哄了好久 花莱才收出哭声 他带他洗了脸 找来冰块 给他敷肿了像桃子一般的眼睛 花莱负气地扶开他的手 我不要 江赫宇好声好气地劝他 你明天要去见你妈妈的 你这个样子 他还以为我欺负你了 听话 敷一敷 消肿的 花莱 你明明就欺负我了 还不准我说 江赫宇 是是是 我错了 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三天江赫宇就要走了 花莱负了兵 找出一个行李箱 脸上是雀跃的笑 我帮你收拾行李吧 江赫宇没拆穿他的逞墙 他坐在一旁温柔地看着他 不用收拾的 那里什么都有 花莱的手顿了下来 满脸怅然若失 对啊 那边什么都有 我什么都不用准备 江赫宇看他这可怜样 叹了口气 你收吧 我可以带过去 花莱把箱子丢在一旁 不要 江赫宇 收吧 我老婆第一次帮我收行李 我觉得很幸福 花莱又忍不住露出甜蜜羞涩的笑意 那我收一点吧 他一边收 一边喃喃自语 去做治疗嘛 带点宽松休闲的衣服 这个领带戴上 是我买的袜子也是 还有牙刷 他跑到洗漱间 把江赫宇的牙刷也装了进去 那也是他买的 一黑一白 情侣款 他挑剪的大部分都是他给他买的 或者他陪他挑的东西 他那点小心思 江赫宇看得明明白白 他看着蹲在地上忙碌的人 叹了口气 真想把你装进去 打包带走 花莱回头看着他 我妈 江赫宇还没回答 他又把装好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自己真的钻进箱子里躺下 然后朝江赫宇眨了眨眼睛 这样可以吗 江赫宇轻笑了一声 现在的花莱 真是活泼可爱的厉害 他朝他招招手 你过来 花莱又站起来 熟练地坐到江赫宇腿上 刚坐下他又弹起来 蹲下来摸着他的腿说 现在有没有感觉 我坐上去 你会不会疼 江赫宇笑着摇摇头 我也很想体验 你坐在我腿上 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拍了拍腿 示意花莱坐过来 花莱便坐上去 靠在他身上 你干嘛 江赫宇轻了一下他的额头 舍不得你 想抱抱你啊 花莱也舍不得 他鼓励道 你专心治疗 等你好了 好好抱我 嗯 二人又像是平静极了 一下午都依偎在阳台边晒太阳 他们的阳台正对着花园 里面培植的玫瑰开得正好 他们靠在双人躺椅上 食指轻轻地扣着 江赫宇摸了摸花莱的发顶 我还没有送过你花年 花莱点点头 你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一束来 江赫宇 不要 花莱 为什么 江赫宇 我带了花 你一定会先抱花 再抱我 花莱笑了 你真计较 江赫宇 我想要你的眼里 只有我 花莱靠在他的肩上 我的眼里只有你 江赫宇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 以后有事 就找周玉 他什么都能替我做主 人很可靠 花莱 我能有什么事 说着又直起身 你不带他去 那谁陪你去 江赫宇 国内的事 都是周玉在帮我打理 他不能走 学青陪我去 我去治疗的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你肯定也知道我这腿 不是平白无辜眉的 花莱自然知道 他又靠了回去 紧了紧扣着江赫宇的手 江赫宇 你不用担心 这两年我不在公司 也不再是谁的眼中钉 旁人不会伤你 但是以防万一 你有事记得找周玉 要是周玉不在 你找尼森 尼森 花莱以为自己听错了 江赫宇 那小子看着人畜无害话不多 其实挺沉稳的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走出这个家门 他是你可以依靠的人 花莱还是有些不可置信 你们不是不合吗 江赫宇笑道 那要看是什么场合 我和他聊过 他知道怎么做 花莱 好的 江赫宇 南湖的房子装好了 但是我不在 你还是先住在家里 你不想见我妈 不见就是 等我回来 我们再搬过去 到时候 你妈妈要是愿意 她也过去 我给她准备了房间 还请了护工 花莱听着江赫宇 一句句交代 心里又酸又甜 又闷又痛 她低声道 赫宇 江赫宇抽出手搂着她 傻丫头 花莱吸了吸鼻子 把泪忍了回去 江赫宇 你要出门 让赵领跟着 她练过 能保护你 花莱笑道 别搞得像黑帮似的 什么保护不保护的 我能有什么事 江赫宇叹息一声 那最好 是我多虑了 她接着说 本来说去见你妈妈的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我回来了 你带我去见她 好不好 花莱点了点头 嗯 江赫宇 我知道你不爱用我的卡 保险箱里有点现金 要用自己拿 密码是你的生日 倒过来 花莱惊讶地看着江赫宇 你 江赫宇 宝宝 你许个愿 我想帮你实现 花莱靠在她怀里 仰头看着她好看的侧颜 眼睛亮得像繁星一般 我想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江赫宇低头一笑 照着她的唇吻了一下 我答应你 分别前的这几天 他们好像都没有别的 是要做一般 就守着彼此 说话温声细语 像是怕把什么打破 江赫宇直到走的前一晚 她才抱着花莱做了好久 最后 花莱扶在她肩上哭 一遍遍地叫她的名字 她知道 她是舍不得 江赫宇第一次体验 什么叫肝肠寸断 她好想 把花莱真的打包带走 或者 干脆自己也不要去了 反正两年都熬过来了 再熬几个月 等到花莱寒假再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现实是 真的不可以 这次的治疗 是准备了很久的 而且 江源早就蠢蠢欲动 她不仅不能放缓计划 还得日夜兼程 两个人说了一夜的悄悄话 有一搭没一搭的 花莱像变了个人一般 不停地朝她要着东西 要给我打电话 发视频 嗯 给我买好看的裙子戴回来 嗯 我也要手练 可以 带点特产回来 没问题 现在还有明信片吗 能寄到这里吗 我试试 你会不会在那边 认识别的女人 和她们好上 会认识 不会好上 会认识 有个护士是个女的 她负责照料我 你要懂得 和她保持距离 我觉得 你有点不会和异性保持距离 江贺宇捏了捏她的鼻子 我会注意的 等我以后腿好了 哪个女的要敢靠近我 我一脚踢开 最好是这样 江贺宇 老婆 花莱 嗯 江贺宇 我爱你 花莱 老公 江贺宇 嗯 花莱 我爱你 第八十章 情侣头像 第二天一早 两人都顶着个熊猫眼 花莱有些犯困 打了个哈欠 关了闹钟 又往江贺宇怀里拱 江贺宇游着她 又赖了好几分钟 才轻声道 老婆 我要起床了 那个看似睡着的人伸出双手搂着她 江贺宇叹了口气拍着她的背 四十三天 你等我 花莱咬着嘴唇 没有说话 江贺宇 你要想去了 给我说 我安排 花莱点了点头 最后二人终于磨磨蹭蹭的起了床 花莱坐在江贺宇腿上给她刮胡子 江贺宇 你第一次给我刮胡子的时候 把我下巴给弄破了 花莱 我没注意 江贺宇 那时候你盯着我看 是不是觉得我很帅 花莱降嘴 哪有 就是觉得 男人的胡子还挺硬的 江贺宇自己摸了摸下斑 硬吗 花莱点点头 接吻的时候还好 请我别的地方的时候 扎得我有点痒 江贺宇 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不知道害羞了 花莱 还不是因为你 赵令开车 把江贺宇送到指定的地方 江贺宇拉着花莱的手不放 深深地看着她 花莱不敢看她的眼睛 小声提醒 要迟到了 赵令下了车 站得远远的 车门才关上 江贺宇的唇就凶猛地落在花莱的樱桃小口上 花莱开始是抗拒的 最后也开始回应 江贺宇终于放开了她 双手捧着她的脸低声道 要想我 花莱点点头 江贺宇 我会想你的 花莱又点了点头 泪突然就忍不住从眼角滑了下来 她不舍 江贺宇用大拇指撵去那泪珠 低声叹气 我不想去了 花莱把她的手拉了下来 别说胡话 我在家等你 江贺宇看着她 我舍不得你 花莱挤出一个笑 我会乖乖等你回来 嗯 江贺宇垂下头 下车吧 花莱捏了捏她的手 拉开车门 江贺宇把头靠在椅背上 叹了口气 花莱还没跨出去 又坐了回来 笑盈盈地看着江贺宇说 把手机给我 江贺宇 做什么 她一边说 一边把手机递了过去 花莱拿过手机操作了一番 然后递给江贺宇 还把自己的手机朝她晃了晃 手机屏幕停留在微信界面 花莱 情侣头像 不准换 江贺宇看着两个卡通头像 一个小男孩 一个小女孩 她笑了一声 幼稚 花莱 哪里幼稚 等我回去自己画一个 到时候发给你 这个先将就着用 江贺宇收起手机 知道了 邵学卿也到了 看到花莱她有些诧异 飞往柏林的私人飞机上 邵学卿问道 你和你的小娇妻 看起来感情不错 江贺宇嘴角忍不住勾起笑 嗯 邵学卿 我还以为你 江贺宇没说话 邵学卿神色凝重 你的腿是有希望的 只是时间问题 最多也就两年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想的 董漫英现在愿意继续和你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个丫头 她什么都没有 江贺宇脸色沉了下来 目光有了一丝寒意 我当你是朋友 你今天说这样的话 我不和你计较 但是以后 这样的话 我一次都不想再听 邵学卿不领她的情 你不高兴 我也要说 有董家撑腰 你这个病 需要偷偷摸摸 况且 董漫英是真心对你 江贺宇 先不说我对她现在一丝一毫的感情 都没有 就算现在董家愿意扶持我 我也不愿意了 如果不是看在长辈的交情上 我早和他们撕破脸了 邵学卿 这种事 你没必要逞强 江贺宇想到花来醉酒那次的惊魂一夜 咬牙道 你不知道 她对音音做了什么 邵学卿 她做什么 不是为了你 江贺宇用打亮的目光看着邵学卿 你很奇怪 你为什么一直帮她说话 邵学卿把目光转向别处 我只是不想看你这么累 江贺宇 你喜欢她 邵学卿的音量大了不少 别胡说八道 江贺宇笑了笑 她在和和公子相亲你知道吧 做地产的和大亨 邵学卿撇了撇嘴 那小子差你差远了 江贺宇 和你相比呢 邵学卿扫了她眼 没完没了了是吧 江贺宇 我说呢 以前那会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只要懂漫一一出现 你话就变得少了 邵学卿 没你话多 江贺宇笑了笑 那丫头心术不正 不是好人 她配不上你 邵学卿没接话 江贺宇欠了欠声 唉 才离开半个小时 我就有点想我的老婆了 这可怎么办 邵学卿 没出现 花来送走江贺宇 直接去了医院 她软塌塌的靠在秦素质的肩上 闭着眼睛 秦素质摸了摸她的头 怎么了 妈 我的乖宝宝 花来 没睡好 困 秦素质 失恋了 花来猛地抬起头 没有 秦素质看着她发笑 那你没精打采的 你在我面前 可是一直活泼又懂事 今天怎么不装了 花来叹了口气 又靠回去 妈 秦素质 女儿有心事了 不告诉妈妈 花来犹豫了一下 我怕您笑我 她有事离开了 要挺久的 秦素质点了点头 她拍了拍花来的手 人的一生很长 离别的次数很多 你要学会接受 花来恩了一声 秦素质 你放假了 没事多来妈这里 妈陪你 花来 嗯 明天我把电脑搬来 姜赫宇到了柏林的医院 先给花来报了平安 然后立即办了住院 花来白天的时候 在医院陪着秦素质 晚上回到江宅 偶尔会遇到梁红英 她每次都只是 恭敬地打完招呼就进屋 奇怪的是 没有再看到董曼依 她猜想 可能是因为姜赫宇不在 董曼依也没有了 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 所以走了 在那高级公寓里 董曼依放下行李后 推开窗 心满意足地呼吸着 这让她舒坦的异国空气 第81章 交易 江赫宇看着董曼依出现的时候 十分惊讶 她转头看向少学卿 少学卿无奈地摊摊手 真不是我让她来的 董曼依笑盈盈地走过去 这不关学卿的事 是我自己查到的 我爸让我来这边谈项目 我顺道来看看你罢了 江赫宇目光不善地盯着她 董曼依却是完全不介意 她蹲到江赫宇旁边 怎么样 过来这几天 有没有什么起色 江赫宇 你要是敢趁机 做什么挑衅音音的事 你别怪我不客气 董曼依满脸无辜 我干嘛要挑衅她 我真是来工作的 只是碰巧你在这边 过来打个招呼罢了 江赫宇知道董家在这里有业务 董曼依的话 她难辨真假 最好是这样 董曼依没留多久 说是约了人 走了 半个月 江赫宇下肢的神经 恢复得越来越多 她每天都和花莱分享着进展 医生说我的治疗效果不错 这次治疗后 半年后再来 期间回国做康复 花莱缩在被窝 看着屏幕上的江赫宇 我看你好像瘦了 是不是很辛苦 江赫宇笑了笑 哪有瘦 医院提供的营养餐 搭配得很好 一点肉都不会掉 花莱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要好好配合治疗啊 江赫宇 但是我还是想念你做的饭 硬邦邦的面包 有胡味的粥 花莱对着屏幕哼了一声 你还在取笑我 还不是因为那时候 你们太讨厌了 江赫宇 对不起啊老婆 不过我真的好想念你做的饭 还有你的一切 花莱抿着笑 我等你啊 江赫宇那边出现一道好听的 说着德语的女生 Hello Hair John 江赫宇神色一变 对花莱说 护士来了 我要挂了 花莱不敢耽误她 好的好的 你快去 再见 屏幕黑了下去 江赫宇收了手机 冷冷地看着董漫衣 你来做什么 董漫衣有些自责地掩住嘴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在和音音视频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江赫宇 有什么事 董漫衣 没什么 今天我休息 过来看看你 江赫宇 看完了 你走吧 我还有事要做 董漫衣眼里蓄起失落 江赫宇 你什么时候 对我说话能有点温度 江赫宇冷笑一声 你呸 董漫衣 就为了那个陈音音 我查过了 她根本就是被陈家从小抛弃 在外面跟着个没结婚的女人长大的野丫头 她哪里值得你托付真心 江赫宇道 是吗 董漫衣 陈家已经是完全上不了台面的人家了 她甚至连陈家的人都算不上 能帮你什么 江是 现在这个样子 你没有钱 哪怕就算拿到继承人的位置 你也是坐不稳的 江赫宇眉目微缩 你知道的到不少 董漫衣 你的事我一直很关心 江源现在狗急跳墙 公司里留了一堆烂掌 她现在就算把位置双手让给你 你能接得过来吗 江赫宇 这是我自己的事 董漫衣 赫宇 让我帮你 好不好 江赫宇轻笑 帮我 条件呢 董漫衣一直白道 我要和你结婚 这次是认真的江赫宇 你要做小 那我也得看音音同不同意了 董漫衣怒道 谁要做小 我要你和她离婚 我董漫衣不可能和别人分享男人 江赫宇英一般的目光盯着她 那你听好了 我也不会为了利益 让她和别的女人分享我 我不管你知道些什么 你要是敢把麻烦引到音音面前去 我将来一定把你董家 搅个底朝天 董漫衣叹了口气 赫宇 你是生意人 这次你真的糊涂了 江赫宇 不是每样东西都能用来做交易 你没付出过真心 你不懂 董漫衣离开以后 周运的电话打了进来 江赫宇平复了一下情绪才接起 周运 江总 江源去你那边了 不知道她从哪里听的风声 我估计找你去了 江赫宇 这没什么奇怪的 能瞒这么久 也不错了 周运有些担忧 要不要我派人过去 我怕他对你不利 江赫宇 不用了 我在这边有人 再说了 他来找我 只会是求我 周运 好的 现在公司 对他不满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昨天的会议 已经有人在说 他把公司搞烂的事情 江赫宇 国内的事 你给我盯好 对了 找几个人 跟着音音 但别让他发现 免得吓着他 江源是晚上的时候 出现在江赫宇的房间的 少学卿看见他 十分惊讶 但他看江赫宇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便没有说什么 静静地站到一旁 江源还是如往常一般笑着 大哥 你说你 跑这么远来治疗腿 也不给家里人说一声 竟让人担忧了 江赫宇笑道 你这么远跟过来 不是找我寒暄的吧 江源坐在沙发上 还真不是 我这次来 是想和大哥谈一笔交易 江赫宇 哦 我这个废人 还有谈交易的价值 江源 大哥 现在没有外人 你就不必再装乖乖虎了 江赫宇等着他继续说 江源 公司我给你 但 江赫宇笑道 你要多少 江源伸出两个手指 二十亿 江赫宇笑出了声音 二十亿 小源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的吧 看来你是不了解我的财务状况 你要是说两千万 我咬咬牙也给你凑齐 你也知道 之前缴罚款的事 我连家底都掏空了 现在你问我要二十亿 我就是卖器官 也凑不了这么多的 江源不以为然 你真想要这个位置 自然有办法凑齐 大哥 你也知道 这个位置不止这点钱 我现在是遇到困难 才朝你开口的 你当了江家的当家人 要不了两年 二十亿就回来了 江赫宇 两年 小源 我虽然不在公司 我也知道 这个位置现在烫手呢 坐上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还账 别的不说 就那些银行利息 就要我卖房卖车来凑 你的财务总监 仗势做得真漂亮 我也是花了不少精力 才把这张算清 江源 不说那些 我的破事你也知道 不过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沾了 弟弟运气不好 这次栽了 咱们兄弟一场 互帮互助 我把位置给你 你帮我渡过难关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摸江源 自己名下的身家 已经败光了 公司的钱 他也挪用了不少 还有很多高利贷 等着他还 这种情况下 他哪里还有心思经营公司 江市集团的衰败 是必然的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 他要是再不还钱 高利贷就会把他欠账的事 摆到台面上来 到时候 他是烂赌鬼的事 就会闹到人尽皆知 家里长辈寒心不说 和他联姻的蒋家 肯定也会退婚的 到时候 他才真的是人才两空 江贺宇在生意上的能力过人 他肯定能让江市起死回生 而且 他有野心 所以 江源才敢把自己的破事 摆在他面前 和他谈这笔交易 第82章 尽了江家族谱的人 但江贺宇却没有和他谈的兴致 小源 恕我直言 我现在对那个烂摊子 没有兴趣 江源忍住心中的急迫 这个公司是爷爷创建的 你也花费了好多年的心血 你真的忍心看着他 就这么摔败下去 直到破产吗 江贺宇拍拍自己的腿 我现在顾不了别的 江源没料到 江市对江贺宇居然失去了吸引力 昨天开会 他们又把我骂了一顿 当着我的面说 你当年有多风光多厉害 江源苦笑一声 大哥 大家都等着你回去 江贺宇双手一摊 为难地说 可是我真的没钱 帮不了你 江源看事情还是有转机 忙到 咱们谈一谈 你说多少 江贺宇歪头正重地想了一下 伸出一个手指头 江源眼中的期盼按了下去 大哥 实意不够 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江贺宇摇摇手指 我说的是一亿 江源猛地站起来 目入寒光 大哥 江贺宇满脸无奈 这一亿我还要先去凑 也不是说拿出来就能拿出来的 江源 你戏弄我 江贺宇 我可没有 我拜你所赐 在轮椅上做了两年多 哪有胆量戏弄你呢 江源 我说过了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也不是我们家做的 江贺宇 可是受益的人是你 江源 那是爷爷的决定 江贺宇浅笑道 你回去吧 我对和你做交易没有兴趣 恕我直言 就你现在的处境 撑不了多久 到时候 我一分钱不花 公司同样是我的 江源怒道 可是公司现在的继承人是我 江贺宇 这件事你瞒不了多久 爷爷早晚会知道的 到时候你觉得 继承人还会是你吗 江源咬牙道 那你说 就爷爷现在的身体状况 他能不能活到更改遗嘱的那一天 江贺宇直起身体 爷爷怎么了 江源笑道 你只顾着自己 一个人偷偷跑这么远 难道没人告诉你 爷爷前几天进了ICU 江贺宇醋眉 他只觉得 花来这几天看起来很疲惫 发消息有时候回复的比较晚 问他就说 在医院 他只当是他陪勤素 只在医院 哪里知道他是在爷爷的医院 他为了不让自己担心 竟然一句都没提 江贺宇冷静下来 道 遗嘱是一回事 但是 谁手里的股份多 谁说了算 就算到时候爷爷不在了 我手里的股份 你 他们两家股份份额一致 他唯一的优势 是他目前是公司的继承人 江贺宇盯着他的眼睛 把他的狼狈禁收眼里 忘了告诉你 小姑的股份 已经卖给我了 江源 你和小姑 江贺宇 除非你把三叔家拉拢过去 不然 你真不赢我的 江贺宇 不过 他们也不眼下 你觉得他们这种时候 还会不会选择你 江源眸光微景 你早有准备 江贺宇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 看着他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江贺宇就这样算了吧 江源 你倒是真的深藏不漏 江贺宇 其实我没打算和你争僵士了 我已经打算发展自己的产业 但是现在 是你自己把他送到我面前的 我不要都不行 不过说真的 我是真的不想给你擦屁股 江源眼中起了凶光 江贺宇 你不能跑不能动 你就不怕 我真的对你做点什么 你人要是没了 其他的都是狗屁 江贺宇不以为然 你要不要试试 你不会以为 我真的就带着一个医生 就敢跑到异国他乡吧 江源点点头 好好 不过你护得了你自己 你护得了你家里那一堆人吗 我江源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就算死 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江贺宇盯着他 你要感动他们一根毫毛 我保证 让你生不如死 江源走后 江贺宇看了看时间 现在国内还是夜里 他忍下了给花莱打电话 询问情况的冲动 便把电话打给了周运 江贺宇 我爷爷病了 周运 我没听说 我去问问 江贺宇 多少些人安排在周围 江源来过了 要二十亿 我没答应 我怕他狗急跳墙 周运 我知道怎么做 江贺宇 公司的事 不要闹到老爷子跟前去 也不要让那些老家伙去探望他 江源这个败家子 我怕爷爷知道了 会被气死 周运 好 江贺宇 音音在两个医院来回跑 路上的安全 你要负责好 周运 我和赵领聊过 他车上放了武器 一般人进不了他的身 江贺宇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你一定要稳住局势 我还有二十天 这时候不能乱 也不要让音音察觉什么 吓到他 周运 江总你放心 你自己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 江贺宇点开微信 看着花莱的头像发呆 他自责不已 自己不该在这种时候离开的 他早就该料到 江源不是善查 S式的高级病房里 花莱静静地守在江中国的病床前 梁红英和二婶三婶都来过 又走了花莱 想着江贺宇不在 自己得替他在爷爷面前尽笑 加上江中国在家里 对他一直不错 他便心甘情愿地守着 白天去看秦素枝 下午过来看江中国首页 江中国昏迷了两天 已经醒过来 现在戴着氧气面罩 精神状态还不太好 他须须地睁开眼睛 看到床边坐着的花莱 伸手去碰了碰她 花莱坐着身体 靠近江中国 爷爷 您醒了 您需要什么 我给您拿过来 江中国缓缓地抬起手 要去摘面罩 花莱连忙帮他取下来 莹莹 爷爷 我在呢 你是个好孩子 小语有福气 花莱静静地听着 你别嫌弃他 他不容易 花莱摇摇头 他对我很好 没有谁嫌弃谁这样的话 江中国 那时候他锋芒太露 出了车祸 我怕他再造人算解 硬生生让他从公司退了下来 他心里怨我 花莱 爷爷 贺雨不是那样的人 他是理解您的苦心的 江中国看着花莱 笑了 是吗 花莱认真的点点头 他和我说过 爷爷从小最疼他 江中国 因为他很优秀 我看得出来 有了你 他变了很多 他以后的日子 就交给你了 你帮爷爷照顾好他 花莱 只要他不嫌弃我 我会一直待在他的身边的 江中国叹了口气 红英的脾气不好 我知道你在家里过得苦 等爷爷不在了 你和小语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我在阑山有一套房子 给你 你抽空 去办手续 花莱一惊 爷爷 不用了 我在家里什么都有 我不需要您的房子 江中国 傻丫头 你是江家长席 这套房子太寒酸了 等贺宇回来 爷爷好点了 再会重新分配 你是进了江家族谱的人 该有你的一份 花莱不知道说什么 只得叫了一声 爷爷 江中国说了一会儿 自己困了 花莱连忙给他把氧气罩带上 等他睡安稳了 才悄悄的起身退了出来 他从秦宿之那边赶过来 连晚饭都没吃 到这边后婆婆婶婶都在 他便没好去吃饭 现在已经夜里十二点 觉得腹中空空的难受 准备下楼去找点吃的 谁知一转身 觉得有些天旋地转 他强忍着扶着墙 一下子倒了下去 第83章 江贺宇的秘密 花莱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 他躺在家里的床上 他回忆了半天 自己好像是在医院晕倒的 自己是什么时候 怎么回到家里的 他先被站起来 还觉得有些头晕 摸了摸肚子 还是觉得呃 他推门出去 梁红英和江磊 一脸严肃地坐在大厅 爸 妈 打完招呼 他准备去厨房找点吃的 梁红英喝了一声 站住 花莱疑惑 梁红英一大早 怎么又对着他发脾气 难道是昨晚爷爷说 要送他房子的事 被他知道了 他不愿意 花莱立在二人面前 等着听讯 梁红英明显很生气 他颤抖着手指着花莱 我真的没料到 自己眼皮底下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 你真是把我江家的脸 都丢进了 花莱一头雾水 不是房子的事 妈 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梁红英站起来 把一张纸愤怒地扔到他的面前 你听不懂 那你总该看得懂吧 你一天在家不声不响 居然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 花莱看了看江磊 他垂着头 一言不发 平日梁红英要是责骂花莱 他总是要劝上几句的 但是今天 他看起来也很生气 花莱弯腰捡起 飘落到自己面前的纸 是一张医院的检查单 纵使他看不懂那一堆医学术语 还是认得上面的几个字 早月 他有些不敢相信 又仔细看了看 是自己的姓名 花莱哆嗦着喃喃道 怀孕了 梁红英看着他神色复杂的脸 破口大骂 小雨才走几天 你居然背着他 做出这种事 还是说 他还在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偷人了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花莱知道 这个孩子是江贺雨的 这是他和江贺雨的孩子 他又喜又怕 喜的是 有一个爱的结晶 已经诞生 现在正在他的肚子里 安稳地睡觉 怕的是 自己还是一个学生 怀孕的话 学业肯定要暂停 自己现在没有多余的精力 照顾自己和孩子 而且 自己该怎么告诉秦素枝 自己怀孕的事 他一定会对自己很失望的 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的 和暴跳如雷的梁红英确认 这真的是我的 会不会弄错了 自己一直有避孕的 梁红英骂得红了眼 我倒希望是错的 还好 是在自己的医院查出来的 要是在别的医院 被外人知道 江家的脸 都要被你丢光 你这样红杏出墙的女人 就该被丢到海里 沉下去 喂鲨鱼 花来难难道 真的是我的 是我的 他转身 就往自己房里跑 却看见江尼森站在楼梯拐角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顾不上他异样的目光 跑回房间锁上了门 尽管机长鹿鹿他也不管 先拿过手机 就要给江赫宇打电话 号码还没播出 却又停下动作 这段时间 一直是江赫宇联系他 他怕打扰他 从来没有主动给他打过电话 江赫宇说过 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们那个的事 所以 这么久以来 他们没用过那个 他们一直都很小心 但是没想到 最后还是怀上了 花来有些自责 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 现在妈妈和爷爷还在医院 江赫宇也是治疗的关键期 自己怎么能怀孕呢 可是那种郁郁新生命的欣喜 又让他忽略了梁红英的谩骂 心里起了小小的甜蜜 他选择等 等江赫宇再联系他 他放下手机 找来一堆零食 准备甜甜肚子 毕竟不能饿着小宝宝 可是看着这花花绿绿的零食 他又犹豫 现在自己怀孕了 怎么能吃零食呢 得吃有营养的食物才行 但是外面坐着凶神恶煞的梁红英 他可没胆量再去挑战他的脾气底线 他眼珠一转 想到了小静 他和小静现在走动不多 但偶尔的小恩小惠 他没断过 小静 你给我拿点吃的 避开家里的人 牛奶面包什么的 小静的信息回得很快 好 十来分钟后 花来听见阳台传来敲玻璃的声音 他连忙跑过去 小静提着一个袋子躲在那里 花来连忙推开玻璃门 怎么回事 太太把你关起来了 花来摆摆手 没有 是我自己不想出去 他还在外面吗 小静点点头 再生气 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我背着他来的 你又惹他不高兴了 花来叹了口气 这次我闯大祸了 你走吧 待会被看到 你要被连累 小静点点头 正要走 花来又叫住他 你等一下 花来跑回房间 他打开江赫宇的保险箱 他记得他说过 里面有现金 他蹲在床边 输入密码拉开门 里面果然放了好大一大钞 他数了二十张 又跑回窗边 果成一卷塞给小静 小静 明天是你生日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拿着自己买 小静没想到 花来会直接给他钱 有些受宠落惊 音音 你居然记得我生日 不过不用了 你平日给我的礼物 已经很多了 谢谢你 花来把钱塞到小静口袋 你快收好 那几个老大妈 我可没管 他们看到要吃醋的 谁都好我心里明白 你别和我客气 小静 音音 真不用 花来伸手推他 你快走吧 待会被别人看到了 小静才有些为难的收下 谢谢音音 你有什么事记得叫我 送走小静 花来先填了肚子 然后想起保险箱没关 他心事重重地 夺不到保险箱前 看着那堆钞票 想了想 又取出一部分 然后把剩下的硅置好 他的手碰到一个 音音的东西 包在纸袋里 他好奇地拿出 那个牛皮纸袋打开 里面的东西 差点没让他背过气去 是一把手枪 花来愣愣地看了好久 这把精致小巧的手枪 然后才哆嗦着手 把他捡起来 放回到袋子里 江赫宇什么时候 放了一把枪在家里 他为什么要放枪在家里 他忍不住 拿起保险柜里的那些纸 一张一张看过去 大多都是合同 股份之类的 有很多公司的 而且法人的名字 不止江赫宇 还有很多他听 都没有听过的名字 花来联想到 江赫宇不让他把自己 已有痊愈迹象的 是外传的事 隐隐猜出些什么 江赫宇一定有事在做 而自己一无所知 最底下有一个文件袋 花来慢慢地打开 里面是一个 疗养院的购买合同 花来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那个疗养院 就是情愫之之前住的那一个 在下一张纸上 贴着花来的照片 上面是他的资料 包括什么时候出生 什么时候被丢弃 他读过的幼儿园 到大学的校名 全都有 花来觉得有些天旋地转 所以江赫宇 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 第84章 骗子 至此他已经猜到 什么疗养院的慈善计划 整容医院的试验计划 全都是江赫宇 为他编织的谎言 他的手指一直在哆嗦 后面又抽出 几张他的设计图 他记得很清楚 这是他交给林湾的 林湾说的 给他找的大客户 花来不知道 是该开心还是难过 江赫宇背着他 做了这么多 江赫宇的电话 打进来的时候 花来还躺在床上 胡思乱想 音音 花来心里难以平静 他有太多话 想和江赫宇说 却不知道 从哪一句说起 他挤出笑挂在脸上 这样他的声音 就听不出一样 江赫宇 我听说爷爷病了 花来点点头 瞒了这么久 江赫宇到底还是知道了 现在病情稳定了 我怕耽误你治疗 没有告诉你 你别生气 江赫宇 傻瓜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 我就是心疼你 要照看你妈妈 又要照看爷爷 累坏了吧 花来 还好 我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陪陪他们罢了 知道爷爷没事 江赫宇松了一口气 他不动声色地提醒花来 你没事别出去晃荡 要出门 一定要赵领送你去 那些偏僻的地方 就不要去了 他是真怕江源狗急跳墙 要不到钱 就真的拿他身边的人撒气 花来 我能去哪 他原本想说 江赫宇操心操得太过了 但想到床头柜子里的枪 他又觉得 他的话里可能有别的含义 花来怕这个时候 把怀孕的事告诉江赫宇 惹他分心 不能安分治疗 他记得那次他说 希望先生个儿子来着 还取了好半天的名字 他要是知道自己怀孕 一定会忍不住跑回来的 最终他还是选择把这个事 包在了心里 毕竟江赫宇就快回来了 到时候告诉他 也不迟 花来 赫宇 江赫宇 嗯 宝宝 花来 赫宇 江赫宇 怎么了 宝宝 花来的手放在小腹上 我就是想叫你的名字 江赫宇也心事重重 傻里傻气的 两人闲聊着 就在花来要挂的时候 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赫宇 你知道吗 蒋家知道了江源的事 正在闹退婚 花来心里一颤 这个声音他认得清楚 是董蔓一 他怎么会在江赫宇身边 江赫宇看着贸然 闯进自己房间的董蔓一 眉头紧皱 他捂着听筒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示意他闭嘴 他准备回头和花来说再见的时候 发现电话已经挂了 手机屏幕上 多了一条花来刚发的信息 赫宇 妈妈叫我了 我有点慌 不小心给挂了 等你下次的电话 想你 语气和以前每一次一样 江赫宇拿不准花来 有没有听到董蔓一的声音 但他没办法确认 也不想找花来确认 以免滋生事端 花来把信息发出去以后 眼泪啪哒掉下来 不偏不已掉到江赫宇的头像上 像个放大镜一般 让他的头像看起来有些滑稽好笑 叮 江赫宇 好的 照顾好自己 别太累了 晚点我打给你 花来躺在床上 心中疑云重重 难怪这么久都没有看到董蔓一的影子 原来他早就去了江赫宇的身边 他想起之前那个说德语的声音 语调和说中文比起来的确有些差异 但只要去联想 就能听得出那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可是那次江赫宇分明说 护士小姐在叫他 江赫宇已经开始骗自己了 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骗自己的 会不会那次再商场 也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 第85章 自作多情 猜忌像一颗有毒的种子 在花来心里生了根 他收拾了一下 悄悄地出了门去医院找情素枝 他觉得自己在待在家里 一定会憋疯的 江赫宇收起手机 目光如利人一般 看着董漫一 董漫一仍旧一脸抱歉 小心翼翼地说 你没有告诉音音 我在这边是因为家里的生意吗 江赫宇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 董漫一 我不想音音误会 要不要我打个电话 给他解释一下 江赫宇 用不着 说吧 什么事 董漫一 我听我爸说 江源赌博的是没有瞒住 现在蒋家的人知道了 已经单方面宣布了解除婚约 这是在S市已经闹开了 江赫宇 这关我什么事 他今天是收到不少国内的电话 多数都是以前公司 那些元老打来的 不过他全都没接 周运已经提前把消息给到他了 董漫一 江源现在连蒋家都没了 算是彻底倒了 贺宇 你的机会来了 江赫宇冷哼一声 巨傲地说 就算他没有这些事 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在董漫一面前 他没有隐藏自己的野心 董漫一 你计划什么时候回去 江赫宇悠悠道 急什么 董漫一 现在江是一锅乱舟 好多人都等着你回去主持大局 江赫宇笑得阴沉 他们等着我 我就要去 董漫一 你难道不是 一直想要把那些拿回来吗 江赫宇 有些东西 时间久了 就没那么想要了 之前他的确是想把那些 都拿回来的 但是后来他有了别的产业 虽然还没法 和江是比肩 但目前发展的也不错 蒸蒸日上 前景可观 他唯一不舍的是 那是爷爷的心血 也是自己的第一份事业 眼看着他 就这么没落下去 他还是有些不忍心 不过这些 就没有给董漫一解释的必要了 他这话说的是 公司是事业 但董漫一听着 就觉得 他说的是自己 他觉得他还在为自己 当初的不告而别耿耿于怀 故意说这样的话刺激自己 这也不怪他 他们在一起时 江赫宇待他很好 很多场合都带着他 外界都默认了 他们是长久的一对 而且追求他的优秀男人那么多 他是相信自己的魅力的 江赫宇曾经失去了他 当然会不甘心了 董漫一蹲在他身边 仰头看着他 你还在生我的气 江赫宇有一瞬的疑惑 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转了个方向 自作多情 以后不要再往我这里跑 我不想惹音音不高兴 公司的事 也不需要你插手 董漫一站起来 看着他的背影 没把他刚才的话放在心里 我随时为你准备着 你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董家在S室 还是有几分话语权的 江赫宇觉得好笑 董家是地位不低 但为什么他当年躺下 被从公司换下来的时候 没人对他说这句话呢 他懒得理会 出去 我的治疗时间到了 董漫一见好就收 没有废话 离开了他的房间 江赫宇看着窗外 江氏集团乱成今天这个样子 周韵已经说了 好多人在等着他回去控局 所以他治疗的事 也没必要成为一个秘密了 而且现在 反而成了他不能回国的借口 他要让他们等得更急 到时候才能得到更多的筹码 好在江家的晚辈 还算有点孝心 没把这事 捅到江老爷子面前 不然老爷子真的有可能会被气死 第86章 四面起火 花莱在医院陪秦素芝 在走廊听到医院的护士闲聊 说蒋家和江家婚约解除 听到江字 花莱本能的竖耳去听 想不到 还真是他家的这个江家 不过对象是江源 一个护士说 听说现在江源已经跑不见人影了 家里的产业 全被他抵了出去 蒋家彻底不管他了 已经提了退婚了 花莱听得心惊不已 二叔家的产业那么大 怎么会全被抵了出去 江源到底犯了什么事 另一个说 他们家还真是姻缘薄 江赫宇才被董家退婚多久 江源又走了他的老路 那怎么能比 江赫宇是因为受伤 那是没办法的事 江源是自己败家 堵成那个样子 那个女人受得了 不过这些千金小姐 看来都是一个样子 别人倒了 跑得比兔子都快 有钱人家的人 还能讲真爱不成 全都是利益交换 花莱不可避免地想到 江赫宇和董蔓一 他们现在在一国他乡 做什么呢 花莱告别情愫之 积极地往江中国的医院赶 到了医院 是管家守在外面 花莱 伯伯 我听说江源爷爷知道吗 管家忧心忡忡 叹了口气 江源不见了 公司乱成一团 今天已经来了几拨人 被我挡回去了 这件事绝对不能 闹到老爷面前去 会要他的命的 花莱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爷爷现在是关键时期 这是不能让他知道 还劳烦伯伯 一定要守好 管家笑道 真没想到 这种时刻 只有你这外姓的丫头 还念着老爷的身体 家里的人也来过 全都是想到老爷面前 去告状的说是告状 不过是想争夺利益罢了 之前老爷给我说 他没看错人 花莱忧心的是太多 管家的话 让他好受了一些 从医院回来 他直接回了家 刚进门就遇上梁红英 看见他就开骂 你这狐狸精 还知道回来 你真有脸 花莱虽然已经做好了 被骂的准备 这一刻真的来了 他还是有点猛 妈 谁是你妈 我都替你丢人 去把孽种打掉 安安分分地和贺 与把婚离了 那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们也不再提 花莱咬咬唇 鼓起勇气说 这是我和贺宇的事 我不能听你的 梁红英气得跳脚 你不听我的 你还想把事情 闹到贺宇面前 去恶心她是吗 她站不起来 已经够痛苦了 还要让她知道 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通奸 怀上孽子不成 花莱没办法 向梁红英解释这么多 只能低着头不说话 梁红英 贺宇平日对你不错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对她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今天你必须去把孽种打了 等贺宇回来就离婚 花莱丢下一句 这件事我不能听你的 然后就跑进了自己房间 梁红英在外面把门锤得山下 臭蹄子 你给我开门 贺宇真是把你灌得无法无天了 你居然敢给我摔门 我告诉你 要不是贺宇腿坏了 你压根进不了 我江家的门 你这死丫头 哪一点比得上曼依 花莱背抵在门上 双手捂住耳朵 但那些声音还是穿透了门板 钻进她的耳朵 贺宇和曼依在一起那么多年 你真以为你进门这几个月 就能把贺宇拐走吗 你想都别想 第87章 不是时候 董曼依得知了花莱怀孕的消息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说道 阿姨 茵茵不是那样的人 你检查清楚没有 她真的怀孕了 梁红英气急 我自己家医院检查的 还能有错 你别看她平日不声不响的 心里阴得很 不知道怀的谁的野种 这是我还没告诉贺宇 我怕她受不了 董曼依在医院这么久 对江贺宇的病情了解得一清二楚 她当然相信 花莱肚子里的孩子是江贺宇的 她又惊又喜 看来江贺宇那方面根本就没有问题 早晚也会从轮椅上站起来 她不能让江贺宇知道花莱怀孕的消息 有了孩子的牵扯 他们更断不清楚 自己哪里还有机会 她拿着手机温声道 阿姨 这种事还是先不要让贺宇知道的好 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这种事 现在国内公司形势严峻 贺宇不能为别的是分心 梁红英叹了口气 就是说 我会想办法让这丫头去打胎 然后离婚 曼依 贺宇离婚 你别嫌弃她 阿姨可就认准你了 董曼依笑得得意 有梁红英这个助攻 江贺宇又不在花莱身边 要搅翻他们 不会太难董曼依温柔道 阿姨 我和贺宇这些年 你看到的 很不容易 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贺宇这边 我会照顾好 国内的事 我爸也找人盯着 她说了 只要是自家人 她会毫无保留地帮助的 但是音音那边 梁红英 我知道怎么做 董曼依挂了电话 某种闪着金光 花莱怀孕 对她来说是个机会 但是 这件事绝不能让江贺宇知道 而且 自己不能把全部希望 放在梁红英身上 董曼依去找了江贺宇 她没有表现出一丝暧昧 而是认真的 和她聊着国内的局势 这让江贺宇没法拒绝 后来董曼依接了个电话 有二十来分钟后又进来 她朝江贺宇不好意思地 晃了晃手机 道 手机没电了 能不能见你的用一下 还有点事没谈完 江贺宇递上自己的手机 董曼依笑道 项目出了点问题 头大 等一下就还你 说着拿着手机去了卫生间 门没关炎 江贺宇能隐隐听到 她讲电话的声音 花莱躲在自己的房间 想着江贺宇再打电话来 自己一定要把怀孕的事告诉她 这是两个人的事 不能自己一个人瞒着 因为她拿不住梁红英 会对自己做什么 半个月 说短也不短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为了孩子 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江贺宇的信息 在这个时候传了过来 花莱拿起手机 屏幕上的消息内容是 你怀孕了 花莱一惊 坐了起来 江贺宇知道了 她开始回信息 嗯 刚检查出来 我准备 等你回来再告诉你呢 江贺宇 我明天就回来 你等着我 花莱一惊 她之前选择瞒着她 就是怕她这样治疗 到一半就跑回来 她连忙说 你回来做什么 我好好的 你听医生的话 好好治疗 我在家等你 江贺宇 你都怀孕了 我哪里做得住 我妈没为难你吧 花莱想到梁红英之前 在她房门外叫嚣的样子 对着手机摇了摇头 没有啊 江贺宇 你还骗我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了 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吧 你告诉她 这个孩子是我的 花莱记得江贺宇之前的话 她不想让别人 知道他们房间内的私事 而且江贺宇不能动 她却怀孕了 怎么看都像是她主动的样子 她觉得很羞 花莱 我没说 反正她也不会信 我等你回来 江贺宇 老婆 现在公司出事了 江云之前来找我 问我要钱 我没给 然后他人就不见了 我怕他对你不利 公司现在一团乱 很多人都盯着我 音音 我想说 现在不是要孩子的时候 我的腿还没好 不能保护好你们 等我回去 我带你去医院 花莱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反复地读着那条信息 最后终于确定 江贺宇不要这个孩子 花莱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她手指用力地在屏幕上 点着你要我打掉她 江贺宇 我们都还年轻 而且你还在上学 你身体也没调养好 我们没有做好备孕的准备 你听话 等两年 你毕业了 我们再要 花莱只觉得 一个天雷从耳边炸开 她之前也考虑了很多 江贺宇说的这些 她全都考虑了 她也觉得 现在不是要孩子的时候 可是这种话 从她嘴里说出来 她就是接受不了 江贺宇 我会告诉我妈 孩子是我的 但是她来的真的不是时候 江源现在对我恨之入骨 她在暗处 我怕她伤害你 花莱想到保险箱的手枪 她早就知道江贺宇做的事 是凶险相伴的 她回了一个字 好 江贺宇 等我回去 我陪你去医院 花莱 好 那边又发了一堆好听的情话 但花莱第一次觉得 那些字是那么刺眼 她一个都不想看 江贺宇有自己的打算 她能怪她什么呢 她躲在被窝 气不成声 第二天一早 花莱起床去厨房找吃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怀孕的原因 她最近饿得很快 梁红英从楼上下来 看见她就开骂 你还知道吃 你个丧门星 我这就给你妈打电话 叫她把你这个 不要脸的东西领回去 免得脏了我江家的地方 花莱把半杯牛奶喝掉 淡淡地说 我会打掉的 梁红英一愣 随即诱到 你以为打掉就完了吗 你这种肮脏的女人 休想继续待在贺宇身边 我告诉你 离婚 收拾东西立马滚蛋 花莱看着梁红英 笑道 离婚 也得等你儿子回来再说 她不在家 难道我和你去离吗 她对江贺宇 多少是有点怨气的 对梁红英 也不想客气了 梁红英火气被点得更旺 我就知道 你这件蹄子不是什么好货 贺宇不在家 你就是这么和我顶嘴的 你到底有没有廉耻 有没有教养 花莱用打量的目光 看着梁红英 道 我有点明白 爸为什么会有别的女人了 说实话 妈 你这样过早的女人 我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男人 说完 她就闪进了自己的房间 圣梁红英在外面 像个炮杖一般爆炸 第88章 她还躺在床上 手放在小腹处 她还太小 自己什么都感受不到 但是只要给她时间 她是能长大的 她是会像自己一样 活蹦乱跳的 江贺宇 怎么舍得让她拿掉呢 她想起昨天听到的 董曼一的声音 所以 她真的会变心的 是吗 事实没有让她失望 中午的时候 她的手机 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 好友申请 她点了通过 居然是董曼一 花莱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 她坐直身体 等着对方发消息 董曼一 音音 不好意思 花莱没回 董曼一 我在贺宇这里 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你 花莱只觉得自己嘴唇都在哆嗦 猜想变成事实的感觉 并不好受花莱 有什么事就说吧 董曼一 昨天 我看贺宇很不开心 追问了她 她才说 你怀孕了 花花莱的心 在慢慢往下坠 江贺宇要自己 不要把这件事到处说 她自己去转头 就告诉了董曼一 而且 她因为自己的事 不开心了 花莱 然后呢 董曼一 你可能不知道 她现在的处境 她为了拿回公司 准备了两年 现在时机到了 花莱直接到 你找我做什么 董曼一 现在公司就剩个空壳子 欠了一堆债 说点难听的 你能拿出钱帮她吗 可是没有钱 她哪里坐得稳那个位置 音音 我知道这样说不到的 但是我爱她 也只有我能帮她 你能不能行行好 把江贺宇还给我 花莱觉得 真是好笑极了 别人爱江贺宇 所以她就要 把她拱手让人吗 董曼一 我知道你养母正在医院治疗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 我只有一个请求 你拿着钱 带着你养母和孩子 去别的地方 花莱 让我消失在江贺宇面前 是吗 然后你们在一起 董曼一 我知道我的要求有些自私 但你想想 我爸不会无缘无故地 帮助贺宇重整公司的 他拼了两年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你忍心看他就这样错过吗 花莱当然不忍心 只有他知道 江贺宇躲在他们的房间 为工作的事 做过多少努力 但是哪怕他已经知道 江贺宇要他放弃孩子 也不相信 他会为了事业 连他一同舍弃 他知晓他的一切 为他做了那么多 他能感受到 他是真心爱自己的 花莱 就算我同意 他也不会同意的 董小姐 有些东西失去了 就是失去了 江贺宇已经被你错过了 你放手吧 对面沉默了有两分钟 才有新的消息发过来 是一张图片 花莱点来来看 差点没被过气去 是赤裸着上身的江贺宇 怀来抱着董曼一 他穿着睡袍 衣着看起来随意又凌乱 照片是董曼一自拍的 江贺宇还没醒 但看得出 二人昨晚是睡一起的 花莱牙齿 咬得咯咯作响 董曼一 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以前为他留过一个孩子 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 但他是想要的 可是有次他开车带我出去 出了车祸 流产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即使他知道我对你 做了那些事 他还默许我待在他身边吗 他除了对我余情未了 还一直觉得对不起我 花莱 你对我做了那样的事 哪样的事 他没主动问过 江贺宇他和董曼一的过去 他自然也不会提 他知道他们 曾经是人人羡慕的金童玉女 可是他们已经分手了 江贺宇已经和自己结婚了 董曼一觉得 花莱真是太单纯了 他的手指在手机上飞快地舞动 你那次在喝醉 里面被我掺了药 我想夺回江贺宇 所以想让你出丑的 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花莱心惊 原来他和江贺宇的第一次 不是因为自己喝醉了发酒疯 根本就是被下了药 而且江贺宇居然知道 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江贺宇了 那些好 都是假象嘛 都是他需要人陪伴的时候 编出来的梦境 董曼一 我和他是真心相爱的 他只是为了报复 我当时丢下他 才选择和你甜蜜 难道这么久 你看不出来吗 他也只是一时迷糊 你要陪着他胡闹吗 胡闹 都领了结婚证了 还能叫胡闹吗 所以在别人眼里 他和江贺宇的婚姻 不仅是一场交易 还是一个游戏 董曼一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形 你再不松口 不还他自由 他这两年的准备 就会功亏一篑 你知道的 江爷爷危在旦夕 江源到了 贺宇的腿没有好 而且他这两年 对公司的事不闻不问 江爷爷是不会把公司交给他的 他只有有足够的资金 才能拿到他想要的位置 花莱还紧紧地盯着那张照片 企图找出一丝伪造的蛛丝马迹 然而 没有什么辟图的痕迹 他太熟悉江贺宇的睡颜了 董曼一 他来治疗的事 起初连他父母都瞒着 却告诉了我 你还不懂为什么吗 他根本就没放下过我 昨晚 我们不过是谈工作的时候 喝了几杯酒 他就 花莱一个字都不想看 却忍不住一句一句地看下来 董曼一 他想要孩子 我随时都能为他怀上 所以 你别怪他不珍惜你们的孩子 花莱想把手机扔出去 董曼一今天的话 大大的颠覆了江贺 与留给他的印象 董曼一 音音 我承认 我在这段感情里 是自私 对你来说 还有些卑鄙 但是我爱他 大家都是女人 我能体会为爱人怀孕的那份情感 但是 你们心自问 你舍得他继续过现在这种浑浑噩噩 无法出人头地的日子吗 花莱直接哆嗦着 手扇了董曼一的账号 那张相拥的照片 像是施了魔法一般 一直在花莱脑海里晃荡 他没办法不去联想 这之前那两个人做了什么 分别前江贺雨的不舍是那么的真切 他不相信他会背叛自己 但是他的确瞒着自己董曼一 在他身边的事实 而且 也确实叫他 打掉他们的孩子 所以他是为这是烦闷 还喝酒 然后和董曼一做那种事情吗 所有他和自己在一起 真的是为了气动曼一吗 他记得他以前说过 要他陪他两年 所以他 是只要自己陪他两年吗 然后就挥手让他滚开 胡思乱想是女人的天性 花莱觉得自己头快要爆炸了 他洗了把脸 把泪痕都收拾干净 去医院找秦素芝 秦素芝一眼看穿他的狼狈 温声问他 怎么了 花莱眼泪像豆子一样滚了下来 在秦素芝的再三追问下 他选择坦白 妈 我怀孕了 第89章 决定 什么 秦素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花莱点了点头 又说了一遍 我怀孕了 秦素芝 你 他满脸的心痛 让花莱心里十分不好受 秦素芝意识到 现在不是责备花莱的时候 他便问 他知道吗 怎么说 花莱苦着一张脸 他让我打掉 怎么可以 秦素芝一直是性格温吞的 他进了疗养院后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大声说过话了 他拉着花莱 你不是说他对你很好吗 为什么要你打掉 他爸妈知道吗 他们怎么说 花莱想到梁红英 表情更加苦涩 秦素芝 我去找他 你把电话给我 花莱抱着秦素芝 妈 算了 秦素芝 这种事怎么能算了 花莱 反正我也打算和他分手了 秦素芝 分手是肯定要分的 但是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他必须给你个说法 女孩子打胎 你不知道那伤害有多大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而歇 秦素芝 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他以为花莱懂事了长大了 谈恋爱的事他也没管 想不到真的出了事 秦花莱把花莱的男朋友 大骂了一通 这更坚定了花莱分手的决心 江赫宇要他打掉孩子 的确伤了他的心 而他还心存慈悲 不想继续待在他身边 成为他的累赘 董漫英说的那些话虽然难听 但 都是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事情 他要当面和江赫宇谈 这段婚姻就像一场梦 江赫宇再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 声音里是浓浓的疲倦 却又竭力装的轻松 花莱想听得清楚明白 他想 可能他今天醒来看到董漫英 心里对自己也有点愧疚吧 毕竟 他们还没离婚呢 江赫宇照例问候花莱 今天有没有去医院看秦素芝 爷爷的病情有没有好一些 什么都问了一通 就是没问他 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 花莱受不了江赫宇这种时候 还说这些无关痛痒的话 他呼出一口气 直言道 董漫英在你那里 对不对 他不想再猜测了 江赫宇一愣 心里空了一下 最后还是如实答道 是 花莱 你们 江赫宇急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会来 之前没告诉你 是盼你多心 花莱苦笑道 江赫宇 你还爱我吗 江赫宇觉察出花莱的不对 他有些焦急 问 怎么了 你怎么问出这种花莱 难道你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吗 董漫英来这边 是因为他们家在这边有生意 他是来处理公事的 花莱像个桌间的原配 语气却平淡的不像话 你们昨天在一起 江赫宇 我们是在一起 但是 花莱觉得 没必要问下去了 秦素之说过 男人骗女人 一张嘴就够了 他还说 法律没有规定 一个男人同一时间 只会爱一个女人 花莱 那次我醉酒 是董漫英动了手脚 对不对 江赫宇不知道花莱 为什么突然提这些事 他心里发慌 是他 我已经 花莱打断道 我知道了 他想说 离婚吧 江赫宇 他花莱虽然卑微 但绝不要有第三者 和背叛的感情 但他太善良 这种时候 还是担心江赫宇 会因为自己提离婚 从德国跑回来 耽误治疗 江赫宇急得提高了音量 你知道什么了 谁跟你说了什么 是不是董漫英 你别听他瞎说 他就想拆散我们 花莱苦笑 可他说的都是事实 不是吗 江赫宇 是事实 但是 花莱叹了口气 我就是问问 你别放在心上 安心治疗 我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离婚 江赫宇 宝宝 你别这样 我心慌 花莱换了副松快的语气 心慌什么 要心慌 也是我心慌 你那么抢手 有的是女人 抢着为你生孩子 我花莱 算得了什么 江赫宇眉头一直紧皱 就没有松开过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明天就回来 有什么事 我们当面说 省得你胡思乱想 花莱笑道 我真没事 你安心治疗 准备了这么久 别前功尽弃了 我在家等你 挂了电话 花莱整理了一番自己的东西 其实没什么整理的 她来江家的时候 是空着手的 还好之前画稿 存了一点钱 过了一段时间 大富大贵的日子 没觉得钱的重要性 现在 她再一次把银行卡的余额 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了 她计划 把之前和秦宿支柱的房子 整理一下 到时候搬进去 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 踏实的日子里去 林湾那里的生意 基本算是黄了 她不可能再继续 接受江贺宇的恩赐 但她不算慌 就算没有林湾 有这段供稿经历 哪怕一边上着学 她也有把握 养活自己和秦宿支 这几天她纠结万分 她开始恨江贺宇 却又舍不得拿掉孩子 可是怀孕 她还怎么上学 难道要休学吗 可是生下孩子 她拿什么养她 养孩子的花销可不小 这天 在她坐车去医院 看江中国的路上 居然发生了车祸 赵领开车一直很稳 没出过纰漏 这次是她的车 好好的行驶在路上 后面一辆车 直直地冲了上来 前面和两边都还有车 赵领避无可避 直接被狠狠追尾 然后又撞上前面的车 花莱的身体 猛烈向前冲去 又被安全带 狠狠地勒回来 她惊魂未定 本能地用守护着肚子 赵领也吃惊不小 后车这驾驶 怎么看都不像是 正常追尾的力度 赵领低声对花莱道 你坐好 说着就下了车 前车的人 也骂骂咧咧地下来了 他们来到后车 发现那司机已经昏迷 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前车司机打电话报了警 然后拿着手机拍现场照片 赵领眸光微缩 四处看着 果然在对面车道 看见一辆降下车窗的轿车 行驶得缓慢 江源坐在里面 笑得神秘又嚣张 第九十章 意外 赵领知道 事情绝对没有这要巧合 他赶紧回到车上 把花莱拉了下来 少奶奶 我找车送你去 这里一时半会儿 解决不了今次一遭 花莱早就吓得魂飞魄散 哪里还有去医院的心情 他紧紧地抓住赵领的手腕 嘴唇发白 回家吧 明天再去 他记得董漫医那天说 他当初怀孕 因为车祸 孩子没了 现在他一直摸着腹部 生怕那里有任何异样 至此他才知道 自己舍不得这个孩子 他想担起做一个母亲的责任 从保护她开始做起 赵领护送花莱回了家 第一时间把意外报告给江赫宇 江赫宇 什么 音音怎么样了 受伤没有 去医院没有 赵领 没受伤 少奶奶不愿去医院检查 我送她回家了 现在再休息 江赫宇 你确定是她 没看错 江赫宇明知道赵领不会出错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赵领 绝对是她 当时当着少奶奶的面 我没好说什么 怕吓着她 江赫宇 不能告诉她 她胆子小得很 她周围多加点人手 绝对不能让她离开市县 还有她养母医院那边 也派点人过去 赵领 我知道了 江赫宇挂了赵领的电话 又立马给花莱打了过去 花莱现在不是很想听她的电话 她整天都在胡思乱想 她的声音听起来没什么活力 赫宇 江赫宇 赵领说 你出车祸了 你听话 去医院看看 花莱在床上翻了个身 我没事 我自己知道 江赫宇 你听话呀 你这样 我不放心的 如果是怀孕以前 花莱听到这样的话 一定会咬着拳头偷偷的笑 可是现在 这些蜜罐都颤了架 花莱 我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 有点困 我想睡会儿 江赫宇 你真的没事吗 你别瞒着我 花莱笑了一声 我能有什么事 昨天话稿 睡太晚了 挂了呀 江赫宇被迫收了线 转头看着董漫一 董漫一一脸严肃 她已经有动作了 赫宇 你不能再犹豫了 江赫宇 公司我不要了 谁爱要谁去见 董漫一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高利贷已经开始明知追债了 江源现在这种处境 还顾着找茵茵的麻烦 你还不懂吗 她已经盯上你了 她拿你没办法 也不敢去伤害叔叔阿姨 就拿茵茵下手了 江赫宇目光寒冷 我不会让她伤害茵茵 董漫一 说这种空话有什么用 她已经动手了 赫宇 你听我的 和茵茵离婚 是保护她的最好的方式 江赫宇盯着董漫一 我看着 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 董漫一没狡辩 我承认 我是有私心 但是你自己想想 茵茵只有脱离和你的关系 才不被牵连 你们就算离了婚 你还是可以暗中保护她 江赫宇 你当江源是傻子吗 这个时候离婚 你懂 她不懂 董漫一一直视着她的眼睛 你和她离婚 宣布和我结婚 让我爸帮你把公司拿回来 只有这样 她才会相信 你是真的和茵茵离婚了 只有这样 她才会放过她 亡命之徒 是什么都能干出来的 你这么爱茵茵 真的要拿她来赌吗 江赫宇沉默了 董漫一虽然没明说 但她也知道 自己坐在轮椅上 除了给花来身边 增派保护她的人手 其他的 什么也做不了 但她不愿花来 活在知道真相的恐惧里 也不能把她关起来 不放她出去 江赫宇 你倒真大度 你就不怕江源 拿你开刀 董漫一笑地自信 我让她不敢对我做什么 毕竟后果 她承担不起 江赫宇 我自己的人 我自己来保护 用不着你费心 还有 董漫一看着她 江赫宇 你不要再到茵茵面前 去搬弄是非 惹她猜忌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董漫一笑道 如果你们感情 真的那么牢固 又启示我随便说几句 就能离间的 我说的话 你要认真考虑 不要拿她的生命 开玩笑 董漫一走了很久 江赫宇 还是在老位置 一动不动 要她和花来离婚 她做不到 而且花来 如果知道 她是因为保护她而离婚 也是绝对不会答应她的 她那么有情有义 可是花来在自己身边 她却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保护她 难道真的要让她 再一次陷入未知的意外中吗 董漫一的提议她 虽然抗拒 却也知道 是目前保护花来的 最好的办法 这种时候 在外人看来 她和董漫一结婚 拯救公司 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顶多被一个 无情无义的罪名 或者说 旁人会说 她和董漫一 修成正果 现实没有给她 过多考虑的时间 花来又出事了 江源那次和江赫宇见面 没要到前不说 还被好一顿奚落 她现在亡命之徒 只想着多拖几个下水 谁也别想好过 她见过江赫宇 护着花来的样子 所以 花来将是她 最好的报复对象 第九十一章 二十亿 花来不知道 危险正在靠近自己 她瞒着别人 计划去离江家医院 比较远的一家 私立医院做产检 那天车祸后 她发现自己 舍不得失去这个孩子 她想把他生下来 之前 江赫宇参加的应酬很少 她和他 很少在公众场合一起露面 但她还是穿的岩石 她被熟人认出来 免得节外生枝 她骗赵领 自己一天都不会出门 因为赵领是江赫宇的人 她不想让江赫宇知道 她去了医院 最后 她找了个机会 偷偷溜了出来 坐公交车 去事先预约好的医院 虽然她体弱 但胚胎发育正常 花来拿着检查单反复地看 激动地差点流下眼泪 她突然觉得 世间一切都不重要了 爱情算什么 她有了这个宝宝 就够了 这几天 笼罩在她心头的阴云 消散开了 她雀跃地搭公交车回去 在换乘的时候 她被身边及时的人撞倒在地 花来吓得不得了 膝盖也被磕得很疼 她坐在地上 捂着磕破皮的膝盖 一个年轻女孩 满脸歉意地蹲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扶你起来 花来人女孩扶着她到路边 缓了好一会 疼痛劲才过去 女孩一直在旁边道歉 看样子比花来还紧张 花来看着这个 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 她戴着眼镜 穿着职业装 应该是去上班的 花来笑着道 没事 你快去吧 别迟到了 女孩坚持道 我送你医院 上点药 花来摇摇头 真没事 我待会儿自己去就行了 她自己觉得 腹部没有什么不适 但也怕摔出好歹 毕竟医生说了 怀孕前三个月是危险期 女孩 那我送你去 正好我的公司要经过医院 我陪你去了医院再去公司 请一会儿 嫁就行了 花来还想推辞 女孩已经在手机上 叫了网约车 几分钟车就来了 真是对不起啊 我太冒失了 花来安慰道 真的没事 不过以后真的要注意一点 要是撞到老人就不好了 要是自己是个大肚子的孕妇 被这么一撞 估计也得出事 她心里又起了保护欲 她想保护她长大呀 没两分钟车就来了 车身还贴着某某打车的标志 花来没想那么多 跟着女孩就上了车 花来对这边的路线不熟 上车只听见导航的声音 等她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车已经驶出去好远 花来暗自让自己镇定 对司机说 师傅 去某某医院好像不是这条路 司机道 这边我说 这个时间点导航那条路太拥堵了 我带你们走这边快一点 只是绕一绕 花来看过年轻女孩打网约车被害的新闻 她没料到 这大白天的 再闹事了 就有人敢这么做 她吼道 停车 不然我报警了 她还抓着女孩的手腕 示意她别害怕 谁知旁边的女孩拿出一块手帕 往花来口鼻舞了过去 花来才发现 这两人压根就是一伙的 她本能的挣扎 但不到五秒 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 江赫宇是凌晨的时候 收到的花来被绑架的视频 她最近因为国内的事 忧心有些重 睡得并不好 手机信息响了一声 她便睁开了眼睛 是花来的信息 江赫宇嘴角难得的弯起 最近花来都不主动给她发信息 她觉得 她在为懂漫衣的是生气 她点开她发来的视频 却差点没被过气去 花来被绑在椅子上 口里塞着毛巾 头搭拉着 显然是昏迷的 背景应该是废旧的厂房之类 地面有厚厚的灰尘 生锈的机器 音音 江赫宇惊呼出声 企图通过这冰冷的手机屏幕 把她的爱人叫醒 视频只有两秒 江赫宇皱着眉 对面又发来一条信息 只有两个字 十一 江赫宇几乎是一瞬间就猜到 是江源搞的鬼 她的手刚放在手机键盘上 一个好字还没点完 她的门被剧烈的锤响 她还没挪下床 董漫衣已经推门进来了 江赫宇惊诧地看着董漫衣 音音被绑架了 董漫衣素面朝天 看样子来得很急 江赫宇领眉 你怎么知道 董漫衣看江赫宇对这个消息 并没有太大反应 说 你知道了 江赫宇把手机举到她面前 董漫衣拿过手机点开视频 说道 我怕江源不死心 便派人跟着音音了 她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获取江赫宇的好感 江赫宇 我的人都没发现 你的人是怎么发现的 董漫衣有些怒气 江赫宇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让赵领看着音音 她随便扯个谎就跑了 赵领怎么可能对她有戒心 董漫衣看着手机 道 你准备答应她 真的给她实意 江赫宇要去夺手机 她冷冷地说 这是我的事 董漫衣有些无奈 赫宇 你听我的 就算假的也好 你和音音离婚 他们就没有了威胁你的筹码 这才是保护音音最好的办法 江赫宇怒红着眼 难道我现在 就这样治她的死活不顾了吗 你觉得江源没拿到钱会撒手吗 手机还我 江赫宇拿过手机 先给赵领打了电话 来不及责骂 让她立即去把人找到 挂了电话 花莱的账号又发来一条信息 你老婆居然怀孕了 现在一大一小 二十亿 什么 江赫宇紧紧地盯着那几个字 怀孕 花莱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 她怎么都不告诉自己 董漫衣看她神色不对 拿过手机跟着大惊失色 她之前拿江赫宇的手机 要花莱打胎 如果现在江赫宇再和对方聊下去 她怕自己做的事情败露 便拿着江赫宇的手机 直接回复对方 怀孕 我下身瘫痪 她怎么可能怀孕 你别编了 对面 要不要我让她自己和你说 二十亿 我的耐心有限 说着发来一张图片 是医院的运简单 江赫宇 一个红杏出墙 给我戴绿帽子的女人 值二十亿 你简直一想天开 两百万 多一份没有 她之后要还活着 也在进不了我江家的门 对面 她好歹陪你这几个月呢 你也太绝情残忍了 江赫宇 江远 江家的人 有几个的血不是冷的 比起绝情残忍 我差你差远了 江赫宇 你真要钱 去问董家要吧 董漫一 找我复合 我想 她愿意出钱解决岑音这个麻烦 董漫一拿着江赫宇的手机 在阳台和对面交涉 江赫宇急的 从床上滚下来 拼命地往她的方向 爬去 她没这么狼狈过 也没这么恨过 自己站不起来的事 江赫宇拿到手机的时候 只看到对面发来的 最后一条消息是 江赫宇 你别后悔 她把信息一条一条地 翻上去看 然后眼睛血红地 看着董漫一 董漫一 你他妈在做什么 董漫一 我的人已经到附近了 我只是 和她拖延时间罢了 江赫宇 音音要是有点闪失 我要你陪葬 第九十二章 放手 冰冷的水 从花来脸上往下流 她被刺激地醒了过来 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江源 是你 眼前的江源面容憔悴 衣衫随意 和花来之前 见过的精致小开 完全不一样 江源扔掉手里的水瓶 笑得阴狠 岑音音 我之前倒真是小瞧了你 你看着闷声闷气的 居然干出这种事来 你可真行 花来正脱不开 瞪着江源 你什么意思 放开我 江源把燕运丹扔到她脸上 江赫宇估计也没想到 她有一天会戴顶绿帽子 花来脸色发红 的确像是被人发现什么秘密一般 你别胡说八道 江源冷笑一声 我还以为 凭着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能要个好价钱 没想到江赫宇也这么无情无义 她竟然让我 随便处置你 花来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江赫宇只是要她打掉孩子而已 怎么现在就置她于不顾了 她不是这样的人 花来 你少挑拨离剑 你放了我 江源把手机拿到花来面前 你看好了 你的残废老公可说了 你就算回去 他也是要找你离婚的 花来的目光 不受控制地放到手机屏幕上 赫宇 她之后要还活着 也在进不了我江家的门 赫宇 你真要钱 去问董家要吧 董漫医找我复合 花来的嘴唇 在不停地哆嗦 她喃喃道 不可能不可能 这不是她发的 你骗我 她又害怕又担心 恐惧不安 整个人抖成筛子 要不是被绳索束缚着 她一定已经跌倒在地了 江源收起手机 想不到在江家 最可怜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啊 江赫宇那么有钱 前阵子上议的罚款 她说掏就掏了 我还以为她多大方 却没想到 花来双眼血红 目光没有焦距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江源的话 江源 为了你 她居然只肯出两百万 她这是打发我呢 还是打发你啊 花来的眼泪 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她感觉自己的喉咙 发不出一点声音 江源 不过她和董漫医要在一起 是早晚的事 他们分手的时候 可是上了财经和娱乐版的头条的 现在董漫医回心转意 人家正愁找不到借口呢 你倒好主动送上门来 曾盈盈 我倒有点好奇 你肚子里的野种是哪个男人的 你跑这么远的医院去检查 瞒这么紧 难不成是江尼森那个野种的 花来说了粗话 你放屁 江源一副很好奇的样子 一个野种生下另一个野种 有趣有趣 大伯一家是真有趣啊 花来不与她废话 她吞下又闲又苦的眼泪 道 江源 我不值钱 你把我放了 江源 把你放了 你觉得我甘心吗 我动不了她 总要找人撒撒气的 花来吼道 你看到了 她不会付钱的 你何必为了我背上人命 江源 我死也拉个垫背的 反正我现在的处境 和死比起来 没多大差别 你觉得这种时候 我还需要讲人情道义吗 花来苦笑 可惜了 我在江家这么久 什么都没捞着 不然也不至于 现在连赎自己的钱都没有 江源 所以 让我好好想想 该怎么处置你呢 花来叹了一声气 昂起头从容道 咱们做个交易吧 江源 哦 你还有什么筹码不成 花来 我和江赫宇现在这样 你看到的 为了懂漫衣 她肯定要找我离婚的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她的合法妻子 离婚后 财产不说分割一半 拿个两三成 总是有的 江源觉得自己在听一个笑话 你别忘了 你怀的可是别人的种 她江赫宇 没这么傻 花来轻笑 我想你就算是现在落魄成这样 也总有办法让我肚子里的孩子 变成她的 一份以假乱真的运检报告 我相信你能找到 况且我了解她 她要面子 到时候就算是咬着牙 承认这个孩子是她的 也不会承认自己戴了绿帽子 江源脸上浮起计较的笑意 她可不是这样说的 她说了 要把你赶出江家 花来 我有自己的办法 让她分钱给我 毕竟她商业上的事 我也不是全部知道 她应该不想 我出去到处说的 江源用探究的眼神 打量起她来 岑音音 我倒小瞧你了 比起耍心眼 我这大哥 可真不一定比得上你 花来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我和她玩了 你放了我 我分的钱 分你一半 花来这些话 半真半假 她脸上在笑 心里却在流血 不管江河宇出于什么目的 她真的说了不要她的话 哪怕那只是 她的缓兵之计 她也受不了 而且她也想明白了 自己和江河宇 早晚得玩 有董漫衣在 她对自己 没她表现的那么坚定和深情 不如自己放手吧 带着妈妈和孩子 独自生活 再也不沾染这些 有钱人的腥风血雨 第93章 离开 赵灵找到花来的时候 那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还捆在椅子上 手脚被紧紧地束缚着 赵灵赶紧给花来松绑 对不起 少奶奶 我来迟了 花来活动着 被勒得麻木的手腕 温身安慰 不管你的事 你不用自责 赵灵把花来扶起来 慢慢往外走 车在外面 我先送你去医院 花来 不用了 我没事 她不想自己怀孕的事 人尽皆知 赵灵愁眉 可是你的 花来 真的没事 我累了 想回去休息一下 赵灵 好的 我马上送你回家 花来出来 才发现 外面停了十来辆车 很多人站在车旁 还有不少埋伏在门盒窗户旁边 他们个个见瘦无比 看起来都很不好惹 阵仗挺大 花来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这种情况 她只在港片里看到过 想不到现在发生在自己眼前 自己还成了主角 她双腿更加发软 还好有赵灵扶着 不然一定会坐到地上去的 见他们出来 一个领头模样的年轻男人过来 怎么样了 赵灵 人跑了 我现在送上奶奶回去 年轻男人 行 那我给小姐回个电话 我就先撤了 有一半的人 跟着年轻男人撤走了 花来疑惑地看着赵灵 她说的小姐是谁 赵灵 董小姐 她知道你被绑架 叫了人来 是她的人 给我的你的位置 花来沉默了 董漫一倒是真的积极 就是不知道是真的想来营救她 还是想在江赫宇面前表现 或许想趁乱弄死自己 也说不定 花来以前不是这样 会恶意揣测别人的人 只是外表温良的董漫一 曾经对她 做那种下作的事 她会不由自作地 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她 花来 那真是谢谢她了 江赫宇 倒是什么都要和她商量 赵灵听出她语气里的酸意 忍不住道 大少爷很惦记你 她后天回来 花来更加惊讶 后天回来 江赫宇没和自己说过 她以为还有一个礼拜 赵灵看花来这反应 以为是小夫妻间 江赫宇给花来准备的 突然出现的惊喜 她有些自责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花来 不关你的事 花来回到江家 梁红英像是没事人一样 在大厅看电视 见她回来 表情尖酸 道 哟 回来了 那畜生怎么没撕票啊 不然我也好谢谢 她为我们家 出了一个丢死人的祸害呢 花来已经不再和她假客气了 她只当没听见 一瘸一拐地进了自己的房间 梁红英笑了一声 装得还挺像的 说不定啊 那也种就是江源的 两人和其伙来 害我们家贺宇呢 遇上你们 真是江家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花来几倍一江 她之前为了自保 随口编了 要和江贺宇离婚分财产 然后分钱给江源的事 没想到这老巫婆随口一说 就说中了大半 江源领走钱给她说 如果她拿不到钱 她就算到天涯海角 她也会找到她 要她陪自己一起下地狱 花来 只觉得浑身冒冷汗 江家的人 都是豺狼虎报 好在她立马反应过来 梁红英只是刻不惯了 并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 她扶着墙去了浴室 洗了澡出来 发现江贺宇给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 花来看着手机 冷笑一声 她今天累极了 躺在床上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好 才拿起手机回拨过去 江贺宇的声音带着急切与担忧 音音 赵领说你不去医院 花来笑了一声打断道 我没事 就是累 想回来休息 江贺宇 江源有没有为难你 花来的手指甲都快欠尽掌心 她淡淡地说 没有 她拿不到钱 继续绑着我也没用 赵领来得很及时 江源听见汽车的声音就跑了 江贺宇 音音 你听我说 关于钱 花来打断道 我明白 你这样做是对的 江贺宇 不是的 其实是 她想说 其实是董漫衣拿了自己的手机 在和江源交涉 为了花来 别说实意 就是她的全副身家扔出去 她都不会眨眼的 她怎么可能不想救她 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这只会让花来心里更难受 以为董漫衣能做她的主 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让花来觉得可笑 她倒是想听她解释的 可惜她自己放弃了 花来 我困了 江贺宇 我们的孩子 花来的手放在腹部 我知道该怎么做 江贺宇 我马上就回来了 到时候我 花来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江贺宇急道 你在说什么傻话 她猜想 是花来看了之前 董漫衣和江源发的那些对话 道 那时候迫不得已 那些话你别当真 我回来慢慢和你解释 你和宝宝都给我好好的 花来心里悲凉 手机上的那些话 即使是缓冰之计 也同样能像利刃一样 把她砍得血肉模糊 花来深吸一口气 江贺宇 江贺宇道 我在 她听得出花来的声音很异常 她很急 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花来 回来再说吧 我有话和你说 江贺宇 好 我也有话要和你说 要挂电话的时候 花来突然道 董漫衣和你一起回来吗 江贺宇一愣 她 董漫衣的确和她一起回去 这迟疑的两秒 花来什么都明白了 她笑了一下 我知道了 我睡一会儿啊 好困 她挂了电话 眼泪流到了枕头上 原来只要陪伴在一个人身边 就能把她俘获 曾经的自己 现在的董漫衣 花来醒来的时候 天都黑了 她坐起来 正正地看着漆黑的窗外 她睡了有三个小时 早就过了饭点 但没有人叫她吃饭 她自己去了厨房 里面干干净净 一粒熟食都没有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干净 少奶奶红杏出墙 搞大肚子的事 这个房子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现在家里的人 就梁洪英能看见她 其他人都当她是空气 而梁洪英眼里有她 也只是每每见到 就指着鼻子骂她而已 花来拉开冰箱 倒了一杯冷牛奶 就站在冰箱边喝掉 又拿了一个水果 一边走一边看 她回卧室 把自己的证件收拾了一下 就踏出了江家 第九十四章 提前结束 见她出来 守在外面的赵领迎过来 少奶奶 她想叫她这种时候 不要乱跑 但又想到自己 不能限制她的自由 你去哪里 我送你 花来 不用了 赵领跟上来 现在情况特殊 我必须得跟着你 你别见怪 花来不想为难她 便任由她跟着 我去中远路48号 赵领 好 赵领把花来送到指定地点 她要跟上去 花来制止了她 赵领显得有些为难 花来 我这几天住这边 赵领看得出 花来和江赫宇在闹矛盾 况且 她最近在江家过的什么日子 她也知道 我上去看看 确定一下环境是否安全 救走花来 只得让她跟上来 房间已经重新粉刷过一遍 看不到被烧过的痕迹 只是那之后 这里面没有人住过 里面没有什么家具 只有一张烧得 有一点糊的木沙发和桌子 还有一些 没来得及处理的 被烧过的物件 花来看着赵领 错愕的表情 笑着说 以前我住这里 其实我不是什么大小姐 和江家比起来 我算是贫民窟长大的 赵领环视这房间 你不能住这里 她知道花来怀孕的事 这里连张床都没有 她一个孕妇 怎么能住这里 花来 有什么能不能的 我从小就是这样住的 这里才是属于我的 自在放松的地方 赵领看了看环境 少奶奶 你和大少爷 她马上就回来了 你先跟我回去吧 花来 回去做什么 回去被别人每天指着鼻子骂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个时候搬出来是矫情 是故意做给江贺宇看 要她回来给我做主 不是的 我是真的 在那个地方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我觉得自己 快要窒息了 赵领平日话很少 但花来看得出 他人很真诚 平日跟在他身边 绝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赵领 你如果不想回家 我带你去酒店 你真的不能住这里 花来 赵领哥 真的很谢谢你 其实我对江源来说 已经没有价值了 他不会为难我的 不然今天也不可能轻易放过我 你回去吧 他执拗起来 任何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赵领不再坚持 我就在楼下 有任何事打给我 赵领走后 花来把东西整理了一下 躺在硬硬的沙发上 望着天花板 自己这几个月 和江贺宇发生的那些事 像过山车一样 从他脑里飘过 重新躺在他生活了 二十多年的小屋 他觉得自己 像是做了一场梦 但肚子里的胚胎 和自己低到谷底的心情提醒他 这些都是现实 不是梦境 花来胡思乱想一通 门被敲响了 知道他住这里的 只有赵领 门一开 花来惊讶不已 他手扶着门框 警惕地看着几个男人 你们找谁 男人拿着一张纸 确认道 请问您是岑音音女士吗 花来点了点头 男人 这是您的货 给您搬进去吗 花来 什么货 赵领从后面挤了过来 他肩上扛着个箱子 道 搬进来 花来看着赵领 这是什么意思 赵领放下手里的东西 你先将就住着 花来 你给他说了 他让你准备的 赵领手上的动作慢下来 没有 他本来应该把花来的事事 都报告给江赫宇的 但是他看得见花来所受的委屈 他不愿打这个小报告 赵领招呼工人 把东西搬进来 我买的 花来知道了 赵领不忍他住这种地方 自掏腰包 给他买了落窝的用品 钱我转给你 花来拿过手机 埋头转账 赵领压住他的手腕不用 你就当 我让你就那样住这里 会被大少爷问责就是了 花来和赵领接触不算少 他话不多 但绝不是那种假惺惺的人 床很快就装好了 赵领没让花来动 他把床品铺好 把生活用品摆好 说 你先休息 我在楼下 说完不等花来再说什么 退出了房间 赵领是唯一一个 让花来觉得有温度的江家的人 他把这份好记在心里 躺到了柔软的床上 花来以为自己 要在这房子里等两天 直到江赫宇回来 他们的关系才会有一个了断 却没想到 第二天就收到少学卿 送来的离婚协议书 花来看到少学卿 实在惊讶 他是江赫宇的贴身医生 是他陪着江赫宇出国治疗的 他现在回来了 那江赫宇 花来心里有一丝猜测 难道江赫宇因为自己 提前回来了 他不可避免地 往少学卿身后看去 但是后面并没有任何人 少学卿 我先回来的 赫宇和曼衣明天才到 花来有点看不懂少学卿的来意 在他看来 这个男人对他的态度 一直有些超过一般人的疏怨 花来直言 少医生到我这里来 是有什么事吗 少学卿不请自尽 他打量着房间 道 我听赫宇说 你家境不太好 但我也没想到 花来听他这语气 就知道来者不善 不过这些家具都是新买的 看来你也不会真的委屈了自己的 花来 有什么话 只说就好了 少学卿不再废话 他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 从包里拿出几张纸 递给花来 需要你签一下 花来接过来看了看 这东西他熟悉 他刚去江家的第一晚 就签过一次 他没明白江赫宇 为什么这么猴急 人还没到 离婚协议先送到了 他的心落到深渊 他扬了扬手里的纸 什么意思 少学卿 其实你明白 花来冷笑一声 五百万 也太小气了吧 少学卿 你值不值五百万 你自己知道 贺宇的事 不知道你清楚多少 他现在马上就要回来接管 江氏 董家会全力辅助他 你自己想想 你能带给他什么 一个疾病在身 一直花钱的养母 一对像蛆虫一样 啃食贺宇的亲生父母 不管怎么看 你都是他的负担 说实话 贺宇对你 已经很仁慈了 花来觉得心里像针扎一般 少学卿说的都是事实 江贺宇为自己花了太多太多的钱 多到他这辈子都还不清 而董漫医 随便一挥手 就能拯救他于沉沦漂浮的伤害 花来 我不信 我不信他真的这么绝情 少学卿轻笑一声 那你是要他亲口给你说 你才甘心吗 花来摇着头 少学卿 贺宇对你不是一点感情没有 毕竟 你还陪了他这么久 但是他想要的 你给不了 他早就选择了董漫医 不信 你可以打他的电话问问看 花来惊愕地看着少学卿 现在那边 是半夜 少学卿 我当然知道是半夜 不然你打着电话 有何意义说着 他用自己的手机摁了一个号码 然后递给花来 花来看到屏幕上的贺宇两个字 没有接 少学卿笑了一下 点了免提 手机响了两声 对面传来一个有些迷糊慵懒的声音 喂 学卿 这么晚找贺宇 有什么事 是董漫医 第95章 签字 少学卿看了一眼呆若目击的花来 道 没什么 我的有张卡 好像落在他那里了 你明天让他帮我找一下 记得帮我带回来 很重要 董漫医埋怨道 就为了这点事 你大半夜打扰他 真的是逃打 少学卿 我俩铁着呢 他可不会打我 好了 不打扰你们了 挂了 少学卿挂了电话 看着花来 你要不要亲自再打一个 花来只觉得眼眶生疼 却又流不出泪来 他像个可怜虫一样 看着少学卿 他们多久了 一个女人 大半夜替一个男人接电话 那他们的关系 不言而喻 少学卿看他这摇摇欲坠的样子 有些不忍 却还是说 漫医是玩我们一天到的 其实贺宇 他再说了什么 花来已经听不进去了 花来苦笑一声 道 我会放手 钱 我不会要的 我怕我花的时候 会恶心到吐 说完他拿过笔 在几页离婚协议上 利落地签下了 曾茵茵三个字 抛弃弃子 江贺宇就算有天大的借口 花来都不会再原谅他了 他觉得自己真是傻得可怜 之前居然还为江贺宇 找着各种借口 以为他多么的迫不得已 原来他和董漫医 开始的比自己以为的还早 邵学卿看着油墨未干的几个字 表情并不比花来好多少 花来去窗边透气 邵学卿看着他孤单的背影 咬牙走了 他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在市区把车开到一百码 他毫无目的地 最后在一个郊区边停下 他掏出手机 对着离婚协议拍了个照 发给董漫医 然后发了几个字 他签了 董漫医立马回了消息 谢谢你 学卿 邵学卿 以后别让我做这种事了 我觉得恶心 董漫医后面又说了些什么 他没点开看 他清楚 他是利用自己对他的感情 要他去做离间江赫语和花来的事 他清楚 却舍不得拒绝 但是从今天起 他再也不是他曾经藏在心底的 温婉善良的淑女了 花来去了趟秦素枝的医院 帮他办理出院手续 医生有些诧异 因为秦素枝的修复手术 还没有彻底结束 花来直接找到了院长 说 这件事是他和江赫语商量过的 他们准备送秦素枝 去更好的医院继续治疗 院长了然 这才同意了秦素枝的离开 回家的路上 花来沉默不语 秦素枝看他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也没说什么 花来把秦素枝带回他们以前的家 他编了一些谎言 说医院的实验项目暂停了 他说 妈 我会尽快努力赚钱 咱们以后还是有机会的秦素枝笑着摇头 我这样已经很好很好了 我真的不在意的 他的面部不再争鸣 但还是有明显的整容痕迹 花来愧疚不已 自己失败的婚姻 要让妈妈承受这样的结果 但是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花来抱着秦素枝 妈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秦素枝惊愕地看着他 生下来 可是你还在上学 花来 我可以办休学 以后再去上学 但是孩子妈妈 你是最善良的人 你带着我 这么多年都没有结婚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放弃他 秦素枝叹了口气 乖宝 一个人带孩子 很苦的 这是他这么多年 第一次承认他苦过 那时候 他也才二十出头 还在乡下 捡到花来 看他可爱得很 报了案也没有人认领 他便自己一直养着 等花来到了三岁 他才带他来了城里 白天花来去幼儿园 他自己去上班 他没有当妈的经验 花来每一次身体有样 哪怕只是简单的感冒发烧 都能把他吓得半死 花来是龙凤胎 身体比一般孩子弱很多 秦素枝这些年竭尽全力 什么好的都给他了 还是让他看起来营养不良 真的很苦 花来点着头 我会照顾好他的 妈妈 你相信我 我真的舍不得放弃他 秦素枝看着花来悲伤的眼睛 最终点了点头 妈妈陪你 咱们一起照顾他 花来当天就找了辅导员 向他提交休学申请 他从那个谈着恋爱的 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 又变回那个 独自扛着生活所有苦难 慢慢前行的坚韧的小家长了 他知道 江赫宇是不会同意他 留下这个孩子的 这个孩子的存在 会影响他和董漫医的关系的 而且他们一定害怕 日后 花来用这个孩子做筹码 向他们提条件 他花了一点钱 去一个私人诊所 开了一个人流手术的单子 然后等着江赫宇回来 办理离婚手续 正式结束他们的关系 原本江赫宇第二天就该到的 但花来等到第三天 还是没有等来江赫宇的召唤 而且 连个往常一样的问候电话 都没有 过了五六天 他才从新闻上看到 江中国走了 江家的人身着素黑 出现在江中国的葬礼上 而董漫医 站在江赫宇旁边 为他撑着伞 第96章 彻底结束 花来抓起手机 就想给江赫宇打电话 却突然想到 要是这次又是董漫医街的 自己该怎么面对 他思索了一番 给赵领去了电话 爷爷去世了 虽然知道这已是事实 花来还是忍不住要亲口求证 赵领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哑 老爷子前天走的 花来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赵领迟疑了一番 最后说 老爷子是听到你和大少爷 离婚的消息 病重的 什么 花来犹如五雷轰顶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赌气签的那份离婚协议 居然成了送走江爷爷的凶器 他还是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赵领 老爷子知道你要离婚 气急攻心大少爷回来后 一直守着他 但那时候 老爷子已经说不出话来 后来老爷子 又知道了江源的事 吐了一口血 抢救了五个小时 没了 花来的眼泪 不知不觉流了满脸 江中国待他是好的 他嫁进江家 是为了让他长命百岁的 却没想到 最后自己成了送走他的那个人 花来 赫宇赫宇他怎么说 赵领 大少爷这几天没说过话 脸色很难看 那天我提了一句 说你现在住在中远路 话没说完 大少爷就把手里的杯子砸了 花来难难道 他是怪我他怪我 赵领相对于其他人 是最清楚 江贺宇和花来曾经的温馨的 他忍不住道 少奶奶 其实少爷 心里一直有你 你又何必在这种时候 替离婚呢 花来苦笑 你不懂 赵领哥 我根本就不想和他离婚 但是人活一口气 每个人都是有底线和原则的江贺宇他 曾经是对我很好 把我捧在手心 可是他 碰了我的底线我和他没可能了 赵领感慨道 生死面前 还能有什么过不去呢 花来 最近董蔓一 是不是一直在他身边 赵领一愣 他当然知道 江贺宇以前和董蔓一的关系 也知道董蔓一 一直明里暗里 想和江贺宇复合 之前还一直住在江家 所以 这几天 他并没有对他的出现感到意外 所以 花来这意思 是董蔓一和江贺宇 他的沉默 已经说明了一切 别人的家事 赵领不好再掺和更多 他转了话题 老爷子葬礼 江家的亲戚都聚拢过来 对江源讨伐的不少 少奶奶 我在你那边放了几个人盯着 但你最近没事 最好别出门 我怕他又找你出气 花来 找我出什么气 他恨江贺宇 要出气 也该找董蔓一 我现在算什么 连江家门都进不去 想到自己直到现在 才知道江中国去世的消息 他心里又酸又闷 挂了电话 花来暗自流了一场泪 收拾好情绪 他才拿起手机 给江贺宇打了电话 一秒一秒的等待 是如此的漫长 就在快要自动挂断的时候 花来紧握着的手机厅筒里 才传出了江贺宇 冰冷至极的声音 喂 相比下来 花来倒显得平静了许多 江贺宇 我们谈谈 如果按他刚嫁进江家那晚 江贺宇说的那样 江中国不在了 他俩的关系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 江中国不在了 江贺宇也有了新的伴侣 花来是时候重获自由了 花来要走了 他怀着孩子 不能继续留在这里 不然S是就这么大 他们总有偶遇的一天 况且 他也不想再留在这里 以免以后看到江董二人 再次同时出现在自己眼前 脏了自己的眼睛 江贺宇 没什么好谈的 你明天过来 我们把字签了 花来没想到 江贺宇竟然如此干脆 他曾说好的解释呢 也对 那时候不过是唐瑟他罢了 那时候他早就和董漫衣在一起了 说的话 一句也当不得针线在江中国走了 他无需再伪装了 况且 他想要的公司也马上就到手了 花来深吸了一口气 好 花来第二天去了江家大宅 家里人不守 江苗也回来了 还有三位专门被请来为他和江贺 与办离婚的工作人员 花来看着神情肃穆的江贺宇坐在轮椅里 董漫衣站在他的身后 他连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 脸上甚至是嫌恶的表情 花来也不再伪装了 他只对江苗打了招呼 然后就蹲下来确认离婚协议 因为没有人让他坐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他能落座的地方了 协议上面的财产分割 从之前的五百万变成了两千万 花来一愣 随即撕了协议 对管家说 麻烦重打一份关于财产分割 江贺宇终于看向他 不过目光冷到快要把他冻成冰 怎么 嫌少 江贺宇说这话的轻蔑表情 和他们第一次签离婚协议时 一模一样 花来忍住心脏处传来的剧痛 笑道 钱我不要 我觉得没意思透了 江贺宇 没有钱 你还怎么去做你那些事 你可得考虑好 别以为以退为进 我就会 花来 往后我的事 就不劳烦您操心了 毕竟接下来的事 也够您忙的了 说着 他还特意看了一眼董曼衣 相隔不过半个月 分别是田的发酷的两个人 现在互相向对方扔着刀子 江贺宇道 管家 听他的 再打一份 离婚办理很快 不过就是 千几个字的事 办理人员走后 花来站了起来 他只觉得头晕 天旋地转一般 额上冒着冷汗 他有贫血 又酒蹲 这一下起身有些梦了 难免会觉得眩晕 他把指甲都快掐进肉里 命令自己不许晕倒 不许出丑 他立了有四五秒 眼前才清明起来 缓缓的 我得收点东西 不介意吧 江贺宇没说话 花来就当他默许了 便独自进了房间 房间和他走的那天 没什么差别 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 也是 董曼衣怎么可能住自己 住过的房间 不到五分钟 自己那天遗留的东西 装在一个纸袋里出来了 他轻轻地把纸袋 往前示意了一番 要不要检查一下 是我自己的画稿和证件 梁洪英哼了一声 没有搭理他 其他人自然更不可能开口了 花来苦笑一声 对江淼说 江小姐 我先回去了 说着 抬腿就要走 站住 梁洪英突然站起来 喝住花来 第97章 徐总 花来冷笑一声 他就知道 自己没这么容易走出这里 他回转身 怎么 江太太还有吩咐 梁洪英走过来 恶狠狠地说 把你肚子里的野种打掉 不然你不能离开江家 花来看向江赫宇 江赫宇却是微微 把头别向另一侧 仿佛说的是 一件与他无关的事 花来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一边走一边慢慢展开 带到了梁洪英面前 他把纸对到梁洪英面前 看清楚了 孩子 早就没了 我不是怕你我才去剁了胎 我是觉得 我留着他 以后他的身体里 留着江家人的血 我会觉得恶心 龌龊 脏 我才替他解脱的 江赫宇的手背轻筋抱起 牙齿快被他咬碎 但他还是一言不发 梁洪英睁大眼睛 看着眼前的纸 那的确是一张流产手术单 花来把纸揉成一团 笑了一声 一字一句地说 你们真是我见过的 最恶心的人 说着 慢慢走出了江家 花来走后 江赫宇要回房间 董漫英又要跟上去 双眼血红的江赫宇 终于忍不住怒吼 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 我烦 说完就自己进了房间 他在门口立了很久 房间里仿佛一切都没有变 花来的书桌还在 电脑还在 他的枕头还在 衣服鞋子也在 就像每一个 他等他放学的下午一般 到处有他的气息 只是他人还未到而已 只是江赫宇知道 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花来不会再来了 他到花来的书桌旁 看到他曾经 给他的银行卡和手机 都静静地躺在桌面 好像除了他亲手画的画稿 其他竟然真的什么都没带走 江赫宇一仰手 花来曾用过的手机 就被砸向墙面 哐的一声后 他四分五裂了 花来喉咙像哽了一把沙子 他忍着甘雅的痛楚回了家 然后给秦素芝说 妈 咱们得搬家 秦素芝 搬家 为什么 我们能去哪里 花来只隐瞒了最关键的部分 我不能让他们家知道 孩子还在 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秦素芝担忧地皱起眉头 花来 你老实告诉妈妈 他们家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过是 谈个恋爱 怎么就到了要躲着他们的地步 花来 妈 我能说的都说了 不能说的 以后会慢慢告诉你 但是现在 我还不想说 我决定了 等我生下孩子 我再回来继续学业 秦素芝知道花来的倔强劲 他决定的是 旁人左右不了他 好 你去哪 妈妈就跟着你去哪 花来手里还有花岛的几万块钱 他计划先去一个偏远一点的城市租个房子 一边花岛攒钱 一边等待孩子出生 他要在宝宝出生前 挣够奶粉钱和生活费 他和秦素芝在这里 唯一的牵挂就是彼此 说要走是很简单的事 他在手机上看好了房子 联系好中介 准备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出发 第二天上午 他让秦素芝在家里等着 自己去取钱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再也不要和江家的人扯上关系 再加上他没有旅行和江云的约定 他怕他真的找上门来 所以他不打算 以后再使用有自己身份信息的银行卡 秦素芝在家等着花来 却等到火车离开前一个小时 他还是没有回来 秦素芝的心开始发慌 担心花来是不是出了意外 花来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电话也打不通 秦素芝六神无主 在考虑是不是要去报警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他来不及考虑 是不是花来回来了 奔过去拉开门 外面站着的 却是两个陌生的男人 秦素芝的手紧紧地抓着门框 戒备地看着面前的人 你们找谁 其中一个男人开了口 您是秦素芝女士吗 秦素芝 你们是谁 男人 秦花来小姐 要我们来接您 请带上您的证件 跟我们走吧 秦素芝心里一紧 我不认识你们 男人掏出手机 我给徐总打个电话 您和秦小姐通过电话 您就明白了 秦素芝 徐总 男人在打电话 没有给他解释 电话接通以后 男人把手机递给秦素芝 他迟疑地接过来 喂了一声 对面的确是花来的声音 但听起来有些有气无力 妈 花来 你去哪里了 有两个人说 你让他们来接我 到底怎么回事 花来 妈 你跟他们走 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他们带你来见我 秦素芝就差哭出来 花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妈心里好慌 花来安慰道 妈 你别怕 他们是好人 你收好证件 来了见面再说 秦素芝这才放心下来 为了赶火车 他的东西早就收好了 他提上包 对两个男人说 走吧 秦素芝被男人护着上了车 叫车朝郊外驶去 不知道走了多久 没开车的男人说 尾巴 开车的说 早发现了 从下楼就跟着 第一个男人说 别发生冲突 给老板惹麻烦就不好了 甩掉就行 开车的一笑 小问题 秦素芝紧张地坐在后排 系着安全带 手紧紧地捏成一团 开车的男人 做好了秦女士 话音刚落 车速猛飙起来 吓得秦素芝差点叫出声 七绕八绕了有十来分钟 开车的男人得意地说 没了 车速慢下来 又过了二十分钟 车在一个幽静的庄园里停下 秦素芝被请下车 他没看见花来 站在原地更加迟疑 我女儿呢 开车的男人说 在里面 咱们先进去 秦素芝不得不跟着他们一起 进入这宫殿般的房子 进了大厅 里面立着几个庸人打扮的中年女人 还有两个嬉闹的小孩 但就是没有花来的影子 两个孩子看到秦素芝 欢快地跑过来 女孩向他问好 阿姨 您一定就是姐姐的妈妈了 第九十八章 再也不要见到你 秦素芝看着眼前天真浪漫的两个孩子 揣测着他们的身份 男孩好奇地打量着秦素芝的脸 认真地问 阿姨 您是刚参加完化妆舞会吗 您的妆好美 秦素芝有些难为情 她脸上手术的痕迹 还有些明显 平日她都是甩头发半遮半眼的 但是今天太急了 她哪里顾得上这个 她看孩子一脸真诚 知道她并无恶意 也没有害怕她的样子 便温和地笑着 说阿姨的脸被烧伤了 并不是参加化妆舞会 你们说的姐姐呢 她在哪里 提到这个 男孩又伤心起来 她说 姐姐受伤了 在家休息 什么 她在哪里 快带阿姨去看看 秦素芝大惊失色 今天那是实在怪异 而且刚才话来的声音 本就有些颤抖 她一直不敢往不好的地方去想 但没想到 这是真的 这时 一个英俊挺拔的年轻男人 从二楼下来 秦女士 秦素芝看着她 从她的穿着和气质猜得出 这个男人是这里的主人 果然 两个孩子跑过去 爸爸 许秦叔把两个孩子 一左一右地护着过来 对着秦素芝自我介绍 我叫许秦叔 秦华来在楼上休息 她刚醒 得了主人的许可 秦素芝几乎是跑上去的 在二楼后者的庸人 把她引进房间 花来正强撑着 从床上坐起来 她的手上扎着吊针 时间回到今天上午 那时候 她取了钱装在书包里 准备坐公交车回家 没走几步就觉得有人跟着 自从上次被江源绑了以后 她出门警惕了很多 她猜想是不是江源的人 或者是看着她从银行出来 准备抢她包的人 她就这样提心吊胆地 往人多的地方挤 却在人堆里 被人挟住肩膀 不许叫 否则就要见血了 挟持她的男人声音低沉 花来能感觉到 背部被什么东西抵着 她吓得一动不敢动 更不敢出声 两个男人挟着她 走了一小段之后 到了旁边僻静的街道 其中一个男人 打开一辆车 把花来塞进去 花来的手 一直放在兜里 紧紧地握成拳头 她坐在后排 盯着男人的背 谁派你们来的 男人说 你自己真不知道 你伪造了人流的手术单 现在想偷偷跑路 你说江总会不会放过你 你乖乖听话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 只要把你带回去交给江总 我们的差事就算完成了 花来心里凉成一片 逃跑计划落空了 他把书包解下来 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人看他这紧张戒备的样子 笑道 放心 你这点钱 我们还看不上 不用这么这么紧张 花来没说话 车行到半路 开车地突然把车停下 另一个男人说 你干什么 司机男人 肚子痛 等我几分钟 他的确是一脸痛苦的神色 另一个男人说 真尼玛废物 这种时候掉链子 快去 司机下了车往旁边的 一个公园的公厕跑去 男人百无聊赖 摸出烟来抽 烟味让花来反胃 他咳了几声 说 你能不能下去抽 我怀孕了 男人不屑地一笑 这个时候 还想着孩子 你有没有命还不知道 你还担心他 花来皱着眉 你说什么 他拿不准 这两人到底是江源 还是江贺宇派来的 他第一反应是江贺宇不会做这样的事 但是想到他后来做的种种 以及离婚时看他厌恶的眼神 他又觉得 他要压着他真的去人流 是有可能的他 绝不同意 但男人的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 花来的手伸到书包里 拿出来的时候 手里握着一把小手枪 他竭力让自己的手和声音都不要抖 你下去 不让我开枪了 男人文言一愣 回头看着他 这才发现一个黑洞枪口 正对着自己 但他没有一丝畏惧 反而要伸手去拿 哪里来的玩具 吓唬谁呢 花来的手一偏 躲过男人的触碰 冷声道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 下去 男人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一脸都无所谓 来 对着这里打 花来的手抖起来 心里像被绳子捆住一般 又紧又疼 男人还在嬉笑 我听说 你还是个大学生 怎么 现在大学生还心配备枪支 还是说 你给你肚子里的孩子 提前买的玩具 提到孩子 花来又清醒了几分 今天自己绝对不能 落到这些人手里 上厕所的男人 已经朝这边回来了 花来把枪对着 男人的心脏的位置 说 最后再说一次 下车 不然我真的开枪了 男人往前一挺身 来 花来一闭眼 手朝旁边歪了几分 开了枪 碰 声音在车厢里回荡 啊 花来看着痛苦的 捂着胸口的男人 冷冷地说 下去 不然这一枪 我不会再打偏了 男人再也不敢开玩笑 捂着胸口 慌忙拉开了车门 滚落下去 花来连忙坐到驾驶室 踩油门走了 上厕所的男人 一边往他的方向跑 一边打电话 最后被越甩越远 直到花来再也看不见他们 他的心狂跳不止 他今天开枪了 他企图当个杀人犯 他胡乱把车开了好久 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不知 开向了何处 路又窄又颠 而且后面 竟然还有车跟着 花来又看了几眼 确定那辆车 是真的跟着自己的以后 只得鼓起勇气 继续往前开 他的手机在书包里 一直嗡嗡作响 他怕是勤诉之担心他 只得一边掏手机 一边开着车 来电显示 却不是勤诉之 而是一个没有备注 却被花来熟记于新的号码 他没接 电话自动挂断以后 又再次响起 重复五次以后 花来不胜其烦 终于点了接听 江赫宇愤怒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来 陈音音 你跑什么 花来心里一凉 冷笑道 江赫宇 是你 江赫宇听起来 应该是在暴怒吧 那种语气那么熟悉 你给我停车 你给我的人回来 花来 江赫宇 咱们离婚了 两清了 我不再是 你能任意使唤 任意呵斥的丫鬟了 江赫宇的声音 几乎是嘶吼出来的 我要你停车 回来 花来 江赫宇 我恨你 我也恨我自己 当初用那么愚蠢的方式 去救我妈 我要早知道 嫁给你会有今天 我当初应该去卖的 哪怕身体脏一些 起码心不会痛江赫宇 我恨你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认识了冷血虚伪的你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车轮压上去后 方向盘猛地往旁边一歪 花来没稳住 慌乱中 把油门荡成刹车 狠狠踩了下去 车子冲出了路牙 跌落到十来米高的水库里 第99章 平凡之旅 花来是大一的暑假考的驾照 拿到证以后 根本没机会开车 她的实战经验 是零 她平时偶尔看看社会新闻 里面有很多批判女司机技术差的 她还很不服气 结果这一次 自己实践出真知 部分女司机在慌望中 真的会乱踩的 后面的车慌忙跟上来停下 有几个人从车里下来 看花来刚开的那辆车 已经没了踪影 一个说 快下去看看 可是这里这么高 没有特殊工具 根本就下不去 完了 这下怎么和江总交代 别说那么多 打电话叫救援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们其中两个人绕了一圈 终于找到低矮一点的地方 可以靠近水库边沿 另外两个人去叫增援 车是当天傍晚才打捞上来的 但人 没有看到 花来命不该绝 水库的边沿虽然高 但下面环境还不错 许行书难得休息一天 正在休闲惬意的钓鱼 抬头见 却见一辆车 从他的头顶飞入湖中 他想也没想 扑通一声就跳了进去 许行书有潜水症 但把花来救上来 还是花了他不少精力 主要是水库的水太冷 他把他带上岸边 来不及喘气 就开始给晕过去的花来 做心肺复苏 等到花来吐出水 睁开眼以后 他才觉得这丫头 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盯着他看了半分钟 说 你是江太太 花来死里逃生 脑袋还是猛的 他正正地看着许行书 有气无力地说 你是 许行书 我是许行书 上次在商场 你请我家双胞胎 吃过冰淇淋 提到双胞胎 花来立马想起 这人是谁了 他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没有耽误时间 说 江赫宇在追杀我 许行书惊讶不已 什么 你老公要杀你 花来 许先生 你能不能救救我 如果是他一个人 他绝不会开这个口 但是他有孩子 看今天的情形 没有人帮他 他逃不掉 许行书 他为什么追杀你 你们不是恩爱得很吗 花来摸着肚子 没有隐瞒 毕竟这个男人 刚才救了自己的命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请你救我 是因为我怀孕了 如果我被他找到 孩子就没了 许行书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指着花来 所以是你出轨了 花来急到 我没有 孩子就是他的 他现在要和董家 再次联姻 不允许这个孩子存在 许行书 这是我倒是有耳闻 想不到他们两家联姻 牺牲的居然是你 泽泽 真是可怜 花来哀求到许先生 你帮帮我 我以后有机会 一定会报答你 许行书站起来 收拾自己的东西 人当然要救了 不过我可告诉你 我不是因为菩萨心肠 而且一点也不想插手 江家的事 我带你走 纯粹是因为 你亲我家双胞胎 吃过冰淇淋 你都不知道 后来他们一直念叨你 说要去找你玩 你是有夫之妇 不好意思 以前是有夫之妇 我哪里敢去找你玩 反正总之 我家的梁小之很喜欢你 我就当带你回去 讨他们欢心 花来感激地看着他 他知道他说这么多 都是废话 要救一个人 哪里需要这么多理由 况且 他跳下水救他之前 并不知道车里面的人是他 许行书是真的不想 惹江家人的麻烦 他把现场清理干净 才开车带花来 回了自己家 在路上的时候 花来说 许先生 还有两件事 我想麻烦你 许行书叹了口气 一次说完 花来 我妈还在家里 麻烦你找我去帮我接一下他 我家周围可能有江河雨的人 另外 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 我现在不方便用自己的身份证 许行书点点头 问题不大 不过 你准备躲到哪里去 花来 西南方有个银河县 隔着离几千公里 我想 他应该找不到的 许行书 不错 不过 我有另外一个提议 花来 什么 许行书 正好我要去国外待一年 你有没有兴趣 和我一起去 我保证江河雨找不到你 花来 国外 许行书 你待在这里 我可不敢保证 下次有没有人跳水救你 更何况你怀着孕 你不会是 想去那些香嘎啦 把孩子生下来吧 拜托 孩子是天使啊 你当妈的 给人家好一点生活的环境 能躲到国外 花来当然愿意了 但是 我没有那么多钱 不对 他是压根就没有钱了 他的钱 还在那辆沉入水底的车上 许行书 那你说说 你会干什么 我看你值不值得我开工资 花来 我才上大三 学的珠宝设计 之前有给工作室供过稿 许行书点点头 珠宝设计也勉强行 出国的费用我包了 不过先说好 以后这钱 你得还 花来有些不敢相信 真的 你真的愿意送我出国 许行书 得等几天 给你和你老妈弄点假证件 不过这段时间 你不用担心 我和江家没什么交集 她找不到我头上 而且就算她找来 我也不怕她 花来感激地看着许行书 希望不要给你惹麻烦 许行书扫了她一眼 笑道 你倒不扭捏 花来 生死面前 扭捏就不了命的 许先生 我花来的命是你的 以后你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秦花来肝脑涂地 许行书笑了 你这大学生 中二病还不轻 不过 你叫秦花来 花来点点头 不好意思 忘了自我介绍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许行书猝起眉 不是说了 要你一次性说完吗 花来我结婚的事 我妈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江河宇的存在 只以为我谈恋爱 被男朋友抛弃 我还请你 把这事替我瞒着 我以后再慢慢给她解释 许行书倒吸一口气 我去 你这大学生 故事还挺多的 花来苦笑 我不想有任何故事 我只想普通地 安稳地活着 许行书笑了 恭喜你 遇见我 你的平凡之旅 即将开启 第一百章 重生 路上花来把今天的遭遇 大概说了一遍 她说得惊心动魄 许行书却是一脸波澜不惊 花来的手 紧紧地抓着安全带 声音颤抖 我开了枪 那个人流了好多血 许行书却是无所谓的一笑 没想到你这丫头还挺野的 胆子这么大 花来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我不想开枪的 但是她的人来了 我不开枪 我就走不了 许行书 没事 真要盼起来 顶多算自卫 而且她这样是绑架 她比你还害怕 可不敢报警 这句话 多少起到了一点安慰作用 花来心里放松了一些 许行书把花来领到自己家 两个孩子看到花来 开心得不得了 爸爸 你真的把姐姐找来了 玲玲和妮妮一左一右 拉着花来欢快的蹦跳 许行书喝住他们 姐姐累了 要先休息 你俩一边去 两张小嘴顿时委屈地别了起来 花来摸摸两个孩子的头 挤出笑意 姐姐现在好累 休息一下 一定陪你们玩 好不好 玲玲 等一下你就要回家了 像上次一样 花来唇色苍白 头有些眩晕 她已经体力透支了 却还是强撑着和孩子说 这次姐姐不走 保证要和你们玩的 两个孩子这才放了行 让花来随许行书上楼 许行书亲自找来干净的衣服 递给花来 先将就穿 花来有些犹豫 这衣服 许行书解释道 我太太以前的 不过是新的 她没穿过 花来之前真的是疾疯了 现在才意识到 许行书这样的年轻男人 孩子都这么大了 是一定有老婆的 要她搭救自己这样的年轻女人 好像有些太冒失了 花来 你太太呢 我应该先给她打个招呼 她在 许行书的表情 第一次出现了管理失败 她僵硬了半秒 笑着说 走了 花来 走了 许行书插了话题 你先换了衣服休息 我叫医生来 花来换好衣服 有人敲门进来 给她送了吃的 没一会儿 医生也来了 她看花来体力透支 又被惊吓过度 便给她挂了两袋水 花来躺在床上 慢慢地睡着了 花来只对秦宿之说 自己取了钱遇上劫匪 被救人许行书搭救的事 秦宿之只以为 花来今年流年不利 并没有多想 花来在许家的第五天 许行书带回来一个消息 江家长孙席 意外坠狐过世 江家新任接班人江贺 与三天后 为王岐举办葬礼 花来冷笑出声 我倒是没有想到 他们家居然虚伪 到了这个地步 许行书 不过说真的 我今天见着江贺宇 发现他看起来 的确挺难过的 不像庄的 花来 你不了解他 自己在他身边那么久 都没能看出他的真面目 旁人又怎么看得穿呢 许行书 那你是等你的葬礼过后再走 还是明天 花来深吸一口气 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我在这里 觉得呼吸困难 他要逃离这肮脏的地方 逃离这污浊的空气 许行书看他坚定的样子 叹了口气 把一本证件递给他 花来接过去翻开来 许若来 许行书笑道 顺便帮你换了个名字 你以后 就以我许行书妹妹的身份 彻底重头再来吧 花来猝着眉头 这名字你起的 许行书摊了下手 信随我 给你留了一个来字 至于中间那个字 系统随机选的 怎么 不喜欢 可以改的 重新办证就行了 花来仔细地看着他的新名字 既然我已经死了 那这个名字 就当是我重生的开始 我不改了 从今以后 我就是许若来 花来母女和许家三口人 是第二天搭 四人飞机走的 因此 花来不知道 在他的葬礼上 江赫宇看着他的黑白照片 当着众人从轮椅上跌下去 扑倒在他的墓碑前 双眼红得如同野兽 秦素芝在外国落地以后 见到满街金发碧眼的白人 才发现 最近发生的一切 好像没有他以为的那么简单 但是看着花来 对着他时强颜欢笑的脸 他又不敢问更多 怕惹他烦心 许行书 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别墅里 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便带花来去了究竟的医院 留了自己的运检档案 忙完这一切 他抬手看了看时间 我得回去了 有任何事找慧姐 或者给我打电话 花来看他要走 疑惑地问他 你不住这里 许行书一笑 这里离我办公的地方有些远 不过偶尔会过来 他自由惯了 不喜欢住在人多的地方 梁小芝却不依他 扭着他的手臂 不让他走 妮妮 爸爸 我们就要住这里 我们要和姐姐住一起 玲玲 姐姐有宝宝了 我们要留下来 照顾姐姐和宝宝 妮妮 和爸爸在一起 都没有人陪我们玩 你只知道看电脑 玲玲 妈妈就是受不了 你这样才走的 许行书脸色一变 明显阴沉起来 花来没见过 这样的许行书 他猜得出 他的妻子 应该是他的禁忌 他连忙说 让宝贝们留在这里吧 反正你要工作 我在这里也没事 况且 我妈不会说英语 他们在这里 还能教教我妈的口语 许行书知道 话来说的在理 他虽然随时都把两个孩子 带在身边 但真正的陪伴分手 基本都是孩子们 自己在玩耍 他只是 尽到了表面的陪伴 这两年 他像是赌气一般 钟谦谦你不管孩子 那我也不管 妮妮摇着许行书的 手臂哀求 爸爸 我们想和姐姐在一起 许行书看着孩子 天真渴望的眼睛 妥协了 那好 你和弟弟都要听姐姐的话 照顾好姐姐 玲玲却不一 不行 许行书猝起眉头 不听话 就不准住这里 和我走 玲玲一点也不怕他 爸爸也要住这里 你你点点头 老师说了 有亲子作业 要和最爱的人 一起拍视频完成 许行书有被取悦到 他忍不住笑起来 摸了摸女儿的头 好了 爸爸留下第一百零一章 女儿出生了 花来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会不会打扰到你办公 别的不说 以前江贺宇工作的时候 是一点杂音都不允许旁人发出的 他很专注 也讨厌别人打扰 许行书 不会 这里挺宽的 我的书房在二楼 格音很好 留在这里 正好多个照应 两个孩子见他要留下 开心地蹦跳起来 没跳几下 就被许行书喝住 好了 别碰到姐姐了 安顿好之后 花来找够了时间 把那天的事 给秦宿之说了一遍 只是江贺宇的代称是那个男的 秦宿之忧心忡忡 他一面担忧花来的安危 另一面 又觉着自己这样欠许行书太多人情 不知道该怎么去还 花来 妈 那人现在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们又走了这么远 他不可能再见到我的 你不用担心了 至于许先生 我会想办法报答他的 许行书说 要压榨花来的价值是真的 没几天 他便把一家公司简介 摆到花来面前 看看 这是当地一家中国人开的珠宝行 风格比较小众 你看看能不能画 你先出张稿 完了我给递过去 玲玲一把拿过那简介 藏在背后抗议 爸爸 姐姐还在怀孕 怎么可以工作 许行书长臂一身 又拿过来 他是怀孕了 是不是手残了 怎么就不能工作了 我告诉你们 别想着就吃你老爸的 等你们到了18岁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你们了 要念书 要工作 要吃饭 自己去挣 花来拉过玲玲 靠着自己笑着说 这工作很轻巧的 而且现在宝宝很小很小 我可以工作的 他拿过简介 翻了翻他们展示的那些手势 和我以前画的风格不太一样 不过 我应该能画出来 许行书笑道 这样最好 风格不一样 别人才不会想到 是你画的 花来没想到 这里面还有这层用意 但是许行书的考虑是对的 以前花来给凌湾公的那些稿 大多数都是江贺宇拿了去 他知道他的风格 他不应该再留下一点点自己的痕迹 花来 谢谢 许行书 加油 未来在你自己手里 他回了自己的书房 花来认真地看着简介 再考虑自己该如何落笔 两个孩子安静地待在他的身边 过了一会儿 妮妮忍不住小声问 林林 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林林也小声地说 我要妹妹 妮妮 我也是 我已经有一个弟弟了 林林猝着没认真地说 可是姐姐生的宝宝 不应该叫我们哥哥姐姐 要叫我们叔叔阿姨 妮妮 我才不要当阿姨 我还这么小 我就要当姐姐 林林 那我们叫姐姐阿姨吧 这样她生的宝宝 就可以叫我们哥哥姐姐了 妮妮 我才不要叫姐姐阿姨 她这么小 把别人叫老了 花来被两人逗乐了 她忍不住笑着说 你们想怎么叫都行 没有关系的 妮妮 姐姐 医生有没有告诉你 肚子里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花来摇摇头 没有 她还小 看不出来的 妮妮一本正经地说 那爸爸说 妈妈怀我们的时候 医生就知道 里面是两个爱姐姐 你肚子里有几个 花来 只有一个哦 妮妮有些失望 啊 要是两个就好了 不然到时候 林林又要后征了 花来 你们的妈妈真厉害 林林点了点头 就是有点不负责任 丢下我们跑了 花来偷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 巧声问 爸爸说的呀 林林摇摇头 爸爸才不会说的 三天后 花来把设计稿交给了珠宝行 一周之后 许行书带回了一份共稿合同 他给花来谈了个不错的价格 别的不说 他的稿费 够他在这里的生活开支的 来外国的时候 许行书就给了他一张银行卡 花来没有扭捏 收了下来 毕竟那时候 他身上分文不剩了 许行书给他的 能算的不能算的 他全都记到了心里 他给了他一个妹妹的身份 就真的当他是妹妹一般 照顾的周到 却不是毫无头脑 他不仅给花来 安排了医疗条件不错的医院做产检 而且还联系了当地的整形医院 给秦素芝做了面容修复 恢复自然容貌的秦素芝 自信了不少 他照顾肚子越来越大的花来的同时 把英语口语也练得七七八八 还能勉强和家里的飞庸聊聊天 来外国八个月后 花来的女儿出生了 第102章 新工作 花来躺在床上 看着周八八的小家伙 忍不住流下泪来 秦素芝赶紧给他擦眼泪安慰他 别哭别哭 月子里要哭坏眼睛的 花来紧紧地抓着秦素芝的手 泪珠还是不停地往外涌 妈妈 我高兴 我也有宝宝了 秦素芝 是啊 咱家小花来 现在要做真正的大人了 我也当外婆了 许行书抱着周八八的小丫头逗道 怎么小孩刚出生都这么丑 和妈妈可一点都不像 快快醒来 看看舅舅给你准备了什么见面脸 花来终于忍住泪 又笑起来对许行说说 他这么小 什么都听不懂 你不要破费了 许行书抗议 这叫仪式感 他把孩子又放回婴儿床 对着他拍了半天的视频和照片 乐自知地说 那两个淘气鬼天天给我打电话 问我妹妹怎么还没出来 我等一下就给他们传过去 保准他们乐得翻天 因为花来已经改名换姓 为了不引起别的麻烦 女儿现在也只能跟着他姓许 他给他取名 许安 小明 萍萍 萍萍满月以后 花来开始继续画稿 收入足够一家三口人的日常开支 甚至还能存下一点 现在除了房子 其他的他已经可以不再依附许行书 有天许行书盯着花来看了半分钟 说 我发现你有点变了 花来用手背试着奶粉温度 道 哪里变了 许行书认真地说 气质变了 看起来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有点女人味儿了 花来白了他一眼 笑道 这叫什么话 许行书 以前吧 虽然你干过那些惊心动魄的事 但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黄毛丫头 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女性魅力 花来不以为然 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许行书笑着摇摇头 道也不至于 我对你不来电 不过我说 你来了这么久 现在频频也这么大了 你可以尝试一些外面的工作 别老门在家里 花来拒绝道 这样挺好啊 能照看他 又能工作 许行书 我就快回国了 到时候剩你一个人在这边 我不放心 我说你趁早出去 熟悉熟悉这边的生活环境 早点融入这里才是 花来直言 干嘛非得去融入 我只想躲在这一方天地里 这一年多以来 他每次想起江河雨 心都会止不住地颤抖害怕 他至今都无法接受 他会如此对自己 他觉得这个房子 才是避风港 躲在这里 没有人能发现他 就没有人能迫害他 想要守护的人 许行书郑重地说 花来 平平半岁了 你得带他出去看他外面 让他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这对他以后的性格养成很重要 在悦儿方面 明显许行书经验 比花来丰富成熟得多 花来看向平平 他正咧着嘴对着他笑 平平长得很好看 眼睛又大又圆 皮肤白净 花来看过江河雨 婴儿时期的照片的 他不得不承认 平平有江河雨 小时候的影子 他那么可爱 却要被自己困在 这偌大的庄园里 花来 我知道了 我会经常带他出去走走的 许行书 我有个朋友的公司 最近在招人 你要不要去试试 花来又看向他 做什么的 我的英文 还没到可以做工作沟通的地步 许行说 一个娱乐公司 给艺人做服装助理 不难 花来把头摇成波浪鼓 不行不行不行 会被骂死的 以前白雪经常和他 分享娱乐圈的八卦 说某某助理 又被耍大牌的明星 猴得哭唧唧的 许行说 你怕什么 公司那么多员工 谁一天没事逮着你骂 去了有人带 自己努力学习就是了 花来还在迟疑 可是明星类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 明星不是人啊 他们公司的华人不少 环境不错 适合你做过度用 以后你熟悉了这个圈子 想换工作随时都行 你现在签的这个工作室 前景不大 没必要一直耗着 花来 我考虑一下 就是我没有在这种环境工作过 心里有点没点 许行说 我才不信 还有事能难倒你 你要去就抓紧决定 趁我还在这边 还能照你几天 花来 那我试试吧 花来第三天就跟许行书 一起去了那家娱乐公司 聊了半小时 成功入职 成了一个华人艺人 阮妮的生活助理 阮妮在当地圈子里 是个三线演员 主打电影 偶尔会出现在别人的MV里面 花来上班第一天就发现 助理的工作强度 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以为就是跑跑腿 给艺人买买奶茶 踢踢包包什么的 谁知道 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全职保姆 她除了要照顾阮妮的生活 还要陪她对台词练走位 在阮妮得知她会学位按摩以后 她还要偶尔给她松松筋骨 因为阮妮是从小在外国长大的 汉语说的并不是很好 但她接的基本都是中国人的角色 花来顺便还要做她的汉语老师 好在阮妮对花来还不错 她完全把花来当成一个中国宝宠着 时常问她一些中国元素背景 民族风俗什么的 两人相处倒是十分融洽 花来吃过苦 这份工作的强度 她还吃得消 只是每天下班回去 自己就没有太多精力去顾萍萍了 因为她真的快累瘫了 这天秦素芝去医院 做最后一次手术恢复 花来难得休息一天 抱着萍萍去医院陪秦素芝 哪知医院这边事还没完 阮妮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小宝贝 我的那件深微露被的礼服放哪里了 他们怎么没找到啊 花来一手抱着萍萍 一手夹着手机 在你化妆间衣橱的左手边 他们没动的话 就是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哦 好的 不过你在做什么 怎么声音这么小 难道在约会 花来抱着萍萍往外走 医院实在不方便讲电话 没有 还有什么要找的吗 阮妮嗷了一声 暂时没有了 还是你在我身边省心啊 你才走半天 他们都快把我气死了 除了花来 阮妮还有另一个助理 是接花来的班的 因为当初入职的时候 花来就说过 自己情况特殊 不能24小时服务 总监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 加上是许行书介绍的 便准她基本只跟白天 每周还能有一天休息 她不在的时候 是另一个大男孩在负责 花来见没事了 便又抱着萍萍往回走 谁知还没走一半 阮妮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小宝贝 我昨天带的那对耳环 去哪里了 花来 在化妆台第一层的 第四个格子里 阮妮 找过了 没有呢 昨天我放你袋子里了 你拿出来没有 花来一愣 你放我包里了 阮妮 是啊 连盒子一起的 花来打来自己的包一看 果然 一个圆圆的首饰盒 躺在里面 现在要吗 在我这里 阮妮 你不是很忙的话 就送过来一趟吧 等一下要拍照用 姐姐给你算加班 好想你啊 你走了 感觉全都乱了套了 阮妮这女人万众风情 撒起交来花来 都抵抗不住 她看了看时间 距离情愫支出来 还有一会儿 便说 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阮妮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给你报销车费 花来无奈 她对护士说了一声 便抱着萍萍去了公司 第103章 当初 阮妮看到萍萍 惊讶得合不拢嘴 一遍遍地和花来确认 真的是你女儿 你轻生的 花来被问得有些难为情 她没有刻意隐瞒 自己已经生育的事 但也从来没有宣扬过 花来 轻生的七个月了 阮妮抱着萍萍 轻了又轻 她也太可爱了吧 长大了 就靠这张脸 就能混反式了 你老公一定长得很帅 提及萍萍的父亲 花来更加不适 但不得不说 江赫宇的容貌 是胜过大多数的明星的 花来只含糊地点了点头 阮妮 看得我都想要宝宝了 不过公司不允许我谈恋爱 爱真羡慕你 花来知道阮妮的话 没有任何别的用意 她是真的羡慕自己 有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但她还是忍不住心里难受 关于江赫宇的一分一秒 她都不想去回忆 阮妮要化妆了 她终于不舍地 把萍萍还给花来 不过怎么没听你说过你老公 她做什么的 也在这边吗 为了防止阮妮问更多 花来坦白道 我们分手了 她在国内 什么 阮妮有些不可置信地 看着花来 所以 你是一个人 带着孩子在生活 花来 还有我妈 阮妮 可是 你们都有孩子了 为什么分手 她出轨了 这是男人的通病 也是女人最不能容忍的事 阮妮就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她没觉得自己问的问题 已经侵犯到花来的隐私 花来跟了她一个多月 也算了解她 知道她 只是单纯的好奇 她没说话 笑了一下 算是默认了 阮妮朝她竖了的大拇指 宝贝 你可真有 好样的 花来 你姐 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要回去了 家里还有点事 阮妮猜测到 花来做单亲妈妈不容易 文言连连点头 快去快去 花来打了招呼 抱着萍萍就走 还没到门口 又被阮妮叫住 不忙的时候 带小宝贝到公司来玩 我帮你照顾她 就当让我顾个干眼 她对着花来抛了个眉眼 看起来风情万种 花来忍不住被逗笑 知道了 谢谢你姐 她知道阮妮的用意 她平日下班 都是飞奔回去的 显然是惦记家里的女儿 阮妮让她 把孩子带来 那她工作的时候 就不用那么挂心家里了 花来自然是不会真的 把萍萍抱到公司 或者片场去 但架不住不忙的时候 阮妮的逼迫 偶有几次 她便把萍萍带了去 阮妮是真的喜欢她 给她买了不少婴儿用品 甚至还留了一辆婴儿车在公司 后来 有狗仔拍到阮妮 经常抱着一个小孩子逗弄 媒体就传那是她的私生子 她澄清了一次 后来索性任萍萍做了干女儿 国内 一年半前 当少学卿 把花来签好的离婚协议 放到江赫宇面前的时候 她完全不敢相信 花来会在这个时候找她离婚 而且要她一半的财产 少学卿对江赫宇说 江源已经给债主放话 说很快就能清账了 少学卿说 花来承诺了江源 会把离婚分割的财产分他一半 少学卿说 赫宇 曾因接近你 就是为了钱 她还说 她和江源勾结 就是为了报复 你和曼依在一起 江赫宇一个字都不信 但是江中国知道了 花来要离婚的消息 当晚再次进了IOC 她在病房外守了几天 直到把爷爷送走 而花来自始至终 都没有出现过 她对花来便有了怨念 自己和董漫一脚在一起 但就因为这样 她就要用离婚来做要挟吗 太幼稚了 偏偏她的幼稚 被江中国当了针 一条人命 她不闻不问 她气急攻心 选择了离婚 离婚那天 她只看了她一眼 就那一眼她看得出来 花来看自己的眼神里 是厌恶 但她还是顾及她的安危 让赵领派人继续跟着她 但后来他们带来的 确实那样的恶好 花来坠狐的消息 让江赫宇 差点晕掉过去 不可能 那么高的地方 车冲出去那么远 她的人是亲眼看见的 花来即使会游泳 也没有力气能游上岸的 况且 她的人一直守在那里 没有看到人扶起来 江赫宇 去找 赵领 好 她正要出去 江赫宇又叫住她 你等一下 赵领回过身 等着听令 江赫宇 她妈妈呢 赵领 她当时提了包上了一辆网约车 我的人跟了上去 最后跟丢了 后来查了 那车是套牌 江赫宇眉目神明 有人在搞鬼 赵领 是江源 她派了两个人去跟着少奶奶 后面不知道怎么的 被少奶奶抢了车开走了 后来就开尽了 应该是江源找人 把少奶奶的母亲接走的 但是现在 我暂时还没有查到她的下落 江赫宇 你们到底怎么做事的 两个女人都能弄丢 她的眼中 像是要喷出火来一般 赵领低下了头 她是找了人跟着花来的 可是她那时候太警觉了 竟然摆脱了她的人的监控 等他们在发现她的时候 她已经抢车逃了 赵领 少爷 少奶奶的事 是我的责任 您罚我吧 江赫宇嘶吼道 我他妈要你把她找回来 她要离婚也好 要家产也好 我全部给她 你把她给我找回来 花来还是没有找到 她的坚持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那个水库她去看过 很大 很深 她无法想象 她一个人驾车逃亡的时候 沉入水底的时候 心里该有多绝望 多害怕 要是不离婚就好了 要是当初把她锁起来就好了 要是 她没有认识自己 就好了 她记得她最后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 我宁愿去卖 也不想认识你 她也后悔认识她 把她拖到自己的恩怨里 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 她不信命 那一刻却想 要是有下辈子就好了 下辈子 她一定会好好爱她疼她 不会让她再经一点风雨 她的人查到江源派去 挟持花来的人中了枪以后 江赫宇打开了自己的保险箱 果然 她的枪不见了 一起消失的 还有关于她的所有东西 她的资料 她买回来的她画的设计稿 她除了手里的那本离婚证 再也没有任何花来曾经存在的痕迹了 江赫宇看着空荡荡的保险箱 心脏像被水泥封住一般 感觉无法呼吸 第104章 站起来了 江赫宇和花来离婚的事 只有当天屋子里的几个人知道 当花来的死讯传开以后 曾启文一家 闹了好大一通 说好端端的姑娘 送到他们家 还不到一年就没了 以后劳两口怎么活之类的 这把梁红英气的不轻 直接和他们对骂起来 说他们家丫头 红杏出墙 被逼着打胎 还狮子大开口 要将家一半的家产 曾启文可不听这些 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茵茵根本不是出意外 她就是被你们害死的 谁不知道 你们现在又要和董家联姻 茵茵爱着你们的事了 你们就把她给杀了 我要报警 我要你们把女儿赔给我 一直在众人面前 不多言不多语的曾劲 扶着曾启文 也哭得梨花带雨 爸爸 姐夫那么爱姐姐 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的 是姐姐命苦 一堆人吵得江赫 与心乱如麻 她早就知道 曾家和花来的关系 这一堆为了利益 假惺惺至此的人 让她觉得恶心 但曾劲的话 让她心里难受 是花来命苦 这一生禁遇不到一个 保她平安顺遂的人 江赫雨掏了一千万 曾家人满意地离开了 梁红英是坚决不同意 她给花来办葬礼的 你们都离婚了 她和江家一毛钱关系 都没有了 人死了 关我们什么事 江赫雨眼眸血红 妈 当初是你逼着我娶她的 你如果这么不待见她 为什么要让她进门 花来不进她江家的门 或许现在还在 自己的某个角落 奋力打拼 一边学习 一边照顾秦素枝 她一定活得很累 但至少 活着 江赫雨连一张 能用作花来一照的照片 都没有 她平日没有给她照相的习惯 最后找的是 以前结婚时拍的证件照 那时候的她 脸上带着青涩勉强的笑 她接管了江氏集团 但并没有像外界传闻的那样 和董曼衣订婚 众人只是揣测 江赫雨应该是守孝 不便办喜事 江赫雨从家里搬了出来 一个人去了之前准备的房子 南湖别墅 那个房子早就收拾好了 她原本是计划着 和花来一起搬进来住的 可是一拖再拖 拖到二人阴阳两格 有一晚她做了一个梦 这是她第一次梦到花来 在一个湖边 天黑压压的 花来怀里抱着个婴儿 对着江赫雨笑 她说 我和宝宝在一起了 她有什么想和自己说的 却再也没等到 那个人如梦来过 她曾经是杀伐果断的人 却对董曼衣的入侵 一次又一次的忍让 她那时候觉得 花来这么好说话的一个人 自己回来 当面给她解释 所有的误会就行了 哪里知道 花来根本等不了 直接提了离婚 她自己听信董曼衣的话 一面气愤 花来真的提离婚 一面又想 或许这才是在当时环境下 保护她的方法 其实签完字 她就后悔了 她只要愿意留下来 她会想尽办法保她安全的 她想 只要她向她低个头 扶个软 求她一句 她就可以撕了离婚证 但是 她拿出的是一张人流手术的 她竟然真的打掉了他们的孩子 这把她气疯了 那段日子 成了江赫宇的至暗时刻 她拼了命的附件 希望自己早日变得真正的强大 强大到能给爱的人挡风挡雨 一年以后 江赫宇从轮椅上站起来 手里多了一根手杖 她站起来了 那个曾经坐在她腿上撒娇的那个人 却不在了 她曾经就是不爱笑的 在花来嫁给她以后 竟然也时常开怀 只是现在 她变得比之前还冷峻的多了 她拒绝了董家的任何帮助 靠着自己这两年经营的在外的公司扶持 硬是把江氏集团给盘活了 董万一还是在往她面前贴 但她明确告诉她 她不会娶她 她这辈子都不会再娶任何人 第105章 姐夫 江赫宇的别墅里没有任何住家庸人 都只是需要的时候再让他们上门 她像是在自我惩罚一般 要自己承受这漫长的孤寂 她的生意已经做得有声有色 腿也越来越利落硬朗 但她的话越来越少 性格越来越沉稳 有天她起床洗漱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有了一根白头发 她微微皱起眉 费了好大的力 才对着镜子把它拔了下来 她久久地看着白发 她还不到27岁 却像是70岁的老人一般 把世间一切看透 少学卿不知道 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 她当初以为 自己让花来签了阴阳离婚协议 一面告诉她 江赫宇只愿意支付她500万的分手费 一面拿着她要分一半家产的离婚协议 给江赫宇看 她以为自己这样做 成全了董曼一 花来只会像自己一样 成为别人感情的牺牲品而已 再不会有别的 但她哪里想到 这份离婚协议会把江中国祈祷 再次进入ICU 会把花来年轻的生命断送 她的一念之差 把好友的家弄垮了 但她没有勇气去向江赫宇承认 只能侧面开导江赫宇 让她不要再困在以亡人的自责中 走不出来步 而江赫宇对她说的是 我对不起她 这天下着细雨 江赫宇从公司回家 看到有个瘦小的人影 散也没打 孤零零地蹲在她别墅的大门口 她觉得脑袋轰隆一声 赵领车还没停稳 她已经打开门下去了 盈盈 她朝那瘦小的人奔过去 蹲在地上的人抬起头 满眼悲伤地看着她姐夫 江赫宇猛弟停下脚步 看着层劲 她用了两秒钟 恢复了往日的冷峻 你怎么来了 不得不说 这两姐妹 无论身材还是样貌 都是相似的 曾经站起来 眼泪一瞬间 就从眼眶滚落出来 姐夫呜呜呜 江赫宇是讨厌曾家的 但是看着面前 这张和花莱 有着六七分相似的脸 她狠不起来 怎么了 曾经扑到她怀里 姐夫 救救我 你看在姐姐的份上 救救我吧 江赫宇本能地 想把这个人推开 但是看着她哭得 一耸一耸的肩 想到花莱 曾经靠在她怀里的样子 又想自欺欺人地 抱一抱这个影子 她深吸了一口气 推开曾经 有什么话就说 曾经擦了擦眼泪 姐夫 我等了你一整天了 我好 江赫宇想到花莱 刚去江家的第二天 贝勒地晕倒在厨房的事 她猴结滚了滚 进来吧 曾经乖乖地跟着 江赫宇进了她的家 江赫宇看着 浑身湿漉漉的曾经 她找来她为花莱 准备的衣服递给她 去换了 曾经早就收住泪 满眼含笑 甜甜地说 谢谢姐夫 曾经换了衣服 吃了东西 情绪稳定了不少 江赫宇看起来 仍旧冰冷无比 说 发生什么事 她知道 曾家找上她准没好事 但看着这张 和救人相似的 会哭会笑的脸 她不忍心拒绝 曾经的情绪 又低落下来 爸爸做生意又亏了 家里的房子都抵押了 爸爸和妈妈天天吵架 江赫宇对这些信息 一点兴趣都没有 曾启文压根不是 做生意的料 她早就看出来了 曾经看她没说话 只得继续说 爸爸现在还欠了 六百多万 家里实在拿不出 能抵押的东西了 姐夫 你救救我 江赫宇眯起眼睛 看着她 曾经 我不想像姐姐一样 被卖掉 我没有姐姐 那么好的运气 能遇到姐夫 你这么好的人 我不想去抵斋啊 姐夫 你救救我好不好 第106章 质问 曾经一边哭 一边看江赫宇的脸色 她长得好看 一落泪 完全就是梨花带雨的写照 江赫宇果然在认真地 看着自己 曾经 当初爸爸生意失败 原本想让我 嫁给姐夫你的 但是姐姐说 她愿意爸爸 便让姐姐来了 只是没想到 我姐姐命这么苦 才21岁 舅舅 她哭得越发大声 曾经 早知道会这样 我当初就该 自己嫁过来的 说不定 姐姐就还活着 提到花来 江赫宇心乱如麻 曾经说的这些话 她一句都不会信 花来的事 她比她清楚得多 江赫宇直言 她小时候 为什么会被你爸妈丢出去 曾经一愣 随即哭道 没有 爸妈没有丢掉姐姐 江赫宇看着她不说话 曾经被她看得几倍发寒 又说 妈妈当时生的是双胎 我还有个哥哥 出生没多久就没了 妈妈说 是姐姐抢了哥哥的营养 又出生在那种日子 渴死了哥哥那时候 妈妈也生着病 爸爸觉得姐姐不吉祥 就把她抱到乡下去了 江赫宇震惊不已 花来体弱 她是知道的 原来 她是双胎双胎的体质 都不会太好 不知道秦宿之花了多大的力气 才把花来抚养长大 曾经 爸妈没有丢下姐姐不管 他们每年都有给那个 照顾姐姐的阿姨生活费的 后来阿姨生病了 爸爸也出钱给她医治 江赫宇冷笑了一声 他们当然给了秦宿之医药费 不过 那是花来贝 卖进江家的钱 而且还只是九牛一毛 曾经 姐夫 你看在姐姐的份上 可怜可怜我 我还在上学 我不想被卖出去 他们说 夜店买欢的男人 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 那岁数都可以做我爷爷了 姐夫 我求求你 江赫宇想起花来的 最后一通电话 他说 如果知道他知道 嫁给他会有这种下场 他宁愿去卖的 他的心像被石头 狠狠地砸着 又闷又痛 面前的曾经 仿佛变成了一年前的花来 江赫宇 你们家的债 我不会去管 我给你父母的钱 已经够多了 是他们自己不知足 你要是真不想被卖 我室里还有套公寓 我把钥匙给你 你自己住进去 曾经破涕为笑 他一把拉住江赫宇的手臂 谢谢姐夫 我就知道姐夫对我好 不会见死不救的 但是 江赫宇宁起眉看着他 曾经 我一个人住在那里 早晚会被那些人找到的 我只要被他们找到 就会被带走 江赫宇把他的手臂 从曾经手里拿出来 你想怎样 曾经眼睛眨了眨 像急了以前的花来 姐夫 我能不能住在你这里 他们绝对不敢来骚扰你的 我保证 我绝不给你添乱 只要给我一个角落 让我睡觉就行了 江赫宇 不行 这是自己和花来的房子 怎么可能让别的女人住进来 虽然花来也没有住过一天 曾经 姐夫 你让我住外面 他们随时都能带走我 难道你眼睁睁地看着我 去陪那些臭男人 姐姐是最重感情的人 她要是知道了妹妹如今的处境 死也不明目 住口 别给我提她 江赫宇站了起来 双眼心红地看着她 花来重感情 她比谁都清楚 她之前在江家受镜冷落 但对人一直客客气气 后来家里 因为江源那时闹翻了天 只有她天天守在爷爷病床前 还嘱咐管家 不要把那些消息 透露一个字给爷爷 爷爷看中她 所以才会在 直到她要离婚的时候 气急攻心 加重了病情 曾经摊坐到地上 抽气了半天 最后爬起来 姐夫 那我不打扰了 说着就慢慢地往外走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江赫宇看她 没有一丝犹豫 就那样走进雨里 看着那孤零零的背影 她一拳垂到面前的矮桌上 然后打了个电话赵领 把她带进来 一分钟后 湿漉漉的曾经儿 被赵领带了进来 她把脸别向一边 不看江赫宇 脸上分不清 是雨水还是泪水 那样子 和花来生气的时候 一模一样 去换衣服 明天给你安排住处 今晚先住这里 江赫宇冷冷地抛下这句话 转身进了自己的屋 曾经儿又开心起来 对着江赫宇的背影雀跃道 谢谢姐夫 曾经儿被赵领带到客房安顿后 她去书房找江赫宇 在靠背椅上 双眼冷冽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听见敲门声 看到门口的赵领 她一愣 问道 做什么 赵领开门见山 大少爷 你不能留下他 江赫宇 我要你教我做事 赵领 他们家不是什么好人 少奶奶都不在了 你还要像以前一样 扶着他们走吗 况且 江赫宇冷冷地看着赵领 赵领迎着那目光 鼓起勇气 那女孩对你目的不纯 我怀疑是圈套 江赫宇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看不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 她是阴阴的妹妹 你要我看着她 她去送死 赵领 少爷 你究竟是因为 她是少奶奶的妹妹 还是因为 她身上有少奶奶的影子 你分不清吗 江赫宇站起来 赵领 你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管起我的事情来了 赵领也捏紧拳头 红着眼睛说 我就是替她不值 她在的时候 你要是好好对她 要是不整天 和董小姐腻在一起 少奶奶至于没命吗 江赫宇气急攻心 拿起手边的文件夹 就朝赵领志去 赵领头未偏分毫 额头被文件夹的边缘 割了一个口子 片刻时间 血慢慢流了下来 江赫宇 你知道什么 枉你跟着我这么久 她是女人争风吃醋也就算了 连你一个男人 都觉得我和董蔓一 有什么事吗 平时沉默寡言的赵领 现在想死机关枪一样 拼命地吐着怨言 你们要是没什么 你会把她带去德国 你会在短信里 就迫不及待地 叫少奶奶打胎 你不知道 她有多想要那个孩子 你记不记得 那次我带她去医院 路上遇到车祸 她被吓得要死 手拼命地护着肚子 生怕孩子没了 夫人在家 对着她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 家里连她一口饭都不给吃 她只能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偷偷塞钱给佣人 才有人给她送点吃的 那时候你在哪里 你在德国 和董蔓一一起 叫少奶奶打掉孩子 成全你们 第107章 不管了 江赫宇觉得脑袋 有些不够用了 哗来哗来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 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怎么可能如此不堪 她看着赵琳 想扑上去和她打一架 就算是将中国在世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骂过她 你骗我 我妈虽然说话难听 但还不至于 赵琳冷笑一声 不至于你去问问小静 你去问问 她给少奶奶送过多少次吃的 你说 为什么你回国后没见到她 你说 为什么老爷直到下葬她都没有出现 因为她在那个家待不下去了 她搬回自己的家 你去看看 那个家里被烧得一塌糊涂 什么都没有 她准备就那么睡在床板上 等你回来 江赫宇 你放屁 我给你她钱的 家里放了现金 我还给了她卡 是她自己不用 赵琳 你是真不了解她吗 都到了那种时候 她那么要强 她还会用你的钱吗 她省下的钱 都是要给她妈治病的 赵琳 曾家人喝她的血 你还要把那个丫头留在身边 你是要她死了 也不得安生事吗 江赫宇喝道 赵琳 血已经从额头流向下颚 然后滴到赵琳胸前的衬衣上 江赫宇冷冷地看着她 你这么替她说话 你是不是喜欢她 赵琳哼了一声 少奶奶对人好 我把她当妹妹 没你想得那么龌龊 江赫宇坐回椅子上 她看得出 赵琳是真的在替花莱打抱不平 她的火焰下去了一些 我承认 我的确是觉得 她有些像音音音不在了 我就是想她 赵琳对她的解释 嗤之以鼻 江赫宇 你去找个附近的房子 把她安置进去 还有先去处理一下伤口 赵琳 你还是要管她的事是吗 江赫宇 我有分寸 赵琳知道说不动江赫宇 只得恨恨地转身出去了 赵琳出来 正看到曾劲从房间出来 见到她 笑得温柔讨巧 哥哥 我好 哪里有吃的吗 她微微嘟着嘴 手轻轻地揉着肚子 赵琳扫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 家里的东西别乱碰 明天你就要搬出去 别动歪心思 等下给你叫吃的 说着头也不回地出去 面对她的冷漠凶狠 曾劲一点不恼 还甜甜地说 谢谢哥哥 我知道了 江赫宇还待在书房 她在回想赵琳说的话 她也知道梁红英对花莱不算好 每次她问花莱梁红英有没有刁难她 花莱都说 她只是说话难听一点 自己避着她就是了 江赫宇哪里会想到 花莱不在家的时候 花莱居然连饭都吃不上 自己到底做得有多过分 以至于连赵琳都看不下去了 敲门声又响起 曾劲端这个餐盘进来 姐夫 吃点东西 江赫宇猝着眉紧紧地看着她 如果曾劲不说话 是和花莱有几分相似 但一开口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花莱忍气吞声过 也坐在她怀里撒过胶 但声音从来没有这种做作的甜蜜 曾劲知道她在看自己 心里怦怦地跳 面上却还是波澜无精 她把餐盘放在江赫宇面前 把筷子递向她 江赫宇站起来 我不饿 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不要进我的书房 更不能在我桌子上吃东西 端出去 曾劲看着那挺拔的背影 呕了一声 雨还在下 江赫宇心烦意乱 回房洗了澡 躺到了床上 他看着手机里花莱的微信 发呆他们的头像 还是情侣的 是花莱替他换的 一年半 时间过得好骂啊 半夜的时候 他的房门响起猛烈的敲门声 江赫宇迷迷糊呼呼地醒来 猝着眉下床去开门 曾劲站在门外 看到他就扑到他身上 姐夫 打雷 好怕 江赫宇把他推开 一言不发地 把楼上楼下所有的灯都打开 曾劲看江赫宇 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样子 有些失落 姐夫 能不能陪陪我 这房子这么大 一点人生都没有 以前在家 下雨打雷 都是文妈陪着我的 江赫宇动作一顿 这让曾劲眸光亮起 他随即拿起遥控板 打开了电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我让赵琳找人来陪你 姐夫 你 江赫宇 没事别烦我 说着 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留下曾劲立在那里 第二天一早 赵琳把曾劲 带到附近的一栋房子 他冷冷地说 这边僻静 安保很好 不会有人敢闯进来的 曾劲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一脸担惊的样子 哥哥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害怕 赵琳对他可不客气 那我是不是 还要给你找几个保姆 曾劲 我不是那个意思 赵琳警告道 大少爷收留你 完全是看在少奶奶的面子上 你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 我第一个把你丢出去 曾劲 我没有什么歪心思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 才来投靠姐夫的 赵琳 这里你爱住就住 不爱住就走 不要给我提条件 少爷说了 以后你的事 他不会管 有什么事 你找我 赵琳说完也走了 第108章 娱乐圈 南湖别墅 周运把一份资料 递到江贺宇手里 然后报告道 曾启文经营的那家公司 上个月宣告彻底破产 他名下的财产 已经被冻结 还欠了不少外债 江贺宇拿着资料在看 周运 城南楚家 借了曾启文三百万的私债 现在看收账无门 的确是要曾启文把女儿嫁过去 楚运雄比曾启文还大几岁 今年五十了 家里三个女人 都是抵债送过去的 那个老色鬼 最好这一口 江贺宇 想不到这曾启文 居然能坏到这地步 轻生的女儿 一个一个往火坑里推 周运 楚家知道 曾劲在你这里 所以目前暂时不敢动作 曾启文这不要脸的 就开始说 你要 他看着江贺宇冷冽的脸色 停了下来 江贺宇看向他 你说话也开始吞吞吐吐了 周运 说你忘不了大少奶奶 才特意 把他家小女儿留在身边 等等老爷丧妻过了 就要完婚 江贺宇冷哼一声 这老油条 还是一如既往的坏 以前音音在 他就打着我的名号 做了不少坑蒙拐骗的事 我替他擦了多少屁股 现在音音不在了 他又弄来一个曾劲 想顾忌重施 周运 曾劲这边 我可以去解决江贺宇 你和赵玲怎么回事 一个比一个殷勤 都要替我解决曾劲 他和音音有些交情 我还理解 你和音音可没见过几面 周运 我只是不希望 你被别的事分心 江贺宇 没有任何事能让我分心 曾家和储家 还不配被我放在眼里 他曾劲就算闹翻天 也休想在我眼皮底下 掀起半分波澜 周运 我知道了 江贺宇 娱乐公司的项目 筹备的怎么样了 周运 目前签了三个资历 比较深的经纪人 手下都有一人 现阶段 他们还在继续挖掘新的艺人 江贺宇点点头 这是由你全权负责 江氏的工作 你能交出去的就交出去 传统企业 已经挣不了多少钱了 况且现在公司 都是信得过的人 不用你太操心 周运 明白 曾劲倒真的安静下来 没有再主动凑到江贺宇面前 只是每次见到赵领 都会积极打听姐夫的情况 赵领没给过他好脸色 他住了一个星期后 赵领告诉他 楚家已经不会再打他的主意 要他离开 他立马就流下眼泪 委屈巴巴地说自己无处可去 家里的房产早就被抵押了 妈妈去了外婆家 爸爸不知去向 他离开这里 就只有流落街头的命 赵领把这事报告给江贺宇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 随他 赵领便不再管他 只是隔一段时间 差人送些要用的东西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 曾劲提着的蛋糕盒子 出现在南湖公寓的门口 周运虽然是第一次见着他真人 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一是之前他调查曾家的时候 见过他的照片 另一个就是 他和花莱长得的确相似 只是花莱眼里是坚韧 曾劲眼里是柔和 江贺宇这几天感冒有些严重 正好新建的娱乐公司的经纪人风蕊 打算挖一个当红流量小生 过来做门面 因为对方身价太高 他不得不和周运来江贺宇这里 问他的意见 那艺人原本的合约马上到期 现在各公司都在抢人 江贺宇裹着毛衣外套 困在沙发里 闭着眼听他们介绍艺人的商业价值 周运把曾劲领进来的时候 江贺宇和风蕊皆是一愣 江贺宇几乎忘了这人的存在 也不明白 无精打采的样子 连忙放下手里的盒子 蹲在江贺宇面前 神色关切 姐夫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江贺宇坐正身子 不冷不热地问 你来做什么 曾劲儿回头看了看桌上的盒子 说 今天姐夫生日 我想来碰碰运气 看看姐夫在不在家 我没什么钱 就自己做了的蛋糕 想带给姐夫吃 江贺宇不想和他废话 道 好了 你回去吧 说着忍不住侧头咳嗽了两声 曾劲儿眉目促起 姐夫感冒了 叫医生了吗 有没有吃药 他旁若无人地关心着江贺宇 江贺宇抵触他的自来熟 却也无力和他周旋 你回去吧 我在谈正事 曾劲儿有些委屈巴巴地站起来 那我把蛋糕放冰箱 姐夫谈完事情 记得吃一点 我做了一上午 他提着蛋糕走了 风蕊看着他的背影 问江贺宇 江总 这是你小姨子 江贺宇扫了他一眼 明显对他的说辞不满意 风蕊笑道 看起来挺清纯的 现在 他这款很火的 完全符合我心里的玉女人设 江总 我能不能和他谈谈 江贺宇眯起眼睛 你想牵他 风蕊点点头 上一批的几个玉女 谈恋爱的谈恋爱 隐婚的隐婚 口碑一直在掉 但一直没有新人取代 我入行十年 一眼就相中这丫头了 你相信我 把他交给我 培养半年 绝对红起来 江贺宇想也不想 不行 他虽然不带见岑家 但他也知道 娱乐圈有多乱 他不能把岑劲儿推进去 我愿意 岑劲儿的声音 从一旁飘过来 他慢慢走过来 一眼认真 姐夫 我愿意 江贺宇猝眉看着他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你以为娱乐圈 是那么好混的 每天就拍拍照 做做宣传 金钱和名声就来了 岑劲儿目光坚定 我虽然不了解 但我也知道 这条路没这么好走 但是姐夫 家里的情况你知道 我想替我爸爸债还清 早点接妈妈回家 江贺宇 你只要好好读书 总能出人头地 不急于这一时 岑劲儿苦笑 姐夫 或许你还当我是个小丫头 什么都不懂 但是这段日子 我度日如年 我知道 姐夫不在乎 给我一口饭吃 但我住在你的房子里 始终有种寄人篱下的心酸 岑劲儿 这个姐姐也说了 我有潜力 你让我试试 或许我也有靠 自己成功的一天 江贺宇没说话 岑劲儿的是 他压根不想多管 但既然到了他眼皮底下 他就没法装看不见 岑劲儿 姐夫 我知道任何一条路都不好走 但我想 在姐夫的公司 你多少会护着我些 我求你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试一试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根本没心思念书了 我妈昨天还偷偷给我打电话 说在外婆家待久了 就妈很不开心 姐夫 我也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我求你答应我 他说的生情并茂 到后来甚至红了眼眶 风锐站了起来 江总 你不放心的话 把他交给我 我保准不会让他吃亏 说着 他又看向层劲儿 丫头 娱乐圈远不止你表面看到的那些光鲜 所谓流量 不过是都是实力和金钱的结合 运气只占一部分 这条路很苦的 曾健 我会努力 那天下午 风锐便带走了曾健 第109章 出道 不得不说 曾健的确是吃得苦的人 风锐给他安排了不少课程 包括形体姿态舞蹈声乐 全都要练 好在他不大不小 也曾是个大小姐 从小也学过不守 底子还不错 现在拿起来就没那么困难 加上他一心想留在江河宇的公司 让他总有一天真正注意到自己 所以现在练起来也很拼命 这让风锐对他赞不绝口 有次江河宇正好来新公司视察 在排练室 见到练得大汗淋漓 仍旧不肯休息的曾健 也对他有了两分刮目相看 风锐看着曾健 妖功般地说 江总 竟然是个苗子 有基础 也吃得苦 长得又好 同期和他一起训练的 就他最出众 我计划下个月喝又的新歌 让他参与MV的女主拍摄 江河宇隔着玻璃 又扫了一眼曾健 淡淡地说 这些是你自己安排 不用给我汇报 知道花来真正身世的人不多 所以风锐也不知道 江河宇对这个小姨子并不看重 正巧曾经练完一段 看到门外的江河宇 他刚才还严肃认真的脸 立马对着温柔的笑 跑了过来 风锐没在公司提过他的身份 他也懂事得没说 现在欣喜地 跑到江河宇跟前 才想想起什么似的 低声叫了一声姐夫 他站在风锐身边 旁人只以为 他是奔着风锐去的 江河宇看着他汗湿的头发 又想起他这段时间 没给自己惹过任何不愉快的事 心想 自己之前是不是误会了他 也许他也和花来一样 虽然生在曾家 但和曾启文夫妇 并不是一路人 江河宇语气 虽然还是不冷不热 但多少柔和了一点 还吃得消吗 曾经一愣 笑得迷成一条缝的眼睛 差点流下泪来 谢谢姐夫关心 我挺得住 蕊姐对我也格外照顾 江河宇 我听赵领说 你不出之前那里了 曾经 每次都让司机接送 我觉得不好意思 而且住公司安排的宿舍 我能多睡一会儿 不用那么赶时间 江河宇 嗯 去忙你的吧 曾经却没走 一双灵动的眼睛 看着江河宇 姐夫 你要好好休息 好几天没有看到你 你瘦了 江河宇最近确实很忙 他想好好活着 还专门为自己 请了个膳食营养师 但也只是做做样子 他没认真吃几顿饭 江河宇 知道了 去忙你的 曾经乖乖的走了 半个月后 曾经出现在 新河娱乐公司的门面担当 贺佑的新歌MV中 虽然歌曲还没有正式发行出来 但宣传已经开始 一些不完整的MV视频 也出现在网络上 在宣传部卖力 又不着痕迹的推动下 和贺佑搭档的曾经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他逐渐频繁地 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又过了两个月 他和很多年轻新艺人 一起参加了一档唱跳节目 因为节目上的活泼 和私下的安静 形成了极大的对比 加上他清纯的长相 网络上关于他的话题 越来越多 玉女的称号 算是如风蕊之愿 落到了他的头上 这档节目播了三个月 等结束的时候 他已经被网友熟知 江贺宇对他 也没有之前那么抵触 甚至因为 他身上偶现的坚韧 让他看到花来的影子 第110章 争吵 风蕊并没有过多的捧层劲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运气好 他比同期的艺人更耀眼 等贺佑的新歌MV 正式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导演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风蕊对他的第一部剧 十分看重 看了四五个剧本以后 帮他挑了一部 符合他形象和人设的校园剧 出演清纯女主 这部剧边拍边播 还没杀青 风蕊手里 又收了一大堆剧本 全都是邀请曾经的 曾经入行不到一年 已经在娱乐圈 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后来被网友扒出他的背景 父亲的公司经营不善 以至破产 他用半年的时间拼命工作 为父亲还清债务 立志 他的姐夫 还是星河的老板江贺宇 但他从未在人前提过半个字 全凭自己努力 得到今天的成就 低调 他终于如愿收获了鲜花和掌声 也得到了姐夫江贺宇的认可 他偶尔还是会借着各种名牧 去南湖别墅找江贺宇 但每次都只待一会儿 就主动离开 这天休息日 他也难得放一天假 便给江贺宇打了电话 姐夫 你在家吗 江贺宇 什么事 曾经 妈妈做了点菜 说带给姐夫尝尝 江贺宇 不用了 曾经不理睬他的拒绝 雀跃地说 那我等一下过去了 给你放冰箱 你回来热一热就吃 江贺宇还没说话 他便挂断了 曾经 提着被精心打包的菜肴 由司机送他去了江贺宇的住所 大门的密码他早就知道了 他让司机后在外面 自己提着匣子进去 没想到江贺宇居然在家 曾经双眼亮起星星一般的光芒 姐夫 你在呢 立在江贺宇一旁的赵灵 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他全当没看见 江贺宇 不是说了别来了 曾经一边往餐厅走一边数落 你呀 就不会好好吃饭 我平时忙着也顾不上你 今天正好休息 让妈妈做了点你爱吃的菜 给你送过来 正好你在 我要监督你全部吃掉 他见江贺宇没说话 回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正猝着没看着自己 他笑着说 还是以前姐姐给我说你喜欢什么 以前我没当回事 现在姐姐不在了 我得替他看好你 江贺宇的侯杰滚了滚 他忍不住跟过去 看曾经从匣子里取出一盘盘的菜 都是他爱吃的曾经 姐姐虽然和爸妈不怎么亲近 但是和我关系还是很好的 什么都给我说 只是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机会守 要早知道 他既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又换成那副活泼的语气 姐夫 吃吧 趁热 他把筷子塞到江贺宇手里 又把他推着坐到餐椅上 然后坐在他对面 双手托着下巴监督他吃饭 那可爱灵动的样子 看起来十分乖巧讨喜 过两天我要去外地拍戏 估计得两个月 姐夫 你可得好好照顾自己 别有一顿没一顿的 江贺宇加了一口菜 吃得消吗 曾经如实道 是有些苦 不过我能坚持的 江贺宇 我听说在山里 条件不怎么好 你多带两个人过去 曾经眼睛又亮起了光 姐夫你知道我的行程呀 不过这次也只带一个助理过去 别人都只带一个 我带两三个像什么话 而且正好可以磨练磨练自己 好好提升一下 两人聊了些工作上的事 看江贺宇吃得差不多了 曾经起身收拾了碗筷 没留几分钟便离开了他家 赵领听着叫车离去的引擎声 没好气地说 大少爷现在和他关系这么好了 赵领虽然叫着江贺宇大少爷 但压根没把他当主子 江贺宇是知道的 两人的爷爷是战友 赵领当时是受爷爷之托 来保护江贺宇的 江贺宇 你到现在都不待见他 赵领 我为什么要待见他 你不会以为他真的是什么良善小白兔吧 江贺宇 这么久了 他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在外也从来没有给我惹过任何麻烦 相反 现在正在替我挣钱 赵领冷哼一声 你别忘了 他是演员 他爸妈那种样子 你觉得他能好到哪里去 你没忘记 他当初见到你就往你身上黏的是吧 江贺宇眸光收紧看着赵领 赵领 你对音音真的没有 没有 你别忘了 少奶奶是怎么进的江家 如果不是他那对好父母 他不会有今天 你现在就因为曾劲帮你赚了几块钱 就把以前的都忘了是吗 江贺宇 那你说 我该怎么做 和他解约 老死不相往来 赵领没说话 算是默认 他是兵营里出来的 感情纯粹又直接 江贺宇看赵领这认真样 道 我会和他保持距离 赵领 大少爷 你在感情的世上 优柔寡断 对别的女人太过宽容 你给不了爱你的人安全感 少奶奶错付了 江贺宇真的怒了 你知道什么 难道我对他不好吗 他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就和江源合起来 分购我的财产 还独自去把孩子打掉 你说 如果是你 作为一个男人 难道你不会生气吗 赵领声音并不比他低多少 那种情况下 他不稳住江源 他能活吗 你是没看到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手上脚上 都是绳索捆过的 淤青嘴里塞着 不知道哪里找来的 脏的要死的破步 鞋子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问你 你在那种环境下 你会怎么说怎么做 江贺宇红着双眼 你放屁 你当时说的他没事 赵领冷笑道 我当然要这么说了 因为是他逼我的 他什么都不让我告诉你 怕打扰你治疗 怕你分心 江贺宇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不相信 我给他发视频了 他他没有你说的呢吗 赵领 他会让你发现吗 他用失望透顶的眼神 看着江贺宇 你不疼惜他就算了 你连你们的孩子 江贺宇 孩子不是我让他打的 那些消息不是我发的 那天一直是董曼一 在和江源交涉 他拿了我的手机 我站不起来 抢不过来 等我拿到手机的时候 他已经和江源交涉完了 我想给茵茵解释那些话 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怕他误会 以为董曼一能做我的主 我便想着 等我回国 再慢慢告诉他的 他向之怒受 这些话 他是第一次吼出来 与其说是解释给赵领 不如说是解释给花莱 只是他听不到了 赵领果然一愣 他知道江贺宇不会说谎 也没有向自己说谎的必要 赵领 那之前呢 你在知道他怀孕的时候 就叫他打掉孩子了 江贺宇一脸疑惑 我是那天才知道他怀孕的 我从来没有叫他打过孩子 赵领 在少奶奶被绑架的前一个周 你在知道他怀孕的时候 就说了 让他打掉孩子 第111章 帮凶 江贺宇犹如五雷轰顶 他颤抖着声音 几乎是私生力竭 你听谁胡说八道的 我从来没有 让他去打孩子 那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让他 赵领冷哼一声 明显是不相信他说的话的 花莱坠壶以后 他参与了搜救 没找到人 但找到车里的手里 他原本是要交给江贺宇的 但那时候 董蔓一整天黏在他身边 加上那时候 花莱和江贺宇已经离婚 赵领气不过 便留下了那只手机 里面的内容他修复过 那些聊天信息 他自然也看见了 赵领 你有没有说过 你自己清楚 他那么想要那个孩子 如果不是因为彻底死心 是不会去打掉他的 江贺宇仿佛想到了什么 他的脸瞬间苍白 整个人颤抖到差点跌倒 董蔓一 董蔓一是董蔓一 他想起临回国的前一天 因为少学卿说 医院有急事 便提前走了 董蔓一说 他身边没人照顾 就留在了他的住所 他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晚他睡得很沉 第二天 还是被董蔓一叫醒的 醒来后 他给花莱发了信息 花莱没回 他想着 马上就要见面了 便没怎么放在心上 他刚下飞机 就接到了花莱要离婚 爷爷被气到病危的消息 明明之前花莱还说 有什么事 都会等他回来再说的 那时候他真的是气急了 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异常 现在想来 应该是董蔓一动了手 他现在想找花莱问个清楚 他为什么这么轻易 就提了离婚 可是 人已经不在了 他只能把电话 打到董蔓一那里 S是市中心的 高层办公室里 董蔓一坐在办公桌前 面前的屏幕上 是曾经的新闻报道 他万万没想到 没了一个曾莹莹 又冒出一个曾经 江赫宇对自己的态度 十分的冷淡 发给他的消息从来不回 打电话十有八九 也不会接 当年在国外治疗时 他以为赶走花莱 自己就能重回江赫宇身边 却没想到 那个男人居然对曾莹莹 动了真心 人都死了 还念念不忘 而且现在 江赫宇明显对曾经 区别对待 别的女人进不了他的身 曾经一声解剖 却能挽着他的手 他才不信 曾经真是什么 纯良无害的小白花 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小丫头 就打了退堂鼓 正谋划着 百年难得一见的赫宇 两个字出现在 他的手机屏幕上 瞬间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几乎是想也不想 立马抓起手机按了接听 赫宇 和他的炙热相比 江赫宇的声音 就犹如寒冰一般了 你当年对音音说了什么 董漫一心里一阵 稳住气息 什么说什么 江赫宇一字一句地说 在德国的时候 你背着我 和他说了什么 董漫一 赫宇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音音已经不在了 他的过世是个意外 这么久了 你也该放下了 我认识了医生 是心理方面的 江赫宇打断他 你别给我扯开话题 我问你 你到底是怎么给他说的 才让他去打掉了我的孩子 董漫一 这件事我确实很抱歉 当时只是为了稳住江源 我也给你解释了 那只是权宜之计 江赫宇 董漫一 我以前只以为 你只是有点女人的嫉妒心罢了 所以 你给音音下药那次 我放过了你 我真是没想到 你为了自己的目的 竟然不择手段到这种地步 我也没有想到 我唯一的朋友 居然会和你联合起来 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董漫一脱口而出 不关学青的事 江赫宇 董漫一 你怎么会这么坏 要不是你让他打掉孩子 他不会同意和我离婚 他就不会死 董漫一知道狡辩无用 他叹了口气 冷笑道 江赫宇 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 我告诉江源 让他随意处置陈茵茵 难道不是 你默许的吗 那时候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 想靠我爸 重掌公司大权的念头吗 你和我一样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别人踩到脚下 当牺牲品的那种人 但是你比我更虚伪 因为你 还要装深情 江赫宇 咱们才是真正的一路人 你又何必不敢承认 我不是 他人都死了 你放过他 也放过你自己吧 江赫宇 咱们才是一对 你回头看看我 我一直在等你 江赫宇恶狠狠地说了一声 你做梦 手机被江赫宇狠狠地扔了出去 摔了个粉碎 他从来不愿承认 自己真的是花来与命的帮凶 尽管他早就知道 如果当初自己带着他走 如果自己在面对 董漫一的靠近时 拒绝得果断一点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他跪在地上 拿着花来的照片痴痴地看 然后又忍不住自然自语 952天了 盈盈 如果真的有来生 你都两岁多了吧 我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曾经说过好起来之后 要和你一起去做的那些事 现在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金儿很像曾经的你 坚韧 隐忍 所以他才有今天 留他下来 我不是一点私心都没有 我自欺欺人 觉得能从他身上 看到一点你当初的影子 但是你放心 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你 我这辈子 也不会再和任何人在一起 我永远都是你的 只是 你还愿意要我吗 是我对不起你 一个人活着 好嘞 第112章 好奇 我爱国 萍萍拿着一节香蕉 不乏不稳地走到冉妮面前 干妈 娇娇 冉妮一把把她抱起 哎呦我的宝贝 好东西都给干妈呀 真是太有孝心了 今天她来拍一支化妆品的广告 拍完就要去剧组 继续拍摄一部电视剧 经不住她的软膜硬泡 花来把萍萍带了过来 旁边的摄影大哥看到萍萍 忍不住夸了一句 真漂亮 像个洋娃娃 萍妮开心得不得了 是吧 我女儿 当然是最漂亮的了 摄像大哥 我给她拍两张 萍妮 好啊好啊 拍了传给我 平日她没少拿着手机和萍萍自拍 但正式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现在有个专业的免费摄影师 她求之不得 萍萍或许是在片场待的日子长了 镜头感很好 非常配合 几分钟时间 几张精美的合照出来了 摄像大哥翻看着刚拍的照片 连连点头 小丫头挺上镜的 这镜头感 完全可以接广告了 萍妮站起来也凑过来 我看看哇 她抬头看着摄像大哥 好像是挺不错 她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她让摄影师把照片传给她后 拿着手机去找在另一边做事的花莱 小莱 你看 咱女儿多可爱 萍妮把手机拿到花莱面前 上面正是萍萍和萍妮的合照 花莱停下整理服装的手看过来 脸上也是惊喜的神色 你俩真母女 说完 她又继续整理手上的事 萍妮 我说认真的 摄影师都说了 频频上镜 你要不要考虑让她吃这碗饭 做同模 花莱手一顿 脸上的表情变了颜色 同模 不行 她拒绝得十分果断 而且脸色很难看 这让萍妮很疑惑 印象中 花莱一向是温声慢语 不会有负面情绪的人 怎么现在 看起来竟然有些寒意在脸上 怎么了 花莱恢复镇定 她这么小 我怎么可能让她走这条路 我不可能靠她赚钱呢 萍妮 其实她镜头感很好 我就这么随口一说 你要不同意 也别放心上花莱知道 萍妮是为自己好 想让自己生活过得好一点 但她不可能把频频曝光在公众面前 她不能让别人发现她的存在 花莱挤出一个笑 谢谢你姐 那照片你别外传啊 自己留着就好 萍妮是公众人物 认识的人多 她如果忍不住把照片发到网络上 被扩散的可能性极大 花莱不想惹麻烦 她的反常让萍妮心里生疑 平日她就发现 花莱从来不照相 如果被她拍到了 花莱也会说 让她不要发到网络上 她现在才发现 花莱好像在刻意隐藏什么 花莱穿着朴素 平日开支也节俭 有时候还会给她抱怨一两句 这边的消费比国内高太多之类的 而且 萍妮还见过花莱的母亲 也看不出是有钱人的样子 但她知道 花莱住在价值不菲的别墅里 而且对一些昂贵的珠宝 服饰品牌都有了解 就像是平日见惯了一般 这让她对萍妮的生负身份 有些好奇 但她没有多问 但她对花莱的事越来越感兴趣 也越来越关注她 那天 许晴书从国内过来 看时间刚好 就在这萍萍和秦素芝 到花莱公司接她下班 然后一起去吃饭 她算着时间给花莱打电话 问她是否能准时下班 花莱接到电话 忍不住弯起嘴角 你怎么来了 也没有提前说一声 许晴书笑道 临时决定过来的 今天还早 带你去吃饭 花莱 十分钟 她挂了手机 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冉妮从远处走来 看她开心的样子 打趣她 什么电话这么开心 交男朋友了 花莱 我哥来了 等我下班呢 她和许晴书对外 一直以兄妹相称 冉妮 哦 你这么漂亮 你哥肯定是个大帅哥 结婚没有 花莱笑道 双胞胎都上小学了 冉妮一脸失望 哎呀 还说让你介绍给我认识呢 没戏了 花莱歪头一想 说 不过她单身 冉妮又换了一副 活过来的面孔 呃 这是 花莱 你是不是认真的 认真的 我待会问问她 不过 你现在也不能谈恋爱啊 冉妮 合约马上就到期了 哎 这碗饭不好吃 下次合约 拼了命 我也要争取一个谈恋爱的机会 不然再过几年 人都老了 有心无力了 花莱认真道 我个人真挺好的 我觉得你俩合适 冉妮 姐送你下去 顺便偷瞄一眼 走 别干了 她把花莱手里的梳妆盒 拿过去放桌子上 拉着花莱就往外走 冉妮在荧幕上 谈过的恋爱可太多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 可是一次都没谈过 心痒得很 也不是没有追求她的人 但是她总觉得 别人喜欢她 都是因为她身上的光环 而不是她这个人本身 她和花莱相处这么久 知道花莱的为人是 挑不出毛病的 那她的哥哥 一定也是真诚务实的人 她比花莱还急 拉着她就往电梯跑 到楼下的时候 看到一辆高级商务车 停在车位 频频探出半个脑袋 正朝着大门张望 冉妮拉住花莱 简直有些目瞪口呆 我去小莱 你哥这车 好几百万啊 做什么生意的 花莱朝频频挥了挥手 笑道 国内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一些 这边也有分公司 偶尔会过来处理一些公务 冉妮嘖嘖了好几声 真是看不出啊 你也太低调了 你在我这这干一年 不够你哥换个轮胎啊 花莱 那是他的 和我关系不大 第113章 消息 见花莱一直没过来 许行书解了安全带 下车过来 30来岁的成功男人 身上自带魅力和气场 足够吸引任何年轻女性 冉妮看的眼里直冒猩猩 她轻轻扯着花莱的手臂 我去 你哥也太帅了吧 你家两兄妹都这么好看 怎么不出道 花莱笑叶如花 朝许行书挥了挥手 待她到了跟前 她给两位做了介绍 许行书大方的和冉妮握了握手 道 冉小姐 经常在荧幕上看到你 想不到真人要漂亮这么多 冉妮巧笑 许先生过奖了 许行书 正好到饭点了 冉小姐一起去吃饭吧 我订了一家中餐厅 不知道冉小姐能不能吃得惯 她只是礼貌性的邀请 冉妮当然看得出来 她笑着推托 谢谢 我是很想吃中国菜 不过 我晚上还有个镜头需要补拍 现在可下不了班 下次我请你们 许行书对她不来电 一个眼神对视 她就看得出来 她的眼神太礼貌 而且恰到好处 许行书 那就不耽误冉小姐了 回见 花莱跟着许行书上了车 坐定后忍不住八卦道 你觉得你姐怎么样 许行书一边开车一边笑 挺漂亮的 花莱 她对人挺好的 一点大明星架子都没有 许行书 哦 秦素芝也在一旁说 那丫头真的好 每次我带萍萍去玩 都热情得不得了 很懂礼貌 花莱拍了一下许行书的椅背 她对你挺有好感的 你要不要 她和许行书这些年出的挺好 两人之间偶尔能开开玩笑 许行书不带她说完 笑着拒绝 不要 花莱 我还没说呢 许行书 你省省吧 就你那点肠子 秦素芝一本正经地说 有个女人相伴着还是好的 你一天飞来飞去 像个野人一样 秦一看着都心疼 许行说 哈哈 阿姨 你也拿我开心呢 她在红绿灯处停下 道 我没时间谈恋爱 一个人挺好的 再说我儿女双全 这辈子够了 花莱看她侧颜 能捕捉到她一傻而过的落寞和无奈 她突然想起她的妻子 她从来没有提过她 但仅有的几次 偶然提到她的个人问题的时候 她表面随意 其实看得出拒绝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女人 丢下一双儿女走了 还让许行书从不提她 却一直念念不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花莱便止住了这个话题 她做好以后 许行书却又主动聊了起来 说真的 我刚认识的年轻人 我真觉得挺不错的 我介绍给你认识 花莱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惹火烧身 她拒绝的也很果断 不要不要 秦素芝一个人在旁边笑 许行书一本正经 真的 比你也就大两岁 家里做生意的 人正直 没什么恶习 关键是她父母很好相处 我之前一直和她父亲 有些生意上的往来 最近才认识她的 接触过几次 人不错 还单身 花莱夸张地干笑了两声 没兴趣 许行书得逞地笑着摇头 她也让花莱体验了一把 被介绍对象的无奈 吃完饭回到住所 时间不算早了 花莱带萍萍洗了澡 许行书又逗了一会儿她 录了小丫头的视频 要发给她家的双胞胎 秦宿之带着萍萍去睡觉以后 偌大的客厅 就只剩下许行书和花莱 许行书笑道 要不要听消息 花莱看她笑得狡黠 立马拒绝 不要 许行书 听一听也没什么不好 那个姓姜的 开了家娱乐公司 现在再捧一个艺人 红得不得了 花莱就知道 她说不出什么好听的 时间这么久了 许行书偶尔会给花莱 带一些江赫宇的信息 毕竟她和江赫宇 都同是生意人 但不可能一辈子不回去 了解一下国内的事态 没什么不好 真到了回去的时候 遇到各种场面 也不至于手足无措 许行书 那丫头我第一眼见 就觉得挺像你的 花莱的身体一僵 许行书 我一打听 你猜是谁 花莱的情绪已经很低落了 她一点都不想知道 江赫宇的信息 她恨透了她 但是 那个人身边留着一个 和自己相似的人 她不可能没有一点点好奇心 她嘴硬道 关我什么事 许行书 叫曾健 这个名字 你一定不陌生 这世上 最清楚花莱的事的 应该就是许行书了 她不仅知道花莱的身世 也知道她和江赫宇的过去 花莱没有对她隐瞒 这些年 一点一点 全都吐露给了她 花莱果然惊讶万分 她瞬间促起眉 他们怎么会搅在一起 曾健总往江赫宇身边靠 这是她是知道的 她早看出来了 曾健绝不是安静的白莲花 但是江赫宇 明明是讨厌她的呀 她说过 她讨厌曾家一家人 把花莱做工具 许行书 你不会猜不到的 她看着花莱的眼睛 那里面果然有一丝慌乱 许行书 她念着你 所以把神似你的人放在身边 花莱苦笑着摇头 不可能的 许行书 她真傻 把你逼到这般田地 最后却找了一个替代品 花莱 她虚伪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她对王妻多深情呢 许行书点点头 对 你们离婚的消息 并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死得太快了 花莱冷笑一声 没再说话 许行书 圈内的人都说 没见过她这么阴冷的人 从来没看她笑过 谈生意的那些应酬场合 不管别人玩得有多开 她身边从来没有女伴 花莱 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层劲 够她热闹的 许行书 哎 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整天像个死神一样 她手机还没掏出来 花莱已经站起来 冷冰冰地抛下一句 不要 许行书看着花莱进房间的背景苦笑 114换头像 第二天一早 花莱在餐桌旁摆弄早餐 萍萍在不远处的地毯上抓玩具玩 花莱的手机放在一旁 她抓过来就解了锁 一岁多的孩子聪慧得很 经常在片场看到别人拿着手机拍来拍去 她早就回了 举这个手机胡乱地点着 把自己逗得咯吱咯吱地笑 许行书从楼上下来 远远看到萍萍 笑道 小丫头 还会给舅舅拍照呢 我看看 她把萍萍抱起来 拿过手机检验拍摄成果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她亲了亲萍萍 我家萍萍好厉害 以后一定是个摄影师 大家吃了早餐后 许行书先送花莱去公司 然后再去开会 公司的是多且杂 花莱忙得脚步沾地 等她中午闲下来的时候 终于拿起手机 想给秦宿之发视频 看看萍萍 才发现 她的微信一直在后台运行 昨天许行书给她说了一些江鹤宇的事 她难免回忆过去 国内唯一让她惦记的人 就是她曾经的闺蜜 白雪 白雪对她掏心掏肺的好 她那时候为了躲避江鹤宇 准备的太仓促 竟然没有和白雪好好告别 后来自己又意外死亡 自己就没有和白雪联系的机会了 昨晚她登陆了好久没用的微信 翻看白雪的朋友圈 通过那些图片和直言片语 去想象她现在的生活 白雪已经毕业了 去了一家不错的设计公司工作 江鹤宇的头像还在她的置顶栏里 她不可避免地看到 头像还是之前那个消息提示时 九九家 花莱的手有些颤抖 她即使没点开 也还是能从首页能看到 她发的最新的一条消息 宝宝 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她想把它删掉 却又怕她会察觉 最后只是取消了指定 拿着手机救着往事 慢慢睡着了 现在花莱点开微信 正想把这软件又卸载 却发现自己的头像换了 她点开发现 是平平今早拍的 许行书穿着西装裤和拖鞋的腿 就她那个视角 也只能拍到这里了 这小丫头 不知道怎么东点西点 居然给花莱的微信 换了个头像 花莱刚才还疲惫不堪的大脑 现在瞬间就清醒了 她猛地站起来 只祈祷她的好友列表里的人 没有发现 她这五六个小时头像的变化 她的第一反应是 换回来 最后却发现 以前的头像 自己根本就没有保存图片 现在根本找不到了 好在她设计出身 自己的头像和江赫宇的 又是情侣的 相似度很高 她连忙把江赫宇的头像 下载加工了一下 又准备给换上去 最后却顿了手 要是别人已经发现 那自己再换回去 不就是弄巧成拙 心里有鬼 不打自招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 思索了一番 最后指得出唯一的一个办法 装作微信换了主人了 毕竟自己都死了两年多了 自己的账号 一主太正常了 她忐忑不安 想着江赫宇会发什么消息 自己该怎么应付 江赫宇的信息 她点开看了几条 最近的 就是国内昨天发的 看了看发送频率 一个周有两三次 一次一两条 她相信江赫宇 一定很快就会发现微信的异常 115周旋 江赫宇开了一下午的会 根本就没有注意 手机微信的事 所以其实 如果花莱把头像及时调换 她也不会发现什么 偏偏花莱考虑太多 没敢动 以至于江赫宇晚上的时候 躺在浴缸 拿着手机 看到那个被诸为老婆的 微信头像已经换掉的时候 她立马就光着身子 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她浑身湿答答的 却完全顾不上 光着脚大步去了卧室 随便扯了一条浴巾 搭在腰间 她忙中还是擦干了手 把花莱的新头像点开 是男人鼻挺的西裤 看腿形很修长 露出的一小截手指上 露出一点点戒指 背景应该是家里 背后有楼梯 面前是地毯 整个装修看起来古朴又滑贵 她的脑袋 像丢了一颗炸弹 她心里出现一个 不敢相信的想法 花莱会不会 根本就没死 毕竟 她的尸体并没有被打捞到 江赫宇颤抖着手指 直接发了消息过去 你是谁 她紧紧地握着手机 等了有二十分钟 没有回应 她反复地看那张头像 许行书的那栋房子 是按照中式风格装修的 所以即使江赫宇眼睛看穿 也不会想到 那栋房子会在大洋彼岸 另一端的花莱 也提心吊胆地等了几个小时 终于等到对面发来消息 她要一次把江赫宇解决掉 所以她没有立即就回消息 等了快半个小时 她才回复 你又是谁 江赫宇看到信息回复的时候 整个人神经都绷紧了 她死死地盯着那四个字 对方不知道自己是谁 江赫宇 这是我爱人以前的账号 彼岸的花莱盯着爱人两个字 只觉得讽刺无比 她回复道 这是我刚新申请的账号 你可能认错人了 江赫宇十分不愿相信这个结果 她已经看过这个账号 昵称换了 个人信息也换了 如果资料是真的 那对面就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大学生 她不信 却也不得不信 她不死心 明知这样说不礼貌 却还是忍不住道 对不起 冒犯你了 我以后 可以给你发消息吗 这两年 她快被思念折磨得疯掉了 她太需要回应了 哪怕只是一个虚拟的账号 这起码让她觉得 自己的思念是有着落的 这些年 她就是这样过来的 没想到 对方果断地拒绝了她 不可以 我男朋友会生气的 江赫宇顾不上失落 她怕对方把她删了 连忙说 那可以不要删吗 我保证不打扰你 对方没有回复 她补充道 我爱人不在了 这是我唯一的寄托 话来看着那几个字 心里五味杂陈 江赫宇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她不是在婚内 一次次纵容董漫衣 对自己的伤害吗 她不是走哪里 都带着董漫衣吗 自己不在了 她不是正好 和董漫衣在一起吗 要办深情 在认识的人面前就可以了 何必在自己 这个陌生人面前 还不肯摘面具呢 她的第一反应 当然是拒绝 但是她怕自己这样 反而惹她生疑 她说 既然她不在了 你就该过好 自己现在的生活 没必要执着于过去 她又看不到 江赫宇 我知道 我看过医生了 没用 我罪孽深重 对不起她你 可不可以不要删我 或者你把账号卖给我 可以吗 花莱 账号当然不能给你 我不删你 但你别给我发信息 我男朋友会不高兴的 他很爱我 不希望我和别的异性 有过多接触 116招令 花莱最后留下了这个账号 为了维持自己是陌生人的设定 一个月后 他还在上面发了一个 祝自己20岁生日快乐的动态 江赫宇刷到那条动态的时候 犹豫了半赏 最后还是点了一个赞 对方并没有说什么 自从花莱的账号被别人占用以后 江赫宇就有些焦躁不安 那个账号有了回应 他控制不住的 会把对面的人想象成是花莱 却再不敢发任何一个字过去 这天赵琳把他送回家 问道 你最近怎么了 看起来有些魂不守舍的 他和江赫宇吵了几次以后 关系反而比以前近了许多 江赫宇看了他一眼 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茵茵的微信 你还有吗 赵琳没料到 他突然主动提起花莱 那个人仿佛已经是他们之间的禁忌 每次提到都会闹得有些不愉快 他如实答道 没有删 江赫宇 他的账号现在被别人注册了 那天我看到他的头像换了 还以为 他叹了口气 把头仰靠在椅背 闭着眼 心乱如麻 赵琳却是浑身一震 花莱的手机在他那里 并没有欠费 账号就不可能被注销的 怎么可能会被别人注册 赵琳稳住心神 过了这么久了 你该放下了 江赫宇苦笑着摇摇头 放不下 这么久了 我就梦见过他一次 他抱着个孩子 冷冰冰地看着我 说和孩子在一起 赵琳看着他落寞的样子 不会失装的 江赫宇 我真希望他到梦里多看看我 哪怕是骂我也好 可是现在 他存在的痕迹 被一点一点取代 有一天 可能会彻底消失 不见他还那么年轻赵琳 他不会想看到 你这个样子 他是很善良的人 他可能会恨你 但不会想这样折磨你 大少爷 这么久了 你该放下了 你该有自己的新生活 他是忠心 但他认为 江赫与今天的样子 都是旧由自取 他说这番话 只是希望江赫宇 放下过去 放过花来 让花来真正拥有 自己的新的生活 赵琳回去以后 立马查了花来账号的登录 IP 十分轻松简单地 就掌握了他的位置 在外国 他对花来的是了解不少 所以他无法想象 身无分文的他 是怎么到了这么远的地方的 而他又该多绝望 一直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露出过一点 存在的蛛丝马迹 他不想被任何救人发现 他还存在这个世上 赵琳看着电脑 深深地叹了口气 然后嘴角是松弛的笑意 花来还活着 就算是 在他看不到的天涯海角 也挺好 他很少笑 但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哪怕现在是讥讽的笑 他在笑江赫宇遭的报应 他虽然看不惯江赫宇留下层劲 现在还把公司 大部分的流量资源都给了他 层劲会在某些大场合 自然地待在他的身边 但他还是清楚 江赫宇心里装着的那个人 一直都是花来 早知如此 又何必当初呢 117经验 外国的片场 阮妮正在拍一部民国戏 这次的导演是个华人 阮妮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官太太 花来推着一排旗袍过来 给阮妮标好好 等着召唤 中场休息的时候 阮妮解了井口的扣子 用手扇着风 我还真穿不惯这玩意儿 太累人了 花来 旗袍本身就是做修身的 你姐 你身材火爆了 我看得都快流鼻血了 她已经开始和阮妮开玩笑了 阮妮坐在化妆椅上 手里捧着花来递过来的水杯 造型师正给她换造型 阮妮可不会放过她 这个确实很显身材 小莱 你挑一套试试 我觉得 你穿上也很好看 花来笑道 我就算了吧 阮妮却叫真起来 试试吗 快点 让我看看 你这个真正的中国人 穿起旗袍来 是什么样子 形态老实说了 旗袍讲究韵味 可能是我从小缺少汉文化的熏陶 所以总觉得自己拿捏不好 你穿上我看看 花来果断拒绝 不要 她平日为了工作方便 穿的都是很休闲宽松的衣服 连裙子都没穿过 更别提旗袍了 染妮 好来来 穿一次姐姐看看嘛 老师发的那些素材 我看了也找不到感觉 你就当帮帮姐姐 我想努力演好这部剧啊 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 花来最终妥协了 她挑了一条比较朴素的 去了更衣室 手饰服饰都是相通的 她以前学设计的时候 旗袍这个篇章的知识 也学过一些 加上小时候看电视 也看过不少民国戏 那些太太的妖娆 丫鬟的谨慎 她都知道一些 为了贴合服饰风格 花来将马尾发挽了起来 找了跟一次性筷子 随意地插上 然后从更衣室出来 她太久没有穿过裙子了 现在两腿空荡荡的 还有些不自在 她搅着手指 周到染妮一旁 有些不好意思 妮姐 染妮正在上妆 原本只是费力用余光去看她 这一片 整个头都转过去 呀 你这也太好看了吧 小莱 以前只觉得你脸蛋漂亮 都不知道你身材居然还这么好 她这一夸 花来更不好意思了 看完了 我去换了 染妮急忙叫住她 等等等等 我还没看好 她站起来围着花来打圈 那语气和眼神 简直是个十足的老流氓 你这要胸有胸 要屁股有屁股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花来身高比染妮低了一点点 但玲珑曲线 一点都不输染妮 这修身的旗袍一上身 和她平日的形象 真是大象停静 加上有一点点松垮的婉着的头发 竟多了几分女人韵味 更何况 她现在被染妮调戏得有些羞涩 这一低头 完全就是染妮看的 视频教程里的 初见夫君的官太太样子啊 花来平日上班 只简单描描眉眉毛 口红都不带涂的 但挡不出她唇色红润 看起来也是娇俏可爱的 现在染妮随手取来自己的口红 给花来涂了个红烟烟的唇妆 然后命令道 抬起头 自信点 花来知道 现在自己是逃不过染妮的整骨了 她叹了口气 真的抬起头 目光坚定了许多 染妮十分满意 看镜子 现在 你就是陈大帅的太太 花来看向超大的镜子 里面的那个女孩 让她有些生疏 染妮是看到 她这几分钟神态和气质的转变的 她十分满意 点着头说 你走几步 花来穿着自己的平地运动鞋 走了几步 让染妮笑得弯下了腰 看上面惊艳 看下面是惊吓呀宝贝 来 穿我的鞋 染妮把自己的高跟鞋踢掉 让花来换上 花来任命一般 穿上高跟鞋 再走起来 气场就出来了 恶魔多姿 正是如此 染妮像发现新大陆一般 宝贝 我觉得你真的该改行 先不管演技 就你这长相身材 这碗饭 你吃起来很容易的 花来要脱鞋换衣服了 别扯了 染妮 我说真的 你先别换 她这人性子直 自己光着脚 拉着花来 就到了导演面前 舞蹈 给你推荐个人 花来没想到她玩这么大 连忙弯腰道歉 对不起舞蹈 我和你捡闹着玩的 现在虽然是休息时间 片场的人还是不少 染妮这风风火火的样子 直接吸引了不少旁人的注意力 然后大家都看着工作兢兢业业 但沉默寡言的染妮的小助理 今天像换那个人似的 高挑漂亮 抢眼的狠舞蹈 打亮了花来几眼 也不由得称赞 这可以啊 是个苗子 叫什么小来是吧 你走几步我看看 花来本能的要拒绝 但是她看了看一点期待的染妮 她知道 染妮是一片好心 不希望 她一直做个没有前途的小助理 如果现在 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拒绝了导演的要求 那以后 别人还怎么看染妮 导演会不会把情绪 转移到染妮身上 花来骑虎难下 心中深吸了一口气 便说 导演 让您见笑了 说着又呼了一口气 就准备要开始走 还没抬脚 舞蹈又叫住他 等一下等一下 饰演陈大帅的男演员也过来了 舞蹈拉过他说 小来 正好背景齐全 你就演一段 你们新婚刚过 陈大帅刚从外面作战回来 久别重逢的戏 台词你不知道 就不用念了 有肢体心开就好了 舞蹈来这边拍戏好多年 手下的华人演员不算很多 偏偏他又喜欢拍国内背景的戏 今天看到花来这身段 他的确是爱了 其实那一段戏的台词花来是知道的 他陪染妮对过好多遍 他看了一眼陈大帅 原本是想把台词说出来的 又一想 这样要是抢了染妮的风头 别人定要说他别有用心了 简单地活着 一声action 正坐在椅子上 绞着手帕的花来抬起头 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陈大帅 你回来了 他刚才还愁晕遍布的脸 立马就有了微笑 眸中的惊喜掩饰不住 但马上右脸去一些隐藏起来 有些羞涩地来到陈大帅身边 他想仔仔细细地看看他 又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他们才结婚第二天 陈大帅就出门应战 这隔了有半个月 现在才回来 他利落地接过他递过来的帽子皮带 等他继续往前走 他跟在身后终于才大胆地看向他 你没受伤吧 他问得小心翼翼 陈大帅脱了外套坐下 皮外伤 不碍事 花来 你饿了吧 给你留了饭 我这就去给你端来 这些台词都是他乱编的 男演员经验丰富 接起来也自然 他有些惊讶地抬头 看着自己有些拘谨的妻子 你知道我今天要回来 他们结婚前并没有见过面 婚后才一天 他就走了 两人算起来并不算熟 花来知道他在看自己 他害羞地不敢和他对视 把头捶得更低 不知道 就准备着 想着你 总要回来的 一段戏下来 花来身上出了一层薄汗 阮妮抱着他 兴奋地摇着他的肩膀夸他的时候 他都是猛的 因为演到后来的时候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花来又紧张 又不敢分心 导演又没有叫停 他只能一直这么接下去 后来 舞蹈连说了好几声好好好 花来都听不真切 他感觉脚跟发软 整个人挂在阮妮身上 吓死我了 阮妮比自己得了导演夸奖还开心 宝贝 你好帮啊 你听见没有 导演说你有潜力 临场能发挥到你这么好 你大红大紫 只日可待 118坦白 花来却没怎么觉得开心 他没打算走这条路 他缓了半天 说 我去换衣服 这下 阮妮总算放过了他 拉着他的手一起去更衣室 路上滔滔不绝 你等着 舞蹈一定找你 小来总有一天 一定会成为我们公司最亮的那颗星 花来兴致缺缺 我只想做好现在的工作 阮妮 做人要有大志向 花来笑道 要说大志向 我想以后有机会 能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做设计 给你设计手势好不好 阮妮 那当然好了 但是现在 你有现成的机会摆在面前 你若不要 不是傻子 就是瞎子 花来在里面换衣服 阮妮守在门口喋喋不休 目的只有一个 游说花来加入演艺圈 阮妮 你工作很努力的 但是助理这一行 做再久都是助理 薪水也就那一点 你不是说 要养妈妈养女儿 还要开工作室吗 听姐姐的 这行来钱快 就你这样 姐姐保准你一事无忧 花来换好衣服出来 她又恢复成那个 朴素低调的小助理了 谢谢你姐 不过 我真不考虑 阮妮眼珠一转 难道是 你哥不余许 花来摇摇头 把手上的旗袍称平 要把她挂回原处 阮妮 我看你对这个 也没有不感兴趣 每次陪我对台词 积极性比我还高 她想到 之前花来不让她 在网络上 发布平平照片的事 随口揣测 难道是怕钱福找到你 花来身体一僵 阮妮看她煞白的脸 站直了身体 我去 真的是躲她 花来看了她一眼 挤出一个笑 点了点头 阮妮这个八卦精 我去 什么情况 可以说吗 花来和阮妮相处这么久 早就拿她当了自己人 她不想再隐瞒她 便说 她以为我死了 阮妮 卧槽 姐妹能展开说说吗 听起来很带劲啊 花来看她这夸张的样子 有些好笑 便简短地说了 她和江赫宇的事 当时我还在怀孕 他们家看不起我 也不要这个孩子 但我想要 我开车 不小心出了意外 坠狐了 为了和她彻底断绝关系 我哥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阮妮 可是 你为什么要躲着她 分手就分手了 她当时不要平平 没道理现在来抢 花来 中间有点复杂 反正我不想再见到她 也不想她知道 我和孩子都活着 阮妮有些理解她了 但还是替她惋惜 可是 你就甘心这样 一辈子躲着她吗 花来 我现在的确只想 就这么过下去 陪着我妈和平平 对了 我妈不知道我结过婚 我只说了我交了男朋友 这些事 我没给她说过 所以你姐 阮妮的眼睛 瞪得更大了什么意思 你结婚 你妈不知道 你哥知道 还把你送这么远 你们一家 到底是什么人啊 怎么如此错综复杂 花来 其实 我哥不是我亲生哥 我之前只和他见过一次 坠狐那天 他救了我 给我了新的生命 我本名叫秦花来 阮妮拍着脑门 烧脑 难怪你哥那么有钱 你过得这么辛苦 花来 他是世上最好的人 已经无条件帮助我 太多太多了 阮妮 那你不是更应该 多赚点钱回报他吗 花来笑道 他有的是钱 哈哈 他真挺好的 好想你们成一对啊 可惜了 他心里有人 阮妮夸张地叹了口气 你别再夸他了 搞得我很不甘心 花来 后面有更好的等着你 别着急 119决定 没多久 吴导演果然来找花来 问他有没有做演员的打算 愿意的话 这部刚开拍的戏 可以给他加个角色 片酬可以谈 他刚才看了几遍花来表演的回放 发现他的表演虽然有些声色 但已经比很多出入行的新演员好太多了 这就是天赋 也有可能是花来从小生活过的不宽裕 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 所以 对不同的人物性格 都有一定的了解 导演说的眉飞色舞 花来垂着头 看起来听得很认真 实则心不在焉 只有阮妮在一旁垂头丧气 花来只说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料 找着各种借口 婉拒导演的美意 阮妮听了半天 眼睛一亮 说 舞蹈 我们这部剧 不是有一个被毁容的哑巴女人吗 后来救了落魄女主那个 我觉得 小来可以试试那个 她觉得自己聪明极了 不停地朝着花来得意地眨眼睛 那个角色 是个结婚没多久 丈夫就战死的寡妇 她的脸在战火中被毁容 嗓子也被熏哑了 虽然心地善良 但因为自己的容貌 非常自卑 经常都是低着头走路 既然花来不想让人认出来 那正好演这个毁容的女人 化过妆后 以前的故人 不一定能认出来 而且 这个角色的戏份不算多 甚至连姓名都没有 只有一个称呼 哑巴大嫂 阮妮拉着花来的手 给舞蹈解释 小来没演过戏 要真因为她把您这部戏给搞砸了 我都过意不去 那个角色戏份不算重 就当让她练练手 您看怎么样 舞蹈 好啊 省得到处出去找人了 那就这么定了 等一下我把剧本给小来一份 这里面你 虽然没有台词 但还是要掌握搭档的台词 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控情绪 小来 演戏说简单也简单 但还是需要下功夫的 阮妮这么大方 把私人助理都让出来了 你可别让她失望了 最后的话 她是当玩笑一般说出来的 花来实在不好再拒绝 舞蹈走后 阮妮看着忧心忡忡的花来 道 你怕什么 说句难听的 这部剧就是个小成本制作 不倒一个人情才大一年的 根据我的经验 这就火不起来 那个人不可能会看到 这部剧的退一万步 你在里面是个毁容的女人 又不会说话 装一话 再加点滤镜 能有几个人认出你这个小角色 其实 花来还是心动的 她经常陪着阮妮对戏 对这一行逐渐起了兴趣 但是今天之前 她从没想过 自己要踏足这个行业 刚才演那一段 她虽然紧张 但缓下来后 又觉得挺过瘾的 甚至觉得 刚才某些地方 自己没有发挥好 要是能重来一次就好了 但是进入这一行 就代表会进入公众事业 不管自己成名与否 总是会有暴露的风险的 她叹了一口气 冉妮知道她的担忧 她看着她认真地说 其实宝贝 你这么年轻 不应该躲躲藏藏 活得这么窝囊憋屈 你也说了 他们家看不上你 所以你更应该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强大到 能保护自己想要呵护的人 这个世界上 钱虽然臭 但真的是个好东西 没钱空讲情怀 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你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先试一试 自己行不行 是不是感兴趣 要是这一步演完你 还是抵触 那就安安心心地 做别的事情 经过阮妮和舞蹈的游说 花莱已经越来越心动了 而且 阮妮的这段话 说到她心里去了 她比大多数人都明白 钱的重要性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缺钱 她也不会和江河宇 有这段孽缘 阮妮 你现在这份工资 能做什么呢 你要不要去打听打听 这边的私立学校有多贵 花莱陷入沉思 萍萍一天天长大 就快上学了 教育是比不小的开支 虽然许行书说了 萍萍的教育她负责 但是花莱哪里敢继续靠着她 他们非亲非故 而且 情素质手术后 一直在用膏药 价格也不便宜 她中风后 虽然康复了不少 但行动和同年级的健康人相比 差了许多 花莱甚至都不敢把萍萍 交给她一个人照顾 这两三年 她白天在阮妮这里工作 晚上回去带萍萍 萍萍睡着后 她还要躲在房间 抽空给工作室 画画稿子正点外快 活得很费力 很辛苦 她终于抬起头 我试试看 萍萍开心地快流下眼泪 她一把抱住花莱 鼓励道 宝贝 你可以的 要抓住机会 把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统统踩到脚下 你要做女王 而不是对着生活低头的奴仆 120保护 花莱下定决心接戏以后 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 她呼出一口气 道 谢谢你姐 萍萍 谢什么 萍萍是我干女儿 我也希望她将来 过得好一点 你的岗位我给你留着 现在你就先研读剧本 揣摩角色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先问我 花莱又感激地 说了一声谢谢 这天她心情好极了 回到家的时候 连秦素芝都发现了她的异样 问她 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 这么开心她太久 没有看到 花莱笑得这么轻松自在的 花莱从背后 搂住秦素芝的肩膀 像个小女孩一般分享 妈 我工作可能有变动 现在还不确定 不过 肯定会越来越好 秦素芝拍拍她的手 我女儿最棒了 你那个女老板 每次看到 我都使劲夸你呢 花莱点点头 嗯 你姐她人好 这次的工作机会 也是她给我的 秦素芝 那你得好好干 别辜负了人家 花莱学习新的东西 一向很刻苦 她把整本剧本都看完了 对自己要演的那个角色 更是对着空气 反复练习揣摩 自认为勉强过关以后 才敢找冉妮帮她 对一对戏 刚好她这个角色的 大部分对手戏都是 就更强了 阮妮对她的表演十分惊讶 因为花莱的戏份还没到 她最近一直 还做着本职工作 阮妮都没看到她练习过 但是现在她的表演 已经和一个有 三五年经验的演员 不愤伯众了 他们对了两遍 阮妮合上本子 天哪宝贝 你真的很有天赋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 你在镜头下的真正表演了 她一直在夸花莱 这让花莱觉得心里暖哄哄的 花莱知道自己 远没有阮妮说的那么出色 但她就是用这种夸张的方式 鼓励了她 到真的拍摄的时候 现场的工作人员太多 这和私下与阮妮对戏 可完全不一样了 花莱由于紧张 NG了几次 但导演完全没有一点不耐烦 还一遍遍地夸她 把角色吃得很透 让她放松弛一些 这样能更好的诠释角色 和她搭戏的阮妮 也在鼓励她 你别管别人 看我就行 现在咱们就是患难姐妹 花莱深吸了一口气 坚定地点了点头 等到导演说过的时候 花莱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了 很不错 很不错 舞蹈的目光 从镜头上移到花莱身上 下一步步磨练一下 花莱 啊 下一步 舞蹈 你有天赋 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花莱 冉妮过来 搂着她的肩 舞蹈你看她 真被吓到了 哪里还谈得了以后的事 我先带她去休息 冉妮拉着花莱去卸妆 她看得出 花莱还是忐忑 安慰她 就你今天装扮 能有几个人认得出来 说不定阿姨都要扔半天呢 花莱怀着别样的心情 今天破例提前下了班 回去发现 许行书也在 你怎么又不说一声就来了 我去接你啊 许行书怀里抱着萍萍 你上班 我可不敢耽误你 花莱看秦宿之不在 便有些吞吞吐吐吐的说 正好我 我有事想和你说 许行书看她这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 花莱 去书房 许行书把萍萍交给保姆 和花莱进了书房 怎么了 神神秘秘的 遇到什么事了 花莱 两件事 第一件 我之前登了我以前的微信账号 被江赫与发现了许行书眉目促起 他知道你还活着 花莱 我骗他说 这是我新注册的账号 不知道他有没有信 许行书 他可不是那种好骗的人 花莱 但这段时间 他确实从来没有打扰过 身边也没有发现 什么有异常的人 许行书点点头 或许他真的以为你死了 谁知道你明这么大 他看向花莱 他那边我会盯着 有一栋 我会告诉你的 第二件事 提到这花莱 有些难为情 就你姐帮我接了一部戏 我想试试这条路 许行书激动地从座椅上站起来 什么 你要去演戏 花莱轻轻点了点头 我想试试 许行书十分不解 为什么 你躲他躲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 会随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工作 花莱 我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躲着他 平平这么小 他的未来还很长 他不应该因为我 一辈子活在黑暗里 许行书 你现在这样就挺好啊 有自己的工作 爱人都在身边 花莱 但是万一有一天 他要找到我呢 他要是以平平生负的身份 夺走平平呢 他就是个疯子 前一天和我离婚 第二天派人追杀我 我真的死了 他又像风魔一样 给我立碑 给我举办葬礼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许行书的眉目 早就促成了一团 花莱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每个人生活痕迹都不是秘密 如果他真的有一天找来了 我要有足够资本和他对抗才行 许行书 我可以保护你和平平 他江贺宇 就算本事再打 目前也动不了我 花莱苦笑 我十分感激你 为我做的一切 但是我怎么能一辈子 就这么赖着你 我希望 我有一天 能强大到保护女儿和妈妈 保护你和那两姐弟 我给自己沉寂消化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我该做点什么了 许行书 你早就有了主意了 花莱 也是才做的决定 之前只是犹豫 自从我的微信暴露后 我没怎么睡好觉 我就怕他找来 我想 我不应该一直做一个 害怕别人的人 许行书叹了口气 我没什么说的 我只能尊重你的选择 你有需要的时候 随时可以找我 花莱也放松下来 微微笑道 谢谢你 许行书又坐下 其实我没好和你说 两个小家伙 虽然叫着你姐姐 但这么久以来 你在他们心目中 早就如同妈妈一般 这是小丫头给我说的 我要谢谢你 让他们体会到 女性长辈的关爱 花莱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她也希望 许行书也能对过去释怀 她问 你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妈妈 我有点好奇 她到底是怎样的人 让你又恨又爱 许行书身体一僵 我哪里有又爱又恨了 花莱 孩子对妈妈的评价可不太好 说妈妈跟人跑了 这种话 他们不会生下来就知道的 许行书苦笑我之前 确实把个人情绪带给了孩子 导致他们对他的确有些不好的想法 后来我试图去改变他们这种想法 但是好像效果不大 花莱 他们嘴上说着嫌弃 其实内心是渴望妈妈的 许行书叹了口气 我知道 俩孩子懂事 反而让我心疼 一百二十一翻身 花莱 所以 你和嫂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行书叹了口气 以后有机会在你和说 花莱 我是说 如果你想开始新的生活 冉妮姐其实是个不错的人选 许行书 你改行做红娘算了 见我一次说一次 花莱 她的确好吗 长得漂亮 人又热情大方 还是个大明星 最主要的 许行书没接话 她就要看看 花莱还能夸出什么花样来 花莱 人家挺喜欢你的 许行书 好了 别调侃我了 说真的 你如果真要准备吃演戏这碗饭 有什么需求 要告诉我 能帮的我会帮 花莱点了点头 她正式从一个明星助理 变成一个演员 公司还专门给她安排了表演课程 花莱比以前时间更紧了 回了家有时候还要看资料 偶尔还对着小萍萍对台词 她开始接戏 从路人到女配 虽然戏份都不多 但她的演技却是越来越成熟 也得到了大多数搭档的认可 后来阮尼打包票 直接给了她一个女儿的角色 这部戏 让更多的华人认识了她 一年以后 已经有红毯活动 给她发邀请函了 她开始接到女主的戏了 和她合作过的导演 都夸她有灵性有潜力 态度还十分谦卑 实属难得 一切都好起来了 花莱终于在社会上 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平平上了幼儿园 情愫之的脸 不仔细看 已经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有一天 从幼儿园回来的平平 养着头认真的问花莱 妈妈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 都有Dad 我只有舅舅 花莱看着四岁的女儿 回答的内容 虽然很荒谬 但表情很认真 你有Dad的 只是她死了 所以你不用 对她抱有期待 那只是一个称谓而已 平平 死了 和我养的小鲸鱼一样 不在了吗 花莱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平平 那她埋在哪里呢 我应该去给她送花 花莱 大可不必 她埋得太远了 收不到你的花的 平平有些失落 她为什么不埋近一点 像我的鲸鱼一样 这样我就能去看她了 我都还没有见过她的样子 花莱心里有些难受 这是做单亲妈妈 最不想面对的事 一个母亲再厉害再强大 也替代不了父亲 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 问过情愫之同样的问题 那时候 她对父亲也是渴望的 从第一次学作文开始 老师就说 父亲像山一样 只是花莱的那座山 全是荆棘 她不希望平平 重复自己当年的失落 她抱起女儿 用手机登陆了自己 许久没用过的微信账号 准备翻到一张江贺宇的照片 只得平平看灯上 才发现江贺宇 给自己发过两条信息 她没细看 直接找了一张她的照片 给平平看 这是爸爸 只是你们连面都没有见过 平平捧着手机 认真的看着江贺宇的照片 自言自语 这是Dad The Handsome 花莱 如果他看到你 或许会舍不得放弃你的 你太可爱了 平平仰头看着妈妈 妈妈 你会想她吗 花莱 呃 这个 她以前想到的关于她的事 都是些不美好的回忆 现在 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 平平 我的小金鱼死了 我很想她 花莱为了给女儿塑造一个 对父亲有情有义的母亲角色 点了点头 然后又胡说八道 想的 下次清明妈妈带你 给她烧纸 平平认真地点点头 好的妈妈 花莱吐出一口气 收起手机 好了 我们应该朝前看 未来才是美好的 去玩吧 平平似懂非懂地点头 未来是美好的 但我也想Dad 她自己去玩了 留下花莱 对着手机发了 江贺宇的那条信息 是两个月前发来的 第一条是 老婆 我好想你 好想你 你能不能回来 第二条隔了五个小时 发的是 对不起 昨天是我爱人忌日 我喝多了 没注意就给你发的信息 希望没有给你带来困扰 再次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再发了 如果不是这条信息 花莱都快忘记自己 死了有五年了 她已经有了彻底的新的生活 为什么那个罪魁祸首 却还没从里面走出来 如果是演戏 她需要演这么久吗 还是对着一个陌生人 花莱仔细地看着那两条信息 第一条看时间 应该是国内凌晨两点过 她喝醉了 她以前说过 人不应该被酒精控制 那是失败者的表现 但是她失败了 花莱把信息点了删除 她拍的戏不少 大小的角色都接过 不知道以前的旧人 有没有看见过自己 人有了名气以后 媒体也采访过她 她没有隐瞒 自己有一个女儿的事 媒体难免会问及女儿的父亲 她的回答一直都只有一个 过世了 后来她演了一部古装电影 饰演一位隐居的女侠 她的打斗戏很好 身姿灵活 这部戏让异国人 见识到中国功夫的奥妙 直接让花莱大火起来 她已经火到 和阮妮一样的高度 公司给她配了 两个贴身助理和司机 她开始彻底 每天都生活在美光灯下 终于成为一颗耀眼的星星 这部戏上映以后 许行书都打来电话 说国内影院都上了 她去影院看了 上座率很高 花莱这些年 只管埋头在眼 名声那些 她还真没怎么在意过 但她也知道 自己正在越做越好 她越来越有底气 到现在 她不惧怕面对任何人 她已经存了不少钱 她在想 等再过几年 手里的钱足够多了 她就离开这个圈子 如之前计划的一样 看开工作室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 这天她照例算好时间 给双胞胎打视频电话 却发现 两人情绪不太高 他们今年刚上初一 花莱便问道 怎么了 在学校不习惯 妮妮摇了摇头 花莱 和同学处得不好 玲玲摇了摇头 花莱 那是怎么了 和姐姐说一说 妮妮有些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玲玲开了口 爸爸最近很不开心 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下午我去她的书房 发现地上全是她扔的纸 122回国 花莱 她不开心 有没有说是什么事 双胞胎摇了摇头 妮妮 我听到爸爸打电话 说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听起来挺凶的 花莱追问 把谁找出来 妮妮 爸爸没说 花莱跟着忧心 在她的印象中 许行书一直是一个 做事不虚不及的人 她从来没听她说过一句重话 也没有见她记过 她挂了视频 直接给许行书打了电话过去 许行书还是那副轻松的语气 大明星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他们这么些年联系不断 但通话很少 基本都是网络联系 花莱没心情和她开玩笑 直接问道 出了什么事 许行书 什么出了什么事 花莱 你还要瞒我吗 是生意上的 还是什么别的 我能帮上什么忙 她不知道 许行书要把谁找出来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许行书还是言笑艳艳 瞒你什么呀 你在哪里听了些什么 花莱 你儿子女儿为了你 整天闷闷不乐 你多关心关心他们 你不管也就算了 还要他们反过来为你操心 许行书 小孩子知道什么呀 一天竟胡说八道了 花莱又气又急 声音大了起来 许行书 你当我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有什么事说出来 我们一起面对解决 你什么时候说话 也这么遮遮掩掩 磨磨蹭蹭了 许行书的微笑面具 终于慢慢卸了下来 却又换了一副恋爱面孔 小问题我自己能解决 我听说你接了部戏 这次合作团队 都是外国华人圈顶尖的 你可 花莱 什么小问题 许行书 就有个员工 卷了些公司的钱跑了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公司又不止 花莱 什么员工 许行书 就有一普通员工 他的确是遇到了大麻烦 但是他知道 花莱现在事业正式上升期 他只想他专心自己的事业 而且他没认为 目前的困境 能拖住他许行书 花莱 一普通员工 就让你焦头烂额 这话说出来 你自己信吗 许行书 咱们就一面之缘 你就奋不顾身跳壶救我 这些年 如果不是你照顾 我早就饿死了 现在你觉得我是外人了吗 是不能为你分担的 无关紧要的人 还是你觉得 我花莱就是无情无义的人 许行书 你看看 说到哪里去了 他叹了口气 到总公司的财务总监 卷款跑了 他手里 有我几家公司的一些 不能被公布的机密 哪个公司 没有点见不得光的事呢 所以那个人做了三本账 一本对外 一本对许行书 一本却是谋划公司财产 他手里有公司的把柄 所以料定 许行书不敢大张旗鼓地去找他 世界那么大 他带着巨款换了个身份 又有谁能找得到呢 现在公司 剩个空壳子 资金链断了 许行书拆东墙补西墙 真有些焦头烂额了 花来 差多少钱 我这两年存了不守 许行书笑道 你那点真不够撒牙缝 再说了 你的钱留着给萍萍 要是我哪天真的完了 双胞胎你 帮我养大 他们可会花钱了 花来知道自己那点存款 在生意人许行书眼里 什么都不算 花来 我能做什么 你别让我觉得我一无是处 许行书 小来 这件事你帮不了我 你现在真没这个能力 你帮我 安抚好两个孩子 我就千恩万谢了 花来 你别让他们担心你 许行书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在你那边还有公司呢 又不是指着国内这家过活 他说的轻描淡写 但花来又不是不知道 他的大头都在国内 花来 现在这部戏的片酬不少 如果拍出来数据好 我还能拿分成 我的意思是 我虽然不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 但总能尽我的一点薄力的 许行书 这次我是真的有点累了 哎 那你快快变成大富婆 也让我靠一靠 你那边我这段时间都去不了了 小萍萍过生日 我 花来 你还惦记这些做什么 哥 放宽心 钱是身外之物 有条命 只要你想 总有一天能起来 你看看我 穷到卖身的时候 万万不敢想能有今天呢 许行书笑道 是啊 命运这东西 谁都说不准 小萍 你是脾气太来 要好好珍惜 挂了电话 花来果断地做了一个决定 回国 许行书逞强 他遭遇的事情 一定没有 他电话里说的这么简单 况且 他的合约即将到期 他拍完手上这部戏就可以走 听到要回国 秦宿之虽然有掩饰 但还是能看得出 他非常高兴 他一辈子没出过国 这几年硬是被逼得 学会了不少英语 生活虽然不成问题 但心里总觉得没有着落 空荡荡的 但是他又担忧 回去 要是那个人 找到你怎么办 花来拉着妈妈的手 妈 他要找便找 我现在 我想他轻易奈何不了我的 更何况 事情过了这么久 他说不定早就成家了 不会主动来找我的 秦宿之虽心道 可是凭比你们之间有了他 哪里轻一个的断 当年走得匆忙 而且说好的 去国内的一个小地方 突然就变成了外国 而且自己和花来 还隐姓埋名 他没傻到花来说什么 他姓什么 他知道花来身上发生的事 一定不简单倾诉之 要是又遇到那个人 你怎么办 花来坚定地看着妈妈 妈 那个人在我这里 早就已经死了 再见他 我们只可能是陌生人 冉妮知道 花来要回国的消息 气得差点哭起来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走 你现在在这边什么都有 合作的团队 都是熟悉的人 你回去要怎么重新开始 花来又得哄着他 先回去再打算 如果不能继续做这行 我就开工作室 手里有了点钱 不怕折腾 冉妮 可是 你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以后我找谁玩 你别看那些人 一天和我看起来亲近的不得了 心眼可多得很 我只喜欢和你玩 你不许走 花来 我哥的声音遇到点问题 我得回去陪着他 隔太远 我不放心 冉妮 你哥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你还有个帅气哥哥了 不过什么是严重到 你要放弃事业 你回去又能帮上什么吗 花来 虽然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但这是一种情谊 中国人 讲求知恩图报 有情有义 他帮我的 我这辈子都还不完 但不能因为还不完 就什么都不做 冉妮耍赖 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那你就不能为了我留下 花来 别开玩笑了 你是平平的干妈 你什么时候空了 回国去找我 我带你吃真正的中餐 见识真正的祖国风采 然你把头从他肩上抬起来 双眼放光地看着他 对啊 我可以和你一起回去啊 123遇上 花来拍完手上那部戏 和剧组一起完成了前期的宣传 就买了回国的票 他上飞机前 给许行书发了信息 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 派人接我 然后就关了机 许行书又惊又气 花来没有和自己商量半句 就要回国 他的事业正在顶峰 在那边已经积累了 雄厚的粉丝群体 这种时候不成风而上 居然想着回来 真是太不争气了 他这段时间 因为生意上的事 有些自顾不暇 所以没怎么过问花来的事 现在好了 他静悄悄地居然跑回来了 花来的电话 任他怎么拨打都打不通了 情愫值得也一样 而且看机票时间 他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登机了 花来这次回来 公司是知道的 公司想和他续约 说如果花来坚持要回国 那就让国内的分部和他对接 由他们继续为他安排工作 他们公司在国内的规模和市场份额 和外国的总公司比起来 肯定不可相提并论 现在内部的艺人演员 也基本都是不运不火 说来公司这些年 基本都靠花来和染妮养着大头 他们怕花来觉得国内公司太小 他这尊大佛施展不开 便说这边一切由他做主 签约费 他说了算 而且 合作项目由着他挑 花来盛情难确 只说考虑考虑 反正他们的合同 还有一点时间才到期 他们之所以会放这么宽的条件 一是觉得花来即使换了战场 但基本粉丝还是有很大一批 他的作品收益同样不容小觑 二是花来着中国人 他们正好借他彻底打开中国市场 他这次回来属于私人行程 并没有对外公布 现在他戴着帽子眼睛口罩 一手牵着瓶瓶 一手拉着行李箱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意 他离开这里快六年 现在终于回来了 比他还激动的是染妮 他一路哇哇哇过来 压低声音对花来说 亲爱的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居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国人 你看那里 有个美女穿的居然是汉服 好鲜啊 你看着小孩吃的糖葫芦 我真的只在网上看到过 机场哪里还得糖葫芦 哇 你看那对小学生 原来国内的校服 真的哈哈哈哈 花来就很奇怪 染妮作为一个 在外国华人圈红的发子的女明星 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回过中国 花来一路过来 对她的杂杂呼呼 已经见怪不怪了 染妮又碰了碰她的手 我去姐妹 那个男的也太帅了吧 年纪轻轻拿个手杖 简直撒到要我的命啊 还有她旁边那个 也好帅好酷 她的手臂都快被染妮摇断了 她无可奈何的侧头看过去 嘴里嘀咕 好歹 你也是见过那么多欧美帅哥的人 怎么这么不淡点 话没有说完 她自己也呆住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回国遇见的第一个故人 不是许行书 是江赫宇 江赫宇一身深色西装 右手握着一根手杖 正大步地往外走 她旁边的另一个帅哥 是赵领 花莱第一次看到 她真正站起来的样子 的确有些移不开眼睛 这些年的爱恨 一瞬间就涌上她的心头 扰得她心乱如麻 怎么样 是不是很帅 我可是第一次见你 对着男人发呆 花莱回过神 把茂颜又拉低了一些 低声催促阮妮 快走 阮妮拉着她 急什么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对象 喜不喜欢 我这一款 我去要个号码怎么样 反正我过来玩 就当艳遇了 她总是一副开玩笑的样子 但花莱这次却配合不起来 黑着脸说 她不喜欢你这款的 你也绝对不会喜欢她 快走 阮妮 你凭什么这么我去 你认识她 快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她不行 旁边那个也不错嘛 花莱看了看 落后好几米的秦素芝 秦素芝这么多年才回来 也很激动 正带着墨镜东张西望 旁边两个国人 用普通话聊天她 都要放慢脚步听一听 脸上的笑意太过明显 花莱低声问阮妮 你真想认识啊 阮妮 不可以吗 好想谈恋爱啊 花莱 那是我前夫 你去吧 说着不管阮妮 镜子先走了 卧槽 阮妮惊讶地冒了一声脏话 旁边的人都侧目看了看这个美女 看起来如此优雅 怎么说话如此粗俗 阮妮捂着嘴 小跑跟上花莱 这次声音放小了许多 卧槽 不是真的吧 你前夫也太帅了 而且 你们这是什么孽云 回来还没出战 就遇上她了 花莱一脸头痛的样子 快住嘴吧 我不想正快和她碰面 两人一个强装淡定 一个连呼着不可思议 不虚不及地网出口走 花莱 你别说漏嘴了 我还没告诉我妈 不过 我瞒不了多久 我和她早晚会见面 阮妮 可是姐妹 你们的缘分 真的好魔化啊 萍萍扬起头 妈妈 你在说谁 花莱 一个妈妈以前在国内认识的人 旁边一个跟了她们好久的女孩 试探性地过来 对着阮妮和花莱小声说 不好意思 请问你们是 她扬了扬自己的手机 屏幕上是花莱和阮妮之前 一起参加活动的合照 这种场面 阮妮见得多了 她用手指在口罩边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端着淑女的微笑点了点头 女孩激动不已 就差跳起来了 她语无伦次地说 我我是你们的粉丝我 我们可不可以拍照 阮妮笑着摇了摇头 巧声说 我是休假出来玩的 暂时没有公布行程 所以最好不要拍照 这样我给你签个名吧 说着 她把手往前优雅地一伸 等着女孩地上纸和笔 女孩尴尬地挠了挠头 怎么办没有带笔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你们 我在看你们的CP 大家都觉得你们好配啊 阮妮差点摘下眼镜 哈 我们的CP 你们的小脑袋瓜子 一天到底在想什么 女孩不好意思地笑笑 对啊 你们一家三口 说着还看了看萍萍 阮妮差点笑弯了腰 是是是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今天我带我老婆和女儿出来玩 后面还要我丈母娘 哈哈哈哈 女孩一双眼睛痴痴地盯着她 哇你比网络上的样子还搞笑 这句话又把阮妮逗笑了 她拼命地压着小腹 别笑了别笑了 眼泪笑出来 装要花了 你太可爱了 我真想和你合影 不过这样 我和我老婆给你拍一个 她拉过花莱的手 花莱叹了口气 配合她两人比了个心 这张照片只有两只鲜鲜玉手 但是足以让女孩满足了 她弯腰和两个女明星告别 然后兴奋地飞奔出去了 阮妮的笑声好听又具有穿透力 她再一次惹得旁边的行人侧目 另一边的赵领 本就是警觉的人 现在也不可避免地扫了一眼这边 这下好了 花莱原本在侧头和阮妮小声说话 要她快走 免得待会儿又遇到别的粉丝 这一侧头 正和六七米外的赵领 来了一个对视 124巴士 花莱虽然全副武装 还戴着墨镜 但这一下 碰上赵领的目光 她还是起了一身汗 立马把头转了回来 赵领却像完全没认出她 只扫了一眼又转了回去 但等她再次用余光看过去的时候 发现江鹤宇 已经往另一个远一些的出口出去了 花莱这才缓缓放下心来 自己可能是太过小心了 她现在的气质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而且又是这副装扮 还早就死了 应该没有人会想到 她就是曾因花莱提心吊胆地出来 看到好久不见的许行书 亲自来接她 心里高兴 刚才的担忧总算被驱散一些 许行书看到同行的染妮 微微促起了眉 她已经准备了一大堆问责花莱的话 现在有外人在 她怎么说的出口 染妮可比她热情多了 他们在外国的时候 因为花莱的关系 见过几面 三人还一起吃过饭 染妮走过来 摘下墨镜 夸张地白了许行书一眼 许先生什么表情 我还没吃你家饭呢 就白这个臭脸 许行书又挂起笑 欢迎染小姐 上车吧 染妮也不敢多逗留 没和她斗嘴 上了许行书的车 几个人坐定以后 许行书刚替他们关好车门 准备绕到驾驶室上车 背后就响起一个声音 许总 这要巧 许行书应声回头 看到江赫宇正慢慢朝自己走来 许行书撇了一眼车窗 他的车是单向玻璃 站在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景象 但他还是捏了一把汗 江总 你这是出差回来 江赫宇 是 我前不久听说 许总的公司出了点问题 现在怎么样 有用得着江某人的地方 许总不要客气 许行书笑道 江总也是生意人 做生意吗 有起有落 暂时还过得去 就不劳烦江总挂心了 他的公司在风雨中飘摇了几个月 简直就是摇摇欲坠 完全就是 靠他别的公司和私产在拖着 这段时间 看他笑话的人可不少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江赫宇居然都会来奚落自己 他和他可没有利益冲突 平日更没有私人恩怨 或不对 自己把他的前妻藏了五年多 这应该也算一种挑衅吧 江赫宇仍旧是那副冷若冰霜的语气 说 许总别多想 只是以前音音说 每次去你的商场 结账的时候 店员都不会收钱 钱虽然不多 但难得他每次提起都高兴 我便算欠了你一个人情 你真有需要的地方 可以向我开口 这不是客套话 许行书皱着眉回想了一下 恍然大悟的样子 你不说我都忘了 那是我欠尊夫人的情 是他替我赔了一下午的孩子 想到了谢罢了 那点取悦女孩子的手段 希望没有冒犯到江总 许行书不想与他在这里周旋 况且他知道 车内的花来一定绷紧了神经 好了 我有点赶时间 江总 咱们下次再约时间 坐下来慢慢聊 江赫宇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许行书刚走两步 又站定看向江赫宇 江总 尊夫人离开很多年了 你还把那点小事记在心上 你真是个难得的情深义重的人 江赫宇压根听不出他是讽刺 但一旁的赵领 却是听得真真的 花来和许行书的事 他早就调查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这句话 是许行书想替花来鸣不平 他也知道 花来就坐在一门之隔的车里 和江赫宇的距离 不过一米江赫宇还没作答 许行书又说 不过他都走了这么久了 你该有新的伴侣了 江赫宇 我 他突然有了 和这么男人多聊聊花来的欲望 但话才吐出一个字 旁边过来的车 许许停在许行书的车后面 车窗降下 一句脆生生的姐夫 引得三个人都侧了头 曾经在戴着口罩 在车里向江赫宇挥了挥手 脸上是娇俏可爱的笑 许行书笑了一声 他看了看曾经 坐进去 然后启动汽车出发了 赵宇看着远区的车 一直没有一开目光 江赫宇看向曾经 眉目轻轻皱起 你怎么来了 曾经双手趴在车窗檐 用手臂直着下巴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 我刚好有时间 就来接你了 快上车吧 等一下被人认出来 有点麻烦 曾经现在算是二线明星 虽然很火 但就是差一点点 总是抱不起来 接的大多数角色 都是单纯女主 大家开始有些审美疲劳了 但就是这样 他也还有大批的粉丝 也是万千宅男的梦中女神 江赫宇拉开前车门 坐进副驾驶 赵领却还愣在原地 江赫宇第一次 做起了提醒别人的角色 赵领 处在那里做什么 赵领回过头 立马小跑过来 拉开后排的车门 坐了上去 他这些年 还是不待见曾经 曾经也看得明白 不会主动去招惹他 现在两个人坐在后排 仅仅靠着两边的车门 中间竟多出一条银河来 前面的许行书的车上 花莱现在还有些手脚无力 刚才江赫宇站到外面 冉妮看他的紧张样 一边故意找是 分散秦素枝的注意力 不让他看出去 一边低声给花莱开玩笑 怎么 难不成他要搭个车 花莱轻轻地掐了他一下 闭嘴 平平的脸趴在车窗上 看着舅舅和一个年轻的男人 在说话 他就觉得这个好看的叔叔 好看又熟悉 回忆了半天 惊喜地回头和花莱说 妈妈 是爸 呜呜 才吐出一个字 花莱就迅猛地捂住了他的嘴 秦素枝坐在前排 侧头问 怎么了 花莱 是机场的巴士车 这孩子大惊小怪的 秦素枝有些不满 有话好好说吗 别这么暴力对待孩子 花莱 知道了吗 你给双胞胎发信息 他们回了没有 秦素枝又回过头去 估计在上家教课呢 花莱用眼神警告了一番平平 才慢慢地松开了他的嘴 他有些后悔 把江赫宇的照片拿给女儿看了 这丫头 越长大越古灵精怪 回来指不定给自己闹些什么事出来 平平也看清了形势 他仰头看着妈妈 用极其夸张的口型问他 Why 花莱 闭嘴 不许说话 平平摊了摊双手 像得大人一样叹了口气 又看向窗外 他不知道外面的人看不到自己 只觉得旁边那个不说话的叔叔 一直看着自己这边 他便露出甜甜的笑容 对着赵领挥手 轻轻地说 Hi 江赫宇不经意地 把目光移向这边的时候 他也对着他微笑 Hello 临走的时候 他还对着外面的两个人说 Bye Bye 125坦白 许行书把车开到别墅 双胞胎早就吼在门口多时 看到许行书的车进来 欢笑着跑过去 妹妹回来了 平平奔向妮妮 紧紧地抱住他 姐姐 哥哥 好想你们 比平平高了不少的妮妮 先给众人打了招呼 然后把平平抱了起来 走 姐姐带你去看你的房间 冉妮从车上下来 看着许行书的豪宅 一脸夸张的惊讶 我去 许先生你的房子也太大了吧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有钱啊 有没有兴趣谈个恋爱啊 许行书才不接他的玩笑 他玩耳一笑 来者是客 请自便 花来看着三姐弟的背影 在后面笑着喊 妮妮 他都那么大了你还抱他 让他自己走 自从有了平平以后 他在双胞胎这里 就不怎么吃香了 以前每次见面 俩孩子一左一右 像邪犯人一样夹着他 有了平平 他们眼里就只看得到小丫头了 许行书把行李箱拿下来 交给管家 也笑着说 三姊妹关系好着呢 花来能回来 他其实也是高兴的 这些年 大家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能在同一个地方经常见着 这是好事 他这一路上 从后视镜看了好几次花来 看他脸上没有一丝不自在 他悬着的心慢慢放下 看来 花来是真的有准备好 遇见江鹤雨 等到晚上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和花来独处 两人在书房面面对着面 花来心虚 眼神乱躲 他坐在许行书对面 怎么了 你这一言不发黑着脸的样子 怪让人害怕的 许行书 谁允许你回来的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花来 商量什么呀 不就一份工作吗 东家不做做西家 许行书 你这是简单的一份工作吗 你在那边花了多大的力气 才有今天的成就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以为国内这么好混呢 花来 好混不好混 混了试试呗 他之前想着 如果自己哪天回国 不会娱乐圈演艺圈的话 就开个设计工作室 反正自己挣的钱 足够他这辈子用了 但是许行书的公司出事以后 他没法停下来 他得帮他 他知道这个时候回国 资源肯定会少很多很多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但是他自认为 凭着自己的实力 应该不需要太久 就能在这里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许行书 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许行书 堂堂一个男人 会需要一个女人来帮我吗 你让我把脸往哪里搁 花来多呢 大男子主义要不得 许行书是真的拿花来没办法 他执拗得很 花来认真的看着他 你想想你当初为什么救我 为什么带我出国 你说的 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要做个有价值的人 回报你的付出 我做好准备了 你怎么又扭捏起来的 许行书 那种话你也信 花来 我不信 所以你是好人 你对别人好 别人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回报你 天经地义许行书知道 说不动他 问他 你真的做好留下来的准备了吗 要是又遇到今天的情况 要是你没有刚好已经上了车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你回国的第一个新闻就是 外国当红明星 在中国机场和一男子纠缠不休 花来我准备好了 今天只是个意外 他低头苦笑一声 我的确没有想好 这么快就见面 有一点点被吓到 主要还是我妈在场 我怕我控制不住局面 不过 他抬起头 我会尽快把这件事和他说清楚 江鹤宇那边 我不会主动凑到他面前去 但也不害怕和他面对面 如果这一次 他再要伤害我和我的家人 我绝不会投 他说的坚定 许行书只有妥协 从书房出来 花来又去找了秦素枝 什么 你是说 你结过婚 秦素枝听到这个消息 差点没站稳 你不是在上学吗 怎么会结婚 你为什么结婚 他们家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当时到底发生 逼得你去了外国 这些疑惑 已经困扰秦素枝好几年 他憋得也很难受 现在花来终于肯主动找他说这件事 他当然要问清楚 花来拉着秦素枝的手 从曾启文夫妇出现在医院说起 这一次 他再没有半分隐瞒 妈 当时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那七十万能救你的命 也能救我的命 所以我答应了他们 嫁给了一个瘫痪的男人 听到瘫痪二字 秦素枝又心痛又惊讶 他紧紧地抓着花来的手 眼泪已经滚了出来 花来 妈 那个人 你也认识 他叫江贺雨 什么 贺雨 秦素枝惊讶万分 这个名字 哪怕隔了这么多年 他都不曾忘记 他记得 他那时候经常去疗养院看她 后来他说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 还给了他一张卡 那张卡他没有用过 但一直待在身边 他去外国的时候 还想着没有和他好好告个别 有些遗憾 但是因为花来说 不想被国内的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所以 他跟着断了和国内所有人的联系 谁知道 那个在他眼里热情温和的男人 居然是女儿的丈夫 居然是害得他一家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 秦素枝 不可能 贺雨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会对你做这种事 他记得那时候 江贺雨经常给他讲他和他妻子的事 他看得出 他是真心实意爱着他的妻子的 花来 妈 我知道他去看过你 但这些都是假象 那所疗养院根本就是他的 他有告诉过你吗 我也是把你送进去才知道 还有后来的那个整形项目 也是他在操控 他背着我去见你 只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 给自己塑造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花来紧握着拳头 继续说道 妈 他们家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就是叫我打掉的 那时候我还没发现他的真面目 还想着等他回来 他总会护着我和孩子的 谁知道他知道我怀孕的第一时间 就是叫我去打掉孩子 秦素枝 仍旧不敢相信 他摇着头 不会贺雨不会是这样的人 他既然都为了花来安排好秦素枝的事 连他的老妈都安顿得这样好 怎么可能要他拿掉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他不相信 花来苦笑一声 当初我也不信 以为他真的是考虑我的学业 考虑他的事业 但后来才知道 他早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他看着秦素枝 你可能知道 他说他要出国去治疗 因为我要照顾刚做手术的你 不能带我去 我还很感激他的体贴 后来才知道 他是和他的前女友一起去的 那个女人曾经陷害我 让我差点犯下大错 但江贺雨就责备了他几句 也就不了了之 甚至要让他一直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后来最后一次 我半夜给他打电话 是那个女人接的 花来的眼睛红红的 但没有一滴泪 他的眼泪早就流光了 126张衫 花来 那天他的好朋友 拿着离婚协议来要我签字 而且要我打掉孩子 我舍不得 便伪造了手术单 骗他们我打掉了 离婚的第二天 我想带着你走的 你知道 但是但是他 还是不放过我 派人追杀我 最后我慌乱中掉进湖里 被岸边的许行书就上岸 江家人以为我死了 这才放过了我 秦素芝已经说不出话来 花来 妈 他以为我死了 我才有这几年的安宁 我原本想一直就这么躲下去 但是我又不忍心 你和平平陪着我就这样一辈子 所以我才抓住机会 冒着被他发现的风险 去做演员 好在他没想到我还活着 这些年没找过我 现在行书哥的公司有了困境 我必须回来帮他 所以妈妈 你要做好准备 说不定哪一天 你们就在大街上遇到了 秦素芝抱住花来 花来 这些年苦了你了 但是你又何必瞒着我 我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困难 应该一起面对才是 花来轻轻地拍着秦素芝 妈 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遇上了 不管他说什么 你一定不能相信 他这种人骗起人来 没几个人分辨的了 他娶了我 讨了他爷爷的欢心 在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给我赶尽杀绝 而且当初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帮助他拿到家里的公司以后 也被他踹了 他就是这么无情无义又残忍的人 秦素芝知道 花来这些年过得有多苦 他点点头 妈妈知道了 他当时给了我一张卡 我没用过 下次真见着他 我会还给他的 花来皱起眉 卡 什么卡 秦素芝从自己的包里 翻出一张黑色的卡 递给花来 他当时给我 说应急用 我还奇怪 我们就见过几次面 他就算同情我的遭遇 也没必要给我卡 这卡是他偷偷留下的 后来没找到机会还给他 花来把卡收起来 妈 这卡我会还给他 你以后见着他 不要和他废话 我怕你被他骗 花来又赔了秦素芝好久 直到他情绪平稳了许多 他才出了他的房门 经过大厅的时候 看到阮妮居然在沙发上 见他出来 朝他招了招手 花来有些惊讶 你怎么还没睡 阮妮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时差 来坐 花来眼睛红红的 他坐在阮妮身边 头靠在他肩上 疲倦得很 阮妮轻轻地摸着他的头 给你妈妈说了 花来点了点头 嗯 他很难过 阮妮 那当然了 这么好的女儿 被一个臭男人这么糟蹋 当然难过了 花来朝他怀里拱了拱 都是我不好 阮妮 你已经很棒了 妈妈和女儿都照顾得这么好 别伤心了 下次我再遇见他 我帮你删他 反正他不认识我 花来嘟囔道 他腿脚虽然不好 但有保镖的 很凶 阮妮一本正经地说 那我先打保镖 然后再打他 花来 紧吹牛 那个保镖练的是真功夫 可不是你在片场耍的那些花拳绣腿 阮妮 打不过就想别的办法呀 我这么漂亮 使个美人技不过分吧 花来点点头 那倒是不过也不行 他的保镖对女人不来电 阮妮 喜欢男的 花来 那倒不是 阮妮叹了口气 怎么现在国内的男人 都这么境遇吗 美女已经不吃香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哥这种 看到我却一点兴趣 都没有的男人 花来 不是你的问题 是他们眼瞎呀 两人又胡扯了一阵 阮妮 好了 去睡了 把时差倒过来 就今天在机场这形势来看 你和那个狗男人 再次相遇的机会很大 第二天一早 花来又开始给平平做工作了 花来 平平 昨天在机场看见的那个叔叔 平平搂着他的脖子 很像爸爸 花来 那不是爸爸 平平 你把手机拿出来 翻他的相片来看 我觉得太像了 他和我爸爸一样帅 花来 妈妈今天和你说的话你记住了 你叫许恩 妈妈叫许若兰 舅舅是许行书 他企图让平平记住自己的身份 平平打岔 那爸爸呢 他叫什么 花来 他叫张三 平平可不懂什么张三李四王麻子 他一脸认真的问 叫张三吗 花来忍住笑 说 对 叫张三 他已经死了 以后若再见到那个叔叔 或者是和爸爸长得像的别的叔叔 千万不要去套近乎 不要乱叫 最好招呼也不要打 就当没看见 平平不解的问 为什么啊 我今天都给那个叔叔打招呼了 我说 哈喽 他没理我 花来惊出一身汗 平平今天一天都和自己在一起 他什么时候和江河宇打招面了 花来 什么时候 妈妈去哪里了平平 在车里的时候 舅舅和叔叔在外面讲话 我在车里给他打招呼 他像没看见似的 没回我 不礼貌 花来总算明白 平平说的是什么了 他松了一口气 对 他就是那种没礼貌的人 所以下次不要再给他打招呼了 咱也当没看见他 平平 可是为什么看见别的像爸爸的叔叔 也不能理呢 花来 因为人家家里也有小宝宝 别的小宝宝看到你年他们的爸爸 他们会不高兴的 小孩的妈妈也会不开心 我们不能让别人为难 知道吗 平平似懂非懂 哦 那好吧 127 温泉山庄 平平懂事的样子 让花来心疼 这么好的小丫头 居然没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平平依偎到花来身上 有些闷闷的说 妈妈 我好想爸爸呀 这是花来第一次听到他说想爸爸这样的话 他心里一愣 把女儿搂紧了一些 怎么了 平平 哥哥和姐姐都有爸爸 我好羡慕 花来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孩子 这种经历和感受 他太明白了 自己是经历过的 平平仰头看着他 我能不能也叫舅舅爸爸 花来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知道女儿要的不是爸爸这个称谓 而是想有一个爸爸这样的人 疼他爱他 花来甚至想过 要是江赫与当初不那么赶尽杀绝 可能自己看在他如今如此痴情的份上 会回心转意 主动去找他 但是 不可能的 不是他 自己不可能死 他的痴情 只是背负人民的愧疚而已 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没有人会想到 一直活跃在外国的两个女明星 会出现在一国的S时 花来戴着阮妮 戴着帽子口罩 先把他们计划 并期待已久的美食都吃了个遍 又痛痛快快地 把附近的景点都逛了个彻底 后来一起去了郊外的一个温泉山庄 花来回来的第二天 国内公司的人就找他对接过 知道阮妮是过来玩 特意给他们推荐了这个山庄 说是环境好 服务好 而且十分重要的是 私密性也非常好 但这个山庄是会员制的 一般人进去不了 花来原本是没计划好 是否要和公司续约的 所以拿人手短的是 他原本没打算做 但阮妮没考虑这么多 听到能泡温泉 开心的不得了 一把就接过公司 头牌经纪人递过来的会员卡 谢谢开哥 花来看阮妮开心 自己便不好再说什么 况且职场的事 也不是一张会员卡 就能改变什么的 只要自己脸皮够厚 敏开给两人安排了一个临时助理 现在正开车 带着他们在林英道上面飞驰 频频趴在车窗 看着外面的风景 也跟着兴奋拍手 可能是精英的关系 回到国内 他对这边的美食称赞不已 对接下来未知的一切都充满期待 山庄在半山上 离主城有30公里左右 助理向童一边开车 一边给他们介绍山庄的情况 这里需要预约 一天接待不超过10人 里面有各种药育 还可以根据客人的需求 提前准备餐食阮妮 那我们突然来 岂不是连门都进不去 向童 开哥已经提前给两位姐姐安排好了 你们只管完 想在这里过夜也行 里面有住处 阮妮笑道 开哥还挺周到的 向童抓着机会说敏开的好话 他说 你们这几天肯定累了 泡泡温泉 可以放松一下 阮妮 那倒是 这几天逛的我脚心都痛 向童 里面有按摩师 推拿什么的都行 妮姐到时候可以按一按 松一下筋骨 阮妮叹了一口气 我都不想回去了 国内好吃的好玩的 也太多了吧 向童适时的开玩笑道 那妮姐也留下来啊 开哥可期待的很啊 阮妮故意朝着 她的被瞪了一眼 休息的时候 别和我聊工作 向童点点头 伸手比了一个OK的手势 闭了嘴 车开到山庄大门 早有服务生恭候在哪里 引他们去停好车 车位旁边还停了一辆车 价值不菲 看来今天已经有客人在里面了 向童随服务生去登记 阮妮他们 随另外的人去他们的房间 一路上除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的确没看到什么客人 两个一直勾着头的女人 这才慢慢大胆地抬起了头 为了把吻 阮妮问服务生 今天有几拨客人啊 服务生 就您三位 阮妮 还会有人来吗 服务生 我们这里都需要提前三天预定 今天没有别的客人了 阮妮朝花来得意地使了个眼色 两人立马昂首挺胸起来 不遮不掩抬头走路的感觉 真是太美妙了 他们不怕服务生认出自己 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 客人的任何信息 他们都是不敢透露一个字的 两个人的房间是挨着的 各自换了衣服出来 蹦跆着去温泉 这里的温泉大多数都是天然的 只后期加工了一下环境 花来 你先泡哪个 阮妮 先来一个输精火血的 可累死我了 他们看着只是排 朝一个池子过去 阮妮和花来脱下浴袍 两人坐在温泉的石阶上 温热的水包裹住他们的全身 舒服的他们同时叹了一口气 这些天出门 玩的是畅快 但自己包裹的也延时 能像现在这样赤裸裸地放松 真的有说不出的自在 萍萍还小 花来不让她泡药浴 只让她在旁边的普通池子里自己玩 她倒不担心什么 这里为了提升客人的消费体验 有专人看护着小孩 萍萍撅着嘴去了旁边的池子 把温泉当成游泳池 游了起来 旁边的工作人员是个大姐姐 她穿着特制的工作服 在池子里陪她稀乐 渴了地饮料 饿了喂美食 把她照顾得非常好 萍妮把头枕在池子边沿 两只脚轻轻地扑腿着水花 闭着眼和花来闲聊 我下周得回去了 花来 这么急啊 萍妮 有个通告 提前就预约了的 不敢缺席啊 她叹了口气 做他们这行 哪怕已经到她如今的地位 只要工作态度不好一些 就有别有用心的人说 他们耍大牌 毕竟万千双眼睛盯着他们 有人为他们欢呼 也有人总是找机会 想把他们拉下神坛 一脚没踩好 可能就要跌入深渊 再也翻不了深 花来 得空了 过来看看你女儿 萍妮笑道 想是很想的 但是你也知道 公司恨不得在我们有价值的时候 把我们浑身都炸干净 我这次是把全年的价修了的 也怪自己 当初一下子签了十年 花来没什么好说的 公司是捧他们 但也是要他们利益回报的 萍妮当初出入行什么都不懂 公司愿意签她 她比谁都高兴 十年的合同 对她来说就是一个铁饭碗啊 她比任何人都高兴 但她也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能红成这样 后来就成了一种束缚 她真要毁约 也不是不行 虽然违约费多到让她肉痛 但是 公司把她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自己真要支付违约费离开 心里也会有愧疚的 128亲切感 花来 明年就到期了 快了 到时候去新的公司 条件有你开 不是有好多都来找你谈了吗 萍妮叹了一声气 牵狗屁公司 我是不想再干了 这一行吧 的确是 有钱有名声有掌声 但是付出的代价你也知道 走哪里都偷偷摸摸 哪怕心情不好 也得对着镜头微笑 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 想到要上新闻 还得先化个妆 恋爱也不让谈真挺累的 花来 不想干就别干了 别委屈自己 你的钱也够你这辈子花的 萍妮说的那些 她全都有体会 做了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 都有人看着 当初公司是不同意 她公开自己有女儿这件事的 花来力争 说不想欺骗大众 与其让大家以后知道真相后 对她的人品失望 不如现在如实上报 公司当时为了签下她 也就答应了 后面还配合她 想为她塑造了 单亲妈妈的人设 被花来拒绝了 结婚生子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不值得被拿出来单独说 她是新人 没什么名声 公司也想培养几个 与重不容的人设一人 也就由她了 还好她参与的拍摄 没有出过什么纰漏 演技一直在稳步提升 知名度越来越高 忠实粉丝 对她单亲妈妈的身份 更多了一分敬佩 她这一路 算得上是顺风顺水了 两个女人在水里闲聊 萍萍自己玩着无趣 便爬上池子 牵着服务生姐姐的手 对花来说 妈妈 我和姐姐去吃东西了 花来朝她挥挥手 别给姐姐添望 萍萍 知道了 大姐姐带她换好衣服 牵着她去了餐厅 萍萍看到 大厅正好有一株客人在用餐 是一个中年男人 她又看了一眼 发现是那天在机场见过的 很像爸爸的叔叔 大姐姐也看到江赫宇 微微躬身打招呼 江总 江赫宇点头 看到她手里的小孩 随口问了一句客户的 大姐姐说 是的 家长还在里面 江赫宇只看了萍萍一眼 就有点一不开目光 这小丫头 看着五六岁的样子 乖巧可爱 一双大眼睛 此刻也正大胆地看着她 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在 差不多也这么高了吧 话来那么可爱 他们的孩子 一定也像这个一样 水灵灵的 她看着萍萍 心里涌上一股难言的亲切感 她难得对着孩子笑了一笑 旁边的工作人员 都惊讶不已 江赫宇一年难得来几次这里 但看到她笑 还真的是第一次 萍萍主动走过去 叔叔 你一个人吗 妈妈说了 看到长得像爸爸的叔叔 不能打招呼 不能打扰 但是她忍不住 这个男人太符合 她对爸爸的幻想了 长得英俊挺拔 身体看起来很有力 如果抱着自己举高高 那感觉一定很棒 江赫宇尽量让自己 看起来不那么凶 她答道 是的 你呢 和谁一起来的 萍萍 和妈妈们来的 江赫宇皱起眉 妈妈们 你有几个妈妈 萍萍认真地说 两个呀 你呢 江赫宇 我只有一个 那你能不能告诉叔叔 你怎么有两个妈妈呢 萍萍 就像哥哥姐姐没有妈妈一样 我就是有两个妈妈 江赫宇恍然 这小丫头的妈妈们 该不是是同性恋吧 两个同性恋人 领养一个孩子 倒是很正常的事 这方面的隐私 她不便在打探 便轻轻地拍了拍桌子 来一起坐吗 你想吃什么 萍萍有些犹豫 她扭头看了看餐厅入口 不知道妈妈会不会突然来 但是她好想和叔叔多待一会儿 她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往前走了过去 江赫宇也站起来 弯腰把她抱到对面的餐椅上 那椅子并不高 萍萍完全是能上去的 但江赫宇就是想抱一抱她 谢谢叔叔 江赫宇又坐回去 真有礼貌 她给萍萍叫了一份儿童套餐 萍萍看到江赫宇放在一旁的手上 问 叔叔 你的腿怎么了 江赫宇笑笑 以前出了车祸 腿受了伤 萍萍一脸心疼 那没有人照顾你吗 江赫宇 以前有的 现在没有了 萍萍想到花来说过 如果自己和叔叔说话 他的宝宝和宝宝妈妈知道了 就会不开心的 为了保险起见 他问 叔叔 你有小孩子吗 江赫宇陈吟回复 有的 那个孩子永远都在他的心里 萍萍肉眼可见的失落 又问 那你有老婆吗 江赫宇点点头 有的 却再也看不见了 萍萍闭上了嘴 兴致缺缺的开始吃自己的东西 自己不能和叔叔说太多话了 他的家人知道了 会不开心 江赫宇不明白 刚才还凌厉的小丫头 怎么突然就沉默了 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 看起来不太开心 萍萍 妈妈说了 不能和有宝宝的叔叔讲话 江赫宇 哦 可是不讲话 怎么知道叔叔有没有宝宝呢 萍萍摇了摇头 遵循少交流的原则江赫宇 看他真不愿说话 也不再逗他 就静静地看着他 萍萍像的大人一样叹了口气 最终忍不住说 其实那天我见过叔叔的 江赫宇皱起眉头 努力回想 这么可爱的小孩 他要是见过 一定有印象的 但是他的确想不起 在哪里见过他 什么时候 在哪里呢 那天下飞机在机场 舅舅在和叔叔讲话 我在车里看见你了 我还和你打招呼 叔叔没有理我 江赫宇 你舅舅 叫什么名字 萍萍 许行说啊 江赫宇恍然大悟 原来你是他的外甥女 不过那天你在车里 叔叔确实没有看到你 叔叔别你说 对不起 你别生气 萍萍 我没有生气 江赫宇 那咱们真是有缘分 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见面呢 下次可以再见面 萍萍当然开心 可是不能说话 赵领从外面进来 看到萍萍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住了 花来的女儿 怎么会和江赫宇在一起 129太可爱了 江赫宇撇到赵领 看他一脸震惊 脸色还有些发白 问道 你怎么了 赵领在他面前 可从来没有过情绪波澜 赵领回过神 佯装镇定地过来 就是惊讶 好久没看到你笑了 他最开始认识江赫宇的时候 他不仅不会笑 还脾气火爆 花来来了一段时间以后 江赫宇的脸上 才常带着笑容 他走的时候 把他的笑也带走了 现在六年了 江赫宇没发现自己笑了 他说 是吗 赵领过来坐到萍萍旁边 萍萍仰头给他打招呼 叔叔好 赵领也笑着温柔地回道 小丫头好 真有礼貌 妈妈呢 萍萍 在里面泡澡呢 赵领心里一惊 看来花来真的来了 不过看江赫宇这平静的样子 显然是没发现花来的 江赫宇 你还说我 你看到这小丫头也跟着笑 我可没见你这么温柔过 赵领干咳了一声 这谁家的孩子 大人呢 你见过吗 江赫宇 客人的 倒还没见来 你说巧不巧 这是许行书的外甥女 赵领故作一脸惊讶 许总的 那许总也来了 江赫宇 她没有 丫头她妈妈带她来的 赵领 哦 赵领猜想 花来是不知道 这是江赫宇产业 也不知道江赫宇会来 所以才带着孩子来了这里 她应该是不想见到江赫宇的 毕竟那天在机场 她看到自己的时候 下意识地躲在染泥身侧 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赵领 什么时候回去 不是晚上还有个视频会议吗 她想赶紧把江赫宇带走 江赫宇却不想走了 她拿起餐巾 替萍萍擦了嘴角的菜 视频会议 急什么 这里开也是一样的 赵领 山里信号不太稳定 江赫宇爱怜地看着萍萍 那也还早 赵领算是看出来了 江赫宇磨磨蹭蹭的 就是不想走 她要是不走 花来迟早要从池子过来找萍萍的 赵领 按摩室准备好了 你先去按一下 你不说 你腿又开始痛了吗 江赫宇竟然是有些腿痛 当时康复的时候 她太心急 能站起来 以后就扔掉了轮椅 拄着拐一遍遍的练 后来偶尔 她会出现腿痛的情况 每次都要针灸推拿好几天才能缓解 江赫宇 等她家长来了 把她交给家长再去 应该快了 赵领怕的就是这个 但是她想不到什么办法 把她支走 萍萍抬头看向江赫宇 叔叔 你的腿痛的话 要好好治疗的 我一个人在这里没关系 你快去吧 她的懂事 让江赫宇更加的不舍 她甚至动了一种 自己也去领养一个小孩的念头 她需要陪伴 但再也没有 哪个人能走进她的心 领养小孩 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 江赫宇 叔叔不放心 这里宽 你跑丢了 叔叔也有责任 赵领 大少爷 你去按吧 那边都准备好了 我在这里守着她 不会出错的 江赫宇这才站起来 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萍萍 那叔叔先过去了 下次有机会在一起聊天 萍萍挥着自己的手 叔叔再见 看江赫宇走远 赵领低声问萍萍 你妈呢 来多久了 萍萍 有一会儿了 应该快要来了 叔叔要是忙 可以不用管我的 赵领 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萍萍 不知道 妈妈没说 不过开车的叔叔说 今晚可以住在这里 赵领 这里没什么好玩的 叫你妈早点带你回去 萍萍想不通 刚才还温和的叔叔 现在怎么突然有些凶起来 他有些不开心了 却保持着礼貌 叔叔你去忙吧 我吃了饭就去找妈妈 赵领皱着没在考虑 让江赫宇和花莱早点离开 哪一个更容易一些 赵领催促道 那你快吃 萍萍更加不高兴了 这个叔叔的态度转变 也太明显了 他不想和他多说 埋头吃东西 吃完自己下了桌 叔叔我吃好了 再见 赵领 叫你妈妈早点带你回去 这里的夜晚恐怖得很 外面有大怪兽 赵领编织着拙劣的谎言 萍萍白了他一样 那些动画片里的都是假的 叔叔 你少看一些没用的 说着叹了口气 摇着头走了 活脱脱一个大人样 赵领望着那小小的背影 无言以对 他看着萍萍刚跨过门口 就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 疼了会哭 是小孩子的本能 就开始哇哇大哭 赵领连忙跑过去 把他抱起来 心疼地翻看他的手 不哭不哭 摔到哪里了 叔叔吹吹啊 一个服务生跑过来 手里拿着抹布 他现在一脸惊恐地 看着赵领和萍萍 连忙弯腰道歉 对不起赵先生 这里刚才撒了点水 我拿抹布去了 赵领瞪了他一眼 这种事 最好不要发生第二次 要江总知道了 你就不用在这里干了 服务生 是是是 马上收拾 赵领刚把孩子抱起来 萍妮就走过来 听见萍萍在哭 他急不过来 从赵领身上 把萍萍抠下来 抱在怀里怎么了宝宝 怎么哭起来了 萍萍平日懂事 很少会哭的 萍萍泪眼婆娑 妈咪 疼呜呜 赵领看到萍妮 本能地想避开 却被萍妮一把揪住 质问道 你把孩子怎么样了 这么大的人了 欺负一个小孩子 害不害臊 赵领皱起眉 不是我 萍萍只顾着哭 分不了心 替赵领辩解 是我不小心洒了水 才害小朋友跌倒的 和赵先生无关 萍妮闹了个尴尬 想找两句话 缓解一下气氛 突然发现 这帅哥 就是那天机场看到的 花来的前夫的保镖 他眼珠一转 心想 反正这人不认识自己 自己正好 替花来出出气 打自己肯定是打不过的 不过撒泼嘛 他料想 这男人不是自己的对手 不是你弄哭的 你管什么管 萍萍这么乖的小孩子 上次被刀切到手指 都没有哭 摔一下怎么会哭 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他声音不小 存心给赵琳找难堪 赵琳却听得心惊肉跳 生怕这动静 把老板引出来了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连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不好 你消消气 我带你去休息室好不好 让服务生先把这里清理一下 免得待会又摔倒别人 赵琳这辈子 估计没这么低三下四道过千 而且还完全是在 自己没有犯错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 他只想赶紧把这 过躁的女人带到包厢里 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男人从第一次见面 他就觉得他冷冽无比 根本不像保镖 完全就是杀手 可是现在这软兮兮的样子 是在做什么 在弯腰给自己道歉 他脑海里蹦出三个字 反差萌 这也太可爱了吧 130 我是你的粉丝 他忍着上去揪揪赵琳的脸的冲动 继续冷声道 去休息室 你一个大男人 要带女人去休息室 什么巨星 臭流氓 他开始是想给赵琳找难堪的 现在是想逗一逗这个冷面杀手 反正这种人 一看就不会关注娱乐新闻 肯定不会认识自己 赵琳果然急了 阮妮的信息 他之前当然调查过 知道这人不好惹 时而温婉 时而泼辣 主要看对象 他小声说 真的对不起 咱们去旁边慢慢说 别吓着萍萍 萍萍止住哭声 问 你怎么知道 我叫萍萍 赵琳 好像萍萍刚才 是没有给他说过自己的名字 他应付不了阮妮 但糊弄一个孩子 还是能做到的 他语气十分坚定地说 刚才那个叔叔 叫你萍萍了 萍萍有些不确定了 有吗 赵琳 当然有了 阮妮促起眉 什么叔叔 你们两个怪叔叔 对小女孩做什么了 赵琳看自己一句话 又把阮妮激起来了 他害怕待会儿哗来就来了 现在只想赶紧稳住阮妮 他脱口而出 我认识你 这下轮到阮妮惊讶了 他傻乎乎地 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声音小了许多 你认识我 赵琳看这招有用 便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我是你的粉丝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对孩子 做任何不好的事 阮妮心里更惊讶 这小子是自己的粉丝 这直接拉高了 自己粉丝群体的颜值 阮妮怕这小子糊弄他 毕竟这男人怎么看 也不像是追星的样子 而且刚才见着自己怡 好像是有一点点慌乱 你说你是我粉丝 那你说说 我都有些什么作品 赵琳心里冷笑 女人啊女人 果然多爱惜名声羽毛 听自己是他粉丝 火焰瞬间就小了许多了 他认真地说 今年你出了两首单曲 上了一部电影 两部电视剧 还有五个综艺 拿了一个汽车 和一个国际化妆品的代言 你唱的那首 我在等你 我经常单曲循环 那天在机场看到花来 同时他也看到了同行的阮妮 自然又把阮妮的动态 关注了一遍 现在正好拍上大用场了 阮妮看他数的一分不差 而且能数到这份上 显然不只是路人粉这么简单了 他心里美得不得了 立马就淑女了起来 温柔地笑着说 我是不是该给你签个名啊 我现在是私人行程 没有公布 不方便拍照 赵领说 不用了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那些虚无都我不看重 你 在我心中 说着 他还用手捶了 捶自己心脏的位置 一本正经 就这几分钟 他的演技 已经达到了可以出道的水平 萍萍这时候 也安静了下来 主动澄清说 妈咪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和叔叔没有关系 叔叔是好人 他把我抱起来 哄我来着 这小丫头 虽然之前不喜欢赵领的变脸 但恩怨分明 萍妮替她擦干脸颊的泪珠 道 妈咪知道了 是妈咪错怪叔叔了 她为了维持自己完美的偶像形象 还给赵领道歉 对不起 刚才我太着急了 错怪你了 赵领暗松了一口气 没事 我刚才看到 你太激动了 没有解释清楚 萍小姐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今天能遇见你很高兴 做戏要做足 萍妮优雅地挥了挥手 再见 赵领刚转身 萍妮突然想到什么 叫道 你等一下 赵领又摆好笑脸转回来 萍小姐 萍妮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听服务生说 今天这里没有别的客人 赵领 哦 这是我老板的产业 他今天过来做推纳 算不上客人 萍妮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你老板 赵领 对啊 我老板叫江贺玉 江总的腿不太好 每年都要来这边还好几趟 这个温泉当初就是 专门为了他的腿盘下来的 他猜想 就凭花莱和萍妮的关系 萍妮一定知道 江贺玉这个名字 知道江贺玉在这里 他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了 萍妮果然神色乱了一些 哦 这样再见 看到赵领走了 他连忙抱着萍萍去找花莱 花莱正好从卫生间出来 看到他一脸惊慌 问道 怎么了 又遇到粉丝了 萍妮拉着他就进了房间 快换衣服 花莱一头雾水 到底怎么了 萍妮看了一眼萍萍 说 那谁今天在这里 萍妮从来不是打雅谜的人 所以花莱静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那谁是谁啊 萍妮当着他的面 就把玉袍脱了 拿着自己的裙子 往身上套 那谁 那瘸子男人 花莱总算明白了 是江贺玉 他有些不相信 居然会这妖巧 花莱 他怎么会在这里 萍妮白了他一眼 你这么好奇 你亲自去问他 据说在楼上按摩 花莱 啊 啊 他苦着一张脸 也开始解玉袍 萍妮 真是的 还以为泡了上来 能好好按摩放松 再吃一顿美地 竟然被这个瘸子搞没了 花莱 对不起啊 我明天带你去别的地方 萍妮 哎呀 我又不是怪你 我就是说 这男人阴魂不散 说着 他惊恐地看着花莱 他该不会早就发现你了吧 跟着你来的 花莱 别扯了 他们的车 先到 萍妮点点头 到 不过他身边那小子 居然是我的粉丝 花莱比听到 江贺宇在这里 还惊讶 什么 他是你的粉丝 萍妮 对啊 我开始也不信 但他把我今年的那些工作内容 说了个七七八八 不是铁粉不可能知道的 而且他看到我 明显有些紧张 完全就是粉丝看到偶像的样子 我见过太多了 假不了的 花莱觉得 事情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他想起那天在机场 明明江贺宇他们走得好好的 他和赵领一个对视以后 江贺宇就换了一条道 而且赵领这样的男人 连笑都是奢侈的 怎么可能追女星 要追也是 追李小龙那种 而且 就算他真的追萍妮 那他既然都关注冉妮了 不可能没见过和冉妮 形影不离的自己 自己出道也好几年了 他不信他一次都没看到过 他见过自己 还这么淡定 花莱的心里打起了鼓 花莱停下手里的动作 有气无力地说 赵领早就认出你了 一百三十一 你在放什么狗屁 冉妮 当然认出我了 他还说 他在单曲循环 我的哥呢 花莱看着冉妮 说 我是说 他认出你是我的朋友了 冉妮转身看他 你的意思是 他知道 你还在 花莱点点头 我猜是的 他刚才和你说什么了 冉妮回忆了一下 说 当时他抱着平平 我看是他 原本想刁难他一下 替你出口恶气的 故意大吵大闹给他难堪 他好像挺害怕的样子 一直给我说对不起 一副想尽快稀释您人的样子 花莱 他怕我出来 也怕那个人出来碰上 冉妮 你这么说 好像是的 花莱 赶紧走吧 我还不想遇上他 冉妮担忧地看着花莱 要不和他面对面 摊排算了 你这样总躲着他 也不是一回事 这么多年了 把事情说清楚 以后大家井水 不犯河水 花莱 我不想躲他 但是现在 不是见面的时候 而且如果 真的能说清楚 赵领就不会费这番苦心了 现在不是见面的时候 更何况 平平还在这里 花莱不能让孩子 见到大人之间的丑陋 三人换好衣服 退了房就走 平平一路上闷闷不乐 花莱 自己从差点碰上 江河雨的惊吓中 慢慢沉下心 才发现了女儿的异样 怎么了 是不是没完尽兴 妈妈 明天带你去新的地方 玩好不好 平平撅着小嘴 妈妈 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叔叔 花莱和冉妮对视一眼 哪个叔叔 平平 就是那天在机场看到的 拿着手杖的那个叔叔 他是舅舅的朋友 他其实一点都不讨厌 刚才花莱和冉妮的话 他听了全程 虽然不理解大人们在说什么 但他能感受到 妈妈在躲着那个叔叔 花莱提起一口气 你又和他碰面了 平平垂下头默认 花莱 你们说话了 说了什么 平平 没说什么 他说他有宝宝 我就没有和他说了 妈妈说的 不要和有宝宝的叔叔说话 花莱 他哪来的宝宝 许新书偶尔向他 同步江河宇的信息 可从没说过他结婚 或者生子的事 平平 我没问 花莱 那他有没有表现的异常 就是 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平平婴儿的时候 和江河宇小时候的照片是像的 但长大以后 就不怎么明显了 毕竟是女孩子 但是花莱还是担心 他认出他来 平平努力回想 没什么特别的 说话很温柔 他天生惹人爱 见着他的生人 对他都挺好 所以 他真没觉得江河宇有何异常 更何况 他又不知道 今天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笑 话来声音重了一些 妈妈那天给你说的话 你忘记了 不是告诉你了 不要靠近陌生叔叔吗 尤其是和长得像的 平平的眼泪 啪哒地掉下来 滴到手背上 他委屈得不得了 我就是想爸爸 那个叔叔抱我的时候 我觉得像是爸爸一样 我没有被爸爸抱过 呜呜 平平也想要爸爸 阮妮看看孩子哭得好可怜 连忙把他抱进怀里哄 好了好了 下次妈妈 给你找个爸爸呀 不哭不哭 我家平儿最乖了 说着 抬头瞪了花莱一眼 你和孩子急什么 你能不能带 不能带我就带回去我带 花莱摊在座椅上 他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可怜的平平 或许这就是血缘吧 所以女儿 才会被江河 与一次又一次的吸引 江河宇推拿完 急急地出来 到处没看到平平的影子 心里有些不舒服 这一个半小时 他心里一直记挂着这小丫头 看了一圈没找到人 他心里苦笑 自己今天是得了什么魔障 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给吸引住了 看到赵领 他又忍不住问那小女孩呢 赵领 好像和家人下山了 他吃了饭离开餐厅 我就没看到人 江河宇心里失落 回去吧 等一下还有会议 赵领算着时间 花莱他们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到市区了 他便道 好的 我去准备 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 他们经常都是这样 快到家时 江河宇忍不住说 没听说许行书有个妹妹 没想到外甥女 居然都这么大了 赵领 我去查查 江河宇 算了 没什么好查的 可能是因为 那个女人是同性恋 所以没有以许家的身份露面吧 江河宇 许行书的生意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久还没爬起来 许家实力不小 没道理这么容易跨的 这些赵领 自然早就调查得清清楚楚了 但是面对江河宇 他说 不太清楚 只听在传 有个重要的高层不见了 许行书一直在暗中找人 江河宇 高层 那就可大可小了 我还当真 只是资金链锻炼 赵领 大少爷怎么对许家感兴趣起来了 难道你真想帮他 江河宇 今天和他的外甥女挺投缘的 随便问问罢了 至于帮不帮 就看他开不开口 赵领 许行书这个人 不会轻易开口求人的 江河宇看着他的背 哦 你还了解他 赵领镇定自若 谈不上 毕竟又没接触过 不过是听别人在说 他卖了好几家小公司 全都用来支撑这一头了 他若真要求人 也不必等到今天 要逆风翻盘 这种艰难江河宇最明白 他当初接管江市 这个烂摊子的时候 也有不少老板想要帮忙 但帮过之后 想要的回报也不会低 江河宇硬是咬牙自己扛过来了 连董家的资助都没有 他们这个年纪的男人 都是有几分傲骨在的 江河宇没再问 赵领也闭了嘴 回到南湖别墅 发现岑静居然在 赵领看到这个女人的车的一瞬间 眉头就皱了起来 花莱回来了 他便更讨厌岑静了 江河宇也皱着眉 最近岑静往他这里跑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赵领也遇到 其实岑静和少奶奶长得挺像的 他对你也有那个意思 你也把他留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不干脆娶了他 他这话说得酸溜溜的 让江河宇的眉头皱得更深 江河宇看着他冷冷地说 你在放什么狗屁 132警告 岑静当起了田螺姑娘 江河宇进门的时候 一阵食物的香气从厨房飘过来 江河宇刚进门 岑静就从厨房跑出来 他系着围裙 手上拿着锅铲 一脸雀跃 姐夫 你回来了 赵领哥 江河宇冷冷地说 你怎么来了 岑静 我听周云哥说 你今天在家办公 我正好没事 就过来帮你做顿饭 江河宇往自己的房间走 我吃过了 你自己吃吧 赵领撸起袖子过来 我没吃 谢谢岑小姐 说着一点都不客气 自己拿着碗筷 把已经摆上桌的菜夹起 就开始吃岑静的脸有些臭了 江河宇已经见惯了赵领给岑静 各种找不愉快 所以也见怪不怪了 岑静样样地摘了围裙 赵领还说 厨房没有了吗 岑静 你一个人吃 这些够了吧 赵领点点头 也是 不过你不吃一点 岑静 我不饿 减肥 他不甘心 特意跑来一趟 只看了一个背影 又去 冲了一杯咖啡 扮上后 身着家居服的江河宇 才从里面把门打开 面无表情 做什么 他应该是刚洗过澡 发烧有些湿湿的 交叉式的家居服 让他小片胸膛裸露 岑静只看了一眼 就微红了脸 他微微侧了侧身体 姐夫 你今晚要加班 我给你泡了一杯咖啡提神 江河宇没接 他绕过他往外走 你泡的我喝不惯 你自己喝吧 岑静跟在身后 这杯我没放糖 江河宇 我喜欢甜的 岑静顿住了脚 上次他泡了一杯加糖的 江河宇说 自己喜欢无糖 他当然看得出 江河宇处处避着自己 但是他有信心 总有一天 江河宇会是他的 毕竟这些年 能出现在他身边的女人 只有自己一个 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他又端起笑脸跟上去 姐夫 我听蕊姐说 公司要签一批新人 江河宇打断道 你听他说 就去问他 岑静 我是说 我有个学妹 想来咱们公司 他有一点底子 江河宇 这种事你 直接给丰瑞说就行 不用告诉我 签人的是我不管 他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搅动着勺子 就回自己房间 岑静 那个学妹 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想托我说说 江河宇总不给他 把话说完的机会 我和你的关系 什么关系 岑静 就你是我的姐夫 江河宇 就你现在在公司的地位 你要开口签个练习生 丰瑞还会不给你这个面子 他镜子进了自己房间 帮我把门关上 不要打扰我 他明确说过 没有允许 任何人不能进出他的房间 岑静儿站在门口 好的 那我给瑞姐说了 姐夫 我不打扰你了 他端着不那么烫的咖啡 坐到大厅的沙发上 自己慢慢品 赵领吃过饭 自己收拾了碗筷 出来看江河宇房门紧闭 岑静儿却没走 便问 岑小姐 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岑静儿 谢谢赵领哥 助理等一下就会来接我 还等一下 那赵领便也坐了下来 他得等这个女人走了以后才离开 两人没什么可聊的 但赵领守着他 自己端着咖啡杯从房间出来 看到这静坐的二人的时候 竟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不知道赵领为什么 对岑静儿这么大的敌意 这么多年了 他就是不待见他 岑静儿看着江河宇出来 站起来道 姐夫 江河宇没做任何停顿 还不回去 岑静儿 助理在路上了江河宇 没事别到我这里来 没看新闻吗 有媒体开始乱写了 岑静儿 随他们写 反正我和姐夫清清白白 我就是看你一个人 放心不下 偶尔过来看看 赵领无声地勾了勾唇脚 一脸的鄙怡 江河宇续杯回来 女孩子 要爱惜自己的名声 岑静儿 每天的流言蜚语那么多 我做得再好 都会有人瞎说的 江河宇没理他了 只留下关门的声音 又静坐了十来分钟 岑静儿的助理才来了 岑静儿去敲了敲江河宇的门 然后自己推开 姐夫 我回去了 改天再来看你 江河宇头也没开 只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然后朝外挥了挥手 示意他离开 他现在正在开视频会议 岑静儿失望地掩了门 给赵领说了再见才走了 江河宇开完会出来 看赵领还在 与其和刚才问岑静儿一模一样 还不回去 赵领 开完了 江河接了一杯水过来坐下 有什么事就说 赵领 你为什么允许他在这里自由进出 你知道他对你有意思 江河宇 我对他没意思 赵领 你要真对他没意思 就该和他说清楚 江河宇 我说什么 他没说过他喜欢 难道我要去问他 是不是喜欢我 然后我拒绝 是吗 赵领冷哼了一声 男人的臭毛病 江河宇 你这个恋爱都没谈过的男人 懂什么 赵领不懈道 谈恋爱有什么好的 女人麻烦死了 江河宇 那是你没谈过 他永远记得花来带给他的愉悦 那是他这辈子最快乐 最难忘的时光 那种甜蜜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你 赵领 我希望你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不要再来你家 你 最好也把密码换掉 不然你早晚得后悔 江河宇 你倒警告起我来了 赵领站起来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你别不当回事 他拿起自己的外套往外走 厨房热着饭菜 自己去吃 江河宇看着他的背影 难得地笑道 我觉得 你小子是不是喜欢我 吃醋了 赵领 一点也不好笑 江河宇开了两个小时的会 的确有些饿了 吃饭的时候 难免想起上午遇到的小丫头 嘴角又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 如果有机会 他真想再见见她 133 前夫散老几 二次偶遇江河宇 让花莱难免想起以前的事 他对江家唯一的愧疚 是自己的离婚 让江中国没了命 江中国也是江家唯一一个念了他好的人 他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也没能参加他的葬礼 花莱在床上辗转反侧 决定第二天去看看他 这次 他独自一人开着车去了墓园 江中国的目的不是什么秘密 以前新闻报道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到了墓园 他问到了具体位置 然后抱着一束白橘步行上山 现在不是什么节日 幽静的墓园 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在祭奠 花莱戴着黑色的宽颜帽子 一步一步地往江中国的墓园走 或许是环境使然 他觉得心里多了几分悲伤 墓园上的江中国是笑着的 仿佛看着花来一般 花莱把花放下 叫了一声爷爷 爷爷 是我对不起您 害您现在躺在这里 我这些年过得挺好的 妈妈健康 您的曾孙女也活泼可爱 下次我带她来看你 他对着墓园说了许多话 说当年对江赫宇的失望 说自己的无处可逃 说自己的重获新生 直到天空飘起了小雨 他叹了口气 这一细话 让他的心里好受了许多 爷爷 我该走了 下次再来看你 他站起来 朝着墓碑深深居了一躬 走过两个墓碑 他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旁边的墓碑 大多都是姓姜的 花莱又驻足好了好几个 最后居然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爱妻曾殷殷之墓 挨着的还有一块空墓顶 他想得到 那是江赫宇留给自己的 花莱双腿发软 差点跌倒在地 六年前的照片 自己笑得那么勉强声色 他扑过去 擦掉照片上的雨露 岑音音 岑音音岑音音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秦花莱 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墓碑 更触动人心的了 花莱完全忽略了外界 坐在自己的墓碑面前 思绪万千 他不会忘记 自己是怎么死的 雨水顺着头发 往他脸上滴下来 他浑身冰冷的发抖 花莱咬着牙齿 表情坚定 这一刻他决定 娱乐圈这条路 自己必须得继续走 不仅是为了许行书 就是为了曾经的 自己受的那些委屈 他也必须要强大起来 雨渐渐大起来 花莱的双腿 冷得有些麻木 地上又湿滑 他刚站起来 膝盖一软 竟然真的跌倒下去 死 他捧着腿卷起裤腿 发现膝盖已经破了皮 再渗血珠 痛 他坐在原地缓了半天 然后才一瘸一拐地要走 走了两步又倒回来 从江中国的墓前 拿了一只白菊 爷爷 我拿一只花送给自己 您不会生气吧 他把白菊放到自己墓前 然后下了山 布料磨着伤口有些疼 他坐进车里 索性把裤腿卷了起来 开车下山 刚下雨 路面滑 花莱心里 隐隐有些不安 他当年开车出的事 后来许行书 带他看了好久的心理医生 他才从噩梦里走出来 因为工作需要 后来不得不重新学会了开车 他尽量让自己集中注意力 把车速放得很慢 确保安全 他一定不能出事 他现在还不能上新闻 也不能丢下妈妈和女儿 真的撒手没命 赵领扶着江赫宇上山的时候 一眼就瞥见了江中国墓前的那树白菊 江赫宇自然也看见了 他都没怎么惊讶 毕竟经常会有人来看爷爷 让他乱了分寸的是 后来他抱着一束白玫瑰 去了花来的墓 看到那只孤零零的白菊 赵领感受到 自己臂弯的那只手 突然多了几分力 江赫宇看起来摇摇欲坠 他的眉头皱得很深 难难道谁会来看阴阴 赵领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盼花来早就走远了 他镇定地说 应该是他的同学 他以前不是有个挺要好的朋友吗 江赫宇摇摇头 如果是同学 为什么只给他带了一只花 爷爷的却有那么多 这只花一看 就是从那一大树里抽出来的 赵领 那或许是路人看少奶奶这么年轻可惜 才抽了一只放到他这里 江赫宇侧头看他 他整个人在微微发抖 眼神看起来很可怜 是这样吗 赵领点了点头 江赫宇 这花是今天放的 又会是谁 今天来看爷爷呢 赵领 那天打电话 倒听我爷爷说 要来看江爷爷 或许是他吧 晚点我问问他 江赫宇将信江仪 又把目光放到花来的照片上 赵领把他扶过去 一束白色玫瑰 放到了白菊旁边 江赫宇坐在墓前 有人也记着你的 盈盈 你在那边还好吗 他每次来 都要对着墓碑自言自语 赵领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过这一次 赵领心里有话说 赵领 人家现在好得很 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江赫宇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宝宝 我好几年都没有梦见过你们了 赵领 他们天天在一起呢 江赫宇 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像你还是像我 赵领 像你 你哪来的脸 当然像盈盈了 算你福气好 昨天居然能和他同桌吃饭 江赫宇 要是你还在就好了 赵领 怎么 还要继续虐人家 人家都为你送了命了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其中的不耐烦 毫不掩饰 江赫宇仰头看了他一眼 脸上又是冷若冰霜 你要是等烦了就掀下去 我自己能行 赵领 我没有烦 您继续吧 心说 我怎么可能走 我还要听你忏悔呢 江赫宇也当他是个空气 又看着照片 可怜兮兮的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流一滴眼泪 赵领 谁稀罕呢 你还不知道 喜欢阴阴的男人 排起队来能绕S 是好几圈吧 你这个又瘸 又绝情的前夫算老几 他在心里又叹了口气 往江赫宇自己 都是开娱乐公司的 手下也是一大批艺人 自己竟然不关注娱乐圈的事 每次都只是 听听汇报就完事 现在就连S式的当红明星 他都数不出来几个 不过 要不是他对这块如此漠视 花来也不会有 这几年的安宁日子 134见面 江赫宇一个人念了半天 才慢慢下了山 每次看花来回去的路上 他的情绪都会很低落 他现在坐在后排 眼睛默默地看着窗外 外面烟雨萌萌 也看不清什么 赵领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 只觉得他可怜 但他一点都不同情他 报应 赵领的车技稳妥 所以当年 才会被安排来给江赫宇开车 他行到半路的时候 发现前面有辆车 停在路边打着双闪 现在下着雨 虽然不是很大 但视野并不好 车技不好的 在这种路上 是极有可能出车祸的 他这人外表看着冷漠 心肠确实热的 他放缓车速 侧头对江赫宇说 大少爷 我去看看 江赫宇歪头 瞥了一眼四五米开外的车 淡淡地奔了一声 赵领把车停在前车的后面 也打了双闪 然后撑伞下去了 他真没想到 这是花来的车 两人打了照面 都僵在原地 赵领反应快一些 立马回头 看了一眼江赫宇的方向 那人并没有注意这边 花来整个人像筛糠一样 他知道 赵领知道自己活着 也见过自己 他现在镇定的反应 更说明了这一点 赵领急不过去 把伞塞到他手里 问 怎么了 两人没有多余的解释和寒暄 一个眼神 心神接领会 花来声音有些颤抖 赵领哥 赵领心房崩溃 以前他接送花来上下学 他就是这样叫他 开始时小心翼翼 后来开心雀跃 赵领看着打开的引擎盖 用目光在检索故障 他声音沉闷 车怎么了 别耽误 他在车上 花来刚才都吓猛了 现在才反应过来 赵领总是和江赫领在一起的 他嘴唇哆嗦 打不起火 他怕叫了拖车 万一被人认出来 会上新闻 赵领 我来 你去车上别下来 他瞥见他卷起的裤腿 有血丝流下 腿怎么了 花来 摔了一跤 赵领直起身 你去车上 马上就好 他给花来打开车门 用伞演着他上了车 然后才朝后车走去 江赫领听到动静 问他 怎么了 赵领拿了工具 熄火了 饮一下就好 他看了看江赫领旁边空位的毯子 那个能不能给我 江赫领把原本自己搭腿的毯子给他 做什么 赵领 四季穿太薄了 这一下雨降温太厉害 给他搭一搭 他神色如常地转了身 绕到花来的副驾那边 敲了敲车窗 然后把毯子递上去 冷 先裹着 他从来不是假客气的人 花来早就知道 他接过毯子 谢谢赵领哥 赵领 马上就好 以前在部队 什么车他都摸过一些 修车不算什么难事 几分钟后 他合上引擎盖 好了 试试 花来试了一下 引擎声响了起了 他的脸上立马有了雀跃 可以了 赵领绕到窗前 你能开吗 花来点点头 我会小心 赵领 你别怕 我在后面 进了市区再说 花来 我知道了 赵领看了看他的车窗 单向玻璃 赵领 这车谁的 花来 许清书的 我随便开了一辆 他知道 就凭赵领今天这份镇定 他肯定知道自己 与许清书的关系 两人没有多余的废话 赵领点点头 把车窗关好 不要慌 花来感激地看着他 再一次说道 谢谢哥 这声谢谢 不只是他今天的帮忙 还有他这些年来 替他守着的秘密 两个人都懂 赵领挥了挥手 示意他起步 看他慢慢地走了 他才回到车上 那小子是个新手司机 这路一滑 车都不会开了 江赫宇没理他的废话 后来他觉得不对劲 醋没问他 开这么慢 赵领 那小子都快哭了 求我在后面给他看着 就怕半路又抛锚 这荒郊野岭 拖车都要等半天 江赫宇业鱼道 你道 真是个热心肠 赵领心里翻着白眼 你以为我为谁呢 还不是你造下的念 江赫宇没有起疑心 毕竟赵领从来没有 在自己面前说过假话 到了城里以后 雨渐渐停了 花来的车引入车流 赵领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载着江赫宇回了家 花来这一路 也是心惊肉跳 自己和江赫宇相遇的几率 实在是太高了 或许这就是 冥冥中的孽元嘛 当年自己看中的设计公司 是他的 自己回来选了一家温泉 又是他的 下飞机遇见的第一个熟人 还是他 现在随机抽了一天去墓园 居然还能遇上他 他把这事告诉阮妮的时候 阮妮都是不相信的 怎么可能 又遇见他了 什么鬼男人 阴魂不散啊 花来无力地摊在床上 我也想知道 好辛苦啊 躲一个人也太辛苦了 阮妮 我简直怀疑他在跟踪你 玩你是吧 起来让我看看 你身上是不是装了定位器 花来任由他在自己身上 摸来摸去 装模作样的找定位器 可能吧 不然为什么我走到哪 他跟到哪 我简直都快神经衰弱了 阮妮 不过 他今天还是没看见你 花来摇了摇头 他这个摊子 才不会从车上下来 是赵领哥下来 我们直接来了一个面对面 姐姐 你是不知道那场面 我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建设了 但是还是吓得差点坐到地上去了 那种惊慌的感觉 真的眼都眼不出来 阮妮趴在花来旁边 他没拆穿你 花来如实说道 他应该早就知道了 比我镇定多了 其实赵领哥那人挺好的 和江家那帮人完全不一样 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 有血性 阮妮直起身 他是兵哥哥呀 他从影视剧里 看过国内的军旅剧 一直很钦佩 这样一帮热血男 花来点点头 退役很多年了 阮妮 难怪看起来 气质就是不一样 像个杀手 花来 人家哪里像杀手了 明明那么热心肠 阮妮 不笑的时候是很像吗 眼神里都是含义 不过那天他道歉的样子 好可爱啊 你是没见到 花来侧头看着他 你怎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阮妮 有吗 花来 有啊 你一直都在说他 那天也说了好久 阮妮 那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粉丝吗 花来 你第一次遇见粉丝吗 阮妮娇羞地 把脸埋进被子里 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粉丝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他 给我说是我粉丝的时候 那紧张的样 像是表白一样 花来 你看你 又来了 阮妮 有吗 135家粉丝 花来叹了口气 不过赵领哥这人挺不错的 虽然外面看起来冷漠了一些 女人缘却很好 阮妮打断道 女人缘 你怎么知道 花来 就以前 他接我上下学 每次一到我们学校 门口一堆女生围着他看 问他电话号码的多得很 阮妮 她给了吗 花来想起那次 自己帮白雪要照领手机的事 哈哈笑道 只给过一次 阮妮 给谁了 花来看阮妮这醋眉的样子 仿佛自己的老公出轨了一般 心里乐开了花 这两人要是凑一对 一个古灵精怪 一个冷若冰霜 那可真是有好戏看了 花来 给我当时的闺蜜了 阮妮十分失望 啊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嘛 这么不坚定 花来笑道 是我需要的 我闺蜜是个花痴 看见帅哥就走不动路 我看他可怜 才帮他要的说着 他打量着阮妮 这一点和你倒挺像的 帅哥见一个爱一个 爱一个扔一个 阮妮切了一声 我爱好看的皮囊 但也需要有趣的灵魂 花来 是是是 你高雅 有追求 两人并排躺着 同时叹了一口气 短暂的欢乐过后 还是得面对 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 又偶遇江河雨的仇闷 半晌后 阮妮眼珠一转 这样姐妹 咱们直接杀到那摊子面前去 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老娘还活着 风光得很 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我不找你寻仇 你也别来纠缠我 怎么样 花来苦笑 自寻死路 江河雨的暴力 才是她的本性 她领教过 她要霸道起来 是蛮不讲理的 她叹了口气 算了 别想了 我就不信 明天还能遇见她 咱想想别的事 染妮 明天去哪儿玩 花来 你想去哪儿 染妮 其实这些天玩得也差不多了 去吃顿饭吧 我也得走了 花来翻身抱住她 你走了我就得一个人扛了 染妮拍了拍她 随时打给我 不管时间 她真要欺负你了 我飞过来替你出去 花来点点头 嗯 第二天花来开车 带着大家去预约的餐厅 这次她特意要了包厢 几人一边吃菜 一边闲聊 情素汁 小妮 我听小莱说 你要回去了 染妮 是啊 阿姨 我的假期到了 那边还有工作等的呢 您什么时候想回去玩 告诉我 我接您 情素汁 你呀 一直都这么热心 这些年 小莱多亏有你 染妮 我们是朋友 而且小莱她 自己有实力有本事 阿姨 您不要说这些客气话 花来笑道 你们俩就不要相互客气了 你什么时候想回来了 告诉我才是 染妮 来这几天 我都舍不得走了 这边好吃又好玩 花来 来啊 你过来咱俩在一起再造辉煌 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谈话 花来拿起手机 是公司的经纪人 花来醋眉 她知道这电话一时半会儿聊不完 便说 我去接电话 你 卡在钱包 你待会买一下单 她拿着手机出去 找个了僻静的角落 开哥 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热情 不管自己签不签原来的公司 一人这条路 她要继续走 她不能得罪这个圈子里的任何一个人 敏开 若来 没打扰你吧 花来 没有没有 刚吃好饭 开哥是有什么事吗 敏开 知道你还在休假 但这个是有点急 我这边得到内部消息 上一季X台的爆款亲子综艺 马上开始第二季 公司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我想让你去 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事 她找花来 天经地义 毕竟花来的合约 没有彻底结束 在这期间 她是有义务接工作的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她可能会换公司 花来 开哥 我刚回来 先不说孩子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综艺 也没有特意在镜头面前露过面 另一边 孩子在那边长大 可能不太符合节目组的选人要求 敏开 要的就是这种文化冲突 这样才有看点 你不知道 现在国内的综艺有多吃香 有些素人直接靠综艺出道 若来 哥知道你在那边知名度很高 但回国发展 是需要曝光率的 不然现在这社会 流量替代是非常快的 花来从没想过要上综艺 她觉得那就是娱乐大众的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她只想脚踏实地的演戏 而且 自己怎么可能让平平上节目 这和卖残有什么区别 她冷静地拿着手机和敏开周旋 这个电话打的时间的确久了一些 平平吃完完了一会儿都困了 情愫之抱着她到沙发处哄睡 阮尼看花来也不吃了 便她叫服务生进来买单 在国内这段时间 她一直都是用的花来的卡 两人没有计较这些 她看钱包里有好几张 她随便抽了一张递给服务员 结完账 她抱起平平 去车里等花来 花来好不容易挂了电话以后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然后又看到阮尼前两分钟发来的信息 车里 女儿睡着了 花来便一边回信息 一边往车库的电梯走 旁边响起一个女声 杰儿 那声音隔得太近 花来本能地侧头去看 她戴着黑色的口罩和棒球帽 标准的明星出街装备 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一旁 一个激动地对另一个说 是杰儿 是杰儿 说着又靠近花来 杰儿 可以和张颖骂 我是你的粉丝 花来心想 这一定是假粉丝 自家偶像都能认错 花来连忙摆手 你们认错人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着头也不回地急步 朝电梯走去 她和曾静儿容貌 是有几分相似 但一开口 那气质完全不一样 曾静儿 一直给人软软甜甜的感觉 从来都不会大声说话 也不会急 两个女孩失望地 看着花来的背影 一个说 这人和静儿一点都不像 她的声音好冷漠 另一个 乍一看还是很像的 还打扮得这么神秘 会认错也很正常吧 说着 还掏出手机 拍了一张花来的背影 不行让别人看看 花来在等电梯 她不知道自己被女孩 拍到了侧眼 136消费记录 江赫宇一边吃午餐 一边用平板 看着财经新闻 一旁的手机盯了一声 她扫了一眼 是一条银行卡的消费信息 她猝起眉 拿起手机点开信息 没有人可以刷她的卡 难道有人倒刷到自己头上了 这一看 她的脸瞬间僵起来 周运 周运 她猛地站起来往外走 连手杖都忘了拿 险些跌倒 旁边一个员工过来 想扶她 又不敢贸然触碰 只把手虚虚地放在她旁边护着 江总 运哥今天不在这边 到星河去了 江赫宇手有些发抖 拿着手机给赵宁打电话 她嘴里喃喃 找赵宁 找赵宁 这个员工从来没有见过江赫宇 如此慌张过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有一点很确定 这件事对江赫宇很重要 她说 江总您先坐下 我给赵哥打电话 说着她给赵宁拨了过去 那边刚一接通 江赫宇就吼道 去查 你快去查 赵宁身体一僵 镇定道 查什么 江赫宇 当年我给了她一张卡 这张卡今天 刚在 在城南有消费过 你快去查 赵宁倒吸了一口冷气 还是稳稳地说 卡号发给我 江赫宇 你快去 我马上发给你等一下 我和你去 她跌跌撞撞地 拿着那个员工的手机 就往电梯跑 那个员工已经过去 帮她把电梯按好 电梯的数字的跳动 江赫宇手背的青筋 也在跳动 音音 音音 音音你还在吗 赵宁等在电梯口 江赫宇一见她 语无伦次地说 那张卡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用过 今天今天就刚刚 咱们快去 赵宁也紧锁着眉 把江赫宇送进车里 会不会是被别人捡去了 她心里责备花来 怎么这么大意 居然还留着她的卡 江赫宇 不会的 这种卡 别人捡了也不敢刷 赵宁 大少爷 你冷静一点 江赫宇 我只想找到她 问问她 这些年都躲到哪里去了 赵宁身上冒着冷汗 大少爷 少奶奶已经不在了 您何必 江赫宇的手 紧紧地抓着一被吼道 就算音音真的不在了 我也要问问她 他们当年为什么要走 赵宁一脸问号 转身问江赫宇 你问谁 江赫宇 音音的养母 当年我把她安排 进医院做手术 音音后来 给她强制办了住院 我要问问她 当年音音 到底给她说了什么 赵宁暗暗松了一口气 闹半天 江赫宇说的是花来的养母 两人乘车 朝那个餐厅驶去 江赫宇直接找到前台 把自己的消费短信拿出来 帮我查一下 这个账单是谁消费的 服务生端着职业微笑先生 这是客人的隐私 江赫宇打断道 别来这套 这是我的卡 我怀疑有人盗刷 给我查监控 服务生 不好意思先生 公司的监控是不能对外公开的 里面有客人的 江赫宇 是要我报警吗 把经理叫出来 他像个泼妇一样 对着一个服务生纠缠不休 服务生看他这凶狠的样子 连忙叫来的经理 经理把他带到一旁的包厢 不好意思先生 这的确是您的卡 也的确在我们店消费过 但是我们包厢里面 是没有设监控的 只有大厅才有 江赫宇 大厅也行 他一定能认出秦宿之的 经理便带江赫宇去了监控室 江赫宇脸都快触到屏幕上 赵领在背后提心吊胆 背心都是汗 他只祈祷花莱没有和秦宿之一起来 看昨天花莱的反应 他是不想见江赫宇的 为了客人隐私 经理只让他们看客人结账离开时的照片 停 江赫宇指着屏幕 放大 经理让工作人员把图像放大 但越放大越模糊 江赫宇喃喃道 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 他认得秦宿之 哪怕只是一个轮廓 赵领看得更仔细 他也认出秦宿之旁边的就是冉妮 他肩上趴着的那个小孩 一定就是平平 江赫宇低念了半天 又道 这不是他 赵领知道他说的是旁边的冉妮 不是花莱 冉妮比花莱高了一点 身形不太像 江赫宇一眼就能认出来 赵领 大少爷 先回去吧 江赫宇是想把食品烤一份回去的 但餐厅方没有同意 江赫宇没有坚持 只要知道秦宿之在这个城市 他有的是办法找到他 回去的路上 江赫宇的神思还没有归位 神游了好久他才问开车的赵领 你说 这些年他养母会在哪里 茵茵当时手里只有几万块画画的钱 他养母没有劳动能力 应该是挣不到钱的 况且他还有手术 赵领道 大少爷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少奶奶走了这么久了 你如果这个时候去追问他的事 不是接别人的伤疤吗 他都不在了 你就放过他的家人吧 江赫宇把头埋到膝盖上 声音里透着疲惫 那谁来放过我 谁放过我赵领 你不知道 这些年我真的好想他 我甚至觉得我快要撑不下了 我想去找他和孩子 赵领眉目微醋 花来未来的路 很难走 江赫宇 很多事我都是后面才想明白的 我身边这么多人 只有他天真无邪 掏心掏肺对我好你不知道 我没让他缺过钱 但是他几乎从来不用我的钱 自己领了稿费 咬咬牙买一百块钱的裙子 转头却给我买几千块的领夹 他对一个人好 是可以好到忽略自己的 是我眼下 没有珍惜他 赵领对他的忏悔 无动于衷 江赫宇叹了口气 仰靠在椅背上 你去查清楚他养母的情况 还有 今天和他一起的女人 是谁赵领 好 花来从餐厅回去不久 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他想了想 还是点了接听 喂 你好 你妈妈今天去餐厅 刷了大少爷的卡 她收到消费信息了 是赵领的声音 一百三十七通话 花来大惊失色 什么 他想起 自己把江赫宇那张卡 也放在钱包了 想着真有见面那天 就还给他的 谁知道 当时自己顾着接电话 忘记嘱咐阮妮 别动那张卡了 花来 他发现我了 赵领 你真的去了 他去查了监控 餐厅只让看了一段 里面没有你 花来悬起的心 又缓缓落下 我没有和他们一起进去 你的意思是 他没有看见我 赵领 没有 他让我去查你妈妈和阮妮 茵茵 瞒不了多久了 你要做好准备 花来现在镇定了许多 他又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谢谢你 赵领哥 赵领有些迟疑 最后还是想确认 问道 你在那边待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回来 花来没有隐瞒 我猜想 你知道我不少事 那你也知道 我现在是许心书的妹妹 当年若不是她 我就真的死了 现在她的事业遇到问题 我不能不管她 赵领 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你 不是已经打算 要带你妈离开了吗 花来拿着手机苦笑 赵领哥 我到死都不敢相信 江贺宇要逼我上绝路 我不想打掉孩子 就伪造了手术单 她应该是发现了端倪 那天派人劫持了我 赵领打断道 劫持你 不可能 你身边的人 全都是我安排的 他们没有任何人劫持过你 我敢保证 花来 我从银行取钱出来 就被人盯上了 我以为是抢劫的 后来他们说是 江先生派来的 那时候 我已经和江源达成协议了 我已经稳住他了 他不可能再对我下手的 赵领 所以 你认为他们说的江先生 就是大少爷 花来 难道不是吗 他发现我伪造手术单 怕我生下孩子 将来影响他和董家交好 赵领知道这其中有误会 花来的是 当时江赫宇只托付给自己 没有旁人插手 他的人那天是跟着花来 他们发现花来抢车逃跑 便给他打了电话 他便把事情告诉了江赫宇 所以才有了江赫宇和花来 那一通永别的通话 花来 后来我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个 抢车逃了 但是没多久 后面又来了一辆车 一直在追我 江赫宇给我打电话 那语气又凶又狠 命令我跟他的人回去 我拿着手机和他吵了一架 然后没留神 冲到湖里去了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花来 那天许行书在下面钓鱼 他救了我 带我去了国外 帮我妈妈做完了手术 接我女儿出事 还给我找了工作 赵领哥 许行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所以现在 我哪怕是和江赫宇面对面 拉着那些恩怨情仇 我也是要回来的赵领 我明白了眼下 花来 赵领哥 我不能让你为难 你能查到什么 都可以告诉他 到时候就是你不查 我也会出现在大众的面前的 赵领想起 今天江赫 与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实在可悲可怜 赵领 其实大少爷他对你 宝贝 和谁讲电话呢 染妮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打断了赵领想要说的话 花来的声音甜美了不少 你的粉丝 染妮 那个摊子的杀手啊 你怎么还和他倒在一起啊 赵领听到杀手两个字 眉头紧成一团 花来轻轻地嘘了一声 又对着手机说 赵领哥 谢谢你告诉我今天的事 你要为难 就拖一拖时间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有外人在场 赵领不便再多说 好 保护好自己 毕竟有些人 并不希望你再次出现 花来一愣 赵领已经挂了电话 染妮看他木然的样子 守在他眼前夸张地晃了晃 怎么了 聊什么了 魂都聊没了 花来笑笑 没什么 就给我说 昨天在路上 差点遇上江赫雨的事 染妮 她怎么知道你的手机 还是你给她打过去的 花来 她打的 赵领哥很厉害 她想查 自然能查到的 138合约 赵领那句 有些人不想你出现的话 让花来有些不安 是些什么样的人 她自己也猜得出来 梁红英是第一个 他们恨对方入骨 董曼英是第二个 他们都没想到 人都已经死了 江赫雨居然没和她在一起 曾经是第三个 花来当年 就看出了她对江赫雨有企图 这些年一直黏在她身边 意图明显 花来心里冷笑 江赫雨啊 江赫雨 你的女人缘可真够多的 全都是孽元 三天后 阮妮搭上了去外国的飞机 当天下午 花来也坐在 倡鱼公司敏开的办公室里 他们谈了很久 最后的结果是 花来再签一年 签约费再涨50% 但是相对应的 如果她违约 赔偿也称得上是天价 签好合同后 敏开整个人 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 她笑道 其实说真的 现在这个这个价钱 公司很冒险 花来虽然在外国红翻天 但是在国内 知名度并不是特别高 公司需要花本钱重新包装它 而且不一定能成功 那鱼的艺人 实在是态度太多了 花来也跟着笑 我知道公司的意思 但开哥放心 我有自信 早点帮公司 把这笔签约费挣回来 敏开 那天和你说的那个综艺节目 花来 那个不行 我不想我的女儿 走我这条路 敏开 你应该明白 只有这条路 是能最快打响市场提升曝光的 拍片太慢了 你如果太久没有作品 有些蛋糕 你就分不着了 娱乐圈也是个快销行业 花来叹了一口气 他现在的目的 在坚守底线的情况下 无耻的多挣一点钱 他说 我可以上综艺 但这个不行 其他的 我听开个安排 他都这样说了 敏开不好再坚持 各让一步 他也爽快地答应 好 那我挑到合适的就联系你 这几天还没有正式工作 你先熟悉一下国内圈内的情况 资料我会发给你的 还有一些不错的综艺片段 你可以先看看揣摩一下 怎样去做更吸睛 资本的眼里 只有利益 这无可厚非 要钱 就要磨一磨自己的棱角 花来点头 没问题 敏开 你有自己意向的助理吗 可以随便挑两个 花来也不客气 就像同骂 相处了几次 配合还不错 敏开 行 以后有什么要求 尽管和我提 我们是自己人了 花来站起来 朝他伸出手 谢谢开哥 今后请多关照 敏开也站起来 会握住他的手 相互关照 星河的高层办公室里 江赫宇坐在办公椅上发呆 从看到 那条消费信息后 他就神情恍惚 想回家的 走到半路 又让赵林 把他送来了这里 回去做什么呢 回去只会更加的胡思乱想 车经过星河的时候 他让赵林停了车 他在这里坐了一下午 咖啡都冷掉了 他也没喝一口 敲门声响起 江赫宇在椅子里 欠了欠身 声音疲倦 进来 曾健出现在门口 姐夫 你来公司了 江赫宇见识他 更是一点说话的欲望都没有 曾健 却像是习惯了他的沉默 自顾自的说 我来公司开会 听蕊姐说你也在 过来看看你 姐夫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他发现 今天的江赫宇比往日 更让人难以靠近 以前是冷漠 现在 看起来有些丧 江赫宇抬眼看他 问 你多久没去看过他了 曾健没反应过来 这句话问得 没头没脑的 曾健 什么 江赫宇轻哼了一声 没有人记得他 他又往椅子里缩了缩 你出去吧 曾健总算反应过来了 说 我上个月去看过 姐姐一个人在那么大的墓园里 一定很孤独 他不愧是演员 说着这样的假话 听起来竟然也情真一切 他一年只有清明节的时候 才会装模作样的 去花来的墓园看一眼 全都是 做给江赫宇看的 因为他发现 去墓园一定能遇上他 有时候还能搭他的车回来 江赫宇 那里都是老年人居多 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是会孤独的 说完又自己苦笑 不对 他比在墓园更孤独 因为他不在那里 那只是一个衣冠种 真正的陈茵茵在身不见底的湖里 至今尸骨未见 姐夫 你别太难过了 这一声姐夫 叫得比江赫宇本人还悲伤 江赫宇 出去吧 不要打扰我 陈茵儿不敢违抗 指的说 好的 姐夫要累了 就早点回去休息 他手刚放在门把手上 还没拉开门 江赫宇又到等一下 陈茵儿嘴角勾起一抹笑 回过头的时候 又是那乖巧中 带着哀伤的小白兔 怎么了 姐夫 江赫宇懒懒地说 我说最后一次 以后不要再去我那里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陈茵儿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江赫宇现在心情不好 他识去的话 就该闭嘴 他黯然道 我知道了 他拉开门出去 发现自己的助理守在门口 见他出来 连忙递上iPad 姐 你看这人也太像你了吧 陈茵儿接过iPad 另一只手把门关上 他原本只是扫了一眼 却立马把目光 又重新投到屏幕上的照片上 照片中的女子 戴着黑色棒球帽 口罩 一身黑色的休闲衣裤 白色平底鞋 看穿着打扮 和他一点都不像 因为陈茵儿 是不会穿黑色的衣服的 但是口罩半遮的 那张侧脸的轮廓 实在相似 他还在震惊 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后的门猛地被打开 男人的手伸过来 没有半分礼貌地 把iPad夺了过去 陈茵儿抬起头 姐夫 江赫宇眉目紧缩 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张照片 那眼里都是火焰 他就那么眼睛 眨也不眨地看着 一动不动 陈茵儿确认了 不止自己一个人发现 照片中的人像谁 139层莹莹已经死了 她语气轻松平常 还带着笑 姐夫也觉得这个人 和我有一点相对吧 其实 现在有不少女孩子 会照着我的样子整容的 那天我 还在活动现场 看到一个粉丝 比这个还像 她说她太喜欢我了 就照着我的样子 去调的 我都见怪不怪了 她也不知道 江赫宇听进去没有 因为她 还是像静止了一样 连眼睫毛都没有颤动一下 陈茵儿又埋怨起助理 我说小欢 以后别一惊一乍的 这种事 又不是第一次了 助理小欢跟了她这么久 自然知道她的心思 她垂下头 对不起劲儿姐 下次不会了 说着 她叫了一声江总 然后把手颤颤巍巍地 伸到了江赫宇面前 意图拿回iPad 江赫宇这才看了她一眼 把照片传给我 小欢看向陈茵儿 陈茵儿 好的 等一下我传给姐夫 江赫宇回到办公室 拿着手机 再次点开那张图片 即使已经是第二次看 她的心脏 还是在剧烈地跳动 像要挣脱胸腔的束缚一般 她的口鼻 像是不会呼吸了 或者是她怕有呼吸声 会打破现在这梦一般的寂静 她看着照片上的人 眼圈慢慢地红了起来 心也跟着痛得厉害 茵茵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哪怕她的身材 比以前风鱼 甚至好像长高了一点点 而且 口罩遮住大半张脸 只剩下轮廓 她也被她狠狠地吸引住了 就是你 就是你 你还在的 这两天接连发生的事 让她非常疑惑 现在又看到这样的照片 她会不受控制地 往那方面想 曾茵茵没有死 肯定没有死 她把照片传给赵领 她觉得 赵领是唯一一个 可以和她谈论花来的人 赵领拿到照片的时候 人都惊望 花来这么快 就被拍了照片吗 而且还传到江赫宇那里去了 她却洋装无知 谁 有什么吩咐 江赫宇 你上来 赵领不得不上楼 去找江赫宇 江赫宇已经把照片 同步到她超大屏的电脑上 她把屏幕对着赵领 你不觉得 这像她吗 赵领 像谁 江赫宇眉眼微足 赵领 你为了音音 都快踩到我头顶上了 你认不出来 这是她 赵领以为这是在炸她 但她心理素质过硬 仍旧面无表情 像汇报工作一般 我有些记不得 少奶奶的样子了 何况这个包裹这么严实 不过你这样说 我发现是有一点像 又不太像 不会是层劲吧 江赫宇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你记不得 记不得不正常吗 这么多年 能一直记住 花来一颦一笑的 应该的确 只剩江赫宇了 赵领 我只记住这样一个人 天真 隐忍 真诚 这和她的长相无关 江赫宇 这张照片 是曾经的助理拿出来的 你去查一查 到底是什么情况 把这个人找出来 赵领 大少爷 你这是 要找替身吗 江赫宇怒道 永远没有任何人 能成为她的替身 我只是要看看 这个人 到底是谁 墓地的花 她养母的出现 现在还有一个 和她十分相似的人 难道你认为 这些都是巧合吗 赵领直言 你自己看看 你像不像疯子 你是不是魔症了 江赫宇手放在办公桌上 身体往前探过来 一字一句地说 我就是疯了 赵领 你知不知道 好几年以前 我就开始有白头发了 你不知道 我这些年的夜晚 是怎么入睡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没有权利 劝我对关于她的所有信息 不闻不问 她深吸一口气后 又坐了回去 之前让你查的 她养母的是怎么样了 赵领 我查了她的身份证 和以前一样 没有任何动态 也没有银行卡消费记录 名下没有房产车产 没有开房信息 甚至电话卡都没有 她旁边的那个女人 更是一点信息也没有 你也看到了 戴着帽子 墨镜口罩 整个脸都没露出来 确实不好识别 江赫宇 那就这么算了 你现在办事这么没有效率 这么敷衍了吗 赵领 我正在找人公餐厅的监控系统 拿到完整监控 总能有拍到那女人正脸的时候 但那家餐厅隐秘性很好 有点难度 这个周应该能出结果的 江赫宇这才顺心了一些 与其说是在问赵领 不如说是自言自语 谁会帮助她隐藏身份 阴阴的社会关系 我调查过 就一个要好的同学 但他们家绝对没有这样的实力 能把一个人抹掉身份 隐藏六年 而且看她的样子 现在过得还不错 又为什么 要在这个时候用我的卡 赵领扮演一个标准的听众 只听不接江赫宇 你去吧 这次的照片是网络上的 查到源头就知道了 没这么困难 赵领点点头出了门 她先装模作样的 找层镜的助理小欢了解情况 小欢 是静儿姐的粉丝 拍了发上网的 说当时认错了人 以为是静儿姐 上去想要合影 被那个人拒绝了 他们便拍了这样一张照片放上网 让其他粉丝看看 和镜儿的相似度 网友评论什么的都有 有的说很像 有的说一看气场就完全不一样 还有的说 是层镜特意这样打扮出去 撕毁别人 小欢看了看层镜儿的脸色 那些不熟悉静儿姐的粉丝 才会认错了 也有可能是对家屁的也说不定 故意抹黑我们家静儿姐 赵领回头 就给花莱打了个电话 什么 被拍到了 花莱有些吃惊 现在她让我调查 赵领仍旧冷静 花莱轻叹一口气 你不用查了 后天我会有活动 她只要长眼睛 自己会看到 赵领 我知道了 花莱 赵领哥 有件事 我想问你 赵领 你说 花莱 我听行书哥说 他这些年一直对我你 是他身边的人 我想听实话 赵领没有隐瞒 他放不下你 之前看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 没有用 每一夜都靠安眠要入睡 他在外不会喝酒 但是在家的时候 有时候会喝得大醉 有一次我照常来接他 没看到人 跟着定位 发现他自己开车去了那个湖边 在地上坐了一个晚上 那次 他住了一个星期院 花莱的指甲 几乎欠尽手心 江鹤领有今天 就是报应 赵领 音音 他这些年从来没有放下过你 已经有些疯魔了 有时候我看到都不忍心 很可怜 我怕他看到你会伤害你 花莱心无波澜 有的只是一丝变态的快感 江鹤领有今天 是他旧游自取 花莱 哥 他要的那个陈音音 已经死了 我也不会再扮演陈音音 再走他的老路 以后 你可以叫我的本名 花莱 140幻境 江鹤领病了 那天从星河回去后 他就高烧不断 开始他只觉得冒虚汗 身上冷 赵领看他状态不对 用手探了一探他的额头 发现有些发烫 38度 他拒绝去医院 我躺一下就行了 赵领替他盖好被子 我找邵医生过来 江鹤领 不用了 不是大事 我就是觉得累 睡一觉就好了 他这些年 心里的确有些不正常 他喜欢折磨自己 那种身体的疼痛和难受 会让他心里好受一些 他想 就算是这么难受 也没有在水里失去呼吸难受的 他这几天郁郁寡欢 终于倒下了 少学卿 现在很少主动联系他了 江鹤领开始以为 是因为自己的腿康复了 他不再是 他的专属医生 所以才关系冷淡了 后来又想 大概是自己 和他喜欢的董卖医 决裂了 他心里有想法吧 他懒得去管 他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友情也一样 一个行尸走肉 只有屈翘 没有精神支柱 怎么会有欲望呢 赵领看着合着双眼 面色痛苦的江鹤领 赵领便悄悄退了出去 江鹤领头脑昏沉 迷糊之间 感觉有人在替他擦着额头的汗 他现在又觉得热极了 抬起沉重的眼皮 看着眼前一个模糊的倩影 喝点水吗 那声音温柔 盈盈是你吗 江鹤领的眼睛睁了又闭 闭了又睁 他觉得疲倦得很 但是眼前这个人 就是盈盈啊 他曾经就是喜欢蹲在他床边 问他要不要起床 要不要吃早餐 要不要喝水 他甩了甩脑袋 又眨了好几下眼睛 伸手要去拉他 盈盈 一双柔软的小手握住他 声音有些颤抖 贺雨 是盈盈的手 他刚来江家的时候 手掌有些脖茧 后来竟然也被他痒得白白嫩嫩了 他牵过 摸过 食指相扣过 就是这么柔软 他费力地坐了起来 眼前模糊的人影 贴心地在他的背后 垫了一个枕头 盈盈还是和当年一样 细心体贴 江贺雨鼻腔发酸 你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 我好想你 那人轻轻地抱住他 我在的 贺雨 我一直都在 江贺雨的手臂 紧紧地估着他的细腰 不要再离开我了 一个人的日子 好难啊 他分不清 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他梦到过花来几次 但是没有哪一次 像现在这么真实 他觉得 怀里的人是真的 有温度 有回应 曾经被江贺雨这么一抱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他等这个怀抱 等了太多年了 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 哪怕只是别人的替身 也足够让他激动兴奋 人都是贪心的 他得了这个拥抱 自然想要更多 他的手隔着布料 轻轻地在江贺雨的背部妈撒 这是他想要的男人 想要他的一切 包括他的心和他的肉体 他心生一计 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自己眼前 若不抓住 就是傻子 如果生米煮成熟饭 他不相信江贺雨会不对 自己负责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樱桃一般的红唇 在他耳边微微吐气 悠悠地说 贺雨 就这样一个称呼 足以让神志不清的江贺 雨乱了分寸 他分开他 颤抖着 双手捧着他的脸 盈盈 曾经闭上了眼睛 等着男人的唇落下 然而 等来的是另一个男人的呵斥 你们在做什么 曾经原本是跪在床檐的 这一声贺 把他吓得从上面跌落下来 然后惊恐地看着手里 提着一袋药的赵灵 他像个受了惊吓的小白兔一般 正正地看着赵灵 身若闻婴 姐夫他 他把我认成了姐姐窝窝 赵灵走过去 一把拽起他就往外走 后面床上的江贺雨 竟然还像是傻子一样 在喊音音 你要带音音到哪里去 曾经没想过 男人的力气会有这么大 也从没想过 自己会被别人这么粗鲁地对待 他被赵灵毫不联系地拉到大厅 一把扔到沙发上 赵灵的声音和目光 像千年寒刃 曾经 你如果敢再靠近他一寸 我保证 你后悔认识我 曾经还在惊恐地辩解 不是的 是姐夫他 赵灵 他疯了 你也疯了吗 你看不出来他神志不清吗 曾经 我赵灵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长得好 现在名声地位前全都有了 应该不想哪天 从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 床上爬起来吧 曾经这下是真的吓到了 他至今保留着厨子之身 想着要是跟不了江贺雨 也要跟一个和他差不多的男人 他才担心的 而那些男人 最看重的 就是女人完整的身体 曾经 不要 赵灵哥今天真的不是我故意 他哭得梨花带雨 身体还在瑟瑟发抖 但是赵灵却完全不为所动 赵灵 你自己什么心思 就不用在我面前演了 我看得一清二楚 另外 你别抱侥幸心理 他就算真的把你当成别人做了什么 事后也什么都不会给你 更何况你应该知道 他 回来了 他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轻 但还是让曾经 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 赵灵 别人会认错 你也会认错吗 你有点自知之明 如果你还想在星河 在这一行混下去 那你就安安静静地 待在自己的位置 最好不要引起江赫宇的注意 否则你的一切 全都会化成泡影 曾经还是那副样子 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哪个女人 整成了他的样子 对不对 这些年想要讨好江赫宇的人不少 有人故意 把长相和花来相似的人 往他跟前送 得到的回报 就是永远失去合作机会 赵灵不再和他废话 滚 曾经看他这凶狠的模样 连往日伪装的客套都没有了 他不敢再挑战他的情绪 赶紧拿起自己的包 跌跌撞撞地走了 收拾完层劲 赵灵又回到江赫宇的房间 那个男人 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 赵灵觉得 刚才那男女抱在一起的画面 实在辣眼睛 他一把掀开江赫宇的被子 直接把他扛在肩上 就往浴室走 这一折腾 江赫宇又迷迷糊糊地醒来 手脚开始挣扎 放我下来 声音却是绵软无力 赵灵直接把他扔进浴缸 打开花洒 也不管冷水热水 直接往江赫宇身上喷 141他活着 他死了 与本能的伸手去挡水流 他挡这里 赵灵就临那里 他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湿湿的布料 紧紧地贴着他的皮肤 让他十分不舒服 但好在 他终于清醒了他大河道 赵灵 住手 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赵灵扔掉花洒 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 你他妈抱着谁在亲你知道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自己不会把他当替身吗 那你把他抱那么紧做什么 江赫宇 你想谈恋爱就好好地去谈 想找女人就好好去找 但如果是他曾劲 不可以 我看到他就恶心 江赫宇被骂得说不出话来 他缓缓地睡进浴缸里 难难道 我一定是疯了 你走吧 赵灵 你他妈这个样子 我怎么走 走去哪里 他又气冲冲地 去给江赫宇 找来干净的衣服 让他换上 看他服了要安静的睡熟以后 才起身去了大厅 在沙发上躺下 江赫宇在别墅躺了两天 赵灵一直在照顾他 这些年 赵灵几乎成了他24小时的陪伴 进出是他接送 私事是他去办 生病了要他照顾 甚至有时候 还得给他做几顿饭 江赫宇身体恢复了以后 赵灵回了自己家 他在这里也待了两天 得回去换换衣服 身体恢复精神和体力的感觉不错 江赫宇难得心情爽朗了一些 他自己开车出去溜达 在经过一个商场路口红绿灯的时候 江赫宇数着秒数等绿灯 对面大楼上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 现在正播放着娱乐新闻 江赫宇被声音 影的也扫了眼 上面一个女主持微笑着采访 您在外国刚拿了华人影后 这些年也是外国影视圈顶流 您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呢 您有没有考虑过 换了陌生的环境 可能会影响自己在这一行的发展 这些采访对江赫宇来说 没有任何吸引力 艺人早就拿着对好的稿子 面对镜头的时候 只需要背一背就好了 星河成立之初 他也为公司的一个头牌艺人 出席过一场首映会 那时候他就发现 相对于业务 媒体更感兴趣的是艺人的隐私生活 那之后 他就没再参与过这种露面活动 而且不允许自家的艺人 拿私生活博流量 时间长了 这反倒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他们都知道 在星河只谈业务能力 就在绿灯亮起 江赫宇起步的时候 另一道清澈的女声响起 中国人讲求落叶归根 虽然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但时时都想着 总有一天要回国的 演员注重的是作品 不应该是流量 一声急促的刹车声音响起 后面的轿车车头直直地 对到江赫宇的车上 他被震的往前扑了一下 眼睛却还是紧紧地盯着大屏幕 脸色已经变得复杂无比 这个声音 让他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这个声音 他有六年没有听到过了 这次不会错的 这次一定不会错 他觉得车里还看不真切 解了安全带就冲下车 甩开后车司机拽他的手 直接往广场那边跌跌撞撞地跑去 他眼里什么都看不见 不知道那些车辆在为他鸣喇叭和刹车 也不知道因为他 路口又有了另一起 追尾他的眼睛 只盯着大屏幕 他看着上面那个 他思念到骨髓的女人 梳着整洁的头发 带着素雅的耳饰 穿着黑色 露了一半件的修身礼裙 双腿轻轻交叠 面带着微笑 在和主持人交流 他和以前是那么的不同 但他就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而且他还确认了一件事 他就是那天照片里的那个人 他真的还在 他真的还在 江赫宇站立不稳 自己跌坐在地上 两行位从深邃的眼眶往下躺 行人对这个怪异的年轻男人 感到好奇 他穿得这么干净得体 人长得这么英俊帅气 怎么会坐在地上又哭又笑呢 江赫宇紧紧地 盯着屏幕下方的那几个字 知名演员许若来 他怎么会叫许若来呢 他是自己的妻子 老婆 他叫陈茵茵啊 知名演员 他什么时候知名的 这些年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主持人 在您这样的年纪 为什么没有隐藏 自己已经生育过一个孩子的事呢 您知道因为你有了孩子 会失去多少粉丝吗 花莱坦然回答 我爱我的粉丝 但我更爱我的孩子 我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 让他身在见不得光的地方 那这样的自私的我 是不值得大家爱的 孩子 还有孩子 江赫宇的从他们的谈话里 提取出太多的信息 是他们的孩子吗 还是说他已经结婚了 不可以 他不可以和别的男人结婚 也不可以和别的男人生孩子 花莱是他的 他不允许任何人触碰他 记者又问 大家都十分好奇您先生的身份 您从不避讳谈您的孩子 但关于您的先生 您却从未提过 现在方便给大家透露一二吗 花莱看向镜头 仿佛知道对面有一个人 正在等着他的答案 江赫宇和他对视着 然后听到他说 我的先生 已经过世了 主持人立马表示了抱歉 然后转了别的话题 江赫宇想集中注意力 去听他们又讲了什么 但是他怎么也听不清 他脑里就那几个字 在飘荡循环 我的先生 已经过世了 就花莱看他的眼神 他敢确认 他说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自己在他心里 才是真正的死人吗 究竟要多伤心 才会当自己是个死人呢 他想起他们最后一次 电话里花莱的嘶吼 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遇见自己 采访已经结束了 最后花莱透露 自己接了个什么节目 希望大家支持 江赫宇没听进去 花莱从屏幕上消失以后 江赫宇又坐了好久 才给赵玲打了电话 他回来了 赵玲没看到节目 还装着一头雾水 你说什么 江赫宇 音音回来了 他真的活着 赵玲 音音真的活着 142江总 请多指教 江赫宇的车被拖走了 赵玲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垂头 坐在商场外的休息 凳上衣服上都是灰尘 大少爷 赵玲轻轻地叫他 江赫宇缓缓地抬起头 许若来 他现在叫许若来 所以 你怎么可能查得到他的信息 赵玲神色凝重 你在哪里看到他的 江赫宇抬手 指了指一边的大屏幕 上面现在正在播放广告 他在那里 赵玲 他现在变了好多 看起来很自信 很沉稳 一点也没有曾经天真烂漫的样子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孩子 你说 会不会是我们当年那个孩子 他根本就没有打掉 你也说了 他舍不得的是我们的孩子 对不对 赵玲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打算呢 江赫宇 我得去找他 我得看看他 我有许多话 要和他说 我还要看看我们的孩子 赵玲 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 你有没有想过 是为什么 江赫宇 我当然知道 但是这次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再放开他的手了 赵玲知道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江赫宇什么都听不进去 先回去吧 不回去 我要去找他 赵玲叹了口气 你要不要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现在这副尊容 江赫宇这才回过神 先去换衣服 一路上赵玲都在给江赫宇出谋划策 你别太激动了 把他吓跑了 这次再跑 就不一定会不会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你说了 他现在是公众人物 有很多镜头都对着他 你如果真的心疼他 就不要给他惹麻烦 你要就这么扑上去 让他跟你回家 他肯定是不同意的 你沉住气 慢慢来 他希望自己能尽最大的努力 给花来减少麻烦 江赫宇一声不吭 但看起来听得很认真 赵玲侧头看了他一样 记住了吗 江赫宇访问他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 赵玲 就他还在 我挺高兴的 希望你们能好好的 江赫宇脸上 有了一丝喜悦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 这一次 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 花来从演播室下来 敏开拿着iPad迎过来 这次的采访是现场直播 他一直在看数据 若来 线上的观众反响很好很热烈 不过说真的 不做任何预热就直接上 你真的很大胆 花来笑道 显示一下国内市场的热度 敏开 你这步骑走对了 咱们这头开得好 接下来一定会更加火爆 花来和他并肩往外走 希望如此吧 敏开 下周就参加综艺录制了 你这两天准备的怎么样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一定要开口 花来 之前没上过综艺 其实我心里不太有底 不知道到时候 能不能找到那种感觉 敏开 放心了 基本都有剧本 凭你的演技 不在话下 敏开亲自开车 把花来接回了畅鱼 两人就工作的事 还需要继续沟通 二人一边走一边聊 花来面露苦涩 开哥 如果我现在要求换综艺 是不是来不及了 敏开笑道 那是肯定的 还有四天就开始录制了 你要临时逃了 人家去哪找人顶阿花来 可是这个题材 我真觉得自己 有些驾驭不了 敏开不以为然地笑着 放轻松点嘛 就当去玩了 而且 可是你自己说了 除了我之前说的那个 其他都行 现在你可不能反悔啊 二人聊着 进了敏开的办公室 却见里面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年轻的男人 听见他们进来 男人也站了起来 一双炙热的眼睛 直直地看着花来 像是上了锁链一般 花来还保持着 刚才的轻松神态 自如地和他对视 敏开看到沙发一旁的手杖 立马反应过来 您是江总吧 您好您好 新河娱乐成立没几年 但发展还挺迅猛 除了挖到一批不错的 有口碑 有本事的成名艺人 自己也培养了一批新人 其中最知名的 就是老板的小姨子 陈静儿 虽然他们是亲戚关系 但看过陈静儿作品的人 都不会觉得 他是走了后门的 因为 他的确有吃这碗饭的 业务能力 敏开虽然是第一次 见江赫宇 但对他并不陌生 S式的财经杂志 经常都有关于他的报道 江赫宇涉的行业很多 即便没有业务往来 能认识一下 多一条路 也是好的 更何况 现在人家主动上了门 敏开能不客客气气接待吗 江赫宇淡淡地回了一声 你好 比人江赫宇 敏开见他一直看着花来 便介绍道 这是许若来 刚从总部过来 今后在国内发展 还请江总多多关照 江赫宇这几个小时 想过很多种花来 看到自己的反应 但就是没有想到现在这种 他主动伸出娇软的小手 递到他面前 笑着说 江总 请多关照 就像他见过的 无数应酬场上的女人一样 江赫宇克制着心中翻涌的情绪 握住那手 你叫许若来 花来 是的 江总日理万机 一定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江赫宇直直地看着他 我的确是第一次知道 许若来这个名字 这一来一往 敏开更确定 江赫宇对花来 是有意思的了 不管是哪一种有意思 只要他看得上自己的人 那以后就有合作的机会 江总 来 咱们这边坐 若来 你刚回国 正好向江总区取经 我之前给你说的星河 就是江总的 他手下可有一大批 厉害的不得了的艺人 你虽然在外国成绩还不错 但现在到了国内 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啊 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 江赫宇终于松开了花来的手 花来故作吃惊地看着敏开 这就是星河的江总啊 他又看向江赫宇 希望江总多多指教 江赫宇在沙发上坐定 花来坐在另一侧 他像之前屏幕上一样 修长有力的双腿 轻轻地交叠着 看起来十分放松 江赫宇面色冷峻 许小姐和我的一位故人 长得实在相似 143你开着架 花来 我刚回来就听人说了 我长得和当红女性 陈吉尔小姐 有两分相似 我起初还不信 后来我走到路上 因为戴着口罩 居然有人对着我的背影 叫她的名字 我这才信了 特意去看了陈小姐的照片 发现的确有几分 相似她笑盈盈地 看着江赫宇 我还听说 陈小姐是江总的小姨子 希望我的长相 没有冒犯到您 眼前的花来 陌生地让江赫 与怀疑自己 是否只是在梦境中 她印象中的花来 不是这样的 她看到她 应该惊慌 生气 憎恶才对 怎么可以这样谈笑自如 她已经做好准备 对着她跪着忏悔了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 她如果跪下去 那就是一个笑话 江赫宇 徐小姐和我说的那个故人 是十分相似 不是两分 花来一脸惊讶 是吗 江总有照片吗 我想看看 世界上真的有 这么相像的两个人吗 江赫宇掏不出来照片 她的头微微垂了下去 我没有她的照片 花来有些失望的样子 那真是遗憾了 花来看了看时间 不好意思江总 开哥 我得回去了 还有事 约了时间的 敏开有些为难 虽然花来给她说了 下午她有私人安排 但是现在 很明显 江赫宇是想和她 继续聊一聊的 没想到 江赫宇先站了起来 我送许小姐吧 顺路 花来还没觉得有什么 敏开已经被震惊到了 江赫宇 送别人回家 这在商界 是闻所未闻的事 花来巧笑 我还没说 我去哪里呢 江总真的顺路吗 江赫宇 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样子 她回得严肃又认真 你去哪里 我都顺路 一旁的敏开 已经平住了呼吸 江赫宇这话 已经不只是对花来 有意思这么简单了 花来还是笑盈盈的样子 江总这样的大人物送我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江赫宇 就是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花来 江总都开口了 我在推辞 岂不是不是抬决 那我就 劳烦江总了 敏开把二人亲自送进电梯后 看着跳动的数字 若有所思 江赫宇 今天来他的办公室 没有和他多说一句话 眼睛一直在花来身上 很显然 他就是冲他来的 可是花来 今天是第一次公开露面 那边才下波 他这边都堵到公司来了 如果是要挖人 也太迅速草率了一些 毕竟数据分析都还没出来 难道 江赫宇说 花来和他的一位故人 十分相似 所以 敏开豁然开朗 别人说 江赫宇对王七惦念甚深 而他的小姨子 和他的王七自然是相似的 别人都说 花来和曾经相像 所以江赫宇说的那个 和花来十分相似的故人 是他的王七 敏开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能捡到这样一个宝 江赫宇 如果针对花来有意思 那么如果他要挖人 违约费不低 如果不挖人 就刚才见第一面 就要送人家回去这架势 以后的合作资源 肯定少不了 不管怎么算 敏开都觉得自己 稳钻不赔电梯 还在下行 花来这是第一次 和江赫宇并肩站在一起 他即使穿着八厘米的高跟鞋 还是矮了他好大一件 不得不说 这让他觉得有压迫感 更何况 还是在只有两个人的密闭空间 叫相的面板乘亮 江赫宇看到花来 一直保持着微微笑意 大方又得体 他的目光放肆极了 没有一丝要收脸的意思 最后看到花来都有些不好意思 他微微低头笑了一下 直言道 江总看到别的漂亮女人 也是这么直接的吗 江赫宇侧头看他 陈音音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花来的眉目微微缩了一下 然后迎上江赫宇的目光 陈音音 江总 您说的和我长得 十分相似的那个故人 叫陈音音吗 江赫宇紧紧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花来 不过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如果江总以为 我就是您的这位故人才送我的 那就不必了 因为 江赫宇看着他的唇 一张一合 一合一张 他在想 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伶牙俐齿的 花来 我不是您要找的那个人 江赫宇 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上我的车 花来像是听到一个 天大的好笑的笑话 他真的眼着樱桃红唇笑起来 江总 您这样 他抬手对着江赫宇上下比划了一下 您这样帅气 多惊 单身的男人 如果要送一个女人 会有人拒绝吗 就算会有人拒绝您 那另一方面 也不是第一次有男人提出送我 不好意思江总 我以为您和他们一样 都是真心的呢 看来是我误会了 那我就不耽误您了 我交助理就行 以前 有很多男人送你吗 江赫宇打断他的话 又缓缓转过身站好 他的声音高了一度 他自己没发现 但花来太了解他 把他的心思也揣摩了得透 他故意称怪 江总 我好歹也这么漂亮 难道您觉得 我这点魅力都没有吗 江赫宇道 我真心的 他回的是上一句话 我对你 永远都是真心的 花来叹了口气 看来江总 还是把我当成了别人 不过我不介意 毕竟演戏 是我的本行 如果江总需要 我可以扮演您需要的任何角色 前提是 宁可不能小气 得给我开个好价钱 他的言辞 陌生到江赫宇 都有了一丝的犹疑 他真的是他吗 他为什么 和以前那个纯真的人 这么的不一样 他曾经收他一件礼物 都会觉得太贵重 有些愧疚 现在 要他给他一个好价钱 江赫宇 你想要多少 花来仰头看向江赫宇 眼里多了一丝魅意 声音也焦软了许多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都听得出这四种暗示 江总觉得 我值多少 江赫宇浑身绷紧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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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他的目光 根本无法从那张脸上一开 他的嘴根本不受 自己大脑的控制了 你开个架 144回家 花来又笑了 我和江总开个玩笑 没想到江总这么爽快 叮 电梯门开了 不管是不是玩笑 话题也被终止 到了车旁 江赫宇已经绕到驾驶室 却见花来站在副驾驶门边没动 又过来要替他开门 花来忙自己拉开了门 一脸恍然大悟的歉意 不好意思 我自己来 江赫宇没替别的女人开过车门 所以他没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 但是显然 花来习惯了别的男人帮他这个忙 江赫宇猝着眉 一脸不悦的回到驾驶室 你去哪里 花来 青云大街中段有家工作室 我去取鞋子 江总真的顺路的话 麻烦带我过去吧 江赫宇没有说话 直接发动了汽车 花来也不觉得尴尬 坐在车里左看看又看看 这车不错 很贵吧 江赫宇 七百多万 花来 哇 第一次坐这么贵的车 感觉真的不一样呢 江赫宇 许小姐事业那么成功 不至于没有几辆好车吧 提到这个 花来一脸懊恼 我们这行吧 别人看着光鲜亮丽挣得多 但花销大 又不是样样都能找公司报销的 他也不管江赫宇爱不爱听 自顾自的说 就说现在咱们去取的这个鞋子吧 十五万八 其实也穿不了几次 但是架不住喜欢啊 原本工作人员说 要给我送家里的 我等不了了 女人嘛 就这点爱好 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 鞋包包包首饰 眼睛都不眨 就要买下来的 江赫宇难得附和 花钱只要能买到快乐 再贵也值 花来 对啊 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花来一路上嘴没消停过 一直东拉西扯 讲得眉飞色舞 完全没有二人初次见面的拘谨 江赫宇时不时地印一句 他已经冷静了很多了 虽然还谈不上心无波澜 他会时不时地侧头看花来 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 那目光又深情又认真 看得花来都不好意思起来 江总 你要这样看我 我真的会不好意思的 江赫宇把头别过去 失礼了 到了工作室 花来卸了安全带 说着烂大街的客套话 谢谢江总特意送我过来 那我就上去了 下次有机会请你吃饭 江赫宇 今晚我就有空 花来 江赫宇 你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 花来 当然不是 那我到时候约您具体时间 江赫宇把他手里的手机 直接拿了过去 发现要密码解锁 他看也不看他 直接输入了以前花来的手机密码 解锁失败 江赫宇抬头 发现花来正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江赫宇 解锁 存个电话 不然你怎么联系 我约时间 花来笑着拿过手机解了锁 存了江赫宇的电话 江总 晚点我把地址发给您 谁知江赫宇也下了车 陪你进去 花来暗骂了一声不要脸 想不到江赫宇现在 也轨迹多端了起来 早就打定主意 要做跟屁虫 居然还要存自己的电话花来 我在里面可能要耽搁不少时间 江总是大忙人 就不用陪我了 不然 我真的会过一步去的 江赫宇已经把车钥匙交给服务生 起楼 花来当着他的面叹了一口气 江总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说着便朝楼里走去 到了工作室 江赫宇没去休息室 而是等在一旁 服务生正给花来试着鞋子 花来提起长裙 站在镜子前不断变换角度 十分认真的 试着这双刚到的心鞋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他的脚很美 皮肤没有一点瑕疵 脚踝微微凸起 十分性感 江赫宇曾经爱抚过 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他看着面前扭动的人 想念那久违的触感 他的身材比以前更完美了 头发利落的挽在脑后 更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魅力 还有那一半没有布料遮掩的肩 随着他的动作一直在跳动 皮肤白的黄眼 他生过孩子 但小腹依然如少女一般平坦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小腿的线条优美有力 看得出经常有锻炼 江赫宇看得有些吃两人 花莱还有这么美的一面 相对于眼前人的成熟性感 他更想念他曾经的青涩 江先生 您觉得好看吗 花莱回过身 放下裙摆 笑着缓缓朝江赫宇走来 那每一步都仿佛 踏在了江赫宇的心尖上 他由心赞叹 很美 很适合你 花莱 真的吗 江先生都说好看 那肯定错不了 看来我的等待是值得的 您都不知道 这双鞋我期盼了多久 江赫宇印象中的花莱 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件穿戴饰品 有过这么大的兴趣 他真的变了好多 花莱在工作室磨蹭了快两个小时 试完鞋子 又去看这一季的新品 和工作人员问了很多细节 最后才站了起来 期间江赫宇一直静静地坐在一旁 没看过一次表 也没有催促过一声 后来服务生私下都说 见过这么多陪女伴来的男人 就今天这一位不仅有耐心 而且还一直看着女伴 爱意满满 从工作室出来 花莱道 谢谢江总又等我这么久 您想吃什么 江赫宇 有我定吗 花莱 当然 江赫宇 吃饭的地方也有我定 花莱 耽误您这么久 由您做主 是应该的 江赫宇 那好 上车 我带你去 他没有说位置 花莱也没问 车开了有半个小时 花莱看着车窗外 越来越冷清的街景 有些警惕地问江赫宇 江总 我们这是去哪里 江赫宇 回家 145字投罗网 回家 这下花莱是真的有些沉不住了 江赫宇 你不是说 有我做主吗 花莱 但是我们说的是 去餐厅 江赫宇 你很想被别人拍到 咱们俩在餐厅一同用餐 花莱 但是 咱俩第一次见面 就去你家 这不合适吧 只是换一个吃饭的地方而已 你不用想那么多 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 若是别的男人说这句话 一定就是玩笑话 但是江赫宇不会开玩笑 他说出来 听起来反而像是威胁 南湖别墅 花莱以前来过一次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装修好 花莱站在门口 打量着房子 里面的摆设 非常的简洁清冷 甚至可以说是 冷清到没什么人气 江赫宇把拖鞋放到他的脚边 穿了一天高跟鞋 累了 先换拖鞋 他单膝 跪在花莱脚边 那动作自然倒就像是 他们就是一对下班 一起回家的恩爱夫妻 但却惊得低头的花莱 后退了一步 花莱惩惶惶恐 江总 我自己来吧 他弯腰换了鞋 江赫宇已经把自己的外套领带 都解开 挂在衣架上 花莱没看到有人出来 便问道 你们家没有佣人吗 江赫宇 这是我和我太太的房子 我现在一个人住 他解了袖扣 把袖子 挽到小臂的位置 你要不要换衣服 你这样好像不太舒服 花莱今天上节目 穿的是紧身的礼裙 身材是玲珑净显了 但也的确束缚得有些难受 谢谢 不用了 江赫宇点点头 你随意做 然后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分钟后他出来 手臂上搭着一套女士家居服 递给花莱 新的 花莱还坐在沙发上 再次拒绝 真的不用了 在江赫宇这里换衣服 他不是自寻死路吗 江赫宇往他的胸前放肆地看了一眼 一由所指地说 还是换换吧 毕竟现在 我们真的是孤男寡女了 花莱今天穿的礼裙领口不算高 江赫宇这居高临下的视野 能把他胸前的风景看得明明白白 花莱立马伸手捂住胸口 你 江赫宇把衣服放在他旁边 去房间里换 我做饭 说着真的去了厨房 和花莱一样 江赫宇也有很多花莱这些年没见过的样子 他会走路 会给他递鞋子开车门 还会做饭 花莱看他背影进了厨房 抓起衣服去了客房 即使只是家居服 尺码也很合身 他换好衣服出来 只听到厨房隐隐的锅具碰撞的声音 他很好奇 江赫宇能做出什么食物来 他曾经那么挑剔 食指不沾羊春水 是怎么学会做饭的 他来到厨房入口 江赫宇听到响动 侧头看着他 竟然带着微笑 饿了吧 就快好了 花莱 没有 我就是 随便看看 江赫宇放下手里的铲子 朝他走过来 这没了高跟鞋 那身高差距 更是让花莱觉得恐慌 他本能的想逃 口渴 我去找点水 江赫宇擦了擦手 一把拽住刚刚转身的人 把他拖入怀中 146重新挨过 江赫宇的声响 低沉又迷人 宝宝 我好想你 今天有太多的没想到 花莱没想到 江赫宇这么快就找上来 没想到他把自己带回家 同样也没想到 自己辛苦演了一天 却为撼动江赫宇分毫执念 他现在像一只嚣张的小狐狸 被盗提着双脚 只能丢盔气甲 他在江赫宇怀里瑟瑟发抖 神经紧绷到 万万要推开他 江赫宇像是尹君子一般 深深地嗅着他的味道 嘴里一直在喃喃细语 不要再离开我 我错了 我保证 以后一辈子 我都会全心全意 只爱你 好想你 好想你 花莱终于开始挣扎 他奋力地去推他 他却纹丝不动 江先生 请放手 您认错人了 花莱还在坚持着 哪怕声音也在颤抖 江赫宇终于放开气喘吁吁的花莱 他的眼尾红红的 花莱侧身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慌乱地说 江先生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他一边说 一边往外走 必须立刻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他低估了江赫宇 他疯起来 才不会管他是岑音音还是许若来 江赫宇跟上来拉住他 饭还没吃 花莱声音冷了很多 改天再吃 今天我不太舒服 江赫宇不拆穿他 但也不放他走 先吃饭 花莱 我说了 我 江赫宇打断他 如果你不听 我就把你锁起来 那声音音寒霸道 让花莱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他知道江赫宇说得出做得到 菜很简洁 一个清炒蔬菜 一个白灼虾 一份汤 江赫宇舀了一碗汤 放到花莱面前 先喝点汤 花莱机械地拿起勺子 江赫宇又开始包虾 包好后放到花莱碗里 你以前爱吃的 你多吃一点 花莱不再接话 现在换江赫宇自言自语了 你以前很爱吃虾 但和大家一起吃饭 却不好意思家 以为这么好吃的东西 别人也很爱吃 后来剩了好大一盘 你看到他们把他倒进垃圾桶 闷闷不乐了一下午 抱着我说早知道就多吃点 那时候的你 看起来又可爱又心疼 我就想 我要赶紧站起来 要努力为你创造一切 要所有东西不需要你开口 就送到你的面前 他说得认真 花莱却像是听沉间新闻一般 情绪没有波动 你记不记得你那个同学 叫白雪的 他在你的葬礼上哭得好伤心 你们这些年 有联系过吗 我去学校才知道 你办了休学了 盈盈 那时候你就打定主意 要离开我了 他一直静静地看着花莱 希望从她的脸上 找到一丝破绽 但不管他说什么 花莱都没有一分一所 我的腿是第二年好的 那一年真的很辛苦 我经常站起来就跌下去 膝盖一直都是瘀青 但我就是想早点站起来 我第一个想走向的人 是你 但是你不在了 没有任何人能分享我的喜悦 盈盈 我们重新开始 这次 让我照顾你 花莱终于抬起了头 又恢复了之前的镇定 他微笑着说 江先生 我说了 我不是岑英 他现在十分厌恶这名字 关于他的一切 都是悲剧和泪水 江赫宇点点头 好 你不是岑英 秦华莱 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吗 147吃饭 花莱站起来江先生 您真的认错人了 我也不认识什么秦华莱 我叫许若莱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江赫宇怎么可能轻易放他走 他拉住他 眼里都是期盼 我不管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我只要你这个人 孩子呢 我们的女儿在哪里 提起女儿 纵使花莱这么好的演技 也控制不了自己真实的情绪 他一把甩开江赫宇 立声道 我们的女儿 江先生 您在说什么 江赫宇 我想见见他 花莱只觉得讽刺 这些生意人 都这么爱捡便宜的吗 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安慰自己 还把一纸离婚协议 扔到自己面前 就为了讨好董家 现在好了 公司他得到了 就开始惦记起便宜女儿来了 他也配 花莱气到说不出话来 他最后是被赵领接走的 江赫宇原本是不同意的 但是赶来的赵领拉住了他 他把江赫宇拉开 大少爷 你别逼他 你说过 你要好好待他 但是现在你看 他快哭了 江赫宇如梦初醒 我不会让他哭的 我不会让他哭 但是赵领你知道吗 他不认我 他不认我呀 你看看他 他就是茵茵对不对 你认得他的 赵领不置可否 这些年 江赫宇每一次情绪失控 都是因为花莱 赵领同情花莱的遭遇 也可怜眼前的江赫宇 赵领只能安慰他 我们怎么说不重要 你逼他也没用 你先休息 我送他回去 江赫宇双眼血红 不能让他走 赵领 他现在是唱鱼的艺人 你还怕他跑了吗 江赫宇 他真的会跑的 你忘了 他躲了我六年 六年 赵领 你最清楚 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能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我害怕 能让江赫宇害怕的事情 这辈子也就这一件了 赵领 那你把他留下 你觉得 他就会马上认你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和刚进江家的时候 有什么两样 你要真的想着对他好 让他回去 你六年都过来了 不要急于这一时 江赫宇看着 蜷缩在沙发的花来 是的 和那时候真相 那时候 他连他的床都不赶上 最后被他逼着 躺在同一张床上 他都是缩成一团 只占据小小的一个位置的 往事再次涌上他的心头 他难受得快 背过气去 他背过身 你送他回去 花来坐上赵领的车 整个人便放松了不少 轿车驶出了南湖别墅 花来靠在后座 赵领哥 或许 我还是不该回来的 赵领 他这些年过得不太好 花来摇摇头 他没兴趣听江鹤宇的故事 花来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 他纠缠起来的应对准备 但是他说到孩子的时候 我还是 赵领 颖小来 你们之间的事 我不是每样都了解 但是 还是有些误会在里面 我跟着他这么多年 还是比较了解他 他表面看起来 虽然不近人情 但是伤天害理的事 他没做过花来苦笑 你不用替他开脱 以前我也不相信的 花来整理好情绪后回了家 频频扑上来 搂上他的脖子 甜甜的叫他 妈妈 花来的坏心情 被女儿的温情治愈了不少 他把频频抱起来 新的学校怎么样 乖女儿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啊 萍萍 当然有了 他们都很喜欢我 还给我开了一个欢迎会 花来 哇哦 那频频喜欢新的学校和朋友吗 萍萍 喜欢 而且这里有哥哥姐姐 还有娇娇 我喜欢待在这里 花来亲了一下女儿 那咱们以后都留在这里 花来把萍萍带到儿童房 安抚他睡觉 萍萍拉着背脚 大眼睛扑闪闪的 妈妈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个小朋友的爸爸 和我爸爸的名字是一样的 花来惊出一声憾 啊 什么名字 萍萍一本正经的说 张悠悠的爸爸 也叫张珊 我的爸爸 也叫张珊 花来 都差点忘了这茶了 她呕了一声 干笑道 那你们还挺有缘分的 萍萍认真的说 所以我们做了朋友 悠悠说 下次他爸爸来接他的时候 他要带我去见一见他的爸爸 花来 你见他做什么呢 萍萍 我想看看这个张珊长什么样 我觉得肯定没有我的爸爸帅 花来配合道 那倒是 你爸天下第一帅 好了 帅哥的可爱女儿 该睡觉了 从萍萍房间出来 花来看到秦素枝还坐在大厅 她疲倦极了 但知道妈妈有话要问 只得走过去 妈 秦素枝把问在手里的牛奶递给她 你和小江见过了 花来懒懒地靠在沙发上 嗯 你怎么知道 秦素枝从知道花来和江赫宇的关系起 就一直提心吊胆 她知道 今天是花来在国内首次公开露面 被熟人看到 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 看花来这郁郁寡欢的样子 一定是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秦素枝 你们他有没有为难你 花来故作轻松地笑道 他能为难我什么 我们在公司见面 那么多人在 我一个认错人了 他也拿我没办法 秦素枝忧心忡忡 但你们总会有私下见面的时候 花来 妈 您放心 今天见面是巧合 他自己也有一家娱乐公司 和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才见面的 碰巧的是 他又不是特意来找我的 他有自己的生活 他看秦素枝还是满脸担忧 宽慰道 妈 您不用有负担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不找他算账 就算放他一码了 他不可能对我怎么样的 您以后要是看见他 当他不认识就行了 花来回到房间洗澡出来的时候 看到江赫宇给他发了好多信息 他只看了最新一条 今天是对不起 徐小姐 明天有空吗 一起吃饭 花来不再顾及面子 直接全部点了删除 整个收件箱现在空空如也 就像什么都没收到过一般 他爬上床 很快就睡着了 江赫宇却抱着手机等了半晚上 148错过的爱人 花来第二天去公司的时候 发现江赫宇又在 他要把花来迁到自己的公司去 显然 敏开没有同意 他嘴上说着这种事 我说了不算 得若来自己做主 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 只能价格到位 他立马把人双手奉上 江赫宇是个大金主 手上的资源无数 徐若来不是傻子的话 当然知道该怎么选 花来刚到公司 就被叫到敏开的办公室 推开办公室门 看到江赫宇的那一刻 他还是有些诧异的 他知道江赫宇不过 就此放过自己 但是也没有想到 他来得这样的快 当着敏开的面 花来当之前的不愉快 好似都没发生 仍旧热情地给他打招呼 开哥 你找我 江总也在 敏开 若来 江总特意来找你的 花来慢慢往里走 哦 我和江总才见过一面 找我能有什么事 江赫宇从他进来那一刻 整个人就坐直了许多 目光十分放肆地落在他身上 花来就当没看见 敏开 下周一 江总的公司有芯片手印 邀请你一起去呢 花来在另一旁的沙发上坐下 裙子下若隐若现的 那双好看的腿 又随意地交叠着 邀请我 可是我并没有参眼 我去做什么 今天他的态度就随意了许多 完全没有昨天的那种银河了 敏开自然也听出来了 他不知道这过了一个晚上 为什么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 敏开陪笑道 江总您别介意 小来这傻丫头刚回国 脑袋有点轴 说着他看向花来 洋装责备的样子 江总带你去多认识几个人 机会多难得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花来若有所思地嗷了一声 道 可是 他看向江赫宇 正迎上他幽深的目光 花来 我得去录综艺了 实在是分不出时间的 开哥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个综艺一次三天 加上前后耽搁 一个星期基本就没了 确实没有时间去参加别的活动了 江赫宇的眉目簇在一起 什么综艺 那是一个单身男女青年参加的综艺 特别的地方在于 所有的嘉宾都是有过婚姻的 说直白一点 就是一场二婚组CP的节目 组合的男女嘉宾 两人一组 住在同一个房子 就像曾经的夫妻日常 一般去相处 一起起居一起做饭 一起参加节目组准备的各种比赛活动 除了不睡一张床 和真夫妻的日常 并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花来只说 只要不上亲子 其他都可以 他哪里知道 敏开居然帮他接了这个 但是话都说出去了 敏开也已经和节目组 沟通了不少细节 花来再说不去 那在这行的名声 基本就毁了 敏开 是聂岛的新制作 错过的爱人 听到爱人两个字 江赫宇的眉头 已经皱起来了 敏开看得出 江赫宇就是奔着花来来的 他肯定不希望花来去参加这样的节目 但是现在建议上弦 名已经报了 合同已经走完了 他懊悔 也没有用江赫宇 讲什么的 敏开 就男女嘉宾试着谈恋爱 江赫宇的脸已经黑下来 花来敢保证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 那么自己今天又被江赫宇略杀了一遍了 敏开 现在的观众就喜欢看这些 不过都是演出来的 都有剧本吗 咱们若来的演技 一等一的好 到时候一定会爆红的 江赫宇瞪着花来 我看到不少假戏真做的 徐小姐 敏开 那不会那不会 第一次接触到江赫宇这个层面的摇钱术 敏开一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接待的 但越是这样 越是出错 敏开 若来这些年参演的节目影视剧那么多 和男演员组CP也不是第一次 他绝对有分寸 江赫宇打断 哦 看来徐小姐 在谈恋爱这方面 经验倒是挺丰富的 敏开暗骂了一声自己 说 那都是戏 人家若来这么多面 可是连一个绯闻都没有过的 娱乐圈像他这么洁身自豪的演员可不多 当然 江总公司的陈静小姐也算一个 敏开没想到他刚放下一块石头 马上又亲手搬起一块 砸向自己的脚 他不知道 江赫宇和花来都不喜欢听陈静这个名字 江赫宇的眉果然微缩了一下 花来却像是看好戏一般 开始悠闲地晃着双腿了 江赫宇 你说 这个节目是聂倒的 敏开 对 聂倒这三年 每年倒的都是爆款 咱们若来这次 一定能一炮打响 江赫宇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那是自然 他站了起来 看样子要离开了 敏开也赶紧站了起来 花来无奈 放下双腿 也站了起来 江赫宇单手扣着自己的西装纽扣 既然徐小姐没有时间 那就算了 来日方长 我相信 很快 我们就有合作的机会的 这种场面话敏开听过太多了 他有些不甘心江赫宇居然就这么算了 却又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抱他的大腿 指得继续赔不是 实在不好意思江总 若来刚回国 这次综艺是他的首秀 江赫宇白白手 一副没怎么放在心上的样子 看了花来眼就走了 敏开把他送走以后 回到办公室 仰躺在自己的座椅上 先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又坐起来问花来 你和江总到底怎么回事 花来装傻 没怎么回事 就你看到的这样 敏开 没怎么回事 他会跑到公司来找我要人 花来找你要人 敏开 他让我把你让给他 我没同意 若来 你是咱们公司培养的 双方都有感情 我肯定不会愿意把你给别人的 花来虽然知道 他说的是场面话 还是忍不住道 我只想待在畅鱼 开哥相信我 我有赚钱的能力 你可不许把卖给被人 敏开笑道 我当然不会怀疑你的业务能力了 不过说真的 你们昨天我看江总对你很执着 花来也不藏着掖着 昨天一起吃了顿饭 他一直说我很像他认识的那个人 我告诉他认错人了 最后他的助理把我送回去的 敏开 不是我说你 你今天的态度可有些不好 你要得罪他 以后在这行可不好混的 那些导演制片什么的 他认识的可不少 他要是说句你不好的话 真不一定有好的资源能轮到你 花来看起来也有些苦恼 酸溜溜的说 那我有什么办法 他有钱 他说了算 敏开 要不你 花来知道敏开是什么意思 能傍上江河与这样的大鱼 哪怕是个替身 也够他这辈子吃穿不愁 他打断道 开哥 我看江总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 昨天他连说了几次 我像那个人 我的确是有些吓到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149回电 江河与是真的走了 花来从敏开办公室出来后 提心吊胆了一圈 没有看到阴魂不散的江河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是真的不爱和他打照面 刚接手新的工作 花来也是够忙的 敏开把他的行程安排得很满 拍广告 拍写真 为上综艺做准备 修整了这一段时间 再次投入到工作中 花来只觉得又累又充实 不过这天之后 江河与居然没有在骚扰他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又有些疑惑 江河与赶回公司 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车行驶一段后 开始走走停停 他不耐地皱起眉 把目光从笔记本屏幕上 移向窗外 赵玲解释 前面有个学校 这个点有私家车站的 江河与明显对这个答案不满 没有规划好行车路线 这是赵玲的失职 但赵玲也无奈 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 堵车是第一次遇到 学校应该是举办了什么活动 很多小朋友都穿着统一的服装 来学校参与的家长不少 现在正式散场的时候 车多了一些 江河与现在对孩子比较敏感 花来在节目上说过 自己有一个女儿 江河与不可避免地去想 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孩子 现在差不多五岁了 也是上学的年纪 江河与看着车窗外 画着美美的装的小孩子 嘴角不自知地轻轻扬起 真可爱 赵领侧头 什么 江河与脸去笑意 没什么 看看能不能绕过去 赵领切了几条导航路线看了看 这条路是最快的 江河与便没再说话 两三分钟 车移动了不过十来米 江河与等得有些烦躁 他打开车门下了车 我自己去 不行绕过这段路 再去前面坐车 比在这里干等快多了 赵领想叫住他 他却已经拿着自己的手杖 提着笔记本走了 叔叔 一个稚嫩的铜声 在江河与背后响起 隔他挺近的 他本能的侧头看向声员 刚路过的车里 一个扎着哪吒便的小女孩 正降下车窗 朝他兴奋的挥手叔叔 江河与脸上又温和起来 他倒回来 弯腰对着萍萍挥手打招呼 萍萍 你在这里上学吗 驾驶室的车窗降下 许家的司机给江河与打招呼 江总 江河与点了点头 萍萍开心地说 叔叔 今天我们表演节目了 江河与很感兴趣的样子 哦 那萍萍表演的是什么 萍萍 我们班表演孔雀舞了 但是我的表现不好 我不太熟练 他有些沮丧 国内幼儿园的小朋友 很多都是教过孔雀舞的 但从小生活在国外的萍萍 没怎么学过中国舞蹈 江河与摸摸他的头 萍萍肯定也有很棒的地方 萍萍 我画画很厉害的 我画叔叔好不好 江河与 好呀 画好了可以给我看吗 萍萍 当然可以了 我们这个周的作业 是画一幅肖像画 我想画叔叔 前面的车开始动 许家的司机看萍萍 和江河与聊得起劲 不好催 但后面的车 开始按起了喇叭 司机 江总 你要去哪里 需要送你吗 江河与看了看 排在后面的赵林 想了一秒 拉开车门钻进后排 挨着萍萍坐下 麻烦了 出了这个路口就行 说完他又看向萍萍 怎么会想到画叔叔 他心里暖哄哄的 他看得出 这个小丫头喜欢自己 萍萍认真地说 我没有爸爸 但我想画爸爸 你可以当一次我的爸爸吗 江河与歪头思索 竟然真的有些为难 他在想 自己的女儿看到萍萍 会不会吃醋 萍萍一双期盼的眼睛 看着江河与 解释道 你和爸爸长得像 但我只见过一次他的照片 我有点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 江河与心头一软 平都起嘴 垂下头 对不起叔叔 是我不好 我看见叔叔太高兴了 就忘记妈妈说过 叔叔有小宝宝 我要和你保持距离 那样子又可怜又惹人爱 江河与想到萍萍的身世 只有两个妈妈 爸爸只见过一次见面 真是怪让人心疼的 江河与 我可以当一次你的爸爸 下次我介绍我的小宝宝 和你认识好不好 他也很可爱 你们有可能会成为朋友的 萍萍的眼睛亮亮的 真的吗叔叔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 江河与说起来 却是信誓旦旦 当然可以了 萍萍兴奋地 差点搂上江河与的脖子 如果自己和叔叔的女儿 做了朋友 当然就可以经常和朋友的爸爸一起玩 他真的太有爸爸的感觉了 萍萍拿出自己的电话手表 十分有礼貌地说 叔叔 可以留个电话吗 我画好了 带来你看 江河与认真的 把自己的号码 存在萍萍的手表里 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看 萍萍认真的点头 到了路口 江河与一一不舍地下了车 然后钻进后面的赵领的车里 赵领捏了一把汗 随口问道 好像是许家的车 江河与 你怎么知道 赵领 上次在机场看到过 许行书在上面 江河与笑成这样 车上肯定不可能是许行书 他只是想套点画出来 江河与完全没想到 身边最大的叛徒 是对他无所不知的赵领 他如实分享 是萍萍 许行书的外甥女 上次你在温泉那里见过的 赵领 你们聊什么这么开心 江河与答非所问 小丫头挺可怜的 没有爸爸 赵领心想 还不是你造的念 江河与 也没见过他妈妈 你说 会不会他们要了孩子没怎么管 直接扔个许行书了 赵领 这谁知道 江河与这样说 显然还是不知道 萍萍真正的身份 赵领知道这个就够了 江河与 也不知道许行书 目前生意怎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 赵领摇了摇头 他肯定知道一些 甚至比花莱知道的都多 许行书被银行逼债 逼得焦头烂额 但他没必要把这些告诉江河与 花莱回到家的时候 天又黑了 他照例要先去看看萍萍 萍萍已经睡着了 书桌上散落着一些画纸 花莱亲了轻萍萍的额头 然后笑着给他收拾桌子 桌面上有很多废纸 都是指画了一些轮廓 显然不满意 所以被废掉了 花莱之前没注意 女儿爱素描 他是知道的 但是收拾到后面的时候 他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个轮廓 怎么有些像江河与 他又看了好几张 后面得有比较完整一些的 他能确定 这就是江河与 他不知道江河与知道了多少 但是显然 他在接近萍萍 上次他们在温泉就见过了 花莱顾不上那么多 立马打电话给江河与 号码刚拨出去 他又冷静下来 电话还没接通 就被他挂断了 如果江河与不知道这事 自己去问 不是自找麻烦吗 也许萍萍 只是凭着以前看过的那张照片画的呢 他松了一口气 决定明天问问萍萍 就什么都清楚了 他拍了拍额头 告诉自己 不要一惊一乍的 遇到关于江河与的事 一定要冷静 收拾好桌子 他关灯 刚替萍萍关上门出来 手上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怕吵醒萍萍 他立马点了接通 然后才注意到来电的备注室 江河与 一百五十谈恋爱 江河与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过来 许小姐 他都这样礼貌了 花莱不好不回应 就像敏开说的 自己还得在这里混下去 花莱往自己的房间走 不好意思江总 我不小心按错电话了 江河与的语气 明显透着失望 哦 按错都能打到我这里 看来我们 还真是有些缘分 花莱只觉得浑身冒鸡皮疙瘩 江河与什么时候这么油腻了 花莱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江总休息了 江河与爽快地答应了 好的 许小姐晚安 明天见 明天见 什么鬼 花莱挂了电话 难道江河与沉寂了这么多天 明天又要去公司拦自己不成花莱 脸上挂上戏血的笑 要去就去吧 反正明天自己就飞了 第二天 花莱起来的大早 他亲自下床给萍萍做了早餐 然后把他叫醒 陪着他洗漱 宝宝 妈妈看到你昨天又画画了 画的是谁啊 萍萍嘴里含着牙刷 文言一愣 说 画的爸爸 老师说要画家人 我把妈妈外婆舅舅们都画过了 这次我想画爸爸 花莱便知道 孩子对父亲的执念一直都在的 他没再说什么 照顾萍萍吃完早餐 他便带着行李上了助理的车 向彤一边开车一边给他交代 姐 我们先去节目组指定的位置 然后和这边的几位嘉宾一起搭飞机 预计下午两点到目的地 到了后分配任务和住所 活动明天早上正式开始 花莱点点头 没问题 这些流程他也看过 这次和他搭档的男嘉宾 是一个三线男演员 叫沈丰 三年前离婚 据说性格开朗 很会照顾人 向彤再次嘱咐道 我只能送你到机场 姐 后面有什么问题 首先找你的搭档帮忙 然后再是节目组 最后才找公司 国内综艺 真假参办 有遇到不开心不公平的 你不用太较真 基本都是节目组安排的 你就当去演戏就行了 到处都是摄像头 面对镜头 你们尽量要营造出CP的感觉 可以有小矛盾 小冲突 但不能真的生气 现在网友的嘴可读得很 一不小心 就能把人骂到退网 花莱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可不能退网 他回来的目的是赚钱 赚很多很多的钱 他的第一部综艺 绝对不能翻车 到了机场 向彤又忧心忡忡地叮嘱他 半天才离开了 这不怪他啰嗦 他也担心 花莱从来没有混过国内娱乐圈 也没参加过这种综艺 怕他会出纰漏 花莱却没怎么放在心上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事会搞不定 从他下车的那一刻 机位的摄像头已经对准了他 花莱笑着 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打招呼 接待他的工作人员 带着他往休息室走 给他简单介绍 你和你的搭档都是S式的 所以你们会一起飞过去 他已经到了 花莱故作轻松地笑着说 哦 这么快就开始了吗 工作人员说 是的 从现在开始 到第四天结束 希望你们相处愉快 花莱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 推开休息室的门 发现里面做了一位男士 正在看杂志 他侧对着门口 看样子看得很认真 花莱看过沈丰的照片 但印象不深 他深吸一口气 堆起笑意 主动打招呼 你好 男人回过头 脸上是意味深长的笑 你好 徐小姐 花莱浑身一僵 江鹤鱼怎么会在这里 他震惊到 完全忽略了摄像头的事 声音高了几度 质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江鹤鱼站起来走向他 贴心地帮他把行李接过去 小声道 摄像头 然后还是笑着说 节目组安排的 徐小姐不对 这几天我们是搭档 我还是叫你小来好了 你不会介意吧 摄像头后 盯着屏幕的人 开始兴奋起来 他们认识 有看透 有看透 这么快就开始爆了 听到摄像头 花莱的脸色 总算缓和了一些 他现在不可能因为搭档 是江鹤鱼就退组 先不说自己的口碑和名声 就说这违约费 他也支付不起了 他之前的钱 全都打给许行书了 根本没什么余钱 花莱 你 怎么会在这里 沈丰呢 江鹤鱼满脸 是操控者的得意 沈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我是顶替他的 小来很介意吗 花莱就差咬牙切齿了 不 切 意 但是 江总不是娱乐圈的人 江鹤鱼对着座位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等花莱坐下来 他才跟着在旁边坐下 这个组有素人参加 我就是那位男素人 小莱不会是嫌弃我 没有名气吧 花莱挤出一个笑 您误会了 我就是问问 江鹤鱼从来没有如此悠然自得过 我还以为小莱嫌弃我呢 你别再这么客气了 叫我鹤鱼就可以了 我们是搭档嘛 花莱垂死挣扎 这不太好吧 江鹤鱼志在必得 难道小莱没有看节目组发的规则吗 据尊称是第一步 花莱 你 江鹤鱼没这么亢奋过 他开始是气愤花莱来参加这样的综艺的 他怎么可以在自己眼皮底下 在这么多的观众面前和别的男人 扮演谈恋爱的游戏 不过后面转念一想 这不就是机会吗 他不过是找了个导演 给了沈丰一个他期待的角色 再帮他支付了这边的违约费 然后再为节目组出了一笔赞助费 他就拿到了本属于沈丰的男嘉宾的位置 能公开和花莱谈恋爱 这简直不要太爽 而且 网友不就喜欢大家假戏真做吗 不就喜欢营业有售后吗 他这次要来一个终身售后 把这场恋爱谈到结婚 谈到老死 江赫宇有些无奈地说 反正不要再叫我江总了 花莱 知道了江先生 江赫宇没有再继续计较 却开始找花聊天 我们去的地方温度比这边低 你有带厚一点的衣服吗 花莱的回答不冷不热 公事公办 带了 江赫宇 我有带多的 你不带也没关系 他不仅带了自己的 还带了花莱的 而且生活用品 他准备的都是双粉 花莱不想再和他聊天 别说 我有点困 你一会儿 江赫宇明知他是逃避 但并没有拆穿他 还贴心地说 好的 等下时间到了 我叫你 151喜欢的类型 花莱原本是想装睡 谁知道真的睡着了 昨晚他因为萍萍的话的事 心里一直担忧着没睡后 今天起得又走 的确有些乏累 睡觉就算了 他还做起了梦梦见 江赫宇把萍萍抱在怀里 让他把女儿还给他 关键是 萍萍还轻易地搂着他的脖子 甜甜地叫他爸爸 花莱睡得迷迷糊糊的 听见有人在轻轻地叫他 小莱 醒了 该走了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 看见刚才还在梦里的江赫宇 现在近在咫尺 吓得他 差点往后倒去 他本能地惊呼一声 不可以 江赫宇猝起眉 担忧地问 怎么了 做梦了 花莱这才清醒过来 又条件反射地擦了他嘴角 道 不好意思 江赫宇小声说 没流口水 别擦了 把口红擦掉了 花莱差点就脸红了 只有江赫宇知道 他睡觉的时候 经常会流点口水 但他现在怎么可能承认 花莱要站起来 发现身上搭着江赫宇的外套 他嫌恶地用一个手指勾起来递给江赫宇 不冷不热地说 谢谢 江赫宇笑道 这里虽然有暖气 但睡觉还是有点冷的 说着 他提起两个人的行李箱 一左一右 朝花莱歪头示意 走吧 花莱指的跟上 飞机上 二人并排坐着 江赫宇忍着想要牵住花莱的手的冲动 看向窗外说 你看 云很美 飞机上没有摄像头 花莱根本不想搭理他 却也知道 自己既然不承认自己是岑音音 就不能对江赫宇太粗鲁 他恩了一声 算是回应 江赫宇 以前你说 你没有坐过飞机 想有一天和我一起 看万里高空的云朵 他看向花莱 你怕吗 花莱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他有轻微恐高 却又向往高空 花莱笑道 江总 您贵人多妄事 我是许若来 不是您说的他 江赫宇转过头去 这不重要 你承不承认 真的不重要了 你已经坐在我身边了 花莱 我要睡 江赫宇 你别睡了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和我讲话 你看风景 我睡 说着 他真的闭上了眼睛 花莱一脸嫌弃 嘀咕道 知道我不想和你讲话 你就不该来 闭着眼的江赫 与嘴角勾起笑意 为了这上这个节目 我花了三千万 还免费参加 你现在叫我别来 合适吗 花莱没再接话 他就知道 沈丰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缺席 江赫宇睁开眼 做直策转身看着他 语气认真 如果你不想做沈丰丰 你就做徐若来 徐若来 我们重新来过 我要开始追求你了 花莱没好气地说 我不同意你的追求 江赫宇 你的拒绝是对的 你要经得起诱惑 别被男人的花言巧语糊弄 花莱言鱼道 江总可真能为自己找台阶下 江赫宇 我问你 这些年 你有没有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过 花莱皱着眉 看着江赫宇 说 当然有了 江赫宇肉眼可见的黑了脸 声音沉了不少 谁 花莱 你说的哪一个 江赫宇咬牙切齿 那 一 个 有几个 花莱说的一本正经 明着的没有 毕竟女艺人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私下的嘛 她伸出她的手 认真地算起来 然后说应该是五个 毕竟有几个只是暧昧过 不算正式的 江赫宇的手背 已经起了轻惊 沉樱 花莱叹了口气摇着头 你看你 又来了 江总 你别用你要求她的标准 来要求我 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不过说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老是把我当成她 就你这个条件 还真是我喜欢的款 江赫宇深吸一口气 然后说 好 我不当你是她 既然我是你喜欢的款 那咱们就谈个恋爱试试 花莱笑道 可是现在 我对你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对你的好感 在你一次又一次叫我音音的时候 消散干净了 江赫宇 没关系 我愿意等 总有一天 你还是我的 花莱 江总这样的男人 难道就不介意 我和那么多男人谈过恋爱 江赫宇的声音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当然介意 但我保证 我将是你的最后一人 花莱不置可否地恩了一声 率先闭上了眼睛 两个小时的飞机 花莱醒来的时候 和江赫宇头靠着头 姿态十分自然 他警觉地往旁边挪了一下 江赫宇失去支撑 差点歪倒 人也清醒了 他看了一眼花莱 每一眼都是笑意 对不起 我睡着了 花莱没理他 下了飞机 他们上了节目组派来的车 里面好几个摄像头都对着他们 花莱的脸色总算和缓了一些 工作人员开始了采访 两位是首次见面吗 江赫宇没了往日的严肃冷冽 虽然不至于面带微笑 但还算得上温和 不是 我们之前见过 工作人员 那你对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江赫宇看向花莱 花莱面对镜头 一副听得很认真的样子 江赫宇 非常好 说实话 小莱是我喜欢的类型 工作人员一脸吃瓜的表情 哇 看来许小姐果然魅力超群 江先生这么快就开始表白了 江赫宇 那是自然 我十分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花莱心里已经翻了108个白眼 工作人员把头转向他 许小姐 你呢 对男嘉宾的印象怎么样 花莱笑着 江先生是个很细心体贴的人 工作人员的问题十分露骨 那你认为在婚姻中 这样的男人是你想要的吗 花莱哈哈笑道 应该是很多女孩子都想要的吧 工作人员 也包括你妈 花莱怀疑江赫宇给节目组塞钱了 不然问他问题 为什么如此穷追不舍 花莱 人生伴侣得精挑细选 相互磨合 才知道合不合适 合适的才是我想要的 工作人员 十分期待你们的浪漫之旅 152你们的家 五组男女嘉宾陆续到齐 和其他四组见面打招呼以后 花莱才知道江赫宇对别人有多冷漠 导演在介绍形成和规则 别的嘉宾各种夸张的表情捧场 只有江赫与他像个机器人一般 点头鼓掌 再无多余的话 花莱都替他尴尬的抓脚趾 导演 大家看到了 这里是山村 咱们今天是第一期 给大家一点缓冲时间 这次就不分配任务了 咱们这一期住的房子 采取抓疚的方式分配 你们五组 各派一个人出来抓疚 接下来的三天 你们救助你们自己 选到的房子 众人又是一阵夸张的哀叹 这里的环境肉眼可见的不太好 房子基本都是木质 或者砖结构的 小路基本都是泥地的 他们的轿车进村的这一段路 颠得花莱差点吐了 就连从小生活艰辛的他 也只有拍戏的时候 见过这种地方 连他都没有久住过 更不用提那些家境优渥的明星了 江赫与的表情 也是肉眼可见的难看 有一个女嘉宾刚下车 就娇滴滴地闹着要回去 他的男嘉宾一直在安抚他 他才嘟着嘴 和大家站在一起 不过几步路 他熔断的高跟鞋斜面 已经起了泥灰 大家按顺序去抽取房子 到花莱这一组的会后 江赫与道 你去 花莱 你去 江赫与便过去抽了一张 他看也没看 拿回来就递给花莱 花莱指的当着大家的面打开 五号 等大家都拿到号牌以后 导演 大家跟着自己号牌上的地图 去找你们的房子 温馨提示 房子是舒适度 是按一到五排列的 一号是罪 输 是 的 抽到一号的娇滴滴 和他的男嘉宾 激动地抱在一起欢呼 花莱拿着五号 对着江赫与竖了的大拇指 江赫与小声说 我都说了 让你去 镜头推向他们 导演笑着说说 我们的若来 和赫与抽到了五号 看赫与色表情就知道 他对自己的选择 不是很满意 他们的爱潮环境不太好 但是不要灰心 接下来 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任务 你们可以靠自己 迎娶装备 改善你们的生活环境 提升舒适度 一句爱潮 取悦了江赫与 他难得地对着镜头 露出了笑容 他这一路都是高冷样 这一笑 直接把那位娇滴滴的女嘉宾 迷得哇哇叫 还举手说 导演我想换搭档 我想和赫与一组 花来星说 快来快来 不来是小狗 导演配合着玩笑 赫与的可是最破的房子 我觉得 小爷你吃不消 叫小爷的女嘉宾 看着江赫与 眼里冒着星星 我不怕 他肯定会照顾好我的 他的搭档 笑着把他拉回来 死心吧你 你的位置在这里 分好房间 大家带着行李 去找自己的房子 这里都是泥地 轮滑的行李箱 根本划不走 江赫与直接拎起两个箱子 还把花来的背包 也背在自己身上 西装革履的他 现在像个一箱打工人 看起来严肃又滑稽 惹得小爷夸张地笑 还对自己的男嘉宾说 你看 人家多体贴 男嘉宾是个不知名的歌手 叫周周 这短短的一路 他已经被搭档折磨得苦不堪言 他要不是 看小爷是二线艺人 能带一带自己的曝光绿的份 早就把他丢出去了 但是现在 他只能真苦恼 装甲苦恼 人家两个人带三个包裹 你一个人带四个包裹 我也想帮你全部拿走啊 可是我只有两只手 小爷扁了别嘴 毫不留情地点评 真没用 你看我的鞋子都报废了 周周叹了口气 你箱子里有没有平底鞋 先换一双 你这样子 这段路没法走啊 小爷看了看坎坷的泥土路 又看了看自己的细膏跟鞋 只得指挥周周 给他开行李箱 拿鞋子换 一旁的花来 看得直在心里摇头 心想这节目组真是本事 居然说得动这样的大小姐 来这样的节目历练 不过别说 这样的嘉宾 参加这样的活动 还真有看头 连他都有些期待 小爷接下来的表演了 江赫宇提醒 看得入迷的花来 别看了 你拿着地图 看看我们的家在哪里 花来回归现实 暗叹了一口气 看了看地图上的指示 往前走 第二个路口右转 他拿着地图走走停停 一个人研究提示物 然后跟着指示 往目的地靠近 完全不像别的组那样 男女嘉宾头挨着头商量讨论 后面跟着拍摄的工作人员 都用字牌提示他 等互动 花来扫了一眼字牌 终于在下一个路口 问江赫宇 你觉得该怎么走 江赫宇被冷落了一路 现在简直受宠落惊 他仔细看了看图纸 你看像不像那个房子 我觉得屋顶有点像 花来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二人一前一后往前走 花来固着地图 脚下布房 一脚踩空 就往一边的地里歪去 吓得他惊呼一声 人还没落地 后面的江赫宇 已经扔了行李 拉住他的手臂 情急之下 力度太大 花来直接扑到他的怀里 江赫宇顾不上肢体 亲密接触的欣喜 连忙扶着他站稳 锁着没问他 有事没有 花来惊魂未定 也没有顾上别的 只摇了摇头 谢谢 江赫宇捡起行李箱 把地图拿过去 你走后面 我来 二人终于安全到家 摄影大哥架好机位后 便留在外面 江赫宇放下行李 这房子怎么用一个破败来形容 完全就是家徒四壁 四面都是土墙 屋顶是茅草 整间屋子就一个门一个窗 进去以后 满屋的灰尘 一看就是久无人居的样子 别说从小养尊处优的江赫宇 就连花来 现在都皱起了没 问摄影大哥 这房子有人住过吗 摄影大哥斩钉截铁地说 有 就在花来垂下头的时候 他补充道 二十年前是有人住的 现在搬走了 啊 江赫宇没说什么 反正这就是 他和花来的家了 他开心都来不及呢 他把行李放下 脱下自己的西装 铺在满是灰尘的木凳上 看着花来 你坐 我来收拾 说着 在花来惊讶的目光中 他开始挽袖子 江赫宇瘫痪的那些年 他生活基本是能自理的 后来和花来好了以后 他还能照顾花来 但是做家务 花来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他完全没法想象 这样一个金贵的男人 这样一双好看的手 做家务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他听话的 坐在江赫宇的西装上 看他要如何施展 江赫宇玩好袖子 左右看了看 然后问了花来一个问题 抹布在哪里 花来 你觉得我看起来 像是知道的样子吗 153相处 江赫宇不想让花来小瞧自己 给自己解围道 没事 我自己带了 他打开行李箱 从里面拿出两条毛巾 然后把其中一条一丝围二 其中半截 用来当清洁抹布 有了抹布 他还是犯男 他看了看花来 最后没说什么 出去问摄影大哥 哪里有水 摄影大哥 指了指50米外的一个牌子 去那边挑 挑水 江赫宇的字典里 没有这两个字 摄影大哥好心提醒他 那里有个桶 江赫宇默默地 捡起墙角的桶 进屋对花来说 我去打水 马上就回来 花来看他走远后 回乌蒙了室内摄像头 换了身衣服 江赫宇打水回来的时候 看到花来已经用调肘 把屋内都扫干净了 他忙放下桶 说了让你坐着 我来 花来 哪有让你一个人坐的道理 我们是搭档 得分工合作 江赫宇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现在 换我照顾你 他一由所指 花来全当没听懂 两人开始忙碌收拾房间 实际情况是 花来在忙碌 江赫宇什么都做不好 他这几年是独居 但居住的环境 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而且 很多事都是庸人做的 半个小时候 房间终于有了一些人 能居住的样子 花来也累得腰酸 他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 江赫宇连忙 把他按到凳子上做好 你辛苦了 喝点水 还好有品牌方 赞助的县城饮料 他准备的床只有一张 虽然比较大 但花来是绝对拒绝 和江赫宇同床的 他把一床草席 洗干净晾起 然后指着房间的空地 晚上你睡地上 江赫宇 地上凉 花来 那我睡地上 江赫宇妥协 我睡 第一天 节目组确实没怎么劳累大家 还为他们准备了食材 不过 都是生的 花来咸熟地洗菜切菜 江赫宇觉得自己 有些无用武之地 他自告奋勇 我来炒菜吧 花来不知可否 江赫宇把炒锅放到电磁炉上 研究了半分钟使用方法 然后开火烧油 他不太习惯使用油桶 盖子一开 倒了小半锅进去 然后看了看花来的脸色 又把多余地倒了出来 这里没有抽油烟机 电磁炉的火候也不好掌控 两分钟后 江赫宇从满是油烟的房间里 逃了出去 狼狈不堪 花来摇摇头 上去把火力减小后 继续翻炒 两个简单的菜 江赫宇吃得心满意足 他端着碗看着花来谢谢 花来 快吃 吃了你洗碗 江赫宇 以后都是我洗 他吃了两口才 猴姐滚动 眼角有些湿润 他太久没有吃过花来做的饭菜 那种恍若隔世的味道 让他激动的想落泪 他眉眼弯起好看的弧度 由衷的说 好吃 花来配合着 快吃吧 等一下还得看看明天的任务是什么 两个人一边吃一边闲聊 花来是为了节目效果 江赫宇是真心想和他聊天 江赫宇 我今天表现不是很好 花来 很好 江赫宇 别安慰我 花来打断道 很好 有自知之明 江赫宇笑道 你还会开玩笑呢 以前可不这样 花来停下手里的动作 江赫宇便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他连忙说 明天你想吃什么 我做 这个电磁炉 我刚才又研究了一下 我没问题 花来 看到时候有什么材料吧 这里可没有咱们挑的粉 二人吃完饭收拾完桌子 天已经快黑了 江赫宇又提着筒出去了 他连着提了三烫水以后 花来忍不住问 你提这么多水做什么 江赫宇 晚上你得洗澡 花来没想到这一茬 以前他拍戏的时候 环境有比这艰苦得多的 条件不允许的时候 不洗澡时尝试 江赫宇再次打水回来的时候 花来正收到节目组 发来的第二天的任务卡 二人打开一起看 花来 一 男女嘉宾各为对方做一件生活小事 他侧头看向江赫宇 满脸问号 做一件事 做一件什么事 江赫宇的脸 和他近在咫尺 让他有一些恍惚 江赫宇 你想为我做什么 花来暗中捏紧拳头 调来的最简单的 叫你起床算不算 江赫宇 那当然不错 那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花来绞尽脑汁 在考虑要做什么 看起来才没有那么暧昧 嗯 做 江赫宇 明天再说 看下一个任务 花来又把目光放在任务卡上 二 八点钟到指定地点 取当天的食材挺简单的 三 参加运动会 迎娶电器 江赫宇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挺好的 我们需要的东西还很多 花来是第一次参加综艺 真觉得没意思透了 这些任务弱智又白痴 不知道观众图啥 但是为了钱 为了名声 他还得继续忍耐下去 睡觉的时候 花来在床上拉起一道帘子 把自己和江赫宇的床位隔开 江赫宇眼巴巴地看着他 我真的睡地上啊 花来 要不然呢 江赫宇 真的很冷 他背过摄像头 小声嘀咕 能不能睡床上 我保证规规矩矩的 花来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 江赫宇无奈叹气 他把草席扑到地上 没有多余的棉絮 只能就这样躺下 然后盖上薄薄的被子 花来为了阻止江赫宇讲话 率先说了晚安 江赫宇没睡过这么硬的床 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得很 但他心满意足 因为一连之隔 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个人 他侧卧对着花来的床 黑暗中的脸上都是笑意 今天两个人都累了 江赫宇翻了几次身 竟然慢慢地睡着了 半夜的时候 花来听到细微的痛苦的声音 他瞬间睁开了眼打开灯 发现那声音是地上的江赫宇发出来的 他穿了件外套掀开帘子 发现地上的江赫宇紧锁着眉头 额上是细腻的汗 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发烧了 他下床用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 温度并没有异常 但那人嘴唇如动 不知道在念什么 花来靠近了一些 他拍了拍他的肩 江赫宇 江赫宇 那唇缝的声音终于清明了一丝 音音 花来身体一僵 赵琳给他说过 江赫宇这些年睡得不太好 他紧紧的全程一团 像个可怜的虾人 一点也没有白天外人看到的那般清浪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噩梦困住 现在对着摄像头 又不能放任他不管 江赫宇 江赫宇 他用衣袖擦着他额头的汗 江赫宇终于睁开眼睛 看了他半天 捉住他 还停留在他额上的手 细声说 痛 154同床 花来看他这样子 倒真的像是忍痛好久 他想起下午吃的食物 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反正他自己是将就惯了 却忽略了江赫宇从来样样都是要最好的那种 现在这样子 难道是吃坏了肚子 花来问 哪里痛 要不要叫医生 江赫宇紧紧地抓住他 腿痛很痛 花来这才想起 江赫宇以前是做轮椅的 他虽然站起来了 但他的腿和常人 没办法比他 花来 怎么开始痛了 江赫宇看他关切的眼神 恨不得自己再痛一万倍 最好让他心疼死 突然降温就会痛 这边温度比较低 他原本是带了钙毯的 现在在花来床上 花来没有一点仇人被称的快感 但也没有心善到心疼紧张他 毕竟和自己那些年所受的苦比起来 江赫宇这点疼 算得了什么 但顾忌到 摄像头正对着自己 他不得不说 去床上睡 我给你烧点水泡泡脚 江赫宇简直受宠若惊 反复确认 我真的可以 去床上睡 花来背过摄像头 递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声音却是关怀备致 真不好意思 我忘记你的腿伤了 你快去床上暖暖 江赫宇才不管 他是真心还是假意 反正现在花来是让他上床了 他真的坐在床上 看花来给他烧水 又看他出去 回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把甘草 他利索地把甘草折断 扔进烧水的盆里搅拌了几下 江赫宇问 那是什么 花来 艾草 中药 江赫宇 治腿痛的吗 花来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是药 你放心 只是让你泡 不让你喝 死不了人的 江赫宇一双眼睛 一直追在他身上 你真贴心 花来烧好水 端到江赫宇跟前泡二十分钟 以前在江家 他给江赫宇泡脚是常试 泡完还得按摩 有时候还得针灸 这些事 他做得十分熟练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江赫宇却感动不已 江赫宇泡脚的时候 他便从外面 找来不少稻草 扑在江赫宇之前睡的地上 江赫宇疑惑地看着他 你做什么 花来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 江赫宇 不行 地上冷 花来 我没事 我腿又不痛 而且我家后了 不会再冷的 那也不行 花来不想和他浪费口舌争辩 他对着他做了个口刑 不然 你就滚出去 他睡到半夜 被扰了清梦 原本就有些火气 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 伺候这个病秧子不说 现在他还不听话 这不是存心要把他气死吗 他这一警告 江赫宇竟然真的闭了嘴 他铺好自己的地铺 坐在一旁打着哈欠等候 江赫宇又高兴又心疼 洗完脚 他把自己行李箱的衣物 全都拿了出去 垫到花来的地铺上 这样好一不行 他铺床铺得好好的 原本是要妥协了 现在却说了不 花来实在有些不耐烦了 问 又怎么了 江赫宇小声说 如果网友看到我让女人睡地上 不得骂死我了 不行 你睡床上 花来气得翻了个白眼 你真的会在乎 网友怎么看 最后妥协的还是花来 他缩在床的里侧 警告江赫宇 你要是敢乱来 我一定把你踢下床 江赫宇替他盖好被子 笑得意味深长 根据我的经验 我觉得会乱来的那个人 是你 一句话就提醒了花来 他曾经才是一睡熟 就往江赫 与怀里钻的那个人 还好现在灯光昏暗 不然江赫宇一定会看到他的大红脸 虽然是各盖各的被子 但这足以让江赫 与心满意足乐开了花 晚安 花来提心吊胆了一会儿 最终敌不过困意 慢慢睡了过去 江赫宇 却看着眼前的轮廓失眠 他用了全部的定力 再叫嚣 要他把他抱进怀里 要他把头枕到他的手臂上 要他在他的胸膛里酣睡 但是他不能 时候未到 他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他听到他均匀的呼吸 知道他已经睡熟以后 才颤抖着手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 宝宝 晚安 花来第二天的第一件任务 是叫江赫宇起床 但是昨晚那么一折腾 他后半夜睡得相及了 第二天 还是江赫宇起床洗漱好 才把他叫醒的 他睁开眼后 本能地擦了擦嘴角 看到时间后 有些难为情 自己竟然睡过了头 而且江赫宇 已经帮他把牙膏都挤好了 就等他下床洗漱 然后一起去节目组 指定的地点集合 他的头发乱蓬蓬的 江赫宇贴心地地上梳子 花来随便刮了几下 简单地洗漱好后 同江赫宇出了门 路上又有摄像机跟着 江赫宇调侃花来 你昨天说 今天你要叫我起床的花来脸 一热 辩驳道 昨天帮你烧起脚水了 我可是等了你好久 花来 闭嘴巴你 花来说的一本正经 但他们这样的互动 在节目组看来 就是妥妥地打情骂靠 加上后期的剪辑 那就是 二人感情迅速升温 甜得酷鼻了 155争执 二人到了指定地点 已经有两组人到了 花来停止了和江赫宇斗嘴 乖巧地站在一旁 等导演发话 最后到的是小野和周周 两人貌似闹得不太愉快 你一句我一句的 脸色都不太好看 到了队伍跟前 小野看都江赫宇 立马又笑盈盈地贴上来 七八个人 他的眼里仿佛只看到了他 赫宇 你们的房子最破 昨晚你睡得好不好 江赫宇看向花来 闭唇答道 睡得很好 小野 等一下我可以去你们那里吃早餐吗 周周他什么都不会做 江赫宇对他的小迷妹 可是一点情面都不留 不可以 另一个女嘉宾 没忍住笑出了声音 他说 小野 每个人的搭档 都是组织分配的 你得服从组织安排啊 小野一副气恼的样子 何姐 可是组织 把什么都不会的两个人分配在一起 到底是在想什么吗 你都不知道 昨天我吃的是什么 白水煮蛋 这个叫何姐的咖位 明显比小野高不少 年纪也大几岁 不然他才不会如此客气地和他撒娇 导演等大家互动了几句 拍拍手笑着说 看来 昨天大家都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咱们这次的目的 就是通过相处 发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相互磨合 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 希望大家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能够真的牵手成功 众人鼓起了掌 花来不明白 这有什么好鼓掌的 但导演的停顿 说明此处应有掌声 导演继续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小野和周周你俩呀 需要磨合的地方还很多 你俩年纪最小 可要把孩子气收一下 周周在配合着笑 小野却把头扭向一边 活脱脱一个倔强的傲娇公主 导演 言归正传 今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拿手 或者喜欢的食材带回去 然后 午饭做好后 带到三号房集合 一起品尝 谁家的饭菜做得最好 是可以挑选奖品的 小野兴致明显不高 一个吃白水煮蛋的人 根本就没有挑选奖品的资格 他憋着嘴问 什么奖品啊 导演 这个对你吸引力不大 是家里能用上的 你们组住的是豪宅 但是四组和五组 应该就很需要了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全力以赴 空地上摆了很多菜 蔬菜肉类都有 这次是按住房的反顺序挑 花来这一组 享有优先权 虽然只是游戏 但花来和江鹤宇 都十分想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但他们明显对对方的厨艺 都不太信任 江鹤宇 我去 花来 这次 我去江鹤宇想起花来 在江家做的第一顿饭 那次自己 虽然有故意挑刺 但平心而论 那顿饭的口味 真的不怎么样 他难得的不肯让步 让我去 你做不好 花来讽刺道 你做得好 一次倒半锅油 江鹤宇 那也比你做得好吃 花来 昨天那是发挥失常 怪你没有开好头 江鹤宇 你还想不想要奖品了 江鹤宇来这么久 当着众人说的话 不超过舞剧 一直是走的高冷路线 或许别人多少也知道一些他的身份 所以并没有人敢调侃他 现在大家都像看好戏一般 看着两人争执 除了导演 导演 看得出鹤宇和若来 都对自己的厨艺十分自信 而且十分愿意为家庭做贡献 希望有些组跟着好好学习 具体是一组还是几组 我就不点名了 小野趁机撒娇 导演重新分配一下吧 我和周周真的 什么都不会啊 好听的歌能够治愈饥饿 导演 我觉得我会被饿死的 导演切入广告 用手机搜索X厨房 里面有各种菜谱 一定有你们学的会的 说实话 我最期待的居然是你们组 我特别想看看 你们能做出什么来 这边的江鹤宇终于妥协了 他看花莱真的认真的样子 突然笑了 自己这是在干嘛 和花莱争执 不是说好 要对他摆一摆顺的吗 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你去你去 花莱得意昂扬的去挑菜 菜有荤有素 都是很普通常见的家常菜 每一组只能挑选三样 花莱转了一圈 选了一条鱼 一份蘑菇和小白菜 看得江鹤宇直皱眉 这些都是他不爱吃的 他怀疑花莱就是故意的 花莱乐呵呵地提着篮子过来 江鹤宇笑着问他 你这个能做出什么花莱 花莱 其他也没有顺手的 这个不错了 大家分好食材以后 就要解散 导演去教助大家 还不能走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分配完 小野摸了摸肚子 还有什么啊 好饿啊导演 导演笑道 大家住的房子 都是租的村民的 大家要自己去打工挣房租 你们可以选择帮房东做事来底 或者自己挣钱去付 但是 必须要有付出才行 不可以用自己带的东西来 折价换钱哦 小野和周周 同时夸张地压了一声 小野 那岂不是我们的房租最贵 导演鼓起了掌 理解能力满分 所以现在 五号也有令人羡慕的地方了 花莱配合地挥了挥手 江鹤宇像势不关己一样 双手插都站在那里 时不时地看看花莱 大家分好食材 花莱二人提着篮子 慢悠悠地往他们的家晃 江鹤宇看着篮子里的鱼 他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吸着 他苦着一张脸 这怎么弄 他不太爱吃鱼 独居以后一次都没有做过 花莱问 你想怎么吃 江鹤宇 我不爱吃鱼 花莱惊讶地捂着嘴不好意思 忘了问你有没有忌口的食物了 江鹤宇被他这超群的演技给气笑了 他说 没事 你喜欢吃就行 再说 我们可以吃别人的菜 156你坐下 回到家里 江鹤宇先煮了一碗面条当早餐 吃完后 才慢条思理地坐到屋门口 花莱 你去找房东 我做饭 江鹤宇 时间还早 你歇会儿 花莱不再理会他 他把袖子往上挽 自己去切菜 江鹤宇看他忙碌 自己也不好坐着 他拉住他的手腕 等下再做 咱们先去找房东 花莱 你一个人去就行了 节约时间 江鹤宇 那哪行 房子是咱们一起住的 你没道理 连房东都不见吧 花莱知道他的意思 无非就是找机会 和自己腻在一起罢了 为了节目效果 他忍了 两人问了摄像大哥 找到了房东的新家 是对50多岁的老夫妇 见江鹤宇二人进屋 连忙站起来 江鹤宇和花莱 二人俊男美女 说是神言也不为过 老夫妇看到他们 竟有些呆住了 他们这辈子 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面对长辈 江鹤宇总算放下了 自己的金柜 主动问好 你们好 我们是 你们的房客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住所 请问你们房费一天是多少 老夫妇忙把他们让进屋里坐 他们在一旁 做作业的十来岁的孙子 看到陌生人和摄像设备 好奇心起来 直接丢了笔 靠过来看稀奇 若是平日 遇到这么好看的年轻人 况且又是那么个废弃的破房子 两个老人一定说免费入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特殊 大家都有任务在身 女主人说 一天三十块 你们住三天 九十块 三天不到一百块钱 说实话一点都不贵 但是现在他们 身无分文 花来打工经验太丰富了 他抢先道 阿姨 您这边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们做了抵您的房费 这就难住了主人 这农村 哪有什么工可做 能做的只有农活 但是这对光鲜亮丽细皮嫩肉的小年轻 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做农活的样子 男主人饿了半天 问江贺宇 你会不会电工 我厨房的灯坏了 村里的刘师傅 最近都不在 没人帮我修 江贺宇 有电笔吗 我试试 男主人眼睛亮起 有有有 厨房的灯坏了好几天 老婆子每次晚上去厨房 都要念叨他几句 但是村里只有一个电工 人不再也没办法 花来却醋没拉住江贺宇 毕竟电这种东西 是专业技能 不是可以随便式的 要是一个不小心被电上 他可不愿意在这遥远异乡 参见江贺宇的葬礼 花来小声道 这不是闹着玩的 他谋中的紧张 被江贺与解读位担心关怀 他对他抱以一笑 相信我 他上中学时 有很多课外实践 家用电路这块操作过很多次 难不倒他 男主人找来电笔 花来不放心 跟着江贺宇进了厨房 而且让女主人站在总闸处 万一真有什么情况 先拉电闸 江贺宇心里乐开了话 花来明着和自己总是不对付 案里还是十分关心自己的 他递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别担心 我真的会 他去厨房先试了是开关 灯果然没有亮 他便用螺丝刀 拆了开关的外壳 用电笔侧了侧里面的线路 开关也没有通电 那就是线路有问题 还好农村的房子 大多数走的都是鸣线 房东的线路 只用隔板简单地盖住的 江贺宇踩着凳子 把隔板全都卸掉 用电笔一段一段地侧过去 果然找到了没通电的那一段 他让房东把电闸拉了后 翻起电线 发现线路有点发黑 显然是被烧了 他把电笔递给站在下面的花来 拿着 剪刀给我 花来看他用手去摸电线 虽然知道是断了电的 但还是有些胆战心惊 这不怪他 女生天生就对电路有畏惧 他接住电笔 又把剪刀递给他 江贺宇十分享受这一刻的配合 这比参加外面的节目组的那些 弱智比赛有趣多了 虽然这里还是有摄像头 他用剪刀把电线的胶皮破开 发现里面的线已经烧断 他熟练地把烧坏的电线剪断 然后又重新接了起来 绝缘胶布 花来 什么 什么绝缘胶布 江贺宇 黑色的那圈 递给我一下 花来 哦 他赶紧找到绝缘胶布递给江贺宇 江贺宇一手撵住电线 另一只手撕下胶布开始缠绕 确保所有裸露的电线都包好以后 他说 电闸合上试试 女主人把电闸合上 站在地上的花来看着江贺宇 我开灯了 江贺宇笑着点头 试试 花来 你站远一点 江贺宇想说没事 但看花来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 还是从凳子上下来 开灯 花来这才按下了开关 厨房的灯亮了起来 他竟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男主人连忙掏出烟地过来 小伙子真厉害啊 这下好了 老婆子不念叨了 江贺宇并不抽烟 但他还是接了过来 学着这两天看到的村民的样子 把烟家倒耳朵上 然后又站到凳子上 把隔板装回去 一边和主人闲聊 大叔 以前有没有断过电啊 男主人 没有的 这用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 江贺宇 那家里最近是添了新的电器 男主人 你怎么知道 前段时间 有个开面包车的下乡卖热水器 买的人还挺多 我也买了一台 方便是方便 就用着老跳杂 江贺宇一边仰头安装隔板 一边说 等一下我看看 农村的厨房没有抽油烟机 使用时间久了 隔板上有不少油污灰尘 江贺宇这一边聊天 一边抬头工作 眼里突然就进了灰尘 他立在那里 用手背揉了半天 眼睛揉得红红的 却还是卡得厉害 花莱站在下面 看他没动 怎么了 江贺宇 眼里落了灰尘 他闭着一只眼 从凳子上下来你 帮我吹吹 花莱本来是不愿意的 但当着别人的面 也不好和他斗嘴 但江贺宇这身高 他穿着平底鞋 哪里够得着他的眼睛 花莱 你坐下 男主人说了一句 我去拿毛巾擦一下就出去了 江贺宇坐在凳子上 双腿自然地打开 花莱站在他的双腿之间 差点一个没忍住 坐在那腿上 157 鲨鱼 以前江贺宇坐轮椅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花莱经常就坐他腿上 两人斗去说话完轻轻 什么修修的事都做过 他想不到已经六年了 身体居然还有这部分的记忆 真是太可怕了 他竭力保持着镇定 江贺宇自然也想到了曾经的画面 他笑着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坐不坐 花莱 坐你的头 眼睛不痛了 江贺宇见好就收 没有继续逗他 说 碰 帮我吹一下 花莱用手捏着他的下巴 用力地朝那红红的漂亮的眼睛吹了吹 疼得江贺宇别开了头 声音是难得的重了一些 你温柔点 花莱自然也不客气 什么是温柔 不会 转过来 江贺宇苦笑着又把头转回来 温声道 清点 求你了 痛 一句简单的话 把花莱听了个红脸 这句话曾经是他的台词 他想装自己是许若来 但是他有太多的破绽 花莱怕接下去会更炯 索性两只手捧起江贺宇的脸 对着那眼睛猛吹 江贺宇居然闭上了眼 后面的摄像大哥经验丰富 找准角度对着他们 从后面看去 两人的姿势完全就是在接吻了 胡乱吹了一通之后 花莱问 好了没有 江贺宇被吹得眼泪横飞 他又揉了揉眼睛 好了好了 谢谢你 男主人找了张欣的毛巾 过来递给江贺宇 他擦了擦 又眨了好几下眼 这下是真的好了 但眼角却是红红的 看得主人很内疚 他安装完隔板 然后让主人领着他去看热水器 他看了看热水器上面的标识 又看了看电闸的空气开关 对主人说 大叔 您这热水器的功率太大了 您的开关附和不了 得换得大功率的空开才行 不然使用的时候就容易跳闸 而且有安全隐患 男主人 是吗 我们也不懂 那人帮我们安装好试了一下 说可以用了 就走了 这真是坑人 江贺宇 明天我们要去镇上 到时候 我给你买个开关换上 今天你先别用热水器了 男主人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们年轻人真热心啊 你快洗把脸 我们马上就要做饭了 在家里吃 江贺宇擦了擦脸 谢谢了 不过我们得回去吃饭 这是规定 您看今天这活 能折多少钱 男主人 你还提什么钱 那破房子 我都不好意思让你们住 全抵了 江贺宇 那不行 你们这边的小工行情 我也打听了一下 这个活支不了九十块的 您别和我客气 这简直让男主人为难 江贺宇说 算五十好了 剩下的活 我这两天给你弄完您看 还有什么事我能做的 男主人看着他骨节分明 但稀白的手指 说 真没有了 那些农活 哪里是你们能做的 他一旁的孙子 拿着个席提本子过来 爷爷 这个我不会做 江贺宇把本子接过去 叔叔会 叔叔教你 男主人眼里亮起光来 好好 帮我辅导辅导孩子功课 他爸妈都不在家 他要问我 我还真是一问三不知呢 你们年轻人真厚 什么都懂 江贺宇 小事 男主人灵光一线 那麻烦你帮他看看 给你算家教费 小学生的题实在简单 江贺宇就看了一遍 然后就开始给小男孩讲解 花来无所事事 便出去帮女主人一起包玉米 等江贺宇帮小男孩 把未解的题都弄清楚以后 花来也包了一小堆玉米 时间也不早了 他们得回去做饭了 房东两口子 执意要给他们拿点鸡蛋 摘点自己院子的蔬菜 但还是被拒绝了 花来是真的很想要的 但规则在这里 自己不能违规 不过离开的时候 付钱买一点原生菜的带回家 倒是可以考虑 江贺宇神色松弛 他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具体的钱 需要自己上手 才有收获 也从来没有付出后收益这么小过 但是他觉得挺满足的 这种生活 跟他原本的生活很遥远 却又很真实 尤其是想要的那个人陪在他身边 二人回到他们的小破屋 江贺宇一刻没歇 把鱼端到屋外准备行刑 他不爱吃鱼 自然也没杀过鱼 这花来是知道的 他紧张兮兮地看着他 你会不会 江贺宇 小问题 你看着就行 说着他把鱼捉到 放在地上的菜板上 拿着刀就要去剖他的肚子 这看着花来提心吊胆 他不怕别的 就怕江贺宇一刀下去 鱼没事 他自己见血 那鱼还活蹦乱跳 哪里肯乖乖受死 一离了水 左右摆动得厉害 他身体又滑 江贺宇的刀还没有落下来 鱼已经穿出去半米 滚了满身的灰尘 花来便知道 江贺宇这次是真的不行 他抱着肩靠在门框 看江贺宇蹲在地上 和鱼斗之斗勇 鱼刚捉到还没拿稳当 搜得一下又滑出去 江贺宇又去捉 反复四五次以后 花来无奈地摇了摇头走过来 让我来吧 你再这样玩下去 早饭时间都过了 江贺宇终于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件小事 自己好像并不能做好 江贺宇 我没完 这鱼怎么这么滑 花来戴着手套 把鱼死死按住 然后拿过菜刀 用刀背狠狠地敲了几下鱼头 不过几秒钟时间 鱼便掩气息鼓 不再动了 然后他按住鱼头 开始给鱼去鳞 鳞去干净 这才对他开膛破肚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看得江贺宇目瞪口呆 江贺宇 你怎么会杀鱼 花来初中开始 就算是个当家人了 情愫之不好的那几年 家里的事都会他的 杀鱼这种事 他在菜场看老板处理过几次以后便会了 有时候老板忙不过来 他有没时间等的时候 基本都是带回去 自己杀的花来头也没抬 还不去把米饭煮上 江贺宇看得精彩 却不敢违抗 只得进屋去煮饭 一顿饭 江贺宇只能打下手 基本都是花来做的 江贺宇虽然不吃鱼 但花来做的时候 那阵阵香味 还是吸引了他 他忍不住称赞道 看起来挺好吃的 花来 反正你又不吃 江贺宇 其实也可以试试 158愿你永远天真无邪 最后花来做了一道清蒸鱼 酱汁蘑菇和小炒青菜 算着时间和江贺宇一起 把菜端到了指定的地点 三号房 五号房不算远 两人把菜端过去的时候 除了一号的奇葩 其他的几组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坐在长长的木桌边上 聊天等待 当然 江贺宇除外 他来了这么久 只和凑到他跟前的小野说过话 其他人 花来怀疑他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为了节目效果 为了不让自己的组 太没有存在感 花来不得不积极主动地找旁人聊天 夸他们的饭菜做得好 羡慕三号的房子 这么干净宽敞 还有这么大的院子 再说说自己的房子是个什么样 不伤大雅地吐槽一番 江贺宇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 眉飞色舞 如此健谈的花来 他是陌生的 他实在好奇他这些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会变得和以前如此的不一样 以前他在别人面前总是温顺 忍气吞声 也只有在自己面前才撒撒娇 偶尔骄横一些 当年那时候 怎么看 他都是个小姑娘 但是现在 他做明星的时候 举手投足都是妩媚的 参加这样的真人秀 又是如此的接地气 他好像和每个人都聊得来 不管他们聊什么话题 他都能接上一两句 他和他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却可以手挽着手开怀大笑 还说回城以后 邀约着一起吃饭 这样的花来 无疑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 他对现在的生活 游刃有余 但是江贺宇却看得心疼 他愿他永远天真无邪 但是自己 没有保护好他 小野来的时候 他直接拉着个凳子 挤在江贺宇旁边 也不管旁人是否高兴 江贺宇这次来的目的 只是为了花来 他不会为他惹是非 所以他 即使有些反感 这个总是贴着他的女人 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默默地朝花来的方向 移了一位置 两人贴得尽急了 这让江贺宇刚才的厌烦 马上就消散得无影无踪 每组自己做的菜 摆在他们自己面前 不爱吃鱼的江贺宇 现在看这个面前的清蒸鱼 竟然有些咽口水 这个调皮鬼花来 之前居然隐藏了自己的厨艺 导演讲了几句以后 大家直接开吃 江贺宇毫不犹豫地 加了一筷子鱼放入口中 然后低声对花来说一百分 花来 自己打得不算 江贺宇把花来做的每一道菜 都尝了得遍 直呼好吃好吃 惹得旁边的人也纷纷来家 花来做的三盘菜 很快就见了底 江贺宇有些得意地对花来说 我就说了好吃吧 江贺宇包了一只虾 极其自然地蘸了酱料 放到花来的碗里 花来也没客气 夹起就吃 另一旁的小也不高兴了 娇滴滴地说 贺宇哥哥 我也要 帮我包一只 一声哥哥 听得花来鸡皮疙瘩抖了一地 但他没有一丝不开心 反而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江贺宇不是喜欢左拥右抱 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吗 现在福气送上门来了 江贺宇对小也的称呼 也皱起了眉头 他不客气地说 别乱叫 自己包 花来心说 难得难得 江贺宇居然没有来者不拒 小也把自己做了眉甲的手伸到 江贺宇面前晃了晃 可是你看我的手 怎么可以包瞎吗 而且我从小到大 都是别人帮我包的 江贺宇的眉头越锁越紧 旁人都看得清楚 他不喜欢这个叽叽喳喳的女人 周周连忙包了一只虾 放到小也碗里 好了好了 快吃 小也才不是真的想吃虾 他就是想抓着机会 年年江贺宇罢了 没想到这个男人 居然不吃他这一套 他鼓着腮帮子 数落周周 人家都是主动的 只有你 我都说了老半天了才帮我包 一点难事 风度都没有 周周心说 我又不是你爹 怪你这些臭毛病 但面对镜头 他还是笑着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大小姐 怠慢您了 快吃 吃了您歇着 我洗碗收拾 小也 当然你洗碗了 难不成还要我做 我在家从来不做这些的 两个人是真正的冤家 一顿饭吃得磨磨蹭蹭 最后大家投票表决 花莱和江贺宇 获得了第二名 奖品是一堆小家店 二人欣喜的过去 花莱要挑电热毯 江贺宇要挑电吹风 花莱 电热毯 夜里冷 江贺宇知道 他是为自己着想 心里十分的感动 但心说 江贺宇 电吹风 你昨晚头发都没吹干就睡了 经常这样的头痛 他们的小屋没有电吹风 昨晚花莱洗了头 只能用干毛巾擦头发 花莱 我没关系 江贺宇 我也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花莱没明说 自己才不是为他好 自己也很安好吗 这里的温度比他以为的还低 尤其是入夜以后 而且 房间里就一床不太厚的被子 盖起来真的不够保暖 他都怀疑 节目组就是故意的 但最后妥协的还是花莱 不要问他为什么 问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江贺宇喜滋滋地拿着电吹风 还给花莱说 如果你冷的话 我就用电吹风给你取暖 花莱甘笑几声 您可真是个人才 大家领了奖品 各自回去午休 下午的时候 在集合这里的生活很新奇 花莱一点都不觉得困 根本就没有午睡的必要 而江贺宇的原则是 花莱不睡他不睡 二人无所事事 花莱想问节目组讨手机 给女儿接个视频 又怕江贺宇看见 最后只能给秦素芝打个电话 花莱拿着手机 我去打电话 你不许跟过来 江贺宇 我为什么要跟过去 花莱 最好是这样 江贺宇从没怀疑过花莱的身份 她就是她的前妻 所以她完全明白她 为什么警告自己 不能去听她的电话 因为会露线 但她的确缠 不管她这个电话 是打给秦素芝 还是他们的女儿 她都很好奇 因为她也想和他们讲几句 159 江贺宇的花蝴蝶 花莱拿着手机 去不远处的小石块上坐下 打电话给秦素芝报平安 秦素芝接到她的电话很开心 一阵嘘寒问暖 冷不冷 吃得习不习惯 和同事相处好不好 什么时候回去 花莱全部都交代了一遍 秦素芝知道 花莱最惦念的是平平 主动说 你你两个带着平平出去玩了 今天他们都没课 花莱 那就行 周末可以出去也一下的 她床头桌上的 盖片你记得给她吃 还有你的腿 记得按时去按摩 她隔着电话 又叮嘱了大半天才挂了线 然后看到染泥之前 发来的问候信息 花莱扫了一眼 在远处一直看着自己的江贺雨 叹了口气回复染泥 你绝对猜不到 我现在和谁在一起 她自己揭晓的答案 江贺雨 花莱 那狗东西 花钱买了个参加节目的名额 跟了我两天了 姐妹我现在度日如年 这边规定非特殊情况 是不可以玩手机的 花莱没有多聊 只说了最关键的 然后才关了机后 又把手机交给了工作人员 江贺雨看她回来 迎了过去问她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花莱 和家人打电话 当然开心了 她故意反问道 你怎么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节目组是允许每天联系一次的 你爸妈呢 你不想他们吗 江贺雨的目光 变得英致起来 她这些年 没怎么和江家的人联系 有时候梁红英给她打电话 她随手就挂断 不想接 她觉得 当年要不是梁红英 她和花莱 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却没想过 是自己造就了他们今天的一切 江贺雨 你真的想和我聊我的家人吗 花莱明显感觉到了她的低气压 关于那一家人 她比她还恶心 花莱 随便问问 不想 江贺雨 但是 我想和你聊聊 尤其是我的妻子 花莱打了个哈欠 好困 我去睡一会儿 她保持着美丽笑意独自走了 留下江贺雨 在背后看着她的背影 若有所思 她跟了过去 花莱是真的去午睡 她看着跟进来的江贺雨 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你要午休吗 江贺雨当然想和她一起午睡 但她也看得出 刚才聊到江家的人 花莱的情绪有点低落了 她不忍心再打扰她不了 你睡吧 花莱便没在理她 下午的活动没什么新意 几组开了场小小的运动会 拼配合 或许真的是 两人曾经是夫妻 身体的默契 比别人好很多 这个活动 两人难免有很多肢体接触 花莱替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比赛第一 恩怨第二 江贺雨虽然身体素质 别别的男嘉宾差了一些 但因为二人配合得好 最终夺冠的是他们 这次的奖励是 免费吃下午饭 两个人都很开心 大家都不想 在他们鼻子的小房子里 勾着腰做饭 还满屋的油烟呛鼻 这次举办活动的场地 在五号房附近 运动会结束后 小野嚷着 要去江贺雨的房子看看 江贺雨招架不住这样的女人 只得向花莱 递去求助的目光 花莱不得不来解围 好呀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家徒四壁 他挽着小野的手 就往前带路 宛如一对亲密姐妹 碍于他曾经也是外国红星 小野对他还算客气 两人一路聊着 到了花莱的破房子 天哪 这能住人吗 贺雨哥哥 你真的住在这里面吗 房子虽然挣得很破 但小野的表情 也是真的很夸张 江贺雨恩了一声 立在外面没进屋 花莱轻易地说 进来参观参观吧 小野一脸担忧 他不会垮掉吧 花莱笑着说 你放心啊 我们问过主人家了 这种房子 坚固得很 以前这村里都是这样的 只是后面才被慢慢淘汰了 他说再住二十年都没问题哦 小野看向江贺雨 贺雨哥哥 我们哪里有三间卧室 你们去 我们家住吧 他这个样子 我真的好担心啊 三间房 花莱属实是羡慕了 他倒不是在意居住环境 但是 他也想好好地睡个觉呀 江贺雨却说 这挺好的 我很满意 和花莱同床共枕 他不满意才怪 小野忧心忡忡地走进去 然后惊讶地大叫 哈 只有一张床 这个房子总共就一间房 当然也只有一张床 花莱 嗯哼 小野跑到床边 你们晚上睡一张床上 他这大惊小怪的样子 让花莱有些不好意思了 小野小声神秘地问花莱 你们假期真做了 花莱连忙变白 没有 这晚上地上太凉了 睡一觉感冒的 他的腿动不得的 而且 我们虽然躺一张床 但你看到了 这床这么宽 再来两个人都睡得下 自己睡自己那一半 这没有什么吧 小野失落得很 自己怎么就没有被安排到和江赫宇一组呢 虽然不可能真的在节目里做什么吧 但就算有点亲密接触 也是好的啊 这样私下还能发展发展感情 说不定哪一天就真的 别的不说 就江赫宇这副好皮囊 有几个女人不想贴上去啊 小野 啊 可是 这样还是不太好吧 小野不是第一个花莱见过的 要贴江赫宇的人 第一个是层见 还有后来的董蔓依 他太清楚 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了 他笑着开玩笑 你这样说 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好 今晚我让他睡地上 他说的一本正经 听得门口的江赫宇的手指 都握成了拳头 他现在只想把这坏事的小野丢出去 他站在门口喊了一句 小莱 他们就要吃饭了 花莱对着还在震惊晚戏中的小野说 走吧 我们县城的晚餐要开始了 小野被他拉着往外走 还在不甘心地问 你们睡一起 真的不会碰到吗 花莱 我睡姿还好 基本不会乱动 才怪 小野除了晚戏 还有一丝八卦 那要是碰一起呢 这个基本不会 真要碰到 我一脚就把他踢下去 小野乐道 女孩子就是要矜持一点 可不能让这些男人占了便宜 和他们躺一起 吃亏的是咱们 花莱陪着笑 对啊对啊 他把话题转开 我看周周婷体贴细心的 你和他相处还好吧 提到自己的搭档 小野脸色难看了一些 就那样吧 我感觉每分每秒都被他气掉暴走 他什么事都只想着自己 不想贺宇哥哥 眼睛里全都是你 花莱笑道 哪有 小野 不信你现在回头看 他绝对是看着你的 花莱 这 小野搂着他的手臂撒娇 小莱姐姐 把贺宇哥哥让给我好不好 我好喜欢他 花莱哈哈笑着说 小家伙 你这叫出轨啊 这可不行 小野低声吐槽 这波节目一点都不好玩 要不是为了曝光率 我才不想来 安排的男嘉宾 我真的一点点都不喜欢 说完又笑着说 那我等下的节目 再去和贺宇哥哥正式认识一下 大家都单身 一起好玩 花莱心说 他会和你玩才怪 160落水 花莱有意捉弄将贺宇 便神秘兮兮的说 其实他看着冷淡 人挺闷骚的 是慢热性 你这样可爱又漂亮的女孩子 没有几个男人不喜欢 有些人就是闷在心里 不说出来罢了 小野双眼放光 真的啊 我看他都不爱搭理我 我还担心他反感我呢 花莱一本正经 你看他搭理谁了 我看出来了 他就那样 对谁都爱搭不理的 或我要不是因为是搭档 你以为他会理我吗 小野 我看他对你的关注 倒不像是庄的 和我以前的男朋友看 我的眼神一样 他笑着比划了一下 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花莱夸张地翻了个白眼 打住打住 他不是我的理想型 你倒是可以试试 你俩一个冷淡一个热情 我觉得哈哈 女人啊 只要聊上喜欢的男人 初次见面 也能秒变闺蜜 花莱不过是撮合和他们几句 小野就把花莱当了自己人 花莱和江赫宇去吃饭 小野回了自己的窝点 江赫宇看着心情明显不错的花莱 问道 你们聊什么 这么开心花莱 女人的话题 你不会感兴趣的 江赫宇 你聊的话题 我都会感兴趣 花莱停下筷子看着她 真的 江赫宇 真的 花莱便不客气了 小野说她喜欢你 问你喜不喜欢她 江赫宇认真的看着她 那你怎么说的 花莱笑着 我鼓励她试试 江赫宇撕了一声 你 花莱 是你自己要问的 江赫宇嗓音低迷 我喜欢的是你 花莱觉得自己鸡皮疙瘩都要起来的 以前她喜欢听江赫宇对她表白 那时候她爱着她 所以那些情话是感情的催化剂 现在不爱了 她在表白 花莱就有了一点被强买强卖的难受 花莱 堂堂江总 怎么说话也这么油腻 江赫宇低笑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花莱坐直身体看着她 脸上的笑一脸去 江赫宇当然懂 她又犯了她的禁忌了 只能赶紧闭嘴 吃饭吧 早点回去休息 今天运动了一下 挺累的 花莱不与她计较 继续吃饭 看来江总身体不行啊 虚呢 江赫宇的唇角勾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那要看到什么事了 那语气 花莱想不多想都不可能 她没想到几年不见 江赫宇不止油腻 而且还流氓 回去的时候 路过一个鱼塘 花莱看到有好几尾鱼 在边上游来游去 池塘里扔了不少杂草 摄影大哥说 他们今天吃的鱼 就是从里面钓的 原生态 没喂过饲料 吃的都是草料 花莱兴致来了 从一旁的田里 扯了几片菜叶子扔水里 不少鱼儿便游了过来 伸着嘴镯菜叶 花莱觉得有趣极了 又去扯了几片叶子 江赫宇就在一旁看着 偶尔叮嘱一句 小心点 别掉下去了 花莱 乌鸦嘴 前两天刚下过雨 路上有些青苔 也不知道是不是江赫宇 真的是乌鸦嘴 花莱扔完叶子 起身拍拍手 准备走的时候 脚下一滑 直接仰摔进池塘里 惊得里面的鱼儿 四散逃开 啊 救命 花莱惊呼出声 她能克服开车的心理阴影 但是水她是真的畏惧 她的话音未落 江赫宇鞋都来不及拖 琴机下拖口叫了一声 阴影便跳进池塘 那池塘有两米深左右 挖了有好些年了 为了防止渗水 边沿都用水泥封了一层 多年的青苔附在水泥边沿上 滑得不得了 花莱什么都抓不住 连借力的地方都没有 她早就乱了方寸 双手不停地挥舞 江赫宇落到她身边的时候 她本能地死死地抓着她不撒手 就像当年抓着许行书一样 那双手温热有力 现在紧紧地抱住她 声音慌乱又温柔 宝宝别怕 你别怕 我在 花莱眼泪横飞 气息不云 救我救我 刚去外国那两年 她做过不少噩梦 自己在漆黑的水里挣扎 身边空无一物 江赫宇站在岸边 冲她阴邪地笑 亲眼看着她没入水中 无法呼吸 现在花莱再次沉溺到水中 她有些分不清 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她其实没枪两口水 但就是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江赫宇的脸出现在她的面前 紧紧地抱着她 她吓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她拼尽全力拍打她 一边打一边低声哭喊 江赫宇 我恨你 我恨你啊 江赫宇摟住怀里色色发抖的人 往岸边游 她觉得自己的心快要痛死过去 岸上的人只当花莱是不清楚水矿 才吓得乱了房寸 只有江赫宇知道 她被这水困到了梦眼里 而她自己就是造梦者 就是她的罪魁祸首 是她把她变成这样的 岸边的人把他们拉了上去 有人脱下了外套递过来 江赫宇把外套裹到花莱身上 然后把她打横抱着急不往回走 花莱在她怀里缩成一团 抖得厉害 江赫宇能听见她牙齿 咬得咯咯作响 她的眉目紧紧地缩成穿字 一路低哄 好了宝宝 好了 没事了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对不起 花莱双目无神 四肢僵硬 根本听不进任何话 江赫宇 你别怕了 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 永远保护着你 江赫宇把她抱进房间 摄影师们留在外面 江赫宇顾不了那么多 把花莱放到床檐坐着 温身安慰 别动 我在 说完起身用衣服盖住摄像头 顾不上自己浑身湿透 便去包花莱的衣服 花莱紧紧地抱着手臂抓着衣服 愣愣地看着她 江赫宇蹲在她旁边哄她 听话 把湿衣服换了 会感冒的 来 把手松开 花莱仍在发抖 还是一言不发 江赫宇 我保证 就给你换衣服 什么都不做 你听话 咱们把衣服换了 她哄了好久 花莱终于松开了手 江赫宇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 她和花莱早八百年前就相见过 现在她力所地帮她把湿衣服都脱掉 扔在一旁 然后用毛巾先给她擦了擦身体 才给她穿上干爽的衣服 花莱一直看着她 但眼中没有一点生机 江赫宇又替她吹干了头发 把她安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准备去换自己的衣服 她拱起身 温圣说 你躺一会儿 我换了衣服来陪你 别怕 她还给她地区一个安慰的眼神 说完她站起身 刚转过去还没走 花莱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抓住她的手 惊恐地说 哥 别走 江赫宇的眉紧促起来 161是她 她转过身盯着花莱 嗓音阴沉 你叫谁 花莱的目光无法聚焦 她只知道 眼前这个人 刚把她从水里捞起来 救了她的命 花莱 哥 江赫宇雨坐到床檐手 轻轻地放在她肩上 语气和缓了很多 她问 你是花莱 花莱看着她 机械地点了点头 江赫宇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肩 你现在没事了 告诉我 你怎么会掉进水里 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期待真相 却又害怕 她不想承认 是自己一个人的错 却又知道 当年自己同意她的离婚 是意气用事 因为离了婚 花莱才会离开她 才会落下 那个下场提到落水 花莱眸中明显有了惊恐 她摇着头 声音颤抖 她要杀我 她要杀我和宝宝 她的好狠 她的眼里又蓄起了泪水 江赫宇的手 这个她就是自己 因为那通电话 她嘶吼的是那么的绝望 她那时候 一定是恨透了她的 江赫宇看着像个 受惊的兔子一般的花莱 隔着被子 把她抱进怀里 没事了 你没事了 都过去了 花莱还在呜呜地哭 江赫宇替她擦了 一遍又一遍的眼泪 最后半搂着她 终于把她哄睡着了 她看着闭着眼 还偶尔扯一个哭嗑的花莱 替她掩好被子 才起身去换衣服 身上还有池塘水的腥味 她顾不了那么多 把睡梦中的花莱 拉到自己怀里 就像当年那样 轻轻地拍着她的肩 让她睡得更安稳 这个姿势是熟悉的 花莱即使在梦里 还是习惯性地 往她怀里拱了拱 后来伸手还住她的腰 江赫宇一声叹息 又紧了紧怀里的人 最后鼻腔 混合着奇怪难闻的味道 渐渐也入了眠 花莱是半夜的时候醒的 起初并不清醒 只觉得一具温热的身体 挨着自己 熟悉又舒坦 她还朝她靠了靠 后面才觉得不对劲 醒了过来 她睁开眼 借着微弱的光线 看到江赫宇熟悉的下颌线 然后是她的眉眼 还有她之前 枕在她头下的手臂 一切都熟悉得 像是一场做多无数次的梦境 花莱平静地坐起身 傍晚的事情 她现在全都记得了 只是不知道江赫宇 怎么就睡到自己身边了 她没把她踢下去 而是皱着眉 起床烧水洗澡 在看到随意扔在椅子上 的自己的湿衣上的时候 她才像被一根铁棒狠狠敲了头 她一把掀开江赫宇的被子 吼道 江赫宇 她这一声怒吼 江赫宇瞬间睁了眼 坐起来朝她伸着双手 看样子要抱她 嘴里还模糊叫着 宝宝 花莱气得手抖 她指着自己那堆衣裳 最上面搭着的 是她白天穿的黑色的乳罩 你说的 江赫宇彻底醒了 同时也知道 花莱也清醒了 江赫宇朝摄像头的方向看了一眼 示意花莱 摄像头虽然盖住了 但声音并没有 她下床穿鞋 当时你浑身湿透了 又神志不清 我只能替你换了 不然要感冒的 看花莱气成这样 她也顾不了那么多 一句不敢隐瞒 花莱气得咬牙切齿 族里有女性的 你可以叫她们 江赫宇站起来去拉她的手 满脸愧疚自责 她小声说 当时你在胡言乱语 别人靠近你 不合适 花莱 你就合适 我们你怎么可以随便脱一个女人的衣服 江赫宇 我那时候都快吓死了 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 而且我不是随便脱女人衣服的人 这辈子除了你 我没脱过别人的衣服 花莱想起少学卿 当着她的面 打给她的那通电话 大半夜的 懂漫衣接的 还接的那样快 要说她们没有过什么 花莱是绝对不幸的 她脸上不受控制的 摆出嘲讽的笑 你放屁 江赫宇 我对天发誓 花莱 谁陷害你的发誓 雷劈死你 和我有什么关系 江赫宇丧气地看着她 有些委屈 你还真希望我死啊 这么想当寡妇 花莱仰头看着她 你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我给你说了我不是 江赫宇不在这个场合和她争辩 她转了话题 你半夜起来做什么 快回来睡觉 凉 这一通吵闹 花莱连正式都差点忘了 她转身去烧水 洗澡 你睡地上 没得商量 江赫宇不敢再忤逆她 也不敢再拿腿说事 只得闷闷地说 知道了 162 江赫宇拿过之前 立在墙角的草席 自己铺在地上 然后拿了一床极薄的被子 坐在她的检疫床上 看花莱守在电磁炉边 江赫宇 你做什么 花莱冷冷地说 洗澡 江赫宇 大半夜的 洗着凉了 花莱 你也要洗 臭死了 江赫宇笑着故意说 一起洗啊 花莱扫了她一眼 各种的警告不言而喻 江赫宇嘀咕 又不是没一起洗过 花莱没在搭理她 烧好水后 把身上的味道混沌冲淡了不少 总算觉得身体舒坦了一些 这一晚 这个房间里的所有声音 都是不能播的 江赫宇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了导演 他个人赞助了这个节目几千万 这点小小的要求 节目组是肯定要满足的 毕竟别的嘉宾都是花钱请的 只有他 倒贴 第二天的任务 是去镇上卖东西 大家在场地上集合 活动开始前 大家都在闲聊 小野过来 搂着花莱的手臂 十分担忧地说 小莱姐 我听说昨晚你落水了 你没事吧 花莱心想 没事 就是脑子进了水 把江赫宇认成了许行书 花莱笑着说 没事 他们及时把我捞上来了 都怪我贪玩 一脚踩滑就掉下去了 小野 听说贺宇哥哥抱着你跑回去的 他好man啊 他的腿没事吧 花莱疑惑 他的腿 小野 你不是说他的腿受过伤 动不得吗 昨天温度那么低 他还跳进水里去 腿一定很疼的 花莱看向远处 慢慢走过来的江赫宇 小野自然也看到了 他丢开花莱 朝江赫宇跑去 还不忘大声娇软的叫 贺宇哥哥 江赫宇现在听到这个声音 就起鸡皮疙瘩 小野过去极其自然的 就要挽着他的手臂 被他避开 他嗓音里明显是不悦 做什么 小野像是看不懂他的冷漠一般 仍旧热情的说 你的腿还好吗 昨晚是不是很痛 江赫宇往花莱这边过来 冷冷的说 没有 小野也跟着过来 你骗人 我外部就有腿急 下雨的时候可痛了 沾了凉水也会痛的 你昨天泡了那么久 不痛才怪江赫宇没搭理他 众人都在一旁 默不作声地看好戏 小野 我外婆经常都会贴一种药膏 据说是以前宫廷流传出的秘方 挺管用的 下次我给你带来 你也试一试 江赫宇不领情地说 谢谢 我家有医院 我也有私人医生团队 外面的药我不能随便用 众人都憋着笑 但小野一点也没有吃别的窘迫 反而借着话题说 那可以把你的医生介绍给我吗 我也想带外婆好好去看看 江赫宇唇角勾起一抹笑 说 你不是有妖膏吗 若是平时 他不会搭理小野这样的女人 太吵闹了 但是这么多机位架着对着他们 他不想让自己名声太差 连累他的搭档 小野没完没了的样子 让江赫宇头疼 他向花莱投去求救的目光 花莱笑着说了一声 导演来了 开始了开始了 周周也朝小野招了招手 快回来抽签了 小野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 回到自己的队里 空地上摆着蔬菜 大米 山笋草药 天之的各种篓子 还有几只大鹅 几组嘉宾按抽签数字的大小牌 对挑选自己理想的商品 卖货的钱可以自己留下 抵房租也好 自己消费也行 节目组不干预 做生意 这不是江赫宇的强项吗 花莱经过昨天落水的 情绪一直不太高 而且刚才小野说江赫宇的腿的时候 他才想起 昨晚睡在地上的江赫宇 好像没有喊疼 江赫宇自然留意到了他的低落 所以他不得不主动站出来参与活动 几组嘉宾把自己心意的货品都挑选走了 场地上还剩两只被捆住脚 在地上扑腾的大白鹅 江赫宇走过去 从容地把他们拎起来 回到花莱身边 他这个正经的样子 反而惹得别人哄堂大笑 别人提着鹅会像感激的老乡 江赫宇倒提着鹅 长长的鹅颈子 垂在他修长笔制的腿边一晃一晃的 那自弱的气场 就像是在走时装周一般 连鹅都变得英俊了起来 要放古装剧里 这就是他的灵兽啊 小野捂着嘴夸张地赞叹 贺宇哥哥连提鹅都这么帅气 绝了 手里抱着一摞竹篓的周周说 花痴 小野看向他 认真的说 他这样好看的男人 不该让女人花痴吗 周周摇着头叹了口气 无言以对 应该是审美疲劳 花来是没看出来 江赫宇的身姿哪里绝了 他只觉得他的选择绝了 现在他看着拎着两只大白鹅 得意洋洋的 快要向他邀功的江赫宇 皱着没问他 明明是你先选的 怎么让给别人了 你拿着鹅做什么 江赫宇 卖啊 卖了给你买花袋 大家都不瞎 完全看得出 江赫宇把花来 和别人的区别对待 他对别人说话时 脸上总是分布着寒冰 但面对花来时 不仅目光温柔 还总是一脸和煦的阳光 而且现在 他还在开玩笑啊 这么高冷的人 居然也会开玩笑啊 花来却是痛苦地看着江赫宇 他觉得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你怎么把他弄到镇上去 就这么提着吗 还是牵着 像放羊一样 江赫宇一本正经地说 是个好主意 到时候 我们一人牵一只怎么样 花来无语地扶着鹅头 这江赫宇到底哪里来的玩心 他选择闭嘴 毕竟现在再多的指责都没有用 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江赫宇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居然自己低笑出声 花来忍不住沉着脸问 你笑什么 江赫宇把头 微微偏向他低声说 我想到 我和你牵着鹅走路的样子 像牵着我们的孩子 谁会把自己的孩子 比喻成鹅呢 可能只有江赫宇吧 花来想到平平 如果他知道自己 在别人眼里是一只鹅 不知道哭的会有多大声 花来 呵呵 一点都不好笑 江赫宇 不好笑 但这个画面很温馨 花来一点都不觉得温馨 他只觉得恐怖 自己为什么要和江赫宇 一起牵着孩子 或者是鹅 163买花袋 最后一行人 坐着节目组 准备的大巴车 去了镇上 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 人挺多的 赶集的老乡 看着这么多机位 本就觉得稀奇 后来车上又下来一堆俊男美女 更是驻足张望 走在最后的 居然是一个穿得极其光鲜亮丽 长得十分英俊 帅气的年轻男人 他小心呵护着前面下车的女人 自己手里提着两只大鹅 他一看就是公子哥 怎么看都觉得 和现在的尘土飞扬的糟糕现场 有些格格不入 但他本人一脸安然自若 下车后拉着女人的手腕就往前走 花来被江赫宇带着 在人潮中穿梭 花来要正开他的手 又被他捉了过去 还叮嘱他 人太多了 别走丢 花来 你才会走丢 自己二十多岁的人了 又不是小朋友 怎么可能走丢 感激的人的确多 不时有人被挤过来碰到花来 他就会被惯性推着撞向江赫宇 江赫宇十分满意这样的环境 让自己和花来的肢体接触 又进了一步 花来跟在江赫宇背后走了好一段 忍不住问 我们去哪里 江赫宇 麦娥 花来 你知道麦家禽的市场在哪里吗 江赫宇 不知道 花来停下脚步甩开他的手 不知道你还走这么快 江赫宇看着他 我没说我要去家禽市场啊 花来讽刺道 麦娥 你不去家禽市场 你去动物园吗 江赫宇居然在认真地想了一下 然后说 好主意 你太聪明了 花来没心情和他开玩笑 这里人太多了 挤得他难受 况且 旁边还有两只大白鹅嘎嘎地叫得凄惨 花来 到底去哪里 江赫宇人长得高看得远 他转头四处扫视了一下 指了指前面 就快到了 再走几步吧 花来只得跟着他继续往前走 最后 他被带到一家卖鹅肉汤锅的餐饮店 江赫宇让花来坐在店内的椅子上 你等我几分钟 然后 他便提着鹅去找老板了 花来才知道 他要把这两只鹅直接送上西天 几分钟后 江赫宇果然出来了 手上拿着两张红色的钞票递给花来 满脸得意 给你 花来没接 你卖的 给我做什么 江赫宇一本正经地说 都是女人管钱的 你收好 咱们去买东西 说着 他便再次拉着花来的手腕往外走 花来没想到 卖东西这么容易 现在剩下还有一大把的时间 他便认江赫宇拉着四处闲逛 买什么 江赫宇 给房东买个空气开关 昨天说了 要给他换的 还挺细心 买完开关 手里的钱还剩一百多 花来虽然也顾过穷苦的日子 但是现在还是觉得 这手里的钞票 比任何时候都珍贵 江赫宇看着花来 你想要什么 花来是第一次感激 他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现在看什么都稀奇 他什么都很想要 他说 先转转 路边不少当地的特色小吃 花来的眼睛 只要在上面停留两秒 江赫宇立马就拉着他过去 打包 两份 后面花来手上都提不了了 不得不制止江赫宇 够了够了 吃不完了 江赫宇这才作罢 路过一个饰品店的时候 江赫宇拉着花来进去了 花来 做什么 江赫宇 说了给你买花袋 走 带你去挑 花来挣托他 我不要 江赫宇 那我去挑 你在这里别乱跑 花来被留在门口 江赫宇自己进去 年轻的女店员红着脸过来招呼他 您需要点什么 江赫宇美得让女孩不敢直视 光是站近一些 他的心就怦怦地跳 江赫宇看了一眼门口的花来 给他买根头绳 店员也看向花来 然后介绍说 这位姐姐的头发很好 发质柔软 发色黑亮 已经很好看了 不需要太浮夸的装饰 您看这个怎么样 他拿过一个黑色的头绳 上面是细线编织的纹路 江赫宇皱着眉 一声道 不行 他是明星 一定要特别耀眼的才行 店员早就看到他们身后 有扛着摄像机的大哥 原来这两个男女 真的是明星啊 他都有些后悔自己这个年纪 居然不追星 没有认出这两位到底是谁 店员更加紧张 那那您再看看这个 他拿过一条金色的发绳 上面还有两支铃铛 只要一摇 铃铛的声音清脆悦耳 江赫宇 还不错 虽然都没有他设计的好看 但将就吧 毕竟这里的确挑不出什么像样的好东西 店员替他拿好 还需要看看别的吗 江赫宇拿起一个头绳上 绑着一个小兔子的递给店员 这个一起算 这个头绳花环绿绿的 像彩虹 店员介绍道 这是儿童款的 江赫宇 我知道 给女儿买的 店员觉得江赫宇很好说话 忍不住问 你们是夫妻吗 女店员笑得甜甜的 他觉得这个男人真是又帅又温柔 两人看起来般配极了 江赫宇唇边勾起笑意 你看像吗 店员认真地点点头 江赫宇更得意了 你说是就是了 江赫宇结账出来 笑着对花莱说 转过去 花莱警惕地看着他 你做什么 江赫宇搬着他的肩膀 转过去嘛 花莱背对着他以后 他用手温柔地梳理了 挤下他的头发 花莱头一歪 你做什么 江赫宇把他的绣发 捏成一束握在手里 说 扎起来更好看 别乱动 会扯疼你的 女人的头发都是很敏感的 花莱不敢乱动 况且摄像机对着他们 他不得不和江赫宇 进行甜蜜互动 江赫宇用手指充当梳子 温柔细致地 给他梳理着头发 然后把头绳绑了上去 很美 花莱挤出一个诚挚的笑 谢谢 江赫宇掏出另一个头绳 递给他 拿着 花莱看着上面浮夸的装饰 这个不要 我不喜欢 谁一把年纪了带这玩意儿 这不是装的吗 不得被网友骂死 江赫宇塞到他的衣服口袋里 谁说给你了 给你女儿的 花莱 江赫宇低声说 这里没什么好东西 等回了S室 我再带你们 去挑你们喜欢的 花莱看着这个 有他半个手长大的小白兔 说 他也不会喜欢这种的 江赫宇皱着眉 那他喜欢哪种 咱们重新去挑 这是我 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 虽然很不值钱 但是我 还是希望他是喜欢的 花莱才不想 和他再去挑选 他把头绳收起来 仔细看也挺可爱的 救他吧 反正自己当着他的面试收下了 但给不给平平 自己说了算 164滚 二人继续在街上晃扬 江赫宇 你有什么想买的 花莱看到 前面有个小超市 我想进去逛逛 江赫宇 好啊 买什么 花莱支支吾吾的没说 就看看 江赫宇马上懂了 低声问他 你那个来了 花莱反倒疑惑 哪个来了 江赫宇 大姨妈 花莱差点笑出声 没有 江赫宇 那你买什么 神秘兮兮的 花莱 就随便逛逛不行吗 江赫宇 你不买东西 从来不会去逛 你说过你要是看了不买 会不好意思 他的声音在花莱的注视下 渐渐弱了 他又把花莱当成他的老婆了 二人晃进超市 花莱找到卖电热毯的地方 江赫宇恍然大悟 乐道 给我买的呀 花莱不想 再别别扭扭地说话 直言道 谢谢你昨天救我 地上确实挺冷的 铺着这个 应该会好一点 江赫宇 其实抱着你睡 一点都不冷 花莱眉目拧起 又来了是吗 摄像机没有跟进来 江赫宇也不管那么多 他的唇缓缓起开 认真的说 我知道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昨晚你什么都说了 花莱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能有什么说的 江总 我觉得你越界了 如果你因为这个节目 我给你造成什么错觉 我跟你说对不起 虽然这只是你的爱好 你的手段 但这是我的饭碗 我对你的所有亲近 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希望你高抬贵手 放过我 因为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江赫宇看花莱 还是不承认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他不希望 他伪装得这么累 花莱 如果还是谈这件事 那就没有任何必要 江赫宇不想和花莱僵持下去 坏了他的心情 他暂时妥协 好吧 不说了 咱们去结账吧 许如来小姐 花莱也不想和他争执 消烟消散 二人并排着往收银台走去 江赫宇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你哥是谁 花莱身体一僵 看来昨晚自己 真的有胡言乱语过 他这二十多年 只叫过一个人哥 那就是许行书 他快速地冷静下来 江赫宇这样问 看来是并不知道 自己和许行书的关系 花莱 表哥 江赫宇看着他哼笑了一声 一副我信你个鬼的样子 花莱的身世 他八百年前就调查过 他压根就没有走动的亲戚 更没有什么表哥 江赫宇 女孩子不要随便叫别的男人哥 这很暧昧 花莱有些气笑了 江赫宇居然和他聊起了男女界限 最把握不好的 明明是他自己好吗 花莱 是吗 那我怎么看 别人叫你哥哥的时候 你还挺享受的 难道 你就喜欢和女孩子们玩暧昧 江赫宇宙起没反驳 我哪有享受 要不是怕影响你这个搭档的饮品形象 我早叫他滚了 花莱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 讥讽道 你当然有你的正当理由了 每次他都会有正当理由的 当年正是他的这种拎不清 把他们的婚姻关系送到了终点站 江赫宇当然也听出了他话中的酸意 他一本正经地说 如果你觉得这是借口 那我就拒绝给你看 花莱 关我什么事 别托我下水 江赫宇 你别再唱鱼了 到我的公司来 想要什么资源 由你自己挑 花莱笑道 江总真是大手笔啊 泡妞这么舍得下血本吗 对了 那个层劲 难道就是这样 他没有说下去 但停在这里 剩下的话两人都心知肚明 江赫宇明显被气到了 怒火被他压制着 你别乱说 我和他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看在 他是你 他是音音的妹妹的份上 才拉他一把的 话里的谋色 也燃着火焰 你拉他一把 还是看在音音的份上 我怎么听说 江总的妻子是坠狐死的 他坠狐的时候 你怎么不拉他一把 江赫宇心里 像被扎了一刀 我知道 当年都是我的错 不想听 和我无关 花莱撇下他自己先一步走了 江赫宇总有很多理由的 他在生意上杀伐果绝 但是在处理男女感情上 优柔果断 像个白痴 花莱被他气到了 二人从超市出来 面对镜头 刚才的剑弩拔张 全都消失不见 江赫宇提着电热毯 钱都花完了 我就说买 那床便宜一点的 这样还能剩一点 以备不时之虚 花莱 这种东西不能省 便宜的不安全 来的时候 要不是江赫 与脚边扑腾着两只 散发着特殊味道的大白鹅 小野肯定是挨着他坐的 回去的时候 江赫宇特意挑了靠里的位置 还拉着花莱 你坐我旁边 花莱看着不远处 蹦跋过来的小野 说 我要坐窗户边 看风景 江赫宇小声说 你想看 下次我开车带你来慢慢看 现在 立刻 马上 你坐外面 花莱 偏步 他到车的最后一排 坐到窗户边 看似专注地看着窗外 他就要看看 没有自己这个挡箭牌 江赫宇要如何处理 自己和那些女人们的关系 江赫宇无奈地看着他 但花莱压根就不搭理自己 看都没看他一眼 两人俨然一对闹别扭的小情侣 他只得在他身边坐下 把手里的东西 放在另一边的空位上 小野蹬蹬蹬地跑上车 果然朝他奔了过来 江赫宇一直看着花莱 赫宇哥哥 江赫宇像是没听见 小野一点也不介意 他把江赫宇旁边座位的电热毯 提起来放到另外的空位上 然后坐到江赫宇旁边 赫宇哥哥 你们买了什么呀 那个滚子在江赫宇的唇齿边徘徊 最后他还是忍了回去 冷冷地说 你别坐这里 小野的笑容渐渐退去 为什么啊 这里又没有人 江赫宇 我把小莱弄生气了 我再哄他 不希望别人打扰 花莱猛地回头看着他 这狗东西 还要自己替他扛 小莱也看向花莱 姐姐 你怎么了 哥哥惹你生气了 别的不说 小野这姑娘虽然过躁了一些 但关心起别人时的真诚样子 还是挺打动人的 花莱一点脾气都没有 他笑着说 没有 我们闹着玩呢 说着 他朝江赫宇说 你坐那边去 小野挨着我坐 江赫宇 所以最后 自己才是多余的那个人是吗 165万青青 他不情不愿地站起来 坐到另一边的窗户边去了 电热毯被他放在膝盖上 小心护着 小野坐到了他之前的位置上 和花莱聊起了天 两个女人分享了 今天在集市的去世 一路有说有笑 倒把江赫宇晾在了一边 回村以后 江赫宇去给房东主人 把空开装了回去 花莱自己留在房子里 趁机给萍萍发视频 妈妈 萍萍朝着花莱挥舞着小手 好想你啊妈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 花莱看着自己的小棉袄女儿 心情也十分好 妈妈明天就回去了 你在家乖不乖 萍萍漂亮的大眼睛闪着光芒 我很乖的 妈妈 我明天去接你 花莱想到 江赫宇可能会和自己一道回去 虽然自己很想早点见到女儿 但不得不狠心拒绝 妈妈坐公司的车回去 你在家等我就行了 萍萍明显有些失落 嘟着嘴撒娇 我想早点见到妈妈 小丫头太可爱的 软弱的样子 惹得花莱心痒痒的 也恨不得立马飞到女儿身边 她温柔地说 听话 妈妈会尽快回去的 我到时候给你带礼物 小孩子对礼物完全没有抵抗力 听到这个果然双眼放光 什么礼物呀妈妈 花莱 啊 她讹不出来 因为她还没买 他们来的第一天 手机盒钱就全部上交了 这里也没有能花钱的地方 更没有像样的礼物 萍萍人虽然小 但也懂看人脸色揣摩心思的 她眼里光暗了下去 闷闷地说 妈妈 你是不是骗我的呀 花莱怎么能做一个骗人的妈妈呢 而且 她怎么忍心自己的小家伙失望 她站起来 准备到外面看看 有什么可带走的哄孩子的小玩意儿 先稳住女儿再说 孩子没在农村待过 应该有能哄住她的稀奇玩意儿 刚一站起 她头绳上的铃铛便叮当作响 花莱眼珠一转 想起江赫宇之前塞给她的那条花花绿绿的头绳 她摸出来对着手机晃了晃 喜不喜欢 是个可爱的小白兔哦 萍萍果然笑了起来 是小兔子 喜欢 谢谢妈妈 花莱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用谢 妈妈明天就给你带回去 这个可以扎在头发上 咱们让小兔子在萍萍的头发里 做个窝怎么样 萍萍 当然好了 妈妈 我喜欢这个礼物 萍萍心说 这头绳这么丑 你为什么会喜欢 又转念一想 难道这就是扯不断的审美遗传 江赫宇觉得好看 萍萍也觉得好看 好可怕 花莱决定干预女儿的审美 妈妈回去后再带你去买别的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 因为工作原因 她经常都不在萍萍身边 所以她愧疚的时候 免不了想用金钱 礼物来弥补女儿 萍萍却摇摇头 不要了妈妈 小兔子就够了 我们要节约用钱 花莱笑道 哟 我家小可爱已经知道节约用钱了 怎么这么棒呢 萍萍 姐姐说了 舅舅需要很多钱 我们最近都有在节约用钱哦 我要把省下来的钱都给舅舅 我想要她开心一点 花莱愣住了 孩子太懂事 懂事的让她心疼 她是能读出成人世界的悲欢的 花莱 舅舅的是妈妈会想办法的 你乖乖的念书学习 开开心心的玩耍就行 大人的事 有大人解决 不能让你操心啊 萍萍 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像以前那么开心 江赫宇从不远处过来了 花莱看着萍萍 好了 妈妈要工作了 萍萍乖 开开心心的 妈妈明天回去陪你啊 萍萍懂事的挥着小手 妈妈再见 亲亲 花莱像往常那样 对着屏幕做了个亲亲 萍萍也回应她 两人这才挂了电话 江赫宇过来 聊什么这么开心 我看到你在对着手机玩亲亲 这种动作和小孩子一起做那是温馨 但要是大人间聊起来 就很尴尬了 花莱淡淡的恩了一声 给萍妮回了几条信息 就去还手机 江赫宇老远 就看她讲电话 讲得眉飞色舞的 那样子一看就是在逗女儿 弄得她心里也痒痒的 但她知道 没有花莱的云准 如果自己强行去见女儿 一定会让她们的关系 当到冰点 所以自己的沉住气 先搞定老婆 那后面的女儿和丈母娘 就都有了 她想到什么 便跟着花莱去取自己的手机 她得打个电话 花莱交回手机 然后自己到一边溜达去了 江赫宇拿着手机 给萍萍拨了过去 166小孩的约定 萍萍的电话接得很快 声音很甜美 叔叔 她温柔的声音 让江赫宇不由自主地也笑起来 小萍萍你好 你怎么知道是叔叔呀 萍萍 萍萍认识字 还挺傲娇的 江赫宇 今天周末 你在做什么呢 萍萍 舅舅带我和哥哥姐姐去吃饭 我刚回来 刚才还和妈妈打电话了 江赫宇 你妈妈没有和你们一起去吗 萍萍有点闷闷不乐了 没有啊 妈妈出差了 她要挣钱的 江赫宇 她周末都在上班啊 这么辛苦吗 萍萍 嗯 舅舅借了别人的钱 妈妈再努力赚钱 帮舅舅还钱啊 江赫宇一愣 随口问道 舅舅还欠很多钱吗 萍萍认真的说 姐姐说的 欠了很多很多 可能舅舅的公司 还有我们住的房子 都要被卖掉了 妈妈把她的工资都给舅舅了 我现在也有节约用钱 我们要帮舅舅一起渡过难关 江赫宇 萍萍真懂事 这么小就知道帮助舅舅还债了 萍萍 因为舅舅对我们超级好的 给我们房子住 帮妈妈找工作 还送我去学校念书 妈妈说过了 我们要一辈子记得舅舅的好 江赫宇觉得 这话有些怪怪的 但他只认为 是孩子的表达能力的问题 没有想别的 他说 那叔叔看看 能不能也帮帮舅舅 萍萍的声音 马上亮了起来 真的吗 叔叔 你愿意帮助舅舅吗 江赫宇笑着说 萍萍那么可爱 我希望你天天都开开心心啊 叔叔看你发愁 也会不高兴的 萍萍又有些丧气了 那需要很多很多钱的 咱们的房子卖了 都不够的 叔叔你有很多钱吗 江赫宇哈哈笑道 刚好叔叔挺有钱的 我和你舅舅有些缘分 就是看在萍萍的份上 这个忙我也得帮他 这是他唯一一次觉得 钱可以取悦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小孩子 他也觉得有些幸福 萍萍立马就开心起来 叔叔你真好 谢谢叔叔 以后妈妈回来 我让妈妈跳舞给你看 这是小孩子能想到的 认为很不错的 表示谢意的方式了 江赫宇配合他夸张地笑着 哇 真的吗 妈妈会跳舞吗 萍萍 妈妈什么都会 会跳舞 会画图 会做饭 还会武术呢 他有时候会陪花莱去片场 看花莱饰演各式各样的人物 在他眼里 妈妈是无所不能的江赫宇 这也太厉害了 难怪咱们萍萍也这么棒 原来是有这么厉害的妈妈呢 不过 叔叔帮舅舅的事 你先不要告诉别人哦 叔叔要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的 萍萍重重地点着头 嗯 这是我们的秘密 江赫宇 那叔叔的话呢 你有没有画好呀 萍萍 已经画好了 叔叔什么时候有空 我拿给你看呀 江赫宇 而叔叔也在出差呢 要明天才回去 这样吧 后天我去学校找你怎么样 萍萍 当然好了 我给你带过去 送给你 江赫宇 真是太期待了 那萍萍给叔叔画了画 叔叔也想送萍萍一件礼物 你有什么想要的 告诉叔叔 萍萍摇着头 谢谢叔叔 我不需要了 妈妈已经给我买了礼物了 而且妈妈说了 不能要别人的礼物 她要是知道了 会骂我的 江赫宇不参与别人的教育方式 她说 那好吧 那叔叔后天请你吃饭 这样可以吗 萍萍 好呀 江赫宇挂了电话 心情大好 回味了一番 才给赵琳去了电话 帮许行说 为什么 赵琳很惊讶 江赫宇 这个你别管 你先去详细给我查清楚 她那堆烂账 看看窟窿有多大 具体的 我明天回去再说 赵琳 她的事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怎么突然要帮她了 她猜想是不是因为花来 毕竟这几天 他们两人可是朝夕相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江赫宇笑道 为了一个人 赵琳叹了口气 看来真的是为了花来 江赫宇知道她和许行书的关系了 好的 我等一下就去办 那个 江赫宇见她支支吾吾的 问道 怎么 赵琳 你和少奶奶怎么样了 提到这个 江赫宇喜忧参半 还不错 就是现在她脾气不太好 老是在讥讽自己 赵琳心想 她现在 对你还有好脾气就奇怪了 赵琳苦口婆心的 你对人家好一点 她太不容易了 江赫宇突然想到 以前花来 总是叫赵琳赵琳哥 她问 你去查一查 当年是谁救的她 应该是个男人 年纪不会很大 赵琳 哈 江赫宇不知道是许行书 那当才 赵琳 怎么这么说 江赫宇愤愤的说 她昏迷的时候 把我认成那个人了 拉着我叫哥 赵琳 昏迷 她怎么了 江赫宇 没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她虽然喜欢和赵琳 分享花来的事 但是赵琳真的关心起花来来 她心里又不高兴 赵琳 那你是要找到这个恩人 感谢人家是吗 她现在完全就是看好戏了 江赫宇 谁说的 我要看看 是哪个男人 敢让她叫哥 暧昧不暧昧啊 没有血缘关系 哪里来的什么哥哥妹妹的 还有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她再叫你赵琳哥 否则你就不用干了 赵琳 哦 反正自己也没有 多想替她做事 还不是看她可怜 同情她罢了她 真的觉得 江赫宇除了做生意 在别的地方都是个傻子 江赫宇交代完事情 才悠哉悠哉的去找花来 她现在心情不错 今天奔波了一趟 江赫宇也有些劳累 她躺在她的床上 看着背对她睡在上面的花来 笑着说 你别说 这电热塔还挺暖和的 花来一动未动 全当没听见 江赫宇自顾自的说 你真贴心啊 说着又仰躺着 双手交叉疹在脑袋下面 我可真幸福 167那以前呢 花来没理会她的自言自语 手里拿着小兔子 慢慢就睡着了 江赫宇忍着爬上床 同床共枕的冲动 渐渐也闭上了眼睛 下午是集体活动 劳累过后 各回的家 江赫宇一直在琢磨着 今晚怎么才能挨着花来睡觉 毕竟这是最后一晚 她这第一次见面 就要花来帮她洗澡的人 可不是什么君子 最后决定 选择利用自己的弱势 装腿痛 这一下午 她都微微皱着眉 参加活动的时候 比往日更加没有活力 花来问她怎么了 她就挤出一个 笑夫眼说没什么 回去的时候 她从路边找了 跟竹竿当手杖 花来也看出她 一直在强忍 问她 到底怎么了 江赫宇 没什么 就有点累了 你怎么这么关心我了 花来没心情和她开玩笑 没什么你拿蹬拐棍做什么 江赫宇 就以前用手杖习惯了 现在走路时 手里没点东西不舒坦 花来 腿又痛了 江赫宇立马否认 没有 花来转身就走 你就逞强吧 江赫宇知道有些 她看似无奈地追上花来 承认道 就一点点 我习惯了 明天回去就会好的 对了 我在山上有一个温泉 你要不要一起去泡泡 我看你这两天也挺累的 上去让人给你暗暗 花来 没时间 江赫宇 不用这么拼吧 你这次挣得也不少了 花来没理他 江赫宇 我说真的 明天下飞机 咱们就去 在那里住一晚 好好放松一下 明天你总不会 还有别的工作吧 后天一早 我就送你回去 花来 没有你闲 江赫宇 把女儿也带上 我想 话里看着她 你想什么 江赫宇看着她警告的眼神 说 什么也不想 哎呦 她又在小声地叫痛了 看花来并没有关心 便自己说 这里的温度居然低这么多 这么多年 我没被这样冷过 下次我一定会提前 做好攻略准备齐全的 花来算是看明白了 这人横着竖着 都在那里绕 说来说去就一个字 冷 痛 她明白了 晚上的时候 她洗完澡出来 被江赫宇 按在凳子上 帮她吹头发 这一幕在镜头下 看起来是多么的温馨甜蜜啊 花来没必要强硬推辞 江赫宇的手指 在花来的头发里 轻轻抓着 细声说 你还是喜欢这款洗发水 真香 花来 这品牌的洗发水 满大街都是 江赫宇知道她不会承认 也不争辩 反正早晚有一天 她要面对现实 她主动申请 今晚我能不能睡床啊 地上虽然有电热毯 没那么冷了 但地上太硬了 我没睡过这么硬的床 每次起来都腰酸背痛 花来爽快地答应 好呀 江赫宇没想到这么容易 真的 花来 当然 江赫宇关掉电吹风 看着她 你睡地上 花来 要不然呢 江赫宇别了别嘴 她就知道 没这种好事 晚上两人躺在各自的床上 江赫宇看着地上的花来 这两天和你相处 挺好的 每天两人的睡前交流 也是节目效果需求 花来用着毕生的演技 我也觉得 你还很讨女嘉宾的喜欢 江赫宇 那你呢 你喜欢吗 花来打着哈哈 谁会不喜欢大帅哥呢 江赫宇也不为难她 毕竟她真的 要靠这个吃饭 她不能给她搞砸了 江赫宇 这次旅途 让我重新认识了你 现在的你 很自信 很阳光 很活泼 但也有很多面具 花来听着 没说话 江赫宇 我希望你活得自由自在 花来 我也希望 两人像敖鹰一样 谁也不肯先闭眼睛 最终是花来熬不住 听着听着 就进入了梦乡 等她呼吸平稳有规律以后 江赫宇翻身就起来 轻轻地躺在花来旁边 把她搂在自己怀里 舒坦 昨晚才搂了半宿 哪里够 反正自己做的流氓是够多了 也不差这一件 这一夜 她没怎么睡 想着天亮了 就自己回到床上去 绝不留下罪证 谁知道快天亮的时候 实在熬不住给睡着了 别说 就算是睡地上 看到眼前男人半裸的 坚实的胸膛的时候 差点大叫起来 她以为自己又犯糊涂 跑到江赫宇床上去了 等她环顾四周 才知道放肆的人是江赫宇 她一脚给她踢了过去 江赫宇哀悠一声睁开了眼 看到花来 嘟囔了一句宝宝醒了呀 这样的话 花来听过太多遍 但她现在没心情回忆往昔 指着江赫宇目入胸光质问 你 为什么 会在我的床上 江赫宇装着糊涂 我也记得我昨晚睡上面来着 花来 别给我装 我告诉你 你这叫猥亵 江赫宇小声嘟囔 可是哪次睡觉 不是你往我身上钻 要猥亵 也是你猥亵我 花来气得说不出话 因为那个人说的是实话 江赫宇一脸歉意 我想起来了 我昨天半夜上厕所来着 迷迷糊糊的 以为自己还是睡地上 就钻进来了 对不起 花来气呼呼地站起来 下一期 我申请换搭档 江赫宇靠近他 笑嘻嘻地说 哪有这么容易 我塞钱了 花来口不择言 你现在怎么这么不要脸 江赫宇用探究的眼神 看着他 现在 那以前呢 你承认了 花来自知失言 转身去洗漱 这场伪装 只是一层一桶 就破的窗户纸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早上大家参加 简单的活动之后 搭上了返程的轿车 花来和江赫宇同来同去 但回去的时候 不会再有摄像机跟着 离开镜头以后 江赫宇不再给花来 躲避的时间 他一分钟 都不想再浪费了 离飞机起飞 还有一点时间 江赫宇在休息室 和花来面对面坐着 他脸去这几日的不正经 直言道 我们聊聊 花来还是往常那样抗拒 没什么好聊的 江赫宇 我知道你就是秦花来 你前天晚上喊我的名字了 168价格 花来暗地一惊 看来自己昨晚真的说胡话了 他保持着镇定 那能代表什么呢 我们认识也这么久了 叫你的名字奇怪吗 江赫宇看着他的眼睛 里面没有一丝躲闪慌乱 江赫宇 你就不好奇 你叫我的名字 说了些什么吗 花来冷笑一声 就咱们这关系 应该说不了什么好听的吧 江赫宇 的确不太好听 你说 江赫宇 我恨你 徐若来 我们没有深仇大恨 你为什么要恨我 花来 梦话荡不得真 江赫宇苦笑 梦里都在恨我 他试图去拉他的手 被他避开 江赫宇 你给我一个机会 咱们好好聊聊 你有什么气 你朝我撒出来 花来 江总又要开始胡言乱语了 江赫宇看着油言 不静的花来 感到一丝疲累 自己要怎样 才能再次走进他的心呢 他掏出手机 加个微信吧 花来 没必要了吧 已经留了手机号码 江赫宇 咱们现在还是搭档关系 当然很有必要 你连他们的微信都加了 不加我的 是不是说不过去 花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你说的也没毛病 他果然爽快地拿出手机 江赫宇把自己的微信打开 他的头像 还是六年前的那个 花来神色如常的添加他的账号 江赫宇 这个头像原本是情侣的 当时我说 男人用这个头像挺幼稚的 我老婆说 别的情侣都这样的 你觉得幼稚吗 花来发送了添加请求 挺幼稚的 像中学生 江赫宇 我觉得挺好的 他这个人 也挺绝情的 花来不想听 但耳朵却不受控制地竖了起来 自己被逼到那个境地 居然还被说绝情 江赫宇的良心 是被狗吃了吗 江赫宇 他以前画了不少画 我全都收起来了 他走的时候 连一张用作念想的都没给我留 全都带走了 花来轻笑 就这这也叫绝情 江赫宇 我给他的东西 他一样也没带走 他自己的 一样也没落下 就像从来不曾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一样 花来 看来他的确伤透了心 江赫宇 后来他不在了 我想找一张他的照片做一照 都找不到 最后还是从我们的结婚证照上才下来的 花来看向江赫宇 可是他好端端的 怎么会死呢 他就像真的只是在聊天 真的只是好奇一般 江赫宇 就像你说的 我伤透了他的心 休息室的提示音响起 该登机了 花来站起来 理了理裙子 你的故事很精彩 说完 自己拉着行李箱走了 上了飞机 花来就戴上耳机闭上了眼 拒绝聊天的姿态很明显 二人一路无话 下飞机后 花来的助理向童接到他就走了 江赫宇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混到 他看着他的背影 直到消失不见 才转身和赵领离开 许家的事调查得怎么样了 赵领言简一概 原本只有五十多个亿的窟窿 后面越滚越大 现在初步估计 有一百左右江赫宇 看来他真不是这块料 赵领 据说以前工作的事 他就没怎么管 一半的精力都放在家庭上面 而且 江赫宇 而且什么 赵领 而且据说这些年 他一直在找他的太太 江赫宇皱眉 他的太太 不见了吗 赵领 说是当时生下双胞胎不久就跑了 那时候许行书光顾着工作 好几天没回家 回去的时候 人就不见了 最近几年一直在找 江赫宇对许行书 突然就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他扯了下嘴角 那他还挺不容易的 约个时间 我和他谈谈 赵领 好 江赫宇叮嘱道 尽快 我下周还得录节目 提到这个 赵领便问 少奶奶他承认了吗 江赫宇叹了一口气 没呢 觉得很啊 赵领专心开车 心里在暗笑 江赫宇 明天下午去幼儿园接萍萍 你记得提前找好车位 我听说学校附近不好停车 赵领 许行书的外甥女 你要去接她 为什么 江赫宇笑道 他要送礼物给我 我请他吃顿饭 赵领 他给你送礼物 江赫宇有些炫耀地说 是啊 特意给我画了副画呢 赵领心说 你真有本事 先把女儿给搞定了 相同直接把花来送回家 几天不见 萍萍年他给不得了 妈妈 我的礼物呢 萍萍年够了 想起了自己的礼物 花来从兜里 掏出两条一模一样的头绳 一条给萍萍 一条给妮妮 妈妈这次去工作的地方 有些偏僻 没买到别的 下次我再给你们买别的好不好 妮妮这样的千金大小姐 从小精致的东西 见得够多了 但他对每一次花来送他的礼物 都格外珍惜喜欢 谢谢姐姐 好好看 萍萍靠过来 姐姐 那我的呢 花来又掏出一个 用竹灭编织的小蚂蚱 这个可是一位老爷爷 亲手编的哦 像不像真的 林林拿着竹蚂蚱翻看 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的 姐姐 爷爷也太厉害了 花来原以为要等明天 去公司才谈工作的事 谁知道 当晚闽开就给他打来电话 他先是和他闲聊 问了问这几天的情况 然后才切入主题 你想不想去星河 花来 星河 敏开 就是江总的公司 他们成立没几年 但发展挺迅猛的 前景不错 花来开玩笑 开哥 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 他找你了 敏开 只是随便和你聊聊 肯定还是要看你的意思 他对你挺上心的 这次为了和你一起去 砸了几千万 不说这些 就说你的发展前途 我只是你的经纪人 能为你争取到的资源和利益 是有限的 但他是老板 你如果去星河 我敢保证 他们公司最好的资源 一定是你的 只要你想要的 他应该都能帮你实现 花来的手握成拳头 静静地听着 江贺宇就这么不肯放过自己吗 敏开 你刚回来 可能还不了解他 他在S市的财富榜 这些年没下过前五 小来 有钱才能追梦 我是为你好 花来果断拒绝 开哥 我是不会去他的公司的 如果你不要我 合同期满 我换公司就是了 敏开笑着说 你这样的红人 哪个公司不是抢着药啊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我承认 把你让给他 咱们公司也能得到一定的利益 但货益最大的 是你自己 这笔账 你算得到的 而且 他虽然年轻多金 但不是什么坏男人 他公司养了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女艺人 但从没有和任何女人传出过绯闻 感情方面 你可以放心 花来不可能和敏开撕破脸 但是 他真的很讨厌聊这个话题 花来 可是我不想把我的感情给卖了 敏开 小来 你还年轻 你不知道 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包括感情 169 逼入绝境 花来 我自己能挣钱 敏开打断 但你现在也需要钱 这是实话 花来必须承认 敏开叹了口气 你的家庭情况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不然我也不可能和你开这个口 其实 上次他过来的时候就提过这事 我给拒绝了 但是今天他幼小来 开个月人无数 我看得出 他是真心的 如果真的只是泡牛丸玩 他没必要花这么大的血本的 而且我和你说实话 我们只签了一年的合同 这一年满了 我也不敢要你了 因为他会想办法 把你签到他那里去的 我珍惜你 但也不敢 为了你得罪他 毕竟 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到时候 你在这行不好混 没有人愿意为了你和他对着干 我想着 趁现在你刚开始 现在过去 会有更好的开头 花来心里骂着江鹤与卑鄙无耻 口上却说 开哥 给你添麻烦了 这件事我会考虑的 但肯定没有这么快 敏开明显松了一口气 好的 小来 你是聪明人 别把路走死了 我不打扰你休息了 明天见 花来挂了电话 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江鹤与 怎么可以把人逼到这个地步 自己为了那七十万 给了他一条命 还不够还的吗 现在怎么选呢 留在畅鱼 两头得罪 去星河 死不瞑目 去别的公司 违约金赔不起 别的公司也不一定会要 就像敏开说的 没有人会愿意为了他 而得罪江鹤玉的 平凡人就要过得这么艰难吗 如果不是为了钱 他不会如此难以抉择 但是说到底 自己就是为了钱啊 花来越想越气 拿起手机一看 夜里两点多了 他想也没想 直接给江鹤与打了电话过去 小来 江鹤与 还是像这几天一样 轻易地叫他 他的声音听得出 是那种刚从睡梦中 清醒过来的样子 这让花来 有了一丝丝微弱的快感 花来历声质问 江鹤与 你到底有多无耻 江鹤与从被窝里坐起来 揉了揉眼睛 心里觉得有些甜蜜 能接到花来主动打来的电话 他是幸福的 虽然这幸福的分贝 有点大怎么了 什么事惹你不开心了 花来 你装什么装 你去找敏开 让他和我撕合同 江鹤与 哦 你说那是啊 他说了 尊重你的意见 但是我希望你到我这里来 你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 花来 我要你滚蛋 滚出我的生活 不要再影响我了 他不再客气 江鹤与直言 唯有这个 我办不到 花来冷哼一声 江鹤与 你可真是假惺惺啊 一边逼我从公司离开 一边说 尊重我的意见 你自己都不会觉得恶心吗 江鹤与 我承认 我的手段是不太贱的人 但这并不重要 我想到的 只是结果 花来 看来 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只要结果 不择手段 当年为了接管江氏 抛下自己和董家联手 现在为了追回自己 逼得他饭碗打翻 江鹤与 我对我做的是不辩解 音音 六年了 我有无数次 差点扛不下去 追着你就去了 你不知道这六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你觉得你现在回来了 我会放手吗 你恨我也好 怨我也罢 你这辈子 都别想再甩开我 花来气得甘疼 他玩不过江鹤与的 他没有这个资本 他能做的 也就只是现在这样 大半夜 把他从睡梦中吵起来 大吼大叫发泄一番罢了 他咬牙切齿地说 江鹤与 要我接受你 除非我死 江鹤与 你别再说这个字了 况且现在 还有咱们的女儿 你当初为了救你妈妈 就敢嫁给一个 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 现在 你真的敢抛下他们去死吗 别说这些狠话 没有意义的 花来知道 江鹤与说的是实话 他现在的牵绊 只会比六年前更多 他怎么可能轻易去死 更何况 还是为了他这样的男人 花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沉声道 你到底要怎样 才肯放过我 江鹤与对着空气摇着头 我做不到 音音 我不可能再放手的 我不想再做行尸走肉 不想再夜夜想着你 就这大把的安眠药入睡 我要和你在一起 还有咱们的女儿 我们一家人 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花来 你别做梦了 江鹤与仰靠在床上 疲累地叹了口气 你别逼我 他也不想和花来闹成这样 但是要他放手 他真的做不到 花来 这个节目我不会再去了 违约金多少 我赔就是 江鹤与 你要记住 你又逼了我一次 你欠我的 我全都给你记下 江鹤与 你以为你不去了 赔点钱就完事了 你好歹也在这个圈子 混了这么多年 连这也看不明白吗 一百七十毒蛇绕驳 江鹤与耐心解释 先不说 公司同不同意 你做这样的荒唐事 你就看网友 会对你这种半途而废 又没有正当理由的艺人 有好评价吗 把你骂到退网都是轻的 你知道他们 还会干什么吗 毁人肉 到时候不只是你 连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所有做过的糗事 全部都要被扒出来 放到网上 供大家谈论消遣 你要不要 想想那种滋味另外 你这个毁约了 你失信了 你觉得 还有几个团队敢用你 花莱感觉被一条蛇 缠住了脖子 那你明知道这样 还是要这样逼我 是吗 这就是你说的弥补 江鹤与 我没办法 你到我身边来 我会保护好你 你想演戏 我给你牵线 你想做设计 我有现成的公司 你什么都不想做 就去花钱消遣买快乐 我统统都能答应你 你得给我这个弥补的机会 花莱 如果你执意这样 我就只有回外国了 我就不信 你的手还能伸到那里去 江鹤与 如果你真的愿意回去 那你当初就不会回来了 而且我既然知道你在那里 我自然会跟过去的 至于我的手有没有那么长 你可能对我的经济情况不太了解 我真的能伸过去的 他们的窗户纸已经捅破了 花莱没有再伪装的必要 她的语气里有了一丝央求 陈茵茵已经死了 我已经赔了你一条命了 江鹤与 算我求你 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没有精力和你斗 我只想好好的 安静地活着 但江鹤与显然比她更可怜 那谁放过我啊 你知道这几年我怎么过的吗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而已 我们曾经也过得很幸福的不是吗 花莱 你真的要我跟你 我一定会搅得你家全不宁 江鹤与苦笑 你不在这几年 我连家都没有 谈什么家全不宁 小莱 我承认 当年的事主要错在我 但是 我们之间有误会 你给我个机会 我解释清楚 到时候要打要骂 我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花莱 做梦吧你 她挂了电话 然后把江鹤与电话微信全部拉黑 一气呵成 她永远都不想再见到她 永远都不要再听到她的声音 第二天 花莱顶着一对熊猫眼起床 萍萍心疼地看着她 妈妈 你没有休息好吗 今天别去上班了 花莱帮她整理着书包 那怎么可以呢 就像你上学一样 咱们都是无辜不能缺席的 这叫责任仪 你 她手里拿着一幅画 上面是江鹤与的素描 萍萍接过去 小心翼翼地收到话筒里面 今天要带到学校去 花莱 哦 那收好 下午妈妈不能去接你 你和叔叔一起回来哦 萍萍 我知道的 妈妈 你别太累的 舅舅的钱 很快就会还完的 看着妈妈这么劳累 她很想告诉妈妈 江叔叔很有钱 她会帮舅舅还债 等自己长大了 再挣钱还给江叔叔 但是她和江叔叔有约定 现在这件事 还不能告诉任何人 花莱摸摸女儿软乎乎的脸 知道了 我会尽量早点回来的 花莱去了公司 敏开就昨晚的话题 又和她见面聊了一次 花莱表示 自己正在考虑 敏开 你很有商业价值 这个圈子里 像你这样有言用演技 又能吃苦的年轻女演员不多 你和这份工作 相互成就 我还是很希望你 能在这条路上 走得更高更远 前提是 不要得罪江鹤宇 花莱苦笑 我这么好 你还把我往外退 敏开一脸苦恼 小莱 我也是为了饭碗 其实江总这人 这些年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虽然她结过婚 但她的妻子已经不在了 这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花莱 但你知道 她是拿我当替身的 敏开 和前途比起来 这算得了什么 你就当玩 玩他这样的男人 你不吃亏的 最后这一句 明显是玩笑话 花莱也跟着无奈地笑 她叹了口气 这件事我会考虑 但是我缺钱的事 你先别告诉别人 尤其是她 敏开点点头 我当然知道 说实话 你在这个圈子 还能保持这份沉稳挺难得的 这个圈子的诱惑太多 没几个人能像你这样 遇到这种机会 还犹豫不决的 花莱笑道 开哥可不要觉得 我是假清高 敏开 咱俩谁跟谁 我要不了解 你我能带你吗 我是真佩服 绝不是说场面话 从敏开的办公室离开 花莱去了化妆间 今天有一支广告要拍 是国内的一款 比较知名的珠宝广告 因为和花莱之前的学业相关 虽然它们价格不怎么样 但它还是义无反顾地 接了下来 这多少是有点情怀在里面的 这款珠宝的消费群体 主要是年轻人 花莱虽然结过婚有孩子 但年纪并不大 完全符合年轻女性的形象 化妆的时候 向彤过来说 姐 品牌方把产品送过来了 你要不要先看看 之前花莱只见过图片 具体的展示形式动作之类的 它简单的构思过 但实物和图片的感觉 肯定是不一样的 花莱 好的 先把我拿过来 我这边就快好了 向彤应声出去 一分钟后又进来 花莱正在闭着眼瞄眉 听见向彤说 姐 这次的作品 是他们公司的白雪设计师 全套设计 花莱的眼睛突然睁开 头微微一侧 眉笔一下子拉了一条 痕迹到她的额上 化妆师连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花莱镇定下来 她一抬眼 便和镜子里的白雪 四目相对 那是她六年不见的 昔日好友啊 白雪变了一些 她现在一身休闲的职业妆 看起来沉稳又干脸 旁人一定想不到 她曾经是个蹦蹦跳跳的花痴 看着漂亮的男孩子 就走不动路 两个女人就那样静静地对视 谁也没有开口 但很显然 白雪比花莱镇定多了 这可真是难得 有些不对 正不知道要不要继续介绍的时候 花莱笑了一下 神色如常 试一画装饰继续 然后说 这位就是白设计师吗 久仰想不到这么年轻漂亮 171闺蜜相见 相同连连点头 是的 她的作品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咱们两家公司也是合作多年 我们很多活动的手势 他们都有提供花来 哦 那看来 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那我要好好和白小姐聊一聊了 白雪珠唇微起 她看了花莱这么久 终于缓缓开了口 能和许小姐这样的大明星合作 是我们的荣幸 相同请白雪坐下后 便要把手势盒 拿到花莱面前的桌上供她看 花莱却白手制止 我马上就好了 等一下过去看 小同 帮白小姐拿点喝的 五分钟后 花莱的妆化好了 她站起来 这才面向白雪走过去 白雪也站起来 花莱伸出手笑着打招呼 白小姐 幸会 白雪握着她的手 也微笑着回应 许小姐 久仰大名 两只嫩手随即分开 化妆师离开了 花莱给相同吩咐了一些事 她也离开了 然后两个女人 久久凝视着彼此 谁也没有说话 她们都要把这些年的想念看得够 两行泪从白雪眼里滚出来 却又笑出了声音 花莱拿过纸巾 默默地替她擦去 白雪一开口 终于还是当年的样子 来宝 就像曾经无数次那样 她挂在她身上撒娇 叫着来宝 花莱轻声哄她 好了 妆要花了 白雪把头痒了起来 不让眼泪掉下来 还一边说 不能哭不能哭 咱们还有工作要谈 花莱握着她的手 你可算懂事了 白雪闻好情绪 深吸了一口气 才看着花莱问 你到哪里去了 怎么现在 我看到你的节目的时候 完全不敢相信 我们都以为你 花莱 说来话长 今晚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一起吃饭 白雪拼命地点头 当然有时间了 我早就想来找你了 但你没有联系我 我怕我就这样过来吗 太唐突 花莱满脸愧疚 对不起 其实我不该连你也瞒着 白雪摇着头 你肯定有自己的考虑 但是 你真的好狠啊 这么多年 你都不联系我 你不知道 那时候我眼睛 都快哭瞎了 我天天抱着你的枕头睡 还有你留在宿舍的那些东西 有些被江赫宇带走了 我留下了一部分 花莱 对不起 白雪 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的 那你和江赫宇 我看到网络上说 你们一起去参加综艺了 花莱无奈地点点头 白雪觉察到她 好像不太愿意提起江赫宇 问道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花莱笑道 晚上再说 你好厉害 之前我看到这套作品的时候 还觉得这风格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想不到啊 居然是你这个白大设计师设计的 白雪有些不好意思 运气好 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 有前辈带呢 花莱夸张地瞧她 哟 这么努力 是个帅哥前辈吧 白雪更不好意思了 有些急了 哎呀 你又取笑我 花莱 哈哈 脸红了 看来我说对了 你呀 永远对年轻小帅哥保持着热情 白雪跟着笑 养眼的东西 谁不爱看呢 没有灵感的时候 看看帅哥 哇 心情瞬间好得不得了 创作起来更起劲了 两个人像回到学生时代 聊得很开怀 他们真的就像是六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一样 再次相遇 一切如初 相互倾诉了一番 二人这才聊到这次的工作上 他们是老朋友 心意相通 白雪的设计理念 花莱一听就懂 两人聊得轻松又开怀 广告拍了一上午 白雪一直守在花莱身边 中途休息的时候 两人就之前的拍摄效果 做一些讨论 对后面的做一些调整 配合得非常好 连摄影师都说 今天这一组拍得非常轻松 到结束的时候 花莱留白雪下来一起吃饭 花莱现在连名字都换了 甚至不主动找自己 白雪便没有和旁人倒破自己和花莱的关系 两人就像是第一次见面的合作伙伴一般 只是比旁的人更聊得来罢了 因为下午还有工作 所以中午 大家都吃的是减餐 两个女人凑在一张小圆桌上 白雪低声说 像不像学校食堂 花莱和他对视一眼 然后偷笑 还真挺像的 晚上我请你吃好吃的 白雪 嗯 不要 我请你 花莱学着白雪的样子扭了一下 最喜欢听你撒娇的时候说 嗯 不要 太可爱了 怎么现在都成设计师了 还这个样子 白雪瞪着他 不许取笑我 人家也只有对着你 才会撒娇的 花莱拍拍胸部 正经地说 荣幸之至 这点时间 两个女人根本就聊不够 但各自都有工作 白雪离开之后 花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相同道 姐 你和白小姐很聊得来啊 花莱笑道 是啊 她的设计风格 我很喜欢 相同 看得出她 也很喜欢你 我们接过那么多珠宝拍摄 姐今天这一组是拍得最快的 而且效果非常好 你看见没有 刚才摄影师们 一边拍一边点头 花莱 哈哈 我们有默契吗 相同 他们这款是一系列的 后续还会有拍摄 一起工作的机会还很多 提到这个花莱 便黯然了下来 自己前方的路通向哪里 还是个未知数 今天看到白雪 她心里另一股埋藏多年的念想 又在隐隐翻涌 自己曾经的理想 也是做一名风格独特的设计师啊 可是自己现在的处境 她哪有追逐梦想的资格 江赫 与今天的心情不错 虽然昨天半夜 花莱的拒绝 让她有些难受 但是 她对她 志在必得 下午的时候 她提前到了平平的幼儿园附近 像别的家长一样 等在那里 平平出来的时候 直接向她奔过来 江赫与学着别的家长的样子蹲下来 等小丫头扑向她的怀中 然后一把把她抱起来 转了个圈 平平 江叔叔 江赫与 小丫头 今天乖不乖啊 平平 乖得很呢 给你带话了 江赫与把她放下来 牵着她的手 好的 那等一下 我们一起欣赏 现在先和老师说再见 叔叔带你去吃东西 平平转身 对着老师礼貌的挥挥手 吴阿姨 再见我和叔叔吃饭去了 吴老师看到 平日接平平的司机就在一旁 所以也没有对江赫与 这位陌生家长 有什么质疑 她也朝平平挥了挥手 许安小朋友明天见 今天表现很棒哦 江赫与拉着平平 往自己的车那边走 一边走一边闲聊 你的学名叫许安吗 真好听 平平 对啊 我跟舅舅姓 名字是妈妈给我起的 她说 我们要记得舅舅的恩情 一辈子都不可以忘记的 江赫与微微蹙着眉 舅舅的恩情 你们是一家人 她对你有什么恩情 172相聚 平平有些无奈地看着江赫与 舅舅给我们房子住啊 还照顾我 让我上学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叔叔记性不好吗 江赫与笑道 叔叔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呢 那舅舅真是个大好人 难怪平平小小年纪 都想着要帮助他 说到这个平平 有些忧愁起来 舅舅不开心 哥哥姐姐就不会开心 妈妈也不会开心 所以平平也不会开心 叔叔 请你一定帮帮舅舅 等我长大了 我赚钱就还给你 江赫与 哦 那你有没有想好 长大了要做什么工作 平平 我喜欢画画 我想做画家 江赫与 真是个不错的爱好 叔叔支持你 两人一路有说 有笑的上了汽车 许家的车跟在后面 平平坐进后排 礼貌的朝赵临打招呼 叔叔你好 虽然上次在温泉山庄 这个叔叔 表现得不是很好 但是自己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妈妈说了 要做一个宽容的人 果然自己有礼貌起来 之前的冷脸叔叔 也没那么凶了 赵临回头冲他笑 你好 坐好了哦 叔叔要开车了 平平奶声奶气的说 知道了 赵临一边发动汽车 你放学不回家 你妈不会担心你吗 平平 妈妈今天要很晚才回去的 赵临 所以说 你是偷跑出来的 平平垂下头 妈妈不喜欢他和江叔叔来往 但是 江叔叔能帮助舅舅 他今天不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 江叔叔才和他吃这顿饭的 他还为了他们这个家 自己有正当理由 平平 妈妈不会怪我的 妈妈很温柔 江赫与总觉得赵临有点挑衅的意味 他低贺了一声 专心开车 赵临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了嘴 三人朝餐厅驶去 车停下来 江赫与才发现 平平挑的这家餐厅 在许行书的商场 就是当年 他在这里面捉到花来 陪别的男人买衣服 还点了一个情侣套餐 只是不知道 现在这商场 还兴不兴许 好巧不巧 平平H还真带他去了 当年花来消费的那家餐厅 工作人员礼貌地和客人问好 然后逗着平平 看来平平不是第一次来 这餐厅还兴许 二人坐定以后 平平从书包里抽出话筒 把画递给江赫与 叔叔 我画得还不太好 你不要嫌弃 江赫与接过去笑着说 你小小年纪 说话怎么这么老成 画得很好啊 非常像 这是一幅素描 如果不说 江赫与真的不会想到 这是一个五岁的孩子画的 他这个门外汉 看完就一个想法 像江赫与 像真人 说着 他还把画展开举到自己脸旁边 你看 看江赫与是真的喜欢 平平才放心下来 他有些支支吾吾地说 叔叔 我 江赫与小心翼翼地 把画收起来 怎么了 平平拿出另一个画筒 我还有一幅画 想要送给叔叔 江赫与 好呀 这次是什么 是平平的自画像吗 他把手伸过去 平平便把小小的画筒递给他 他说 你打开看看 江赫与一边拆 一边看着平平笑 你还挺神秘的 画展开 上面是三个人像 像是合影 江赫与 是你舅舅 和他的双胞胎 平平点点头 叔叔帮助了舅舅 舅舅应该感谢你 但是你说了 这件事还不能告诉别人 所以 我替舅舅谢谢你 把他的画像送给你帮我保存 等我以后长大了有钱了 我再把这幅画书回来 江赫与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你懂得可真多 许安小朋友 平平 妈妈说的 要记得别人的恩情 江赫与把画收起来 那我可收下了 但你要答应叔叔 大人的事 自有大人去处理 你只管快快乐乐地长大 等以后你有能力了 才可以去帮助想要保护的人 平平点点头 妈妈也是这样说的 我记住了 另一边的餐厅里 坐着花莱和白雪 花莱把他从曾启文夫妇 出现在医院的那一刻至今 所发生的的所有事 都告诉了白雪 他淡淡地诉说 仿佛那是一个 和自己无关的故事一般 直到他们面前的餐食都冷掉 白雪震惊不已 他义愤填膺地说 所以你们已经离婚了 那时候他去学校找我 看起来非常憔悴 我还觉得他好深情 想不到 他居然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渣男 花莱平静极了 我当初也没想到 其实也怪我自己 当初他把董漫医留在江家 留在我们身边 我就应该觉得不对劲的 但是那时候我对他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真心 只是后来 现实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 白雪紧皱着眉头 但是你不在以后 他并没有和董漫医在一起 花莱 他就是这样自私的人 他当年利用我 取得江爷爷的看重 得了不少利益 后来为了僵士 抛弃我和董漫医 在国外鬼混 利用他们家的财力势力 利用完 自然也要被他抛弃的 白雪摇着头 不是的 他当年重涨僵士 是低价 卖了不少自己的公司 并没有依靠任何人 包括董家 花莱也皱起眉 没有 那时候 他们在国外都睡在一起了 难道他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白雪 因为你的缘故 我后来对他的事也挺关注的 我有个姑父在董家的公司做事 闲聊的时候他说 他们原本 已经得令做好扶持江河玉的准备的 但是最后江河玉拒绝了 还说可惜了他手里的好几家公司 都被他紧急见卖 说他糊涂来着 哗嘞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总是诡计多端的 谁又猜得到 他在想什么呢 白雪有些欲言又止 来宝 其实我在想 你和他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深情 有一次我去你的墓前看你 正巧他也在 他一个人坐那里哭 看起来挺可怜的 他知道我们是好朋友 还问了我很多关于你的事 就是看起来挺不忍心的 173撞见 花来叹了口气 毕竟我对他好过 有点不舍 也是人之常情 白雪 那时候 你都走了四年了 你觉得一个人 对一个已经不在了四年的人 思念到那种地步 真的只是有点不舍吗 花来 你怎么老是 帮着他说话 白雪拉着他的手 因为这个世上 只有我和他 才会如此想念你 我看得出 那不会是庄的 花来苦笑 那他可能只是因为 真的失去我了 他身边又再找不到 我这样傻得这么纯粹的人 才会如此吧 他这个人 没有心的 你无法想象 我们之前还分开不到半个月 当他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第一句话 居然是让我打掉 一个连自己的孩子 都不疼惜的男人 你觉得他有心吗 白雪点点头 那倒是 渣男的标配 花来 他明知道我和岑家不和 也知道岑静儿 对他目的不纯 他还一直把他放在身边 你说 这不是渣男是什么 他真的很虚伪 实话告诉你 因为他 我对任何男人 都不会再抱有幻想 白雪 说到岑静儿 我正好和你分享八卦 当年岑家生意失败 直接破产 岑启文欠了不少债 是岑静儿跑去求江贺雨 他才收留他的 后来他便留在了他的公司 花来 你知道的还挺清楚 白雪一挥手 可岑静儿后来不是红了吗 放弃学业挣钱 替付还债这些 都成了他的光环了 想不知道都难 当时他还是我们班 很多男同学的梦中女孩呢 聚会的时候老提他 要我说 他比你差多了 那些男生真是瞎了狗眼 花来笑道 人家是真正的大小姐 我呀 只是个平民窟的女孩 哪里能和人家比 白雪切了一声 反正你最美 我知道江贺雨收留他以后 对他的好感度直线下降 但后来他们倒也没传出 什么不好听的 花来 那是他们的事 和我无关了 白雪 那你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他又要追回你呢 还追到综艺里去了 别说 看网上的花絮 我还有点期待看呢 提到这个花来就头痛 花来 他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 现在逼着 我去他的公司 我的经纪人 现在明里暗里的 劝我去投奔他白雪 那你怎么想 花来摇摇头 我不会去的 白雪 但你许行书 到底欠了多少钱 花来 他没和我识说 我估计不少 起码有十个亿 白雪快惊掉下巴 十个亿 我等十辈子 也挣不了那么多啊 花来眼神坚定 就算是一百个亿 我也得想办法替他摆平 没有他 我都投他好多年了 白雪 那得拍多少戏啊 花来 看运气吧 如果能接到票房好的戏 说不定过几年就还清了 白雪 我当然相信你 发现是你以后 我特意去看了你以前的作品 都很强 但是上一样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花来挤出一个笑 加油熬吧 没有什么比那一年更艰苦了 好了 别光说我 说说你 这些年怎么样了 咱们的大花痴 有没有谈恋爱啊 白雪脸疼得红了 你又打去我 花来 哟哟哟 现在都这么不经说了 以前脸皮不是那么厚的吗 有戏啊 快给我说说 白雪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分享欲望爆棚 就有个男孩子 我还挺喜欢的 花来故意问道 是一个还是几个呀 你可要说清楚 你可不能坐脚踩几条船的渣女 白雪 真的就一个 同事虽然我是很喜欢好看的男孩子 但对待感情我还是很认真的好吧 花来 那机会不就来了 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她对你怎么样 你表白没有 那些年 如果花来有什么放松的时刻 那就是她和白雪躲在被窝 听她分享她喜欢的那些男孩子们的乐趣了 白雪叹了口气 人家对我不感冒啊 一天爱答不理的 花来 喜欢就去追呗 趁年轻 有什么不敢的 她要真的拒绝你了 那也不是你的损失 毕竟一个瞎子 咱没有伺候的必要 白雪摇摇头 真的不敢 我怕被拒绝了 我就没脸在公司待下去了 我还挺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的 不能为了个男人失去我的热爱 花来 你真的成熟了挺多的 白雪 你才是 几年不见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什么时候带出来 我见见啊 花来 我刚进公司 最近真挺忙的 这个综艺也还没有录完 等过段时间吧 肯定要带她见见你这个可爱的白雪公主阿姨的 白雪故意道 你不是说这个综艺有她没你吗 花来 可 气话了 要吃饭呢 哪里任性的起来啊 这狗男人 提到就生气 不许提了 两人又聊了好一阵 花来才戴上口罩帽子 武装好自己 和白雪挽着手从餐厅出来 白雪忍不住感慨 好多年没有牵过你的手了 你别说 你那时候戏嫩多了 而且 你现在也比以前漂亮 多了一股风韵 花来 拜托 我是以玉璃义妇女 孩子都五岁了 有点成熟女人的风韵也正常吧 两个女人一路笑着往电梯走 花来突然看着前方钉住了脚白雪 怎么了 她朝花来看的方向看过去 在他们下一层的商场 江赫宇牵着一个小女孩 从一家餐厅里走出来 两人还有说有笑 看起来十分温馨 白雪皱着眉 是江赫宇 花来愣着眉说话 白雪 你不想见她 咱们走这边就行了 说着就拉着花来要走 花来却一动不动 白雪 怎么了 花来 她牵着的 是我女儿 白雪一脸惊讶 她又朝他们看过去 你说那是平平 花来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白雪 她们怎么会在一起 你不是说 你没让她见女儿吗 花来深吸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咱们跟着她 白雪 我去 江赫宇牛啊 看那个样子 你女儿已经被她搞定了 花来 闭嘴 我烦着呢 白雪随着花来移动 有什么烦的 回去问你女儿不久知道了 花来 这丫头鬼得狠 居然瞒着我出来见她 她想起 平平画的江赫宇的画像 看来这两个人 一直都有联系 她只以为江赫宇知道了 平平的身世 背着自己见女儿 真是卑鄙 174主动来电 花来想到了什么 她拿出手机 给江赫宇拨了个电话 她看到江赫宇拿着手机 眉眼展开 然后把手机贴向耳朵 随即她温柔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过来 喂 花来 你在哪里 江赫宇 刚和朋友吃完饭 怎么了 你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是找我有事 花来 朋友 什么朋友 少学青吗 听到这个名字 江赫宇的声音冷了一下 说 不是 是我新交的别的朋友 她的语气里 又多了一丝宠蜜 怎么过问起我的事来了 是真的想知道 花来 如果我想知道 你会告诉我吗 江赫宇笑道 当然可以啊 我的所有事 都可以对你好无保留 花来看她七绕八绕 就是不说实话 逼问道 那你倒是说啊 江赫宇 一个小女孩 花来看着江赫宇 牵着瓶瓶的手慢慢地往电梯走 打断她 一个小女孩 江赫宇 你别误会 是真的小女孩 五六岁 一个朋友的外甥女 这话把花来说得有些迷糊了 她牵得明明是自己的女儿 什么时候成了朋友的外甥女了 外甥女 难道 她说的是许行书 难道 她真的不知道瓶瓶的真实身份 花来觉得脑子有点乱 她问道 你们怎么认识的 江赫宇有些疑惑 花来今天怎么主动关心起自己的事来了 而且还问得这么细致 但是她对他 有问必答 有次我去温泉 刚好碰见她就认识了 你不是 连一个小孩子的醋都吃吧 江赫宇在开玩笑 但花来已经把事情串联起来了 看来这是还真不赖江赫宇 是自己的宝贝女儿 背着自己 在偷偷和江赫宇来往 难怪还给她画像 花来放弃了这个审问对象 丢下一句 你有毛病吧 便挂了电话 她得回家审问 平平江赫疑惑地拿下手机 发现对方是真的挂断了 她笑着摇了摇头对平平说 走吧 叔叔送你回家 晚了妈妈该生气了 平平 嗯 叔叔在和谁打电话 你接电话的时候太温柔了 江赫宇弯起的嘴角 久久没有落下 有吗 平平 当然有了 非常明显 江赫宇 嗯 是我的爱人 接到她的电话 我很开心 当然就会很温柔了 平平 哇 那我也希望妈妈有个爱人 因为她有时候挺凶的 江赫宇醋眉 你妈妈不是有个爱人吗 你有两个妈妈 另一个 平平 那个妈咪是妈妈的朋友呀 所以她的妈妈并不是同性恋 那 江赫宇 那你爸爸呢 平平垂下了头 爸爸死了 埋掉了 江赫宇突然明白 为什么许行书要照顾平平母女了 因为她的妹夫不在了 她对这个孩子心疼不已 矮身把她抱了起来 对不起 叔叔问到你的伤心事了 平平摇了摇头 没关系 我的朋友把她的爸爸分享给了我 我有半个爸爸 江赫宇 这个也可以分享吗 平平 当然了 因为我们的爸爸都叫张珊 而且我们是朋友 所以她是我们共同的爸爸 江赫宇 真是个好主意哦 那我暂且当你的另外半个爸爸吧 咱们一起保护你 平平双眼放光 真的 江赫宇 当然 她把蹦蹦跳跳的平平送上许家司机的车 然后给花莱拨了回去 但是那边两次都挂断了 她只得给她发信息 你打给我什么事 花莱 没事 江赫宇 肯定有事 你在哪里 我来找你 花莱 用不着 不过是被你气着了 想打电话 找你一伙罢了 既然你忙 我就不打扰你了 江赫宇拿着手机傻笑 回复道 你想找我泄火 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在哪里 我来找你好不好 花莱收了手机 不再回复她 江赫宇等了两分钟 没等到回应 又发来一条 我想你 我想见你 这次对方终于有了回应 这是我的工作号 有时候是公司在运营 好心提醒 你言辞注意一些 江赫宇坐进自己的车 赵领发动轿车开了出去 江赫宇在专心地回信息 你还说 我还没问你 为什么要用工作账号加我 把你的私人账号发给我 这次对面就再无反应了 江赫宇把这短短的聊天记录 反复咀嚼了几遍 才心有不甘地收了手机 但看得出心情还不错 赵领 明天上午十点 约了许行书 在后接会所 你调查得怎么样了 赵领 这两天顾着许行书的事 所以少奶奶那边 暂时还没有进展 江赫宇明显不悦 我看你办事是越来越敷衍了 赵领 人都到了你跟前了 你急什么 江赫宇把头仰靠在椅背 慢慢地闭上眼 他现在很抗拒我 你说 我急什么 我得把当年的事弄清楚 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才能挽回他175拒绝 花莱和白雪告别后 匆匆往家赶 他觉得真是头疼 自己的宝贝女儿 居然敢背着自己 去见江赫宇 真是不长记性 但心里又不免难受 萍萍为什么主动接近江赫宇 他比谁都明白 他想要一个爸爸 哪怕那个人 只是和爸爸长得相似 到家的时候 他的火气已经去了大半 想着该怎么和女儿交流 今天这件事 对他影响更小 萍萍显然心情不错 看到花莱回来 先是一愣 然后就朝他扑过来 妈妈 花莱应了一声 刚脱了外套挂好包 萍萍已经把他的拖鞋 拿出来摆在他的脚边 妈妈换鞋 花莱摸了摸女儿的头 萍萍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萍萍 我是小孩子 我的成长任务 就是开心 这是江赫宇今天对他说的 花莱 哟 这么通透呢 你今天放学 都做了些什么 他一边换鞋 一边问得不动声色 萍萍果然迟疑了起来 最后选择含糊带鼓 和平时一样 这模棱两可的回答 让花莱有些生气 这在他看来 就是撒谎 他还没继续追问 萍萍已经会转移话题了 妈妈今天做了什么 是不是很累 我帮你放洗澡 谁好不好 人小鬼大 花莱又觉得有些好笑 这丫头小机灵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像谁 他倒不担心 江赫宇做对 萍萍不利的事 萍萍也知道 在外要隐瞒妈妈 是明星身份这件事 所以江赫宇 应该是真的不知道 萍萍就是他们的女儿 但是他还是不希望 他们交往 这可能会产生很多麻烦 江家的人 都不是擅长 况且 当年是他们要他拿掉的孩子 他现在凭什么来亲近 他哪来的资格 花莱换好鞋 牵着萍萍往里走 宝贝 妈妈知道你交了新朋友 妈妈不阻止你 但是你答应我不能经常去见他 可以吗 萍萍顿住脚步 现在才真的像他做错事 被抓包的孩子 眼神慌张窘迫 但又带了一丝委屈 他知道 妈妈说的是对的 江叔叔有爱人有女儿 自己本来就不应该过度接近他 但是自己就是喜欢他 而且 也想要帮助舅舅啊 花莱蹲下来 认真地看着萍萍 妈妈是无意间 看到你和朋友在一起的 萍萍有自己的选择 妈妈不怪你 但是你还小 有些险恶 你还分不清 你记住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吗 萍萍的眼泪滚了出来 他不是坏人 花莱 好和坏都不是绝对的 所以妈妈 不会对着你评判他的好坏 但是我刚才和你说的 你能不能做到 萍萍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 可以做到 花莱 你很懂事 所以妈妈 没有怎么管你 但是你答应我的事 要做到 不然以后 妈妈可能就不会信任你了 萍萍的眼泪又滚了出来 她伸手 抱住花莱的脖子 妈妈我知道了 你别生萍萍的气 花莱把萍萍抱起来好了 乖了 今晚挨着妈妈睡 她没有过问 萍萍和江鹤 与来往的细节 是她对孩子的尊重 当然 前提是 自己已经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定然是这小丫头 看那人和爸爸太相似 总喜欢追着她罢了 许行书接到江鹤雨的邀约时 是十分疑惑的 她在猜想 是不是江鹤雨已经知道了 自己和花莱的关系 她思索了一番 没把这是告诉花莱 她如约到了会所 发现江鹤雨已经到了 面前的矮挤上放了一摞纸 江鹤雨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翘着二郎腿 陷在沙发里 见许行书进来 才坐直身体 还站了起来 许总 许行书没时间和她玩猜谜游戏 她扫了一眼包箱 只有江鹤雨和她的司机 她开门见山 江总 找我有什么事 江鹤雨 看来许总 现在比以前急躁了一些 许行书在她对面坐下 自嘲地笑道 江总就别笑话我了 我记得当年你要接管江市这个烂摊子的时候 好像也不怎么笑不出来吧 有事说是吧 我还真挺忙的 她这些年一直在找她的妻子 那天她的人说在网络上看到别人拍的游客照 钟谦谦作为路人 被拍进去半个身子 但那个地方人来人往 她派的人找了几天 还是没有一点线索 她现在是真的忙 公司的 家里的 江鹤雨 我这次来是帮你解决问题的 许行书 哦 哪方面的问题 江鹤雨 看来许总的问题 还不止一个了 许行书苦笑 这就是中年人的不义啊 希望江总永远不要体会到 江鹤雨 别的我不知道 我要和你聊的 是你公司的事 最近因为公司的事 找许行书的人太多了 一个一个跟饿死鬼似的 都想把他一口吞掉 许行书只觉得浪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笑道 江总打算出多少 江鹤雨 出多少 许总的意思是 要把公司卖给我 许行书 你今天来不就是想谈收购吗 我知道 江总有这个实力 他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说的有几分真假 相对于别人 我倒挺愿意卖给你的 毕竟江总是真的年少有为 手段又独特 公司给你 救的活 不料江鹤雨 却是轻吃了一生 这破公司我可不要 我又不是捡破烂的 认识许行书 纵横商场多年 为人沉稳 但自己多年的心血 被别人说成是破烂 他心里 还是有些怨气和不舒服的 他没有谈下去的欲望 他对江鹤雨这个人 早就没有好感了 现在还如此的不礼貌 许行书看了看表 别绕弯子 直说吧 下午还约了两家呢 江鹤雨也不啰嗦了 钱我可以借给你 许行书这下是真的愣了 这笔钱绝对不是小数目 他现在已经被力滚力弄的 焦头烂额 没有银行和公司 啃给他钱了 但是有了钱 业务才能活 公司才能活 可是江鹤雨 为什么要借钱给自己 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花来 江鹤雨没等到 许行书的感激涕零 而是强硬地吐出来的 两个字不必 176中千千 这下轮到江鹤雨吃惊了 许行书居然在这个时候 拒绝自己 为什么 他不是被这堆烂账 困了几个月了吗 别人向他伸出援手 他为什么问都不问 都拒绝了 江鹤雨笑了 在绝境中求生挣扎的感觉 他体会过 旁人生过来的稻草是很诱人 但是 那都是有代价的 江鹤雨 你什么都不问就拒绝 我看你这个老板 对员工也不是很负责呀 许行书笑道 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没有能和江总交换的东西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拒绝的正快做什么 许行书发现 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 只得又松弛下来 行 江总请说 这钱怎么个借法 江鹤雨 没有别的 按银行利率支付利息就行 许行书 就这 江鹤雨 就这 许行书 要是我还不起呢 江鹤雨 我会派我的律师和财务官 协助你处理这笔钱 以此保证我资金的安全 许行书 说到底 还是要插手我的公司了 江鹤雨 徐总 毕竟这么大一笔钱呢 我总得知道 花去哪了吧 而且你 确实没什么 我看得上眼的 能抵押的资产 许行书点点头 江总安排的人的业务能力 我是完全相信的 但是 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他抓起自己的外套站起来 就不多耽误江总了 江鹤雨也站起来 不虚不及地说 你为什么拒绝 你的缘不你不管 你的家人你也不管吗 要他们为你的是担惊受怕 担心哪一天 自己住的房子 突然就没了 总算说到正题了 许行书冷笑一声 问 那你直说 为什么帮我 想得到花来的原谅 他许行书这条路 走不通 江鹤雨嘴角请起笑意 语气也温柔了许多 为了一个人 许行书笑出了声 许行书 想都别想 江鹤雨 平平 两人同时开口 许行书皱眉 谁 平平 江鹤雨 我和他见过几次 小丫头很可爱 和我很投缘 许行书看着江鹤雨 不放过他任何一个表情 你是为了平平 要帮我 江鹤雨 对 他为了你的事 很烦恼 许行书细细地感受 他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微表情 最后确定 许行书真的不知道 平平的身世 那自己还不快逃 等着他挖穿真相吗 许行书笑道 知道了 谢谢 不考虑 到此 说着转身就走 这下轮到江鹤雨发懵了 他音量提高 为什么 许行书一边走一边说 我就算破产 也绝对会安置好他们 不劳江总费心了 许行书走了 江鹤雨坐了回去 问赵灵 他为什么拒绝 我什么条件都没提 赵灵 堂堂一个男人 怎么会同意 要一个小丫头 帮自己出面 解决这种问题 江鹤雨 但是他这样 不是让自己和小丫头 更陷于水深火热吗 赵灵 大少爷 你那时候 也是拒绝了 所有人的帮助的江鹤雨 骂了一声 真是傻逼 赵灵暗自摇头 最傻的 难道不是你自己吗 但凡多问平平几句 他的身世不就出来了 同时又有些自责 是江鹤雨太信任自己 把一切都交给自己办 而自己总是说暂无消息 但是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花来和江鹤雨的事 自己最好不要插手 花来会有自己的选择 赵灵把江鹤雨送回了星河 江鹤雨在椅子上摇了半天 在想着 该怎么和平平交代自己 被许行书拒绝的事 小丫头一定会很失落伤心 说不定还会觉得自己办事不利 他把赵灵叫了进来 大少爷 江鹤雨把昨天平平的话取出来 去给我找个画框 我得表起来 嘴仰说了一句 黑白照表起来 不太吉利吧 江鹤雨的明眸缩紧 赵灵 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 皮子有些发痒 赵灵 知道了 把画给我 弄好了给你送回来 江鹤雨把画小心翼翼地 放入画桶递给赵灵 小心点 敢给我弄皱一点 你就收拾东西滚蛋 赵灵当下就想把画给撕了 赵灵出去以后 江鹤雨拿起另一个画桶 毫不犹豫地丢进垃圾桶 许行书今天真的把他给气到了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 双手把钱送到别人眼前 最后被拒绝了 什么玩意儿 做了半赏 又灰溜溜地把画捡了起来 要是以后频频问起 自己怎么交代他的去向啊 江鹤雨把画取出来 铺在自己桌上 盯着许行书看 他今天真的被狠狠气着了 敲门声响起 进来 周运带着一个女人进来 江鹤雨抬头扫了一眼 这是个陌生女人 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 她身材高挑 穿着一件长长的连衣裙 肩上搭着个披肩 头发松松垮垮的 用一根簪子簪着 脸上 画着淡淡的妆容 神色慵懒淡然 看见江鹤雨这样的 又好看又多金的男人 居然没眼都没动一下 仍旧保持着浅浅的礼貌的笑意 江鹤雨皱了皱眉 她对公司的艺人 并不是每个都认识 面前这个女人 她就没有见过 而且 气质和他们家的艺人 完全不符 周运介绍道 江总 这是我们这次合作的何一老师 我们这次改编的剧 何一老师是原著作者 江鹤雨恍然 她站起来 请坐 周运 老师 是第一次和咱们合作 这次来主要是聊聊合同的事 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江鹤雨这几天忙着自己的私事 工作的是没怎么上心 江鹤雨调出合同看了看 说 没问题 正常走程序就行 何一老师 你真名中千千 女人点了点头 对 何一是我的笔名 我一直用笔名 江鹤雨若有所思 她总觉得 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江鹤雨 谢谢何一老师的加入 以后有任何需求 都可以找周运 钟千千笑着说谢谢 江总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何一就行 江鹤雨 之前听周运说起 何一老师创作了十多年 每部作品改编后都是大爆 我还以为 一定是因为上了年纪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钟千千 谢谢 她的话比江鹤雨还少 她因为和星河合作 公司让她参与这次的改编 为了把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更好的 呈现在观众面前 她不得不回了S室 昨天刚到 今天到公司签合同 周运说刚好老板也在 便带她来见个面打个招呼 钟千千和江鹤雨握了握手 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瞥见江鹤雨桌上的素描画像 眉眼轻皱 脚步也停住了 177 你在哪里 江鹤雨把她的表情尽收眼底 她拿起那幅画 有些得意的说 这是我朋友画的 她才五岁 钟千千把画接过去 我偶尔也会画一画 不过是个门外汉 全凭爱好乱涂抹 这个小朋友真是厉害 才五岁就能画得这么好 她画是这样说 目光却是紧紧的 盯在那两个小孩脸上 手还不由自主地俯上去 仿佛这样就能真的摸到他们一般 江鹤雨看到她的动作 终于想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了 之前赵领调查许行书的公司的时候 给她看过她的资料 她记得她的妻子 就叫钟千千 同名并不稀奇 但她现在看到这幅画实的反应 足以说明一切 江鹤雨突然觉得 这是有些好玩了 许行书千辛万苦去找的女人 她的样子就知道 她和许行书目前并没有相见 钟千千 你说 这是五岁的孩子画的 江鹤雨 对 画的她的家人 钟千千低声难难 家人 她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 机翘地笑 被江鹤雨捕捉到了 看来这钟千千和许行书的故事 应该有些精彩 她在考虑自己要不要插手 如果自己把钟千千 送到许行书面前 她一定感激涕零 说不动就答应自己的帮助了 但是自己图什么呢 帮她挽救公司不说 还要帮她找老婆 她哪来的脸 江鹤雨笑道 你现在住哪里 钟千千回过神 把话轻轻地放下 又恢复成刚才那温柔淡然的样子 笑着回答 目前住在酒店 江鹤雨 我听说 你不是本地人 咱们这个项目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创作的时候 良好的环境非常重要 酒店的人太复杂了 我让人给你找个房子 算公司的 钟千千倒觉得没什么 毕竟以前合作的公司 很多都会这样操作 有自己的住所 公司的人 找她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也方便一些 而且 自己也确实想住得隐蔽一些 但周运却有些吃惊了 江鹤雨何时 这样关心过员工的私人生活 她敢保证 她连自己小姨子 现在住在哪里 她都不知道 钟千千婉拒绝了她 不用了 我已经在找了 约了中介下午去看 江鹤雨不再坚持好的 有什么需求尽管提 我希望 这不是咱们唯一的一次合作 钟千千禅离开以后 江鹤百无聊赖 给花莱打了电话 管别人的老婆做什么 自己的老婆还没追到手呢 花莱应该是在工作 因为她的语气很客气 江总 江鹤雨心说 演员就是演员 昨天还骂自己有毛病 今天就这么彬彬有礼了 江鹤雨 之前和你说的是 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过来 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我都答应你 花莱当着敏开的面 竭力保持着微笑 还在考虑 江鹤雨有些耐不住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你来 以后都是你说了算 花莱 我会好好考虑的 江鹤雨气到了 说来说去 就这两个字考虑考虑 你在公司吗 我来找你 我们面谈 花莱测了侧身 避开敏开的注视 低声咬牙切齿地说 你敢 江鹤雨站起来 知道了 就在公司 他拿着手机 就出了办公室 他现在心情不错 路过甜品店的时候 还给花莱打包了一份 他爱吃的甜品 然后直奔畅鱼 敏开看花莱挂了电话 问道 是江总 花莱点了点头 主动说 说合同的事 敏开 你看到了 他诚意十足 花莱不知可否 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想到江鹤雨 可能要扑到公司来 他站了起来 开哥 那件事我还在考虑 我先忙去了 敏开也不强迫他 他算是知道了 这件事 自己根本无需插手 自有江鹤 雨得花莱施加压力 花莱从敏开办公室出来 靠在门边 深吸了一口气 才往外走 向彤迎上来 姐 我们现在过去吗 下午有个通告 花莱 嗯 向彤看着他 问 姐 赞助商的项链呢 你怎么没戴 花莱顿住脚步 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脖子 项链 向彤大惊失色 姐 别试弄丢了 你别吓我 这款只有一条啊 指定今天拍的时候 你要带着出镜的 他急得快哭了 花莱淡定了许多 别急别急 我就怕弄丢了 没带 不过 向彤心提到嗓子眼 姐 一次性说完啊 我经不起下的 花莱 忘在家里了 在我梳妆台上 向彤 我去取 你直接去现场 我找人送你 花莱 我自己开车就行 你回去找王妈 她有我房间的密码 你走的时候 寄掉帮我锁门 向彤 哪有一人自己开车的 况且你车技还不咋样 还穿着高跟鞋 她跟了花莱一段时间 已经能开两句玩笑了 自己刚才被吓了一下 现在正好出出气 花莱 一人怎么就不能开车了 反正到了现场 还得换衣服 我换双鞋 你快去 别耽误了 她行事干练 和向彤以前跟过的艺人 的确有些不同 没有明星架子 但自己犯了错 同样会被责备 没把她完全当跟班 能自己做的事 很少会麻烦别人 向彤挺庆幸自己 能跟到她 只是最近谣传 花莱要离开 畅鱼去星河 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 一起带走向彤 把车要是给了花莱 独自走了 时间还算充裕 但也耽搁不得 向彤出了公司 就在路边拦车 偏偏现在这个点 还真有些不好拦 就在她考虑 要不要回公司 借车的时候 一辆高级黑色轿车 停在她面前 向彤一愣 自己是在拦车 但拦的是出租车 可不是这种高级私家车 她本能的退后一步 拉开距离 车窗摇下来 里面的男人 正正没看着她 向彤 江总 江赫宇认得她 她是花莱的助理 她有些好奇 向彤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她刚给花莱 打了两个电话 都被挂断了 只能问问她 许小姐呢 向彤 下午有个通告 江赫宇 知道花莱就这一个助理 问道 你不跟着去 向彤 有个东西落在家里了 我要去取 江赫宇 去家里取东西 什么东西 去家里取 说来她和花莱重逢这么久 因为怕私下去 见女儿会得罪花莱 她还没去过她家 但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向彤 赞助方的首饰 江赫宇 上车 我带你去 178花莱的家 向彤这下真的震惊了 江赫宇追求许若来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一至千金就算了 还给她的助理当司机 她敢带自己 也不敢做呀 向彤连连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我马上就打到车了 江赫宇明显不悦 耽误了 他你负得起这个责 向彤闭了嘴 但还是不敢上车 江赫宇却自己下了车 拉开后面的车门 向彤大脑一片空白 江总这是 要替自己开车门吗 不是说他为人阴沉高冷吗 今天看来 好像并不是 车门拉开 江赫宇自己坐了进去 你来开 我腿痛 向彤旋起了一颗心 总算缓缓落下 但现在也不得不上车了 她只暗中佩服 看来钱还真不是万能的 向彤在前面默默地开车 江赫宇就在后面打探 关于花莱的情况 向彤提心吊胆 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最后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说一半留一半 等到了花莱住所的时候 向彤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对江赫宇说 江总 我去把项链取过来 请您在这里等我一下 江赫宇注意到花莱的房子 比她的南湖别墅还大 而且 这一带的地价实在不便宜 因为她自己也有一套房子 在这边 但从来没住过 江赫宇下了车 打量着面前的三层别墅 花莱做明星前是不少 但应该也没有 阔绰到住这种地方 江赫宇问向彤 她住这里 向彤才知道 江赫宇根本没来过花莱家 她看到她又是一起上综艺 又是花高架挖她 还以为他们 向彤暗叫不好 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错了 她战战兢兢地说 是的 那我先进去了 江赫宇 一起去 她比向彤更急迫 来开门的是庸人 看到向彤温和地笑着打招呼 江赫宇虽然是陌生人 但既然和向彤一起来 那就是客人 庸人对她也十分客气 秦素枝拿着一把钢剪的花 慢慢走出来 陈姐 是行书回来了吗 江赫宇来的时候 就想过 可能会遇到秦素枝 但真的见到的时候 她还是有些无法平静 她嗓音发沉 对着秦素枝叫了一声阿姨 抛开花来不说 她曾经和秦素枝也算是朋友 这句阿姨叫得规规矩矩 合情合理 秦素枝就没她这么镇定了 她本来腿脚就没好利索 乍看到江赫宇出现在眼前 晃了一下 差点没站稳 庸人连忙扶住她 纵使花来说过 江赫宇曾经做多种种对不起她的事 逼她流产 离婚 害她掉入湖中险些丧命 她还是有些不相信 自己认识的那个温柔有理的江赫宇 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现在突然见面 她怎么可能平静得了 赫宇秦素枝声音有些打颤 江赫宇看得出秦素枝对自己还念着旧情 她突然就觉得 鼻子有些发酸 委屈得很 她想给秦素枝诉诉苦 说说自己这些年 有多想念她们母女 说说现在的花来 对她有多绝情 她过去扶着秦素枝往房子里走 阿姨还好吗 秦素枝没有回答 而是问她 你的腿都好了吗 江赫宇点点头 偶尔会痛 但已经很幸运了 秦素枝 我明白的 天气冷了 就这样 江赫宇 您现在很漂亮 和年轻时一样 秦素枝摸向自己的Lian 之前医院的事 我都知道了 谢谢你 江赫宇摇摇头 自己曾经做的 都是傻事 她让相同取了东西 开自己的车 给花来送去 她要留下来 和秦素枝聊聊 她扶着秦素枝 在沙发上坐下 环顾了下四周 发现家里 还有男孩子的东西 才想到 花来应该是和 救她的那家人住在一起 那就不难怪 这房子 为什么这么大了 到底是谁 把花来藏了这么多年呢 现在心情平复下来 她突然想起 刚才秦素枝问庸人的那句话 行说 许若来 许兴说 江赫宇觉得 胸腔中腾起一股热量 是许兴叔救了花来 那许兴叔的外甥女 萍萍是自己的女儿 江赫宇觉得 脑袋里被丢了一颗炸弹 她连自己说的话 都有点听不真切 阿姨 萍萍呢 她不动声色地确认 秦素枝根本不知道 花来和江赫宇 拉扯到什么地步了 关于江赫宇的事 花来压根就不告诉自己 而她因为腿脚不便 也很少出门 秦素枝 去学校了 江赫宇想原地跳一只华尔兹 那么可爱的丫头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自己何德何能 拥有这么个宝贝 她沉住气 是圣安学校吗 秦素枝点点头 得五点才放学 江赫宇声音有些颤抖 我等下去接她 秦素枝有些为难 这 她不知道 花来知不知道江赫宇来了 而且她 还要去接萍萍 秦素枝小来知道吗 江赫宇的手 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膝盖 我会打电话给她的 阿姨 你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秦书为什么会和你们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以为小来不在了 我找了你好久 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秦素枝叹了口气 这些事 你要问小来 你们的事 她一直给我说了的大概 她这个姑娘就是这样 什么事都闷心里一个人扛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算了 你问她吧 我实在不好多少什么 她的确不好多说 她知道花来恨江赫宇 说她狼心狗肺 为人阴险 但是她记得那时候江赫宇每次去疗养院看她 说起她的妻子时 语气里的那种幸福和甜蜜 是没有作假的 她不相信江赫宇真的会为了别的女人抛弃花来 更不可能找人追杀她 但是这些话 面对花来 她又说不出来 江赫宇站了起来 阿姨 我得去找小来了 等我和她解释清楚了 咱们一家人 她的眼尾发红 她觉得人生圆满了 秦素枝 你去吧 小来这人 性子觉 说话有时候不太好听 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解释清楚 她这么多年没过过好日子 我希望 以后有个珍惜她的人能陪着她 秦素枝让司机把江赫宇送了出去 她刚踏出许家 就给花来打了电话过去 179恶魔 相同出了许家 就给花来打了电话 什么 她去我家了 花来差点来了一脚急刹车 相同小心翼翼的说 她要去 我不敢拦啊 花来竭力保持镇定 那她现在人呢 相同 在和秦阿姨聊天 花来倒吸了一口气 这王八蛋 相同 姐 对不起 花来 和你没有关系 你先把东西带过来吧 毕竟江赫宇都去她家里了 现在说什么责备的话 都没有意义 而且她也知道 这是早晚的事 如果不是赵领帮她顶着 江赫宇估计早就来了 挂了电话 花来还是无法彻底平静 江赫宇缠上她就算了 她怕的是 她缠着女儿 她心神不宁 一个布房 追尾了前面一辆车 这猛的震动 把花来的魂 彻底拉了回来 还好车速并不快 但她的头 还是在方向盘上磕了一下 瞬间起了个包 花来忍不住挨忧叫痛 一边连忙戴上口罩墨镜 只祈祷前面的车主 好说话一点 她可不想因为交通事故 上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 前面的男司机下车 看了看碰撞的地方 见花来连车都不下 显然很气愤 她气势汹汹地过来 敲了敲花来的车窗 花来无奈 只得慢慢降下 男人 就这路况你也能追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花来连连双手 何时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赶时间 私聊好吗 您看需要多少赔偿 我马上转给您 男人用鼻腔吃了一声 你当我没见过钱是吧 你有没有点素质 撞了别人连车都不下 花来怕被别人认出来 只得装作痛苦的样子 对不起啊 我肚子疼 赶着去医院 您看多少钱我陪您 再留个电话 我后面打给您 一定登门道歉好不好 反正绝不能在大街上起冲突 男人看他脸色 的确有些异常的白 额上不仅有包 还起了汗 倒不像是装的 但他还是气不顺 后面过来一个女孩子 温和地对他说 光哥 金儿姐说别闹大 正是要紧 男人这才作罢 倒回去 看了看车 碰撞的地方孤架 女孩子对着花来 有些歉意地笑了笑 花来忍着额头的痛 礼貌地点头 随后 女孩子看着花来 有些愣住了 然后靠近了一些 小声问他 您是许若来许小姐 花来心里暗叫糟糕 被认出来了 他再想要不要否认 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躲是躲不过的 毕竟自己开的车 还是公司的呢 随便一查就查到了 那到时候 后果更严重 花来 你好 女孩子道 我是岑静儿的助理 金儿姐在前面的车上 她不好下来 不然一定要过来 和您打声招呼的 花来一惊 怎么这妖巧 偏偏撞了岑静儿的车 女孩子 不好意思啊 您刚回国 可能不认识金儿姐 咱们是心合的 花来当然认识岑静儿 认识的不得了 但现在 她抱歉的说 实在不好意思 改天我登门 给岑小姐道歉 女孩子摇摇头 没事的 静儿姐不是那种计较的人 徐小姐 我看您脸色不太好 需要帮忙吗 花来笑着拒绝 谢谢 不用了 女孩子道 那我们先走了 后面有点堵了 女孩子回了车上 岑静儿正不耐烦的 刷着手机 接阿光和小欢回来 有些不悦的问道 怎么回事啊 大白天还能撞车 阿光发动引擎 还有些抱怨 那女的一看就不会开车 小欢却说 姐 你绝对想不到 后面车上是谁 岑静儿扫了她一眼 说 别给我卖关子 小欢 许若来 岑静儿眉目微皱 手机也放下了 是她 小欢点头 对 虽然戴着口罩和墨镜 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和你并不是很像 姐漂亮多了 岑静儿笑道 哪有 人家是真正的美女 这刚回国 可火得很 听说通告排得满满的 小欢找看出 岑静儿不带见花莱 毕竟没有哪个女人 会喜欢自己的同款 刚回来 当然要挣点曝光率了 她虽然有解你三分的美貌 但资源咖位 和你完全不能比 宋导是国内一流的导演 这次她的片子 这么多女演员 可就指定非得你来 岑静儿叹了口气 谁让我欠她人情呢 不然我还真看不上这部剧的 花莱出现了 岑静儿没办法平静 尤其是当她知道 江赫与为了她 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想当初她发行第一张专辑 请江赫与帮她在MV里露下脸 她可都是拒绝的 更不要说她的芯片手印什么的 她个人从来没有为她宣传过 她虽然知道花莱是正妻 但她还是极度的发狂 明明自己在努努力试点手段 江赫与可能就是自己的了 偏偏这个时候 一个死了的人居然出现了 花莱既然要用许若莱这个身份 那她也没必要主动跑到她面前 去演什么姊妹情深 可是现在 他们离得这样的近 终有一天 他们会面对面的 花莱心烦意乱地继续往前开 偏偏江赫与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她现在正想找个人发泄 果断地点了接听 抛却恩怨不说 江赫与的声音是真的很好听 以前她很喜欢听她 抱着自己说那些见不得人的情话 又羞 又想听更多 宝宝 江赫与的声音很温柔 江赫与 花莱的声音很暴躁 江赫与 你活动几点结束 我接你 花莱 谁让你去靠近我的家人呢 江赫与 那也是我的家人 花莱忍不住抱了粗口 你放屁 我们早就离婚了 我和你江家没有半分纠葛 你也不许再去打扰我的家人 江赫与笑笑 离婚了可以复婚 这点常识你都没有吗 而且 你当初骗我 你把咱们的孩子打掉了 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 等一下我去接你 然后我们去接女儿放学 花莱 江赫与 你可真是厚颜无耻 当初是你们家 是你 逼着 我把孩子打掉的 怎么 现在见孩子长大了 心痒痒了是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平平是我一个人的 江赫与 孩子不是我叫你打的 这件事 我要和你面对面说 你专心开车 我等下来找你 恶魔 这是江赫与给花莱的感觉 180沟通 花莱忙完了出来的时候 等着他的 除了助理向童 还有恶魔江赫与 江总的面子明显不小 他的桌边还摆着咖啡 等得很悠闲 花莱出来 他立马站了起来 贴心地地上自己买的甜点 温柔地说 饿了吧 先吃点 周围的工作人员不少 大家都暗暗扎舌 毕竟江赫与对着女人献殷勤 别说亲眼看见了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大家都放缓动作 想多看一些八卦 同时又对花莱的身份 多了几分猜测 外国的洪心 刚回国 就把江氏的高棱总裁拿下了 江赫与不要脸 但花莱还要 他虽然很想把这块甜点 直接呼到江赫与的脸上 但他毕竟他 还要吃这碗饭 在公众场合 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忍了 谢谢江总 最近在空堂 江赫与却不肯就此算了 这无糖的 特别好吃 以前你就很喜欢 花莱扫了他一眼 目光里全是警告 不要提以前 但是现在江赫与不吃这一套了 平时他只是想想 感觉还不算强烈 今天见着了秦素芝 又知道可爱的萍萍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那种重组家庭的欲望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强烈了 他一边跟着花莱走 一边拆了甜品的盒子 丢给向彤 然后直接用勺子挖了一小勺 递到花莱唇边 吃甜点会心情好 你尝一口花莱 没想到他 已经不要脸到如此地步了 低声咬牙切齿地提醒他 会有人拍照 拿开 江赫与笑道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花莱 江赫与 江赫与低笑回应 老公在 花莱差点疯了 他真想叫几个保安 把江赫与拖走 他的手还在他的唇边 张嘴 不然我不会罢休的 我可不在意 别人会拍怎样的照片 花莱艰难地张了嘴 曾经那么喜欢的甜点 现在竟然如此的难以下眼 江赫与非常满意 笑道 真想捏捏你的脸 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软末 花莱缓声道 可以了吗 江总 江赫与把甜点往他面前一送 自己拿着 花莱没动 江赫与 还想要我喂 花莱接住了甜点 江赫与抬手看了看表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去接女儿吧 花莱 我还有工作 江赫与 我已经跟敏开打过招呼了 你今天的工作 结束了 他极其自然地 抓起花莱细嫩的手腕往前走 这种场合 花莱不可能甩开他的手 反而顾及形象 要紧跟他的脚步 这样江赫与非常满意 他把花莱带到自己车上 车门关上后 花莱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江赫与 江赫与在驾驶位上 认真地看着他 我在 花莱 如果你 真的对我还有一丝感情 能不能不要砸了我的饭碗 算我求你 江赫与的右手 搭在花莱的椅背上 语气轻松 怎么求 花莱张了张嘴 没吐出什么话来 任谁都知道 求你只是随便说说 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无奈而已 江赫与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花莱 那你知道 我不想要什么吗 江赫与神色认真了许多 身体也摆正了 宝宝 我们真的需要聊一聊 当年 我从始至终 没有叫你打过孩子 花莱的鼻腔 发出嘲讽的讥笑 江赫与 是董漫医 她知道你怀孕以后 拿我的手机 要你去打胎的 花莱这一下是真的愣住了 刚才脸上的笑意 还未完全脸去 现在她的表情 看起来怪异极了 但如果 是一次也就罢了 她可能也信了 毕竟那时候 她也为她的绝情 找过很多借口 但是 要她打胎 对她被绑架不闻不问 让江源把她随意处置 瞒着自己董漫医 一直在她身边的事 还有 和董漫医睡一起后 要自己的好朋友出面 和她谈离婚的事 纵使 她有再多的理由 也抚不平这些伤害 花莱又轻笑了一声 她的头慵懒地 靠在椅背上 是一种无奈的姿态 既然江赫与不放自己走 那就听听 也无所谓 正好自己 也真的想知道 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罪孽 要她如此对待自己 江赫与眼神深深 细细地看着花莱 我出国没几天 董漫医就出现在我的医院 她说 她刚好过去处理生意的 我让周运查过了 她真的是去工作 只是每天会去看我一次 不会待太久 那时候我怕你多想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你怀孕的事 我是在江源绑架你的时候 才知道的 我也是你走后好几年 才听赵领说 在这之前 你说 我让你把孩子打掉 我江赫与对天发誓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后来我去恢复了 我的手机数据 发现有一些被删减的内容 花莱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座椅 针皮座椅都快被她掐穿了 即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她还是能回忆起 自己当时是多么的伤心和绝望 和自己最爱的人孕育一个结晶 这种幸福 只有真心爱过才能体会 江赫与 我问了我妈 她承认 是她告诉了董漫医你怀孕的事 所以董漫医才背着我 冒充我 要你把我们的孩子打掉 花莱把头别向车窗外 牙齿咬着红唇 江赫与 江源绑架你的时候 问我要二十亿 我答应了 但是董漫医那时候我还动不了 她说这是圈套 说自己 在你周围有安排人保护你 不让我付钱 我和她争执的时候 她抢走了我的手机 把自己关在阳台外面 用我的手机和江源 交涉你相信我 那些真的不是我说的 花莱总算转过头来看着她 声音如寒冰刺骨 就算孩子不是 你叫我打的 离婚协议 总是你送到我面前的 江赫与 你为了和董家联姻 要把我踢出门 你做都做了 又何必嘴音不承认呢 江赫与你没 离婚协议 不是你签了才给我的吗 花莱吼道 是我签了给你的 但是是你等不及 送到我面前要我签的 我早就知道 我们已经完了 但我想 终归夫妻一场 有什么话 当面说吧 我真没想到 我忍受你们一家的屈辱等来的 是你的离婚协议 江赫与 你放屁 我没有叫你签什么狗屁 离婚协议书 是学青说 你要分家产 要和我离婚 爷爷知道后 被气进了ICU 最后爷爷没了 我含了心 才同意离婚的 花莱觉察到 他们信息的偏差 这中间 有人在搞鬼 花莱忍累 忍到眼眶发疼 他一字一句地说 少学青把离婚协议 给我的时候 我原本也是不信的 他当时就给你打了电话 那时候你那边是夜里 电话是董漫姨接的 你说 这说明什么 江赫与 你想说 我和董漫姨睡在一起 是吗 花莱 难道不是吗 江赫与 我江赫与今天 要是对你说过一句假话 我出去就被车撞死 漫姨睡在一起过 认识你之前没有 认识你之后 也没有 我江赫与从始至终 只有一个女人 就是你 以前的岑音音 现在的秦花莱 181误会解除 江赫与说这样的狠话 花莱不可能没有出动 她遭遇过车祸 那是她一生的噩梦 她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江赫与也反应过来 他们的婚姻 被旁人插手太多了 她拿过手机拔了的号码 开着免提 多了两声后 对面是个她很久 未曾听过的声音 江赫与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话来的记得她 是少学卿 江赫与 六年前 你去找岑音音 和她说了什么 少学卿的声音 有明显的迟疑 六年前 你指的是哪一次 江赫与仰头深吸一口气 她的喉结滚动 声音压制到 听起来很有耐心 我和她离婚那次 你说你有事 比我先一天回了国 你和她说了什么 少学卿 我有些记不得了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赫与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江赫与冷笑一声 少学卿 我那时候 拿你当唯一的朋友 我以为你这些年和我疏远 是因为我和董漫一 关系破裂的原因 现在才知道 你当年是背着我 和董漫一一起 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你没脸见我 对面沉默了 花来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把头别向另一边 明明自己很坚强的 明明已经扛过了那么多事 为什么知道真相这一刻 还是这么脆弱呢 江赫与 你和董漫一勾结 毕音音签了离婚协议 让她和我的孩子离开了我 少学卿 你是医生 医者人心 你怎么也做得出来这种事 爷爷因为这件事过世了 隐隐他 他看着花来的肩膀在抖动 他的心肝在哭啊 江赫与心脏 像被利刺扎着一般 难受极了 他的大手附在他的手背上 被他一把甩开 他又执拗地过去拉他 花来挣扎 他便长臂一身 揽住他的肩 直接把他带入自己怀中 花来的力气 哪里敌得过他 少学卿 赫与 对不起 江赫与直接挂了电话 扔了手机 双臂把花来抱住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花来拼命地推着他 却推不开 他已经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刚才的默默流泪 已经变成了小声啜泣 江赫与用手轻轻地顺着他的背 很多事 我都是后来听赵领说的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过得那样委屈 却不肯和我吐露半句 花来只觉得恨 恨自己这半生命运坎坷 江赫与抱着怀里的人 心跟着轻颤 他低头吻着他的头发 嗓音沙哑 宝宝 我们重新来过 这一次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所有人 花来一边哭一边摇头 江赫与 我恨你 我恨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在一起的 误会可以解开 但他带来的伤痛 不可逆转 江赫与心痛难当 别说傻话 你要咱们的女儿 继续过没有爸爸的生活吗 你知不知道 她有多羡慕别的小朋友 你听话 答应我 咱们重新建立 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花来好不容易收住了哭声 吸了吸鼻子 看着江赫与 我承认我自私 但我不会再碰你江家任何人 你看在我也尽心尽力 照顾过你的份上 就当我真的死了 别再跟着我了好不好 江赫与跟着眼睛红红 明明一切误会都解开了 他为什么还是不回头江赫与 这次不会再有旁人来骚扰你 我那年就从家里搬出来了 你不想见他们 咱们就不见 你若觉得 在这里生活不方便 咱们就去别的城市 你想怎么样 我读一你的 他们谁也没法说服对方 最后是江赫与不忍心再逼他 才说算了 以后再谈 江赫与 但是你不能再待在畅鱼 这个圈子很复杂 你一个人待在那边 我不放心 花莱已经收拾好情绪 我出道不是一天两天 没吃过亏 他当然没吃过亏 因为在外国的时候 凡事都有染泥替他顶着 没有人会对他放肆 江赫与的态度也很坚决 他不允许自己的艺人 去做那些陪酒讨好别人的事 但他明白 那种交易并不稀奇 你要么换工作 要么来星河 花莱苦笑 我没有和你争执的必要 开车吧 我去接萍萍 江赫与这才挽起嘴角 好 我们一起去 花莱看着他认真的说 我要提前跟你说好 我没打算让萍萍认你 你们家那些肮脏的事 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江赫与眉目促起 我的女儿 你不让他认我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花莱 我不管他同不同意 如果你执意要和我抢他 我们只能打官司 江赫与 我没有要抢他 我只是要和你一起陪他长大 他也需要我 而且需要一个 有父亲参与的完整的童年 花莱打断道 没有你的这几年 他同样过得很开心 江赫与 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和你纠缠 我不反对你们见面 但是你和他的关系 我不允许你让他知道 江赫与也觉得有些疲累 为什么花莱 一定要这样轴呢 你纠结这个问题做什么 他早晚会知道我们的关系 花莱冷笑一声 那你敢不敢告诉他 当年你妈知道 我有了他的时候 除了对我恶言嘲讽 还叫我打掉他 哪怕是已经离了婚 没打掉 也不准我出你们江家的大门 生怕 我会带着他讹上你们 江赫与 我是我 我妈是我妈 她可以不认奶奶 但我这个爸爸 名正言顺 她必须得认 花莱 你做不了她的主 如果你只要这样 我只能让她 以后都不要再见你 江赫与看着激动不已的花莱 她的眼睛通红 嘴唇在微微颤 她再一次妥协 江赫与闷闷地说 知道了 你别生气 能看到你们 还活着我就该感激涕零 还要求那么多做什么呢 频频放学出来 看到江赫与的时候 又开心地朝她扑过来 花莱在一旁的车上 看着两人轻易地抱在一起 有说有笑地朝她过来 她心里五味杂陈 她知道自己是自私的 可是 自己不是圣母啊 凭什么江赫与一句对不起她 就要原谅她 还把女儿共享 182舍不得 江赫与拉开车门 频频看到里面还坐着花莱 吓得她无紧了张大的嘴巴 花莱看着女儿夸张的样子 感觉又有点好笑 她朝她招了招手快上来 频频赶紧爬上座位 妈妈 你怎么和江叔叔在一起 妈妈不是不同意 自己和江叔叔亲近吗 为什么自己反 花莱 妈妈和她也是朋友 江赫与在前面开车 母女俩在后排日常聊天 今天的频频性质更高 就差手舞足倒了 被花莱亲和了好几次 江赫与也在前面温柔地说 频频要坐好 妈妈今天工作累了 你乖一点 频频脸上的笑容 像是春天刚刚盛开的花朵 她点点头 嗯 她看着江赫与宽阔坚实的背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安全和满足感 她无法描述自己的心情 只觉得 妈妈和江叔叔在一起的画面 太温馨 太甜蜜了 她喜欢这种感觉 频频抓着花莱的手 妈妈 我好开心 花莱摸着频频的头发 每天都要这么开心 好不好 频频 当然好了 江赫与觉得 这段路实在太短了 她还没开够 居然就到家了 她可怜巴巴地看着花莱 我可不可以 花莱 不可以 频频 和叔叔说再见 谢谢叔叔送你回家 频频仰头看着妈妈 妈妈 请叔叔去家里玩好吗 江赫宇 还是女儿疼我 花莱 妈妈请过叔叔了 但是她说 马上要回公司处理工作呢 我们不要耽误她了 快说再见吧 频频当然是善解人意的好孩子 她虽然舍不得和江叔叔分开 但是叔叔要去工作 这是正事 不能耽误 她只能一一不舍地对江赫宇说 谢谢叔叔 叔叔再见 江赫宇的路 被花莱一句话堵死了 她瞪了几眼花莱 花莱不为所动 江赫宇眼巴巴地看着频频 她侧转身对着她伸出双臂 抱抱叔叔 频频从后排爬过去 搂住了江赫宇的脖子 她的小脑袋 懒懒地靠在江赫宇的肩上 感受着叔叔宽阔有力的肩膀 乃声闷闷的 叔叔 再见 她想说 要叔叔下次又来找自己玩 但是自己答应了妈妈 要和叔叔保持距离的 江赫宇抱着频频 也设不得撒手 这软乎乎的小丫头 连她得不得了 她哪里愿意就此分开 她看着花莱 几乎是祈求的语气 其实 那个会我不去 花莱却是态度坚决 不 你要去 江赫宇叹了口气 告诫自己 循序渐进 要有耐心 花莱等他们温情了半分钟 叫道 频频 走了 叔叔来不及了 频频这才不情愿地 松开江赫宇的脖子 叮嘱道 叔叔 开车要慢一点 江赫宇微笑着看着她 好的 频频 别工作太晚了 早点休息 江赫宇 我知道 频频 我和妈妈进去了 江赫宇越来越不舍 不愧是花莱的女儿 怎么这么惹人爱呢 她叹了口气 要听妈妈的话 叔叔明天再来看你 频频眼睛一亮 明天吗 江赫宇 明天 频频 好爷 花莱在车外 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频频 频频也叹了口气 叔叔再见 江赫宇看着母女俩进了大门 才踩了油门离开了 半个小时后 花莱收到江赫宇的微信 我到家了 想你 花莱只回了三个字 工作号 江赫宇的电话打了过来 花莱有些不耐烦 你干嘛 江赫宇 把你的私人号给我 花莱 免谈 随即挂了电话 江赫宇的短信又发过来 发视频 我看看女儿 花莱直接把她的信息 设置成免打扰模式了 敏开的电话又打过来 花莱一愣 点了接通 开哥 敏开的声音有些激动 小莱 你和江总 花莱看敏开欲言又止 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自己和江赫宇的关系 这么快就被她知道了 花莱 开哥 怎么了 敏开 你俩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了 我想问问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牵涉到 我们是否需要启动公关 花莱醋梅 什么照片 敏开 她为你吃蛋糕 183将总教你们做人 花莱醋了醋梅 什么 吃蛋糕 她想起之前江赫宇为她吃甜点 敏开 看起来还挺暧昧的 你们 到底怎么回事 花莱想说 自己当时是被逼的 但是有人信吗 她说 我先看看 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 看着照片 都会觉得温馨 男人头微微歪着 把勺子递到女人面前 一脸宠密的微笑 女人的目光刚好在和她对视 脸上有些娇称的意味 下面的评论 就是五花八门了 有冒着星星眼洒花的 甜 想不到他们正片还没上 他们就开始营业了 这也太惊业了吧 好般配啊 高冷爸总化身年人奶狗 把这对CP所死好吗 看预告了吗 里面也很甜啊 江赫宇实力演绎 什么叫眼里只有你 这这这 不结婚很难收场啊 科普 江赫宇是星河的老板 许若来是畅鱼的艺人 大家说 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江赫宇 为什么要去和不是自家公司的艺人组CP呢 答案只有一个 当然也有不好听的 这不就是那个 照着劲儿整得刚出来的 不知名的女明星吗 她可真是心机 先是故意被拍到 别人把她认成劲儿 然后自己又否认 现在又吊上劲儿的老板了 真不要脸 楼上的你错了 人家在外国早就是红星了 估计是洋人玩腻了 回来玩玩本土的 大家都知道 江赫宇是劲儿的姐夫 劲儿和姐姐肯定长得像的啊 这女的整成这样 大家还不明白她的目的吗 江赫宇显然 是因为她的外貌被她迷住了 一个替身 有什么好嘚瑟的 想不到高冷的爸总吃这一招 早知道我也去整容了 嘻嘻嘻 心机表 花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陌生人的恶毒 他们会对一个没见过面 没说过话 对她一无所知的人 说着最难听的话 说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 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愿意承受 这无缘无故的谩骂揣测 她什么都没做 也没有主动靠近过江赫宇 为什么现在骂的全是自己 就因为女人好欺负吗 就因为隔着网线说这些话 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可笑 可悲 花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给敏开回了电话 我看了 敏开一直在刷着评论 已经上热搜了 有些还是从财经绑过来的 小来 你在外国的时候 风评一向很好 而且我看 还有不少外国的网友在为你发声 公关的同事 在整理你这些年的历程 晚点会发出来 其实也不算坏事 趁此机会 把你推到公众面前 先混个脸书 花来十分无奈 我只想好好演戏 谁他妈想要这些花边新闻啊 敏开 演戏的目的是要有人看 现在是个不错的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的机会 你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有的话告诉我 其他的交给我来做 花来觉得筋疲力尽 他并不想成为热点 只想踏踏实实地靠本事吃饭 他叹了一口气 开哥 你看着办吧 花来的手机一直在响 刚挂了电话 白雪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来保你上娱乐头条了 白雪的声音居然有些欣喜 花来叹了口气 果然大家都喜欢吃瓜啊 南湖别墅 江鹤与这个常年 待在财经版头条的人 第一次上娱乐版热搜 刚才周运把事情告诉他的时候 他简直乐开了话 还挺上镜的 他先把照片保存下来 然后开始看评论 那些好的锁他们的评论 他一律回复 我也觉得 那些不好的 他皱着眉咬牙切齿地说 你知道什么 周运看着拿着手机一直在刷 表情变换极快的江鹤与 不时在打字 忍不住问 你在聊什么 江鹤与 回复啊 这些人说话 怎么这么难听 周运一惊 连忙绕到他面前 去看他的手机 回复什么 手机被他拿了过去 小迷惑 这女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刚回国就勾引大总裁呢 真不要脸 江鹤与 你十七岁不好好学习 管别人的事做什么 你再胡说八道 小心律师函 四月的风 男的的眼神也太宠了吧 我的心都要被融化了 甜甜甜 江鹤与 我也这么觉得 江总的小娇妻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我保证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见他笑啊 我的天 我居然有种儿子 要出嫁的欣慰感 我想流眼泪啊 好甜啊 江总你要一直这么甜下去好吗 江鹤与 你是总部还是分公司的 涨工资 但是你的ID改一下 不然就别来公司上班了 周运看看手机 又看看江鹤与 发出了面对老板时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声音 你哪来的账号 江鹤与 刚注册的呀 周运 你不是不注册这些吗 以前周运说 帮他注册个账号 不用他自己运营 交给公司 偶尔转发一下公司的大活动 帮忙做做宣传之类的 当时江鹤与说的是 不要 无聊 现在的江鹤与 他伸手要去拿回自己的手机 周运手一回避开他 然后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是周运第一次如此忤逆江鹤与 这可把江鹤与气坏了 自己两个心腹 一个赵领 现在天天和自己抬杠 现在连周运都这么不听话了 是不是都不想干了 周运的手紧紧地抓着手机 一张脸快要哭出泪来 江鹤与是每一条都有在认真回复啊 周运急到 你回复他们做什么 江鹤与也急 你觉得不该回复吗 你看看有些说话有多难听 找律师去查一查 发律师喊过去 周运 你要回也不要用自己的身份回啊 你好歹换个逆称啊 这下大家都知道是你了 江鹤与 难道不应该让他们知道吗 周运一个脑袋两个大 他真想骂江鹤与 是个大白痴 哪有主角自己下场撕的 这也太掉份了 而且他还在里面口出狂言 周运随便数了一下 他已经在上面口头发出十八封律师函 警告别人好好说话八次 周运叹了口气 这种事你根本就不用管 过段时间热度就下去了 就算要管 公关会去管的 哪里要你亲自爱 这下怎么搞 公司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才能补救江鹤与平日威严的形象呢 因为他的那些言论 真的太像一个斤斤计较的泼妇了 184前夫前妻的关系 江鹤与总算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回去 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过有一点 绝对不允许诋毁小莱的名声 周运早就看出江鹤与对花莱不一般了 花莱出现的这短短一个月不到 他便失控了 他小心翼翼地问 徐小姐 真的是曾 他以前和花莱见过的次数不多 现在隔了这么多年 花莱气质和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丫头 又实在不太一样 所以他虽然觉得这人和老板的前夫人的确像 但也没有百分百把握 之所以疑虑 是因为江鹤与对徐若来的态度 以前也有人 曾把为江鹤与量身打造的替身送到他面前 但结果是不仅没有讨得他的欢心 反而让他暴怒 但是这个许若来 江鹤与却是主动再贴上去 江鹤与 这个你不用管 当点你说的 你记住 负面的评论压一压 对了 你找他的经纪人敏开 他知道该怎么做 周运摇着头走了 江鹤与又刷了一会儿评论 然后给花莱打电话 正好花莱也有气要找他撒 江鹤与 照片你看了吗 他温柔的嗓音带着甜蜜 在公众场合注意影响注意影响 江鹤与 你能不能不要害我 我要吃饭啊 江鹤与不以为然 而且他听到的重点是这样的 公众场合注意 那意思是 我们私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事吗 花莱 你去死吧 江鹤与不满的嘟囔 别说不吉利的 咱们要白头到老 你看到没有 他们都说我们很般配啊 要把我们锁死 花莱 没看到 我只看到他们骂我狐狸精 勾引你 江鹤与 对不起 我马上澄清 花莱更急 你别 江鹤与 为什么 花莱 你还说 你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账号去回复他们 还在里面和别人骂起来了 你丢不丢人 江鹤与有些委屈 自己明明是在维护花莱的名声 怎么就叫和别人骂起来了呢 而且 他是为了花莱好啊 他不敢激不敢动就算了 居然还凶自己 换谁心里能好受呢 花莱 你赶紧把你的昵称换了 江鹤与 换成什么 花莱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要真名 江鹤与样样的说 那好吧 等一下就换 我去找你好不好 反正看这样子 你也睡不好 花莱冷笑一声 你要不要拉开门看看 你外面蹲了几个记者 你觉得 发生这种事 你还能过宁静日子吗 江鹤与不在娱乐圈 平日星河的事 他也管得很手 所以他不是很明白 不就一张照片 花莱为什么要激动成这个样子 江鹤与 那趁此机会 公布我们的关系吧 花莱 我们什么关系 江鹤与噎了一下 就起码也算前夫前妻吧 反正不是 你勾引我 是我缠着你 花莱 你敢公布你试试看 如果真的公布 不知道还要闹成怎样 他实在不想再和六年前绑在一起 江鹤与叹了口气 那 要不你趁这个机会 到我们公司来 我们是上司下属了 别人总不能说什么了吧 花莱 上司和下属暧昧 你是担心那些媒体找不到血的了 主动给他们送诉才是吗 江鹤与央求他 来嘛 我保护你 花莱 想都别想 他挂了电话 自己只是想谋生想赚钱啊 为什么要被这个温神缠上 江鹤与这边也没有安宁 他这边电话刚挂断 梁红英的电话又进来 江鹤与看到这个号码 清冷的眉目促起 看了屏幕上的备注好久 没有回过那个家了 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不得已才会出席 整个江家的家宴 而江源再也没有出现过 每次他见到梁红英 都只是打一声招呼 再无多余的言语 喂 和刚才相比 他现在的声音 可以说是毫无感情可言 梁红英有些急切 贺宇 那个女人 怎么和 江贺宇没说话 他知道 梁红英也看到了照片 虽然花莱只是拍到侧颜 但是梁红英和他在一个 房子住了那么久 肯定是能认出他的 梁红英明显有些惊惧 真的是他吗 他虽然不敢相信 但江贺宇的沉默 好像已经说明了一切 想来当年并没有 捞到花莱的尸体 所以 他就算是真的还活着 也是有可能的 江贺宇冷冷地说 这次 你又想对他做什么 梁红英言语悲切 我还能对他做什么 这六年 你连妈都没有叫一声 我还敢对他做什么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只要你开心 妈什么都依你 江贺宇的手 紧紧地捏成拳头 当年是自己帮着母亲 把花莱逼到那种绝境的梁红英 叹了口气 妈妈不会再管你的事 你什么时候回来 带着他一起来都行 江贺宇冷哼一声 你想得倒挺美 人家现在压根就看不上你儿子 我警告你 别到他面前去闹幺蛾子 他和梁红英 没什么好说的 电话刚挂 门铃响起 现在天已经黑了 周运已经走了 赵玲也没给自己打电话说要来 江贺宇疑惑 会是谁来找自己 他还没走到门边 门却自己开了 曾经看起来有些焦急 看到江贺宇就快步过来 眼眶瞬间蓄起泪水 姐夫 那真的是姐姐吗 他一边走一边问 江贺宇满脸不耐烦 他不相信 曾经没认出花莱 不过转念一想 他们名义上是姐妹 但花莱从小生活在外面 根本就不在曾家 两姐妹没见过几次 认不出也不算奇怪 但是 既然没什么深厚的交情 那 他不耐烦地说 你哭什么 不是说过 让你别来我这里吗 曾经演技还不错 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真的是姐姐吗 姐姐还在 姐姐真的还在 我这是替他开心啊 白天的时候 我们的车还发生了点小擦卦 我要知道 许若来就是姐姐 我 江贺宇拧眉打断他 你们的车发生擦卦 什么时候 在哪里 他没听花莱提起过 曾经 就他追尾了我的车 当时在街上 我不方便下去 听小欢说的是 他在车里 江贺宇不耐地说了一声 你回去 然后又给花莱打电话 没人接 多打几次 关机了 185不甘心 曾经愣在一旁 看及得团团转的江贺 女一遍遍地拨打电话 最后把手机扔到沙发里 然后立声问自己 他有没有事 曾经被喉得一愣一愣的 没有吧 就轻轻碰了一下 所以 真的是姐姐吗 江贺宇 这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跑到他面前去 还有 他的身份 你要敢多嘴 就别在这行混了 曾经小声道 我想去看看姐姐 这些年 我也很想他 江贺宇语气里全是不悦 声音也高了一个度 我说了 叫你不要主动出现在他的面前 听不懂是吗 回去 曾经儿委屈地咬着嘴唇 细声说 知道了 他慢慢地朝门边走去 一边走还 一边流泪 抬手抹着 周运和敏开沟通以后 联手把负面评论压下去不少 花莱和江贺宇 参加的那个综艺 错过的爱人 也站出来发声 对他们的关系不做解释 但营造出一种 全都是节目效果的错觉 节目组官方俏皮地 发了一张照片 是他们参加节目的时候 江贺宇拿着电吹风 给花莱吹头发 配文 那也算甜 那这个呢 江贺宇的昵称改成了 小莱宝的大鱼子 他迫不及待地 转发了这条微博 多发点 花莱的官方账号 也转发了这条微博 只字不提 自己和江贺宇的关系 只说 请大家周五八点 带着爱人上线 错过的爱人 将与你们见面哦 就在大家以为 这只是一场营销的时候 另一张照片流了出来 整个网络都炸了 二十分钟前 江贺宇的小姨子 低着头抹着泪 从江贺宇的私人住所里出来 这下评论区出现一个新的热词 三角恋 有人说 江贺宇和岑劲本身关系就不正常 这些年岑劲能窗红 江贺宇没少捧他 说 不管在哪里 只要江贺宇现身 岑劲的眼睛都是 黏在他身上的 说岑劲和江贺宇这些年 只是碍于他们是 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 才一直隐瞒恋情 其实他们早就在一起了 有人扒出岑劲的 很多私人照片都是 在江贺宇家拍的 两人还有不少同款用品 还说江贺宇早就送了 岑劲一套别墅 他出道以前 一直都住在他给的房子里 更有甚者 说当年江贺宇明明 要取的是岑劲 江贺宇翻着这些评论 气得他五脏六腑都在冒烟 花莱现在自然而然 变成了一个插足者 网友们也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有人做了详细的图 来分析岑劲和花莱的咖位 江贺宇这个脚踏两条船的渣男 顾不上那么多 自己开车去找花莱 走到半路 他又放缓车速 自己这个时候 出现在花莱家 对他真的好吗 自己一个圈外的人 房子附近尚且驻扎着媒体 花莱这个圈里的 他附近能有安宁吗 他在下一个路口掉了头 把电话打到敏开那里 要他好好处理这件事 维护好花莱的形象 这真是一个不眠夜 开始的被大多数网友的祝福 带来的欣喜后 江贺宇冷静了下来 开始思考 这件事 自己只当是一场风波 而且这些网友 没几个说他的 就算真的说他 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但是花莱不同 就像他说的 他在吃这碗饭 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拒绝自己的靠近 就惹来这么多谩骂和猜疑 这对他实在是不公平 江贺宇想了半宿 打定主意 一定要把花莱 迁到自己的公司来 让自己来保护他 但是花莱倔啊 自己到底要怎样 才能让他答应啊 唉 两条热搜 骂曾经的评论 只有寥寥几条 不得不说 他的国民度好感还在 因为都涉及江贺宇本人 周运请示他 关于曾经这条 该怎么处理 江贺宇心烦意乱 有什么好处理的 不用管 所以 关于曾经哭着 从江贺宇住所离开这件事 公司没有做任何发声 还不允许曾经有动作 这可把他气得不轻 之前看到江贺宇 为花莱吃蛋糕的照片的时候 他就极度的发狂了 这才几天 江贺宇就被花莱牵着鼻子走了 花剧款把自己砸进综艺部说 回来后 更是常常往他身边凑 他甚至恶毒的想 今天撞车的时候 花莱怎么不撞狠一点 直接撞死 但是 就算自己这么极度这么生气 戏还是要做的 他只能装作 第一次认出花莱的样子 再一次跑去江贺宇的别墅 果然 那个男人对他一点 怜惜都没有了 他现在不仅不耐烦 还很凶 他哪里甘心啊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闹吗 只会让自己离江贺宇更远 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这次的热搜事件 热度慢慢降下去了 因为几个当事人 都没再过多回复 186公非恋爱 风波多多 江贺宇不愿花莱 再为此困扰 如果每一次 自己和花莱有一点亲密行为 都要被网友公众指指点点 那花莱还不赶紧 对他敬而远之 江贺宇乔装打扮一番 到花莱公司找到了他 这次他开门见山了 你要怎样 才能答应我去星河 花莱一脸疲惫 为什么江贺宇 就揪着这个事不放手呢 我不会去的 江贺宇 你别说的这么肯定 这次他没有玩转央球 而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 我查了一下 你这次回来的目的 花莱神色一紧 戒备地看着他 江贺宇 许行书当年救了你 把你安置在国外这么多年 现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了帮他还债 冒着被我发现的风险 选择回来 花莱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请你把爪子收回去 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江贺宇脸上毫无联系之色 他直起身体 靠近了花莱一些 嘴角抿着脚侠的笑意 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许行书欠了银行多少钱 他的资金缺口 到底有多大 花莱一愣 他问过许行书很多次 但他从未正面回答过 只说自己有办法 让他不要操心 还撵他回外国去 花莱 不管多少 我会帮他还清 江贺宇笑了一声 眸子中是不加掩饰的讥笑 你还 你一年能挣几个钱 做明星是挣钱 但要赌他这个洞 没个十年二十年 你还不上 花莱惊讶地微张着唇 他知道 许行书是欠了不少 但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 江贺宇 你有没有想过 他能不能撑到 你赚够钱的那一天 而且 说实话 女性的市场价值 到了一定时间 会逐年递减 你以为你到了四十岁 还能拿到现在 这样的片酬吗 他说的都是事实 花莱的脑子 已经被他牵着走了 钱 真是个具体的东西 江贺宇 九十多个亿 小来 这笔钱你还不上的 再拖下去 许行书只能宣告破产 到时候 他的公司房子车子 只要是他名下的产业 都要被拍卖 你真忍心看着那对双胞胎 跟着他流离失所 从天堂跌入人间吗 这个数字说出来的时候 花莱还是震惊不已 九十亿 别说十年二十年 他就是一辈子 也挣不了那么多 他还怎么嘴硬 花莱再也嚣张不起来 他问 你想怎么样 他知道 江贺宇不可能平白无故 和他说这些 他有他的条件 江贺宇 这边钱我可以替他补上 我不需要他的利息 本金十年之内还我就行 他有这个能力 挣到这笔钱花莱盯着他的眼睛 那我呢 江贺宇觉得有些难受 他真的不想和花莱讲条件 但是 他不这样做 他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他目光灼灼 猴姐滚了滚 艰难地开了口 到新河来 花莱一笑 就这么简单 江贺宇 就这么简单 花莱 不要我赔个床什么的嘛 反正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交易了 往事像马利刃 花得二人心都在滴血 江贺宇 这次 我会好好爱你 我不会逼迫你 花莱轻斥了一声 抬头看向江贺宇 成交 江贺宇反倒愣了 他没想到 他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心里欣喜 又有些酸楚 他为了别的男人 就这样把自己给卖了 他忍不住问道 你对许行说 花莱吐出一口气 挑了挑没 怎么 你要了我的人不行 还想要我的心 江贺宇 难道你真的爱他 这两个字吐得艰难 但他自己真的没有把握 毕竟他们相处这么多年 他还愿意为了他出卖自己的自由 这让江贺宇很难不往那方面想 花莱 这你就不用管了吧 江贺宇 他有喜欢的人 你何必 花莱站了起来 别的就不用说了 你把合同拟好了通知我 江贺宇的目光 粘在他的背影上 这件事他办得很快 当天下午 他的人就把合同送到闽开的办公室 花莱只需要把手上这个综艺参加完 后面的工作 就会由星河为他安排 江贺宇的工作重心 也从江氏集团转移到星河 到他们去录第二期的节目的时候 花莱已经是星河的一人了 这件事没有对外公布 但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曾经万万没想到 江贺宇杂钱和花莱同上综艺不说 现在还直接把他拽到了自己旗下 许行书出差一天回来的时候 被告知江氏出钱 替他摆平了债务 他稍一思索就知道 江贺宇是为了谁 毕竟前两天二人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他打花莱的电话 但因为花莱在录节目 电话根本没办法打通 这次替江贺宇出面的是赵领 他和许行书聊了两个小时 许行书终于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字 赵领收起合同 少奶奶为了你 什么都愿意做 许总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许行书的债务解决了 公司也能活过来 困了他几个月的阴云已经散去 但是他没有一点如是重负的轻松感 他现在心里被别的是压着 花莱这次录节目放开了许多 反正江贺宇的目的 他是知道了 自己又何必扭捏 该亲密的时候 他一点不含糊 加上他们曾经原本就相处了快一年 默契十足 他们这组的表现自然是最好的 第一期的节目已经播出 因为前几天的喂蛋糕事件 他俩瞬间吸引了不少CP粉 这次的综艺还没录完的时候 江贺宇在网上的评论看得多了 居然有了一种 自己和花莱就是CP的错绝公费谈恋爱 这种感觉真是太妙了 187新的经纪人 第二期的节目录制完成回S事后 花莱正式去星河报道 江贺宇的意思 是要办一场盛大的party来欢迎她的 但是这个提议被花莱知道的时候 她收获了几个白眼 计划便无疾而终了 花莱只想低调地接通告演戏挣钱 江贺宇也不含糊 直接把最好的资源推到花莱面前 星河总裁办公室 江贺宇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 神情专注地看着花莱 这里有三个剧本 我都看过了 比较符合你的风格 你自己挑一个 为了突出花莱在戏里的重要性 迅速扩大她的名声 她为她挑的都是大女主的本子 谈到工作 花莱向来是热情满满 她拿起一本 翻了翻大纲 醋了醋眉 江贺宇便知道 她没看上 第二本也好不了太多 虽然她多看了两页 但一边看一边问江贺宇 悲情女主 什么时代了 女人还要当圣母普爱天下吗 江贺宇 我不这样认为啊 女主虽然原谅了男主 但事业也做得很好 最后从一个同养席 做成了他们家的当家人 花莱抬眼朝她轻蔑一笑 这种暗地里脚踏两只船的男人 也值得被原谅 不把她咔嚓 已经算手下留情了吧 江贺宇皱着眉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我没做过那种事 我都给你解释过了 花莱冷笑一声 不置可否 拿起第三本翻开 看了有四五分钟 她还没说话 江贺宇看她的神情 像是入了迷一般 江贺宇知道有戏 问道 这本怎么样 花莱脸上 扶着意犹未尽的笑意 抬起头 我很喜欢 我想带回去看看 江贺宇比她还高兴 那九十一扔出去 她还没感觉 这自己精挑细选的剧本 薄了她一笑 她实在太满足了 江贺宇 好好 到时候和编剧再沟通一下人物和情节 这个本子已经在筹备中了 预计下个月开拍 有什么不清楚的 你问我就行 花莱细眉青醋 问你 对了 我还没问你 我的经纪人呢 我回来了 得见一见沟通一下以后的工作 江贺宇站起来 微微躬身 细血地笑着 笔人江贺宇 今后就是徐小姐的经纪人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她把自己修长好看的手递出去 但花莱并没有握住 而是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你发什么神经 你会做什么经纪人 她看得出 江贺宇以前并没有怎么管这个公司 也不关注这个圈子 不然也不至于自己在外国火城那样 她居然都不知道 江贺宇自己收回了被量了半天的手 又坐了回去 这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帮你接业务 做推广宣传吗你 怀疑我的业务能力 花莱点头 江贺宇说的没错 只要有钱 什么都不难 只要她享用 她手里的资源 比一般的经纪人可丰富太多了 花莱 江氏的事呢 你不管了 江贺宇不以为然 周运会回去管的 花莱 人家在这边做得好好的 你一脚 把人家踢回去 你有没有点良心 这句话 让江贺宇有些不满 她语气里多了一些凶狠 不准 你为别的男人说话 我会吃醋的 花莱却是一笑 这你就吃醋 那要是 你看到我和别的男人接吻 该怎么办 什么 谁允许你和别的男人接吻了 江贺宇差点暴跳起来 花莱好看的双腿 悠闲地叠着 慢悠悠地解释道 江总 你不会以为眼情感戏 就靠嘴巴说几句情话 就完事吧 江贺宇的声音 几乎是从牙缝了发出来的 以前的事我不追究了 但以后你想拍吻戏 门都没有 花莱嘖嘖了几声叹了口气 你还说捧我呢 这不是断我戏路吗 你去问问这些女星 有几个没拍过吻戏 她这种随意的样子 实在惹江贺宇生气 她按捺住情绪 缓缓地说 你少梦我 别以为我真的对这行一无所知 借位我还是听说过的 你看看还有谁敢亲你一下 花莱摇了摇头 没再回答 江贺宇却走过来 俯身用双臂把她困在沙发里 不过 你以前真的亲过别的男人 花莱迎着她的目光 挑衅地看着她 我出道这么多年 说没有 你信吗 江贺宇的眸中明显起了火焰 那双唇只有她能稳的 她为什么要和别的男人 光是想一想 她就觉得自己的脑袋 被轰炸过一般 她的右手捏着她的下巴 手下的力道 已经不受自己控制 花莱吃痛偏转头 那手却未松开 她知道自己激怒她了 那种目光她见过 很多年前 有天她和班长走在一起 被接她的江贺宇撞见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盯着她 恨不得把她原地吃干抹尽的 痛 松手 江贺宇听不进去 她的焦点都在那焦焰欲滴的双唇上 脑里的冲动 突然再也控制不住 她俯下身 用自己的唇瓣 把他们包住了 啊 是她的小心肝 他们 还是当年那么柔软 却又多了几分倔强 花莱见她敢来真的 而且是在随时会有人进出的办公室 这着实吓了她一大跳 她拼命地往后缩 要推开眼前的男人 但是他们身形和力气悬殊是这么的大 她哪里是她的对手 而且 她现在根本发不出别的声音 因为那个人 石髓之位 原本只是想潜尝一下的 现在根本就停不下来 她被迫倒在沙发上紧闭着唇 不给她进一步的机会 但是这个姿势 似乎更加适合亲吻了 江贺宇情到深处 大脑是又兴奋又愤怒的 她抬起一条膝盖 跪在沙发上 却不知道 这正处在花莱的双膝之间 她穿着裙子 肌肤摩擦之间 她的脸瞬间就红透了 江贺宇也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处了 她还喃喃道 宝贝 听话 花莱又气又急 嘴得了空隙 连忙把头偏向一边 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 江贺宇你滚开 江贺宇双目赤红 怎甘心就这么算了 她用手掐着她的下巴 再次吻了上去 紧闭的门被推开 然后是一道胶软 却震惊的女人声音 姐夫 你们 188姐姐 外人的声音 瞬间把沙发上搏斗的二人 拉回现实 江贺宇神石归位 抬头瞥了一眼门口 不知所措的层劲 她替花莱拉了拉走光的衣服 慢悠悠地说 不知道敲门吗 层劲声音颤抖 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般 我敲了 花莱惊魂未定 又觉得羞耻不堪 江贺宇起身以后 她立马背对着层劲 整理了衣服和头发 这辈子 不想再和前世不相干的那些人周旋 浪费时间 她唯一觉得窘迫的 是不希望别人以为 她明着和江贺宇是主仆 暗地却是前色关系 江贺宇坐回半公椅 你来做什么 花莱打理好自己 冷冷地说了一声 江总 我先出去了 说完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连自己挑上的剧本 都没来得及拿 路过岑劲的时候 岑劲怯声声地叫了一声姐 她的眼神和脚步 都未做半分停留 像是完全没听见一般 拉开门出去了 江贺宇看到那个背影 还替她轻轻关上了门后 才看向这个壮破她好事的岑劲 说话 没事别来找我 工作的事找风蕊就行 她没叫岑劲做 岑劲便一直站着 蕊姐不在 我知道姐夫刚好在公司 便直接来找你了 之前 蕊姐给了我几个剧本 我挑中了一个 江贺宇仍旧面无表情 语气声浪 哪个 岑劲 何一老师的那本 听说下个月要禁组 我想和何老师沟通一下 有些地方 我可能还把我不好 江贺宇呕了一声 淡淡地说 你重新挑一个 岑劲不解 为什么 江贺宇 这个给小来了 她会接这部戏 剩下的几本也不错 你再看看 没别的事就先出去 我很忙 岑劲的心里 瞬间燃起熊熊火焰 明明是公司之前 就给她的本子 在完全没有知会 她的情况下 就这样给花来了 凭什么 刚才二人纠缠的那一幕 像条毒蛇一样 让她非常不舒服 她不死心 带着胆子问 为什么 之前明明说好 让我随便挑的 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江贺宇明显不耐烦了 之前是因为 小莱还没来 我做事 还需要给你解释吗 岑劲苦笑一声摇摇头 仍旧保持着乖巧 不用 我就是随便问问 能看到姐姐和姐夫 还像当初那样好 我也很替你们开心 我先出去了 江贺宇挥了挥手 岑劲刚转身 江贺宇却叫住她 等一下 岑劲回过头 江贺宇 以后不要再叫我姐夫了 小莱会不高兴的 岑劲 为什么 江贺宇 没有什么为什么 她不想再和你们家扯上关系 你们以后 做同事就行了 少去攀关系 岑劲笑道 我知道了 江总 小莱小莱 又是小莱 她的眼里只有小莱 抢了姐夫不说 连自己的剧本也抢 她是明白着和自己对着干 岑劲心里的那颗毒种子 逐渐枝繁叶冒起来 花来匆匆回了自己的休息室 相同正在为她整理桌面 见她进来 有些担心地看着她 姐 你生病了 花来 没有 相同 你脸怎么这么红 我找温度计给你量一量 说着 转身就要出去 被花来叫住了 我没事我没事 你别去找了 今天没什么事 你先下班吧 相同便站住了 我得送你回家 花来 没事 我等一下还有点事 自己开车也行 相同 那可不行 你忘记那天你追尾的事了 我可不敢再让你自己开车 说到这个 花来才想起那天追尾曾劲的事 这中间隔了个热搜事件 加上自己又去外地录了几天节目 还真把这是忘了 现在既然提起 哪怕是为了明面上过得去 她也得找曾劲道个歉 况且今后 大家在一个公司 抬头不见低头见 总不能次次都像今天一样装没看见 惹人闲话 花来 那你去帮我问问 编剧何一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看明天能不能约她聊一下 她今晚回去读下剧本 明天得找原作者 兼这次的编剧沟通一下 更好地把握住这次的角色 相同离开以后 花来打听了一下 去了曾劲儿的休息室 曾劲儿从江赫宇的办公室出来 正关着门发脾气呢 整个公司 只有她的助理小欢 领略过她的阴暗 现在正因为口红色号 给她挑选的 不是自己满意的 被骂到双眼含泪 却不敢大气出声 花来敲门的时候 曾劲儿白了小欢一眼 她迅速擦干眼泪 戴上自己的黑矿眼镜 遮掩着去开门 花来看到小欢微红的双眼 什么也没问 笑着进了休息室 不愧是演员 她这没开眼笑的样子 和刚才在江赫宇办公室的冷漠 可完全不同 曾劲儿也恢复成 那个温柔乖巧的玉女 笑着看向花来 花来道 曾小姐 那天追尾了你的车 真不好意思 当时不方便下车 现在特地过来向你道歉呢 曾劲儿见她叫得这样生疏 很显然愣了一下 看到小欢还在 便说 算不得什么大事 我后来才听小欢说 你额头被碰到了 不要紧吧 花来 什么事都没有 都怪我车机不驾 小欢直去的关了门出去了 只剩下两个人 曾劲儿刚才的笑颜退去 现在一脸忧伤的看着花来 要来拉她的手 那语气 就像是快要哭出来似的 姐姐 你这些年还好吗 怎么都不联系我们 花来打断道 曾小姐 你说什么呢 我知道 大家都说我和你长得像姐妹 但是 我们也只是长得像而已 我听说灵姐命运悲惨 多年前就不在了 我理解你失去亲人的痛苦 不过 我真的不是你的姐姐 我叫许若来 家里可是连杏层的亲戚 都是没有的 曾劲儿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眼泪还滚了出来 姐姐 你到底你真的连劲儿 都认不出来了吗 我知道 爸妈之前亏欠你 但是你不在以后 他们也很心痛 花来叹了口气 用纸巾擦了曾劲儿 这小可怜的眼泪 与其真相长姐一般安慰她 我理解你 但是 我真的不是你的姐姐 只是碰巧长得像而已 就连江总第一次见的时候 都认错了呢 曾劲儿不明白 花来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样 但是戏 还是要眼足的 那 小莱姐 以后 我可以叫你姐姐吗 因为你 真的太像我姐姐了 花来安慰道 这就不必了 你越是把我当成她 越是不能从这种思念里走出来 你就当我是个同事 就成了 我相信你姐姐 再天也不希望你这么难过的 花来从曾劲儿房里出来 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这层劲儿 白莲花的气质 现在越发炉火纯青了呢 这眼泪说来就来 自己演技也不差 和她的哭泣比起来 还真是赶不上呢 189编剧 花来回到自己的休息室 发现江鹤宇 居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她看到江鹤宇不免 就想起刚才的荒唐一幕 心里瞬间腾起怒火 她不客气地问 你来做什么 江鹤宇连忙起身 把座位还给她 看着她笑得别有深意 你刚才走得急 剧本忘记拿了 我给你送过来 说着把剧本针递了过来 花来随手接过来 谢谢 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 江鹤宇非但没出去 反而在沙发上坐下来 我是你的经纪人 我得时刻和你在一起 花来拎起自己的包 那我下班了 江总自辩 江鹤宇却拦住她 周四晚上有个局 带你认识一下 这次的导演和其他人员 花来停住脚步 这样的应酬 她作为一个国内新人 没资格不参加 不然就是真正的耍大牌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吩咐 江鹤宇 到时候我去接你 我们一起去 花来不耐地看着她 你是我的经纪人 不是我的助理 接我这种事 就不劳烦你了 江鹤宇 我乐意 周三我让人给你送衣服过来 花来疑惑 送什么衣服 江鹤宇 赋宴的礼服 花来 有这个必要 江鹤宇笑道 当然 你是第一次和大家碰面 又是这次的女主 自然得正视一些 花来不想和她废话 懒懒地说 知道了 她拿着剧本就出了门 剧本挺有意思 讲的是一个家庭主妇离婚后 如何自立自强 最终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故事 花来从下午看到半夜 整本读完 对人物有了初步的把握 就在她收拾情绪 准备睡觉的时候 听到楼下有些响动 便开门出来 果然是许行书回来了 自从江鹤宇的这笔钱到位以后 许行书一鼓作气 忙得不可开交 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 今天她在办公室累睡着了 醒来便是这个点了 想了想 还是回家看看 再带点换洗衣服 她刚轻轻眼上双胞胎的房门 就看到花来从楼梯上下来 小来 还没睡 花来看她一脸疲态 实在担心她注意身体 这才几天不见 你瘦的眼窝子都出来了 许行书笑笑 前段时间的确有些自暴自弃了 现在有机会重新来过 我得多上点心啊 那么多人指着我吃饭呢 花来 那也急不得 公司那么多人 没必要什么都自己去做 许行书叹了口气 二人在沙发上坐下 怕了 不敢轻易信别人了 自己多做点也没什么 等我这次走上正轨 再慢慢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 陪陪两个孩子 花来 就是 你现在这样子 妮妮看到 又要躲被窝里哭了 他们懂事 心疼你得很 钱挣不完 你多陪陪他们 许行书 你还说我呢 自己还不是这个样子 这次的事 小来 我 花来 你别说了 他也没对我做什么 不过是去他公司上班而已 在哪都是做 我没影响 许行书 是我把你推到他身边的 我知道 你根本就不想和他面对面 花来 这件事就别再提了 就算我不去他的公司 他同样会实时出现在我面前的 你不用自责 他现在对我 还是挺尊重的 我再做几年也退了 到时候做点别的 许行书点点头 我听说那层劲 对他有些别的感情在里面 你们现在在同一个公司 他没给你难堪吧 花来 语气轻松 他能给我什么难堪 再说了 我还能怕他不成 许行书 新的工作怎么样 和大家相处还好吧 花来 还挺不错 今天接了部剧 明天去见见编剧 预计下个月就进组了 不过就在本地拍 挺方便的 许行书 我知道这方面你没问题 江赫宇要是真的欺负你 告诉我 他这钱 我不要也罢 我许行书还是有点家底的 赔得起 也输得起 花来感激地看着许行书笑 他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不能用任何东西去衡量 他点了点头 嗯 快去睡吧 孩子们可天天都念着你 明早一起吃早餐 许行书站起来 嗯 你也早点睡 第二天 花来按照约定的时间 敲开了钟千千住所的门 钟千千来开门的时候 花来有些愣住了 他觉得 眼前这个看起来有些慵懒的女人 有些眼熟 钟千千战戴着眼镜 穿着宽大的针织外套 礼貌地向花来问好 你好 徐小姐 花来回过神 你好 何老师 钟千千把他请进来 不好意思 要你亲自上门来找我 你喝什么 花来打量着这房子 谢谢 水就行 房子挺大的 整得就一间 卧室 办公区 休闲区 厨房 一览无余 一看就是一个人生活 钟千千给他取来一瓶矿泉水 再赶搞 又不喜欢出门 所以麻烦你跑了这一趟 花来有些歉意 没打扰你吧 钟千千把眼镜摘掉 放到茶几上 捏了捏眼角鼻梁 没有 刚刚完成 我听说徐小姐有个女儿 自己在带 花来面对钟千千 莫名有些紧张 就好像自己演她的剧 人生就被她安排了一样 或者是 这是钟千千的主场 她的淡然放松 更凸显了花来的局促 花来点点头 她五岁了 是我妈和保姆照看得多一些 我工作的原因 管得反而比较少 钟千千 这次的女主 就是离婚独自带着孩子 破茧成蝶不好意思 我用了就是这个词 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花来 没有 我的情况 也差不多 两人就剧本的情况 初步聊了一个小时 最后花来站起来 何老师 打扰你 谢谢你的解答 钟千千笑道 我们今后也算同事 还有很多地方会有交集 你别这么客气 经过这一个小时的角色探讨 花来已经慢慢放下 那种紧张感 变得随意了一些 花来 好 下次再约 花来觉得钟千千这人 挺有神秘感的 她之前特地查过她的资料 除了她的著作 其他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她是哪里人 网上都没有记载 和她聊起天 又莫名有种亲切感 她笔下的人物性格 总让花来花来觉得 这就是作者的人生体验 但是 她一览无余的家里 没有一张小孩子的照片 190应酬 周三的时候 有工作室送来花来的裙子 花来也没打开看 直接放到了架子上 第二天直接穿着出席 江赫宇早早地来敲她的门 她才发现 自己这身黑色的礼裙 和江赫宇的西装 怎么看怎么像情侣款 花来明显醋了醋眉 你故意的 江赫宇装傻催促她 什么啊 快走了 你去迟到了不好 不礼貌 花来 衣服 是一个系列的 她说不出情侣款这几个字 江赫宇 我就用剩余的布料 随便一起做了一套 没想别的 也只有你才会多想 别人哪里觉得这有什么异常 走了 这个点堵车 花来没法再和她计较 江赫宇说的没错 自己今天绝不能迟到 这次参加饭局的人不少 基本就是剧组这一帮人 花来看到连钟谦谦都来了 大家都很客气 花来没认识的人 便挨着钟谦谦坐下 江赫宇是这次的投资人 兼女主角的经纪人 她和导演 分别是圈内资本和艺术的代表 有她俩在 旁人都没有太放肆 真一边吃饭 一边专心地沟通起工作来 江赫宇虽然坐在导演旁边 但一双眸子 总是时不时地看向花来 花来从来不接纳眼神 全当没看见 但别人都不是瞎子 看到他们今天的衣着打扮 再联系一下之前的绯闻 加上江赫宇堂堂一个老板 居然做起了经纪人 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至此 大家也对这个新来的女主角 没了什么好印象 虽说这人以前在国外红过 但那拍的都是洋人岛的片子 和国人的观赏里面 肯定是有出入偏差的 演技不可评判 之前都在传世曾经接这部戏 说是她的转型之作 没想到几天的功夫 就换成了一个新来的女演员 难免不让人猜测 花来是以色博味 只是大家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江赫宇 只传她向来不尽女色 这次居然为了一个丧偶的女人 变成如今的模样 看来这女人手段可不一般 有江赫宇在现场 大家对她还算客气 这样的饭局 花来曾经也参加过不少 真心还是假意 几句话几个眼神就能分辨出来 她算是看明白了 这场上的人 除了身边的钟谦谦 其他人对她 都有一份积不可查的轻视 她稍一动脑子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也不动声色 仍旧言笑艳艳 她在接受江赫宇的巨款的时候 就知道 自己棒上江赫宇 这个大老板的好名声 总会落到自己头上的 这样的菊喝酒是难免的 花来作为新人 不用别人劝 自己先主动进了众人一圈 花来对自己的酒量有把握 她是女人 她绝不会让自己 在这种场合醉的 但江赫宇只见她喝过一次酒 不清楚她的量在哪里 那一次 她醉得被别人算计都不知道 现在看着她一口一口 把那紫红色的液体 抿进唇里 江赫宇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她进到自己这里的时候 江赫宇明显十分不悦了 她酒杯都没端 淡淡地说 你喝了不少了 不用再喝了 今天在场的都是自己人 不用搞得这么客气 花来笑道 我出来乍到 给大家打声招呼认识一下 这是必须的 江赫宇仍旧动也不动 现在大家都认识你了 剩下的 免了 坐下 她的语气已经十分不好了 若不是怕影响花来在众人心里的形象 她简直想现在就把她拎走 花来自己笑了笑解为道 江总是我的老板 又是我的经纪人 我得听你的 她端起酒杯 那这杯我敬大家 说着把半杯酒送进胃里 钟千千也瞧出了 二人有了些火药味 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 小来 陪我去趟卫生间好吗 江赫宇对着花来当众发火 这坐实了一些人的猜想 江赫宇是花来的金主 她凡事得听她的 花来正觉得尴尬烦恼 听到钟千千的邀请 她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笑着说 好呀 除了包厢 花来浅浅地吐出一口气 但笑道 谢谢何老师 钟千千心照不宣 太客气了 你还好吗 我看你喝了不少 花来虽然没醉 但酒精有些上头 现在正放大着她的神经 她觉得自己对钟千千 越来越没有距离感了 她摆了摆手笑道 我酒量挺好的 以前没少喝 有时候哪怕没应酬 自己和阮妮都要来几杯放松一下 两人在卫生间外间站着聊天 花来带着一点醉意 歪头看着钟千千 笑得迷云慵懒 何老师 我觉得你挺眼熟的 好像在哪里见过 钟千千也笑了 如果是男人说这话 我一定觉得是在搭讪 不过你这样说 我倒觉得挺真诚的 但是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 而且这些年 我也不在S时 花来 是不是你们文人 都喜欢四海漂泊 浪迹天涯 钟千千 别人我不知道 我妈的确不喜欢被束缚 花来越来越欣赏她 她总觉得 何以的故事一定很多 她是被岁月沉淀过的女人 但是她这个年纪 不可能一个家人都没有 怎么会如此自由 花来没有打探别人隐私的爱好 钟千千 你口红有点淡了 补一补 花来并没有带包出来 钟千千 打开自己的手提包 选了一只口红 和花来的色号接近 诺 花来瞥见她包里有不少现金 问道 怎么现在还带这么多现金 不都手机支付了吗 钟千千笑道 我不习惯用电子产品 说来你不信 我的手机还是按键式的 花来真惊讶地张开了嘴 这个时代 钟千千这样的年轻人 居然不用社交软件 花来真心赞道 你可真厉害 钟千千 习惯了其实没什么 网络上的事 我没什么兴趣 也就不耽误那个时间去关注了 她前几天去公司 正好也听说了花来和江赫宇的一些传言 她不是人云云云的人 但花来的助理找到自己说 花来将出演她的剧本的时候 她还是有点皱眉的 她看过花来的照片 的确漂亮 但是万一真的是个花瓶 要糟蹋她的本子 她是不会同意的 但是那天 他们聊了一通 她对这个女艺人的印象 立马有了改观 她觉得 花来是能把握住她笔下的女主角的 发现她为人虽然面面俱到 但点到极致 绝无越界 完全没有以色是人的那种痕迹 花来 你真难得 原本我也觉得 自己能做这样一个淡漠实实的人 但是后来发现 完全做不到 尤其是她死过一次以后 觉得世间的事也就那样 再大打不过生死 但是入了演艺圈 一切都在推着她走 她不得不为自己 也画了一副面具 得成名 得养家 191截胡 二人聊得有些忘我 直到江赫宇找来 才发现 自己出来有好一会儿了 江赫宇眸中 还有些不满 但更多的是温柔和担心 她像是没看到中千千一般 扶着花来的手臂 微微俯身 怎么样了 难受了 酒劲上来 花来的脸有些发红发烫 看起来的确像是喝多了的样子 她不习惯当着别人和江赫 与有亲密接触 便不动声色地避开她的触碰 笑着说 我没事 和和老师聊几句 江赫宇 进去吧 坐着好烧一线 中千千之趣地当个透明人 甚至细心观察起二人来 她越来越觉得这二人的关系 有些有趣 她只听过他们有些暧昧不清的传言 没看到照片 不知道那照片中 江赫宇是何等的情意绵绵 看今天桌上的情形 还以为他们二人真如传言那样 花来找了个金主 但是现在看来 江赫宇好像是真心紧张花来 甚至舍不得大声呵斥三人往包厢走 江赫宇有些埋怨 来之前就给你说了少喝酒 你怎么就是不听话 还真像情侣之间的小抱怨 花来反而态度比较冷淡 我自己有分寸 江赫宇的声音大了些许 你有什么分寸 我不叫住你 你还得喝下去是吗 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 这里虽然私密 但保不齐有狗仔混进来 到时候拍到你 喝得东倒西歪的照片 不知道又要怎么写 花来笑道 语气里带了点讽刺 你倒知道流言飞语了 她是酒精上头 没考虑那么多 所以觉得 即便钟千千在旁边 她也没怎么所谓 江赫宇是 本来就不打算隐藏 她对花来的追捧 所以 两人现在说起话来 道相是真的不把钟千千当外人了 什么都说 江赫宇低喝道 不许再喝了 还有 以后我不在的场合 你也不准喝酒 这应酬厂商的男人 你以为有几个好的 竟喜欢看女人灌酒 花来轻吃了一声 那江总呢 也喜欢 江赫宇 少给我顶嘴 再坐一会儿 我带你走了 三人回了包厢 花来的桌上 放着一杯蜂蜜水 不用想 也知道是谁安排的 大家更对他俩的关系 心照不宣了 只按探 这下工作可不好做了 有了投资人的金丝券 做女主 到底谁也不敢真的得罪花来 那以后这工作 还怎么开展啊 有人偷偷看向钟千千 钟千千虽然很少露面 但圈内的都知道 她对团队的要求是极高的 她曾经因为选角的事 真的和导演翻过脸 但是 她今天却是一脸淡然 好像对这个女主角 没有任何不满 散席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大家知道 江赫宇向来不喜欢那些声色场所 所以也没替换场继续的事 花来是江赫宇带来的 她现在要把她带走 旁人也没说什么 不料还没出大门 江赫宇在大厅遇上了 和别人谈生意出来的许行书 许行书看花来脚步有些虚浮 连忙和客户说了一声 客户走了以后 她才奔过来扶着花来的手臂 满脸担忧 小来 喝酒了 花来看到她 浅笑一下 哥 这个称呼在江赫宇听来 实在刺耳 她的目光盯在许行书 搭载在花来手臂的手上 不客气地把她拿开 而且站在二人中间 面色不渝 声音冷硬 许总 许行书绕到另一边 又站到花来身边 有应酬吗 结束了吗 一起回家吧 花来点点头 正准备给江赫宇道再见 江赫宇却不客气地说 我会送她回去 不劳许总操心 许行书被她霸道的样子 气得有点发笑 她知道江赫宇在吃醋了 也想给她找点不自在 便说 我和小来住在一起 我要回去 你让我不用管她 刚刚落后出来的钟谦谦 把这句话 一字不落地听了得清楚明白 她不知道该先震惊哪一件事 是震惊突然遇见许行书 还是花来和许行书 居然有这样的关系 而且 江赫宇貌似知道他们 是住一起的 她站在柱子后面 背对着三人 肩膀在微微发抖 即使这么多年不见 这个男人 还是让她心许难平 江赫宇 我说了 我会送她回去 我还要去看平平 许行书笑着说 等我们回去 平平都睡着了 江总这么没有礼貌 花来美好气地说 住嘴巴 我和行书一起回去了 对了 何一老师好像没有开车 你若还有精力 说着 拉着许行书的手臂就走了 留下江赫 与在原地气得差点暴走 她看着许行书 替花来拉开了车门 然后自己坐到了另一边 他们孤男寡女 又不是真的兄妹 凭什么坐在一起 花来喝了酒就发疯 她还记得 那一次 她主动缠她的样子 虽然说有药物加成吧 但是她本人 肯定也有点那方面的倾向 才会这样放得开啊 要是待会儿 在路上睡着了 那不得靠在许行书身上 许行书怕她摔倒 不得用守护着她 一直打鼓 奈何自己喝了酒 只得赶紧打电话给赵令 要她来送自己 去追许行书的车 钟千千看二人走了 有一会儿了 才平复好情绪 从柱子后面出来 还关切地问江赫宇 江总 还没走 江赫宇的情绪还没散 现在硬邦邦地说 等司机 说完想起花来的话 又道 你住哪里 我让人送你 钟千千笑着拒绝 不远 我打车就到了 不劳烦江总了 对了 徐小姐没和你一路 她真是忍不住 问出这句话的 她看得出 花来是个不错的人 应该对孩子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 和她相处的 究竟怎么样 而且 花来既然和许行书 住一起了 为什么又和江赫宇 纠缠不清 江赫宇突然想起 钟千千就是许行书 一直找的老婆这件事 花来一直没有明确说 她对许行书是什么感情 但看得出 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很亲密 她还肯为了她 把自己卖给公司 但是许行书对花来 应该不会有男女之情 不然也不可能 一直找自己的老婆了 江赫宇想 保险起见 是时候给许行书 找点事情做了 毕竟花来 绝不是那种 会插足别人家庭的人 江赫宇笑着说 她先走了 对了 上次你说你喜欢画画 刚好我的那个小朋友 又画了几幅 改天我带给你看呀 钟千千想起那天 在江赫宇办公室 看到的画上的双胞胎 心里泛起酸楚 笑道 当然好了 江赫宇 我这个朋友慷慨得很 我让他送你几幅 他最喜欢画家里的人 钟千千心里有了期待 要是能拿到一对孩子的画像 那就 好呀 求之不得192买世界找你 开往花来家的路上的车上 江赫宇闭着眼琢磨 花来不同意 公布他们前夫前妻的关系 要是每次去找花来 都提心吊胆 怕狗仔拍到 那岂不是会很累 而且还会惹他不开心 得想点别的法子 比如搬到他的隔壁 好主意 花来刚到家没多久 江赫宇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开门 花来没想到 他会追过来 忍不住骂道 你有毛病吧 这么晚了 你来做什么 江赫宇 这才八点半 哪里就晚了 女儿呢 我想看看她 花来瞥了一眼 推门进来的萍萍 没好气的回 睡了 萍萍很少看到妈妈这么凶 忍不住关心道 妈妈 谁让你生气了 稚气同声透过手机 传到江赫宇耳朵里 他得意的笑道 女儿没睡 你这个骗子 快开门 女儿是咱们俩的 我有探视权 花来摸了摸萍萍的头发 递给他一个温暖的眼神 讲电话的语气 却是冷冰冰的 马上就睡了 江赫宇哼了一声 你要不开 我就直接打给他 他可是很喜欢我这个爸爸的 花来气得骂了一句 无耻 江赫宇 快下来 我跟你说件正事 花来将信将疑 什么正事 电话里说 江赫宇 说来话长 电话里哪里讲得清楚 快点 花来 那就明天公司说 江赫宇 私事 私下说就行 花来 我和你没什么私事 不想听 江赫宇 关于许行书的 要你开个门 怎么这么费劲呢 听到是关于许行书的 花来猜想 又是生意上那些事 这方面他不敢怠慢 只得亲自去开了门 江赫宇看到他一个人出来 有些不高兴 故意沉着脸问 我女儿呢 花来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什么你女儿 真不要脸 江赫宇抱怨 我都好多天没看到他了 江叔叔 平平看当前妈妈在生气 挂完电话就下楼 他不放心 跟了出来 然后看到江叔叔居然来了 他兴奋地奔过来 江赫宇听见他的声音 已经蹲了下来 张开了双臂 两人默契十足 平平跳到他怀里 顺势搂着他的脖子 江赫宇把他抱起来 转了个圈 这一套动作 简直撑得上是行云流水 看得一旁的花来目瞪口呆 这两人 背着自己 已经熟到了这个地步了 两人亲密了一番 平平问 叔叔 你怎么这么晚了才来 平平差点就睡觉了 就看不见你了 江赫宇抱着他逗 怎么想叔叔了 平平顾忌到一旁的花来 不敢大声表白 便凑到江赫宇的耳朵旁 巧声说 想了 花来喝道 平平 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要和异性贴这么近 平平反驳道 叔叔又不是别人 他是好人 最好最好的那种 好到愿意做自己的半个爸爸 好到愿意拿很多很多钱 帮助舅舅 花来觉得这个女儿 是没法管教了 却不知道 血缘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小的管不了 他就骂大的 你也是 他这个年纪 正是性别启蒙的时候 你老是这样搂着他 他哪里分得轻好人坏人 你不知道 现在外面很多怪叔叔 你得让他和异性 保持界限感 江赫宇不以为然 还有些得意 这个我都叮嘱过他了 咱平平聪明得很 只和我亲近 他转向平平 平平 带叔叔去家里坐坐 平平小手 朝家门一指 走 两人自顾朝前走 倒把花来晾在了身后 气得花来差点跺脚 平平又和江赫宇腻了一会儿 才被花来喝去睡觉 江赫宇看着突然空落落的怀抱 有些意犹未尽 许行书呢 怎么没见人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 家里没有别人 平日家里除了庸人 就是秦素枝和三个学生 都睡得早 许行书回来 基本也是待在书房 或自己的卧室 花来 到底什么事 要叫他吗 江赫宇摆了摆手 神色轻松 不用不用 花来看他这副样子 不像是生意上有什么问题 在猜测江赫宇 刚才是不是旷自己的 花来 你最好是真的有事 他的眼神不太友善 江赫宇不是瞎子 自然能从里面读到警告 江赫宇 你知道钟千千吧 花来信没清楚 钟千千 他当然知道 许行书虽然从来没有 给他具体说过他俩的事 但是这个名字 他是听过的 花来 你怎么会知道 他你调查许行书 他只以为是江赫宇 猜忌自己和许行书的关系 所以才去调查他的情感事 江赫宇笑道 他回来了 这一下花来是真的震惊了 他知道许行书一直在暗中找他 隔一段时间 他的情绪就会很失落好几天 他问过他的助理 是因为那时候得到了钟千千的信息 但又没找到人 而且许行书的生意困境 拖了这么久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他根本无法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 如果钟千千真的回来 那许行书自然不必说了 两个孩子也将有了妈妈 那这个家就圆满了 而自己也不必再为他们操心 花来 他回来了 在哪里 他实在激动 身体不由地往前亲过来 气息都扑到江赫宇面上了 江赫宇没回答 而是问 你希不希望他回来 花来一心都在钟千千身上 脱口道 废话 当然希望了 他到底在哪里 你怎么找到他的 江赫宇悠悠道 那他回来了 你怎么办 你和许行书的关系 花来即道 什么我怎么办 再说 我和许行书能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朋友 家人 如果他误会的话 我可以解释 我也会立马搬出去的 江赫宇满意的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花来看着江赫 与这悠然自得的样子 冷静了一分 你骗我的 江赫宇认真的说 我可没有 他哪里还敢骗花来 花来 那你倒是说他在哪里啊 这些年 他全国各地都找了 每年都要跑几个地方 但是每次他都是 出现以下就不见了 你快说 不然他又跑了 江赫宇原本是看好戏的 但是听花来这样一说 他就有些替许行书难过了 他闷闷地问 你以前 是不是也这样躲着我 我一直以为你不在了 不然我也会满世界找你的 193中千千还是何以 花来现在哪里有闲功夫 和他扯这些 你快说啊 他到底在哪里 江赫宇偏要掉他的胃口 其实你也见过 花来正了正 我见过 在哪里什么时候 江赫宇淡笑道 就今天 花来目光飘开 努力在回想 今天见过的女人 白天在公司见了不少同事 但那些人再心合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且平日都有曝光 没道理许行书没发现的 毕竟不是 谁都像江赫宇这样 是个大傻子 后来 吃饭的时候 席间有三位是年轻女性 虽然他们做的都是做的幕后工作 但是都是成名已久 没道理能隐藏这么多年的 他思来想去 面上的表情逐渐起了变化 他看向江赫宇 试探地问 何以是笔名 江赫宇看着他 笑着点了点头 你不算傻 花来顾不上对他 而是激动地说 我就是觉得他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是妮妮 妮妮长得像他 他甚至激动到忘乎所以 抓住了江赫宇的手 就差点在原地蹦起来了 江赫宇一动也不敢动 他怕自己一动 那手就撤走了 他贪恋他的主动贴近 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 他回来了 花来就差喜极而泣了 江赫宇 别人的老婆回来 你高兴个什么 花来的手 已经自然而然地拿开 你不知道 俩孩子有多想他 他们要是知道妈妈回来了 一定会开心到飞上天的 江赫宇眼含笑意 目光深深地看着他 他仿佛看到六年前的花来 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 生气了会十点小坏 开心了会推着他转圈 他从不吝啬在他面前 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他变了很多 但还是这么善良 会因为别人的事 开心成这个样子 他想多看看这样的花来 却又忍不住道 那平平呢 他也渴望爸爸的 花来脸上的欣喜 果然慢慢退去 江赫宇的嗓音有些暗哑 宝宝 我也想给女儿 一个完整的嫁 你能不能 花来的声音突然就冷了 他站起来 你回去吧 江赫宇苦笑一声 你怜悯别人 却不可怜可怜自己的孩子 你就是这么当妈的 花来仰头看向他 目光冷峻 他是还未出生 就被抛弃的人 江赫宇 我解释过了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也是呗 花来打断他 那后来呢 你明明知道我有了他 也知道他们 要我打掉孩子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哪怕说一句 让我留着他 我们今天也不至于 走到这个地步 江赫宇猴杰滚动 声音浑雅 所以 你后来也对我 还有期待的 是吗 是的 花来在收到 少学卿带来的 离婚协议以前 一直对江赫宇 还抱有幻想 希望他赶紧回来 把董漫衣的出现 解释清楚 说几句好听的 让他安心 但是他没有 他签了离婚协议书 厌恶地看着他 离开江家 花来深吸一口气 现在没有了 江赫宇不想破坏 他们今天原本 还不错的氛围 他道 我先回去了 花来把头偏向一边 没有理会他 他转身走了两步 又停住脚步 钟谦谦的事 你先别告诉许行书 花来是打算 马上就去告诉许行书中 签签回来了的事 为什么 江赫宇好像突然就懂了 花来这六年 天各一方的心境 苦笑道 他躲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他想被找到吗 花来 难道就这么算了 就算有什么误会过节 这么多年 他们也该解开了 说起别人来 都是一套一套的 但到了自己身上 却又成了过不去的砍了 江赫宇 这个项目才当当开始 他这几个月 都会留在这里 前提是你不惊动他的话 我会想办法 先试探试探他的 总得先了解了解情况 再想对策吧 花来这才点了点头 自己果然还是冲动了一些 江赫宇 那有什么情况 我会联系你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花来疑惑道 这是许行书的事 你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 如果是想确认 花来和许行书的关系 那现在他已经确认了 之后的事 没必要再管 江赫宇笑道 想和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如果能帮他们解开心结 也算我江赫宇 做了一件善事 走了 说完他转过身 真的走了 花来却还愣在原地 钟谦谦的出现 让他思考起自己的处境 他知道一家团员的重要性 而且平平那么的喜欢江赫宇 但自己心里却卖不过那个坎 给平平一个完整的家 况且现在自己 并不爱江赫宇了 这辈子 大概也不会再为别的人动心 花来看了看时间 最后还是敲开了许行书书房的门 他把一杯热牛奶 放到许行书桌上 许行书顺手端在手里喝了一口 谢谢 怎么还不睡 花来拉了个凳子 在他旁边坐下 闷闷不乐地说 心里烦 许行书停下手里的工作 欠了欠身 问道 怎么了 花来叹了口气 没说话 许行书联想到晚上的事 问道 因为江赫宇 花来这才点了点头 许行书 说说 花来 他找我复合 许行书 我看出来了 你怎么想 花来摇了摇头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了 许行书笑道 那你在苦恼什么 花来 平平很喜欢他 而且一直渴望有父亲陪伴 许行书 我明白了 你不想和他复合 但是为了 想给平平一个完整的嫁 你动摇了 花来看着他 真像一个虚心求教的小妹 可以吗 许行书 我明白了 你是为了女儿好 但是人都是自私的 我觉得 你应该先考虑你自己 你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母爱 感动的只有你自己 现在已经不是救社会了 女人不是 只能为家庭为别人活 要为自己活 如果他不是看到花来那些年有多痛苦 他现在也不可能劝他自私 关于终有一天 要和江鹤宇面对面这件事 他真的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 花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心里乱七八糟的 驴也驴不清 他从十多岁开始就扛起这个家 做不到只顾自己 许行书抱歉的地说 对不起 是我把你拉到 他这个漩涡里来的 你在外国原本生活得很好 花来埋怨地看着他 你又来了 不是说好 不再提这事吗 许行书苦笑着点了点头 花来 那你和嫂子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 你都没说过 他总算聊到了 自己今晚进来的目的 194采访 许行书明显一愣 怎么突然问这个 花来慢腾腾地说 家庭不易啊 想听听你们的故事 看他会不会比我的更糟糕啊 真是一副好奇又苦恼的样子 许行书靠在椅背上 笑道 真想听 花来点点头 对啊 我知道你这些年在找他 我这行认识的人天南海北的 还不少 你说说 说不定我哪天就遇到他了 把他给你带回来 他一双俏皮的眼睛 看着相伴多年的兄长 许行书摇着头苦笑 带回来做什么 他现在 他突然不知道该对他做何猜想了 是得到自己想要的自由了 还是找到那个 和他心灵切合的伴侣 或者有了新的家庭 他不知道 他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许行书 他可能早就忘了我了 还有妮妮和玲玲 花来 怎么可能 我是做母亲的 不管他和你有什么过节 但对孩子 绝对是放不下的 说不定隔三差五 还扒着学校的门看他们呢 许行书反驳的单粹 他才不会 他这个人 根本就没有心的 生下他们没多久就跑了 你说 有哪个当妈的 会这么狠心 两个孩子 还没断奶就不要了 他越说越气 后来在花来的木凳口呆里 又小声补充 当然 我肯定也有问题 十多年前 年轻气盛狂傲不羁的许行书 作为优秀毕业生 被大学母校请回去做演讲 演讲结束 学校宣传部要出稿子 让当时新闻系的钟千千 对他做个专访 钟千千提前和许行书的助理 约好了时间 那时候 许行书已经在接管家里生意的事 非常的忙 忙到忘记助理提醒过他 演讲结束后 还有一场半个小时的采访 许行书走下学校大礼堂的演讲台后 钟千千在前排的观众席 看到他微笑着迎面 向自己走来 那时候 光都打在他的身上 他瞬间就觉得 那个人的每一步 都踏在自己小小的心脏上 踩得他恍惚到 差点站立不稳 他站起来 嘴唇微张 你 好自还没说出口 许行书却直接从他身边的过道 大不留心地走了 没有半分停顿 钟千千瞬间脸红不已 他原本以为许行书对着自己笑 是因为认得 自己就是 今天要采访他的人 没想到人家的微笑 只是一个礼貌的表情而已 他也是戏里的佼佼者 自有自己的骄傲 心里虽然鄙视许行书的傲慢 却还是本着负责的心态追了出去 他周围的人不少 有很多他的迷妹 想和他合影 钟千千被挤得乱了方寸 手里却紧紧地抓着录音笔和本子 忍不住在嘈杂中 气愤地叫了一声 许行书 然后他的本子就被接了过去 在塞到他手里的时候 上面多了三个艺术体的字 许行书 钟千千拿着本子 愣在原地气笑了 所以 自己也被当成迷妹了 那一瞬间 他有点想罢工的 自己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 又朝许行书追去 自己没道理 连一个学长都拿不下 许行书已经上了轿车 他接下来要回公司开会 他雄心壮志 总觉得未来的S事 都是自己的 所以他对事业 付出了百分百的热忱 钟千千从助理那里知道 许行书是十分难约的 错过这半个小时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排上队 而且学校要求了 这篇稿子 这周五就得刊登在校报上 他耗不起 他顾不得那么多 追着轿车就开跑 一边跑一边 挥舞着本子叫 许行书 等一下 等一下 许行书那时候才22岁 被光环围绕带来的荣誉感 让他十分的骄傲 他从后视镜看到后面奔跑的女孩子 有些无奈的对司机说 泽泽 现在的大学生 不好好学习 竟然追星 况且 我又不是真的明星 话虽无奈 但很明显 他很享受这种追捧 这是校园里面的路 行人不少 车速快不起来 司机当然懂他 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 还故意把车速放得更慢 钟千千跑得气喘吁吁 又气得不行 这许行书 分明是在吊着自己 他只后悔 当时没问他的助理 要到他的电话号码 不然 自己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狼狈 追了又有百十来米 司机说 看小丫头挺喜欢你的 少爷 咱们停车 许行书刚才还得意的俊朗面孔 现在醋了醋眉 说了不要再叫我少爷 叫许总 司机 许总 我们停车吗 他估计就想和你拍张照 许行书满意急了 停吧 车突然停下 钟千千大汉淋漓 站在原地喘了好几口气 才追上来 手死死地攀住车窗 他的手拿开的时候 汉字在车窗上留下五个手指印 许行书皱着眉 把玻璃降下 笑得平易近人 拿来吧 钟千千喘喘着气 不明所以 什么 许行书 你不是要拍照吗 手机 或者相机 钟千千对他的自以为是 一点都不惊讶了 毕竟自己的采访本上 现在还有许行书的艺术签名呢 他道 学长 我是新闻系的 之前和诚哥约过你半小时的采访 他看许行书的脸色有点僵住 明显起了尴尬 心里暗叹一口气 自行找不 今天我们是文字专访 不拍照的 可以吗 到时候 会骗你今天演讲时的照片 许行书这才暗暗缓和了神色 他抬手看了看表 上来吧 钟千千原本像探监一样 和他隔着半块玻璃 还微微弯着腰 听到这句话 明显惊讶 啊 许行书 我等下和公司高层有个会议 不能迟到的 你上来 我们边走边聊 钟千千算是看出来了 许行书这人太年轻 浮躁 虚荣 还是钻进了许行书的汽车 和他并排坐着 他打开录音笔 然后翻开本子 上面明晃晃地印着许行书三个字 许行书差点找个地洞钻进去 还好钟千千 及时把这一页翻了过去 司机把握着时间 车到公司楼下的时候 采访也刚好结束了 钟千千收好自己的东西 保持着最好的素养笑着说 谢谢学长 那我就先回学校了 再见 最好再也不要见 这傲慢的孔雀 许行书却说 等一下 钟千千的手放在车门把手上 回头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嗯 许行书对司机说 才说 送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后面一句话 是对钟千千说的 钟千千不奇怪 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虽然她和她的助理说过 但是她连采访这件事都能忘记 怎么可能记得她的名字 钟千千 许行书 才说 帮我送千千同学回学校 钟千千 不必了吧 我搭公交就到了 许行书虽然没坐过什么公交 也不知道 这里有没有去学校的车 他为了继续保持 自己散发着光的学长的完美形象 微笑着说 这边没有公交站 让财叔送你 再见 千千同学 说着 他自己推开另一边的车门先走了 钟千千忐忑不安地 坐着许行书的车回了学校 195梦中情人 第二天 司机接许行书去公司的时候 递给他一个红色发卡 许总 今早清理车的时候 再坐一下捡到的 应该是昨天那位女同学的 许行书一脸嫌恶地 看着这个红色毛线编织的发卡 他的金属部分已经有些发秀 这种玩意儿 他还是小学的时候 从女同学头顶上见过 怎么这个年代 还有人别这个 而且还是个大学生 许行书开始低头看早报 面无表情地说 扔掉 财叔回过身 好的 车航到半路 许行书的电话响起 是他大学的同学陈轩 问他昨天是不是回母校演讲了 许行书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才有了一点年轻人的放松和自在 陈轩说 我还听说 是新闻系的才女采访的你 怎么样 相处愉快不愉快 许行书 财女 你说的是钟千千 陈轩 对啊 你忘了 之前货文还追过他 被他拒绝了 我们还一起去酒吧 陪他失恋买醉来着 许行书 他追过那么多女生 每次都要死要活的 我哪知道谁是谁啊 陈轩 那小子知道是钟千千采访的你 极度的在生闷气呢 觉得你抢走了他的梦中女神 许行书笑道 王八蛋 他追人家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况且 我和那丫头可什么都没有 要说有 也是有一点点尴尬自己 把他当成了小迷妹 陈轩 人家钟千千 可是大美女加大才女 他们那一届公认的女神 也就你这样一天 只想着赚钱的家伙 才不把她放在眼里 许行书回忆了一下 钟千千是挺美的 昨天沟通了半个小时 聊得还挺尽兴 但要再多就没有了 许行书 我周六有空 出来聚一聚 大半年没见了吧 你叫上他们 老地方 他最近谈下了一个大项目 在事业上春风得意 正好可以和几个兄弟分享分享 陈轩 没问题啊 就你最难约 你都开口了 谁还敢不给你把时间腾出来 不过你 他故意停了下来 许行书催促 有话就说 陈轩 要是你能把钟千千约出来 胜光那个项目 说不定老货 就怂恿他爸给你了 哈哈哈哈 他们日常都是这样开玩笑 许行书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可 许行书 还念着他呢 陈轩叹了口气 原本没有的 这不听说你昨天和他的事 又起了念头吗 昨晚抱着电话 对着我骂了你半天呢 许行书笑道 关我屁事啊 陈轩 朋友欺不可欺啊 许行书 狗嘴土不出象牙 我和他可就一面之缘 行了 不和你废话了 许总马上到公司了 辉煌的一天 即将开始 陈轩 是是是 不打扰许总了 祝福许总 日进抖金 裁员广进 挂了电话 许行书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 他忙于生意 太久没有和朋友聚了 这一通电话 他青春的活力又澎湃起来 他收拾好表情 才说 刚才那个发卡呢 司机 下车再丢 刚没找到垃圾桶 许行书 给我吧 司机愣了一下 把发卡递了过去 许行书拿着他看了看 没什么特别的 硬要说有 那就是救 看那丫头的穿着 也不像连一个发卡 都换不起的人 他把他收进口袋 到了公司 他让助理等 昨天的采访搞出来之后 把笑报给他一份 他也想看看 那才女到底是多有才 让一个花花公子念念不忘 周五下午的时候 母校的笑报 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 他抽了五分钟的时间 把自己的半板专访看了两遍 擒着笑点头 看得出他挺满意的 心里甚至萌生出 就让钟谦谦从此跟着他 专门记录他的分工尾计算了 但只是想想而已 自己没有浮夸到这个地步 周六的时候 四个大学朋友在会所碰头 许行书把西装扔到沙发上 看着霍问左拥右抱的美丽女郎 不可思议地说 不是说 你小子在失恋的伤痛中 走不出来吗 现在怎么回事 霍问递了一杯酒 给他你没谈过你不知道 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就当是你背着我和我的梦中情人 私下见面的陪脸 许行书接过酒杯笑着说 你可真不要脸 一杯酒毫不犹豫地滑入喉咙 他接手的虽然是家族生意 但在他大四实习以前 父亲从来没有让他参加过任何应酬场合 这一年多去了公司 是参加了不少 他觉得至此 自己才算是真正的成年了 他非常享受这样的场合 像是一种证明 他还年轻 父亲也放手 让他去玩 几个人家境相仿 自然能玩到一块去 相互说了一些工作上的事 又回忆了一会往昔 渐渐都带了几分醉意 正东到西歪的时候 有敲门声响起 一个女郎起身去开门 然后身后跟进来一个 穿着工作裙的女生 端着个托盘 他担心跪在矮几旁 在昏暗的灯光中问 还算清醒的许行书 先生 要不要再来品酒 许行书抬了一下眼皮 笑得慵懒迷人 是你 女孩本来看到一堆醉鬼 就一直紧绷着神经 听到这声音 抬头看向许行书 惊讶到 学长 许行书看着穿着 女仆装的钟千千 他朝一边叫了一声 老霍 你的梦中情人来了 若在平时 他肯定不会如此轻浮 但是现在他有些醉了 面对的又是自己的好兄弟们 实在是太放得开了 霍问也抬起眼皮 努力睁了睁眼 千千 他原本是要站起来的 谁知道脚下虚浮 直接朝前扑去 钟千千顾着托盘上 十多万的这瓶酒 第一时间不是起身逃开 而是惊叫一声 把酒护在怀里 把头缩进膝盖 霍问没跌倒在他身上 因为陈轩及时扶住了他 而许行书 眼疾手快地矮身 把钟千千护在身下 196 别同情我 那只是他的本能动作而已 看霍问坐稳了 许行书才把怀里 瑟瑟发抖的钟千千 拉了站起来 这一折腾 他酒醒了两分 霍问却还是老样子 还指着他说 别碰我的千千 许行书立马放开 拉着钟千千的手 笑着说 没碰 没碰 钟千千现在不仅认出了许行书 也认出了这个 曾经短暂追求过他一个周的霍问 他促着眉 说道 既然几位先生不需要 我就先出去了 说着转身就走 他长得美丽 女仆装把他的腰身 完美地展露无遗 在这昏暗的灯光下 配着他惊错的表情 的确动人 有几分罪意的许行书 都觉得他这个样子真好看 好看到有点想要保护他 现在他要走 他心里竟然有点空落落的 霍问这人 追求女孩子 一向没脸没屁惯了 现在看到钟千千要走 自己窜到他面前 双臂一身 不许走 钟千千吓得退了一步 他兼职的时候 见过态度罪鬼 他们会把男性的丑恶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他的面前 但他毫无还手之力 他这一退 直接撞上一个温热的胸膛 他惊恐地回头 看到许行书正拧眉望着他 许行书是不满霍问的流氓 想要拉开他 但这一碰撞 在钟千千看来 自己现在就是 前有猛虎 后有恶狼 霍问眼神迷离 口齿不清 千千你先别走 我喜欢你 你答应我 他一边说 一边从裤袋里掏出个钱家 然后从里面掏了一叠钞票 歪歪斜斜地放到他的托盘 给你钱 作我女朋友 钟千千受过的侮辱不少 霍问这个算不上什么 但他就是气啊 这一群人 都是上过学校荣誉榜的人 怎么会如此误会不堪 而且背后这一个 还是刚刚作为 优秀毕业生返校演讲 给很多学弟 学妹带去光的人 恶心 许行书一把扶着霍问 目光突然就冷峻了些 老霍 你过分了 霍问不解地看着他 他卖酒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他钱是在帮助他 他没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说着 他还要去抽自己的银行卡 被许行书一把夺过钱包扔到一旁 然后面带歉意地看着忍怒的钟千千 对不起 我们喝多了 酒你留下 会寄到你的名下 你快走吧 钟千千瞪了他有四五秒 瞪得他真是无地自容 他抱着托盘和酒 拉开门走了 刚才托盘里的钞票散落了一地 霍问还要去追 被陈轩和许行书架着扔到了沙发里 然后竟然闭着眼睛睡着了 许行书看了一眼霍问 对陈轩说 你看着他 我去看看钟千千 他刚才好像摔到腿了 陈轩 哎 他的话还没说出来 许行书已经追出去了 外面的温度低一些 这温差给他醒了酒 他快跑了几步 看到钟千千在另一个包厢门口做深呼吸 看样子是准备进去 许行书突然就有点心疼 他手一挥 他托盘上的酒 他眼睛都不眨 可以买十瓶 那不过是点零花钱 但是他为了一点点提成 哪怕刚刚受了骚扰 现在还是要笑着去敲下一道门 他理着刚刚弄得有点乱的头发 又拍了拍裙子 然后抬起手准备敲门 手刚抬起来 手腕就被人捉住 他看着高了自己一个头都不止的许行书 眼里马上蓄起厌恶的神色 这让许行书有些生气 钟千千不再伪装 他对这个人的厌恶 这人不仅高傲虚荣 居然还这么流氓猥琐 真是人不可貌相 他低贺 放手 许行书侯杰滚了滚 我有东西给你 钟千千冷笑一声 不需要 许行书的手伸向裤带 钟千千看着这个熟悉的动作 以为他又要掏钱包 我是卖酒的 不是卖的 请你放手 别再侮辱 后面的话他没说出口来 因为许行书的手心 躺着的是一枚红丝的发卡 他一只手端着托盘 一只手被许行书捏着 想去拿发卡都不行 他又说了一句 放手 这时 这次语气明显软了很多 许行书也放了手 到旁边来 别人要进出的钟千千 针跟着他到了旁边 然后把自己找了半天的发卡 拿了过去 掀翻看了一番 看到没问题 然后一抬手 就别在了自己头发上 谢谢 他温声细语地说话的时候 声音非常好听 和那天采访时的专注 和职业不一样 和刚才推酒时的恭敬不一样 和呵斥自己时的脑木也不一样 现在这样温柔 就像和风细雨 在春天的时候 飘在万物身上一般 许行书不由自主地弯起嘴角 不客气 我一看 就猜到是你的 我看他 有些旧了你还带着 对你一定很重要 想着 改天去学校还给你的 谁知道这么快就见面了 他第一次胡说八道 还说得这么真诚 可能是以前听货问 和女孩子讲电话讲多了 他知道怎么说 别人才喜欢听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 去讨好一个女生 还好 表现得还不错 钟千千又说了一声谢谢 许行书趁此机会说 不好意思 刚才喝了点酒 货问也喝多了 他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坏 希望你不要多想 钟千千想赶紧走 今天他还没有卖出去酒 他这份工作没有底薪 他若卖不出去 今天一分钱都拿不到 如果拿不到钱 弟弟不知道 又要怎么逼迫自己 他说 我知道了 没事 我先走了 他朝许行书微微弯腰 这是他的工作习惯 然后就绕过他要走 还没错开身 他就觉得手上一清 许行书把那瓶酒拿在手里 别去敲了 早点下班吧 这酒我要了 钟千千要拿回自己的酒 因为他知道 许行书根本不需要他 他讨厌这种怜悯 他活在泥沼里 但是不需要任何怜悯 他的手 哪里有许行书的长 他往左 许行书的手就往右 他往右 许行书就把手举了起来 他跳起来 许行书就把酒换了 只手垂了下来 他还要去抢 许行书忍不住笑道 还挺可爱的 那时候他 虽然从校园离开不久 但穿着衬衫 警示的胸肌轮廓分明 身上喷着象征成熟男人的淡淡香水 不管怎么看 别人都不会再叫他男生 而是 男人 钟千千刚才跳起来拿酒 这一落下 格许行书进急了 他第一次觉得 荷尔蒙气息是如此的具体 他有些恍惚 连忙退开一步 目光坚定 别同情我 你们不需要 197没时间谈恋爱 许行书却不以为然 我存在这里 下次来喝 你可以下班了 他以为钟千千要么感激 要么生气 没想到他迎着他的目光 你看上我了 他见过太多要用钱 博取他好感的男人 许行书稍微婉转了一些 大多数的都像货问那样 直接把钱塞他手里 许行书本能的要否认 但钟千千那句傲的脸 让他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他噎了一下 提着酒走了 只留下一句话 你下班了 回去 许行书回到包厢的时候 陈轩正张罗着要走 见他拿着瓶酒 喝了一身卧槽 还喝 许行书把酒放下 不喝了 存这儿 给他司机打电话了吗 陈轩拿起酒 说 马上到这不是 刚才钟千千那瓶吗 你买了 许行书没有正面回答 他脚扭到了 看起来挺可怜的 大家好歹也是校友 陈轩把酒放回去 他是挺可怜的 爹妈都没有 什么 许行书以为自己听差了 陈轩 你不知道啊 他爹死得早 他妈带着他改嫁 南方带了个儿子 后来他妈又闹病死了 就剩下他 成天受那父子欺负 许行书脑袋轰的一声 怎么欺负 他想起刚才钟千千穿 女扑装的样子 陈轩 那就不知道了 听说他妈死得早 养父对他虽然不好吧 但一直养着他 他上大学后 就一边念书一边挣钱 说是要挣够钱还给养父 然后断绝关系 但他一个学生 哪里换得过那老奸巨华的狐狸 这几年挣的钱 全搭进去了不说 还得继续伺候 当那废物儿子娶媳妇 许行书震撼不已 他之前看钟千千开朗大方 竟没想到 他的成长这么的阴暗 他问 你怎么知道 陈轩害了一生 咱没毕业的时候 老霍不是追他吗 追不着 就找他宿舍的好姐妹 打听了小道消息 那时候 老霍就要给他钱 为他赎身 他自然没要 后来老霍 还找人把那对父子 打了一顿 替他出气 哪知道 这更惹他生气 因为请不起护工 照顾两个废物的重担 就落在他身上了 后来老霍 又看上英文系的一个女生 就没管他的事了 许行说 我居然不知道 陈轩笑道 那时候快实习了 你忙着你的生意呢 没告诉你具体的 反正老霍 自己也没当回事 酒局散了以后 许行书没有急着回家 司机问他要去哪里 他投靠在椅背上 心不在焉地说 先开吧 财叔只能胡乱地开 许行书心里 隐隐有种冲动 他想去找钟谦谦 但是他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 而且自己这样贸然出现在他面前 算什么 他只会以为自己 和霍卫一样轻浮罢了 财叔还没看到 许行书如此无精打采过 他揣测了半天 试探地问道 许总 那发卡 你还给人家了吗 许行书悠悠道 还了他挺宝贝的 才书道 去学校转转吧 我还记得你念书的时候 晚上我来学校接你 那夜景可真美 去学校 好好好 靠近一点点也好 许行书坐直身体 去 那天 他在校园逛了半个小时 并没有看到钟谦谦的影子 校园那么大 要不是那天他追了他的车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交集 他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因为工作太忙 渐渐地也把这人放下了 反正他这么多年 对谈恋爱也没什么憧憬 他的目标 是搞事业 从会所分别后的第二周周五 许行书在一家餐厅应酬 上菜的时候 他一抬眼 就看见钟谦谦 他穿着餐厅的工作服 熟练地把菜一一摆到餐桌上 房间的人不少 许行书隔他有点距离 他并没有发现它 等他出去不到十秒 他就扯了个理由跟出去了 许行书追上他 他直接拦到他的面前 钟谦谦一个不防 差点又撞上他 待看清来人后 他的脸上起了一丝薄怒 许行书的语气 有点质问的意味 你到底打了几份功 钟谦谦看得出 他对自己的态度 已经超越了校友的界限 他明白 那眼神里包含的情绪是什么 他不冷不热地说 135这里 246那里 可以让一下吗 我在工作 许行书不让 这几天没看到就罢了 这突然又看到 他的心又开始悸动起来 钟谦谦嘲讽道 今天的工作是固定工资 可没有拿提成的项目 许行书 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 钟谦谦 没必要 许行书脑袋一热 我喜欢你 把你的号码给我 大概钟谦谦没见过 比他还凶的表白的人了 他居然愣住了 那几个字都说出去了 许行书便豁出去了 我不耽误你工作 你给我你就走 他以为还得僵持一会儿 他已经知道 学校追求过他的人不守 但没人成功过 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掏出了手机 许行书把自己的号码拨了一遍 心里快要袭击 而且面上却是没什么表情 我会打给你 说完真的走了 在位置上坐定以后 他心里才泛起甜蜜 这算是谈恋爱了吗 他表白了 但钟谦谦好像 没有回应 这种甜蜜有点怪异 他没从事业上体验过 他想跑一跑 跳一跳 甚至大叫几声 但是周围坐的都是大佬 他只得把自己的情绪 都压了下去 后面进来的服务生 不再是钟谦谦 这让许行书有些失落 钟谦谦下班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他刚从大门出来没走几步 许行书便出现在他面前 满含期待地说 我在等你 钟谦谦是有些诧异的 许行书 你饿吗 我带你吃宵夜 然后送你回学校 谈恋爱这种事 他居然无师自通 没什么好学的 喜欢一个人 就是换着花样讨好他罢了 钟谦谦语气冷冷的 不用了 我搭地铁 许行书 不安全 钟谦谦看向他 我不是第一天在这里上班了 许行书 以前的事我管不着 以后 我都会送你 钟谦谦叹了口气 拿出手机 把屏幕按亮 现在十一点二十分钟 我回去是十一点五十 收拾完睡觉 是十二点十分 明年早上七点钟 我还有工作 如果你真的好心 就不要耽误我现在的时间 我很困 许行书 车上睡 钟谦谦 我没兴趣 陪你们有钱人玩这些游戏 我不管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我 没时间谈恋爱 198从朋友开始 许行书 没关系 我不会打扰你的学习和工作 他心甘情愿 为一个认识不过半个月的女孩子妥协 钟谦谦谋中 起了一丝哀伤 你放过我吧 好不好 去找别的女孩玩 养父的弟弟 念完中庄后 就没上学了 现在已经在农村老家 谈了个女朋友 但是女方 要二十万彩礼 才肯结婚 钟谦谦要正满这二十万 才能从那个家逃离出来 不然他连户口本 都签不出 永远都要和那一对父子 做一家人 许行书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是玩 我没谈过恋爱 也没喜欢过别人 这些年 只知道读书和做生意 直到看到你 心动了 我们能不能试试 他言辞恳切 语气真诚 钟谦谦阅人无数 他现在竟有些恍惚了 他采访过许行书 他知道他的背景 家境优渥 个人能力也强 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优秀者 清水路 哈 钟谦谦 我在清水路租的房子 许行书马上反应过来 喜笑颜开 好 那你饿不饿 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钟谦谦摇了摇头 他很累 他只是想暂时找个人 靠一靠缓一口气 我们做朋友 许行书 好 先做朋友 钟谦谦上了他的车 他礼貌地向司机问好 并表达谢意 才叔在车里观望了半天 看到少爷把丫头拐上车 竟然有种要热泪盈眶的冲动 路上许行书 没特意找钟谦谦说话 便一路沉默 到了地方 许行书跟下车 我送你进去 钟谦谦 不用了 就几步路 我经常这么走 许行书看着暗暗的巷子 我觉得不安全 以后我陪你走 钟谦谦便游了他 这里的环境并不好 巷子又窄又暗 许行书差点被路上的杂物绊斗 还是钟谦谦及时扶住了他 钟谦谦 我都说了 让你别来 他对黑暗的这份淡然和习惯 让许行书心里很不好受 但他说不出 要他换房子的话来 这房租多少啊 钟谦谦 就一个单间 二百块 两百块 你一个人住 嗯 一个人自由 我还是觉得不安全啊 这要是半道窜出来一个人 钟谦谦笑道 前面不远 有个治安亭 有人执勤的 我是穷 又不是傻 在一个小门前 钟谦谦停下脚步 我到了 许行书看着漆黑的楼道 这些都是自建房 少说也有三十年历史了 许行书这种富家少爷 完全无法想象 现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 还有这种没有光能照到的地方 许行书 你住几楼 钟谦谦 二楼 许行书 你上去 我再走 他没有提出要求进他的屋子 这让他暗得松了一口气 许行书在楼下站了两分钟 头顶有推窗的身影 房间的灯光也照了出来 钟谦谦探出头 小声说 回去吧 许行书也仰头小声说 把门窗锁好 钟谦谦朝他挥了挥手 示意他快回去 许行书心里十分不舍 最后还是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那之后 每天他都等着钟谦谦 一起下班送他回去 每次都直到楼下 一个周以后 钟谦谦再回去 发现巷子里亮起了路灯 还装了监控 他惊讶地挖了一声 乐道 这里可算装灯了 听说前天有个老太太 晚上出来 还摔了一脚 许行书看着蹦跳的钟谦谦 心想 这笔钱花的也太值了 花莱双手拖着腮 听得很认真 到这里 他忍不住道 你俩挺甜的 许行书也先在甜蜜的回忆里 点了点头 后来时间长了 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他爱自由 也需要陪伴 花莱想到何以 我感觉了他养父的是 他和那个家彻底断绝了关系 户口也签了出来 他毕业不久 我们就结婚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脸上不起忧愁 花莱捕捉到他表情的变化 问道 他怎么同意这么早结婚 我觉得他 应该是更侧重事业的那种人 而且应该会抗拒婚姻的束缚 许行书苦笑 你说的没错 那时候 他在一家杂志社工作 做得挺好的 他开朗自信了很多 但是意外怀孕了 许行书 他事业刚刚起步 他的人生刚刚开始 他背着我去打胎 最后却又从医院逃了出来 那天他对着我 又打又骂了好久 我才知道他怀孕的事 而且 是双胞胎 他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许行书 双胞胎 他舍不得我便拉着他结了婚 承诺等他生下宝宝 就让他自由 他就可以出去继续工作 花莱听的心惊 他能体会那种 被怀孕左右人生时的无奈 虽然他们没有准备好 迎接孩子的到来 但他们都舍不得抛下他们 许行书 他运气反应很大 没法正常工作 所以他只能离职 那段时间 我的事业也在上升期 非常的忙 每天陪伴他的时间很有限 有时候出差回来 看他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保姆不敢叫醒他 只能在旁边守着 生了宝宝以后 原本说好的回去上班 也没能去城 孩子根本就离不了他 尤其是玲玲 看不到他就哭 我是后来无意间 替他接了个电话 才知道他那时候 已经在看心里 一生了抑郁症 运气就有了 花莱觉得自己 过得已经够苦了 却没想到 这个世上 比他苦的女人 到处都是 许行说 那时候我生意遇到点问题 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每次回来都听到孩子哭 他也是一张哭丧脸 和他说话爱达不理的 我即使知道他有抑郁症 却还是禁不下心安抚他 只觉得很累 那鸡飞狗跳的婚姻生活 不是我想要的 我们偶尔还会争吵 那是他对我说话最多的时候 我知道他怨恨我 是我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困于家庭 后来 有次我出差了三天 家里的保姆又打电话 说他一天没回家了 我没当回事 那已经不是 他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我为生意的是焦头烂额 他从来没有关心过半句 我们就这样相互埋怨 越走越远 那次我回家后 发现他还没回来 我志气没再去找他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199试探 哗来 他彻底走了 许行书捶着头 我等了一个周他都没回来 给他打电话 关机 连打了几天都是这样 我才慌了 我去翻了他的东西 发现他私人的证件什么的 全都没了 我报了警 但至今毫无音信 心里一声那里 他也没再去 以前的同学也没联系 他没有家人 我找不到他了 语气里全是落寞 话来想到 钟千千的钱家里的钞票 他是下定决心 要离开这个人 他没让自己留下任何痕迹 开始我还是没找他 那时候我还不到25岁 也年轻气盛 心里也怨他自私 抛下这个家就跑了 后来孩子慢慢大了一些 我无意间听保姆给孩子说 千千那时候 怨我不顾家 只知道挣钱 所以妈妈才跑了 孩子那么小 连妈妈是什么都不理解 挺可怜的 我才想把他找回来 这些年天南海北 却没有他半点信息 之前找他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后来我才发现 我很想他 很想很想 现在孩子都上中学了 除了照片 对妈妈没有任何概念 所以这些年 他们依赖你 把你当姐姐又当妈妈 他们虽然不说 我也知道 他们也想他 许行书吸了吸鼻子 把泪擦了去 笑道 也不知道 这辈子还有没有这个缘分 我现在才知道 事业算什么 没有那个和自己 一起吃晚饭的人 对生活居然就没有任何期待 花来差点就把钟谦谦 就在S氏的话说出来 你们总会见面的 许行书自嘲地笑笑 但愿吧 这么多年 我都老了 就算再见 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了 他可能不会在我了 花来 瞎说 才三十多 人生最好的时候 许行书 你和江河宇的事 我掺和不了 只能说一句 尽量别做令自己遗憾的事 不早了 快去睡觉吧 女星可不能有眼带 花来躺在自己床上 却久久不能入睡 他之前只同情许行书 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 今晚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却偏向了钟谦谦一边 他想 如果是自己遇到钟谦谦那时候的处境 大概也会想要逃离吧 他和钟谦谦接触了两次 只觉得他身上有一种 淡然清冷的气质 还经常微笑 抑郁症应该已经治愈了吧 第二天去到公司 江河宇看他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 没睡好 花来忍不住道 你们男人 可真没一个好东西 江河宇 他委屈得不行 我今天没有惹你吧 花来心情沉重 昨晚你说的那是 怎么打算的 江河宇 为这是烦啊 那天 他看到许行书一家三口的话 我看得出 他对那一家子 还是很眷念的 花来急切地问 什么时候安排他们 见面江河宇 这是急得来吗 要是到时候 许行书缠上钟谦谦 钟谦谦为了躲他料挑子走了 自己这次的项目 岂不是白忙活了 他看花来的确愁闹 便说 我先试探 试探他的态度 就这几天 花来真是心急如焚 得快点 咱们马上又要去录节目了 江河宇 放心吧 我有计划 第二天 江河宇把几张平平的话 带到公司 碰巧下午的时候 钟谦谦来公司开会 会后 江河宇便叫住了他 何老师 那天和你说的我朋友的话 你要不要看一看 钟谦谦心里一动 爽快地说 好呀 他随江河宇去了办公室 江河宇把四五张话 拿了出来 我给他说 有个阿姨喜欢他的画 是个作家 丫头可高兴了 给了我好几幅 素描油画都有 说让你挑一幅 你别客气 画卷一一展开 有风景 有景物 也有人像 这次江河宇混的是双胞胎的画像 没有许行书 钟谦谦的目光 果然一下子就放在那上面了 虽然那天 他看到许行书和江河宇说话 知道他们认识 他在猜测江河宇 是不是知道他的事 但是看到孩子的画像的时候 他还是一不开眼睛 忽略了火露出破绽的事 那孩子是他怀胎十月生的 是他母乳喂的 是他日日夜夜陪伴的 他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想念 他从孕期开始抑郁 生完孩子去看了医生 因为要母乳喂养 他一直只做心理干预 不敢吃药 在他抑郁症严重到 有伤害自己的倾向时 他才真的怕了 他怕自己有一天忍不住 会把伤害带给孩子 他总是等不到许行书回家 好不容易见面了 两人也是冷眼相对 他找不到人倾诉 最后不得不逃了 后来吃药 换个地方继续看医生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他才慢慢从内心的阴霾里走出来 他这些年想念孩子时 看的都是他们婴儿时期的照片 但他们的两岁三岁 八岁十岁 他全都没有见过 所以他现在的目光才如此贪婪 贪婪到忘乎所以 这张可以送给我吗 他双手小心翼翼的拿着那幅油画 江赫宇嘴角弯起 当然了 钟千千把话小心翼翼的收起来 你的这个朋友 江赫宇主动道 我和他不只是朋友这么简单的关系 我们很喜欢对方 钟千千 有机会的话 我想见见他 当面表达我的谢意 江赫宇苦笑 这要看他妈妈同不同意了 我看你倒是挺喜欢小孩的 钟千千 谈不上 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很吵闹 比较烦 江赫宇却笑着说 我这个朋友 你一定会喜欢 他非常乖巧 钟千千现在心情好 难得开了一句玩笑 我喜不喜欢我不确定 但看得出江总很喜欢他 江赫宇 那是自然 希望有机会的时候 把我和他的故事讲给你听 钟千千回家以后 把话用相框 小心翼翼地表了起来 挂到他房子墙上 之前这边公司 邀请他到S市参与制作的时候 他本能地抵触他 这些年去过的城市不少 但从没回过S市 他怕见到孩子 他知道十多岁的孩子 已经分得亲恩怨是非 他们肯定怨他 把墙堡中的孩子抛弃 但是他又渴望 或许冥冥之中的天意 要他回来 现在孩子近在咫尺 他好想去见一见 真实地摸一摸 哪知道就是这要求 他第二天真的见到了 二百相见 花莱马上又要去录之前的综艺 他这一走又是三天 偏偏走的前一天 还在公司加班拍摄 萍萍舍不得他 一个人在家里闷闷不乐 那委屈的小模样 惹得泥泥心疼 询问一番后 便要和林林 带着萍萍去公司找花莱 陪他上班 萍萍 妈妈不让我去公司找他 林林眼珠一转 江叔叔不是也在同一家公司吗 咱们去找江叔叔玩 顺便看看你妈妈 这什么馊主意 萍萍眼中却是欣喜 这样可以吗 林林 当然可以了 再说了 姐姐又不会真的把你怎么样 她就是样子做的凶 我可没见过她打你 不像我爸 书房还放着小竹编 萍萍从玩具堆里站起来 那我们走吧 江叔叔还会保护我 三个小的说走就走 直接让司机把他们送到了星河楼下 花莱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他们也学到了一些 出门居然都带着帽子和墨镜 进行了精心的乔装打扮 萍萍到了楼下 直接给江赫宇打电话 叔叔 下来接我 江赫宇拿着手机 确定是萍萍的声音 诧一道 你在哪啊 萍萍 在你们公司楼下 我来看看叔叔 顺便看看 妈妈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 显然底气不足 江赫宇随便一想 便猜到她的意图 你在一楼等我 有前台姐姐会照顾你 叔叔马上就下来 别乱跑 萍萍 嗯 江赫宇一边往外走 一边给前台打了个电话 要她招呼小朋友 电话刚挂 遇到钟谦谦 这 江赫宇 何老师 回去了 两人一起进了电梯 钟谦谦对她抱以一笑 对 江总也下班了 想到女儿 江赫宇的眉眼已经弯起 我给你说的那个小朋友 来公司找我玩 我下去接她 正好 你们可以正式认识一下 钟谦谦 好呀 二人出了电梯 大厅的沙发上 乖巧地坐着三个 戴着墨镜和棒球帽的孩子 两大衣小 见江赫宇出来 萍萍已经朝她奔了过去 叔叔 她摘了墨镜 钟谦谦一眼便看出 这丫头和江赫宇的眉眼相似之处 对她们的关系 便也瞬间懂了 江赫宇 你这个小机灵鬼 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来找妈妈是吗 平平委屈巴巴的 她会凶我的 她说不喜欢被人拍到我 钟谦谦站在一旁 笑着等她们亲热玩 却听到一个男孩子试探的声音 妈妈 钟谦谦的目光 一到开口的男孩子脸上 她的表情僵住了 这后面过来的一对孩子 就是她昨晚油画上 抚摸过无数遍的 玲玲 还有妮妮钟谦谦张了张口 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完全没想到 突然就看到了她们 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妮妮的手 死死地抓着玲玲的手臂 小小的身体 在不停地颤抖 玲玲又问了一声 是妈妈吗 那两个字 她叫得极其声色 因为十二年了 从来没有人阴过她 钟谦谦眼眶 瞬间起了雾 我 妮妮却在低吼 你别乱叫 妈妈早就死了 钟谦谦身体一颤 玲玲转头看向妮妮 满脸悲伤 她就是妈妈 一模一样的 妮妮吼道 不是 不是 回家 她拖着玲玲就要往外走 玲玲却反手拽着她 男孩子率先哭了起来 她一边拽着妮妮 一边扭头 看向钟谦谦 她就是妈妈 她就是 昨天我们还看她的照片呢 她就是 江贺宇这才知道 是三个孩子一起来的 她也完全没想到 这么快就撞上了 她放开瓶瓶 上去搂住玲玲 别哭 冷静点 好好说 平平看哥哥哭了 姐姐还在吵架 她吓得也哭起来 跑过去抱着妮妮 姐姐不要生气 姐姐不要生气 我 江贺宇是能给人 带来安全感的男人 尤其是双胞胎都知道 是她救了爸爸的公司 她在他们心中 是超人一般的存在 在她的安抚下 玲玲现在镇定了许多 一双红红的眼睛 一直死死的盯着钟谦谦 她怕这是一场梦 万一自己一眨眼 妈妈就不见了 妮妮光流泪不出声 但她的喉咙一直在滚动 看得出忍得十分辛苦 江贺宇安抚好激动的姐弟 她摸了摸男孩的头 咱们上楼去慢慢说 这里人多 听话 她左右牵着两个孩子 妮妮原本站着不走 她轻轻地拽了一下 听话 平平懂事地 把她让给了哥哥姐姐 自己的小手拉着妮妮 江贺宇对呆若目击的钟谦谦说 何老师 咱们先上去 钟谦谦整个人都是神思飘忽的 她机械地跟着他们 又进了电梯 十二岁的孩子 已经有钟谦谦的肩膏了 她都无法想象 当时那么小的两团肉 怎么就窜这么高了 她朝左边看看 是一直看着她的儿子 朝右边看看 是把头偏向一边的 一脸冷漠的女儿 江贺宇的办公室里 江贺宇安排众人坐下 还让人拿来 小孩爱喝的饮料 钟谦谦终于开了口 玲玲 妮妮 玲妮确定 这就是自己的妈妈 她又红了眼眶 拉着妮妮激动地说 我就说了 这是妈妈 我不会认错的 妮妮冷哼了一声 是又怎么样 她会要你吗 玲玲看向钟谦谦 妈妈你别走了好不好 钟谦谦给不了任何承诺 我 她方寸早就乱了 还不如妮妮镇静啊 她父母离世地走 在养父家里没感受到关爱 她的亲情意识是淡薄的 后来和许行书谈恋爱 没多久就结婚 许行书又忙 相班越来越少 她几乎是直接 从一个女大学生 变成了一个母亲 她也什么都不会啊 更何况 是爱这种复杂的东西 她爱孩子 是因为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 是本能 但具体怎么去爱 她做得并不好 妮妮看似没把钟谦谦放眼里 实则一直关注着她的表情 她这一迟疑 妮妮便讽刺道 看到了吗 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 你贴上去做什么 丢不丢人 玲玲又期盼地看着钟谦谦 悠悠地叫道 妈妈 平平上来拉着钟谦谦的手摇着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她 你真的是救妈妈 你留下来好不好 哥哥好想你啊 经常都在念你呢 钟谦谦醋梅 舅妈 她没听说过许行书有姐妹 花来拍完就被江赫宇叫了过来 说有紧急情况 她推门看到这僵着的一家子 又看到哭得稀里哗啦的淋淋 和隐忍的妮妮 瞪向江赫宇 她站在门口低声喝道 你不是说慢慢来吗 江赫宇无奈地贪手 这真不是我安排的 是你的乖女儿 把双胞胎带来的 见到花来进来 妮妮扑过去 一把抱着她的腰 终于哭出声音 姐姐 二百零一你好 相亲对象 花来轻轻拍着她的被安慰 没事没事 姐姐在呢 钟谦谦看着亲密的二人 心里很不适滋味 自己的孩子亲近的女性 是别的女人 花来 何老师 钟谦谦 你们知道我的事 花来 我刚知道 但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江赫宇 先去吃饭吧 边吃边说 她心疼花来拍摄了一下午 饿了 花来 好 先去吃饭 妮妮还在生气 不吃 玲玲 回家了 爸爸还一个人吃晚饭呢 江赫宇不以为然 叫她一起来 钟谦谦想说不要 她想念孩子 但对许行书她 不想见她 但女儿不待见自己 她不敢发言 怕惹她更反感 而且她也知道 女儿这句话 是故意说给她听的 花来拍了拍妮妮 矮身和她说 我给爸爸打电话 爸爸最近很忙很累 别让她操心 乖 把泪擦一下 说完她又看向钟谦谦 扬了一下手机 何老师 可以吗 钟谦谦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许行书 出去吃饭 我就不去了 这边还有份策划没看完 得加加班了 花来 来吧 江赫宇也在 带你见个人 许行书笑道 你这语气 该不是又要给我 介绍什么女朋友吧 花来 的确要给你介绍一位 穿帅点 收拾一下 许行书 饶了我吧 我这一屁股债 还带着两个孩子 就不拖累人家姑娘了 不去了 你早点回来 明天不是要飞吗 花来 必须来 这次准合你的心意 我把地址发给你 许行书苦笑 真拿你没办法 等一下就来 花来回到办公室 咱们先去吧 她等下过去 六个人坐了一辆商务车 妮妮固执地挨着花来 玲玲却主动靠着钟千千坐下 一路上一双眼睛 一直都放在她脸上 还悄悄地去勾她的手指 钟千千瞬时握着她的小手 玲玲只觉得 心里灌了蜜一般 甜蜜得很 她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 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 钟千千看向花来 她刚才听见 平平叫花来妈妈了 所以 花来和江赫宇的关系 并不是大家传言的那样 金主和小秘 花来递给她一个安慰的眼神 在到了餐厅要进包厢之前 花来拉住钟千千 何老师 我之前落难 是许心叔救了我 还照料我一家老小多年 两个孩子拿我当姐姐 和我亲近 你别多想 之前妮妮抱着她释放情绪 她知道 钟千千千一定很不好受 钟千千挤挤出一个笑 我知道 最重要的是陪伴 花来 你的身份 我也是刚知道 还没想好要怎么告诉心叔哥 也还没问你的意见 就见上了 实在对不起 因为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妮妮的态度 才会那么激动 钟千千 有些事 我们左右不了 谢谢你 帮我照看他们 他们长得很好 花来点点头 行叔哥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他等一下要过来 你们 钟千千但笑道 渐渐也没什么 我和他是有些事情要了断的 听到了断两个字 花来心里有些不好的猜测 先进去吧 妮妮很懂事的 像个小大人 他今天只是一下子没法接受而已 钟千千恩了一声 两人便一千一后进了包厢 钟千千刚进去 玲玲就拉了一把椅子 妈妈 坐这里 男孩子的眼泪已经擦干净 现在兴奋得很 明明一直只在照片上看到的妈妈 现在居然就在自己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她太开心了 钟千千对着她微笑 然后坐在她旁边 玲玲 妈妈 你这些年去哪里了 有工作吗 是不是很忙 男孩子对妈妈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她迫不及待地开问了 妮妮在花来旁边 挚着气把头扭向一边 耳朵却竖起听得仔细 钟千千 到处走 觉得哪里不错 就住一段时间 我工作比较自由 有时候会很忙 但有时候也很闲 看自己安排 玲玲眼里都是羡慕的光 哇 妈妈好酷啊 那这次你要待多久呀 她不敢再问妈妈是否会留下来 她怕把她吓跑了 钟千千也不敢再沉默 她看了一眼妮妮 要抓着机会 维护这段岌岌可畏的母女情 现在的工作 得有四个月左右 和小来姐姐一起 我们现在是同事 玲玲 那你也是明星吗 我怎么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你 钟千千笑着摇头 我不是 她动了动手 我主要是险 并不会出现在屏幕上 玲玲 难怪 不然我早就看到妈妈了 那你现在住哪里呀 钟千千 隔公司不远 回公司的话 走路就能到 我不太喜欢坐车 玲玲摇着她的手臂 妈妈 那你回家住好不好 爸爸的卧室好大 床也好大 爸爸还给你买了好多礼物 家里都快堆不下了钟千千 江鹤与内心 许行书这么会 自己怎么没想到这招 钟千千 我习惯了一个人住 妮妮毫不掩饰地轻吃了一声 不争气 声音清晰可闻 这让钟千千十分难堪 但自己脱口而出的是实话 她习惯了自由 她说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不想和孩子住一起 而是不想在有许行书的情况下 和孩子住一起 但她现在没法解释 玲玲也不为难她 那我放学可以去找你玩吗 我保证不打扰你工作的 钟千千 当然可以 母子正聊得好的时候 包厢的门被推开了 钟千千是背对着门口的 许行书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她的脸 她还在奇怪 这花来让她相亲就相亲 干嘛把孩子们都拉来 玲玲率先站了起来 爸爸 许行书低喝道 你们来做什么 作业写完了吗 钟千千听到这个声音 手在桌下紧紧地握成拳头 并没有侧头去看她 许行书原本要到对面的空位坐下 玲玲却把她拉过来 坐在钟千千另一边的空位 兴奋地说 爸爸 你看这是谁啊 许行书只以为 花来这次给她介绍的对象 已经把孩子都搞定了 她还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侧过身来 礼貌地伸出手 你 好字还没出口 她的语音戛然而止 她看到了钟千千 她眼神淡淡地看着她 里面没有悲喜 也没有慌张 202离婚 除了钟千千 所有人都期待地看着许行书 若不是不合时宜 花来甚至想掏出手机 来记录这一刻 心心念念 苦苦寻找的妻子就在眼前 多年的相思得以化解 两个大人拥抱着喜极而泣 两个孩子抱着爸爸妈妈 一家团团员又幸福 许行书的眉目 在确认来人真的是钟千千后 瞬间蓄起火焰 声音里也是火药味 你怎么在这里 花来觉得她这话 语气好像不太对 没有惊喜 好像是质问 花来还没确认 许行书又说了第二句话 你还有脸回来 花来便觉得 事情走向不对了 她连忙站起来 行书哥 语气里是警告 警告你态度好一点 那天你还在我面前 回忆你们的爱恨纠葛时 痛哭流涕 还说自己好想好想她 怎么现在这么不懂珍惜 不料许行书看向她 眼神也没有温和半分 而是问道 你早就知道了 是吗 花来雨夜 我惹火烧身 江贺雨也瞧出事态不对 她站起来 语气不善 你态度好点 许行书冷笑一声 好什么 好让你们看好戏是吗 玲玲 妮妮 回家 说着 她拉着一直站在她旁边的玲玲 就要往外走 花来脑子转得飞快 她常过误会 给人带来的痛苦 所以今天大家 没有说开以前 一个都不许走 她跑过去 用被抵着门 不许走 钟千千一直在原地坐着 不管是许行书的质问 还是花来的交集 甚至玲玲又带着哭腔 叫爸爸不要走 好似和她都没有关系 花来把这门 朝着许行书后 你走什么 你不是天南海北 找了她这么多年 你不是念着要她回来 她出现了 你躲什么 花来这些年没这么凶过 在场的人都是一愣 江河雨心疼的过去 安抚她 你别激动 慢慢说 吓着孩子了 花来没看她 继续对着许行书后 坐下 许行书笑了一下 看起来十分悲怯 我做什么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时间不早了 我带孩子回去休息了 明天还要上课 说着头偏向凌凌 你走不走 你不走你就跟着她 妮妮 我们回家 玲玲哭出声音 紧紧地抱着爸爸的手臂 带妈妈一起回家 带妈妈走 妮妮虽然早就站了起来 但脚却未移动半分 她看看许行书 又看看钟千千 眼中是焦急和期待 花来 那你这些年找她为什么 就为了问这一句话吗 你那天不是这样说的 许行书看着 仍旧坐着的 那个娇小的背影 声音几乎是 从牙缝里发出来的 我找她 就是想看看 她死了没有 如果没死 为什么铁石心长到这么多年 都不来看看这个家 钟千千的背影颤抖了一下 她的手死死地 掐着自己的腿 许行书声音 多了几分悲切 十二年了 我连家都没搬 号码也没变 你看她现在活蹦弯跳的 出现过一次吗 她就算恨我 难道两个孩子 不是她亲生的吗 她不该来看一眼吗 钟千千忍了一晚上的眼泪 夺眶而出 许行说 孩子一岁半 半夜发烧 三十九度 哭得撕心裂肺地叫妈妈 我怎么哄都哄不好 她的命都差点没了 两岁的时候 出去和别的小孩玩 追着别人的妈妈叫妈妈 那时候她在哪里 上一年集开家长会 两个孩子在不同的班级 我只能一场一场去 泥泥的我挽去了半个小时 老是旁敲侧击 说家长不要只顾着挣钱 对孩子的学习 也要放在心上 那时候她又在哪里 这些事一件件一桩桩 听得钟千千心惊不已 她觉得 现在心脏有些承受不住 快要把她痛死一板 她想起的是 小时候妈妈和养父 总是为了钱不停地吵架 后来妈妈病了 因为没钱 养父不给治 就那样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没了 那时候 她也才十二岁 就和妮妮这么大 她扒着妈妈的棺木 哭到晕过去 醒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下葬了 她摸黑跌跌撞撞地 跑到妈妈的墓前跪着 在荒草坟堆里 尝到了要人命的孤独 她自己都经历过 怎么就忘了 孩子是需要妈妈的陪伴和爱的 她以为许行书这么有钱 她一定会照顾好孩子们 她这么有钱 孩子们一定会过得快乐 原来不是 他们只想妈妈 许行书仰头叹下一口气 看着那个低声啜泣的女人 声音平静了许多 既然你还活着 回来了 咱们就去把离婚办了 财产平分 孩子归我 不要不要 爸爸不要离婚 半大的男孩子 紧紧地抱着许行书 眼泪蹭到他昂贵的西装上 零零哭得抽起来 他求了许行书半天 见他无动于衷 又去拉着妮妮 姐姐 你快说话 你求求爸爸 让妈妈留下来 我想要妈妈呜呜呜 男孩从小倔强 因为自己只比妮妮婉 出生了两分钟 不是威逼利诱 他都不肯叫他一声姐姐的 可是现在 哪怕知道他两分钟 也是他的姐姐 也是可以依靠求助的 妮妮红着双眼 脾气和许行书一模一样的 哽着脖子说 爸爸说的没错 你要喜欢他 你跟着他 我跟着爸爸 玲玲 不要 我不要和你分开 你也想他的 你说 你想抱抱他的 你快去抱抱他 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呜呜 你你 那是我以为他死了 花莱喝道 你你 不许胡说 妮妮抱着他的腰 悲呛地叫了一声姐姐 然后埋在他怀里哭起来 他不要我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让他走吧 让他去找他的自由 一个人逍遥自在 就当我和弟弟都死了 花莱眼眶气气地轻声哄道 你说什么胡话 姐姐死过 那滋味不好受的 别动不动就提这个字 咱们好好说话呀 妮妮摇着头 呜呜地哭 江贺雨却是听得心头一紧 愧疚不已 钟千千总算站了起来 他回过身 看向许行书 四目相对 也不知道里面是爱还是恨 203孩子给你 钟千千 我们谈谈 他的语气淡淡平稳 要不是有些哭过的鼻音 别人真以为他如此淡定 许行书有十多年 没听到过他的声音 他这一开口 他只觉得鼻头发酸 他看着他 这么多年了 他有些不一样了 脸上的学生气没有了 声音也有了中年女人的成熟 中间隔着十二年再次面对面 两人都有些恍惚 江贺雨 隔壁包箱 你们过来 孩子们吃饭 说着 他拉过一直扒在门边的花来 你照看好孩子们 许行书和钟千千 一千一后跟着他出去 玲玲在背后叮嘱 爸爸妈妈 你们一定好好说啊 三人出去以后 花来拍了拍妮妮的肩 好了 大人的事让大人解决 咱们先吃饭 都快冷掉了 妮妮的抽气声小了许多 花来温声道 爸爸会留住他的 放心吧 妮妮抬头看着花来 面对这个大姐姐 她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她拖着哭腔 可爸爸说要离婚 花来拉着她到桌边坐下 你爸嘴硬 她哪里舍得 说得气话罢了 妮妮还是担心 总是看向门边 平平跪在凳子上 盛了一碗汤 小心翼翼的 端到妮妮面前 姐姐不哭 喝汤 她还坐在旁边 安慰起哥哥和姐姐 起码就妈还活着 不像我的爸爸 已经死了 你们别哭了 姜赫雨刚推门进来 这话一字不落的 全进了她的耳朵 她对着花来喝了一声 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 花来不以为然 本来就是 他们怎么样了 姜赫雨坐到花来身边 不知道 估计在里面打架吧 玲玲和妮妮 瞬间站了起来 姜赫雨连忙解释 没有没有 我和姐姐开玩笑的 他们在关着门聊天呢 花来白了她一眼 幼稚 姜赫雨双眸含笑看着她 和许行书这个大冤种比起来 我还挺幸运的 花来没理她 招呼孩子吃饭 姜赫雨 不过许行书那嘴 也是够贱的 老婆回来了 不哭着跪着求她留下来 居然说话还那么难听 追得到才怪 两个孩子听得越发心慌 完全就没有胃口吃饭 花来吼道 你不闭嘴 你就出去 姜赫雨无奈地闭了嘴 不到半分钟又到 萍萍 叔叔抱一会儿 明天得走了 萍萍屁颠屁颠地 把自己的碗端过来 叔叔 萍萍坐在姜赫雨的大腿上 仰头看着她 叔叔 你和妈妈去录节目 带着萍萍一起去啊 姜赫雨看向花来 咦 好主意呀 住嘴 花来把她剩下的话吼了回去 姜赫雨样样地嘟囔 我觉得还挺有看点的 花来 没完没了了 姜赫雨一脸委屈地 对萍萍抱怨道 妈妈好凶 萍萍解释 妈妈只是看起来凶 叔叔你别怕 一句话逗得姜赫雨开心极了 自己的宝贝女儿也太可爱了 这边其乐融融 隔壁房间的两个人 就完全不一样了 许行书看了钟千千好久才开口 嗓音有些哑 说吧 你要说什么 钟千千看向她 你不是说要离婚吗 许行书刚才已经把那骨子气大吼一通发泄出去了 现在像个软柿子一般 我 钟千千 财产我不要你的 许行书看她来真的 有些急了 孩子舍不得你 你还要再抛弃他们一次吗 钟千千 他们会习惯的 这些年不也过得挺好吗 许行书声音大了些 好什么呀好 这么多年没妈管 一点规矩都不懂 隔三差五就骂我 说我把你搞丢了 我在家就是个受气包 他们两个才是祖宗 钟千千 那你是什么意思 许行书 留下 陪陪他们 钟千千 你刚才不会这样说的 你刚才可凶得很 许行书豁出去了 他不能再放她走 不然自己在找到她的时候 估计得五十岁了 五十岁 男女之间会少很多了去的 我错了 我刚才就是气 现在气洒没了 我给你道歉 你留下来 钟千千冷笑一声 许行书 你可真是会做血 这么多年 还得是别人跟着你的步伐走 许行书听到的重点 却不是自己的专横 他觉得耳朵苏麻 笑着说 好多年都没有听你 叫过我的名字了 你再叫一声 钟千千觉得 这话没法谈下去 他是做事追求效率的人 他主动说 要和她谈谈 是真的想把这件事讲清楚 但是很显然 许行书突然不配合了 许行书站过来 去拉她的手 被钟千千一把避开 好好说话 许行书才不管她 长臂一身 直接把她揽入怀中 手臂估着她的肩背 悬着的那颗心 才算落到了实处 嗓音低沉起来 我很想你 这些年找你 把中国都踏遍了 你躲到哪里去了 钟千千在挣扎 放手 许行书 你说你 也不给我捎个信 你不要孩子 连我也不要了 钟千千动弹不得 又羞又气 我要你做什么 你去做你的生意 赚你的钱就够了 许行书 我知道错了 那时候是我忽略了你 那时候我太年轻了 只想着好好做一番事业 证明自己 忽略了你和孩子 现在我长大了 你给我个机会 看我好好表现 钟千千 放手 我没兴趣看 你要耍流氓是吗 许行书 咱们是夫妻 正还在呢 怎么会叫耍流氓 老公抱老婆 天经地义 钟千千 咱们分居这么多年 早就够离婚了 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 许行书声音冷了一些 你还想着要走 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 钟千千 我会回来看孩子 许行书松了手 行吧 反正我现在一屁股债 也养不好他们 孩子都给你 钟千千愤道 你会欠债 许行书连家都不要 拼了命的挣钱 会欠债 他真不信 许行书苦笑 九十亿 这辈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还清 正好你回来了 你把孩子带走 我不想拖累他们 二百零四要去你去 九十亿是个天文数字 钟千千不信 你骗我 你刚才还说分财产 许行书 还有些固定资产 也值不少钱 省着点的话 也够你这辈子用的 钟千千 我不稀罕你的钱 我自己能挣 许行书点点头 也是 你那么优秀 当年是被我和孩子耽误了 但这次孩子真的得跟着你 我养不了他们 家产快点分了 不然要被法院拍卖了 我不能让孩子跟着我流落街头 钟千千 什么时候的事 许行书在沙发上坐下 一副自暴自弃的摆烂样子 好几个月了 不信你问孩子 我现在被逼得焦头烂额 要不是有他们 我估计早就崩溃去天台了 你回来的正好 我解脱了 他缓缓叹了一口气 竟真的像放下了重担一般 钟千千 有些心惊和疑惑 许行书虽然不顾家 但在生意上 一直是意气风发的 怎么可能 许行书 周一你有时间吧 周末的时候 把财产划分一下 周一咱们去办了 我不能这么自私 拖累你和孩子 钟千千之前的淡然 早就荡然无存 他紧促着眉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许行书 也不是 我还在努力去挣 总有一天能还清的 到时候 如果你和孩子还愿意要我 我等你们回来 他捏了捏鼻梁 一脸疲态 最近天天加巴啊 孩子都没看上几眼 跟我急呢 钟千千心乱了 在人情世故这块 他就是张白志 他哪里懂什么人间险恶 现在完全是任由许行书拿捏 许行说 你能不能先回家住几天 和孩子们先熟悉熟悉 真到了法院执行拍卖房子的时候 你再带他们去你那里 钟千千果断拒绝 我不会去你那里 他们随时可以去我那里 许行说 你现在住哪里 钟千千没说 许行说 小来怎么会找到你 那天他问我和你的事 我还以为他真的只是好奇 想不到居然找到你了 钟千千还是没说 许行说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见钟千千一直沉默 我总得知道 你有没有能力养孩子吧 他俩养尊处优惯了 不太能吃苦 钟千千 我能养他们 许行说 那就好 我放心了 那今天你能不能先回家住 就当可怜可怜孩子 顺便可怜可怜我 钟千千只觉得 现在许行书重债缠身 对他多了几分同情 声音也软了不少 不了 许行书叹了口气 不敢勉强他 离婚的是 先别和孩子说 他们刚见到你 接受不了 咱俩就这么破裂了 孩子对钱也没什么概念 只知道我欠了债 不知道我现在还不起 你多和他们接触接触 到时候 咱俩真分开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好接受 钟千千 要是我没回来呢 孩子你怎么安排 许行书苦笑 只能让他们爷爷奶奶照顾了 但是他们会溺爱孩子 对孩子的成长并不好 你回来我也放心了 只是苦了你 在到处走了 钟千千没想过要安定 但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许行书不说 他也走不了了 之前零零的哭声 一直揪着他的心 许行书开始交代起来 咱俩基因优秀 他们的学习成绩还不错 基本不需要操心 只是他们 不是要去外地参加竞赛什么的 最好陪着去 之前每个周会回 爷爷奶奶那里去玩一天 以后你要方便 半个月让他们去一次也成 老人想着他们 对了 我给他们买了教育基金的 他们的教育费用 基本不需要你操心 到时候 我让律师一并整理给你 钟千千恩了一声 许行书 对了 你妈的木那块地之前拆迁 木地被占用了 那边的人联系不上你 给我打的电话 听到这里 钟千千猛的抬头看着她 我妈现在在哪里 许行书 你别担心 棺木里的衣骨我装好 把她请到这边了 想着你总有一天要回来 得看她一眼 所以一直放在墓园没有下葬 你既然回来了 我找人看个日子 把她安葬了 钟千千 谢谢 许行书 谢什么 那也是我岳母 咱们过去吧 时间不早了 明天孩子还得上学 钟千千问了一声 起身就往门口走 才走两步 又被男人从背后抱住 这次的力道温柔了许多 许行书 再抱你一下 真是想你 只是咱们没有缘分 现在我也没有资本留你 钟千千任她抱着 她能绝处这男人的疲惫 她才带了几个月的孩子 尚且忍受不了逃了出去 许行书待了十二年 事业又遇到这么大的打击 怎么可能不累 许行书 我为刚才的态度 给你道歉 等下到孩子面前 咱们别再这么僵长 孩子看了 心里难受 钟千千没回应 只抬手把她的手拿开 拉开了门 许行书一声叹息 跟了出去 凌凌一直关注着门的方向 现在看到门推开 立马起身过去 仰头看着前面的钟千千 妈妈 钟千千对她露出笑意 摸了摸她的脸 吃好了吗 凌凌摇摇头 我等妈妈一起吃 钟千千拉着她 到桌边坐好 先吃饭 许行书坐到妮妮旁边 妮妮抬头看她 目光里都是询问 许行书递给女儿一个笑 小声说 没事了 服务生上来换了热菜 大家开始吃饭 凌凌不停地 给钟千千加着菜 妈妈 这个好吃 你尝一尝 她使出浑身解数 讨好钟千千 这周的测验 我又是满分 钟千千摸摸她的头 很厉害 凌凌看了一眼 挚着气的妮妮 说 姐姐更厉害 每次都是年纪第一 钟千千看向妮妮 妮妮把目光移开 里面还带着一丝傲娇 钟千千 你们都很棒 凌凌 爸爸说 是因为我们基因好 因为妈妈上学时 也每次都是第一名 钟千千 吃完饭 凌凌紧紧地拉着钟千千 眼神慌张 妈妈 今晚回家住好不好 钟千千 我就不去了 孩子眼里都光暗了下去 妮妮还哼了一声 钟千千干咳了一声 你和姐姐 要不要去我那里 我明天送你们去学校 凌凌开心地差点蹦起来 妈妈邀请她 代表她接受她了 好呀好呀 爸爸也一起去吧 许心书总算做了一回人 主动拒绝 我不去了 还得回公司 你和姐姐去 妮妮 要去她去 我才不去 205 有妈妈的感觉真好 许心书知道女儿的心思 她想去 但是拉不下这个脸 她站在自己这边 自以为是的在为老爸委屈 她矮身哄道 爸爸的工作还没做完 你去替爸爸看好弟弟 他最调皮了 好不好 妮妮当然说不出那个好字 双胞胎心意相通 玲玲说 就是 姐姐 你别让爸爸操心了 你看她天天加班 好累啊 钟千千温声道 妮妮 一起去吧 我那里住得下 妮妮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许心书开车送他们回去 钟千千坐在后排 两个孩子一左一右 妮妮第一次挨妈妈那么近 她只觉得 小心脏一直在 碰碰碰的跳得厉害 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将这几倍 坐得比课堂上还端正 玲玲就不一样了 上车就搂着妈妈的手臂 还把头靠在她身上 粘人得厉害 钟千千看着妮妮 试探地 伸手抓住她 放在膝盖上的小手 那手缩了一下 被钟千千握住了体温焦容 妮妮慢慢放松下来 许心书的嘴角擒着笑 把车速又放慢了一些 这次她可没有那年 第一次送她回家那么绅士了 她停好车 要一起上楼 钟千千左右手都牵着孩子 道 没必要了吧 许心书 当然有必要 我得看看你有没有照顾他们的能力 时间不早了 钟千千怕耽误孩子休息 现在只想早点地回去 便没有再和许心书废话 上去吧 许心书一进门就猝起眉头 她住在这么逼子的地方 她顾不上什么礼貌不礼貌 在房间里夺着不打量她的生活环境 有时候摇摇头 有时候点点头 玲玲也好奇地在房间里打转 哇 妈妈 这里怎么有我们的相片 她说的是江赫 与送给钟千千的那幅油画 钟千千挂挂在墙上的 钟千千 别人送我的 许心书也看向油画 她一眼就认出 这是平平的画作 在她心里花来的罪便又加了一重 玲玲抱着妈妈的手臂 妈妈 其实你也很想我们的 对不对 钟千千虽然是成年人 但还是有些羞于承认自己的感情 在情感表达这方面 她一向隐晦 甚至不如一个孩子 她的声音有些小 嗯 玲玲开心到飞起 妈妈 我们周末一起去照相吧 我还没有和妈妈一起照过相呢 咱们去照全家福 好不好 许心书看向钟千千 用眼神示意她 答应孩子小小的请求 钟千千看看她 又看了看眼含期待的妮妮 好 玲玲 太好了妈妈 钟千千看着许心书 你该回去了 许心书眼含笑意 你这一张床 怎么睡啊 要不回家吧 家里有房间 钟千千明白她的意图 今天先将就一下 明天我再买个床 许心书 再买个床你这房子也放不下啊 再说孩子们可吵闹了 他们在旁边 你没法安心工作 你回家 钟千千打断道 我自己能安排好 时间不早了 许心书这才不情不愿地 叮嘱两个孩子 听妈妈话呀 明早我让人 把书包给你们送学校去 玲玲欢快地说 爸爸路上小心 尽量不要熬夜哦 许心书笑道 懂事了呀 走了 她走了没几分钟 钟千千对两个孩子说 你们先玩一会儿 我下去 给你们买套换洗的衣服 玲玲 一起去 钟千千 你们别去了 就在楼下 不远 你们还要吃什么吗 玲玲摇摇头 不要了 妈妈早点回来 钟千千出门后 妮妮摆了玲玲一眼 你也太没骨气了吧 玲玲不服气 你说我没骨气 我还说你假正经呢 那天是谁说的想她 今天又是谁牵着她的手不撒开 妮妮 我猜没有 明明是她自己来牵我的手 我甩不开 玲玲没拆穿她的傲娇 而是说 你看这话 她挂在床头 每天都能看见我们 她很想我们的 就是上面怎么没有爸爸 妮妮哼了一声 他们都要离婚了 你说为什么没有爸爸 玲玲担忧起来 你说他们不会真的离婚吧 到时候我们会不会被分开 一个跟爸爸 一个跟妈妈 妮妮 我跟爸爸 玲玲 没良心 这是咱们妈妈 她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 已经够孤独了 咱们得陪着她 妮妮 你想陪人家 人家还嫌你碍事呢 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找你 还不是怕被你粘上 玲玲气道 胡说 她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你看她今天都主动邀请 我们来住了 现在还去帮我们买衣服 这还不够爱你吗 妮妮 就你善解人意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吵得面红耳赤 玲玲沉默了几秒 叹了口气 悠悠道 姐 他们不能离婚 我不想选 我也不想和你分开 妮妮没说话 没有人希望好端端的家 被劈成两半 玲玲 咱们想想办法吧 别让他们离婚 妮妮看似不情愿 却问道 大人的事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玲玲歪着头 问了半天 说道 咱们让妈妈 再怀一个弟弟妹妹 这样 妈妈就不能走了 我们三个小孩 一定能留住她的 妮妮 这不好吧 玲玲 那你有别的办法吗 妮妮 倒是没有 玲玲分析道 咱们得先让妈妈回家 她和爸爸接触得多了 才会看到爸爸的改变 才会擦出爱的火花 才会拥有新的爱情的结晶 最后才会留下来 你说是不是 妮妮 你话句看多了吧 说话一套一套的 玲玲 你就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妮妮 但是他们今天说了要离婚 说不定他们趁我们去学校后就离了 玲玲 这个简单 我们今天不在家 爸爸肯定睡在公司 明天放学 咱们早点回去 把她的结婚证 身份证 户口本什么的全部藏了 没有证件 他们怎么离 妮妮不屑地切了一声 他们不会不爸 玲玲 那也是 但是不爸也得花时间 反正 你记住一个宗旨 制造离婚干扰 拒绝家庭分割 妮妮点了点头 嗯 说完正事 玲玲又轻松起来 我真没想到今天会看到妈妈 我太开心了 你你 小年包 玲玲对姐姐的嘲讽不以为然 你得趁她这几个月在这里的时候 多年年她 这样 她到时候就舍不得你了 再说了 你不觉得吗 有妈妈的感觉 真的好好啊 206 撒娇你都不会吗 开门声响起 姐弟俩心有灵犀地闭了嘴 看得出钟千千回来得急 额上还布着细密的汗 玲玲迎过去 体贴地拿过她手里的袋子 谢谢妈妈 钟千千温和地笑着 去洗漱吧 里面有你们的洗漱用品 玲玲 嗯 房间里就剩下母女俩 钟千千虽然是新闻系毕业 主要就是和人打交道的 而且做兼职 大多数时候面对的都是陌生客人 但是在真正的人际交往上 她算不上熟练 这些年 她基本都是一个房间 一台电脑陪着她 有时候关在屋子里码字 能半个月不出门 不和外界交流一句话 原本她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方式 没有什么不好 相反 她很享受这种像孤独一般的自由 但是现在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她觉得沉默好像不太合时宜 反倒是之前一直看似 很不待见她的女儿先开了口 她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平时就是在这里工作 钟千千 大多数时间都是 妮妮像的大人似的 长时间待在这种空间里不好 得出去走走 钟千千心里发暖 这件小棉袄虽然倔强 但也保暖 她乖巧地点头 我知道了 妮妮 爸爸说你之前生病了好了吗 钟千千 啊 生病 妮妮 抑郁症 钟千千 痊愈了 每年会安排一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 医生说可以防止复发 妮妮点点头 表示认同 是的 钟千千 她还说什么了 她没想到 之前那么不着家的一个男人 会和孩子聊这些 她认为自己走了 许心书一定不会说自己的什么好话 妮妮 什么都说啊 说你们第一次见面 她把你当粉丝了 还说怎么追你 钟千千脸一红 有些难为情起来 怎么这些也说语气里 有些责备的意味 她的成长都是自己摸索的 没有人叫过她什么 所以她觉得 长辈和晚辈之间 是应该有些界限和敬畏在里面的 做父亲的 怎么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的感情生活呢 妮妮 做反面教材啊 说你太好追了 告诫我以后遇到追求我的男孩子 一定不要被一些小感动拿下 钟千千没料到 等来这个回答 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妮妮也没再说话 林林刚好从浴室出来 换妮妮进去洗澡 林林把毛巾递给钟千千千 妈妈 帮我擦头发 她在妈妈面前 像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子一般 撒娇求关爱 钟千千心里带着愧疚 简直是有求必应 妮妮出来的时候 看钟千千正在给林林剪嚼指甲 她扫了弟弟眼 幼稚 林林朝她招手 快过来 妈妈帮你吹头发 妮妮 我才不要摸你臭脚的手 林林 你才是臭脚 我洗了很多遍了 很香 钟千千笑着站起来 我洗洗手帮你吹 妮妮嘀咕 我自己能吹 钟千千进了浴室 林林小声说 我之前给你说的你忘记了 你态度好点 记住 我们要用感情留住她 撒娇你都不会吗 妮妮 没你会 林林 不会你学啊 声音软点 多提点需求 多叫几声妈妈 保证她感动得痛哭流涕 妮妮对道 听到都肉麻 你自己鸡皮疙瘩不会掉吗 钟千千出来 拿过妮妮手里的毛巾 轻按了一下她的肩膀 让她坐在凳子上 先用毛巾轻轻地吸了吸头发的水分 然后拿着电吹风开始吹她的动作很轻柔 抓得妮妮的头皮痒酥酥的 十分舒服 也十分享受 林林坐在一旁等着 妈妈 我睡沙发吗 钟千千 可以吗 林林 但是 我想挨着妈妈睡啊 钟千千 你是大男孩了 得自己睡了 林林像得三四岁的小孩一样 扭着身子拒绝 难道我十二岁 就不是你的宝宝了吗 宝宝挨着妈妈睡 不是天经地义吗 钟千千笑着妥协 仅此一次 好爷 今晚要挨着妈妈睡 林林跳起来 几步爬上床 开始铺床 我盖这个小被子就行了 给妮妮吹好头发 钟千千自己洗澡出来 一家三口躺在床上 钟千千躺在中间 和妮妮盖着一床大被子 还好她的床够大 睡三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林林侧躺着 面对着钟千千 妈妈 抱着我睡 妮妮听不下去了 这一晚上 她这个弱智弟弟 像个婴儿一样 一直在撒娇 妮妮 你几岁了 林林 哼 要你管 钟千千笑着把手臂伸出去 林林顺势抬起头 拿妈妈的手臂当着枕头 谢谢妈妈 钟千千的手 轻轻地拍着她的肩 快睡吧 明天我将你们起床 林林 嗯 妈妈娃 说完真的闭上了眼睛 妮妮翻了个身 背对着钟千千 安静了十来分钟 林林的呼吸变得均匀 钟千千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的手臂 从她脖子缝隙里抽了出来 然后翻身面对着妮妮 妮妮一动不动 钟千千轻轻地叫了她两声 她才嗡了一声 像是快要睡着的样子 钟千千知道 她一时睡不着 她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 两久后才说 对不起 妮妮没应声 钟千千轻轻声说 那时候我也年轻 完全没准备好 就怀了你们 本来要去打掉的 妮妮的小手紧紧地拽着被子 钟千千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双胞胎呢 我就舍不得了 后来和你爸匆匆结了婚 稀里糊涂地 就生下了你和弟弟 怀孕的是 给我打击挺大的 那时候我刚从校园出来 工作才几个月 因为怀孕 人生规划完全被打乱了 加上你爸那段时间 生意有些问题 总是在外忙 家里经常都只有我和保姆 这些许行书 都和两个孩子说过 但是从不同的人口里听到 感触是不一样的 听许行书说 像听故事 听钟千千说 就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 无奈和酸处 钟千千 你们好爱哭啊 而且那么小就任人啊 保姆抱你们是不行的 留我左右手 一边一个抱着 才安静下来 那时候你爸不着家 我在月子里崩溃过好几次 早就想着一走了之了 一走了之 他说的轻描淡写 其实那时候 他是想抱着孩子 一起跳楼的 207谈心 他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到了 然后才萌生了 一定要走的想法 钟千千 可是舍不得你们 但是后来 我忍受不了了 我还是走了 妮妮 妈妈那时候才22岁 做得不好 对不起 妮妮的身体有些僵硬 她是民事里的 父母的故事她听过了 她也能判断 这在没有告别的分离里 两个家长都有过错 但她不是法官啊 做不到世事讲法讲理 她只知道 爸爸这些年 带大她和弟弟不容易 而妈妈甩手就走了 就是铁石心肠 所以她本能地偏向许心书 妮妮 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和弟弟 钟千千 那时候抑郁症严重 我前后治了快两年 期间不敢回去 好了以后 心里还是很挂念你们 是想回去看看你们 顺便和你爸爸 把关系做个了断的 但是那次回到这里 看到你爸和别人订婚的报纸 妮妮 胡说 爸爸这些年没有交过女朋友 也没有和谁订婚 钟千千无奈地笑道 是啊 那篇报道也写得模棱两可 但我想 总不会空学来风 我便没出现 那次才彻底走了 妮妮 别人是给她介绍过很多阿姨 但是她从来念着的 只有你 钟千千 她那样优秀的人 对女孩子有吸引力 是很正常的 我怕我和她离婚后 她再婚 后妈对你们不好 但那时候 我又没有能力抚养你们 不能带你们走 所以一直躲着她 妮妮 那现在呢 你怎么打算 钟千千没料到 自己有一天 能和女儿聊心事 这种感觉 陌生又舒服 钟千千如实道 我还没有想过 妮妮翻了个身 面对着钟千千 亮亮的眼睛 在夜里带着光 你会和爸爸分手吗 钟千千千艰难地开口 我们已经不爱对方了 妮妮 爱不爱 我没法替爸爸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和弟弟都希望 这个家里有你 一个十二岁的丫头 刚从小学生成为初中生 却说出这样老成的话 钟千千心里很不好受 她抱住妮妮 大人的事 大人会解决 你和弟弟好好念书 妮妮缩在她的怀里 嗯 钟千千试探地问道 你来立嫁了吗 十二岁的女孩子 差不多也到了 来立嫁的年龄 但钟千千第一次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过世了 那时候 镇上的学校没有生理课 大家对于这样的女性话题 都是休于谈论的 更别说是教育了 那天上晚自习的时候 她就觉得肚子很痛 忍到放学跑回宿舍 直接去了厕所 那时候的厕所是半遮挡的 她蹲在那里 看到下面的草里有血 肚子又痛得她额头冒汗 这吓得她瑟瑟发抖 爸爸妈妈都是生病死的 她觉得自己一定是有遗传病 自己也要死了 八个人的女生宿舍 只有一个年龄最大的来过立嫁 但一直都是遮遮掩掩的 怕人笑话 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的钟千千 真的对这方面的知识 一无所知下 自习后 同学们都回了宿舍楼 厕所的人多起来 开始排队 钟千千不敢起身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就那么一直蹲着 脚都麻木了 最后是她的宿舍社长 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 到厕所来找她 悄悄问她 怎么蹲了半个小时 隔着半块挡板 钟千千声声音颤抖 我流了好多险 社长朝下面看了一眼 巧声淡定地说 你别怕 等我 她回来的时候 塞给钟千千一张 卷在手心的卫生巾 别怕 来大姨妈了 你把上面的纸撕掉 贴在裤子上面就行了 她的这句话 把钟千千救了回来 她悬着的心 缓缓地落了下去 原来自己不是要死了 只是来了例假而已 她照着社长的话 垫好卫生巾才缓缓起来 手还放在腹部 社长比大家大一岁 平日就像姐姐一样 对别人关照要多一些 她扶着钟千千 没事的 第一次我也害怕 我带你去小卖部买卫生巾 钟千千 可是肚子好痛 社长 别害怕 痛经是正常的 忍一忍 那个要垫好 别把裤子弄脏了 如果上体育课的时候来 就告诉老师 老师会给你批价的 那时候 家里只剩下 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男人 钟千千 根本不可能 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但自己每个月 多了一笔开支 只能从生活费里省 她觉得 例假对女孩子来说 是人生的一个坎 她从一个小女孩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她记得那时候 自己的害怕和慌张 没人告诉过她 生理期的饮食禁忌 后来痛经一直伴随着她 痛起来的时候 浑身骨头都不能碰 只想躺 和许行书在一起后 她发现她的异常 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 又调养了快一年 痛经才彻底离开了她 现在怀里的妮妮 没有半分羞涩地摇了摇头 没有 但是老师和姐姐 都教过注意事项 我知道怎么使用卫生巾 钟千千笑着 真好 这么多年 就算没有妈妈 也有别人做你的指引 她摸了摸女儿的脸 明早想吃什么 我给你们做 妮妮 我想吃妈妈煮的面 爸爸说过 妈妈煮的面好吃 钟千千 好 煮面 睡吧 妮妮嗡了一声 朝她的怀里又拱了拱 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意 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 玲玲醒来的时候 看妈妈抱着妮妮 妮妮睡得极其香甜 她又气又嫉妒 站起来直接用脚 把妮妮薅开 然后躺在妈妈的怀里 妮妮差点掉下床去 一下就惊醒了 她顶着一头乱发 坐起来 看着罪魁祸首喝道 许嘉玲 玲玲朝她得意地吐了吐舌头 这一闹 钟千千也醒了 她坐起来 还有些恍惚 妈妈早安 玲玲甜甜地问好 走 乖 你们去洗漱 妈妈做早餐的她翻身下床 梁姐弟在刷牙 玲玲 你这个口是心非的人 怎么跑妈妈怀里去了 妮妮叹了一口气 她要抱我 我有什么办法呀 玲玲瞪着她 你真会装 妮妮 你真会撒娇 三人吃完早餐下楼的时候 许行书的车却停在下面 玲玲眼尖 是爸爸的车 208 你想看照片吗 见他们出来 许行书从车上下来 玲玲扑过去 爸爸 你怎么来了 许行书昨晚打电话给江贺宇 问了一些关于钟千千的情况 她知道 她并没有车 许行书看着钟千千 接你们去学校 玲玲 你怎么不上去啊 妈妈给我们煮的面条 你吃了吗 许行书的眼睛 粘在钟千千她身上 没呢 待会去公司随便吃点 钟千千 那你送他们 许行书 一起吧 玲玲 妈妈送我 你答应我的 你也看着她 许行书 别让孩子们失望了 钟千千明白 这一家子的意图 但还是坐进了后排 千千一个有些许苍老的男人的声音 钟千千看向司机 有些讶异 才说 司机才说 就差老泪纵横了 她是看着钟千千和许行书一路过来的 当初那么有活力的一对优秀青年 明明已经修成正果了 后来偏偏又爱 才说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许行书坐在前排 别废话了 大清早的 开车了 才书楠楠 开车开车 高兴呀 这一晃这么多年 丫头生的小丫头都这么大了 我感慨呀 时间过得真快 许行书 没完没了了 财书笑道 见着面高兴 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千千丫头董事又乖巧 每次见到 我都财书长财书短的 有好吃的 也留我一份 这么多年 我真没遇到这么好的雇主 许行书 你影射谁呢 钟千千坐在后排 听他们日常斗嘴 真觉得岁月如梭 他还没和许行书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坐他的车 财书都看似不经意地说很多许行书的好话 说他多么多么优秀 为人多么多么谦逊 事业多么多么成功 还说第一次带女孩子坐他的车 第一次送女孩子回家 真是个非常敬业的司机间推销员 他就像看着他们长大的长辈一般 送完孩子 钟千千被玲玲缠着手臂 要求放学 还要来接他 要求得到满足以后 男孩才拉着姐姐的手 蹦蹦跳跳地冲进学校 许行书眸光 灼灼看着钟千千 你去哪里 送你过去 钟千千 不用了 你去忙你的 许行书 学校这边不好打车 钟千千 我走到前面去打 许行书 那先上车出去再说 你看这边要堵车了 后面真有排着的司机探出了头 钟千千这才上了车 许行书跟着坐进了后排 才说 千千 咱们去哪呀 钟千千 我到前面的路口 把我放那儿就行 谢谢才叔 才叔眉头一皱 满脸不悦 你上了我的车 我就得把你送到终点 哪有半路下车的道理 是多年没见和才叔身份了 还是觉得才叔老了 不信任我的技术了 钟千千连忙解释 没有没有 我 他这些年鲜少与人接触 明知道才叔是开玩笑 却不知道怎么接这话 才叔 才叔见着你高兴 你让我再送你一回 钟千千看看许行书 你上班得迟到了吧 说着又转向 才叔你送他去就好了 才叔不以为然地咳了一声 他是老板 矿工都没问题 迟到不算事 许行书在心里 给才叔竖了的大拇指 钟千千看今天自己是走不了了 只得说 那送我回去吧 才叔 好嘞 许行书却有些不满 你不是要找房子吗 那房子三个人怎么住 钟千千 我有中介的电话 我回去打给他就行了 许行书 那看房的时候叫我一起 钟千千疑惑 你去做什么 许行书一本正经的 你不知道 那俩孩子很多生活习惯比较特殊 他们得有个单独的书房 卧室得带阳台 客厅一定要大 还有厨房也不能小 有时候 学校会布置一些家庭作业 做做美食什么的 所以我得和你一起去去看看 符不符合他们的需求 昨晚他们是太开心了 不然才不会住你那里 对孩子了解这块 钟千千的确是一张白纸 钟千千无奈地答应 那好 许行书心里得意 又道 算了 这样 房子我去租 这边你都不熟 容易被人坑 钟千千 房子我自己租 许行书算这么轻做什么 钟千千认真的说 我说了 我来租 许行书妥协了 那这样我找房子 你付房租 可以吗 钟千千这才同意 许行书 那你有什么需求 钟千千 有个书房和阳台就行 许行书 我知道了 你把手机号码给我 到时候找到了我 联系你一起去看 钟千千没有扭捏 抱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许行书拨了出去 清脆的铃声在车厢响起 财书和许行书同时皱起了眉头 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古早 然后他们看到钟千千面色淡然的 掏出一部红白相间的翻盖手机 把许行书的号码存了进去 许行书下巴都快掉了 你平时就用这个 钟千千 嗯 许行书 就为了夺我 钟千千不好说是 否认道 这个方便 现在的智能机功能太多了 眼花缭乱的 很耽误时间 许行书还是很惊讶 你是作家呀 你这是与时代脱轨了 你怎么搜集素材啊 他们在一起的那些年 智能机也是人手一步的 钟千千 我觉得挺好的 许行书试探的问道 你是不是经济有困难 你给我说 虽然我差点就破产了 但是也不是一点钱都没有的 我能帮你 钟千千有些无奈了 自己不过是 用了一部老款的手机 怎么就惹她这么多的猜想了呢 财叔一边开车一边到 千千 我八十岁的老妈 都不用这种手机 你这真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呀 钟千千 我习惯了 平日出了工作 也没什么人需要联系 工作上的人联系也比较少 所以 手机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小 对我来说 能打电话 能看时间就行了 许行书还是不理解 那你无聊的时候怎么办 昨天她去她房间看了 电脑到时候 那是她吃饭的家伙 但是电视是没有的 她一点消遣的项目 都没有钟千千 工作起来就不会无聊 如果真的无聊 就去马自 如果马自都不行 就锁门出去旅行去了 许行书 你可真行 不过 我有很多妮妮和林林小时候的照片 你想不想看 钟千千看向她 虽然没有说话 但眼神表达得很清楚 我想 209再追一次 钟千千点了点头 许行书 那我怎么传点你 都在手机里 你别告诉我发你邮箱 说着 她真的掏出手机打开相册 点开一个叫 时光的相簿 满屏都是密密麻麻的照片 她随便点开一张 你看 这张是她们八岁的时候 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拍的这张 我看看时间九岁 市里的小学生演讲比赛 你女儿得了一等奖 这方面遗传了你 钟千千看得心里痒痒 忍不住伸手把她的手机拿了过来 自己翻看 她一张一张挨着看得仔细 许行书就凑过来给她解说 这张是回爷爷奶奶那 在他们的菜地里拔菜 对了 我爸妈现在在乡下住 偶尔才会回来 这张妮妮抱着的这个小不点 是小来的女儿 就昨天那个小丫头 那时候她差不多三岁 在外国 改天再给你说小来的事 这个是视频 你点一下中间这个 她真觉得 还在用翻盖手机的钟千千 是个原始人 怕她不会 还指了指中间的播放图标 这次是两姐弟打架 玲玲被打哭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的 钟千千却揪着一颗心 背景音就是玲玲哇哇的哭声 断断续续的 我给爸爸告你 妮妮朝她得意的吐舌头 你爸也是我爸 玲玲 你一天就欺负我 呜呜妈妈 视频播放完了 那生妈妈 只是孩子需要安慰时的本能哭叫 她经常都这样 许行书都习惯了 但钟千千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她看向许行书 声音不大 但语气严厉 他们在打架 你在做什么 许行书笑道 我 我在录视频啊 钟千千气急 你都不管管他们吗 都打哭了 许行书 我管什么 我要是管了 被袒护的那个是开心了 另一个就要骂我是偏心狂魔 况且 他们三分钟就好了 我才不去讨这个骂 钟千千气得无言以对 他就是这么当霸的 许行书知道他的意思 他趁机倒 你这次好好管管他们 他们听你的 我是真管不住 每次被他们气得半死 又不敢真的动手打人 我这边棍子还没有落下去 那边另一个 已经开始打110说 我虐待未成年人了 真是头痛得很 钟千千 我觉得他们挺乖的呀 弟弟年人乖巧 姐姐懂事沉稳 许行书仰头叹了一口气 现在是好了一点 知道我欠了债以后 懂事了许多 很少和我抬杠了 每次加班都会打电话 要我早点回家 怕我累着 我还真有种孩子长大了的感觉 欣慰啊 提到债款 钟千千的心也跟着沉重 别的不说 以前和许行书在一起 他没少帮他 当他无意间知道 那出租屋外的路灯 是他找人安装的以后 心里第一次被幸福填满 那天 他主动牵了这个细心 又温暖的男孩子手 那是他这辈子 做得最大胆的一件事 男孩子一点都不含糊 当时直接就抱住了他 答应我 做我女朋友 后来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养父一家主动拿出了户口本 而且再也没有骚扰过他 到他毕业去学校宿舍 搬行李的时候 他没有叫人 而是自己撸着袖子 帮他搬了三趟 那些书沉的步行 他从四楼搬下来 即使衬衣都汗湿粘在身上 看向他的时候 眼中却永远都是笑意 他帮他把行李 搬到他新租的房子 匆匆洗了个澡就走了 他才知道 下午他还有场会议 后来他问过他 为什么要自己亲自来动手 他说 我怕叫别人来搬 你的同学会以为 那才是你男朋友 相爱的时候 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很甜蜜的 他们是幸福过的 钟千千回过神 把手机还给许行书 需要我帮忙吗 许行书笑道 你那点真不顶用 钟千千 你在哪里借的 许行书 词人的 钟千千眉心紧皱 那利息很高的 这么多钱 每天的利息都是天文数字 如果不是许行书救了花来 照顾了他这么多年 江贺宇是不可能这样 无条件帮他的 许行书心虚的说 还好 是个熟人 不说这个 房子没找到之前 你先回家住吧 钟千千看向他 许行书解释道 我没别的想法 你那里的确窄了一点 孩子又要粘住你 等房子找好了再搬出去 家里有很多空房间 他说的是现实问题 玲玲这个半大的男孩子 再和妈妈睡一起 的确不方便了 但他正在长身体 又在上学 总不能让他睡沙发 钟千千 你先把他们哄回去 房子弄好了 再搬过来 许行书不开心了 要不说财叔 跟了他十多年 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呢 财叔一边开车 一边插了嘴 搬来搬去不麻烦呀 一家人还四分五散的 你们年轻人 经历可真好 许行书 不是的财叔 千千现在是作家 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 她需要自己的空间 那你阿哥家伙多闹腾啊 财叔 你楼上不是空了几间吗 给千千腾出来不就得了 平时白天孩子们都不在家 你又在公司 家里根本就没人 还不够安静啊 再说了 不是我财叔嘴碎 多吃了几年饭就唠叨你们 小叔 你现在这财务状况 钱真得省着点花 随后他又用 不大不小的声音 嘀咕了一句 再说了 你们又没有离婚 住一起又怎么了吗 许行书看着钟千千 用商量的口吻说 你先去住几天试试 如果不习惯 咱们再换 钟千千犹犹豫着 许行书 你想想孩子 你远信他们一天两头 跑他之前劝花来的时候 是劝他自私 凡是先考虑自己 现在劝自己的老婆 就要他以孩子为重了 许行书看钟千千在犹豫 便说 我当你答应了 我现在送你回去收拾一下 下午咱们一起去接孩子 他们知道了 肯定特别高兴 钟千千 我 许行书 明天周末 正好你带他们出去玩 我要出趟差 可以吗 钟千千不得不答应 好吧 许行书相当于是第二次追钟千千了 这感觉很奇妙 他很喜欢 具有胆战心惊 但这次 他多了一枚筹码 就是他们的孩子 二百一十跪 一跪求原谅 钟千千放学后 被孩子拽回了以前的家 家里还有几个老佣人都记得他 看他回来 免不了一阵唏嘘 全对他关怀备置 让他原本忐忑的心有了一点点安宁 许行书本来要第二天才出差的 这边刚把钟千千接回家 助理就来电话 说情况有变 客户明早八点就得见 他必须得今晚飞过去候着 他握着手机 猝着眉 依依不舍地看着钟千千 这边刚把老婆哄回家 那边就催着要走 真是一点相处的时间都不给他留啊 知道了 买今晚最晚的一班飞机 助理 早点过去好好休息吧 我看你最近状态都不太好 许行书 我自有安排 先和家人吃顿饭再说 助理 好的 许总 许行书嗡了一声挂了电话 脸上又带着笑意走向钟千千 这间房怎么样 你满意吗 钟千千 挺好的 你去忙你的吧 我会看着孩子 他听到他讲电话了 许行书反手关了门 不忙 只是等下就要飞了 他慢慢地走向一脸戒备的钟千千 钟千千 你要干嘛 许行书斩臂把他拥入怀里 我要走了 抱抱 钟千千急到 你放手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 许行书才不撒手 什么关系 钟千千 要离婚的关系 许行书 那不离了 钟千千一把推开许行书 盯着他压低声音 许行书 你逗我玩呢 许行书满脸无奈 我不想离啊 好好的 为什么要离婚 钟千千 所以欠债的事 你骗我的 如果许行书有难 就看在他曾经帮他的份上 他倾家荡产也会帮他 但是现在 还有一对孩子等着他养 他得先雇着他们 离婚是最好的 保全部分财产的方法 到时候 就算许行书的财产分割不出来 他起码还能靠自己的财产养大他们 许行书 对天发誓 绝对没有 钟千千 那赶紧把婚离了 别牵连到的孩子 许行书 说起这个 我这周末都回不来 离婚的事得往后靠靠 我等一下就走 你能不能抱抱我 钟千千瞪了他一眼 你想什么呢 说着就要拉开门出去 还没到门口 就被许行书抓住 他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许行书推着转了个面 被紧紧的贴在门上 双手被卡在两边 许行书轻压过来 越贴越近他又急又气 许行书 你干嘛 许行书答得理所当然 亲我老婆 说着 唇就要落下来 钟千千把头猛的偏向一边 你敢 许行书 我亲我老婆 有什么不敢 说着 就在他粉嫩的脸蛋上 扒唧了一口 钟千千挣扎道 你放手 我不喜欢你了 许行书的动作停下 用额头抵着他 不让他乱动 气息低沉 可我一直是喜欢你的 你以前不喜欢的我的那些 我都改了 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我现在是迫不得已 才这么忙的 等我把这段熬过去了 我就在家陪你和孩子们 钟千千 你不用改变 是我自己不喜欢了 以后孩子我管 你可以重新去追求你的幸福 许行书 你就在这儿 我去哪里追求幸福 我这辈子 就想和你钟千千在一起 你不知道 这些年 我走过了多少地方 但凡有点关于你的蛛丝马迹 我都不会放过的 你说 我这天南海北的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找你回来 离婚是吗 钟千千又开始挣扎 那是你的事 我不爱你了 不会再和你在一起 你放手 她的手腕扭动 许行书却捏得更紧 挣扎间 万间手链被扯断 掉到了地上 钟千千大惊失色 要弯腰去捡 许行书叫着静 突然觉得手心的触感 有些异样 她划开手 看到钟千千那白嫩的手腕上 一条五六厘米的触目惊心的疤痕 这样的疤痕哪里来的 答案显而易见 这是什么 她紧紧的捏着它 眼中没了刚才的细血 现在全是慌张 身体在微微颤抖 钟千千把头偏向另一边 没有回答 许行书嘶吼道 我问你这是什么 说话 钟千千扬扬起头 神色淡漠 没在挣扎 我说是纹身 你信吗 许行书 什么时候的事 钟千千 过去了 许行书的力道 一下子就松了 她又把她抱进怀里 这次钟千千没有挣扎 许行书掺着嗓音 那时候 我去找了你的心理医生 她告诉我说 你的抑郁症 已经非常严重 还给我认真解说了很多病症 我才知道 你那时候过得有多辛苦 对不起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钟千千叹叹息一声 已经过去了 我治好了 这几年没再犯过 你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的 许行书却问 是在家还是离开以后 你还做过什么伤害自己的事 她松开她 翻看她另外一只手 还好 那一条还是完整光洁的 许行书 都怪我混蛋 那时候还觉得你矫情 和你吵架千千 钟千千 开始我也没想到婚那么严重 只以为是产后抑郁 等我去工作了就好了 但是后来 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慢 都那么煎熬 有一天我就站在二楼的阳台 抱着零零晒太阳 她没完没了地哭 我差一点就抱着她跳下去 许行书听得心惊 她紧紧地抱着钟千千 头里不断地重复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忽略了你 钟千千淡淡地诉说 后来我就走了 原以为没有他们的哭声 我就解脱了 但是 我开始没日没夜地想他们 又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好困啊 我就想睡一觉 就想休息一下 后来是旅店的老板 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从医院出来后 我彻底离开了这里 我怕自己有一天 忍不住会回来 会伤害到他们 钟千千感觉一直捏着 她手臂的大手松开了 许行书捶着头立在自己面前 眼睛红红地看着她 然后就跪了下去 二一一不要脸 她这动作 直接把钟千千看猛了 刚才的那些痛苦回忆 也全都跑光 你干什么 快起来 许行书抱着她的腿 真想着做错事的孩子 我真的错了 千千 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 我一定努力赚钱 把这笔账还了 咱们一家人 好好的好不好 钟千千急道 你说话就说话 跪着做什么 你是不是男人 许行书死不要脸 我们孩子都生出来 你说我是不是男人 你再给我个机会 答应我 我就起来 钟千千真没想到 这种时候 许行书还能说出这种婚话 她现在腿背抱着 想跑都跑不了 你起来 等一下孩子们进来 看到这想什么话 丢不丢人 贵自己的老婆 有什么好丢人的 老婆跑了才丢人 你这不知道这么多年 我出去 参加那些带伴侣的应酬 头都抬不起来 千千 你快答应我 钟千千从来没有见过许行书 这么不要脸过 看来她说的 自己这些年改变了 她说的很多 一点都不假 见钟千千不回应 她还摇了摇她的腿 就像零零三四岁的时候一样 钟千千低声吼道 你先起来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然后是零零充满活力的童声 妈妈爸爸 吃饭了 钟千千更急了 要是被孩子看到 父母是这个样子 像什么话 钟千千 起来 许行书 答应我 再给我个机会 零零的声音又传来 妈妈 你在里面吗 我进来可以吗 钟千千看着门的方向 眸中燃着怒火 看着许行书 好好好 起来 老婆最好 许行书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哪知道这地板僵硬 跪了这一会儿 她膝盖发软 还没站直就 扑着钟千千向后倒去 啊 钟千千被压到地板上 脑袋撞得咚了一声 她本能的惊呼出声 妈妈 怎么了 零零的声音带着焦急 然后拧开了门锁 她便看到爸爸 把妈妈扑到在地 整个人须须地压在妈妈身上 许行书一脸淡然 钟千千满脸羞涩紧闭着眼睛 她想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零零恍然大悟 像是什么都没看到 转身就出去了 妈妈 你到哪里去了 走的时候 还不忘把门带上 许行书还不起身 她得意地说 你看咱们儿子多有眼力见 钟千千被一个晚辈看到这个样子 真的是又羞又恼 她急到 你还说 快点起开 许行书 反正儿子都误会了 咱不做点什么 也太亏了 话音一落 她便把钟千千的食指扣着 堵着她娇艳的唇 钟千千原本还要挣扎的 却根本敌不过许行书 就那样被她打开了 唇齿声音也变了味 零零喜气洋洋地从楼上下来 妮妮一脸迷惑 爸妈呢 不是让你叫他们吃饭 零零 你别操心了 他们忙着呢 妮妮更加疑惑 这房间都收拾好了的 还有什么好忙的 你真是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去叫 说着就要上楼 才踏一步 就被弟弟一把拽住 别去 给你说了 他们在忙 妮妮 忙什么 吃了饭再做也行啊 零零一脸神秘的偷笑 人家在轻轻 你上去做什么 电灯泡 妮妮捂着嘴 你说他们 昨晚两姐弟还在为父母 即将破裂的婚姻操心 今天人家就和好如初年上了 零零点点头 嗯 看来咱爸 红语人还是有一套的 妈妈这才回来几分钟 已经被他搞定了 咱们这个家散不了 用不着咱俩在操心了 妮妮将信将疑 没关门啊 零零 关了 我开门看到的 妮妮敲了一下她的头 没规矩 零零嘻嘻地笑 我保证 下次不会闯他们的房间了 萍萍抱着自己的专人碗筷过来 哥哥 你是说 舅舅和舅妈在房间亲亲吗 像他们一样 她的手指像电视 屏幕上的一对男女 正稳的火热 妮妮连忙捂住她的眼睛 小孩子不许乱看 零零已经手急眼快 把电视给关了 许晴叔和钟千千从楼上下来 钟千千脸有些红 低着头 她虽然三十多岁了 但感情经验并不丰富 而且面对晚辈 她的感情生活被偷窥 她是害羞的 零零却像是什么都没看到一般 热情地招呼爸妈 妈妈 咱们吃饭了 你坐这里 她把椅子拉开 安排钟千千坐下 然后又把许晴叔安排在旁边 爸爸坐旁边 然后自己再坐到钟千千旁旁边 妈妈 我给你盛汤 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家 让钟千千有些拘谨 但儿子的热情 让她自在了许多 她喝着儿子 特意喂她准备的汤 问道 我听小莱说 她妈妈也住一起 怎么没有看到人 许晴叔 阿姨去医院了 今天晚饭不一起吃 钟千千 医院 生病了吗 有没有人陪她去 许晴叔 张妈陪她去了 没有生病 只是日常的例行检查而已 她之前发生了意外 皮肤做过修复 腿脚还有点不便 钟千千 应该等着她一起吃的 许晴叔不以为然 大家一家人 别这么客气 阿姨人很好的 平时也照顾三个孩子 孩子们都喜欢她 说完后 她拿筷子的手顿住 我给他们重新找个住处吧 这下住一起 有些不方便了 这事儿 等我出差回来再安排 零零到 爸爸 我就想和妹妹住一起 还有姐姐和婆婆 钟千千说 就是 哪有让别人搬走的道理 人家心里怎么想 许晴叔 这你别操心 他们不会多想的 熟得很 说着转向零零 放心 不会隔太远 还是可以一起玩的 钟千千便不再说什么 许晴叔交代道 你要有时间 明天带孩子们出去玩 晚上孩子们抽点时间 练练乐器 后天上午是书法课 老师会来家里 练完后就可以玩了 钟千千 哦 许晴叔看向平平 平平也不能偷懒哦 舅舅回来要检查作业的 平平嘴角沾着饭里 奶声奶气的说 平平最乖 平平会学习的 许晴叔笑道 那就好 吃完饭 许晴叔把钟千千 拉到自己的房间 帮我收拾一下行列 钟千千原本是不去的 却不好当着孩子的面拉扯 指的跟着进去了 但这次 他坚决不允许 许晴叔再关门 许晴叔无可奈何地笑着 你怕什么 咱俩是夫妻 就是关起门来裸奔 别人也不能拿我们怎样 212爱人的玫瑰 钟千千转身就要往外走 许晴叔这才秩序地拉住他认错 好了好了 我不平嘴了 帮我收几件衣服 我得去住两晚 钟千千原本想拒绝 但看到许晴叔刚躺上床没几秒 眼皮就在打架 又有些不忍心 她是肉眼可见的疲惫 看得出两个孩子被她养得很好 即使自己一走十二年 孩子们对她都没有半分怨言 妮妮那稍纵即逝的不算 家里的奖状证书不少 两个孩子学习优秀 懂事体贴 这让钟千千觉得感激 许晴叔的眼皮彻底闭上了 嘴里嘟囔了一句 东西都在老地方 老婆然后在床上动了一下 枕着自己的手臂 真的睡了过去了 钟千千叹叹了口气 过去拉过被子 给她轻轻盖住 然后去衣帽间取行李箱 里面还放着增高凳 这看得钟千千一愣 以许晴叔的身高 家里是不需要这个玩意儿的 但是这么多年 她的专属增高器 她居然没有丢 她移开目光 拉开柜门 拿出行李箱打开 捡了几件衬衫 又装了一套睡衣 然后拉开抽屉 犹豫了一下 还是用两根手指 粘起衣盒内裤 扔进箱子 她轻手轻脚地 把一切收拾妥当以后 才关上卧室的门 悄悄地出去了 孩子们在大厅玩耍 看钟千千出来 都围了上去 玲玲 妈妈 爸爸呢 钟千千抱起面前 伸手等了半天的平平 爸爸等下要出差 现在睡着了 咱们小声点平平 把食指放到手边 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她是一点都不认生的 见到谁都要求个抱抱 这个舅妈今天才见第二次 她却像熟的不得了一样 双手缠着钟千千的脖子 舅妈身上好香香呀 钟千千没有喷香水的习惯 身上只是洗发水的味道 她伸手点了点平平的鼻尖 真可爱 我听你江叔叔 说你可会画画了 还送了我一幅 谢谢你啊 小画家 平平眼睛睁得大大的 惊讶得十分夸张 原来叔叔要画去 是送给舅妈你的 钟千千 要画 是她问你要的 平平乖巧地点头 是啊 叔叔说 要有哥哥和姐姐的那种 钟千千了然一笑 看来 虽然昨天和孩子们的相遇是偶然 但是江贺宇应该也正在筹划 要抖出她身份的事了 不过她只听说 这江总为人高冷霸道 怎么会关心起别人家里 这点事来了 转念一想 定然是为了许弱来吧 那一家人的关系 也够奇怪的 她正抱着孩子逗乐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由一个庸人打扮的女人扶着进来 这一打照面 大家都是疑乐 秦素芝率先开了口 她眼里都是惊喜欣慰 是千千吧 钟千千 你好 阿姨 超级热心的玲玲 蹦过来介绍 婆婆 这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 这是婆婆 妹妹的外婆 秦素芝 孩子们老念叨你 回来了好 一家团聚 以后好好过 她不知道钟千千 只是暂住在这里 也不知道两口子要离婚的事 但现在当着孩子的面 钟千千也不好解释 钟千千 谢谢阿姨这些年 照顾玲玲和妮妮 秦素芝笑道 我这样都要别人照顾的 反而是他们陪着我呢 这下好了 有你在身边 两个孩子安心 钟千千 阿姨 先吃饭吧 说着她去厨房 为秦素芝取碗端菜 然后坐在餐桌边 和她聊一些孩子的事 知道了不少孩子们的成长乐事 两人从餐桌聊到沙发 聊得正憨的时候 钟千千的闹钟响了 她关掉之后 转头对一边玩耍的玲玲说 去叫爸爸起床了 玲玲突然捂着肚子 妈妈 我上厕所去了 钟千千把头转向泥泥 谁知泥泥抱着瓶瓶 姐姐带你去花园里玩 今晚估计有星星哦 说着便真的抱着小丫头走了 两姐弟为了给父母制造相处机会 真是煞费了苦心 钟千千摇摇头 不得不自己站起来 许行书睡得挺沉 钟千千站在床边叫了她 好几声她都没反应 她只能拍了拍她的肩 许行书 许行书 醒了 要迟到了 许行书翻了个身 背对着她继续睡 钟千千皱着眉 手下的力道加重了一些 许行书 再不起床要来不及了 她真不知道 以前这许行书是怎么醒的 有人叫都不醒 难道会自己醒不成 她伸出食指戳了戳她的背 她的身体 还是那么紧实富有力量 钟千千戳戳了几下 竟然有些心愿一马 她当年和许行书第一次发生关系 是在她生日那晚 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们 在会所喝了不少 人有些晕呼 因为之前货问追求过钟千千 她不想和那帮人打照面 许行书拗不过她 便同意她不用去 后来她喝得半醉 别的人都由司机接走了 她躺在沙发上 给钟千千打电话 要她去接她 钟千千本就等着 要等她和朋友聚完后 再和她过生日的 她接到电话 立马就过去了 许行书躺在沙发 听见开门声 嘘嘘地睁了眼 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朝她走来 然后蹲在她的身边叫她 行书 行书 回去睡 她慢慢地坐起来 看到钟千千抱了一束花 她的嘴角弯起 把那树红玫瑰拿过来秀了秀 送给我的 钟千千有些不好意思 这是她第一次买花 她不知道该送许行书 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她的经济状况 根本就买不起像样的礼物 最后思来想去 自己买了一束花 这东西虽然滑而不实 但她想 许行书一定会高兴的 果然 许行书现在一手抱着花 一手懒过她 谢谢你送我的花 我超喜欢 钟千千 我不知道送什么 许行书 你给的 什么我都要 或许是酒精的原因 她的眼神迷离 也可能是灯光昏暗 夜色诱人 许行书一低头 稳住了钟千千 而钟千千这一次 也没有推开她 这之前她们是牵过不少刺手 但亲吻只有过两次 她太害羞了 总觉得还没结婚 不应该和男人做这样的事 她从高中起 就离开那个落后的小镇的 但是有些保守的思想 根深蒂固 但是现在 她有些控制不了自己了 这次的吻这么深情 钟千千只觉得脑袋炫运的厉害 像是坐在云端一般 等她思绪回归现实的时候 她已经在许行书身下了 213年的事 我都要管 她意识到 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的时候 本能地伸手推着她 不要不行 许行书溅在弦上 她拉开一点点距离 眼神黏腻 宝宝 我爱你 一辈子都会爱你的 我会对你负责 你不相信我吗 她身若闻淫 不是的 我们还不可以 许行书 你是不是不爱我 她立马反驳 没有 许行书笑起来 她真好看 笑起来的时候 居然带着酒窝 眉眼里都是爱意 她起身 把钟千千拉了起来 钟千千以为 这事就算过去了 她浅浅地松了一口气 不料许行书坏笑道 这里脏 咱们不能在这里 钟千千一愣 然后被许行书抱进怀了 带着酒气 说了一大堆 溺死人的情话 听得她双腿发软 最后 她抱着那树红玫瑰 牵着她的手 把她带到了自己家 完全占有 这种事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钟千千去她那里的次数 逐渐多起来 后来发展到 只要没人 两人就会抱着亲吻半天 非也分不开多年轻的人 他们的身体 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那段日子 真的很快地充实 有次钟千千 躺在许行书的臂弯 手指在她不着寸缕的皮肤上 轻点 慵懒地问 怎么你的肉这么硬啊 自己浑身上下的肉肉 都是软乎乎的 男人的肉 怎么会像块铁板一样 许行书轻笑了一声 傻瓜 这是肌肉 当然是硬的了 钟千千坐起来 肌肉 看起来不像啊 他一脸认真的样子 逗得许行书发笑 不是每个男人的肌肉 都是那种 八块腹肌的 嗯 钟千千凹了一声 又躺了回去 现在隔着衬衣 他的食指再次搓到他的身上 不知道怎么 就想起那段 以你的往事 他缩回手站起来 许行书 许行书总算又动了动 他又翻转身看向他 喃喃道 千千 钟千千 八点二十了 你得去机场了 许行书眨了眨眼 人却一动未动 仍旧念叨 是千千 他以为自己在做梦 梦到钟千千回来了 钟千千要去开大灯 刚一转身 许行书却立马坐了起来 你别走 他这一喊 两个人都愣住了 他也彻底醒了 他从床上跳下来 光着脚踩着地毯 欣喜若狂 不是做梦 你真的回来了 钟千千又被揉进他的胸膛 他都快习惯了 这个人这两天 动不动就抱他 完全不问自己的意见 许行书 我还以为在做梦 看来这大白天睡觉真误事 钟千千推开他 早就天黑了 你等一下要去机场 你快收拾一下 他说完就要出去 不料许行书叫住他 对对 我得出差 我去洗脸 你帮我拿件衬衣和裤子 这身得换 不等钟千千回答 他已经闪进了卫生间 钟千千只得无奈地去 替他挑了一身衣服 放在床上 许行书出来 也不避着他 直接就挤了身上衣服的扣子 小麦色的熟悉的身体 突然就展现在他的面前 他只看了一眼 那硬朗的线条和肩背的力量 让他脸有些发热 他不着声色地转过身处去了 一边走 心里一边骂许行书 臭不要脸 许行书匆匆走了 钟千千心里浅松了一口气 再次重逢 很多回忆都被一点一点勾起 回S式的飞机上 江鹤宇把一条毯子替花莱 搭在他光洁的腿上 我说飞机上温度这么低 你穿裙子做什么 花莱邪腻了他一眼 我是女星 不穿裙子 难道穿棉裤 待会下飞机被拍到怎么办 江鹤宇眼里都是警告 你敢以美色薄出位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花莱把头别向一边看窗外 一副懒得理你的样子 这三天的旅途 因为钟千千的事 二人关系缓和了不少 江鹤宇的热脸偏要贴上去 说认真的 钟千千回来了 你还住在许行书那里不合适 花莱当没听到他发现 现在江鹤宇的话好多啊 而且自己回一句 他就能再说十句 停也停不下来 他刚认识的那个 西字如今的男人 他有点回忆不起来了 江鹤宇 人家两夫妻正式感情修复的时候 你在那里多爱事啊 花莱闭上了眼睛 江鹤宇 而且 你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住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家里 人家钟千千会怎么想 哪怕你问心无愧 人家真的一点都不会多想 花莱脸上 已经是很不耐烦的神色了 江鹤宇 好 就算钟千千不多想 外界看到了 会不会多想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身边跟了多少摄像头 花莱隐远的表情 越来越明显 江鹤宇 趁大家现在关系还好 你搬出来吧 到时候媒体乱写 那多难看呀 孩子们会怎么看你们的关系 你是我公司的艺人 我又是你的经纪人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花莱不胜其烦睁开眼 我自己的事 我自有安排 不需要你管 他说的这些花莱早就想过 他走之前 也让像头开始为他找房子了 只是江鹤宇不知道把了 江鹤宇理直气壮 你是我的艺人 你的事就归我管 花莱为了阻止话题继续 指的说 我在找房子了 今天回去就去看 上飞机前向童已经给他说过 找了三处 让他自己去看了挑一挑再拍板 江鹤宇 什么 在找了 花莱恩了一声 江鹤宇急道 这种事 你得找我来办 我是你的经纪人 花莱 经纪人不管这事 江鹤宇 我就得管 不行 房子我来找 他早就打好主意了 自己那么多空房子 他就要把他一家给塞进去 花莱笑了一声 我的是你少管 江鹤宇也笑了 我不管谁管 以前有许行书替你管 现在人家有老婆了 不方便了 花莱 那也有别的人管 江鹤宇眉目促起 谁 男人还是女人 花莱答得果断 男的 江鹤宇 哪个男的 花莱 这你管不着 你是我的经纪人没错 但你能管我的工作 管不了我的私事 江鹤宇明显被激怒了 他压低声音 音色里多了几分狠力 我是你老公 你的所有事 我都要管 214看房子 花莱 困了 江鹤宇看他一脸眷色 应该是真累 他便不敢再打扰他了 你睡吧 到了我叫你 花莱多闹 谁要你抢空姐的工作了 落地后 相同的电话 就打到花莱这里 姐 有一套房子 我觉得还不错 但得赶紧去看 如果我们不要 晚上的时候 他就得给别人了 江鹤宇拉着两个行李箱 花莱两手空空 走得悠然自得 那行吧 咱们待会直接从机场去看 相同 好的 老地方等你 挂了电话 江鹤宇 看什么 看房子 花莱 嗯 江鹤宇 你说的那难的 花莱 对啊 让我现在去看呢 江总 你自己回去 我等一下和相同 一起去看江鹤宇沉着脸 还有那个男的 花莱有些不耐烦 你有完没完 有照相机对准他们 花莱摆出微笑 不多时 网络上就有了他们的照片 花莱笑得春风得意 在前面大不留心 江鹤宇黑着一张脸 在后面推着两个行李箱 结合之前的那些照片 大多数人都发现了 不是花莱这个花瓶 找到江鹤宇这样的金主 而是星河的老总 把一个结过婚 带着女儿的自己的女艺人 宠上了 又凶又宠 甘愿做他的经纪人 独带他艺人就算了 还兼职做他的助理 为他安前马后 节目组也没想到 他们居然假戏真做 更加肆意宣传他俩 时不时地放点花絮 或者剪点甜甜的视频 发网上 江鹤宇对他们这样 蹭流量的方式 是默认不干预的 反正越多人知道自己 和花莱的关系越好 花莱不松口 自己就不承认不否认就行 花莱这边呢 他虽然不喜欢 节目组这样的宣传方式 但是自己是没有话语权的 相同接到花莱 把他的行李放进后备箱 江鹤宇把自己的也放进去了 花莱猝猝着没看着他 你的放进去干嘛 江鹤宇答得理所当然 一起回去啊 花莱 你去找你的司机啊 江鹤宇已经替他拉开了车门 笑着说 所以说 你没有当过老板不知道吗 我们一起走 为什么要找两个司机 这不是浪费公司资源吗 说着 他还无奈地摇了摇头 许清书都教了你些什么 难怪他差点破产 进去吧 花莱坐进后排 我们不顺路 江鹤宇 顺路顺路 我们一起去看房子 小向 开车 向同 好的江总 花莱智着气 不许开 向同的手放在方向盘上 一动也不想动 甚至大气也不敢出了 他想起一句歌词 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里 江鹤宇 向同 我可是老板 你听谁的 花莱也不让步 你是跟着我来的 我有权利处置你的去留 你今天要开车 我就把你开除 向同转过身 哭丧着脸 姐 我要吃饭呢 您就行行好吧 江鹤宇侧着身 手肘撑在车窗边上 好整以侠地看着花莱 女儿都六岁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 为难人家向同做什么 你看 那边的照相机 可又跟来了 花莱 这是防偷窥模 他拍不到 江鹤宇 说你外行呢 你看他戴的那眼睛没有 透视的 你还想上热搜啊 嫌你恃宠而骄 在机场对着老板发大火呢 花莱急到 谁恃宠而骄了 向同小心翼翼地说 姐 咱们先开出去吧 有什么话 路上慢慢说吗 花莱 把头别向一边 江鹤宇越来越不要脸 居然蹭自己的车 向同只当他默认了 启动车开了出去 江鹤宇看着气鼓鼓的花莱 逗到 还挺小气的 花莱突然想到什么 眼镜可以是透视的 但照相机的镜头 也有透视的麻达 转身看着江鹤宇 恨不得扔两把刀过去 江鹤宇看他眼神怪异 怎么这样看我 我现在可没惹你 花莱没理他 又把头转了回来 江鹤宇也不急 悠悠地问向同 向同 咱们现在是去看房子 向同微微侧头 看了一眼话里 不知道该不该搭话 江鹤宇 你别看他 我是他的经纪人 他的是我一清二楚 我是你的老板 你得听我的话 向同苦着一张脸 带着胆子说 那江总就别问了我 江鹤宇 这房子谁找的呀 向同 我找的 江鹤宇 你找谁找的 向同一头雾水 我找中介找的呀 今天去看向山公馆的 私密信挺好的 里面的安保也好 现在就剩最后一套 江鹤宇点点头 嘴角擒着笑看向花来 这丫头现在不正经了 她说的难的 不就是向同吗 还给她玩这一套 是想看自己吃醋 可真有手段呀 江鹤宇 够不够大呀 有没有孩子玩了的地方 向同 面积是不小的 住三几个人是 完全没有问题的 配套比较完善 而且主要的是 里面的东西都是现成的 基本可以拎包入住 花来这次找房子的 要求之一就是 能尽快入住的 江鹤宇 却像是不太满意的样子 向同能理解 毕竟江鹤宇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好房子没住过 任他把房子吹得天花乱坠 他也会挑选出许多次来 三人直接去了向山公馆 中介等在那里 带他们参观房子 这套房子 和他现在住的比起来 并不算大 但住花来家的三个人 是绰绰有余的 楼下是生活区和保姆房 主人卧室在楼上 儿童房也有现成的 外面带小花园 勤素之爱晒太阳 和事 花来连连点头 江鹤宇却频频挑刺 这卧室不行 你妈那腿 爬这楼梯可费劲了 你到底有没有孝心 花来 我 江鹤宇 你什么你 忘你照顾过 两个腿脚不便的人 你忘记我之前 都是住一楼的 花来见他 当着旁人提往事 压低声音瞪着他 你提这个做什么 江鹤宇瞥了一眼门口 怕什么 他们又没过来 再说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 江鹤宇 还有这阳台 不行 这频频要是 在这里爬着玩 摔下去怎么办 你不心疼我心疼 花来 他为什么要进这个房间 这只是个杂货间 江鹤宇 我真不知道你这么大意 怎么把频频带大的 带孩子 百分之一的危险概率 都不能有 花来索性闭了嘴 任江鹤宇点评挑刺 215姐夫 我来接你了 一圈走下来 江鹤宇是处处不满意 出来的时候 中介问花来 您看这房子 您还满意吗 花来还没来得及开口 江鹤宇冷冰冰地说 不行 中介满脸黑线 这房子是相同要他留的 说老板看过图片 还挺满意 看看现场基本就能定 现在这 江鹤宇可不管他 催促花来走吧 再看看别的 花来直接被他拽了出去 要不是那90亿 花来可能真的会 把江鹤宇给暗杀了 虽然他救助许行书目的不纯 但是结果上 许行书的公司 真的起死回生了 花来恩怨分明 劝自己忍了 到了车上 花来冷冷地说 相同出了这条路 把江总放下 江鹤宇 不至于吧 花来 你不下我下 江鹤宇不满地看着他 这荒郊野岭的 你让我走回去 花来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下 我下 江鹤宇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 又凑过来解释 真生气了 那房子真不怎么样 我刚给你说的那些问题 都是很具体的 你不能因为时间关系就将就 毕竟不是你一个人住 说着他看向司机 你说是吧 相同 相同 江总 我得专心开车 早知道这边的处境这么艰险 当初就留在畅语了 江鹤宇又对花来说 再说了 这房子又不是三天两头就换 你得问问家里人的意见 不能只凭自己的喜好 万一平平不喜欢呢 你不知道 现在的孩子 任何一件小事 都可能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影响 万一他在这里住的憋屈 又忍着不说 然后整日欲欲寡欢 那不得生病 花来冷哼一声 那你说 怎么办 江鹤宇七绕八绕 不就是有自己的打算吗 不就是想让自己搬到他那里去吗 江鹤宇却是一本正经 我没什么打算 只是帮你参考参考罢了 出了这条路后 一个挺拔的男人 脚边放着一个行李箱 站在路边 望着绝尘去的汽车叹气 真做得出来啊 现在这么不好惹了 江鹤宇无奈地笑着 掏出手机给赵玲打电话 到象山公馆这边接我 现在 现在 你不是说今天不用接你吗 我忙别的去了 过去最快得一个半小时 江鹤宇眉头皱成一堆 不耐烦地说 那怎么办 你让我走回去 赵玲 我给周运打电话 你等一下 江鹤宇 你快点 赵玲在挂电话之前问 你不是和小莱一起吗 被他丢了 江鹤宇火冒三丈 赵玲 对面传来的是嘟嘟嘟的盲音 江鹤宇在原地踢了二十分钟的石子 给花莱拍了好几张照 展示自己的凄苦 真乐得花莱的火气少了一半 他回道 风景不错 江总慢慢欣赏 江鹤宇直接播了视频过来 花莱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 现在已经是傍晚 天在慢慢黑了 江鹤宇哭丧着脸 也不知道这地方有没有野狼什么的 我腿脚不利索 大概是跑不过他们了 江总可以爬树 你后面那棵看起来比较好爬 江鹤宇 回来接我好不好 哪怕看在我是你老板的份上 我真有点害怕了 花莱一本正经的拒绝 不行 这车没油了 我们得去加油 现在倒回去接你 咱们全都得跑在半路上 江鹤宇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花莱面上是讥讽的笑意 我这也叫狠心 看来江总是真没吃过什么苦 和他刚进江家时 他承受的那些比起来 半路被抛下这种刁难 根本不值一提 江鹤宇自然也知道 他这话里有话 心里又起了一分愧疚 他闷闷地说 我在这里等周月 你回去了 给我报个平安 花莱笑道 江总还是担心 担心自己的安全吧 姐夫 一到温婉中 带着惊喜的女生 通过视频传到花莱耳朵里 然后他听到汽车刹车的声音 曾经的声音更清明了一些 姐夫 上车吧 花莱差点笑出了声音 刚才江鹤宇说的 自己在等谁来着 周月 真是好笑 江鹤宇实在没必要 给自己编这些吧 江鹤宇听见曾经的声音 脸瞬间冷了下来 他看向手机 准备给花莱解释 谁知视频已经被挂断了 江鹤宇暗叫完蛋了 他的一腔怒火 现在全都发到曾经身上 谁让你来的 他的声音 冷到让曾经 差点打了个寒颤 曾经委屈极了 眼中像是含着泪花 运哥说 姐夫在这边 我顺路 就来接你 江鹤宇的眸光中 都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我不管你是真顺路 还是假顺路 我都不需要你接 回去 我不相信我 我真的只是顺路 怕你等着急 江鹤宇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许再叫我姐夫 曾经的泪啪哒啪哒的掉 他垂下头 双手尴尬的搅着 知道了 江总先回去吧 来都来了 天快飞 江鹤宇不耐烦的喝道 滚 这是曾经 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 对自己说这么难听的话 他以前是接过他不少警告 但是他隔一段时间 试探性格又靠近他的时候 发现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所以他认为 江鹤宇 还是默认他的靠近和关心的 现在他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江鹤宇 哭得梨花带雨 江鹤宇知道花来肯定是误会了 他现在心烦的不行 看到曾经这哭哭啼啼的样子 火气又窜猛了一些 寒声道 听不懂事吗 明天到公司谈解约 曾经听到他开始谈解约的事 吓得一个哆嗦 如果自己和星河解约 下家是不难走 但是别人会怎么看他 而且离开星河 他哪里还有接近江鹤宇的机会 他第一次打断江鹤宇 我知道了 我走 他拉开车门 匆匆上车走了 江鹤宇看着远去的汽车 气得他把自己的行李箱 一脚踢到地上 他深吸了几口气 立马给花来打了电话过去 他以为花来一定在生气 他讨厌自己和曾经在一起出现 所以这个电话 他没指望他会接 但是偏偏才响了三四声 花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喂 江总 音色平稳 毫无情绪 216你倒是生气啊 江鹤宇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张了张口 只发出了一个字 我 花来 江总有事吗 他没有生气 这让江鹤宇很生气 他现在虽然做的是解释的事 但语气很不和蔼 不是我叫他来的 我打给赵领 赵领说的 找周韵 花来 哦 江总答给我就是说这事 江鹤宇 你别生气 花来轻斥了一声 江总说什么话呢 我干嘛要生气 我没有生气 江鹤宇闷闷地说 你还是生气吧 花来 江总你精神分裂了 我到家了 如果你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这句话撂下后 电话真的挂了 江鹤宇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心情低落到极点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有人要遭殃的 周韵刚从公司出来 就接到江鹤宇的电话 江总 小魏接到你了吗 江鹤宇冷笑一声 小魏 哪个小魏 周韵跟着江鹤宇多年 对他算得上是百分百了解 江鹤宇的语气让他意识到 应该有不好的事发生了 他停下脚步 司机组的小魏 我让他去接你了 江鹤宇 你知道来的是谁吗 曾健 周韵 你诚心给我找不痛快是不是 周韵 曾小姐 那你现在 江鹤宇没说话 周韵 我现在去接你 他抬头看了看天 可能要下雨了 江总 你带伞了吗 江鹤宇的电话挂了 周韵知道大祸临头 连忙亲自开车 往象山公馆跑 天色越来越暗 还响起了闷雷 江鹤宇抬头看了看 只觉得今天自己倒霉到家了 他把行李箱捡回来 打开翻了翻 都是衣服 没有伞 他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声 坐在行李箱上看着路口 他真没想到 自己也有这么狼狈的一天 这条路就只通向象山公馆 这个时间点 他坐了这么久 一辆出去的车都没遇上 想搭个车都不行 雨落下来的时候 他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等周韵到的时候 江鹤宇像枝落汤鸡一样 坐在路边的行李箱上 那样子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周韵心里只打鼓 伞也不敢打 冒着大雨就下了车 把冰冷的江鹤宇扶上了车 这夜晚的雨是真的冷 江鹤宇有些打哆嗦 周韵找来毛巾 给一言不发的江鹤宇擦头发 然后打开他的行李箱 找了套干爽的衣服 要他换上 车驶出去以后 周韵一边开车 一边观察江鹤宇的表情 然而那人什么表情都没有 恐怖吓人 周韵斗胆开了口 我是让小薇来接你的 可能被岑小姐知道了 他便来了 车内打着空调 江鹤宇的体温回转了一些 他的腿又在隐隐发痛了 他淡淡地开了口 开了 周韵 啊 什么 江鹤宇声音又大吐字又清晰 把你们全都给我开了 周韵 包括岑小姐吗 他现在有点拿不准江鹤宇的态度了 他路上已经和赵领通过气 知道江鹤宇八成 是被花来扔在路上的 那边气就不顺 这边回头又遇上曾劲 不发火才怪 江鹤宇咆哮道 我叫赵领来 赵领叫你来 你叫什么狗屁小薇来 小薇没来 来了的祸害曾劲怎么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吗 你们全都不用来了 回去就给我弟辞职申请 周韵将这几倍 他觉得要不是自己在开车 江鹤宇一定被把自己丢下去 周韵闭着嘴没敢接话 现在自己只需要 做个安静的出气筒就行了 不然可能真的要卷铺盖走人 江鹤宇发泄了一路 终于到了南湖别墅 一路上打了四五个喷嚏 赵领和周韵通过电话后 也赶了过来 他比江鹤宇还先到家 江鹤宇看到他的时候 先冷冷地弯了他一眼 然后啊 揪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赵领和周韵交换了一下眼色 连忙把他请进了屋 江鹤宇去洗澡 赵领和周韵立在大厅 赵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让岑劲去接他呢 你不知道 小莱回来了 周韵一向波澜不惊的脸 今天是真的愁了起来 我哪知道他会去 往常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让司机组的人去的 没出过岔子 赵领冷冷哼一声 你还不知道岑劲 这些年像得苍蝇似的盯着他 周韵没心情扯这些 他只想解决问题 现在怎么办 他知道江鹤宇在花莱的世上 一向是丧失理智的 赵领看了看江鹤宇房间的方向 叹了口气 你先回去 今天这事兄弟帮你扛 下次看着我 给个笑脸就成 要和江鹤宇聊花来 的确是赵领最合适 周韵白了他一眼 这锅本来就是你甩过来的 你要是去接他 哪有这么多事 赵领 不领情势吧 周韵不再逞能 他倒不是担心自己真的被开 但是他担心岑劲 他怕江鹤宇一气之下 真的把岑劲驱逐出公司 他现在手下接的通道不少 现在走 公司的损失会很大 周韵拿起自己的外套 把他稳住 别让他发疯 岑劲现在不能开 江鹤宇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看大厅里只有赵领一人 面上又起伯怒 周韵呢 跑了 赵领拿过毛巾 把他按坐在沙发上 替他擦头发 公司有个项目出了问题 等他回去处理 我让他先走了 江鹤宇哼了一声 别以为躲着我就没事了 赵领 今天怎么回事 我听说是岑劲去接的你 他脸皮怎么这么厚 江鹤宇靠在沙发上 任赵领给他收拾头发 不能再让他在公司待下去了 只会给我制造麻烦 赵领笑道 有进步啊 以前我看他登堂入室 你也没把他怎么骂 今天干麻烦这么大火 江鹤宇转头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来的时候 我正在和小莱视频 他看到他了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他把视频挂了 赵领 原来你不是真的在意他在你身边 只是碰巧被小莱发现 你和岑劲走这么近 才生气的 江鹤宇立马否认 当然不是 小莱说了 我在男女关系上 态度一直不明确 所以 我已经打定主意 不会再和任何女人 有任何私交 我以后眼里只能看着他 赵领如此可叫 当初你 要不把藏劲带回家 根本就没有这些事 江鹤宇 我那时候 不是看在小莱的面上吗 赵领摇了摇头 不与江鹤宇争辩 江鹤宇也掩气息鼓探着气 怎么办 他肯定是生气了 可是我打过去 想解释的时候 他一副压根 就没放在心上的样子 赵领 那就证明他 没有生气 这还不好吗 江鹤宇 他一定是生气了 却装作没有生气的样子气我 小心思怎么这么多 赵领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真的不在意呢 江鹤宇转头 递给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217远种 擦了头发 赵领放好毛巾 挽起袖子 吃什么 我给你做点 江鹤宇 哪里还有心情吃啊 就 他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喷嚏 赵领 看来得先吃点药 他去找药箱 回来的时候 见江鹤宇不在大厅 他把药配好后 江鹤宇穿戴整契从房间出来 赵领站起来看着他 你要去哪里 现在 这鱼可不小 江鹤宇 我得去找小兰 把今天这事说清楚 不能再起误会了 赵领 有什么事打电话吧 鱼真不小 他不想说 可能是花莱 真的不介意江鹤宇和曾经的关系 他当年介意 他和别的女人暧昧的时候 他没有顾及她的感受 现在 他不需要解释了 江鹤宇 不行 他这人挺小气的 有什么话都闷在心里不说 万一他有情绪 朝我女儿发泄怎么办 得去 走了 赵领 把药吃了 免得感冒加重 江鹤宇接药的手 收到一半就缩了回来 笑着说 我不吃 走 赵领一眼看破他的小心思 他想来点苦肉计 赵领值得摇着头 陪着他去饭啥 他把车开到许家外面 江鹤宇给花莱打电话 电话响了挺久 江鹤宇忧忧忡的看向赵领 你看吧 我就知道他生气了 现在不接电话了 赵领心说 自作孽 不可活 江鹤宇继续打 三次 没有人接 他的脸色越来越慌张 越来越难看 雨越来越大 车窗上都成了瀑布 赵领 要不算了吧 可能睡了 江鹤宇苦笑 这才几点 他今天就偏要叫这个劲 他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 赵领真的开始担忧 明天还有会 你先回去把药吃了 江鹤宇黑着脸 继续打电话 通了 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 花莱 什么 江鹤宇 我在你家外面 花莱闻言猝着眉 这雨下了一个多小时了 闷雷一个接一个 还有闪电滑坡长空 他在萍萍那里陪了他好久 萍萍还是说自己害怕 不敢一个人睡 他不得不 把他抱到自己房里 上楼来就听见手机一直在响 拿起一看 又是江鹤宇 他先把萍萍放在被窝里 然后才去阳台边接电话 即使有窗炎 阳台还是打湿了大半 听到江鹤宇说 右手在外面 他有些来气 今天那房子 江鹤宇挑的那些 刺都挑在点上的 他是听进去了的 他没打算要那个房子 但是他讨厌江鹤宇 对他的生活直手画脚 后来那个视频 他在意的 也不是曾经去接江鹤宇 而是江鹤宇 还和他拎不清 就很可笑 他不怀疑他对自己的真心 但他讨厌 他在男女关系上的态度 花来的声音透着疲惫 你来做什么 我没时间陪你玩 江鹤宇 我就说你生气了呀 揪 花来 我为什么要生气 江鹤宇揉了揉发痒的鼻子 道 你走后 我叫赵领去接我 赵领来不了 就叫了周玉 但阴差阳错 就是曾经来的 事先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没上他的车 花来 这关我什么事 江鹤宇 你说 我在男女关系上拎不清 这次我拎清了 我当时就叫他滚了 他在乖乖地汇报 赵领听得比花来还专注 花来关了阳台的窗户 把嘈杂的雨声隔绝在外 所以呢 江鹤宇 我再改变 你给我点石啊 纠肩 花来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我挂了 别挂 小来 别挂 他急得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倾去 手还紧紧地抓着前座的椅背 听到那边还在 江鹤宇旋起的小心脏 好受了一些 我淋了雨 感冒了 你以前帮我煮的姜汤 可不可以教教我 效果很好 花来听得出 他是真的感冒了 肯定是刚才淋了雨 他心里有了一丝愧疚 感冒了 自己去医院 你不是有个什么 都替你出头的医生朋友吗 你找他呀 江鹤宇听他提到少学清 心里比他还不好受 对不起 那你早点休息 我不打扰你了 咱 嘟嘟嘟 赵领不可思议地看着江鹤宇 你这么听话了 江鹤宇垂着头筹闷了一会儿 抬起头看向赵领 以前不知道他这么殷勤不定 其实这几天 我们相处得挺好的 他没对我发过火 赵领没好意思说 那是人家在工作 工作的内容 就是和你扮演情侣 江鹤宇仰靠在一背 自言自语一本 一次小小的感冒 应该算不上什么吧 赵领 你想做什么 江鹤宇笑道 回去吧 他不见我 而且这么大的雨 我也不忍心发出来 二人开着车打道回府 谁知道车在半路抛了毛 江鹤宇猝着眉 看赵领下车去查看情况 两分钟后回来说 大少爷 我得接个线 你能不能 江鹤宇坐直身体 你想使唤我 赵领难得陪上一个笑 得有人打一下电筒 江鹤宇骂骂咧咧地下了车 脚一踏出去 皮鞋就被淹了半截 我鞋湿了 赵领装没听见 江鹤宇刚跨出来 宇就拼了命地往他脸上打 雨伞根本不顶视 他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他真想把这步中用的雨伞 和赵领都扔出去 今天自己可能是闯鬼了 一连串的倒霉事 他撑着伞 在车头用手机照着亮 还得听赵领这个杀千刀的使环 左边一点高一点 右边一点挡着我视线了 江鹤宇咆哮道 你们是不是都是来问我讨债的 领了我一次还不够 你现在还给我来这一处 这什么破车 开回去扔了 赵领不敢再顶嘴 马上就好了 两分钟 江鹤宇用举着伞的手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两分钟两分钟 这他妈这么大的雨 我两秒钟都不想再灵了 公司是不是要垮了 遇到你们这帮不中用的东西 赵领一边接线一边暗存 大少爷是真的很 急起来连自己都皱 线总算结好了 江鹤宇再一次乘了落汤机 他一把扔了雨伞钻进汽车 冷得他有些发抖 腿痛得越发厉害 他撕了几声 用毛巾把自己裹住了 赵领把空调打足 贴心地提醒他 大少爷 把衣服脱了吧 江鹤宇缩成一团 要你管 赵领安静如鸡 赶紧把车开了出去 江鹤宇这一路上 一会儿骂人 一会儿叹气 听得赵领都替他委屈 战战兢兢地把他送回了家 218无理取闹 回到家 赵领看江鹤宇的确可得厉害 等他冲完早出来 便要带他去医院 江鹤宇接过热水杯 不停地打着喷嚏 不去 赵领试探地说 那我让邵医生来 江鹤宇怒道 他一个骨科医生来做什么 来笑话 我一天被淋两次 就淋感冒了是吗 赵领便知道 江鹤宇和少学卿的关系 还在僵着 赵领 那我找个医生到家里来 你先去躺下 江鹤宇 不要医生 你给小莱打电话 赵领就知道 他还念着这出苦肉计 打给他做什么 现在这么晚了 江鹤宇特别讨厌 他的顶嘴 不满道 这才九点多 怎么就晚了 赵领不想陪着他胡闹 他今天刚从外地回来 家里还有孩子 你也很累了 你别闹了 你磕得这么厉害 我让医生来输点水 或许是真的病得严重了些 也可能是今天曾劲儿的事 让江鹤宇心里激了气 他有些无理取闹起来 我磕得这么厉害 怪谁 还不是因为你 要是你当时去接我 我会被雨淋骂 你现在到责备起我来了 你哪来的脸 他这一通话吼下来 赵领一动未动 他自己却被气个半死 还愣着做什么 给小莱打电话 要他过来 赵领不明白 江鹤宇在自己面前 为什么像个孩子一样 无理取闹 现在他这个老父亲 看了看窗外 雨已经小了很多 应该快要停了 他叹了口气拿出手机 那你先去躺着 我打给他 江鹤宇一秒变脸 瞬间和蔼起来 你先打 打我就去 赵领只得当着他的面 拨了花莱的号码 赵领哥 赵领看了看江鹤宇 小莱 那个大少爷感冒有点严重 你能不能来看看他 花莱面对他就客气了很多 太晚了 明天吧 你让医生看看 赵领对着江鹤宇贪手 表示无奈 江鹤宇伸出食指着他表示 警告赵领 指得继续说 回来的路上车坏了 他帮我撑伞 又临了一场 现在腿痛得厉害 感冒又严重 降着不肯去医院 整个人怪可怜的 我去接你好吗 花莱没想到 江鹤宇这么无耻 刚才他走得痛快 现在却把赵领推了出来 但他真的不想去 可是 赵领又看向江鹤宇 江鹤宇的眼中 已经起了凶光 赵领被转身 对着手机继续说 你可能不知道 他这几年身体差 上一次感冒 病了半个多月 挺吓人的 说到底 今天是我没有及时 去接他才弄成这样的 小莱 他现在非要见你 闹着不肯看医生 再拖下去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花莱明显在犹豫 江鹤宇看到赵领 一直没说话 隔了有十多秒 神色才一松 道 谢谢你小莱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去接你那好 我把地址发给你 江鹤宇看赵领挂了电话 问道 他要来了吗 赵领淡淡地N了一声 语气严厉了些 和刚才讲电话时 简直截然不同 去躺着 我叫医生 江鹤宇 你不去接他吗 赵领走向他的卧室 面无表情地 做着请的手势 他自己来 他让我看着你 快去 江鹤宇乖乖地进了房间 开心得不得了 我就知道他 还是心疼我的 他最善良了 花莱挂了电话 回头看了看 刚刚入睡的萍萍 皱着眉把他轻轻抱起 送到了秦素芝的房间 妈 我出去一趟 萍萍今晚挨着你睡 秦素芝有些惊讶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 花莱帮萍萍盖好被子 秦生说 公司临时有事 得去一趟 你快睡吧 秦素芝担忧地看着他 这外面黑啊 有什么事 不能明天再说吗 花莱 妈 大家都等着我呢 我不好缺席 向彤在外面等我 你不用担心的 花莱出门后 深吸了一口气 开车往外驶去 她一路开得很小心很慢 没多一会儿 看路边有个反光的东西 拉近一看 是把雨伞 她认得 这是江赫宇的定制雨伞 看来赵领说的 他们半路车坏 是真的 花莱觉得心情很低落 江赫宇任性起来 不会管她是否有一家老小 需要照顾 也不管自己是否有胆量 在夜间开车 更不管媒体 会拍到什么写些什么 她想见他 便不管不顾地 堵在他家外面 或者一个电话 把他照去 花莱一边开 一边在思考 她和江赫宇的关系 她一直有种隐隐的不安 九十亿不是小树木 她本来就是私心才借的 她怕自己有一天 步入她的院的时候 她会拿这件事 要挟她妥协 这次她搬出赵领 下一次呢 如果真的这样 那她和江赫宇之间 就彻底完了 南湖别墅 在重逢江赫宇的那一天 她来过 那时候 她还装着不认识她 却又处处录着破绽 最后在江赫宇的紧逼下 落荒而逃 赵领给她留了门 花来直接把车开到了车库 然后慢腾腾地进去 赵领一脸内疚 小来 不好意思 这么晚还麻烦你 花来 你和我说 这些就见外了 她怎么样了 赵领领着她进去 真挺严重 咳得厉害 医生说再咳下去 怕引起肺炎 她降着不肯去医院 只好挂了水 医生正守着她没赶走 花来猝着眉 她现在身体 怎么这么差了 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哪怕坐着轮椅 她也不是现在这种 若不经风的样子 赵领有些欲言又止 嘴巴动了几次 但就是没有发出声音来 花来更觉得不对劲 追问道 到底怎么了赵领哥 她该不会是有绝症了吧 赵领连忙否认 没有没有 她每年都有体检 现在就是身体弱了一些 但没有任何疾病 花来 那我以前可没见过你说话 吞吞吐吐的样子 赵领停下脚步 看了看江河与房间的方向 才说 之前我跟你说过 你不在以后 有时候她一个人去墓里 有一天也是下着大雨 那雨下了一夜 她在那湖边躺了一夜 喝了一整瓶酒 我第二天找到她的时候 她晕在那里 整个人又冰冷又僵硬 摸到她身体的时候 真吓了我一大跳 那时候 她以为江河与死了 她的身体冰冷 脸色惨白 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 三月的下雨天 又是大水库边上 又阴又湿又冷 就是一块钢板在那里躺一夜 也会进行寒气 更何况是一个人 赵领在医院守了她 一天一夜她才行 她看清赵领后的第一句话是 我梦到音音了 她不要我 219安宁 那种悲切的神情 江河与止在花莱的葬礼上有过 纵使赵领这样的铁血男子 那一瞬间都差点落泪 她看得出 江河与其被赵领带到医院 她更希望那一晚 她就那样跟着花莱去了 赵领看着眸光闪动的花莱 说 有时候 看她真挺可怜的 她这些年和家里几乎断了联系 邵医生那边也很少走动 像个孤家寡人一样 也就对着我 经常说些你们以前的事 你知道的 她以前话不多 但每次说到你的时候 根本停不下来 花莱的手又不自知地搅着衣脚 赵领 她做过很多错事 性格也有缺陷 不讨人爱 但她是真的把你放在心里的 还有许总这次的事 我知道 以为她是因为你才帮助她的 其实在这之前 在她不知道你和许行书的关系之前 她就找过许行书 但许行书拒绝了她的帮助 我说这些 不是说要左右你的决定 我只是觉得 她可怜 她值得被再爱一次 花莱眉头紧锁 有些不敢相信 你是说 她之前就准备帮助行书哥的 赵领点了点头 你应该知道 她和平平之前就认识 她特别喜欢平平 知道平平是许行书的外甥女 便决定帮她了 她约许行书见过一次 许行书估计也是顾及到你 直接拒绝了 但尽管这样 大少爷她 还是暗中帮助了许行书不守 找了些七二八二的关系 给许行书介绍了一些赚钱的项目 许行书估计 现在都不知道是大少爷的意思 花莱 她为什么 赵领 或许这就是血缘吧 她愿意为了平平做这些 她这人 利益至上 对外人一向是不讲交情人情的 就算对自己人 不喜欢的 她也不会搭理 除了男女关系 花莱叹了口气 进去看看她吧 医生见有人进来 做了个静生的手势 起身站了起来 花莱撇到医生身后的江河 与闭着眼睛锁着眉头 应该是睡着了 三人来到大厅 花莱问 医生 她怎么样了 医生推了推眼镜 之前咳得厉害 现在用了药 又睡着了 好了一些 底子差 还是建议到医院仔细检查一下 花莱看了看门的方向 等她醒了再看吧 现在睡着了 也不能把她叫醒 医生 江总这个身体 一天两天好不了 得慢慢养 我推荐个中医给你们 平日饮食上也得注意 食疗也是不错的办法 平日给她做些温补的烫 花莱 谢谢医生 医生 你进去吧 待会她要叫你 我在外面守着 有问题就叫我 赵领拦着花莱 你今天也挺累了 楼上有房间 你先去睡 她叫你了我喊你 花莱 没事 我先去看看她 房间的灯光比较暗 江赫雨时不时都会咳一声 有时候手还抬起来捂一下 什么都没抓住 便又垂了下去 花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细细地看着江赫雨 她的脸色有些 不同于往常的白 看起来有些疲惫 而且和六年前 花莱熟悉的那张脸 比起来瘦了一些 眼窝深了 颧骨有点突出 薄唇偶尔动一动 却未发出声音 联想到赵领说的那些事 花莱想 江赫雨这些年 过得应该是比较辛苦的 她的小心脏 微微紧了起来 这个人 怎么把自己 做成了这个样子 她前些年 虽然有许行书的帮助和照料 但过得也艰辛 怀平平 生平平 小小的身体支撑着一切 另一方面 经历生死 那段回忆 对她本身也是一种折磨 还有没有方向和规划的未来 这些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 她实在腾不出太多的时间 去想别的 去想江赫雨 但是江赫雨 却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用来思念她了 花莱正在发愣的时候 江赫雨干雅的声音传来 小莱 花莱思绪拉回 恢复神色 你醒了 谁马上就挂完了 你别乱动 她的温柔 让江赫雨鼻腔发酸 她抬起扎着针的手 花莱迟疑了一下 握住了 江赫雨的心 一下子就安定下来 她微微笑着 你来了 花莱 医生说 你挺严重 得去医院看看 江赫雨怕一离开 他们之间这一刻难得的美好 就会被打破 她摇摇头 我明天去 不想动 花莱眉心清明 赵领带你去我也去 江赫雨 明天吧 我自己心里有数 老毛病 我想喝水 花莱连忙递上水杯 里面的水还温着 她递到江赫雨面前 那人却没接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花莱无奈 只得放下水杯 把她扶起来 然后把水杯递到她的唇边 那尊贵的唇才清起 含住了杯盐 喝了半杯以后 她又对着她笑 谢谢 花莱把杯子放下 那你睡 等一下医生帮你把针 江赫雨 那你呢 花莱 我不走 守着你 江赫雨拍了拍 自己另一边空着的床铺 你也来睡 就像以前无数词一样 花莱的语气还是很温和 但说的话 江赫雨就有些不爱听了 你别得寸进尺 江赫雨叹了口气 你这样守着我心疼 女人不能熬眼 花莱 你要真心疼 就不该把我叫来 江赫雨 但是我就是想见你 人生病的时候 总是很脆弱的 我想要你陪着我 我会觉得好受一些 花莱要抽出自己的手 江赫雨却捏着不放 花莱解释 我叫医生来拔针 江赫雨这才不情不愿地松了手 赶紧回来 她还在咳 花莱这个外行都听得出 她咳的时候人有些费力 像得老人一般 好 医生拔了针 交代了一番才走了 赵玲也静静地退了出去 江赫雨不让花莱离离开 她拉着她不撒手再次发出邀请 上来好不好 我保证什么都不做 花莱 你觉得咱们躺一起合适吗 江赫雨 有什么不合适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老婆 花莱不想在这个时候和她争论什么 况且时间也不早了 你睡吧 我等你睡着再走 你别走 江赫雨急了 花莱 我在楼上卧室 明早有个拍摄 你知道的 江赫雨只想谈儿女情长 不想谈工作 但花莱不行 她本身就有这些不太悦耳的传闻 她更加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让自己得到大众的认可 江赫雨是明白她的 只是很多时候选择看不见而已 她妥协了 那好 你拉着我的手 花莱坐在床边 握着她的手 你腿是不是又痛了 我给你按按 她记得她说过 她的腿 下雨天就痛 更何况今天淋了雨 江赫雨摇摇头 不用按了 不是不痛 她只是心疼花莱 花莱 我去换身衣服 江赫雨拽着她不放手 马上就下来 江赫雨 房间里有 这是我们的主卧 你去看 这本身就是当初她准备的他们俩的房子 花莱拉开衣帽间 女士的衣服不少 她换了一身居家的出来 在江赫雨的腿上搭了一条宝毯 然后轻轻地给她按摩 江赫雨要制止她 真的不用 你做话 花莱抬头看她 不痛 江赫雨 痛的 220大孝子 花莱便接着按六年了 她的手法并没有生疏多手 这熟悉的场景 让两人都被带到回忆的潮水中 竟一时都沉默起来 按了有十来分钟 江赫雨的睡意全都没了 她坐起身 拉住花莱的手 想抱抱你 声音又哑又沉 花莱停下手上的动作 坐在那里没有动 江赫雨 后来做过一些梦 梦见你像以前一样 跪在床边丢暗腿 直觉那个人就是你 但就是看不清脸 我要去追 你就走 我站不起来 追不到你 醒来后那种失落 像毒药一般 让我觉得难受 却又想再尝一尝 她自嘲地笑了笑 那些梦都是奢侈的 更多的时候是 不管入睡前怎么想你 都不会梦见你 花莱明知道她在打感情牌 却没办法无动于衷 说到底 这个男人她真心爱过 江赫雨又挤出一个笑 你睡吧 明天要美美地拍 花莱 我真去睡了 她已经打了好几个哈欠 江赫雨点点头 和以前比起来 现在好很多了 起码你是真实的存在的 不用去做梦 就能看见你 去睡吧 晚安 花莱便真的站起来 替她调暗了灯光 闭了门出去了 赵领还在大厅的沙发 见花莱亲手轻脚地出来 问道 她睡了 花莱 没有 不过和她说好了 赵领 那你去睡 我守着 花莱 她没事 你也去睡吧 现在已经夜里十二点了 赵领这工作 作息没办法规律 所以她练就了 只要有时间空隙 自己随处都能打盹的特殊技能 她刚才已经瞇了一会儿 她跟着江赫雨这么多年 知道今天这种情况 江赫雨不可能睡得安稳 但她没说 赵领 好 我看看 她就去睡 你快上去 花莱便上了楼 她躺在陌生的床上 把今天的事都想了一遍 越发心乱 最后还是抵不过浓浓困意 慢慢睡着了 楼下的赵领 推开江赫雨的房门 看那人睁着大眼睛看着她 确切地说 是看着门口的方向 赵领 还不睡 江赫雨欠了欠身 她呢 赵领在她面前的椅子上坐下 上楼去睡觉了 江赫雨闷闷地呜了一声 你来做什么 赵领 守着你 怕你发烧 江赫雨 不至于每次都这样 赵领 谁说得准 要是烧糊涂了 估计真没人要了 得看着 江赫雨由平堂改为侧卧 面对着赵领 虚心求教 你说 我为什么 既希望她陪着我 又担心她累着 她人都来了 我又放她独自去睡觉 赵领难得认真 因为你爱她 这句话取悦了江赫雨 她嘴角向上弯起 这是你陪着我这么久以来 说得最动听的一句话 赵领却还是没有什么表情 那能涨工资吗 江赫雨一本正经 原本是可以的 但是你今天给我闯了祸 让我淋了雨 又扣回去了 所以涨不了 赵领哼了一声 资本家 江赫雨 你不懂 我得省着点 老婆女儿丈母娘 花钱的地方多着那赵领 一厢情愿有意思 江赫雨 不是一厢情愿 你看我生病了 她今天就来看我了 赵领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她 她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来的 江赫雨撕了一声 赵领 你找个老婆吧 我讨厌你和我老婆关系这么亲密 赵领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别 看你们谈恋爱就够我头痛的了 我可没那个精力 江赫雨惋惜极了 那你就体会不到 爱情带给你的心动 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身体拼命分泌多巴胺的感觉 真的很幸福 花莱现在待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她才说得出 很幸福这样的话来 但是那暗无天日的六年 她真的一秒钟 都不想再尝试一次 赵领 我不需要那种幸福 江赫雨越聊越精神 以前她真没发现 赵领这么有趣 自己的话不多 赵领的话更少 花莱没来以前 赵领虽然是她的司机 但两人并没有怎么交流 每次见面说的最多的是 去某某地方 好 后来花莱要去学校 赵领开始接送她 二人之间的话 才慢慢多了两句 再后来 赵领会为了花莱和江赫 与顶嘴争吵 江赫雨才真正开始注意起 这个寡言的司机兼私人助力起来 江赫雨看着赵领 说真的 你有喜欢过女生吗 幼儿园或者中学时的都算 赵领回答得严谨一概 没有 江赫雨皱了皱眉 你不会是喜欢男人的吧 我听说这种情况 在你们这里很常见 赵领白了她一眼 讽刺到 开始发烧了 江赫雨 那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让你心动 你说说 我遇到合适的 给你介绍几个 不为别的 就想看你讨好女人的样子 她看赵领的嘴唇刚起 还没发出声音 又急着补充道 你要敢说 你喜欢小莱这样的 我杀了你 赵领无语极了 我为什么一定要为女人心动 哎 说着嘀咕一句 一天像那老妈子一样 伺候你已经花去我全部的精力了 真有了女人 估计处不到一个星期就得分手 你给精神补偿吗 江赫雨 你分手 一定是对方嫌弃你 没有生活情趣 和我没有关系 赵领挥了挥手 像是要把这个话题赶走 你快睡吧 我今天的说话量已经超标了 再说下去就不哭了 江赫雨躺好 看来还是会幽默的 你去沙发那里睡 别处在我床前 跟个大笑子似的 等下真有状况我叫你 赵领摇摇头站了起来 他对江赫雨事真的很无语 江赫雨发烧的时候 是夜离两点过 他自己并不知道 纸臂着眼紧促着眉头 在床上翻来翻去 浑身都不自在 混混顿顿的又醒不过来 他觉得浑身像被火烧一般难受 脊脚踢开了被子 像个主书的虾一样 全在床上 赵领很快就惊醒了 他立马起来 先给江赫雨测了体温 然后找来了退烧药 江赫雨被摇醒了 迷迷糊糊的吃了药 然后又躺下 赵领用冰袋给他敷着额头 加速降温 阴阴阴阴阴江赫雨开始一语 赵领已经习惯了 221这 梦想成真 阴阴不要走 不要离婚 我错了 我错了 有液体从江赫雨紧闭的眼缝里留下 赵领这些年 把他的心事听了个遍 一半是清醒的时候说的 一半是病中或者喝醉的时候说的 但就算听过这么多次 他还是为之动容 江赫雨真的太可怜了 赵领给他换了个冰袋 或许是骤然一冷 江赫雨睁开了眼睛 也不知道有没有清醒 我要音音 赵领给他把冰袋扶正 他睡着了 江赫雨跟着喃喃 他睡着了 赵领点了点头 解释道 他来看过你了 他太累了 你让他去睡觉了 江赫雨面色缓和了一些 对 他来过了 来过了 他又闭上了眼睛 这下安静了许多 折腾了半个小时 体温暂时降下去了 赵领起身把冰袋拿了出去 出来正遇上花来 从楼梯上下来 怎么 赵领轻描淡写地说 他发烧 现在退了 花来眉目一紧 去医院看看吧 发烧可大可小 赵领 他不会去的 老毛病 我有经验 现在没事了 你快去睡吧 花来还是有些不放心 自己今天没来也就算了 那江赫雨就算烧死 他也顶多在他的葬礼上 看在平平的面子上 掉两滴眼泪 唏嘘一场 但是现在自己既然来了 就不可能再做到 漠不关心 我去看看 赵领原本想说 不用看了 但是想到二人 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嗯 他刚睡下 江赫雨侧着身背 对着门口的方向睡着 花来进来 他也没有察觉到 花来站着看了看 然后用手背 探了探他的额头 又试了试自己的 悬着的心裁放下 他帮他把被子 往上拉了拉 静坐了一会儿 刚想起身走的时候 听见那个人 发出滴滴的模糊的声音 银银银银 花来听不清晰 他靠近了一些 你说什么 是要喝水吗 银银这次声音大了一些 江赫雨的脸色不太好 看样子是在睡梦中 尽管嘴唇再动 但眼睛睁不开 花来心里一颤 江赫雨又缩了缩身体 全成一团 银银不要走 他的手抬了起来 在空气中 什么都没抓住 在即将落回床檐的那一瞬间 花来接住了他 那大手便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紧紧地抓着他 脸上的表情也松了一些 何必呢 花来看着江赫雨 自己并不比他好受多少 闹成这样 是何必呢 江赫雨安静下来 他翻了个身 面对着花来 那手还一直紧紧地抓着他不放 花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 睡吧 睡了 梦里什么都有 江赫雨真的睡了 后来花来要把那手指掰开 却完全掰不动 他怕惊醒江赫雨 便把那手臂轻轻地往外拽 不料才拽了半分 那有力的手臂往回一缩 他反倒被拽地扑上前去 半压到江赫雨身上 江赫雨飞但没醒 反而很享受一般 另一只手圈了上来 打在花来的背上 花来也不知道 这人是装的还是真的 他轻声叫他 江赫雨 放手 没有任何反应 再不松手我生气了 还是没有反应 花来泄了气 自己和一个病得 昏昏沉沉的人计较什么 就当我做好事 可怜可怜你一下 我可没有别的想法 他自言自语了一句 终于全躺了下来 就像曾经无数次的夜晚一般 他枕在江赫雨的手臂上 两人依偎在慢慢入眠 花来原本是想等一会儿 自己的手抽出来就走的 哪知道才躺几分钟 就在那温暖的被窝里睡着了 江赫雨手臂被压得发麻 他皱着眉醒来的时候 看到怀里的人睡得香甜 眉梢变起了化不开的浓浓的笑意 他收了收麻木的手臂 把人圈拢了一些 心里觉得异常的踏实 他慢慢闭上眼 享受着难得的幸福时刻 不到半分钟却又睁开 把头往前叹了叹 在花来的唇边印下一个吻 他原本是想尝一尝就撤回来的 毕竟这脚偷青 但那唇真的印上去了 他又不满足 还想得寸进尺 尝一尝还不满足 就那样贴着舍不得分开 或许是病了发烧了 他丧失了理智 花来是被清醒的 他躺在久违的温暖的臂弯里 做了一段隐你的梦 当他张开双唇 接纳了片刻的时候 才惊觉这梦太过真实 梳得睁了眼睛 然后正对上江赫 与贪婪又惊错的眸光 两人的唇还贴在一起 都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花来大脑一片空白 他在拼命的回忆 自己刚才睡的迷糊 是不是回应他了 江赫宇当然得到了回应 所以他才清醒起来 那回应虽然短的只有三五秒 但足够让他身体 过了一股猛烈的电流 他甚至已经半撑起了身体 二人就那样 对视了有四五秒 花来绝不肯承认 自己这么多年 第一次做了那样的梦 还一梦成真 他红着脸去推江赫宇 要逃下床 可是现在 江赫宇怎么可能放他走 他压着他的手腕 把头又扶了下去 花来忙羞愧的偏向另一边 江赫宇便换了个方向又去找 花来便接着躲 两人一言不发地较着静 追逐间 江赫宇已经坐到了花来身上 等花来感觉到异样的时候 他看得出 江赫宇的眼中 已经燃起来火焰 那熊熊的火焰 看样子 是要把它烧成灰烬的 他终于发出了声音 江赫宇 起开 江赫宇的声音是哑的 不知道是感冒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起不开了 里面都是黏腻 花来警告道 你敢 江赫宇 是你自己跑到我床上来的 你说 我敢不敢 花来气急你放屁 明明是你 把我他说不下去 那时候 如果自己真心要走 肯定是能甩开他的手的 江赫宇的声音 楚楚可怜 宝 花来再要逃 却被他伸手卡着下巴 贴了上去 不要你感到病多 花来不从 传染了 我给你治 不行 明天有工作 不能去 我替你赔钱 嗯 没用的 花来推不开 最后声音也变了味 22290亿 怎么长 他开始接纳的时候 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他太久太久 没有尝过亲吻的滋味了 他的大脑本能的 兴奋的要爆炸掉 唉 这该死得多吧 江赫宇要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花来又开始抵抗 江赫宇眼睛红红的 宝你不想 花来怎么有脸答这句话 刚才在睡梦中 他很享受那种久违的感觉 这一迟疑 江赫宇就当他默认了 花来想 自己一定会后悔的 可是现在 他仿佛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理智 江赫宇以前腿脚不便 只能躺着或者坐着的时候 本就不怎么留情面 现在整个人自由了 就算在病中 也让人无法招架 花来唯一能说的是 别留痕 明天明天要拍摄 江赫宇现在又凶又乖 他停下来对他温柔地笑 依你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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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花来浑身跟散架一般 江赫宇却精神抖擞起来 仿佛病已经去了 他搂着花来 心满意足地睡了 宝宝爱你 以前爱你 以后还是爱你 花来困急了 他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 只想闭着眼睛好好睡觉 第二天一早 他是被闹钟闹醒的 他醒来的第一刻 是觉得腿酸软 然后就看见 近在咫尺的江赫宇的脸 还有他赤裸的胸膛 上面还有一些隐隐的抓痕 花来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惊虫上脑 刺头罗网 他抬起脚 想把江赫宇揣到地上 泄泄火气 最后还是按骂了几声 在被窝里 去找自己七零八落的衣服 这一动 江赫宇就醒了 宝宝 你醒这么早啊 他的嗓音慵懒迷人 看着花来甜甜的笑 花来瞪着他警告 你要再敢这么叫我 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 他一边往自己身上套衣服 一边给江赫宇划清界限 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大家睡糊涂了 今天出了这个门 谁也不许再提 知不知道 江赫宇 你这不是提起裤子 就不认人了吗 花来回头瞪他一眼 你还说是不是 江赫宇 嫖客还留点嫖姿呢 你可倒好 就扔下这一句硬邦邦的话 花来把自己的扣子记好 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那你说 给你多少合适 江赫宇真的在认真思考 嗯 一个周六次就差不多了 他说的一本正经 下一秒就有一个枕头 狠狠地飞到他的身上 他顺手接住 像抱孩子一样抱在怀里 怎么 还不够 花来 我要和你解约 江赫宇 违约金赔得起吗 花来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抽掉了 嘴一急说到昨晚肉肠你了 这句话刚脱口 两个人都愣住了 花来心想 完了 自己已经是跟着染泥混久了 这些婚话居然张口就来 江赫宇笑得别有深意 九十亿可够得你尝了 花来恢复神色 你做梦 他去镜子边上看了看 确认衣服掩盖不了的地方 没露出什么痕迹以后 就要往外走 以后没病死 不要打给我 也不要再利用赵领哥 我不会再来了 他扔下这句话 就拉开了门要逃 然后看到门外举着手 正准备敲门的岑劲 两人都是一脸错愕 岑劲看着花来有些松散的头发 心里有些不好的猜想 他嘀嘀地叫了一声 姐 花来直接绕过他 硬邦邦地说 别乱叫 我可不是你姐 岑劲看向屋内 江赫宇坐在床上 赤裸着上身 他的眼泪 差点就冒了出来 他们真的又睡到一起了 自己心爱的洋娃娃 又被夺走了 江赫宇声音冰冷 滚出去 岑劲 我猜你可能病了 打你的电话 滚出去 听不见事吗 岑劲吓得一个哆嗦 连忙退了两步 赶过来的赵领 看了一眼江赫宇 便把门给带上了 岑劲泪眼婆娑 赵领哥 他们 赵领 他们的是我管不着 你更管不着 你还不走 岑劲哭着跑了出去 花来还没走到门口 就听见江赫宇对岑劲的咆哮 这一夜的以你换警 就这样消散干净了 花来换了衣服下来 江赫宇也从房间出来了 看见他 猴杰动了动 小来 他和花来的关系 刚有一点突破 岑劲儿又来了 这让花来怎么想 果然 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笑着对赵领说 赵领哥 能不能坐你的车 送我出去 我不太方便开我的车 大清早 他的车从江赫宇家出去 若被拍到了 后果不堪设想 江赫宇 我一起去 赵领看了看花来 又看了看江赫宇 知道刚才岑劲儿的出现 让大家都不太舒服 他说 我先送你去公司 然后送大少爷去医院 花来 谢谢 话音刚落 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喷嚏 赵领 你一起去医院看看 花来揉了揉鼻子 不用了 我没事 去公司吧 一路上三人都没怎么说话 江赫宇是想说的 但看花来冰冷的表情 不敢自讨没趣 再快到公司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 赵领 给周运说 和曾静儿解约 花来不管这话 是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反正是没有任何反应 赵领通过后视镜 看了他二人的表情 答道 行 江赫宇 昨天那个司机 一起开了 赵领 好 到了公司停车库 花来 谢谢赵领哥 说着就要下车 却被江赫宇 从背后抓住手臂 曾静儿的事 我会处理干净的 花来冷冷地说 这不关我的事 曾静儿能自由进出 江赫宇的家 花来不可能心里 一点想法都没有 江赫宇和他 始终是牵扯不清的 可笑 江赫宇解释 我很久以前就给他说过 不许他再到 咱们家里来 不信你问赵领 花来 江总 这是你的私事 不用给我说 江赫宇眉心紧皱 我不会再让他 出现在你的眼前的 花来冷笑一声 那谢谢江总 说实话 我还真不怎么喜欢他 这次 你可把他藏好了 说完他不客气地 甩开江赫宇的手 下车走了 江赫宇看他背影 进了专属电梯 才收回目光 去医院 223思 他得把身体养好 才能照顾花来 而不是每次 都让他来照顾自己 路上他一言不发在思考 赵领不敢打扰 花来今天拍的是 一款护肤品的广告 但是昨晚他熬了夜 状态实在不太好 还偶尔打个喷嚏 花来不好意思地 给苦恼的化妆师道歉 感冒了 昨晚没怎么睡好 辛苦你了 还好花来底子好 化妆师稍微费了点心 还是给他画出了 一个精致的妆容 化妆师没说什么 一旁的相同 却有了疑惑 昨天分别时 花来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感冒了 而且 他今天要去接她的时候 被拒绝了 这一上午的拍摄 不算顺利 花来时不时打个喷嚏 拖了进步 成功地把江赫宇的病毒 过渡到自己这里 好在接近午餐时间的时候 拍摄终于完成 花来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相同赶紧拿来感冒药和热水 姐 先回休息室吃点饭 然后把药吃了 花来接过热水先喝了几口 嗓子舒服了不少 这边到休息室刚坐下 相同把给他准备的午餐打开 还没来得及吃一口 休息室的门 就被大力地推开了 花来眉头一皱 他来星河这么久 不管是因为江赫宇的关系 还是同事间的基本礼貌素质 还没有人这么粗鲁地对待过他 现在他拿着筷子抬起头 看着怒气冲冲的 岑浅红着眼睛朝他走来 完全没有往日那副温婉甜美的样子 相同发现情况不对 连忙糊在花来面前 岑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岑浅吼道 你走开 花来闻到淡淡的酒气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心里猜想 是江赫宇和他摊排了解约的事 花来心里也起了火 这江赫宇自己的烂摊子没收拾好 现在把麻烦惹到自己头上了 他站了起来 同样目光不善 你在我这发什么疯 岑浅吼道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岑浅的动静不小 花来的门口已经有人在驻足 不知道该不该进来拉圈 现在的花来不具任何人 一个岑浅 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但他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料和谈资 而且还是为了这种争风吃醋的破事 他对相同说 相同 你出去 把门带上 相同回头担忧地看他 姐 这不怪他忧心 岑浅虽然矮花来一些 体格更加娇小 但他现在这副样子 看起来的确有些风魔 相同担心花来招架不住 他花来递给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没事 你出去 相同看了看岑浅 这才出去了 他把众人遣散后 守在门口 留意着里面的动静 这还不放心 他又给江赫宇发了条信息 屋内 花来看着岑浅 慢腾腾地坐下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来我这撒什么破 岑浅眼睛红红 岑浅 你真不要脸 花来轻笑一声 别再叫我什么岑浅 这几个字会脏我的耳朵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和你们一家 居然还有血缘关系 每次看到你星星做胎的样子 我都想去医院 把血换一遍 岑浅咬牙切齿 你走都走了 你还回来做什么 当初是你不要他的 现在又黏在他身边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他一边说 眼泪一边往下滚 他接到公司通知 让他出国进修 没有通知不许回国的时候 他就知道 自己被江赫宇 彻底放弃了 他没有任何机会了 花来 你可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是他跟甩不掉的牛皮糖似的 贴在我身边 可不是我黏着他不放 说到底要怪 也怪你和你那对恶心的父母 当年把我卖给他 你说 当年要是卖的是你 你现在就不用花这么多心思了 不是吗 当年意气风发的江赫 与哪个女孩子不喜欢 但是他的腿废了以后 没有女孩愿意守活寡 曾经也不例外 花来 说来还有件事 我还没问你家那对老东西 当年他们收了江家五百万 但是曾启文居然给我七十万 其中二十万 还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说 你们这差价 吃得也太狠了些吧 曾经 所以 你回来就开始抢我的东西是吗 我看上的剧本你要抢 我赔了这么多年的姐夫 你也要抢 你真不要脸 花来一头雾水 剧本 什么剧本 曾经咬牙切齿 你别给我装了 姐夫明明已经把剧本给了我 才两天的功夫 转头就说被你挑走了 你怎么这么心机 你抢我的东西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他扑过来就要厮守花来 这个梦他做了太久了 所以他自己深信 江贺宇是他的 姐夫是他的 平日在人前滴酒不沾的玉女曾经 现在在酒精的怂恿下 撕破自己的面具 像花来张牙舞爪地扑了过去 花来手里的剧本只有一个 就是钟谦谦那一本 他马上就明白了 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他面不改色 站起来一把抓住曾经 呃狠狠地说 曾经 你看上的剧本和男人 我就是要了 你能怎样 曾经见他承认 更是怒火攻心 一只手被钳制住 另一只手又挥了上来 却又被花来抓住 你还给我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他像是疯了一般挣扎 花来看他这个样子 心里有了一丝争鸣地 快意他自己的人生 被左右了这么久 竟然让这些人以为 他请花来真的这么好欺负 花来笑着挑衅地说 你不知道吧 剧本的是 我不过随口一提 他就给我了 还有你啊 他说了 叫你滚了多少次 你就是不肯听 还一直不要脸地粘着他 让他心烦得很呢 曾经知道花来说的都是真的 自从花来回来以后 江鹤宇对他的态度差了许多 以前公司的人都是捧他的 可是现在全都给了花来 曾经吼道 你怎么不去死 你那时候怎么不直接去死 花来 我命大 留着收拾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和你一对吸人血的好爸妈呢 对了 听说你爸和江源搞到一起了 他们两个可真是给我争气啊 烂到一起去了 我一定会提醒你爹 让他趁你现在还有点明气 把你卖个好价钱 224四破 曾经 你放屁 爸爸才不会和江源 江源他当然知道 当初江家闹这么大 就是从江源欠下巨额赌债开始的 花来嘖嘖了几声 想不到堂堂玉女 说出来的话也这么粗俗呢 看来这价格得打折了 对了 我听说 你这样的 在东南亚的话 价格不低 你想不想去缅甸 我帮你一个忙 给你的好姐夫说一声 让他把你送到缅甸的公司去 以前花来在外国 接触到的人五花八门 什么话题都能听一些 现在对着曾经 这朵温室里的小白花 倒真的唬得他身体一僵 曾经儿气得就差翻白眼了 他哪里被这么对过 你这么清楚 你是不是去过 花来把他的手甩开 出去 别像调狗似的 在我这里乱叫 你对江贺宇的安排不满 你去找他 他真坐下来 重新拿起筷子要吃饭 这一折腾 饭菜冷了一些 他刚送进口里 就皱起了眉头 曾经儿见他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竟然还有心思吃饭 更是气急 他左右看了看 然后端起眼前的餐盒 直接扔到花来脸上 花来正埋头夹菜 不妨眼前的餐盒被端走 他刚抬起头 盒子就飞到他脸上 砸得他疼得差点流眼泪 妈的 花来的脏话脱口而出 上一次用东西这么砸他的 还是六年前的残废江贺宇 他现在头发上挂着菜叶菜汁 狼狈的不行 他气不打一处来 站起来扬起手 干净利落地扇了曾音音两个响亮的耳光 你曾音音捂着发疼的脸 不可置信地瞪着花来 他对他的印象 还停留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花来站在医院的走廊 垂着头 唯唯懦懦 可怜兮兮 难道现在有了江贺宇撑腰 就这么嚣张了吗 花来手下没有留情 曾健的脸瞬间起了掌印 花来 两个不够是不是 再赏你两个 他刚扬起手 曾健吓得后退了两步 门口的向彤听到动静 连忙推门进来 然后看到两个面对面的狼狈的女人姐 向彤连忙拿起纸巾奔向花来 花来冷声道 向彤 叫保安把这个疯子拖出去 江贺宇从医院拔了针赶回来的时候 看到花来的休息室门口围了一堆人 他冷喝了一声 都没事做事吗 众人看到他出现 纷纷散开 江贺宇沉着脸进来 屋里的三个人 表情各异地看着他 江贺宇看到花来的时候 眸中迅速蓄起心疼 他一边走一边掏出手帕 靠近花来的时候 他小心翼翼地为他清理着头上的菜叶 全程一言不发 花来看他苍白的手背上 还扎着刘志针 固定针头附近的胶部上 还有点点血迹 他心头不由的一紧 江贺宇把他头上的脏东西 都清理干净以后 温声道 我办公室有浴室 去洗一下 然后护着花来往外走 曾经从他进门 就一直看着他 但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看他要走 他喊道 姐夫 江贺宇停下脚步 声音静着寒意 赵领 他的合同还有三年 这三年 他要是出现在国内一次 就是你工作的失职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花来已经顾不上公司的人 肮脏洗干净后 坐在江贺宇的沙发 擦着头发 何一老是那个本子 你之前给他了 江贺宇眼底的浓的话 不开得歉意 你没事吧 他还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花来冷笑一声 他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那个本子 真是是从他手里拿过来的 江贺宇看他揪着不放 只好如实答道 那时候根本就没定谁眼 只是拿了几个本子给他 你来的时候 他还没回话 花来 难怪他这么生气呢 以前都紧着他挑 挑剩的才是别人的 现在变成 吃别人剩下的那个人 自然不服气了 江贺宇沉着脸 我会让他离开的 以后没有人再骚扰你 花来站起来 把毛巾随意地扔在沙发上 江贺宇 我这人做事光明磊落 我不喜欢和别人抢东西 你以后若是 江贺宇打断道 没有以后 如果这本子不是钟谦谦的 花来是定然不会再要的 但是他已经接了 如果现在再退 是不是耍大牌先不说 别人都会觉得 他在打钟谦谦的脸 他绝不能这样做 花来 下午没有通告 我想请半天假 江贺宇向他靠近 我送你回去 花来伸手挡着拒绝他的靠近 不必了 他扔下江贺宇自己走了 向彤跟上来 姐 你午饭还没吃呢 吃了先去医院看看 感冒可大可小 花来疲惫至极 没胃口 药给我就行 等一下我们去看看房子 向彤想说 空腹吃药对味不好 但看花来一脸疲倦 便没再多言 花来觉得昏昏沉沉的 他吞了药 在别人好奇的眼光中 和向彤到了车库 然后两人面面相去 向彤 车呢 花来 车呢 向彤 姐 今天早上你自己来的公司 花来一拍脑门这一上午 真把他闹糊涂了 他的车还在南湖别墅 花来 车还在江总家 晚点你去开回来 向彤原本就觉得 这两人今天有些不对 花来平白无故感冒 症状和江贺宇还那么像 他现在只能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好 你等一下 我重新去拿钥匙 花来等向彤的间隙 江贺宇和赵玲也下来了 花来敷衍地叫了一声江总 算是打过招呼了 江贺宇看他一个人立在那里 醋没问道 你要去哪里 回家吗 我送你 花来 不用了 我等向彤 江贺宇难得没有坚持 那好 我回医院了 这句话是特意说给花来听的 但花来什么都没表示 他心里只有烦闷 没有感动 向彤重新开了一辆车 姐 昨天那房子 江总说的那些问题 我都记下了 想了想 之前我看的那些也不太合适 就让中介重新按标准 又找了两套 有一套正好在你现在住的那附近 咱们先去看看 花来 附近 那当然好了 萍萍应该也不想离他们太远 但是之前我也找物业问过 说是那边没有房子出租啊 向彤面不改色 是啊 之前中介都没说 我昨晚又问了一下 他才问到的 据说是业主买来准备住 但后来出国了 这房子就空着了 里面家具据说都是新的 我看了视频 还不错 等一下你去看看 二二五房子订好了 花来 正好 回去接我妈和萍萍一起去看 向彤笑道 好 他们的意见也很重要 花来先回了许行书那里 刚巧钟千千也在 他之前就听许行书说了 钟千千暂时搬回来了 自己昨天就回来了一小话 没有见上面 现在回去 看钟千千正和孩子们在花园 三个孩子在做作业 钟千千戴戴着眼镜 在笔记本上敲字 应该在工作 昨天刚下过雨 花园里的空气中 夹杂着泥土的兴气 和花朵的芬芳 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美好 萍萍先看到了花来 妈妈 花来笑着走过去 忙什么 萍萍挂到花来身上 舅妈在工作 我们在画画 我画了蔷薇 送给妈妈 钟千千取了眼镜站起来 笑得温婉 你回来了 花来还是有些不习惯 钟千千和何以是同一个人 他迟疑了一下 叫道 千千姐 钟千千 你没事吧 花来疑惑道 嗯 我没事啊 钟千千道 我听助理说 你和岑小姐在公司 当着孩子的面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完 花来一愣 这消息传得挺快的 钟千千解释道 别误会 不是我助理八卦 因为你是这部剧的女主角 你的动向 她肯定会告诉我的 花来笑道 没什么 和幸存的死了 我和她之间 你下午有事吗 没事我慢慢和你说 面对钟千千 她有了分享倾诉的欲望 况且 她的确有很多话想和她聊 萍萍眨巴着大眼睛妈妈 什么事儿了 花来歪头想了一下 嗯 就绝交了 萍萍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钟千千和上电脑 当然有 花来露出今天第一个舒坦的笑容 那晚点说 现在我先带孩子去看看房子 钟千千醋没 看房子 什么房子 花来笑道 我早就想着搬出去了 现在工作稳定了 也不太忙 正好去看看房子 钟千千 你搬出去做什么 这里这么宽 双胞胎听到花来说要搬走 也都苦着一张脸围过来 玲玲 姐姐 不要搬走 我想和你们住一起 萍萍也拽着她的手 央求她 妈妈 我想和哥哥姐姐 舅舅舅妈住一起 我不要搬走 钟千千 是啊 孩子们在一起都习惯了 你是不是因为我 其实我和许行书 花来连忙解释 不是的 你别多想 主要还是我现在的身份 经常都被人关注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被拍了发到网上 我不想孩子们跟着受影响 而且新找的房子就在这边 一百来米 大家随时都可以一起玩的 花来有自己的考虑 钟千千不好应留 花来笑道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几分钟就到了 玲玲举起手 我要去 钟千千便说 那去看看吧 花来说了门牌号 向彤领着三个孩子在前面跑 花来和钟千千 在后面陪着秦素枝慢慢走 花来 听向彤说 这房子还是新的 里面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用操心 到时候请两个阿姨就行了 秦素枝 请什么阿姨 家里的事我能做 你给平平请家教就行了 别的钱别乱花 花来笑道 你可千万别想着 给我做家务 真要无聊 白天过来找张妈他们玩 秦素枝还在忧心许行书欠债的事 虽说这钱借的是江鹤宇的 但借的就是借的 不还他心里不踏实 请阿姨怪花钱的 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 没必要 花来 你给我好好的 就是给我省钱了 我要是听阿姨说 你在家做事了 我回来准跟你借 钟千千也笑着说 秦阿姨 小来孝顺你 占地面积和花来现在住的不相上下 里面的装修十分现代化 昨天江鹤宇说的那些问题 居然都规避了 这房子不仅有儿童玩耍区学习区 还有老人休息区 花来真是十分满意 中介说 业主室的年轻人 原本也是要一家人住的 后来有事出国了 这房子便闲置了下来 秦素枝一直皱着眉 花来便问 怎么了妈妈 你不满意是吗 不喜欢的话 咱们再去看看别的 相同还找了另外一桌 秦素枝背着中介小声问他 三个人要个小点的就行了 实在没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 花来便看得出 秦素枝是满意这套房子的 孩子们已经楼上楼下跑了个遍 玲玲还说 以后他可以过来接瓶瓶回去吃饭 花来搀扶着秦素枝 妈 房租公司会报销的 你不用操心 你要满意 那咱们就定下来的秦素枝 我还是觉得太浪费了 花来笑着说 那就这么定了 房子的是定了下来 花来心里也算丢了一桩事 心情松快了不少 走吧 咱先回去 向彤在这里办手续就行了 许佳 孩子们在一旁玩 花来和钟千千在花园聊天 江赫宇 是我前夫 花来依靠在沙发藤上 淡淡地把自己和江赫宇的过往 说给钟千千听 除去自己进江赫宇公司 换他借给许行书九十亿 以及昨晚赢你的一页 其他的 他全都说了 钟千千是个很好的听众 他听得很认真 没有插话 两个小时后 花来自嘲地笑道 我和星河有五年的合同 这五年 我大概率都会和他牵扯不清的 除非他喜欢上别的女人 钟千千看向他 你不在的六年 他都没有忘记你 你既然已经出现了 他怎么可能放手 花来叹了一口气 就是说啊 我只想认真搞事业 不想谈这些 但是他苦笑道 今天的事你也知道了 以后我还不知道 有多少这样的麻烦 钟千千 那平平这边 你有没有打算告诉他 江总的身份 花来 早晚肯定是要给他说的 但总要有个铺垫 现在大概还不是时候 不过就算他们的关系不挑明 他也喜欢江赫宇的 心里早就偷偷把他当成爸爸了 所以只是个称呼而已 他好久没有说过这段往事 现在说出来 心情还好了不少 他看着钟千千轻轻地笑 以后私下 我可以叫你千千姐吗 钟千千 当然可以 花来 那你和行书哥 那天你们怎么说的 他睁着一双八卦的大眼睛 期待地看着钟千千 这么多年 能吃到许行书的瓜 也真是难得 226助理被收买了 提到许行书 钟千千微微叹了口气 我俩的事 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 刚开始离开那几年 是不能回来 后来 就不敢回来 一直逃避到现在 他看向花来 眸中带着感激 这些年要谢谢你 孩子们教得特别好 花来一本正经的否认 我哥的可远了 他们这么好的原因 一是你和行书哥的基因好 二是 他自己照顾得好 可不关我的事 钟千千知道 他在为许行书说好话 钟千千 他对我说了 这两个孩子这么多年 就对你这个女性依赖 他们很喜欢你 花来故意道 你可别吃醋呀 钟千千笑道 没有 就很感激 真的 花来点点头 算是接受 其实这么多年 我们是相互照顾 没有你们一家 这个世上早就没有我了 更不会有平平 钟千千握了握他的手 你都说了 过去了 咱们向前看 二人又聊了些别的 花来问道 你还没说 你怎么打算的 难道这次还要走吗 钟千千看着那边奔跑的孩子 缓缓的 说实话 原本是没打算留下来的 但是这两天 和孩子朝夕相处 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烟火气 舍不得 他苦笑着看了一眼 花来花来懂那眼神 他原本也以为回国后 自己能够干净利落地处理 和江贺宇的关系 但是看到平平 对他异于常人的依恋 他不忍心拆开他们 孩子有什么错呢 他们只是 想要一个完整的家而已 两个女人 都在被悄悄地改变 钟千千 有件事我想问你 许行书说 他借了不少钱 说是私人的 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把花来难住了 他不知道许行书 是怎么和钟千千说的 而他肯定也不能说 这笔钱是自己 五年的合同换来的 他模糊带过 大部分是私人的 银行的还有一些 但是具体的 还是得问行书哥 钟千千面起忧愁 等他出差回来吧 回来先把婚离了 啊 离婚 花来属实没想到 那天许行书的一句气话 居然不是说书而已 钟千千 他欠了这么多钱 万一哪天财产被拍卖了 什么都剩不下 他说 现在离了 孩子多多少少能留下一些 花来惊讶不已 他没病吧 居然主动说离婚 他不知道那天 是许行书画 敢画博同情说到这里的 后面他也很后悔 和钟千千提离婚分财产的事 但是那虽然是缓兵之计 但真的把钟千千暂时留下了 所以 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坦白的 钟千千也很惊讶花来的反应 怎么了 我是没想要他的财产 花来怕他们真的离婚 不至于不至于 哪里就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吗 这孩子刚找着亲妈又要失去亲爸 你们这不是折腾孩子玩吗 钟千千也很自责 我 花来 现在他银行的都是正常贷款 正常还就行了 不会拍卖家产的 钟千千 但是私人的利息也很高 好几十亿 他的全部房产卖了都凑不够的 花来急到 又没有他现在就还 而且还没有利息 急什么 况且 他现在不是在拼命挣吗 钟千千眉目微缩 你说什么 花来 他在努力挣 而且现在公司项目在慢慢恢复 下个季度开始营收这些情况 是赵琳给江赫宇汇报的时候 他在旁边听的 钟千千 不是 你前面说 没有利息 花来觉得自己 好像说错话了 应该没有吧 钟千千还是有些不行 可是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没有利息 花来打断道 他回来 问他不就知道了 难道你真的想离婚呀 钟千千 我 之前一直说离婚 除了许行书第一句说的是气话 后面都是猜测他可能会破产这个基础上 如果他不破产呢 花来扯开话题 正好你住这里 咱们挨得近 平时还可以讨论讨论剧本 钟千千便也没再问什么 回房后 花来躺在床上 在手机上选购了一些新家需要的物品 然后握着手机慢慢睡着了 他下楼的时候已经是黄昏 睡了这一觉 精神好了很多 或许是吃了药的原因 嗓子也没怎么咳了 他刚打开门 就听见楼下挺热闹 走到楼梯半道 才看到江赫宇坐在大厅 平平黏在他身上 认真的听他和钟千千谈话 秦素枝和双胞胎也在 难怪这么热闹 见他下来 平平先挥起了小手 妈妈 叔叔来了 花来当着众人挤出一个笑 江总 江赫宇抱着平平站起来 你好点了吗 秦素枝眉目微皱 担忧地看着花来 你怎么了吗 花来看了江赫宇一眼 发出眼神警告 要他不要把在公司发生的事 带到家里来 然后才挽着秦素枝的手 笑着坐下 有点感冒 吃过药了 又睡了一觉 感觉已经没事了 秦素枝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当心身体 别光顾着工作 花来 我知道的 妈 然后又看向江赫宇 你来有事吗 江赫宇 我听向彤说 房子你订好了 我来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添置的 花来 是有些需要的 不过我都在网上订好了 等那边房子 做过清洁就送过来 江赫宇 我听说隔这边挺近的 我能去看看吗 当着秦素枝的面 他有礼貌极了 和昨天对着那房子 指手画脚的嚣张样子 可完全不一样 花来还没来得及拒绝 他的乖女儿已经答应了 叔叔 我带你去 可敬了 江赫宇对着花来得意一笑 回应萍萍 好呀 谢谢萍萍 你认识录吗 萍萍从他身上下来 当然认识了 我骑车带你去 说着他真的去找自己的自行车 花来还是有些不愿意 不用看了吧 和这一套差不多的 江赫宇 当然要看 我是你的经纪人 我得去看看 那边私密性够不够好 还有院子安房那些 让赵领给你检查一下 到时候 你们几位女性住在里面 安房可马虎不得 秦素芝笑道 小雨就是细心 花来瞪着眼看着秦素芝 小雨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亲热了 多年前 秦素芝就是这么称呼江赫宇的 她这一下叫习惯了 好在萍萍骑着车出来 像个小主人一样 招呼大家 走 我带叔叔去看我的新价 钟谦谦已经去过了 就没再去 萍萍就带着江赫宇和花来去了 小丫头在前面骑车跑得很快 叔叔 快点 花来在后面不情不愿地慢慢挪着 你把相同收买了 227没吃饱 江赫宇面不改色地否认 哪有 花来 那你这么快就知道我房子找好了 江赫宇笑得别有深意 她去我那里开车 我随口问了一句就知道了 再说了 这是有必要瞒着我吗 我是你的经纪人 我们平日也是有工作沟通的必要的 你的住所我肯定会常来 花来没好气地说 工作的事在公司谈 江赫宇看她还在生气 只得先答应 好好 你说在哪谈就在哪谈 在床上谈最好 花来气呼呼的样子还挺可爱 看得江赫宇心神荡漾 她歪头靠近她 低声说 昨晚很棒 花来的耳朵瞬间就热了 夜里享受荒唐的欢愉 白天却要承受不敢直视的尴尬难堪 你不许再说了 江赫宇呕呕了一声 没走两步又低头下来说 下次再试试别的姿势 花来瞪着她 你敢 昨天是我迷惑了 我承认我也有责任 但咱们仅此一次 江赫宇故作委屈的样子 你有责任 那你就对我负责呀 花来 想都别想 说完 她红着脸丢下江赫宇去追平平 骑慢点 江赫宇看着她的背影摇头 昨天她明明也很投入很享受 怎么现在就不承认了 还真是倔强的可爱 看房子不过是个借口 这房子本来就是江赫宇的 她要过来 只是想和花来独处罢了 但来都来了 她还是装模作样的 把楼上楼下都看了个遍 一边看 一边点头称赞 对哪哪度满意 还回头问花来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造的地方 花来 改她干嘛 这房子是别人的 我又不是住一辈子 哪里能随便改 江赫宇 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呗 你花了房租 当然有权利了 你租房子 不就是为了住的舒心吗 花来 没必要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她是吃过苦的人 只要有个避雨的屋檐 对她来说就够了 江赫宇也不勉强她 什么时候搬过来 我找搬家公司 花来 这些事我可以自己做 你做 你把我这个经纪人放哪里 你把我这个老板放哪里 别人看到 肯定要骂我不作为 连这点小事都不为你解决好 她阵阵有词到花来 真有一丝 自己做错了事的错觉 过几天吧 得找人看看日子 我妈信这个 那到时候得通知我 我来给你暖暖房 再说吧 她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个定律 想拒绝江赫宇的时候 就敷衍说 再说吧 看情况 江赫宇就会闭嘴 平平自己去而同房完了起来 江赫宇走进主卧 摸着门 这就是你的房间 嗯 挺大的 光线很好 望出去就是花园 风吹的时候 都能闻到花香了 房间的格局 花来的确喜欢 因为那本来就是江赫宇 按着她的喜好装的 嗯 这边还有个小的办公区 可以放电脑 你现在还画图吗 说到这个 花来有些自责 很少了 忙 手也伸了 江赫宇看向她 眸中带着微笑 在保证 你的热度的前提下 我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工作 你可以腾点时间画画图 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知道 她曾经对设计的热爱 花来这句话 真成了许多 谢谢 江赫宇眸光一动 又说 如果你不想在在娱乐圈 想回去做设计 我也支持你 TM公司 你随时都可以去的 花来的笑意中 带了点讽刺 我只有高中文凭 哪里进得去 TM 江总可千万不要 对我开这个后门 因为他的文凭 他现在几乎不可能 再好的设计公司 找到工作 哪怕只是实习生 除非 他先拿出能经验众人的作品 这些年他忙着挣钱 哪里还有什么设计作品 江赫宇刚才还微笑的面旁 现在肃默了许多 他声音沉了一些 对不起 花来反倒一笑 说这些没有意义的做什么 看完了吗 看完了我得回去了 好不容易休半天假 江赫宇不想放他走 明知道可能会得罪他 他还是拉住了他的手腕 花来现在对江赫宇保持着警觉 他立马用手去抓他的手 想把他拨开 不料两只手都被抓住 一股力量冲过来 花来被迫后退了两步 被就底上僵硬的墙壁 江赫宇 你做什么 花来低吼 他没想到江赫宇这么大胆 平平还在外面 江赫宇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 中午的事 是我没处理好 之前我是想把层劲开了 但是后面一想 他要去了别家的公司 同样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的 所以我便想着把他送去国外 但是没想到 他居然到公司找你撒气 小来 对不起 今天的花来真的狼狈 那种场景 他只有在演戏的时候经历过 没有女人愿意遭受误会 更没有女人愿意 把汤汁挂在精心打理的头发上 好在事情发生在公司内部 有江赫宇压着 这事没能传出去 不然自己和玉女争风吃醋 怎么也得上个热搜 这事在花来这里 已经过去了 至少明面上是过去了 江赫宇现在又提起来 让他很不舒服 你非得一次次把这事 拿出来说是吗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那你就别说 你越说我越恶心 那我不说了 这种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 他下周就走 这几天没我的允许 他不会来公司 花来把头偏向一边 不说话 还下个星期 最好现在就走 把他那对恶心的爹妈一起带走 江赫宇的头低下来 让花来感觉到危险在靠近 他要推开他 走开 回去了 他的被刚离开墙壁 手腕的力道是松开了 但立马腰就被搂着 下一秒就被紧紧的贴向江赫宇 花来大惊失色 你 江赫宇才不管那么多 直接吻了下来 笑话 以前他站不起来的时候 一夜上起要来两三次 现在丢了轮椅 没道理 一次就吃饱的 更何况是 中间贪念了这么多年 昨夜之前 他觉得自己 还是能克制一段时间的 但是尝到以后 怎么甘心不吃个狗 他还抽点空 轻声哄着怀里挣扎的人 别动 等一下女儿听见了 现在在这里 是不可能真的做什么的 毕竟时间有限 平平一个人在下面久了 他也不放心 但轻个几分钟 还是要的 可惜了 美中不足的 花来并不配合 他松开花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脸胀的通红 就像他们第一次接吻那样 江赫宇看着他娇俏的模样笑道 接吻都不会 憋着气干嘛 看把自己憋成什么样了 他不知道的是 花来这脸红 一半是憋的 另一半 是他的心在狂跳不已 228 前期凶猛 轻吻令人心动 令人脸红心跳 不得不说 他曾经和江赫宇 在那方面是很契合的 直到他出国治疗的前一分钟 他们还能从身稳中感受到 对方浓浓的爱意 美妙的体验 能增加夫妻生活的甜蜜度 也能让原本没有感觉的人 产生依恋 花来不敢承认 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在他们的身体碰撞中 在这他无法抗拒的亲吻里 慢慢复苏 如果江赫宇再不放手 他可能就要回应了 身体的本能真可怕呀 江赫宇的眸光深深 他却抬手就给他一个耳光 这新房子还没住人 有些空旷 这清脆的耳光的声音 把两个人都听愣住了 花来低贺 你再敢乱来 我剁了你 他把呆住的江赫 与推的一个猎切 气呼呼地出去了 江赫宇后知后觉的 摸了摸被打疼的脸 抱怨道 怎么现在这么凶啊 花来出来后 深呼吸了好几次 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 去找萍萍 萍萍 回家了 没人回应他 花来一边走一边 又叫了两声 待会去吃饭了 下次再来玩吧 萍萍玩得专注的时候 是听不见外界的声音的 花来没得到回应 也没放在心上 直到他推开儿童房 虚眼的房门 看到里面空无一人 萍萍 萍萍 他一瞬间就慌乱起来 开始挨个房间找人 萍萍平日是不会乱跑的 所以花来没有时时刻刻 都盯着他的习惯 江赫宇听到喊声 从卧室出来 怎么了 花来吼道 萍萍不见了 都怪自己疏忽这一时 他的眼泪在眼眶打转 你看看楼上的房间 说着他又跑进杂物间 然后是厨房 卫生间 江赫宇从楼上匆匆下来 面色冷俊 上面没有 他看到花来肩膀在微微抖动 牙齿咬得咯咯响 要去拉他 先别慌 或许是跑回去了 花来一把甩开他 要是出去了怎么办 外面是树林他走错路了怎么办 眼泪开始往下掉 后悔死了 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荒唐事 江赫宇掏出手机 我问问物业 看大门有没有小孩出去 花来眉头皱起看向他 你怎么有物业电话 江赫宇 向彤给我的 你别急 打电话问问家里 看他回去没有 花来一边打电话 一边往外跑 电话接通 妈 萍萍 他的声音急切 听得秦素芝跟着紧张 萍萍怎么了 花来看着前面不远 和赵琳手牵着手的萍萍 双腿一软 差点跌坐在地上 没什么萍萍说说 明早想吃菠萝包 秦素芝责备道 你这丫头 说话一惊一乍的 你要吓死我了 要吃咱就做嘛 快开饭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花来惊魂未定 在路上了 挂了电话 他朝萍萍跑过去 蹲下身一把抱住他 然后在小丫头的屁股上 拍了两巴掌 你跑哪里去了 你要吓死妈妈 他明知道不是孩子的错 却忍不住责备 他真的被吓着了 刚才还笑嘻嘻的萍萍 抱着妈妈的脖子 耐心的解释 我没乱跑 就和叔叔在楼下转了转 带他参观咱们的新家妈妈 对不起 他虽然没觉得自己错了 但是妈妈生气了伤心了 自己就是不对了 江赫宇也跑出来 看到抱在一起的母女俩 悬着的心才落了下去 他瞪着赵琳 你把萍萍拐到哪里去了 我楼上楼下找遍了 都没看到人 赵琳无端被责骂 简直是有口难言 我 三个大人不如一个五岁的小孩 萍萍一边轻轻拍着妈妈的背 一边看向江赫宇 江叔叔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 我和赵叔叔一起在外面玩 你别凶他 赵琳一脸无辜 还是小丫头心疼人 回到许家 江赫宇被留下来吃饭 赵琳也被拽进了屋子 赵琳实在不习惯 和这么多不太熟的人一起用餐 向江赫宇 没想到江赫宇却笑着说 阿姨都开口了 你再拒绝就不礼貌了 萍萍也跑过来拉着她的手 叔叔 挨着我坐 刚才她从新房子出来遇到赵琳 赵琳便带着她 在房子周边绕了一圈 一边走一边 给她讲解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 她便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叔叔起了兴趣 赵琳终于得了萍萍的亲近 她是高兴了 江赫宇却沉下了脸 自己好像失宠了 好在这小丫头还有一点良心 看到她心情不好便与陆军瞻 江叔叔 你坐这边 她拍了拍自己另一边的空位置 江赫宇这才笑起来 萍萍真会安排像个小领导 萍萍认真的说 我长大了要做大领导 像叔叔一样 江赫宇 哦 做大领导有什么好的 很累的 萍萍 做领导可以挣很多钱呀 给妈妈和外婆花 我妈喜欢裙子 我要给她买 江赫宇看向花来 笑道 那倒是 咱家小萍萍懂得可真多 有了钱 不就是要为心爱的人买礼物取悦她吗 花来看着萍萍 仍然心有余悸 刚才若不是遇到赵领 萍萍不知道会跑到哪里去 这边这么宽 房子的外形都差不多 萍萍又那么可爱 要是被坏人抱了去 藏起来 花来光是想想都止不住的颤抖 江赫宇看出她的心神不灵 也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 她是喜欢萍萍 但是这么多年 她身边都没有过小孩 还没有形成那种 下意识的随时随地都顾着她的习惯 那时候 她把花来抵在墙上 一心只想着欺负她 哪里还记得 楼下有个孩子 就这么偶尔来看一看 萍萍也不是办法 得早点和花来恢复关系 一家团员 真正单起做父亲的责任 萍萍人小鬼大 早就看出江叔叔喜欢自己的妈妈 现在同桌吃饭 他还是老往妈妈那边看 他开心得不得了 要是江叔叔 真的变成自己的爸爸 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那该多幸福呀 这两天 三个孩子经常围在一起 讨论如何把钟谦谦留下来 得出的结论 就是让他们多多相处 没有机会 也要给他们制造机会 萍萍觉得 这个方法 放在妈妈和江叔叔身上 同样有用 吃过饭 江赫宇在花来一次次的 眼神警告里 不得不主动提出要告辞了 萍萍舍不得她 又在她身上黏了半天 再确保江赫宇过两天 一定又要来陪她玩的时候 才答应放她走 她从江赫宇身上滑下来 拉着花来的手吩咐起来 妈妈 你送送江叔叔 229亲我 花来疑惑地看着萍萍 妈妈站在门口目送就行了 车就在那边 这才及你距离 萍萍撅起嘴 妈妈 你没有礼貌 你教过我的 有客人来了 走的时候 都要送一送的 难道妈妈 只是说说而已吗 花来被女儿一句话 也得开不了口 我送 江赫宇得意地朝萍萍 悄悄竖了的大拇指 萍萍进屋以后 江赫宇有些讨好的看着花来 咱女儿真懂事 再撮合咱们呢 花来却冷眼对着她 你还说 今天她要是真的丢了 我杀了你 江赫宇停下脚步 说认真的 萍萍的姓 也该改回来了 总不能真一直 跟着许行书姓吧 花来对这个并不看重 她曾是秦花来 也做过岑音音 现在扮演许若来 所以姓名对她来说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她警觉地看着她 为什么要改 你想抢我的女儿 江赫宇看她有些急了 连忙否认 不是 我也不是说 非要跟着我姓 哪怕跟着你姓也好啊 她始终是不姓许的 江家是个大家族 又有家族企业 讲究传承 她当然希望 平平跟着自己姓 但是花来现在 肯定不会同意 但孩子不跟着爸爸姓 也不跟着妈妈姓 跟着一个完全 不沾边的人姓 这算怎么回事 花来 我告诉你 她的是你管不着 你别指手画脚的 车来了 快走 江赫宇小声抱怨 你别对我这么凶 待会女儿看到了 要伤心了 但这是你要考虑 你想啊 女儿跟着许行书姓 钟谦谦会怎么想 人家心里不格应啊 你自己都是女人 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我和许行书的关系 我给她解释过了 人家压根 就没有多余的想法 口是心非是女人的天性 你说 万一哪天狗仔 挖出你原来的身份 就你和许行书这么多年 他们添油加粗乱血一通 他就真的一点不会多想 花来斜腻着他 满脸鄙夷 我看多想的是你吧 只有你 身边只要有个女的 你都能给他们机会 不是哪个男人 都和你一样的 江赫宇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你又来了走了走了 再聊下去 又得把我自己气个半死 花来切了一声 自己先转身走了 晚上十一点了 钟千千还在电脑旁 喝着咖啡码着字 这是他之前答应别人的稿子 月底得交 这两天 他摊着和孩子们在一起 竟拖了下来 只能晚上趁孩子们睡了 拼命地补他打算等交了这篇稿 就暂时不接新的工作 只管星河这一个本子的跟进 趁此机会 好好陪陪孩子 他开始分心 马一段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看看桌面上的相框 里面是孩子们的合照 哪怕白天还把他们抱在怀里 现在对着照片 他还是会痴痴地笑 心里被填得满满的 在他准备收工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被敲响了 他看了看时间 疑惑是谁这么晚还没睡 站起来活动活动双手和搏梗 然后才去开门 千千 门口站着风尘仆仆的许行书 他还穿着外套 手上拎着行李箱 正满眼欣喜地看着他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明天 钟千千微微醋眉 着实没想到会是许行书 许行说 提前办完了 就回来了 我看你灯还亮着 先来看看你 他的声音轻轻地 像是怕打破夜晚的宁静 钟千千却毫不留情地拆穿他 你有透视眼啊 这门能透光 许行书笑笑 重点是想看看你 钟千千一只手还搭在门上 没有要放人进来的意思 看完了 去休息吧 不早了 许行书看他还戴着眼镜 有些心疼 开始责备 你怎么还没睡 在工作 钟千千 准备睡了 晚安 说着就退了一步 要关房门 谁料许行书却挤了进来 迅速替他关上了门 还把他抵在了门上 想你 赶回来的 声音突然就变了味道 低得可怜 只有桌上开了台灯 房门关了以后 钟千千连许行书的脸都看不真切 但那声音让他不安 他低声求柔 你放手 许行书又贴近了一些 为什么要放手 我这两天想你想的快要发疯了 你能想象吗 刚见到你我就得飞出去出差 不甘心啊 想把你打包带走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人越靠越近 钟千千甚至能听到心跳声 也不知道是谁的 钟千千的目光平视过去 只看得到男人的猴结在上下滑动 他曾经喜欢抚摸他的猴结 他说他跳动的时候 看起来很性感 后来许行书就喜欢这样 把他圈入无处可逃的绝境 逼迫他看自己那性感的猴结 他有时候觉得好笑 他自认为自己身材完美 不管是接吻还是别的什么事 技术也都不算差 但他迷恋的居然是自己的猴结 想不通啊 现在钟千千看着那骨骼 静在眼前 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 这 许行书还没发现 他自己先脸红起来了 还好 灯光很暗 却又暗得生出浓浓的暧昧气氛 环绕着他们 钟千千没说话 许行书就问 孩子们这两天乖不乖 有没有好好上家教 钟千千终于把自己的目光 从猴结上移开 头紧紧的贴着门 许行书轻轻的摇了他一下 问你 钟千千 有身弱文英家庭作业呢 做完没有 你检查了吗 做完了 也检查了 他像只被牵着绳子走的小羊 你带他们出去完了吗 去了江边坐轮船 他们有没有捣乱 听不听你的话 他们很乖 许行书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要颤抖了 虽然现在他看起来 才是局面的操控者 钟千千偏着头 认真回答他的问题的样子 才是真的很乖 就像他们第一次那样 他想念他 却又如此克制 他不再说话的时候 感觉钟千千的身体 在慢慢地放松 眼神开始飘忽 他看得出 他想转一转头 却又怕和他对视 他叹息一声 送上自己的喉结 亲我 二百三十日后再说 明明是他疯狂地 想去亲怀里的人 现在却忍着 要让别人主动 一想也能让他获得快感 他在等待 可是现实让他的希望落空 钟千千在挣扎 低声命令 你快回去 许行书垂下头 额头倾抵着他 我连夜赶回来 是为了看你一眼就睡的吗 两个尖尖的鼻尖在抹撒着 似乎像是什么愉快的似的开端 钟千千觉得腿有些发软 但他不敢大声叫 而且好像也叫不出声音了 许行书 轻一下就走 话音一落 钟千千根本没有拒绝和反抗的机会 纯已经被捕获住了 嗯 挣扎又怎么样了 体力又敌不过许行书 他的嘴像的雕塑一样 被打开后就一动不动 不过这就够了 对许行书来说 这就够了 钟千千如坠梦境一般 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娇晓得的身体已经腾空 被许行书以一种极其羞耻的姿势 抱着 双腿离地 还好 穿的是家居裤 他的眼睛湿漉漉的 像只被欺负的小猫 他开始推许行书 放手 不要了许行书你 许行书气息凌乱 眼中压着火焰 低声哄他 我们是夫妻啊 我们可以做千千好不好 钟千千挣扎着 要从他身上下来 不好 你快放我下来 许行书看他较真的样子 行有不甘地叹了口气 就那样抱着他往床边走 这下的钟千千花容失色 你要做什么 许行书 你敢 许行书才不管他的挣扎 把他放倒在床上 又压着轻了几口 在他的拳打脚踢中 给他拉被子盖好 然后一脸苦笑 你都不同意我能做什么 抱你过来睡觉罢了 乖啊 睡了 电脑我帮你关 钟千千紧紧地抓着背脚 看那人真的起身 去桌旁关了电脑 晚安 他真的也门出去了 许行书在门外站了片刻 才摇着头 回了自己的房间 洗澡的时候 他细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现在已经过了35岁了 和20多岁时的 学长比起来 成熟了不少 或许是这几个月太劳累了 他看到自己的眼角 居然有细细地闻 他又凑近了一些镜子 独自嘀咕 不是吧 开始长周闻了 是不是老了 他不喜欢了许行书 有些小小的失落 现在不追到手 以后真老了 更追不到了 他站远了一些 换了几个角度 好好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还好 身材保持得不错 应该还是有吸引力的 他又仰起头 看了看猴杰 甚至自己吞咽了几下 看他滑动 他自我欣赏了一会儿 然后裹了玉袍 轻轻下了楼 回来得及 他连晚饭都还没吃 早就饿得心里发慌了 他摸了摸嘴唇 嘴角和眉梢都弯了起来 虽然饿着肚子 但能轻到千千 直了 许行安进了厨房 自己打了两个鸡蛋煮了一碗面 然后就在厨房的料理台 坐着吃了 吃完后 没法立即入睡 而且他现在 虽然困倦 却有兴奋 时隔这么多年 他终于体会到了家的温馨 聊过天了 阮妮看着房子不断赞叹 可以啊姐妹 这房子够宽敞 我来了也住得下 花来 我也觉得宽了些 但是这里歌星书歌家很近 所以特别适合我 你什么时候来啊 我把你的卧室给你准备好 阮妮一本正经地想了一下 说 下周一吧 给我准备一张少女粉的那种床 花来哈哈地笑 遵命 公主殿下 花来原本以为阮妮是开玩笑的 因为类似这样的话 他们说过不止一次 周一的时候 花来大白天地接到阮妮的电话 还有些诧异 怎么了 这个点打给我 阮妮舒舒服服地叹了口气 来接我 机场 花来一愣 你别开玩笑 阮妮还是那副大辣辣的样子 谁和你开玩笑 快点 找个帅点的司机 说着真挂了电话 花来还在震惊 阮妮的视频发了过来 花来慌忙接起来一看 好家伙 真的在S市的机场 你怎么回来了 想你了就来了呗 你怎么都不早说 现在去机场 还得四十分钟 哎呀 还不是想盯你一个惊喜 快来 我在旁边餐厅 到了打给我 马上来马上来 花来一边挂电话 一边往外赶 才走到半岛 被江赫宇拉住 急匆匆地去哪里 阮妮要来 花来高兴 看江赫宇也顺眼了不少 我朋友来了 我去接她 江赫宇眉目促起 朋友 什么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去哪接 接去哪 花来停下来 你有毛病吧 管这么宽 江赫宇 我是你的经纪人 你对我不能有秘密 快说 花来急着走 女的女的女的 同行 你不认识 江赫宇这才满意了 哦 花来瞪着她 抓着自己的手 放开 江赫宇 你等一下有个拍摄 你去不了 花来无语至极 你故意的吧 江赫宇一脸无辜 什么我故意的 你没记性吗 相同没告诉你 花来回想了一下 相同昨天是告诉自己 今天有工作安排来着 刚才她太激动 给忘了 可是现在 阮妮还在机场等着自己 相同又不在 江赫宇看她面露难色 问到怎么了 花来在她身上看了几眼 反抓着她的衣袖 赵领哥呢 把她借给我用一下 江赫宇 我办公室打盹呢 借给你做什么 花来 让她帮我去机场接人 江赫宇笑道 可以啊 花来道了一声谢谢 就要往江赫宇的办公室跑 却又被江赫宇捉住 酬劳怎么算 花来 这也要酬劳 你也太斤斤计较了 江赫宇挑眉一笑 你不知道赵领工资多高吗 她的每一分钟 都是属于我的 你给不给 花来想着 阮妮还在机场苦等 不得不敷衍她 给给给 日后再算 你放手 江赫宇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 日后再算 这可是你说的 成交 231心动的男人话不多 那个字她咬得极重 花来就算是傻子 也听出了第二层意思来 臭流氓 花来骂了一句 正开她跑了 行号行号 赵领正在江赫宇的沙发上睡觉 听到敲门声 她立马清醒 小来 大少爷不在赵领揉了一下眼睛 花来一脸歉意 不好意思啊 赵领哥 我来找你的 想请你帮个忙 找我 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有个朋友在国际机场 相同不在 别人去接她我不放心 想请你帮我去接她一趟 赵领爽快地答应 行 你把她电话发给我 花来把阮尼的号码 传给赵领 这个朋友你见过的 上次在温泉山庄队了 就是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身边那个 她也是一人 这次是私人行程 还麻烦你稍微隐蔽一些 知道要接的是阮尼 赵领微微皱起了眉头 抛开花来的关系不谈 她对这个女明星的印象 可不太好 嚣张 破了 赵领看了一眼号码 没问题 接到公司还是接回家 花来想了一下 来公司吧 我这边还要挺久的 赵领 行 她拿起外套 就往外走了 阮尼正百无聊赖地 在iPad上搜索花来的新闻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 她犹豫了一下 点了接听 阮小姐妈 阮尼十分疑惑 这充满阳刚之气的男生 也太悦了吧 自己有这样的友人 阮尼 我是 请问您是 你在哪 小来让我来接你 阮尼恍然大悟 我在何一餐厅 电话直接挂断了 阮尼拿着手机发证 这人声音好听 但也太没有礼貌了吧 小来找的这是什么助理 脾气这么大 赵领两句话 把她弄得气呼呼的 心想着 等见了面 一定要好好替花来调教调教 这个没规矩的助理 不能让花来受欺负 她坐在餐厅角落 翘着二郎腿 轻靠在椅背上 戴着墨镜和黑色口罩 一副十分嚣张 十分不好惹的样子 第一面先从气势上 给她一个下马威 她看似一动不动 但镜片下的眼珠一直在转 时而飘飘窗外 时而盯着门口 不多时 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 出现在门口 完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男人身高起码一米八五往上 就一眼 就给人一种力量感和安全感 她一身黑色搭配 黑色工装裤 黑色夹克外套 黑色棒球帽 这身装扮搭配 她俊朗的长相 简直酷毕了 她见过的各个年龄阶段的 帅气男人不少 但是像这款 连脸都还没看清楚 就长在自己心巴上的 还是第一个 男人的眼睛被冒眼挡着 头转了转 站在门口观望 阮妮心中不停地嘖嘖嘖 这国内的男人 就是不一样 简直太对自己的胃口了 阮妮戴着墨镜 明目张胆地盯着男人看 要不是自己的身份不方便 她一定要上去 要个电话号码 做不成伴侣 做个朋友过过瘾也不错 好巧不巧 男人竟然朝她这个方向 走了过来 阮妮难得有些紧张起来 月老终于想起自己了 要给自己牵红绳了 她觉得这男人的每一步 好像都踏在自己心尖上了 她越走越近 她的心跳越来越快 心想这男人 不会看自己生得漂亮 要来搭讪吧 怎么办 号码要不要给她 万一她约自己吃饭 要不要去 她会不会介意 自己的艺人身份 不能公开谈恋爱 接不接受地下情 她接受了 她的父母接不接受 这短短的二十秒 阮妮简直连他们将来 孩子的姓名都快想好了 她把二郎腿放了下来 身体也做直了些 双手交叠放在面前的桌上 宛若一个淑女 男人走到她面前 果然停了下来 阮妮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出胸腔 她保持着镇定 等男人先开口 阮小姐 走吧 哈 阮妮闻眼取下墨镜 仰头打量这个 刚才把她的小心脏 踩得一塌糊涂的男人 阮妮发现 她好像有些眼熟 赵琳看她一脸茫然 解释道 小莱让我来接你 走吧 阮妮尴尬地想钻到地缝去 虽然刚才她一直就那么坐着 没怎么动 但从赵琳出现在她视野的那一刻 她就把她消想了一遍 阮妮干咳了两声 小莱呢 没一起来 赵琳 在拍摄 我来接你 她像平日一样 被人不冷不热 惜字如今 这让阮妮有些失望 自己刚才心动的 原来只是一个助理司机 她拒绝过的有钱男人无数 别人要知道 她刚才对一个司机动了心 不得笑死她 她心里叹了一口气 也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 谢谢 然后就站起来往外走 赵琳只得把她的行李箱带上 阮妮看着花来刚发来的信息 接到你了吗 来公司哦 我还有三个小时 阮妮看了一眼 前面拖着行李箱 大不留心的赵琳 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接到了 花来应该再忙 没有再回信息 阮妮只得踩着高跟鞋 小跑了几步 你能不能走慢点 赵琳脚步放慢了一些 阮妮追上去 又歪头打量她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眼熟啊 咱们是不是见过 赵琳嗚了一声 阮妮恍然大悟 我就说嘛 那咱们在哪见过 是上次我回国那次吗 赵琳 到了 然后她拉开了后车门 阮妮指的钻进后排 心里嘀咕着 司机怎么看起来脾气好大 等车开出去好久 阮妮终于想起来 这人就是江赫宇的狗腿子保镖 她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是在机场 那时候她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第二次是在温泉山庄 她穿着里面的浴服 形象和现在 简直是天壤之别 她一时没有认出来 她身体往前凑近了一些 你是江赫宇的保镖 赵琳嗚了一声 阮妮 我听说咱们小莱去江赫宇的公司了 他们现在关系怎么样了 赵琳 不知道 阮妮心里翻了个白眼 果然是个冷血杀手 阮妮 那你平日 是跟着江赫宇那狗 是跟着江赫宇 还是小莱 赵琳在听到狗的时候 眉目缩了一下 阮小姐 安全带记好 阮妮嘀咕道 后排记什么安全带 这句话说得小声 赵琳却难得的回了她 因为这边路况不太好 我怕把你甩出去了 棒球冒下的嘴角弯起 扶起一个坏笑 232标车 阮妮在低头系安全带 没有发觉她的异常 这大城市还路况不好啊 达扣钢锁进去 车猛地提速 阮妮的身体本能地往后倒去 重重地倒在椅背上 他还来不及责骂 就看到自己坐的这小轿车 在不停地抄车 轿车 修 超过 SUV 修 超过 面包车 修 超过 大货车 修 超过 阮妮吓得花蓉失色 这她妈可是在高速路上啊 飙什么车 她的手紧紧地抓着车顶的扶手 慢点慢点慢点 赵琳一本正经 气定神闲 小来说很想你 想早点见见你 阮妮吼道 那也得有命去见啊 开慢点 我要被甩吐了 赵琳以前在部队 大货车开过 拖拉机也开过 那些泥泥烂路 她都能把车开飞起来 那时候才叫一个爷 跟着江河于以后 爷爷给她反复交代 一定要 稳稳稳 她这才把那骨劲给压了下来 今天 阮妮在她耳朵边喋喋不休 她诚心给她点教训 看到阮妮脸色惨白以后 她这才降了速 阮妮大口地喘着气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赵琳心想 这果然有效 现在她就安静多了 阮妮缓了大半天 手还紧紧地抓着扶手 摊在座位上 气若犹斯地说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这下轮到赵琳懵圈了 什么 我不喜欢你 她原本的意思是 我为什么要喜欢你 但阮妮听到的却是反问句 我不喜欢你 我当然喜欢你了 她委屈巴巴地说 你既然还喜欢我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她从后视镜看了一眼阮妮 问道 你在对台词吗 阮妮今天的心情很复杂 要见花莱 给花莱一个惊喜 她是开心的 后来遇见一个令人心动的帅哥 也是很开心的 心动的帅哥脾气不好 还带她飙车 她是讨厌又害怕的 现在她问他 还是不是自己的粉丝 她问自己 是不是在对台词 是要把罪自己气死吗 阮妮苦笑一声 罢了 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脱粉了 她坐直了些 盯着赵领的侧影 但是 你今天的行为 属于脱粉回彩 很没有道德 赵领总算想起来 那次在温泉山庄 自己装她的粉丝来着 想不到这看似嚣张的女人这么傻 现在还记着 她没回话 阮妮就当她默认了 阮妮又靠回椅背上叹了口气 大声地自言自语 果然哪 狗男人身边能有什么好人 且 赵领悠悠地说 阮小姐 你还想不想飙一次 阮妮立马抓紧安全带 你敢 赵领冷笑一声 没再理会 到了公司车库 阮妮一分钟都不想和赵领多待 自己打开车门 就气冲冲地走了 赵领在后面慢腾腾的 也不管她 阮妮看到电梯正好在负一层 她按开电梯就进去 然后看了一眼几米外的赵领 给她翻了个白眼 然后迅速地按关门键 赵领仍旧慢悠悠地 哪怕她刚走到门口 电梯门就合上 她也没伸手拦一下 阮妮对着闭合的门 竖了个中指 装库 欠 她按了十九楼 但按了半天 电梯没有任何反应 她心里一惊 不会今天没到遇到电梯故障吧 她有些慌了 紧锁着眉头按开门键 门却又缓缓打开了 外面站在好征以侠 看着她的赵领 阮妮顾不上她嘲讽的表情 一步跨了出去 赵领把她的惊错 尽收眼底 扯了一下嘴角进电梯 阮妮想不了那么多 抛开恩怨 一把抓住她 电梯有问题 赵领像看傻瓜一样看着她 把她的手拿开 自己施施然进去 还朝她扬了一下下巴 不走 阮妮还一脸惊魂未定 将信将疑地看着赵领 在电梯门再一次 开始闭合的时候 她闪了进去 与其一个人 留在这黑乎乎的车库 还不如和这个骑马 看起来有安全感的男人在一起 她进入轿箱后 看到赵领掏出一张卡 在电梯上刷了一下 然后电梯的数字开始跳动 -1123 小情恨不得给她来一道 这过期的粉丝果然有毒 二人一言不发地进了公司 阮妮出了电梯门 没好气地问 小莱呢 在工作 我带你去她休息室 阮妮 我要先去看她 赵领便转了个弯 阮妮气呼呼地跟上 直到看到花莱 她才把这骨子气压了下去 等花莱中途休息 二人便搂着抱着左右脸 轻了好一阵 看得一旁的江河与极度不已 花莱拉着阮妮说了好一会儿话 才转身对赵领说 不客气 阮妮震惊地看着赵领 自己没唤听 刚才这温柔的甜甜的声音 真的是今天这根大冰棍发出来的 她在主子面前也太会装了吧 花莱对着她感激一笑 又拉着阮妮你 先去我休息室去睡一会儿 我拍完了带你回家 阮妮看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等着 便说 不急不急 见着你就行了 我等你啊 长途飞行 飞机上又睡不好 加上时差 还有机场高速上的惊魂一端 她还真有些犯困 花莱 赵领哥 赵领点点头 仍旧温顺 没问题 阮小姐 请跟我来 阮妮嘖嘖了两声 跟着赵领走了 进了休息室 阮妮四处打量 漫不经心地问 你是有人格分裂吗 怎么每次见你 感觉都不太一样 赵领 这里没有床只有沙发 我在老板办公室 有事叫我别叫小莱 她还有两个小时 仍旧是一副冰冷的 公事公办的语气 阮妮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把包随意地 扔在沙发一角 又蹬掉高跟鞋 光着脚走向沙发 你该不会是 喜欢我们小莱吧 怎么对她就这么客气 对我这么冷淡 赵领 你别无视生非 阮妮脱掉外套 回头看向她 那难道是你喜欢我 才会对我这么特别 233她骂我 赵领的眉头皱得很明显 她一直 对别人热情不起来 又不是刻意冷淡 你想多了 阮妮没了高跟鞋 挨了赵领好大一劫 她走到她面前 仰头看她 那你为什么带我飙车 故意整我 赵领如实答道 因为你话多 那你为什么 把我关在电梯里面 赵领无语急了 一字一句地说 是你 把我关在电梯外面 阮妮 赵领往下瞥了一眼 你要走光了 说完就出去了 阮妮低头一看 没了外套 自己白皙的肌肤 的确若隐若现 她可是在花莱面前 自虚女流氓的 怎么可以被别人调戏 这个男人今天看她 处处不顺眼 她就偏要给她找点不痛快 她光着脚小跑 到赵领面前拦住去路 我怎么知道 老板办公室在哪里 你不许走 就在这里守着我 赵领把棒球帽脱了下来 理了理头发 你一个女人在这里睡觉 我处在旁边做什么 阮妮 就是 我这么漂亮的女人 在这里睡觉 你觉得安全吗 要是有坏人进来怎么办 你就得守着我 赵领语气有些轻蔑 你要不要出去看看 这层楼 漂亮的女人有多少 谁会对你怎么样 谁又敢对你怎么样 这个杆子 咬得有些重 她昨晚熬了夜 现在也困 只想回江赫宇的房间继续打盹 阮妮对自己的美貌 是极有自信的 就算他们也长得美 能有我这么好的身材 她说着 还胸脯往前一挺 她今天就偏要叫这个劲 赵领简直没眼看 她以前调查过阮妮 就知道这个女人麻烦 看在她护了花来 这么多年的份上 她忍了 她偏过头 往一旁的休息一走去 行 你睡吧 我就在这儿 阮妮看着她的背影 得意地哼了一声 到沙发上躺下 毯子呢 赵领刚坐下 阮妮就开始吩咐起来 她不得不站起来 去柜子里取了一条毯子 不偏不倚地扔到阮妮的脸上 阮妮也没计较 自己把毯子撑平盖好 窗帘拉一下 太亮了 黄眼睛 赵领又去把窗帘关上 有水吗 有点渴 赵领接了一杯水 递到阮妮面前 阮妮 你先放哪 我等一下喝 睡觉前喝水点会肿的 赵领把当年的江赫 与和现在的阮妮 相互对比了一下 觉得两个人坐起来 真是不相上下 她找了个凳子 摆在阮妮的沙发面前 然后把水杯放了上去 还有什么吩咐 请一次说完 大小见 看她这压着火气 摆一摆顺的样子 阮妮心里舒坦了不少 她对着她眨了眨眼睛 认真地问道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喜欢我的 赵领不知道 同样都是女人 阮妮的话能这么得多 她现在只想赶紧睡一觉 我没喜欢过你 你有 当时在温泉山庄 你说 你每夜都听我的歌入睡 阮妮说的斩钉截铁 却又有些小小的失落 这么帅的粉丝 失去了还是蛮舍不得的 赵领早就忘了 当时随口扯的谎话 后来喜欢别人了 听别人的歌 你还有吩咐吗 她又开始随口扯了 反正总不能告诉她 自己是为了花来 才把她调查了个遍 才充当她的粉丝的 阮妮的手放在塞边 谁 赵领 什么谁 阮妮 后来喜欢谁了 赵领真觉得头大 自己只是一个冒牌粉丝 又不是男朋友 有必要问得这么详细吗 小慧 一个小众歌手 说了你也不认识 她不再搭理她 自己到休息椅上躺了下去 阮妮还在喃喃 小慧国内的 男人还真是善变 阮妮自己正脑补了 半天粉丝脱粉的戏码 那边已经传来了 男人均匀的呼吸声 阮妮眉头一皱 怎么睡得比自己还快 她心面一动 起身光着脚朝赵领走去 窗帘拉上的 室内的灯光有些昏暗 阮妮站在赵领面前 俯身细细地打量她 她之前都没认真看过赵领 今天在餐厅 她走向自己的时候 她倒是看了 但是时间太短 隔着墨镜看得也不真切 现在没了遮掩 发现这男人是长得挺顺眼的 面部轮廓硬朗 五官也标致 光从长相来看 她和她平日工作中 接触的那些奶油男人比起来 还真多了一份少见的男人气概 阮妮咬着大拇指 这么好看的男人 怎么就不喜欢自己了呢 她正看得入迷 赵领缓缓开口 不困了是吗 阮妮看她一直闭着眼 这乍一开口 吓得她惊叫一声 逃回沙发上裹进毯子里 怎么能丢这种人 赵领却没打算放过她 悠悠地说 不过是一个粉丝 不喜欢你了你就这样 要是男朋友和你分手 你不得哭死去 阮妮从毯子里探出头 我哭 这辈子只有我甩男人 没有男人可以甩我 赵领扯了下嘴角 欠了欠身 继续补教 两人没在说话 不多时 房间就起了两道均匀的呼吸 阮妮睡得并不安稳 眉头不时皱一皱 翻个身 等花莱推门进来的时候 赵领一秒惊醒站了起来 被女性看到自己起床的样子 让她有些不太自在 她叫了一声 小莱 花莱笑了笑 看向沙发上的阮妮 没事 你继续睡 我来看看你姐 这一交谈 阮妮也醒来 她睡眼惺忪地看看花莱 又看向赵领 然后眸眼猛地一收 大叫起来 你滚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 花莱不明所以 连忙抱着阮妮的肩 怎么 怎么 宝贝 阮妮抱着花莱 她欺负我 赵领满脸不可置信 我欺负你 花莱看着一边 一只乱摆着的高跟鞋 又看着被阮妮睡梦 正踢到地上的外套 心想不至于吧 赵领不至于对阮妮 做那种事吧 她拍着阮妮的肩 轻声哄着 给我说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赵领哥不是那种人 咱们有什么误会啊 阮妮也清醒了不少 她叹了口气 声音小了不少 没事了 赵领却急了 什么叫没事 有什么事你倒是说啊 别弄得像我 真把你怎么样了似的 花莱 就是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告诉我 阮妮小声嘀咕 我梦见她骂我 这一醒来 就看见她处在我面前 你说吓人不吓人 234爆发 花莱差点笑弯了腰 你说赵领哥骂你 她会骂人 赵领一脸无语死了的表情 这女人比江贺宇还能做 花莱指住笑 把外套捡起来 给阮妮披上 你说说 她怎么骂你了 赵领正一双眼睛 瞪着阮妮 瞪得她也很不服气 她骂我没人要 她梦见赵领 拉了一大堆她的粉丝 告诉大家她话 多得像个老太婆 一天唧唧喳喳的不停 说她这么多年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就是因为脾气差 没人要 要大家一起脱粉 去粉小慧 这期的阮妮在梦里 和赵领大声对骂 骂着骂着 粉丝们 也跟着赵领一起骂自己 说她唱歌难听 演戏作作 这简直快把她气哭了 赵领冷着一张脸 收回目光 小来 人交给你了 我走了 花来捂着被笑痛的肚子 等下一起吃饭 给妮姐接风 我不要 两道声音一同响起 花来看看二人 你俩不会真有什么矛盾吧 大家都是我的朋友吗 一起吃顿饭说开就好了 餐厅我定了 平平也来 二人这才不情不愿地 答应了下来 赵领出去了 花来替阮妮 穿戴着衣服鞋子 你们怎么回事啊 赵领哥那人话不多的 是不是有 阮妮都快哭了 你别再提她了 我和她八字不合 明明知道 刚才做的只是一场梦 但想到梦里 赵领对着她张牙舞爪的样子 她就觉得生理不适 花来赶紧闭了嘴 好了好了 不说了 阮妮嫌腻着她 谋中起了八卦 等下吃饭 江鹤鱼也去 花来无奈地苦笑着点了点头 因为她今天接了她的赵领 她的条件是 大家一起吃饭 花来听到的时候 还松了口气 立马就答应了 只要不是她强调的那个字 其他的都可以 阮妮凑近一些 你们和好了 花来 谈不上和好不和好 以前的是有些误会 但有些事 我还是无法释怀的 详细的晚上再跟你说 说说你 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真的来找我玩这么简单吧 阮妮 那边的合同马上到期了 剩下的没什么工作安排 我准备回来发展 什么 回来 就你一个人 阮妮在外国比花来当时红得多 而且家人都在那边 她和花来不同 她在国内是没有牵挂的 你为什么想到要回来 花来实在想不通 阮妮 上次回来玩了一段时间 觉得还是国内好 正好我爷爷他们之前回来祭祖 也不想走了 年纪大了思乡嘛 我就想着 干脆我也回来算了 对他们也有点照应 花来 你这也太疯狂了 我可告诉你 这边从头再来 可真的不是容易的事 她现在资源还不错 但她明白 这是有江鹤鱼给她撑着 但尽管这样 还是和之前在外国没法比的 阮妮不以为然 管她容易不容易呢 节有的事前 只是现在暂时不想失业罢了 再干几年 老了 咱们回乡下养鸡 花来在震惊中 挤出一个干笑 呵呵 你想得到挺远的啊 阮妮 那当然了 我爷爷奶奶 就是回乡下养鸡去了 等你有空了 我带你去抓几只 花来替她拿起包 走吧 你行李还在赵领哥车上 提到这个 阮妮闷闷地嗡了一声 又叹了口气 花来拉着阮妮下了楼 江鹤鱼已经在车后排等着 花来弯腰看着江鹤宇吩咐道 你坐前面 江鹤宇明显不乐意 但她看着花来不容拒绝的样子 嘴唇动了动 最终什么都没说 慢腾腾地下来了 许若来 一道尖刺的女生在车库回响 花来眉心紧促 脸上起了厌恶的神色 岑健这条赖皮狗又来了 她转过身 看到岑健提着包 气势汹汹地朝她走来 一看就来这不善 江鹤宇和阮妮 跟着回头看向岑健 阮妮疑惑地又看了看花来 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询问她 哪里来的狗 江鹤宇喝道 你闹什么 曾经看向江鹤宇 刚才的愤怒转为悲切 姐夫 我不想去 你别让我去 我不想出国去 我听话 保证不闹腾 你别让我去好不好她 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 看起来还真楚楚可怜 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江鹤宇满脸嫌恶 你别挑战我的底线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花来 她知道花来又生气了 她现在心里烦躁不安 阮妮也听说过一些 这小姨子和姐夫的 不好听的传闻 她把花来护到身后 嘲讽道 你在这里乱费什么 没看到 人家已经不稀罕你了 江鹤宇真想给她把嘴缝上 什么叫已经不稀罕 自己根本就没有稀罕过 曾经看着帮腔的阮妮 眼里又起了怒火 她早就知道曾启文在赌 她这些年赚的钱 都拿去给她填窟窿了 她只是没想到 她居然还会和江源 搅在一起玩那么大 曾启文知道她 逐日中天的时候被雪藏 心情本就烦躁 妇女俩直接吵了起来 她骂她烂毒鬼 这些年只知道败家 她骂她没出息这么多年 还没爬上江鹤宇的床 被一个没人要的野丫头 骑到了头上 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出国的机票信息 发到了她的手机上 她红着眼 看着阮妮背后的花来咆哮 许若来你这个婊子 你躲在后面算什么本事 花来冷声道 那天的两巴掌 是没让你长记性是吗 哪来的 滚回哪里去 说完她拉着染妮 上次 别和这泼妇一般见识 她转身拉开车门 听到岑健还在那里说 长记性是吧 我今天就要让你尝尝记性 看我不泼死你这个贱人 岑健看起来 就是那种若不经风的丫头 花来根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 她刚拉开车门 不耐烦地说 你还想怎样 她猛地被一股大力扑到在座位上 肚子被割得生疼 然后就是各种声音 玻璃瓶落地摔碎的声音 江鹤与大声叫小来的声音 岑健吃痛的哭喊声 还有 阮妮的尖叫和男人的闷哼 她的鼻腔还钻入一股浓烈的烧焦的刺鼻味道 235转变 阮妮看岑健掏出一个玻璃瓶的时候 本能的转身扑在花来身上 不料那瓶子的液体没落在自己身上 反而是一具沉重温热的身体压了过来 像她护着花来一般 紧紧地护着她 哪怕江鹤与眼疾手快 一脚把岑健揣走到地上 但玻璃瓶的硫酸 还是倒出来不手 泼洒到赵领背上 此案 赵领现在穿着薄薄的衬衣 紧一瞬间 她身上就冒起了烟雾 那一片布料成了灰烬 皮肤开始冒泡沫 嗯啊 是赵领吃痛的声音 阮妮慌慌张张地站起来 手足无措地拉着赵领 你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赵领表情痛苦猙獰 咬着牙没说话 花来捂着肚子 转过身来才发现 背后发生过的一切 赵领哥 她看到赵领背上的伤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颤抖 江赫领沉着脸 快把衣服脱了 衣服上还有残余的液体 得赶紧脱下来 以防又粘到皮肤上 纵使赵领这样的铁血男 也痛得几乎呲牙咧嘴 江赫领替她解了扣子 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剥了下来 去医院 阮妮红着眼睛 看了一眼赵领触目惊心的伤 然后大步走向岑健 一把抓着她的头发 把她从地上脱起来 妈的 你敢泼流酸 看老娘不搞死你 曾经伸手护着头 只知道尖叫 阮妮一手抓着头发 一手送出去 两个响亮的耳光 曾经哪里是她的对手 只有招架的份 扇了耳光还不够 阮妮还要抬脚去踹 哗来在车上喝了一声 别管她了 去医院 赵领哥伤得很严重 阮妮这才回过神 又骂了一声 婊子 你以后要敢出现在我阮妮面前 看老子不撕碎你 曾经呆呆地跌坐在地上 头发蓬乱 狼狈不堪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爹不疼妈不爱的女人 现在让所有人都护着她 阮妮愤愤地钻进后排 看赵领紧咬着牙齿 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 断了线式地往下掉 赤裸的上身也浸出了细密的汗 她的心揪成一团 觉得很不得进 要不是赵领护着她 今天被泼的就是自己 她看着赵领的紧闭着眼 紧咬着牙 不敢想象这会有多疼 她慌忙掏出纸巾 给她擦额上的汗 还努力镇定着安慰她 再忍一下 马上就到医院了 她心里难受得慌 这么好看的男人 为了她 身上留了这么大一片疤 花来早就乱了方寸 坐在赵领另一边 瑟瑟发抖 面色苍白 赵领反倒安慰她 我没事 又不疼思 花来的眼泪 忍不住掉下来 烧伤啊 怎么可能不疼 江赫宇沉着脸 把车开到医院 急诊室的人 早就接到通知等在那里 把赵领推了进去 剩下的三个人 在外面沉默着等候 两久之后 阮尼目光如炬 盯着江赫宇 语气冰冷 这件事怎么处理 江赫宇 报警 阮尼冷哼了一声 报警 也太便宜她了 你想过没有 今天要不是赵领 被泼的就是小兰 江赫宇面带阴质 沉声道 这件事我会处理 阮尼不依不饶 我就是想知道 你怎么处理 这件事因你而起 却要别人承担后果 花来坐在一旁 整个头埋在双膝之间 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黑暗 早在几年前 他就领略过了 急诊室的医生出来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江赫宇站过去 怎么样了 医生恭敬地说 伤口处理好了 三天换药 绝对不能沾水 阮尼紧张地问 会不会流疤 医生 肯定会的 不过现在有很多 去疤痕的药膏 等拆了纱布后 按时涂抹就行 后期不会太明显的 阮尼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医生 在家的时候 能不穿上衣 最好不穿 阮尼 他人呢 医生 马上就出来 我建议还是住院 但他不听 江赫宇用 不容拒绝的语气命令 半住院 医生点了点头 转身又进去了 几分钟后 赵领出来了 他想努力像往常一样 抬头挺胸 拿出自己的男子气概来 可是只要稍微一挺 后背就疼得尸骨 阮尼小跑迎上去 是不是很疼 赵领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没有异常 不疼 走吧 江赫宇冷声喝道 走什么走 住院 赵领看着他没那必要 就一点小伤 你们还没吃饭呢 去吃饭吧 阮尼吼道 这个时候 还吃什么饭 走 他抓着赵领的手臂 往刚才医生指引的住院部走 江赫宇拍了拍木头一样的花来的肩 温声道 没事了 你们先过去 我去问问医生 花来含着泪点点头 跟着阮尼去了 赵领被强制住了个院 之前对他横竖看不顺眼的阮尼 现在忙前忙后 帮他掀被子 倒水 找拖鞋 这让他有些不习惯 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坐着别动 需要什么告诉我 要吃水果吗 我下楼去帮你买 喜欢吃什么 赵领把求救的目光投向花来 他这人一向冷漠 也受不了别人对他太热情 花来现在平静了不少 他解释说 他这人就这样 别人对他好 他就掏心掏肺 赵领哥 今天的事 谢谢你 赵领 见外了 阮尼满眼心疼 医生说 让你不要穿上衣 睡觉的时候要趴着 这里没有外人 你把外衣脱了吧 磨着伤口就不好了 赵领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没有很熟 言外之意 你就是外人 阮尼 你都救了我了还不熟 按以前的规矩 救命之恩 我都该以身相许 话没说完 他自己却先觉出不妥 住了口 我说真的 不信你问小莱 话来看出 阮尼对赵领态度的转变 配合道 你没说错 是有以身相许这个说法 他刚认识阮尼的时候 阮尼经常用错成语 他习惯性的为她纠正 阮尼急了 哎呀 谁让你说这个 我说的是 医生是不是说 让她尽量别穿衣服 话来恍然大悟 哦 对 现在的情况和在车库时不同 现在当着两个女士 赵领当然不好意思脱衣服 虽然她也觉得这外衣爱事 让她难受 真没事 你们去吃饭吧 都饿坏了 阮尼嘟囔 哪里还有心情吃 你是不是饿了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买 赵领真有点招架不住她 我不饿 我想睡觉 阮尼 好好 你睡觉 趴着睡 我在旁边守着 需要什么告诉我就行 赵领说想睡觉 就是想把她赶走 哪知道她热情致辞 还要守着自己 偏偏这人是对她好 她又说不出狠话来 236她好man 赵领 有护工 你回去吃饭休息 阮尼一脸落寞的嘀咕 你都这样了 我哪里还吃得下 话来看赵领的确苦恼 便说 等江河雨来我们就走 说着又转向阮尼 赵领哥也累了 让她休息一会儿 我们先回去 晚点再来看她 好说歹说 她才把阮尼从医院哄了出来 向彤赶到医院接到她俩 来姐 你姐 你们没事吧 话来 我们都没事 只是赵领哥曾经那边怎么处理的 向彤一边开车一边汇报 警察带走了 故意伤人 估计得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 阮尼咬牙切齿 便宜这个贱人了 出来 我找人把她轮了 看她还敢不敢出来 祸害人相同小声提醒 姐 中国是法治社会 话来知道她气愤 她握了握她的手 带着歉意 对不起啊 你刚回来 就让你遇上这种恶心事 吓着你了吧 阮尼回握住她 心疼地说 你说你 我刚回来就遇上这种事 我不在的时候 你到底过了什么日子 你在外国也是大家的小公主 到这里凭什么受别人的窝囊气 话来靠在她肩上 闷闷地说 让你担心了 阮尼义愤填膺 说到底都是江河宇的错 这他妈什么风流寨啊 这臭婊子居然找你讨 害得赵领是这么大的苦 那伤口 光是想想我都打仗 话来抬起头看着阮尼 阮尼回望着她 有些摸不着头脑 看我做什么 话来 我发现 这一下午 你都把赵领哥挂在嘴上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阮尼立马否认 哪有 是她救了我 我当然要挂嘴上放心上了 不然也太没良心了吧 话来闽唇笑道 你说的都对 阮尼嘀咕 本来就是 现在去餐厅吃饭 肯定是没有心情了 二人直接回了家 汽车刚到院子 钟千千就跑了出来 看到话来完整地走出来 才松了一口气 在外拉着她轻声责问 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话来 没电了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紧张兮兮的 钟千千 我听说 曾健拿硫酸泼你啊 说你被送去医院了 警察也去公司了 话来看了看 钟千千身后的大门 我妈不知道吧 钟千千摇摇头 我肯定不会在家里说的 你真没事吧 话来 我没事 多亏了赵领哥 他都被受伤了 我刚从医院过来 钟千千大惊失色 阿娜曾健看着柔柔弱弱的 怎么这么恶毒 话来苦笑 他们家没什么好人 进去吧 别在家里说 对了 这是我朋友阮妮 刚从外国过来 妮姐 这是行书哥的老他 突然觉得好像有些不妥 干咳了一声 改口道 这是千千姐 也是我这次接的这部剧的编剧 话来这一顿 话没有说全 但阮妮却懂了 他大放的伸出手 你就是许行书的老婆啊 这么漂亮有气质 还是做编剧的 难怪许行书 连我这样的大明星都看不上了 他说话一向大大咧咧 隔温声细语的钟千千 简直成鲜明对比 但他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做作 钟千千虽然听出了几分故事来 但也没有多想 他伸手握住阮妮 幸会 请进 花来怕钟千千误会 连忙解释 千千姐 你别多想 以前我不知道你和行书哥的事 帮他介绍过你姐 不过他们没成 不过看到你 我输得心服口服 钟千千笑道 阮小姐开玩笑了 阮妮一本正经的 你别多想哦 我对他早就没有任何想法了 他这种男人虽然很优质 但也不是我的菜 你可千万别把我当成假想敌 三人进了屋 在家吃过饭 花来带着阮妮去睡觉 等阮妮睡着以后 他才从房间亲手亲脚的出来 给江赫瑜打电话 赵领哥怎么样了 护工看着 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在警局 到时候你可能也得来一趟 花来叹了口气 淡淡的语气带着些空泽 好 我希望你这次把问题解决干净 我不希望我 或者我身边的人 再遇到任何危险 江赫瑜的声音沉闷 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 今天要是泼到你 后果我真的不敢想我现在 回想那一幕 腿都发软 花来 我欠赵领哥的 又多了一笔碗点 我去看他 还有什么需要带的吗 江赫瑜 不用 这里什么都有 你也休息一会儿 我先进去了 警察还问你话 花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现在责备谁都没有意义 娱乐圈不平静 但他近来这么多年 也没有经历过这种鸡飞狗跳 还好公司的安保不错 当时的是 除了监控画面 没有留下别的别有用心的视频 但不管江赫瑜怎么压 曾经被警察带走 江赫瑜的车 黄奔着去医院这事 还是被报道出来 因为不清楚缘由 所以网络上更多了各种版本的猜想 说来说去 还是围绕曾经失宠这事 只要不影响到家人 花来从来就不是很关注这些事 随他们写 随他们猜 阮妮睡得也不安稳 才一个小时不到 眼睛就猛然睁开 然后看着陌生的环境发忙 花来听见响动 从阳台过来 醒了 阮妮又从噩梦里醒来 看到花来安心了不少 她掀开被子下来 去医院看看赵领 她一边往洗手间走一边忧心忡忡地说 先去趟商场 她的衣服坏了 不管怎么说 我得陪人家一件衣服 花来也在门口看着她 要陪也是我陪 这事是因我起的 阮妮 那怎么行 你要给她买衣服 江河玉会吃醋的 花来没想到这种时刻 阮妮还有心情打去自己 你 阮妮嘴里叼着牙刷 我看出来了 你俩有情况 你就别惹火上身了 花来邪腻着她 我发现你对赵领哥态度转变了不少 你该不会真要一声相许吧 阮妮这个没有真枪实战过的女流氓 被花来一句话 闹得有点脸红 她大声反驳 胡说 是因为她今天救了我 这点恩情给念吧 花来 好了好了 泡沫都喷镜子上了 阮妮低头一笑 不过 她今天真的好man哦 面上起了娇羞 237做你的眼狗粉 阮妮吐掉口里的泡沫 你当时是没看见 我看到那件人拿出瓶子的时候 我以为是汽油 吓得我脸都白了 谁他妈知道这件人这么毒 居然直接破流算 赵领从电梯口冲出来 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扑到我身上天哪 小来宝 你都不知道 那一刻我的心脏 都快被她撞飞到天上了 花来知道 阮妮玩了她嘻嘻哈哈这么多年 终于中了爱情的毒 可惜了 遇到的是比江鹤 与还冷的人 阮妮还沉浸在美好又血腥的回忆里 你知道吗 一个男人义无反顾的样子 真是太迷人了 花来缓缓叹了口气 我看出来了 阮妮随便洗了洗脸 涂抹了一下 走吧 眸中都是毫不收敛的期待 医院的病房 赵领光着上半身趴在床上 嘴里咬着床单 疼得呲牙咧嘴 医生问了两次要不要打止痛针 她给拒绝了 从小到大 爺爺抓到部队 说要给她立立规矩 部队吃了不少苦 出过任务 受过伤 但像今天这么痛的 还真是第一次 要是在空旷的山谷 她怀疑自己真的会大声喊叫出来 但是这里是医院 她只有忍着发出闷哼 敲门声响起 她立马用床单抹了把额头上的汗 捡过一旁的病号符 往身上套 面色也随之严肃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候 才说 请进 阮妮提着大包小包 出现在她的视野 后面跟着花来 阮妮看到赵领的一瞬间 整个人又紧绷起来 赵领的上身 除了肩膀手臂 其他全都缠着纱布 像个肃木的木乃伊 好笑又可怜 她现在正系着扣子 显然刚把衣服穿上 阮妮看得心脏微微收缩着 大步奔了过去 一脸关切 你不穿也没关系 我们不是外人 不会介意的 赵领心说 我会介意好吗 她把最后一颗扣子系好 在床上正经危坐 阮妮把手上的东西放下 你吃饭了吗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医生说 你现在要记心了 我带了些温补的 现在吃吗 她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深深地看着赵领 让赵领有些不好意思 她有点招架不住她的热情 眼神躲开 谢谢 放那边桌上吧 我吃过了 阮妮眸中明显有些失落 这是她到餐厅后厨 盯着师傅做的 因为她奶奶爱好厨房这一套 所以在吃这上面 她还是有些惊艳的 现在精心准备的餐食 无人享用 花来最了解阮妮 她忙走过来 把餐盒接过去 等一下赵领哥 当夜宵吃就行了 赵领哥 这是你姐盯着厨房给你做的 特意打电话问她 奶奶要的方子 说是能加速伤口恢复 赵领看向有些落寞的阮妮 谢谢 我等一下吃 刚才护工送过饭了 阮妮这才脸去眼中的失落 又把自己带的一大堆东西拿出来 正要一一展示 花来的手机响起 她看了看屏幕 对二人说 我出去接个电话 你们慢慢聊 赵领见她要走 急得不行 哎你 花来 怎么 赵领可怜巴巴的看着她 你快点回来 她可不想再一个人面对阮妮了 花来 嗯好花来出去以后 阮妮从一个口袋里 拿出一件男士衬衫 你的衣服烧坏了 这件是我赔给你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她双手捏着衬衫的剪脚 展示给赵领看 是一件深灰色的衬衫 和之前赵领穿的那件有些像 赵领认得袋子上的logo 江赫宇有很多他们家的定制款 这家衣服除了版型好面料好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贵 赵领从不讲究吃穿 要不是为了配合江赫宇有些场合 她根本就不穿西装衬衣 对她来说 运动装和工装是最舒适最自在的 赵领看着染泥阴气的眼神 她正等待着自己的认可 她直言 退了吧 果然 那眸中的光又暗了下去 你不喜欢 太贵了 不适合我 再说一件衣服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用特意赔给我 我不喜欢欠人情 当然要赔了 今天要不是你 我就毁了 我要被破成这样 就没办法再接戏了 会失业的 染泥在一本正经的解释 赵领像背书一样 公司范围的安保 也是我的工作职责之一 老板已经付过我薪水了 你真不用放在心上 今天只是我的工作 染泥 是不是这个颜色或者款式 你不喜欢 可以换的 或者你先在手机上看看别的款 看好了 我再去买 赵领声音渐渐开始冷起来 我真不需要 染泥 是不是觉得尺码不合适 我给店员说的 大概一米八七 七十五公斤 偏差大吗 赵领心说 不大 甚至很吻合 眼睛真毒 赵领 不合适不是 是我压根就不需要 你别浪费这个钱 我家里还有挺多衣服 染泥 那多也不多这一件 那你穿什么马 赵领 没完没了 赵领觉得 女人怎么会这么麻烦 要不是 看在花莱的面子上 她早就几声把她吼出去了 好了 你放那里吧 谢谢 染泥却不同意 你说的尺码不合适 我得去换一件合适的 穿衣服不能将就的 尤其是你这种这么帅哥 尤其是你这种做保镖的 要注意形象 赵领猝起眉头 她虽然没关注过自己的长相 但也知道自己长得帅气 虽然她没有在任何社交平台注册账号 但是她居然有一堆眼狗粉 经常会有人 在她不经意出现的照片下面 评论这个又帅又酷的男人是谁 以前去接花莱放学 也经常被女生问联系方式 甚至偶尔独自去酒吧的时候 还有男人想和她玩 她觉得这些人真是太肤浅了 她真没想到 想染泥这么漂亮 见识过无数好看男人的人 居然也和他们一样 她心里不屑地轻斥 女人啊 视觉动物 阮尼一不小心 把心里话给抖了出来 她又干咳了几声 所以你穿多大马 赵领 可以穿 能将就 我想休息一下 你先回去吧 阮尼这才把衣服叠好 放进袋子里 她四处看了看 不是说请了护工吗 人呢 赵领痛得厉害 这刚特意把护工支走了 谁知道阮尼又跑来了 她现在身上搭着宽大的病号服 让她十分不舒服 身上都是腾出来的汗 阮尼 这些护工拿钱不做事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撂在这里 你要喝水吗 温的还是热的 赵领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不客气地说 我的伤在背上 不是在手上 这些事 我能自己做 她不喜欢别人 对着自己献殷勤 何况是这样一个嚣张 无礼 话多 肤浅的女人 阮尼总算听出了一丝不对位 她拿杯子的手僵住了 侧身看着她 我打扰到你了 赵领想赶紧结束这种麻烦 用鼻腔不冷不热地嗡了一声 阮尼顿了一下 呕了一声 然后继续从容地去接水 我会安静的 赵领 阮尼的标签又多了一个 脸皮厚 238不是大小剑 阮尼真的安静下来 她把水接回来递给赵领 手举了半天 赵领才猝着没接了过去 喝了一口 就放到床头的柜子上 阮尼就坐在赵领旁边 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看 赵领浑身不自在 这么多年 如此明目张胆盯着自己看的人 阮尼绝对是第一个 看着看着她还脱起了腮 不得不说 美的东西就是能俘获人心 她帅成这样 阮尼已经不计较她的冷漠了 她现在不说话 赵领却急起来 你怎么还不走 阮尼 走 去哪 赵领 哪来的就回哪去 阮尼 我行李还在你车上呢 赵领 你找姜总 车在她那 阮尼 我不急 等你出院了再去 赵领一个头两个大 她看出这个女人 有些赖上自己了 直接道 我想休息了 阮尼果然站起来 赵领刚松了一口气 却见阮尼不是去门口消失 而是给她把床调平 好了 你趴着睡 她气不打一出来 突然有点理解 当初江河宇被沉劲缠着的无奈了 她冷声道 有人在这里 我睡不着 阮尼笑道 夏说 下午的时候 你睡得比我还快 咱俩可是在一个屋子 赵领 有没有真啊 把这女人的嘴缝上吧 阮尼要去扶她 赵领如临大敌一般缩了下手臂 动作过大 却牵扯到伤口 疼得她差点叫出声来 阮尼手将在半空 解释道 我就是扶你趴着 赵领咬牙忍着痛 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我自己可以 阮尼嗷了一声 把枕头拿过来 拍了拍 示意赵领枕着枕头会舒服一点 赵领是真的痛 她顾不上那么多 慢慢趴了下去 把头别向另一边 房间就再没有声音了 赵领知道旁边那人正看着自己 她觉得浑身不自在 在想着该怎么把她打发走 又困 又痛得睡不着 又烦闷 赵领从来没有觉得 生活这么沉重过 安静了有二十分钟 阮尼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小慧是谁 赵领 小慧 她刚想问小慧是谁 突然反应过来 这是她随口变得 搪塞阮尼的一个歌手 她换了一副柔和的语气 说了你也不知道 反正唱歌很好听 听她这么说 阮尼心里很不得尽 都唱了些什么歌 我搜来听听 赵领 和你不是一个风格的 你不用嫉妒 阮尼 我不是嫉妒 多学习一下总是要的 赵领 没人模仿得了她 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阮尼对着她的背影 翻了个白眼 男人真是善变 以前对自己的事迹如数家珍 现在别人就成了 她独一无二的存在了 她心里酸溜溜的 其实我的专长不是唱歌 是演戏 赵领 我知道 阮尼 所以 你不要拿我们做比较 赵领 我没做比较啊 我就是喜欢听歌 不喜欢看戏 阮尼心里腾起一股火气 这人用地着 踩得这么直接吗 要不是 看她现在是为了她病着躺着 她一定拿把刷子 好好给她刷刷呗 阮尼深吸了一口气 又问道 怎么没见你家人来看你 你爸妈呢 赵领 这点伤 还需要告诉家人 如果爷爷知道她被破了硫酸 一定拿拐杖敲她的头 告诉她一百种阻止 这件事发生的办法 阮尼笑道 真孝顺 赵领还以为阮尼是讽刺她 她偏过头去看着她 发现她一脸认真地说 有时候我拍戏受了伤 只要媒体不报道出来 我也不会告诉家人 他们会担心的 说到拍戏 她的话又多了起来 有一次拍一部动作片 我从二楼跳下来 身上掉了威亚 下面铺了垫子 但那天状态不好 直接滚到外面去 腿摔骨折了 这事没瞒住 我妈在医院抱着我 又哭又骂 不准我再演戏了 后来还是我求我爸 我爸求我妈 我才又吃上这碗饭的 她说得起劲 又倒 还有一次 那时候入行没多久 经验不足 在废弃工厂追赶的时候 从架子上摔下来 钢筋插到腿里了 那血流的 我以为插到大动脉 自己要一命呜呼的 哭得撕心裂肺啊 好在命大 没伤到大动脉 也没伤到神经 那时候没有名气 也没人报道 我家人现在都不知道 她凑近了一些 得意地笑着说 连小来都不知道 你想不想看看伤口 现在还有疤呢 赵领听得心惊胆战 冉妮看起来那么瘦小 自己一只手都能提起来 她嘴唇动了动 不 话还没说完 冉妮已经站起来 小心地卷起自己的裙摆 在膝盖往上十公分左右 真有一个硬壁大小的粉色的疤 赵领没看过女儿大腿 更何况她现在趴着 那白花花的腿 就处在她眼睛边上 她一点都不敢乱动 慌忙把眼睛闭上 冉妮像诉说什么光荣世纪一般 她看赵领真的在看 然后又红着脸闭了眼睛 觉得她还有些可爱 她便更加得意 你不知道 当时流了多少血 导演都被吓死了 那不许后来我没拍 受伤了吗 得养伤 剧组等不了我 但赔了我不少钱 我也不算亏她把裙脉又放了下来 坐回位置上 其实在片场受伤很正常 你知道吗 外国看中国人的戏 都喜欢看动作片 觉得中国人啊 人人都会功夫 我为了尽快混出头 开始只能接这种戏 但我们还不是最辛苦的 起码有一张好看的脸 这条路走起来轻松很多 最辛苦的是替身 他们在戏里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但又最苦 还拿得少 我那时候没替身 也不敢让别人看扁 找了个国内的武术老师 得空就不停地练 虽然到真搏斗的时候 屁用不抵 但在镜头前 还是能唬住那帮洋人的 阮妮叹了口气 那时候练刀练剑练棍棒 身上经常都是自己打出来的瘀青 其实我也怕痛的 没完躺在床上叫唤 有时候还会哭 但是没办法 总得拼了命去付出 才知道自己配不配得到 她笑着歪头 看趴着的赵领 其实 演员和保镖的职业挺像的 正对上她深深地发着光的毛子 她以为阮妮就是那种 手不能提的大小姐 凭着一张漂亮脸蛋 在戏里走走过场 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平日身边男人环绕 把她捧得像公主一般 她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娇贵万分 但是今天下午 她亲眼看见她义无反顾地 扑在花莱身上 把她的朋友紧紧地护着 她也怕疼 但她就是敢为了 自己在乎的人不顾一切 239成为她的小心肝 阮妮问道 你呢 也经常受伤吗 赵领侯杰滚了滚 难得认真地打 以前有 现在没有了 阮妮点点头 现在是和平社会 很少会用到保镖了 赵领纠正道 我是司机 不是保镖 她实际上是江赫宇的司机助理保镖 厨师医生管家婆 什么都做 只要江赫宇吩咐 阮妮 你今天做了保镖做的事 赵领脱口而出 我做的是男人该做的事 保护女人 是男人该做的事 阮妮凑近她一些 女人淡淡的鼻息都浮到她脸上 你今天真男人 帅死了 赵领觉得脸上洋洋的 她把头又转了回来 不再看阮妮 阮妮又坐直身体 眼前的男人尽管是趴在床上 但布料掩藏不了她肩背的线条 有力 匀衬 阮妮心想 这男人身材可真好 她打句道 你痛的话 可以叫出来 我不会笑你的 赵领否认 不痛 阮妮笑着说 以前我手背烫了一个泡 哭了我好久 比钢筋穿腿痛多了 烫伤烧伤最痛了 你不用在我面前忍着 赵领难得回她 说了不痛 接了好久的电话的花莱终于进来了 赵领听见开门声 浅浅地松了一口气 花莱看阮妮一脸笑意 问道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阮妮站起来 看着赵领的背影 相互深入了解一下 花莱赵领哥 你想知道你解什么事 直接问我就行了 她的事 我最了解 赵领 我干嘛要了解她的事 花莱笑道 大家是朋友吗 相互了解一下 是应该的呀 三人聊了一会儿 阮妮压着赵领 把她亲自监督做的饭菜给吃了 才收拾起碗筷要走了 她一边收一边看着赵领笑 不是说吃不下吗 这不吃得干干净净的 好吃对不对 赵领对她的印象改观了一些 说话的态度也缓和了不少 不能浪费 阮妮 明天再给你做 赵领 医院有定制餐 阮妮 医院的饭我吃过 一点味道都没有 她磨磨蹭蹭地收拾了半天 才被花莱拽着出了病房 赵领听见关门声 终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花莱从浴室出来 看阮妮坐在床上 抱着枕头发呆 随口调侃 干嘛 想难啊 阮妮抬头悠悠地看着她 嗡了一声 花莱一惊 我去 你真的喜欢上赵领哥了 阮妮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不可以吗 花莱笑着 一脸八卦地说 可以可以 她人那么好 阮妮叹了口气 仰躺在床上 可是我看得出来 她对我不来电 爱答不理的 花莱爬上床 她在她身边 她这人就这样 不是针对你 我给你说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那表情 冷得我都不敢给她打招呼 不过时间久了就发现 她这人又真诚又热心 阮妮脸上泛起红韵 眼里冒着星星 她好man啊 我越想越觉得喜欢 你说怎么办 花莱 喜欢就去追呗 阮妮转头看着她 可以吗 花莱怂恿到 当然可以啊 阮妮难得这么扭扭捏捏 可是我没追过男人 不会啊 花莱笑着说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啊 徐寒问暖 关怀备至 她总会注意到你的 注意你以后 是不是就会感动 感动以后 是不是就会更加注意 你是不是就能从她眼里 走到她心里 阮妮只起身 伸手捏了捏花莱的脸颊 你老实交代 真的只和江河雨谈过 你怎么这么坏 花莱拿开她的手 和她并排仰躺着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你自己演过这么多爱情剧 这都不会 阮妮常常的叹气 演示一回事 自己去做 又是另一回事啊 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看到她 后面的她 有些不好意思说了 花莱伸手搂着她的脖子 把她的脸掰过来 对着自己 老实交代 想什么了 阮妮的嘴 被她捏得嘟起来 口齿不清地说 脸红心跳兴奋 花莱松了手 你完了 你追入爱河了 阮妮 你不知道 在车库的时候 她扑在我身上 那感觉超级有安全感的 你说 这样的男人 怎么会单身啊 花莱笑嘻嘻地取悦她 等你呗 阮妮不好意思地 拿被子扮演着脸 真的吗 花莱一本正经地说 要不然呢 阮妮不知道想到什么 自己钻进被窝 一一压压地扑腾了半天 花莱眼珠一转 开始给她出谋画策姐妹 机会来了 过两天 我要和江赫宇出去 录之前的综艺 你在这边没有熟人 我只能把你托付给赵领哥了 你可得抓住机会 争取把她拿下 她一边说 还一边比了个手势 像是要把赵领收进手心一般 阮妮和她积了个掌 真是好姐妹 花莱 你不是要回来发展吗 直接来江赫宇的公司 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机会不就来了 阮妮拼命点头 我愿意 帮我帮我 花莱向着大佬一眼 搂着阮妮的肩 当然要帮你 我们的计划就是 夺取赵领哥哥的小心脏 阮妮补充道 成为赵领哥哥的小心杆 两人一起郑重地点头 然后缩进被窝 花莱开始给阮妮讲赵领的事迹 夜深人静后 花莱睡着了 阮妮却还睁着老大的眼睛 她有时差 加上赵领的事 她担心着 真睡不着 她拿出手机看了看 北京时间零点整 百无聊赖地翻着手机 突然心里有了一个冲动 她把手机开成静音 给赵领发了条信息 是不是痛得睡不着 还好今天赵领去机场接她 两人通过电话 她得了赵领的手机号 现在窃喜不已 正好抓着机会安慰病号 另一边的赵领 是真的痛得睡不着 正在犹豫 要不要叫医生来打一针止痛 放在床头的手机盯了一声 她立马拿了过来 她手机里没有无关的人 每一次联系都是有正经事 所以 尽管她现在痛不欲生 还是条件反射的 去先雇手机 拿起来一看 却是一个外国号码 她看到那短短的几个字 立马想起 这是阮尼的号码 自己白天的时候 拨过 她原本不想理会 就当自己睡着了 刚把手机放下 又进来一条 明天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过去 赵领一愣 这女人大晚上不睡觉 干嘛要在这没话找话 240大家 洁身自号 阮尼 喝汤吗 老母鸡炖身汤 赵领觉得自己如果不回复 这人能自言自语到天亮去 她不得不点开回复 短信费贵 我不喝汤 你把我吵醒了 我要睡了 阮尼拿着手机 一句一句地看 贵 难道赵领这种高级私人助理 会穷 她下午给她衣服的时候 她貌似也说贵来着 她薪水应该不低 钱用到哪里去了 难道家庭条件不好 补贴家里了 不喝汤 可以 问问要别的什么 吵醒了 意思是 睡着了 这么痛还能睡着 真是太难人了 要知道自己刚经伤到那次 即使打了止痛针 也是没法好好睡觉的 挨了好几天 人都受了一大圈 我要睡了 所以是拒绝聊天了 她还是不想搭理自己 阮尼有些失落 她又发了一条 我觉得这首歌还不错 助眠的 你听着睡 赵领看着她发来的歌名 这什么跟什么呀 大半夜的还推销自己的歌曲 自己脱粉之势 对她打击有这么大吗 赵领知道了 阮尼看着这干巴巴的三个字 沮丧至极 他们的聊天结束了 话来说的没错 赵领哥哥就是不会聊天 赵领等了片刻 手机果真不再传来消息提示音 她看着最后一条信息 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音乐播放器 上次在温泉山庄冒充粉丝以后 她回来真把她的歌加入了列表 现在痛得难以入睡 她便找到那首歌 点了播放键后 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慢慢地闭上眼 阮尼的歌和她的人不同 她的歌都是比较舒缓的 赵领认真去听 倒真觉得这音符向温泉流入心田 让她觉得舒坦 身上的疼痛好似也减少了几分 歌曲播放过半的时候 她拿起手机点了单曲循环 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一早 许家的大厅 许心书刚从楼上下来 就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 背对着她站在那里 她昨天回来的晚 家里人都睡了 没看到有这好人 她猝着眉绕到女人面前 待看清面容时 眉头拧得更紧 有些不太客气地问 你怎么在我家 阮尼抬头快速地看了她一眼 然然后继续埋头给赵领发信息 漫不经心地回答 哦 早上好 昨天来的 你忙你的 不用招呼 若一定要说和许心书 有过故事的女人 除了钟千千 就只有阮尼了 之前阮尼向她示好过几次 她越是表示没兴趣 她每次见着她 越是故意贴得进 以前许心书也没当回事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她有钟千千了 哪怕是阮尼试开玩笑 她都绝不允许 她如灵大敌般地看着阮尼 你怎么不去住酒店 阮尼又抬眼瞥了她一下 笑道 我来找小来 我住什么酒店 你真倒笑 许心书轻声说 我老婆回来了 阮尼收起手机 慢嚼着她这句话 你老婆回来了 许心书 所以你别再 阮尼 别再什么 许心书 别再像以前一样 说些不着思溜的话 还有 你住家里不合适 去酒店 阮尼笑道 许心书 你别搞得我好像 真和你有什么似的 咱俩可是手都没摸过 而且 我现在对你可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有喜欢的男人 许心书 那你也得注意避嫌呀 阮尼 避什么嫌 怎么 你方圆十里内 是不允许有女人出现了是吗 我是来找小来的 又不是来找你的 你紧张什么 许心书低声警告 那你注意分寸 中国人是比较讲究界限感的 阮尼认同的点点头 对 所以请你走开一点 等一下我怕我男朋友吃错 说到男朋友三个字 他自己脸上先飞起了红韵 嘴角野蛮的明显 许心书还想说什么 却听阮尼叫 千千姐 早啊 钟千千微笑着过来 你早 睡得好吗 阮尼 说实话不是很好 时差没到过来 许心书有些紧张地看着钟千千 他怕他误会 等阮尼回屋以后 他跟着钟千千 一起去叫孩子们起床 然后小声解释 那个阮尼是小来的朋友 我和他以前认识 钟千千 哦 许心书读不懂这个哦 是什么意思 是介意还是不介意啊 他咬了咬牙 主动交代 那个 之前小来准备把他介绍给我的 但我对别的女人没兴趣 当时就回绝了 钟千千 哦 许心书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说清楚 又补充道 没有专门约出去见面 就是我去小来的公司 碰巧染妮在 就打了一声招呼认识的 我没有和任何人相过亲 钟千千抬头看她 知道了 不用给我说 许心书嘀咕 不说怎么行 你是我老婆 我身边有漂亮女人 你得生气 钟千千笑道 我干嘛要生气 许心书失落得很 你应该要我不要和别的女人来往 钟千千无奈地摇摇头 不再理会她的无理取闹 她敲了敲玲玲的门 温柔地说 玲玲 起了吗 吃早餐了 得到里面的回应以后 她又去敲妮妮的门 妮妮 起床了 弟弟都起了 许心书心里不平衡 大家都姓许 为什么孩子们的待遇就这么好 钟千千 你也去吃早餐 不是要去公司吗 许心书 你呢 今天怎么安排的 钟千千 赶搞 对了她看了看两个孩子 还紧闭着的房门 放低声音说 什么时候去办 许心书一头雾水 办什么 钟千千 离婚啊 那天不是说好了 你出差回来就 许心书一脸苦恼 我这几天没时间啊 上午两个会 下午要出去见客户 晚上还不知道几点能回来 千千 真不是我找借口 现在真的是事业的关键期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 好好陪你和孩子 钟千千嘀咕了一声 谁要你陪了你说的 帮我找房子的事 话还没有说完 许心书的脸 已经黑了下来 钟千千便住了口 许心书 家里这么宽 你看这几天 孩子们多开心啊 一家人住一起怎么了 妮妮的房门打开 她满脸紧张地 看着钟千千 妈妈 你要走 241赵爷爷 钟千千和许心书对视一眼 然后又温柔解释 妈妈现在租的房子小了些 妮妮 所以妈妈回家住啊 把那个房子退了 钟千千 这是妈妈会和爸爸商量 你快去吃早餐 叔叔在等你们了 妮妮皱着没命脸 你不许走 不然我告诉弟弟 钟千千 不走不走 快去吧 别迟到 妮妮这才放过了他 许心书笑道 你看吧 钟千千神色担忧 这房子哪天被拍卖了 孩子们总得有个去处 要不你帮我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我得买一套 许心书不满 你能不能怕我点好啊 我这不是在努力挣着吗 钟千千 说到这个 我听小莱说 银行的贷款并不算多 主要还是私人的 没有利息 你到底借的谁的 许心书看了看表 我来不及了 先走了 具体的晚点 找时间和你说啊 说着真溜了 他看得出钟千千 现在的想法还不稳定 总想着离婚的是 他得先把他拴死 再坦白借款的事 话来还有工作 阮妮就独自去医院看赵领 去医院之前 他先去营业厅 办了一张本地的电话卡 然后给赵领打电话 赵领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清冷 哪位 阮妮自从自己 对着许心书说 他有男朋友以后 心里真把赵领 当男朋友一般对待 包容 大度 这点冷淡的语气 不算什么 他乐呵呵地回 是我 这是我新办的号码 这个发短信一条 才一毛钱 不贵吧 赵领一听 心里有些微微起火 自己好不容易睡着 这就得吵醒了 他还是那副 不冷不热的样子 有事吗 阮妮体贴至极 想吃什么 赵领 吃过了 没事的话挂了 阮妮 有爱 你还真挂 再打过去 那边不接了 阮妮看着手机 叹了口气告诉自己 追男人吗 总是有些难度的 他又买了一大堆吃的 提着去了医院 赵领挂了电话 早知道他一定会来 他微微醋着眉 费力地起身 去洗漱 年轻的护工大哥 要来扶他 他挥手制止了 然后咬着牙 自己穿上衣服 进了洗手间 背上是火辣辣的疼 他看过医生拍的图 和他以前受的那些 血淋淋的伤比起来 这次的面积不算大 况且还隔了一层衣物 不是直接接触到皮肤上 但是的确是 他忍得最辛苦的一次 烧伤真的太痛了 不过是走几步路 洗个脸的功夫 他身上又浸出了汗 这一天反复出汗 却没办法洗澡 更是让他难受 总觉得浑身 有些痒痒不自在 他出来的时候 护工已经把早餐 给他准备好 赵先生 是在床上吃 还是桌上 赵领往桌子走去 这边 护工把早餐端到桌上 帮他摆好 医生嘱咐 他刺激伤口 要他吃清淡一些 加上赵领本身 对吃也不讲究 护工便顺着他的意思 准备了小粥牛奶 正端着碗喝着白粥 他放在床上的手机 又响了起来 这个染妮 大清早的 没完没了了 他眉目刚皱起 护工已经贴心地 给他把手机拿了过来 他指的接过来 但看到上面的备注的时候 坐姿立马端正了许多 还清了清嗓子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 尽量阳刚红亮一些 爷爷 阳刚中带着尊敬 赵衡虽然七十多岁 但声音中气十足 比赵领这年轻仔的 听起来还有威慑力 我听说你受伤了 赵领心头一暖 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弯起 这个爷爷 平日对他严厉 关键时刻 还是很关心自己的 他声音放软了一些 带了一些难得的撒娇的意味 没事 小伤 过两天就好了 赵衡 没事 你说你 也是在不对摸爬滚打这些年的 平日我教你的也不少 怎么这么不中用 赵领觉得自己刚才 好像会错爷爷的意思了 他好像不是来关心自己的 他刚放松下来的身体 又紧绷起来 正经微作赵领 爷爷 那时候我 赵衡 你什么你 那段监控视频我看了 你的警觉心去哪了 你的预判心去哪了 啊 你在跨出电梯的时候 就该看出情况不对 那女孩一直紧紧地捂着包 这么明显的异常 你还看不出的吗 你居然对她一点防备都没有 等她把东西拿出来 你再来一个什么英雄救美 是不是受伤的还是自己 我说你啊你 你这个样子 放在小雨身边 我是真不放心 赵领被赵衡一顿数落 心里有些不服气 又不敢顶嘴 那时候 曾经儿斜对着她 她哪里看得到 她捂着包 但爷爷说的也没错 曾经儿来闹 也不是第一次了 自己不能因为 她是一个手无负机之力的女人 就对她放松警惕 赵衡 你别回她那里了 我让你干戈去跟她 赵领急道 不行 赵衡 不行也得行 我要你去是保护小雨的 现在倒好 你自己先受了伤 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怎么去保护别人 你这样我怎么和她爷爷交代 我这张老脸 都被你丢尽了 赵领不服气 我的职责 是保证她不受伤 我做到了她 赵衡声音提高了八度 放屁 你的职责 是让她身边 不要出现任何危险 我听说那个女人 之前已经在公司闹过一次了 连这点警觉都没有 还在这儿和我顶嘴 是不是饭吃太账了 把脑子撑没了 赵领样样嘀咕 反正我不走 离开江贺雨 父亲肯定要叫她 回去管公司的生意 她宁愿给江贺雨 继续当老妈子 也不要回去 看那些枯燥乏味的合同 会打瞌睡的 敲门声响起 赵领苦着一张脸 望向门口 护工已经去开门了 赵衡还在教训孙子 反正话我跟你说到这里 等我从山西回来 我再和你说 给你尝尝教训 赵领 您怎么跑老家去了 赵衡 有个老朋友约着 过来玩爱 我再说你的问题 你别给我打岔 染妮闪进房间 看穿着护工服的侍卫男士 相当满意 她见赵领一脸肃目的 在打电话 便在门口拉着护工 小声询问赵领这一夜的情况 然后把护工打发走了 赵领瞥了染妮一眼 背过身去 听赵衡隔空说叫 反正只要赵衡不挂电话 她是万万不敢挂的 赵衡突然语气一转 对了 我这老同学有个孙女 年纪和你差不多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242表白 赵领刚听了那么多教训 还觉得没什么 反正自己经常都在吃爷爷的教训 但现在 听到爷爷要给自己介绍女孩子 简直如灵大敌 拒绝的话脱口而出 我不要 她这一激动 引得染妮都停下手里的动作看着她 她轻声唤了一句 怎么了 赵领听力过人 问赵领 有女朋友了 赵领没好气的说没有 赵衡 那是谁在你旁边讲话 赵领 护士 听到是护士来了 赵衡也懂分寸 那行你先忙 等我回去再和你说 赵领 哎爷爷 赵衡便没挂电话 等着赵领说 赵领支支吾吾的 那个我这次受伤的事 你别告诉我爸妈 赵衡教训道 知道家人会担心 就自己做好一点 真是的 二十多岁的人啊 又不是小孩子 还要我这个糟老头子操心 赵领还没来得及反驳 电话已经挂了 她把手机随意地扔在餐桌上 瞥了染妮一眼 发现染妮正抱胸看着她 表情不算和气 她可一句话都还没给她说 不清楚自己哪里惹到她了 忍不住问道 怎么这样看着我 染妮凶巴巴地问 你说我是护士 赵领端起碗要继续喝粥 面不改色地否认 没有 染妮一把夺过她的粥碗 没有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告诉我 我就是演戏的 要想骗我 你的眼睛还得好好连连 赵领本来心情就不好 染妮现在还无理取闹 她更烦躁 语气也不太好 你闹什么 染妮见她一凶 委屈极了 她已经听出来了 赵领这通电话是打给家人的 她对她的家人说 她是护士 她真有一种男朋友不对家人 承认自己身份的委屈 带来的滚热的营养粥摆到她面前 又把勺子塞她手里 语气还是不好 承认我是个朋友也很难嘛 赵领看她夺自己的碗 只是为了换粥 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鱼片粥 她心里软了一下 端着碗就开吃 我没朋友 染妮又把袋子里的小菜拿出来 一一给她摆在面前 正是因为没有材料浇啊 我来做你的第一个朋友 赵领不客气地吃着她的东西 但说的话就有些不中听 我不需要 染妮见她乖乖吃东西 没有半点扭捏 心情也好起来 管她需要不需要呢 反正她这个男朋友 自己是交定了 她在她旁边坐下 也端出一碗粥开始吃 赵领愣了一下 这人自己都没吃呢 爱屋即屋 染妮对赵领的家人 也感兴趣起来 看似漫不经心地说 刚和谁通电话呢 赵领对这些没有营养的话题 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没打算回应 染妮便自己猜了起来 爷爷 赵领还是没说话 染妮 他们管得很严吗 她难得看到 赵领那副对着手机 都毕恭毕敬的样子 而且说话的时候 还带了一丝撒娇的意味 赵领端起碗喝粥 染妮 她和你说什么了 赵领看着她 咬着勺子 专注看着自己的样子 嘴角一弯 说 我爷爷让我去乡亲 她有个朋友的孙女 长得很漂亮 人又温柔 年纪也相仿 话还没说完 染妮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不许去 赵领放下勺子 好整以挟地看着染妮 染妮也没想到自己一急 反应这么大 她心想 这慢慢磨下去不是办法 赵领这个优秀的单身男人 如果真的去相亲 百分百会被对方看上 加上又是家人介绍的 知根知底 长辈那官立马就过了 那到时候 还有自己什么事 她得赶紧挑明自己的心思 她也没想到 自己单身了二十多年 月人无数 却在短短半天内 就爱上一个男人 还有些无法自拔 她头一扬 大声道 赵领 我喜欢你 你不许和别的女人相亲 不然我 赵领早就看出 这女的对自己心思不单纯 只是她现在就表白 也真是太快太突然了 哼 这女人的感情 可真是随便又廉价啊 赵领不虚不及 哦 不然怎样 阮尼牙齿一咬 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赵领笑着摇摇头 恕我直言 你打不过我 阮尼哼了一声 那我就去打那个女的 来一个我打一个 我看还有哪个女人敢和你相亲 赵领用夸张的眼神 打量着阮尼 你说说你这样 和曾健有什么区别 阮尼一咽随即怒道 你怎么可以 把我和那个贱人相提并论 那是个心思歹毒的白莲话 我阮尼敢爱敢恨 怎么可能一样 这一次我就原谅你 下次你要 再把我和她放一起 我撕了你的嘴 赵领不以为然 还补了一句 不都是争风吃醋吗 有什么不一样 她只想 这个女人离她远远的 所以明知这样说会惹恼她 她还是说出了口 不对 她不是想阮尼离她远远的 她是要所有女人 都离自己远远的 她对谈恋爱结婚生孩子 一点兴趣都没有 阮尼果然瞪大了眼睛 眸中都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原来自己现在的样子 在赵领心中 就和那个黑心白莲花绿茶表一样 她不惧争不惧强 也不惧赵领现在对她冷眼相待 但是被心爱的人误会 那种憋屈让她心里闷痛 赵领怎么可以这样看自己 见她久久沉默 赵领心里开始打鼓 有点自责了 自己刚才的话 好像是说重了一些 她昨天是看到阮尼 怎么撕折辱骂曾劲的 她看得出她真的很讨厌那个女人 但是已至此 她希望阮尼能被自己气走 然后再也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只想快乐地做江鹤雨的小司机 阮尼自己站在那儿 平息怒火 修补心脏的伤痕 赵领坐在椅子上 吃溜吃溜地继续喝粥 一副完全没把阮尼的情绪 放在眼里的样子 阮尼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她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道歉 赵领头都没抬 加了一口小菜送进嘴里 漫不经心地问 道什么歉 阮尼一字一句地说 你说我和曾经一样 这句话我不爱听 道歉 赵领轻斥了一声 这就不爱听了 更难听的 我还没说呢 阮尼攥紧拳头 松开紧咬的嘴唇 问道 那你说说看 赵领抬头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真要听 阮尼 说 赵领看似为难地叹了一口气 说我不喜欢随便的女人 243 糟糕了 阮尼眼睛心红 你说我随便 赵领继续在死亡的边缘试探 难道不是 我们真正认识也才一天不到 你就对我管天管地 你以为你是谁 眼里的不屑和轻视太过明显 阮尼笑了一声 你这样说 有些过分了吧 难道我喜欢你 我的真心就该被你这样召见 赵领一副无辜的表情 是你自己非要听的 阮尼 那你倒是说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赵领不假思索地说 当然是知根知底的大家闺秀 阮尼 那看来你家里人还挺懂你的口味的 可惜了 我既不是大家闺秀 和你也不是知根知底 赵领 所以咱俩以后请不要再来了 我理解你 昨天我替你挡了这么一下 你心里感动 但是我还是再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我的工作 哪怕当时是个流浪汉 是阿猫阿狗 我也会扑上去的 阮尼还记得 那具身体扑向自己时 肌肤向贴的温热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么危险的境地 她突然觉得 时间仿若静止一般 让她的心突然就有了归属 她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把手上的勺子 随意地扔到餐桌上 刚才为了好收拾餐盒 她还把袖子卷了起来 现在正慢条丝里地 放下来称平 赵领看她终于要走了 心里浅浅地松了一口气 好走不送 阮尼的手一顿 走 谁给你说我要走 这下轮到赵领惊讶了 她保持镇定 仰头看她 脸皮这么厚 阮尼笑道 我又不做大家闺秀 脸皮厚一点也无妨的 话音一落 她嘴角勾起一个坏笑 长腿一抬 直接跨坐到赵领的腿上 把赵领压得死死的 赵领还没反应过来 怀里的女人 已经搂上了她的脖子 她只觉得 唇上贴了一个 软软糯糯的东西 然后有什么 再翘她的牙齿 她这辈子 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现在却被一个女人抢稳了 她大脑一片空白 手脚僵硬 连背部的痛觉 都仿佛消失了 阮尼一不做 二不休 亲上去不够 还伸了舌头 她今天就是要恶心恶心赵领 让她一辈子记住自己 赵领的大脑完全死机了 只知道紧咬着牙齿 仿若这样 就能守住她男性的真结 阮尼才不管这些 她就叫着这股镜 把以前导演 教她的亲吻的知识点 都回忆了个遍 然后终于开起了 那扇紧闭的门 探到了赵领口腔里的 另一个小伙伴 赵领一动也不敢动 现在才真正像个木乃伊一般 只死死地睁着眼睛 看着阮尼 阮尼显然是专业的 虽然心里 一直猛鼓锤的震天响 但面上没有一丝慌乱 还享受一般闭着眼睛 她的功底不错 虽然是第一次实战 但还是把赵领轻的 浑身发抖 动弹不得 大概有两分钟 她终于松开了它 现在像个真正的女流氓一样 一手还勾着她的脖子 一手侮辱性地 捏着她的下巴 点评到技术真差 这样的男人 送给老子 老子都不要 她慢腾腾地 从赵领身上起来 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然后提着包从容的 拉来门走了 她的背影潇洒又嚣张 门还被她摔得咚的一声 吓了赵领一个机灵 只是出了门没走几步 她就双腿瘫软无力 扶着墙慢慢蹲了下去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强吻了一个 奚落她的男人 天哪 自己怎么这么不要脸 陕妮心里尖叫着 恍恍惚惚地冲出了医院 病房里的赵领 还呆坐在椅子上 正正地看着 那背影消失的方向 她现在实在没办法 控制自己的思绪 这个女人 怎么可以野蛮成这样 自己堂堂男儿 怎么会被女人强吻 可是那感觉好陌生 又好美妙 但是她说自己技术 真差自己刚才 真的表现得很差嘛 可是自己没有实战过 没有机会练习啊 如果重新来一次 自己一定可以好好表现的 绝不让她看扁 可是 自己为什么要想再来一遍的是 赵领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 站起来走到床边 慢慢趴下 亲吻带给身体的苏麻过去以后 背部的疼痛感又传来了 但她现在顾不上这些 她歪着头 手指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嘴唇 仿佛在回味 护工见染妮出去以后 便进了赵领的病房 她看到狼藉的桌子 以为赵领吃完了 正准备去收拾 刚走进一些 惊讶失声 赵先生 你流血了 赵领神思还没完全归位 她看了护工一眼 嗯 护工脸上都是慌张 你的被流血了 我叫医生 赵领淡淡地嗷了一声 护工按了铃以后 医生很快就来了 赵领像个雕塑一样 默默地坐在床边 任护工和护士 轻轻地把她的衣服包掉 医生猝着眉 看着染血的纱布 是不是碰到伤口了 赵领 嗯 医生看她有些恍惚 又问了一遍 赵先生 是不是碰到伤口了 流血了 赵领 哦 刚才碰了一下 刚才染妮一坐上来 她本能地就往后仰去 然后整个背部都贴着一背 这一摩擦 伤口的皮又裂了 竟然浸出了血 医生 得换药换纱布 有点疼 看看电视 分散一下注意力 画面一打开 上面赫然出现染妮的脸 赵领以为自己幻觉了 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随后 染妮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她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床单 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才回想起来 昨晚睡不着 她在手机上听了会儿歌 又在电视上搜染妮的视频看来着 现在这一打开 便继续上一次地在播放 她以为自己幻觉了 吓出一身冷汗 思绪终于清醒了不守 这才慢慢放松下来 自己什么场面没见过 没道理 被一个吻弄得乱了方寸 她心里想着别的事 换药的过程中 医生几次观察她的表情 生怕弄疼了她 但赵领硬是一声没坑 就眉头一直锁着 244失恋了 染妮第一次觉得无处可去 原本准备在医院待一天的 谁知道半个小时不到 就被气了出来 回花来那儿吧 怕许行书知道了 又念个没完 毕竟花来都不在家 去逛街购物发泄吧 又怕真被人认出来 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她站在医院门口 叹了半天气 最后打车去了星河 回国发展 星河是个不错的备选项 但是 如果真的进了江赫宇的公司 和赵领抬头不见低头见 她要怎样才能放下她 看她和别的女人相亲 谈恋爱 结婚生小孩 哼 杀了自己吧 她居然说自己随便 自己这辈子 今天才把初吻送出去 她居然说自己随便 真是瞎了她的狗眼 自己也瞎 居然喜欢说话这么臭的男人 难怪花来说 就算有也被她气跑了 冉妮倒在出租车的椅背上 胡思乱想 唉声叹气 司机大叔一脸和气 从后视镜里 看了她好几眼 姑娘失恋了 冉妮坐直身子 惊讶地问 你怎么知道 司机笑道 我开出租二十年了 乘客一上车 就看表情 心里的是 我能猜个六七分 冉妮 这么厉害呢 司机得意地说 那当然了 你一直苦着一张脸 一脸的心有不甘哪 被甩了 冉妮具要的否认 是我甩了她 司机点头 也是 你这么有气质 不应该被人拿捏 她失去你是她的损失 冉妮仿佛找到了心灵知己 就是 你知道吗 我要钱有钱 要言有言 要事业有事业 要人脉有人脉 随便放在人堆里 也算是出众的吧 她倒好 说喜欢什么梁家妇女 真是有眼无珠 司机 那不行 现在的女孩子 各个独立又精致 还喜欢梁家妇女的 估计是大男子主义思想太重了 大男子主义 冉妮又想到 赵领扑向自己的样子 倒是真的很大男子 而且 男友力max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她才喜欢那种 柔弱无骨的大家闺秀嘛 司机 不过姑娘 你这样的气场太大了 估计小伙子也自卑 觉得配不上你 才想找一个自己能掌控的 冉妮联想到赵领 两次说贵的是 听赵领的语气 她的家长还包办婚姻 安排她相亲 说不定 她真是哪个落后的山沟 勾出来的穷孩子 所以思想才这么落后 她认同的点点头也许吧 不过我和她结束了 管她喜欢什么样的 她又叹了口气 仰靠在座位上 她要喜欢一个人 不会管她的家世背景 但如果思想不一致 三观不相同 那就真的没办法将就 花来看到 冉妮出现在公司的时候 十分惊讶 你不是去找赵领哥了 冉妮无精打采的 把头搭在她肩上 去了 又回来了 花来 怎么了 早上出门的时候 不是还兴高采烈 像要出嫁一样吗 怎么现在像是被双打了的茄子 冉妮的声音闷闷的 别提了 失恋了 我和她表白 她说要去相亲 而且 她说我和曾经儿一样 争风吃醋 蛮不讲理 花来 不是吧 赵领哥怎么可能相亲 而且说话 也不可能这么难听吧 冉妮整个人都咽咽的 我也不敢相信 我都希望是自己幻听了 她在我心中的男神形象 破灭了 以后都不要再提她了 宝贝 我失恋了 好难受啊 花来轻轻拍着她的背哄着 好了好了 等一下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肯定有什么误会 冉妮猛地抬起头 不许问 要是被别人知道自己 强吻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男人 这简直比被男人拒绝还丢脸啊 她这一路 已经后悔得不得了 自己为什么当时脑子一热 就做出那种大胆出隔的荒唐事啊 现在竟然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 真的是尴尬的 想钻到地底下去 花来不明所以 怎么了 我就是问问是不是有误会 你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 你们闹成这样 我心里也难受 染妮 这不关你的事 你和她该怎么处 就怎么处吧 我真要被她气死了 你什么时候下班 带我去喝酒 我失恋了 要去买醉 花来 我这刚上班呢 这大白天的 喝什么酒啊 染妮搭拉着一张脸 我还想知道 这大白天的 为什么要失恋呢 宝贝 我第一次表白啊 被锯了 我的脸都丢尽了 不说了 等你下班带我去喝酒 喝完我回外国了 这个地方太伤心了 呜呜呜呜 她夸张的跌跌撞撞的 朝椅子走去 然后摊坐在椅子上 像个没有灵魂 也没有骨头的失落玩偶 染妮叹了生气 那你在公司待着 我得去忙了 没事做的话 就躺着休息 昨晚你都没怎么睡 提到昨晚 染妮想到自己大半夜睡不着 给赵领发了信息 她忍着尴尬 颤抖着手 掏出手机点开短信 自己密密麻麻的发了一大堆 她就干巴巴的回了两条 染妮把短信看了好几遍 先点了删除 然后把号码拖进了黑名单 去黑名单吃灰去板你 她又掏出今天新办卡的手机 骂骂咧咧的 把号码再次拖入黑名单 删了通话记录 然后拿着手机导过 回都回来了 她便把国内的网络账号 都注册了一遍 添加了花莱的微信 刷了会儿花莱的朋友圈 又去微博搜花莱的新闻 好巧不巧 输入许若来三个字 弹出来的第一条信息的配图 点开来看 她一眼就发现 角落里一身黑色西装 神情肃穆的赵领那张图 原本拍的是花莱和江鹤宇 但和江鹤宇 形影不离的赵领也入境了 只是因为不是主角 图像有些模糊 但是冉尼的目光 还是不受控制的 第一眼就放在她脸上 这样一个像一气一般冰冷的人 怎么会喜欢梁家妇女呢 冉尼的思绪又开始乱飞了 她点开评论区 才扫了几眼 就气得她坐直了身体 八月的你 我心爱的保镖哥哥 还是这么帅 他什么时候才能笑一笑啊 冉尼看得咬牙切齿 你心爱的保镖哥哥 你是大家闺秀吗你 还有他整天搭拉着一张苦瓜脸 像谁欠他腕八千似的 哪里帅了 而且他笑起来很丑 巨丑 245追求者 要不是他的艺人身份捆着他 他真的会把这些心理话 甩到回腹里 尿尿 有没有动图啊 想要看保镖哥哥的动图 冉尼脑子一热 心说有游游 还有他不穿衣服的图 还有他被抢稳的呆若木鸡的图 你要不要啊 做你的丫头 大家到底有没有把保镖哥哥的账号 给扒出来啊 好想围观他的生活啊 冉尼 电话号码要不要 打过去一句话 能把你对死那种 难难的天 听说保镖哥哥受伤了 大家知道在哪家医院吗 好想去看看他 冉尼 高端私人医院 告诉你 你也进不去 省省吧 你 你也不是他的财 冉尼专逮着有赵领的评论 用嘴回复 还自己把自己气个半死 作为一名知名艺人 他有国内的账号 但是公司也知道 他这人口无遮拦 根本没把密码告诉他 一直都是公司的人在运营 平日就发一些他的照片日常 或者作品宣传什么的 现在他忍了很久 终于说服自己 不要注册新的账号 真的去回复那些暗眼的评论 不然 他的生活可真的会乱套 冉尼窝在椅子上翻了半天评论 自己把自己气了个半死 最后收起手机 让向彤帮自己开了个酒店 回酒店睡觉去了 他蒙着被子 一觉睡到下午 直到被饿醒了 坐在床上没了半天 揉着肚子起床洗漱 今天就早上喝了两口粥 现在肚子唱着空城记 冉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使劲拍了拍脸 得先填填肚子 别搞得像真的失去男人 就不吃不喝一般 从洗手间出来 听见手机在响 冉尼擦了擦手拿起手机 是个陌生的国内号码 他眉毛微醋 你好 对面是道 男人带有雌性的嗓音 冉尼 你在国内 冉尼一时回想 不起是谁的声音 你是 男人带着些夸张的失落 你不存我的号码 就算了 居然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这一串埋怨的语气 倒是让冉尼想起一个人来 他试探地叫出一个名字 公由之 是一个以前在外国认识的富二代 那时候在外国当了两年歌手 纯属玩票 后来被家里压着回了国 艺术生涯不了了之 这人以前追求过他 被拒绝后也没纠缠 那时候大家在一个圈子 偶尔和别的共同好友一起见个面 也算半个朋友 男人笑道 想起了吧 你在哪呢 出来我请你吃饭 冉尼一走向梳妆台 准备磨磨脸 才想起自己好些东西 还在江赫宇的车上 他皱着眉 语气不易如既往的不算客气 你怎么知道 我回国了 公由之 我可是一直很关注你的 我说真的 有一只没见了 你在哪 我去接你 冉尼看了看时间 隔花来收工还有一会儿 肚子又饿的直叫唤 闲着也是闲着 有人请吃饭 正好消磨一下时间 行 你说个地址 我直接过去 做他这行 特别忌讳和异性 同时出现在酒店 毕竟那帮子做新闻的 随便一张图 内容全靠边 他才不想惹是生非 公由之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你也太小心了吧 递之我发给你 我现在就过去 冉尼 发我另一个手机 号码等下传你 冉尼把国内的号码 传给公由之 两分钟后 收到他传来的定位 冉尼点开来看 又在网络上搜索了一番 是个正经的高级私人餐厅 他勾唇一笑 拿着手机戴上帽子口罩 就出了门 失恋算什么 赵领又算什么 追求我的男人 一抓一大把 公由之 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看见冉尼 张开双臂 就要来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被冉尼一手拍开 别给我玩国外那套 咱俩可都是中国人 公由之也不能 细皮笑脸地说 这不是好久没见 想你了吗 冉尼在他拉出来的椅子上坐下 挑眉看他 想我 上个周还和辣妹贴身热物呢 今天就想我了 路上他随手搜了搜 公由之的新闻 不得了 这个花花公子 也没怎么闲着 隔三差五换着女伴 公由之在他对面坐下 你消息可真灵通 还是说你 一直关注着我的消息呢 冉尼翻着菜单 去你的 我今天可真是来吃饭的 我早餐还没吃呢 快饿死了 你要给我聊别的 趁早滚蛋 公由之认真的看着他 我真是来找你吃饭的 顺便随便聊聊 冉尼低头认真的看菜单 公由之自顾自地说 我听你经纪人说 你要回国发展 真的假的 冉尼恩了一声 有什么公司好介绍吗 公少帮我签签线呗 公由之 你还需要签线 你放句话出来 这些娱乐公司 有一家算一家 不都得排着队等着你挑吗 两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别的不说 找公由之打听行业内的消息 是真没错 他虽然不在这行了 但贼心不死 和圈里的人一直有来往 消息还挺灵通 公由之 我知道你想去星河 冉尼大口吃菜 在他面前 也不顾什么优雅形象 嘴里包着菜大口嚼着问 你怎么知道公由之 我都说了 我一直关注着你呢 你那好姐妹 不是在星河吗 你回国肯定是要和她在一起的 冉尼喝了一口水 是有这个打算 公由之 其实他们公司在S 是不算出挑的 江家的主业不是娱乐业 你这尊大佛 没必要区区在那里 冉尼 哦 那你说去哪里比较合适 公由之笑的别有深意 我家也有经纪公司 来我家 资源随你挑 怎么样 冉尼瞥了他一眼 哟 这里等着我呢 我说 怎么找我吃饭呢 公由之笑道 你可别误会 请你吃饭是成心的 邀请你加入我的公司 也是成心的 抛开这个不谈 咱们还是朋友吗 冉尼 暂时没考虑这个事 严姐还没和我说 官言 她的经纪人 会和她一起回国发展 公由之点点头 像真随口说说一般 没再提要她去公司的事 冉尼 你马上和之前的公司解约了 现在可以自由恋爱了吧 怎么样 能不能考虑考虑我 246潇洒 冉尼闲腻了他一眼 然后摆了白手 你这样的花花公子 我可驾驭不了 麻烦你高抬贵手 去泡那些辣妹吧 公由之目光 深深地看着她 那些都是玩玩 对你我可是认真的 冉尼一笑 我的拒绝 也是认真的 她咽下最后一口菜 毫无形象地拍了拍肚子 长叹一声 还是得吃饱啊 公由之就没怎么动筷子 她笑道 去喝两杯 我自己的酒吧 绝对安全 冉尼摊在椅子上 不了 晚上还有约 等我缓一会儿再走 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公由之 瞧把你饿的 别做明星了 受累 挣这么多钱 却连炖饱饭都不敢吃 有什么乐趣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直到冉尼的手机响起 是花来的视频 她直接接了起来 收工了 你去哪了 打你电话没人接 哦 那个手机没带出来 我在外面吃饭 你她发现花来的背景 是在医院 旁边入境的半个身影 一定是江贺雨 花来 那什么 我先来看看赵领哥 等下去找你 说着 她推开了病房的门 赵领的声音 传到冉尼的耳朵 你们来做什么 冉尼心里有些不得劲 刚才明明已经吃了那么多 把那股念想 都挤出自己的身体了 怎么一听到这个声音 心里又闷闷的酸酸的 花来举着手机 话却是对着赵领说的 赵领哥 好些了吗 镜头一晃 冉尼看到赵领的 病号服衣袖 出现在屏幕里 她不知道在想什么 怕赵领看见自己 手一急 就点了翻转镜头 这一下镜头 对着一桌的残菜了 她凭住呼吸 赵领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好多了 你忙就别来了 回去陪评评 花来应该是去放手里的东西 刚才的病号服 由半只衣袖 慢慢变成整条手臂 半个身体 然后 整个上半身 都远远地出现在屏幕上 赵领的脸仍旧冷冷地 看不出什么情绪 阮尼盯着那脸看了两秒 暗骂她的冷血无情镜头 又对到花来脸上 她盯着屏幕 然后眉头促起 你在哪呢 和谁示范 这句话是对阮尼说的 阮尼 一个朋友 以前你见过的 花来 我见过的 国内的朋友 阮尼怕她担心 便又翻转回镜头 自己测了测身 让自己和龚尤之 一同出现在屏幕里 龚尤之 唱歌的那个 你以前一起吃过饭的 龚尤之对着屏幕挥了挥手 哈喽 小美女 好久不见 花来被人这样称呼 有些不自在 你好 龚先生 话音未落 江赫宇的脑袋 已经凑了过来 脸黑得像要吃人一般 龚尤之笑着打招呼 江总 你好 哇 你俩真在一起了 传闻是真的 江赫宇一点礼貌 也不讲 要你管闲事 说着 镜头晃了晃 视频被挂断了 龚尤之看着阮尼 戏谑地说 泽泽 看不出这江总 醋意还挺大的 我不过是 叫了一声小美女 就瞪上我了 我爸还说找他谈生意呢 看来没戏了 阮尼收起心绪站起来 我得走了 龚尤之 送你 赵领的病房内 他现在正紧簇着眉头 待在那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赫冷着脸 与盘问花来 你怎么会认识 龚尤之那种花花公子 花来 以前在外国 他做过歌手 大家一个圈子的 自然就认识了 江赫宇 大家一个圈子的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哪个圈子的 他身边的女人 一个周能换七个 以后不许和他来往了 花来无语至极 江赫宇在他的人际交往上 一向是过分干涉的 他不想在赵领面前 和他起争执 淡淡地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来往 他回国都好几年了 江赫宇不依不饶 那阮妮怎么还和他 搅在一起 赵领看向花来 他知道自己 今天对阮妮说的话 有些过分了 他那时候 只是想尽快 摆脱他这个麻烦而已 但是自己 被压着强吻过后 心境好像变了 后来他盯着手机 看了几个小时 他连一条垃圾信息 都没有进来 那些嘘寒问暖 被自己亲手 丢到垃圾桶了 花来 他以前追过妮姐 可能叙叙旧吧 等一下我问问他 赵领心头一紧 龚游之 这人他听说过 绝对的富二代 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身边女人不断 本人在娱乐新闻 没做出什么名趟 但却是经常上娱乐新闻 今天陪这个模特 在游艇上开party 明天陪那个网红 在奢侈品店购物 阮妮竟然不争气到这种地步 和那种男人混在一起 看来自己今天说的那些话 也不算重 江赫宇冷声道 以后不许再和他来往 花来懒得理会 装没听见 把带来的东西放下后 又问了问赵领的情况 便要离开 江赫宇寸步不离 跟了上去 花来顿住脚 你做什么 江赫宇答得眼瞼一概 理所当然 送你回去 花来 我和你姐还有事 我不回去 相同会送我 在听到你姐的时候 江赫宇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今天这个视频 让他觉得 花来和阮妮在一起 不会干什么好事 江赫宇眉毛一挑 哦 你们要去干什么坏事 花来本来答应了阮妮 今晚要带她去喝酒 她还特意让相同 找了一家私密性 极好的会所 现在江赫宇问起来 她真像做了什么坏事一般 一下子支支吾吾起来 就没什么事啊 两个人一起玩 聊天 吃饭什么的 江赫宇一双 深不见底的毛子 紧盯着她 像是要把她拨开一般 她已经吃过饭了 和公油汁 花来 那就逛街啊 江赫宇难得这么有耐心 两个女明星 在S室逛街 秦花来 你知不知道 你说谎的时候 眼珠会乱转 花来眼珠 不受控制地转着 有吗 我没说谎 我们两个女人能干什么 江赫宇冷哼一声 能干什么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一起去 花来 我们去女人区的地方 你去做什么 江赫宇眉目微缩 女人区的地方 花来头一扬 美容院 江赫宇不客气地 敲了一下她的头 一字一句地拆穿 公司有指定的美容院 我带你去过 一旁默不作声的赵领 听得紧张 她也很想知道 他们姐妹俩 约着要去哪里 潇洒快活 247撩完就跑 花来吃疼 捂着头抗议 你管得也太宽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 说着就往门口走 江赫宇比她更快 花来的手 刚放到门把手上 一直穿着 成亮皮鞋的脚一脚 踩在她手边 吓得她 立马就缩了回来 江赫宇耐心 显然耗尽了 与其多了些寒意 你是我的人 24小时 我都有权利 过问你的事 你的行踪 我可不想等媒体 抱出你和公优之在一起 我再来给你擦屁股 花来怒瞪着她 你说话真难听 花来有秘密 江赫宇愤怒又恐慌 她掌控不了她 这让她觉得烦躁 说编了这么多谎话 到底要去哪里 花来把头扭向一边 两人治着气 谁也不服软 这看得一旁的赵灵 暗暗叹气 这大概就是 她不想谈恋爱的原因吧 太累了 江赫宇把腿从门上放下来 改自己站到门边 当个门神 然后掏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 江赫宇盯着花来 对着手机说 我送小莱去 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 对面是相同的声音 好的江总 马上发给你 花来一愣 恨不得删江赫宇两耳光 你真不要脸 江赫宇冷哼一声 我给过你机会了 叮 江赫宇的手机信息来了 她刚把目光一到屏幕上 眉目就狠狠促气 声音像脆了毒的利刃 让花来有些发抖 你们去会所做什么 赵领一愣 会所这种地方 应酬的时候 她陪江赫宇去过不少 里面的花样是真的多 两个女人去会所 总不会真的只是聊天 这么简单吧 花来等着脖子不说话 江赫宇目如阴笋 公游之约你们去的 花来不想照领误会 阮妮和公游 不得不解释 就我和你姐 我压根就不知道 公游之会出现 我们也不可能和她一起去会所 江赫宇 那你们两个女人去做什么 花来知道她的意思 她肯定以为 自己和阮妮 是去里面找特殊服务的 毕竟娱乐圈很多明星 不能公开谈恋爱 就会有专门的场地为 他们提供那种服务 花来 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你姐心情不好 我们去喝酒 向彤会在外面等我们 而且 那个会所是正经场合 私密性很好 赵灵几被发僵 整个人有些晕呼 她心情不好 江赫宇将信将疑 喝酒可以回家喝 一定要去那种地方 花来 家里那么多人 她哪里发泄的出来 行了吧 我可以走了吧 江赫宇这才笑着 替她拉开门 那家不行 我送你们去另外一家 花来知道自己今晚 是摆脱不了这人了 警告道 你送我们去可以 不可以 和我们一起进去 你姐心情不好 不想和外人一起 江赫宇嘀咕 公由之 难道就是内人 两人正要出门 背后响起一个声音 我也去 江赫宇和花来 起起回头 疑惑地看着赵灵 赵灵解释 这病房呆着闷死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 江赫宇 你行不行啊 她问的是她的伤 赵灵拿起自己的衣服 就去换 我行不行 你不知道 江赫宇 嘿 你他妈胆子大了 敢占我便宜 花来不解地问 占你什么便宜 江赫宇喝了一声 少而不宜 少问 她这一说 花来突然就懂了 脸红了起来 赵灵原本不是那个意思 是江赫宇得了 做护花使者的机会 心情一好 故意曲解的 反正二人压根 没有主仆的界限 偶尔也开开玩笑 现在江赫宇见花来低了头 她才觉得失言 小声说 对不起 不该在你面前 开这种玩笑 花来直接推开她 拉开门走了 花来把新的地址 重新发给阮妮 江赫宇和宫游之的车 几乎同时抵达会所 阮妮从车上下来 摘了墨镜 瞪着花来 你把江赫宇叫来做什么 语气明显不满 江赫宇总感觉 她会带坏花来 对她也不怎么客气 我是她的经纪人 阮妮 对啊 你也知道 你只是经纪人 跟这么近 人家不要死人空间的呀 宫游之从车上下来 笑着给众人打招呼 江总 徐小姐 你们好呀 她听过二人的传闻 也有眼色 江赫宇在场 她收敛了许多 没做死到 拿花来开玩笑 花来朝她点头 宫先生你好 阮妮朝公游之一回首 你先回去吧 公游之一脸不爽 不是吧 我来都来了 江总也在 大家一起喝两杯聊聊嘛 阮妮正要把她喝退 看到江赫宇车后门慢慢打开 然后走下来一个病号 看到赵领 刚才还笑叶如花的阮妮 瞬间就沉了脸 她看向花来 目光中都是探寻花来双手一摊 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赵领的脸色 比阮妮还难看 她也没看她 只是像狼一般盯着公游之 江赫宇压根没发现 现场的火药味 但她不允许花来 和公游之这样的人有来往 她语气淡漠 我今天也只是司机 送小来过来罢了 公游之也不强人所难 仍旧吊锒铛 那我先走了 下次再约 最后一句话 是对着阮妮说的 还飞了个夸张的媚眼 阮妮笑着接过 下次我请你 公游之挥了挥手里的手机 电话联系 然后笑着钻进自己的轿车 轰了油门走了 阮妮勾着花来的脖子 旁若无人的走了 赵领盯着那背影 嘴唇动了半天 一句话都没说得出来 江赫宇总算瞧出了不对劲 昨天阮妮还对着赵领嘘寒问暖 恨不得直接贴上去的样子 今天竟然连句招呼都不打 而且赵领不是爱玩的人 今天居然主动提出 要一起出来 真的是因为闷吗 江赫宇也盯着那对背影 问有些魂不守舍的赵领 你和阮妮怎么了 赵领 梅怎么 江赫宇陪着病后慢慢地走 梅怎么他不理你 赵领有些委屈 那你问他啊 上午强吻自己 下午就和别的男人出双入队 他的爱真的这么随便 这么廉价 江赫宇难得苦口婆心 不是我说你 你脾气真的挺臭的 他都能被你得罪 也算你有本事 赵领不再说话 心烦得不得了 阮妮下午涂的是大红色的口红 红得娇艳欲低 妖艺无比 赵领就看了那淳一眼 就有些心烦意乱